我随口说一个草 干旱的沙漠 竟变成绿洲生机盎然 不小心说个剑 手无腹肌之力的武 静影的万剑来潮 只因穿越一界的武发现 这里汉字竟是神的文字 学会变能无敌于世界 然而刚穿越的武 竟然正在被追杀 于是立马找个山洞躲避 思考对策 我决定先感悟神文 可是我却毫无头绪 不是误不到 而是会得太多了 不知道感悟哪个 我发现无法平静内心 于是我先凝聚镜子神文 顿时星辰一响 紫气笼罩了整个清明洲 而洞内绽放出紫光 一个镜子没入我的眉心 我沉浸心神 体察镜子神文的功效 屏蔽天机 让人难以追踪 二 清新明性 提高悟性 三 故本培元 提高对灵气的清和度 瞬间强大的灵气 称得我全身都痛 于是我又凝聚一枚观字神文 清明洲的夜空 再次挡出鸿蒙紫气 观字入体后 我多了一双心眼 仿佛可以看透万物的本质 我用心眼时发现 全身都是细小的裂痕 看来刚才一下 吸得太猛了 我再次凝聚 欲作为第三枚神文 这个神文没有引起天地异响 虽然这个金色神文 不如紫色神文好 但有疗伤效果 身体很快就恢复了 前两个神文的异象 吸引到追杀我的那帮人 他们就快发现我了 我要赶紧凝聚 拥有杀伤力的神文 我看到腰间的配件 立马凝聚了剑字神文 还有力合素两枚神文 天下武功为快不破 一粒将识坏 这两句话我记忆深刻呀 忽然我想到了另一个点 我没有实战经验 硬碰硬不一定搞得过 还是偷袭靠谱 所以我凝聚一枚影子神文 在凝聚剑字神文时 又出现了天地异响 接连三次鸿蒙紫气 已引了无数强者观众 距离最近的玄文书院 已经有人开始寻找异象根源 我看着四枚神文 三金一子 分别对应 力量翻四倍 速度提升三倍 隐匿气息和身形 以及剑道清河 这时危机已经降临 山洞外站满了人 这时一道戏谑的声音响起 林公子 还要我们清理出来吗 我也不答轻轻吐出一口气 眉心浮现观字神文 在心眼映照下十杖之内 先毫避险 外面围了一群黑衣人 请 我轻轻念了一声 跌着缓缓拔出三尺清风 月光下一道寒芒闪过 黑衣人还没反应过来 就是一个人头落地 其余黑衣人看着 同伴的无头尸体倒下 周围却空无一人 他们心底都生起一抹恐惧 此时唯一的迎面人喊道 小心 是暗杀 话音未落又是倒地声不断响起 剩下的黑衣人 两人一组背靠被警惕着周围 然而杀戮还在继续 时而一剑穿心 时而锋刃魔后 杀到只剩九人时 就有一个人准备逃命 迎面人大喊道 别动 跑反而死得更快 公子就快来了 其余黑衣人可不管这么多 瞬间就都跑了 我周没想到 公子是谁 我忽然发现头顶的影子 神闻一闪一闪 仿佛没有了能量 我剑梅威扬 三尺轻风插入地面 剑气纵横 释放石方 无数利刃穿破空气的声音响起 这些非剑凝聚成一道剑枝长龙 穿过溃逃的黑衣人 一剑过后 收割完毕 闪烁的影子神闻消失了 我的身影自虚无中缓缓凝聚 我拔出地面的长剑 剑锋一点 指向迎面人 只剩一个了 摘下面具让我看看 迎面人颤抖地说 你是灵明 这和情报中的不一样啊 谁说你是没有 踏入感临近的废物 这特么的冥冥恐怖之急 这时他脑海中 闪过追杀我的话 我冥冥强的可怕 为什么最开始要仓皇逃窜 一定是我为了掩盖实力 故意把人引到这里 这个野外是杀人抛尸最好的地 迎面人半点不敢动双目 死死盯住 仿佛只要他眨一下眼睛 我就会化作 吃人不涂骨头的蘑菇 感觉迎面人呼吸 都有点不通畅 他连续调节了好几口气 才说出话 灵明公子才是真正的麒麟 偌大的清明周内 所有人都被你骗 心而易举玩弄众人于鼓掌 真是好深沉的心机 我满头问好 我有做什么奇怪的举动吗 只不过是叫你摘下面具 难道这个沙雕自己脑补了什么 我强行绷着脸 维持当前冷酷剑客翘公子 少废话 叫你拖你就拖 说这句话的同时 我没心浮现观自神闻 心眼准确地洞察 一面人的真实修为 断体镜 我皱眉翻找记忆的碎片 片刻后我明白了 断体镜和感灵静的差距 主要就在于肉身的强度 速度 力量 耐力 反应等全方位提升 难怪与其他的黑袍人不一样 仅仅几率剑气杀不了他 这时一面人缓缓摘下面具 我认出此人 你是张友 为谁卖命 要来杀我 是我 张友苦涩一笑 他已经完全认定了 我就是在伴侏吃牢 什么不能休息 现在不就是感灵静的气息了 他自问以自家公子的实力 也无法在短短十几次呼吸间 杀戮26人 所以他绝不是我的对手 反抗等于死路一条 现在必须拖延时间 虽然屈辱了点 只要能够拖延到公子到来 那就有了活命的机会 张友一边想一边双手用力 扯碎自己的衣服 动作极其麻利 我一愣 下一秒一见顶在他喉咙上 什么毛病啊 我叫你脱面具 又不是让你脱衣服 吃 这脱都脱了 我可咋整 张友看了探手上碎成布片的黑衣 我捂了捂了头 我看你就是想拖延时间 你也不好好掂量一下自己 就你这长满胸毛的胸膛 还想给我来一处色诱 拉倒吧 给我说正经的 你公子是谁 为什么要杀我 张友心中暗道好家伙 不愧是林明公子 一秒石透他的心思 太可怕了 张友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猛然跪倒在地上磕头 公子 林明公子 是我有眼无珠 跟错了人 现在宁可不可以赏赐我一个改换门庭的机会 我顿时就猛了 这人到底什么脑回路 完全不按套路出牌 明明比我高了一个境界 都不尝试一下反抗的吗 也好 省事 我按照记忆中高手的模样冷声道 那就要看你的表现了 听到这句话 张友眼底闪过一抹惊喜 他点头如算 语速极快地说 都是那墨玄机 他让我谋害你 墨玄机 我顿了顿 探寻原主的记忆 墨玄机不是别人 正是原主的至交好友 穿一条裤子那种 无语片刻后 我开始审问张友 一问一答尖 我知道了许多事情 比如 墨玄机要杀自己的心很坚定 原因是某组织的命名 正当张友说出 这个组织叫弦跃楼石 一枚飞针破空而来 我抬剑格挡住 随后就是一片飞针 如狂风暴雨搬起来 我发动素字神文 瞬间离开原地 张友慢了半拍 被飞针穿过他的头脸 胸膛 死的不能再死 这是一个公子哥走过来 灵兄真是让我惊讶 三年我对你百般试探 你从来没有露出过破绽 不过今天还是难逃一死 言语落地墨玄机 毫无保留地释放自身气息 断体筋 还是断体筋大肠 他的皮毛 血肉 筋骨 脏腹 全部淬炼完毕 在墨玄机看外 我连一毫厘的圣机都不会 看在三年铜窗情意下 我留你一个全尸 墨玄机摊开手掌 掌心间依次飘出两枚神文 银色的光辉洒满刺房 这是地阶上品神文的标志 他的神文好像有点 无视天阶的金色 调动的时候有一股明智 这是破绽所在 心眼映照之下 我仿佛看到了一条鞋 线的一端连接着他的剑点 另外一端连接着墨玄机的左臂根部 毫无犹豫 我身随剑走 化作一道白影冲向他 墨玄机脸色大变 两枚神文凝聚的灵气都来不及是否 他慌忙抬起双手 以折扇架在身前 然而 这一架坏了事 一劫剑锋刺入衣物 刺穿墨玄机的嘎吱窝 我手腕轻抖剑锋了起 墨玄机的左臂便齐根断开 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你不应该这么强 墨玄机此时已经有了退 但是略微估算速度后 他就知道绝对跑步 更可怕的是 他看不懂我这一件事这么回事 他看不懂就意味他还会再自主 墨玄机一面一动 从储物戒指中取出遗物 扣在手心 为了拖延时间 墨玄机说道 我断体径激进大场 一身血肉筋骨足矣和寻常铜铁比拟 你的剑只是繁铁 是如何轻易砍断我的手臂的 我摇摇头懒地回答 拖着长剑迈步前行杀一臂 墨玄机急忙摇头 不要急着动手 我们不是最好的朋友吗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在追杀别人无果后 尽堂而皇之的打起友情牌 恶心倒让人反胃 我听也不想听 没心浮现观自神闻 然而破绽之线没有出现 我看到的却是危险 我站在墨玄机身前一掌 现在想到我和你是朋友 不觉得太晚了吗 我一边说话一边观察 墨玄机身上的危险来自哪里 既然是好友 为什么要杀我 墨玄机摇了摇头 你不是问过张游了吗 我杀你不是出于本意 而是因为贤月楼 我好奇地问他 你是清明州十大世家中的墨家嫡子 贤月楼又是什么组织 能够让你为其卖命 墨玄机常常叹息一声 装出身不由己的语气 贤月楼势力庞大 遍布整个苍玄界 没有人知道他们有多强 我冷笑到那就与我无关了 你要杀我 我就杀你 很简单的道理 说出这句话 使我观察到危险来自他手中握着魔物 这时墨玄机抬起右者 掌心处贴着一张符露 符露通体金黄 正中央以草书写着雷字神文 少年天骄总是死于话多 给了我释放符露的机会 就是你败亡的原因 墨玄机猖狂大笑 早有防范的我往后一闪 但是雷光还是顺着剑锋 窜向我的手 然而在剑字神文的加持下 铁剑似乎有了神志 他不愿我受到伤害 竟然强行崩碎了自己 无数铁片飞向墨玄机 墨玄机根本没反应过来 满身都被插满了铁片 我走过一脚 把他踩在地上 他看我的眼神里充满了仇恨 他歇斯底里地叫我杀了他 我的脚放到墨玄机的驳狗处 这是一名肚子圆滚滚的中年人 飞了过来 让我手下留情 我不太确定地问道 你是赵衡 肥胖中年摸着肚皮说道 是我 玄文书院的院长 我摇头 还不是院长 而是副院长 你仔细看看 应该不难判断到底是怎么回事 赵衡点点头 的确不难 无非是有人截杀你不成 反而被你反杀 我踩着墨玄机的头轻轻加厉 那我问你 人要杀我 我该当如何 赵衡踏前一步 以何为贵 不必大动干戈 而且杀戮多人 应该已经解气 只是这墨玄机身份不同 还望公子三思 我微微抬起脚做收脚的姿势 用力一脚踩断了墨玄机的警务 赵衡猛吸口气 声音中带着怒 你不是要考虑考虑吗 杀人者 人横杀之 我考虑得很清楚 赵衡气不打一处来 你你 你知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 我怂怂间 不仅知道 还十分清楚 不过是杀了个想杀我的仇扣 赵衡咪着眼冷冷的 林家还不能在清明州一手遮天 敢敢为你我 我脸冷了下来 你不过是一个副院长而已 我的每一个父子 都像一把刀子插在他的胸口 赵衡满脸的横肉抽搐 不进长辈 该罚 我眼眸一涵 知道来龙去脉 还要罚我 玄文书院的副院长架子这么大 我屈指轻弹 空气中无端响起清脆剑声 赵衡皱了皱眉不耐烦道 怎么 你一个小辈 要对我出手 真是杀疯了 以为自己无敌了 我摇了摇头让他看 我指尖挑起一枚紫蕴道然的剑子神纹 浩荡的紫气煞时间升腾在空 辉煌的鸿蒙紫气一响 赵衡一时间愣住了片刻 他看向我绕有深意的 引动鸿蒙紫气的人是你 我昂着头说道 又是李院长招来的门声 突然空气中响起男子的雌性噪音 因为派别之分就要杀害书院学子 问过我没有 声音落下 一道白衣从天垂落 砸向赵衡头顶 哄 从天而降的云朵砸了赵衡一身 散布在他身体周围 云朵碎片焕发银白光辉 似乎有某种神通隐含在其中 赵衡抬头看天 询问道 是谁 这时 一名白衣男子从天而降 他头顶以云青色流苏扎起数纪关 身穿素白长袍 脚踩附云履 双手背负身后 缓步走下来 每一步他在空处 却仿佛踩着无形的阶梯 林明心中忍不住轻赞一声 折仙风姿 来人落在地面 林明看清楚了他的面容 白先生 林明笑着打了声招呼 这位白先生乃是玄文书院的客座导师 传闻他从天原周而来 实力极高 甚至能与院长比肩 白先生微微汗手 有我在 他伤不了你 赵衡嘴角抽了抽 额头冒出一颗细小汗珠 顺着他的脸颊 路过他脸上的肥肉褶子 往下流淌 你可不要污蔑好人 我只是 赵衡绷着嘴 临时想到了借口 假笑道 想要好好教育一下书院的学子 林明点点头 故作恍然大悟壮 哦 原来恐吓是一种教育方式 学废了 该死的小子 居然敢讽刺本座 赵衡眼底透着冷光 这时 白先生站在赵衡面前 手掌闪耀微光 一下 两下 三下 赵衡身上的云朵碎片也跟着呼闪 似乎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以赵衡的眼界 看不穿这是什么样的武技 他心中没有底 就更加不愿撕破脸皮 于是 赵衡指向周围 然后又指着林明脚下的墨悬机尸体 林公子多半是误会了 本座与你说这么多 无非是想告诉你一个道理 人不能太嚣张 做事情也不要太绝 这里一共二十八条人命 他们背后谁没有亲人朋友 你就这么 当赵衡生掉台到最高时 林明挥手打断 并做了个侮辱性极高的动作 吐 吐 今天我是常见识 原来别人杀你 你不是第一时间保命 而是想那么多叽叽歪歪的 高啊 赵衡副院长的思想境界 不是我能企及的 以后你可记得了 别人打你 骂你砍你杀你 你都别还手 要是还手了 你就是归儿子 赵衡嘴角狂抽 想要反驳 却一时间跟不上林明的脑回路 白先生扑呲一声笑了出来 说得在理 我从天原州远游到清明州 还是第一次听见赵衡院长 这么有见地的高论 有空可得实践实践 让我长眼 林明瞥眼看了看白先生 没有想到 这位先生并不死板 反而有点风趣幽默 被两人连环对 赵衡脸色变黑 仿佛被熊孩子 拿着黑色水彩笔 涂鸦了无数刀 憋屈 他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会如此难受 就在这时 墨玄机的尸体中 钻出一道悬光 悬光凝聚成一道影像 看起来似乎是个女子 但却看不清楚面貌 好胆 不论你是谁 杀了我墨家笛子 偌大的清明州 再无你立足之地 他的声音饱含煞气 话音刚落 影像再次聚拢 收成一道光芒 咻 光芒速度极快 直冲林明 白先生微微皱眉 抬起手 林明面前凭空出现云气 瞬间凝结成椭圆形的盾牌 然而 那道光芒骤然虚幻 仿佛进入了另一重维度 直接冲向林明眉心 林明抬手去挡 光芒没入手心 下一秒 他的手背上 浮现蓝白相间万花筒印记 林明 下化现 这个印记有点熟悉啊 就是颜色不太对 白先生走到林明身旁 你中了天元州墨家主卖的追魂锁 林明歪了歪脑袋 意思就是 我被标记了 而且并不是清明州的墨家 而是天元州的墨家 白先生汉手 指了指林明手背上的蓝白万花筒印记 追魂锁能够从两个方面 查知你的位置所在 一个是气息 另一个是天机 气息你暂时不用担心 最多只能追踪百丈之内 最麻烦的是天机 在天机的锁定下 无论你跑到天涯海角 都躲不过他们的追杀 林明点点头 听起来相当麻烦 不过 好像对我来说 没什么问题 白先生 下化现 你的天资的确很高 能够引动鸿蒙紫气意象 也算不是出的天才 但是切不可自傲啊 想要屏蔽天机 可没那么简单 修为高也不顶用 必须有特殊的神闻 我有啊 镜子神闻屏蔽天机 效果绝对一流 林明张了张嘴 还是没有把话说出口 原主记忆中 他与白先生还算相熟 但关系并不够铁 旁边又站着个明显 对自己有敌意的赵衡 傻子才在这时候 交代自己的底细 这时 赵衡拍击大腿 喊道 林明 你坏了大事 刚才那个女人 是清明州的墨家下人家主 墨应雪 她是墨玄机的亲姐姐 还是玄文建院的大师姐 他们姐弟 两人关系墨逆 你杀了她弟 她必然要杀你 不仅如此 墨应雪修为和战力都很强 在玄文建院中 威望很高 势必会牵连我玄文书院 林明贴了撇嘴 听起来全是我的错 只能他墨玄机杀我 不能我反手杀他 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道理 林明转过头 看向白先生 先生可以看到周围的情况 我的反击没有问题吧 白先生点点头 受人为杀 你进行反击 确实没有问题 是了 没问题 林明灿烂一笑 指着墨玄机的尸体 他要杀我 我就杀他 我管他解释谁 我管他身后有什么人 就算再回到刚才 我一样当着你的面杀他 赵衡攥紧拳头 脸上强行堆出笑容 眼底却闪过一丝冷光 很多年没有被学生 这样顶撞过 他很不祥忍 然而 身上中了白先生的武技神通 他心有忌惮 不好直接发难 林明瘫了贪手 赵副院长太过于留恋外务 但是打铁还须自身硬 唯有如此 才能一肩挑起重担 白先生眉梢青阳 眼底闪过一抹欣赏之意 说的不差 实力才是王道 偌大的玄文书院 这么简单的道理人人都明白 但真正能做到的 凤毛麟角 这时 一位常然老者迈步走来 招了招手 小白 原来你已经先到一步 看来我这糟老头子 腿脚不行了 白先生微笑回应 院长说笑了 他袍袖轻微震动 悄然散去笼罩赵衡的细碎云朵 有院长在此 又有他保护 赵衡就算真的动手 也不可能对林明造成丝毫伤害 八一中文网 这时 常然老者停在林明身前 仔仔细细地打量着 林明与他对视 脑海中闪过记忆的碎片 三年前 正是这位李金涛李院长 引他进入玄文书院 三年间各种辜负 然而常年这灰袍续长然的老者 默默担起了一切 简而言之 李金涛曾为林明负重前行 他绝对可以信任 林明嘴角微先 左翼道 院长 李金涛面旁如雅而柔和 笑起来很慈祥 折服三年 如今终于凝聚神闻 感觉如何 林明笑容灿烂 还不赖 李金涛点点头 鸿蒙紫气意象 一定是超脱品阶的鸿蒙紫气神闻 亮出来看看 好 林明汉手 抬起手又顿了顿 咧嘴道 要看几枚 这小子不止领悟了一枚 李金涛眨眨眼 压住内心的惊诧 故作平淡道 依次放出来看看 好 林明应答后 抬手间 一枚剑字神闻漂浮出来 紫光明亮 气象辉煌 李金涛汉手 满意一笑 由此枚神闻 你的剑道天赋 定然傲绝人间 白先生也笑了笑 见到天赋很强 但还要看你其他几枚神闻搭配 林明恩了一声 四枚金光灿灿的天阶上品 神闻浮现 尹 素 力 欲 这是什么妖孽天资 白先生呛了一口口水 嗨嗨不停 白先生清了清嗓子 你难道 最差的都是天阶上品神闻 是啊 林明挠挠头 谦逊一笑 杀戏 白先生和李金涛还好 前者本身也是妖孽 略微感叹一下 也就缓过来了 后者年岁很大 见过太多风浪 也是惊讶之后 很快回神 然而 赵恒受不了这个刺激 他半生修行 才不过凝练了两枚金色神闻 其中一枚玄光满堂 是天阶上品 另外一枚光芒微弱 只是天阶下品 然而 林明呢 人家刚刚凝聚神闻 一子四金 人比人 气死人 赵恒道心裂开 气急败坏道 不可能 你这些神闻 绝不可能是一夜之间凝聚的 林明恩了一声 对啊 不是一夜之间凝聚的 赵恒心中略微好受 摸了摸肚皮 正要开口说话 林明嘴角翘起 竖着食指说 刚才被人追杀 哪有一夜时间给我凝聚 必须是在一刻钟之内 扑 赵恒差点心率不齐 愣在旁边 李京涛眼中闪过金光 欣慰地拍了拍林明肩头 好 三年不明 一鸣惊人 这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养 话语落地 他瞥了一眼赵恒 淡然道 相比之下 你的修为还是没有寸进 别成天捣过些有的没的 如此下去 你一生都无法晋即入道境 受到来自院长的补刀 赵恒无言以对 只能默默舔是心伤 院长毕竟是院长 岁数大的夸张 辈分其高无比 论资排倍讲实力 他赵恒没有一样能比你院长 暂时认怂 赵恒头颅低垂 并不言语 只是瞥向林明的眼角余光 似乎不含好意 这时 李京涛笑了笑 拍拍林明的肩头 短短时间 林明觉醒紫色神闻 又凝聚四枚金色神闻 足以看出他的天资高绝 以老夫之见 咱们玄文书院很久没有首席了 不如让他来当 听到这句话 赵恒暴跳而起 不行 绝对不行 首席之位涉及特别多 大抵相当于超级加强权力版的学生会会长 在玄文书院中 某种情况下 甚至能够与院长对谈 赵恒心中早就有了选择 不是别人正是墨玄机 一旦墨玄机成功拿下首席之位 赵恒再以副院长职位 配合墨玄机形式 可以轻而易举地下空李金涛 届时 他可以名正言顺逼李金涛 让出院长之位 可想而知 灵明打死了墨玄机 他的心中是多么的气恼 与此同时 灵明翻找脑海中的记忆碎片 明白首席之位的权力与义务 最好的好处 莫过于可以随意进出玄文书店 玄文书店藏书浩瀚 无论是神文书 还是武技图 应有尽有 而且涉及当年苍玄界的传奇人物 女夫子 内藏惊天大秘密 然而 机遇从来都伴随危险 获得首席之位最大的坏处 就是必须参加五冤大笔 每一届的五冤大笔中 必然有首席陨落 很快 灵明得出结论 高风险高回报 值得一争 他嘴角危险 扬起见眉 笑问道 首席之位 能者居之 赵副院长何必把话说得那么绝对 李金涛听到灵明出口 眼底闪过一抹欣慰 无能之辈才在自己有能力之时 选择隐藏 现如今 灵明凝聚紫色神纹 堪称五百年一遇的圣人种子 他若不争 那星星便落了下风 就算天资傲然凡尘 未来成就也必然有限 然而 他谋定而后动 正 李金涛看到灵明的态度 便知道自己的选择没有错误 他微微一笑 传音道 小白 咱们先不要说话 听一听年轻人的想法 看一看年轻人的态度 白先生微不可查的汗手 嘴角掀起一抹微笑 传音而回 好 不过我得声明一遍 我的岁数还没超过一甲子 也是年轻人 李金涛白了他眼 白先生却又用眼神回怼 心眼映照下 灵明察觉到两人的小动作 无语 灵明摇摇头 外人一定不敢相信 就这俩货 其中一位是书院院长 另一位还是天元周 来的客亲导师 这时 赵恒星忠父匪道 嘿嘿嘿 老家伙喜欢测试年轻人 很好 那我就给灵明当一档磨刀石 只不过 我这个磨刀石可不厚道 一定会把刀魔的绷口断刃 他冷冷一笑 走到灵明面前 上下打量片刻 赵恒微微皱起眉头 心道 不应该啊 我居然看不穿这小子修伪 脸色不太好看 赵恒强行伪装自己 露出一副风轻云淡 不慎在意的模样 你什么修伪 灵明摊摊手 赶灵静 赵恒猛拍肚皮 咧嘴道 赶灵静 你灵明贵为灵家二公子 难道不知道 什么叫得不配位吗 反问一句后 不等灵明回答 他冷笑道 玄文武院 剑刀枪书丹 无论哪一院 首席至少也是断体静 甚至断体静大成 你的修为不足以服众 灵明笑了笑 如何才算能够服众 只凭修为似乎不够吧 墨玄机和张游两人都是断体静 结果如何 赵恒虚起眼眸 眼底流淌着危险的光芒 然而 灵明说的没错 首席需要的不是修为 而是实打实的战力 赵恒神色阴沉 您是灵明 话是如此 但你灵明凭借巧技 侥幸剩了这么一次两次 还真的做不得说 赵恒肥胖的脸堆砌假笑 而且 有你担任我玄文书院的首席之位 玄文建院的墨应雪 必然是百倍千倍的针对我玄文书院 又如何 灵明摇头 你赵副院长没有胆子 不代表我玄文书院的学子 没有胆子 不是没胆子 而是没有必要 赵恒摇头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说了半天都没个主要的建议 果然不愧是副院长 灵明不嫌不淡地讥讽一句 还是我来说吧 明天正好是副院五考 如果我得不到第一 那我就不要这个首席 赵恒冷笑 还不够 如果你得不到首席之位 还是先休学三个月 回灵家好好闭门思过 现在回灵家 必然不受家族重用 今生抬不起头 这事 把灵明往死路上逼 灵明眼底微寒 抬起手指 用指腹轻轻妈撒眉梢 如果我夺了五考第一 你又给我怎样的交代 赵恒眼眸一冷 我 需要给你什么交代 灵明笑而不语 转头看向白先生 先生来得及时 知道当时赵恒是什么嘴脸 白先生抿了抿唇 袖袍微微一震 说 当时赵副院长气息不善 意欲图谋不轨 灵明点了点头 那我有理由怀疑赵副院长 和墨玄姬有所勾结 所以才百般针对我 顿了顿 灵明轻笑 敢问院长 书院导师谋害学子 该当何罪 李京涛也谋为寒 邪逆赵恒 若真有此事 李当废其职位 散其修为 赵恒脸色有黑如炭 声音冷下来 当时我仅仅是气息压迫他 是想让他知道 做人不能那么狠 挥动衣袖 指了指周围 赵恒说 这里一共二十八条人命 被他在寝客间屠戮殆尽 而且身为我外院三大天才之一的墨玄姬 就死在他的脚下 当时我让他住手 他却不听 这等星星岂非过于凶力 啪啪啪啪啪 灵明鼓起掌来 精彩 真是精彩 同样的事情在你口中说出来 味道就那么不一样 看来咱们的赵副院长办事不行 但说话还是有点水准的 佩服 赵恒 明锦号 他眼角狂抽 袖袍内拳头死死钻井 直骨发白 嚣张 不遵师 够了 李靖涛抬手 一道水波 以他为原心荡漾开来 迅速拂过赵恒 身为导师 与学子面红耳赤 成何体统 李靖涛一脚踏出 周身气息微微荡开 哄 圣者镜之上的强悍修为 展露无遗 赵恒心惊 院长的气息更加强大了 这 这不符合道理 他年岁那么大了 气血居然不会衰败 赵恒看得出李靖涛的意思 展露实力 就是为了给林明做后盾 于是 赵恒只好主动开口 那我们往事不咎 就说明天的五口 你想让我付出什么代价 林明伸出大拇指 指着自己鼻头 笑了笑 我不喜欢太普通 要玩 就玩得刺激点 曲曲小辈 这等虎人的伎俩抬不上台面 赵恒冷笑 好啊 你说 林明也开嘴 露出洁白的牙齿 说 我要是不能拿到五口第一 从此退学 离开询文书院 而我要是拿到五口第一 我要你不做副院长 从普通导师重新干起 赵恒额头伸出一滴冷汗 他没有想到 林明如此决绝 以自身走上绝路为代价 同时要把他逼上绝路 沉默 赵恒的喉咙 仿佛卡了一块铁 还用胶水沾死 一旁 白先生眼底绽放笑意 传音道 看似温和似水 实则刚烈如火 这个性子不错 李静涛白了他一眼 反传一声 一句话 把自己和对方同时逼入死路 这 白先生笑着继续传音 不好吗 李静涛捋了捋胡须 好坏不是这么定的 如果有绝对的把握 那就是最大的好事 听起来 院长似乎知道些什么 白先生敏唇轻笑 依我看 林明这小子还留了一手 他展露出来的神闻 并不是全部 白先生眼底闪过一抹诧异 院长确定 短时间您具五枚神闻 已经是天纵奇才 您确定他还有更强的神闻隐藏 李静涛威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怎么看出来的 白先生问 李静涛伸出食指 点了点太阳穴 老年人有老年人的智慧 很多时候 丰富的阅历 能够看透大部分事情 这时 林明与赵衡还在僵持 李静涛突然说到 林明的提议下 双方都有得有失 还蛮合理的 就这么定下吧 林明欣然一笑 好啊 赵衡咬牙切齿 鼻息浓重地哼了一声 行 声音落下 赵衡周身升起沉沙 很快 沉沙覆盖他的全身 砰个一下 暴散开来 赵衡已经离去 这时 白先生出现在林明面前 他双手背负身后 可以告诉我 你隐藏的神闻是什么吗 和你不太熟 林明嘴角危险 当然不行 白先生 他没有想到 林明回答得这么干脆 拒绝得这么爽快 快步走到李静涛面前 白先生囧着脸道 院长 你瞅瞅 你瞅瞅 小辈都不给我面子了 李静涛抬手挥了灰袖袍 一股契机凝聚如风 把白先生从他面前挪开 白先生此刻 哪里还有什么折仙风姿 嘴角挂着一缕苦涩的笑容 学生不待见他 院长也不待见他 混得太惨 这时 李静涛走到林明身前 笑容满含深意 好 很好 时隔三年 老夫终于再次见到 当初经验人间的林家麒麟 院长还是不要称呼 我为林家麒麟 林明拱了拱手 三载扶尘族 已让学生看透很多事情 李静涛笑了笑 比如说 林明弯曲十指骨节 刮了刮眉心 轻笑 人情冷暖 体悟颇深 顿了顿 林明洒脱道 往事不必多提 我已重获新生 哈哈 好 破茧成蝶 你的确不同于以往 李静涛搓着胡须笑道 老夫还想问问 今夜连续引动三次鸿蒙紫气的人 是不是你 白先生 夏花线 三次 三次都是一人 不可能吧 什么意思 院长你的意思是说 林明一人 引动了三次紫气鸿蒙异象 李静涛怂怂间 指着林明 不要问我 让这小子回答 林明嘴角危险 摊开手 是我 三次都是我 所以我 还有两枚紫色神文 言语落地 他食指清点眉心 官字神文浮现出来 紫韵盎然 甚至连他的瞳孔深处 不由紫星闪耀 白先生彻底陷入呆滞了 紫色神文 乃是超脱品阶的神文 拥有无限的可能性 然而 并不是凝聚紫色神文 就能引动紫气鸿蒙异象的 但凡能够引动紫气鸿蒙异象的紫色神文 都更加的超凡脱俗 能够凝聚一枚 已经极为艰难 偌大的苍玄界数百年都没有一人 现在 眼前这位少年 一人独占两枚 这时 林明笑了笑 还有一枚紫色神文 是出枚神文 学生就不多展示了 李静涛笑了笑 嗨 你小子还喜欢藏着掖着 真当老夫看不透呀 双眼凝聚心灰直勾勾盯着林明 然而 林明眉新神文变幻 一眉看不清楚是什么的神文凭空浮现 这是林明的出眉神文镜 然而 浓郁如水雾的紫气 阴晕包裹着他 外人无法看穿 扑 白先生差点呛了两口口水 全靠体内灵气压制 真的三次全都是他 童树看不穿神文的底细 李静涛轻易一声 你小子的出眉神文不得了啊 摆在面前 老夫都看不出底细 而且 他还能帮你屏蔽天机 让他人无法查探你 林明点了点头 所以墨家的追魂锁好像没啥大不了的 白先生和李静涛沉默无言 片刻后 白先生走进几步 单手按在林明肩头 此刻的你风头太盛 千万不要急着扬名 林明笑道 道理我懂 木秀于林 封闭催之 该藏桌的时候 还是要藏桌的 好 很好 收放自如才是年轻人最难得的品质 李静涛开怀大笑 捋了一把胡须 那看来明天的书院无考 值得期待了 白先生轻笑汗手 没错 林明看似只是感灵静 但那七眉神闻实在太妖念 顿了顿 他看向林明 笑道 妙无精不能出手的情况下 面对普通的断体静 你几乎立于不败之地 学生自当如履薄冰 林明笑了笑 谦逊一句 然后当着两位的面解尸体 片刻功夫 他收了二十多人的储物袋 以及墨玄机的那件 玉蚕丝软甲 小跑到李静涛面前 林明抬了抬眉毛 此处距离书院还远 院长搭我一城呗 李静涛笑骂道 嘿 你小子想得到美 言罢 他消失不见 林明转头看向白先生 露出笑容 白先生 一日清晨 玄文书院 试炼言无常 林明一袭白衣不染仙尘 缓步走来 看起来十足的高手范 然而 他现在脑子里还有点飘忽 主要原因在于 亲眼见到了自己现在的样貌 太帅了 几乎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帅 他一时间难以消化 穿越前 平平无奇 最多路人偏上的颜值 现在 他见眉心目 唇红齿白 搭配那飘飘长发 和一袭古装白衣 活脱脱的绝世美少年 简直绝了 而且今年才十八岁 正是青春好年华 站定在场地边缘 林明立刻感受到了和谓 颜值杀人 无影无形 周围 新入学的学妹们 看过来的目光中 除了崇拜 就是好奇 这位学哥好有气质 一定很强很强 就看他行走间 仿佛与天地合一 说不定是天生道体 来玄文书院快三个月了 我还从没有看过 比这位学哥更有风资的男子 简直不似凡间人物 哇 太帅了 肃黄长裙的小学妹 两只手捂住嘴 羞答答不作声 旁边 与他同行的女子笑着调侃道 你小女子春心荡漾了吧 嘿嘿 还不敢快上 就没机会了 学妹们反响深刻 学弟们也不时起哄 妄图成为林明的小跟班 不多时 林明周围的人越来越多 林明 原来人太帅 是这么烦恼的事情 这时 人群中传来某位少女羞怯的询问声 敢问这位学哥叫什么名字 林明左手轻轻撩过额发 维持着记忆中最帅的微笑 我叫林明 话语刚刚出口 周围吹来一阵凉风 呼呼呼 沉寂一瞬 众人齐刷刷后退一步 林明 下话线 这反应与他意料中完全不同 怎么仿佛听到了温神的名字一样 周围学弟学妹笑容尴尬 一个接一个向周围退去 很快 林明身边空出一大块 猛逼 大写的猛逼 林明一时间搞不清楚原因 然而 周围的小声议论并没有太过避讳他 一声又一声传到他的耳朵中 千万别靠近 那可是大名鼎鼎的林明学哥 居然是他 三个月一次的无考 这位林明学哥逃了七次 早就破了学文书院的记录 不对啊 兄弟你笑啥 昨天晚上你还下注赌 他会逃第八次的 现在林明学哥来了 你的钱打水漂咯 那学弟 还有好些小学妹不能接受事实 甚至有的直接低声唾气起来 他们不是为林明伤心 而是为自己刚刚释出的爱意 感到不值得 其实 还有一些学妹暗自可惜 林明是清明州十大世家之一的林家二公子 家世 相貌 气质 才艺 谈吐 皆属当事一流 如果能够凝聚神闻 哪怕只是最基础的人皆神闻 他也堪称良配 很可惜 世上没有那么多如果 他天生灵魂有缺 不能凝聚神闻 三年来没有任何进展 而林家也曾为他寻找天才地宝 只不过尝试数十种天才地宝无用后 林明便被林家棱处理了 这时 林明从周围人的议论声中听明白了 他不能凝聚神闻 所以他们如此嫌弃他 林明摸了摸眉梢 嘴角微先 心道 看来 我还是低估了神闻的重要性 扫眼看了看周围 林明不屑于跟他们口舌争锋 强者 从来都用实际行动展现自我 两个钟后 副院长赵衡和白先生 出现在试炼演舞场的主席高台上 赵衡一言不发 黑着脸把自己砸进加大加宽好的藤木椅 看到他的动作参加舞考的学子 心中凉了一半 卧槽 怎么副院长也来 他可是出了名的严苛 爱挑毛病 完了完了 这次舞考成绩 怕是要难看了 怕个屁 副院长坐旁边不说话 摆明了这次舞考是白先生主持 白先生速来人后 这时 白先生抬起双手 向下虚暗 无形契机从他双袖荡出 眨眼间扩散全场 众人顿时肃警 白先生微微一笑 今日舞考由我主持 题目很简单 就策三项 力量 速度 实战 听到这个题目 赵衡眼角狂抽 心中大呼无耻 灵明的神闻之中 有力和速 考核力量和速度 对他来说 也太占便宜了 在他看来 院长这是让白先生 堂而皇之地为灵明开后门 赵衡怎么可能忍 他猛拍椅子扶手 啪 所有的人都把目光集中过来 赵衡站起身来 浑身肥肉乱颤 白先生的考题 似乎不太合适 闻言 白先生侧过身 转头望向赵衡 风轻云淡道 副院长以为该如何 依我之见 纯粹的比拼力量 没有意义 应该比拼武技的威力 赵衡拍了拍肚皮 他说这句话 完全就是针对灵明 灵明昨夜凝聚神闻 根本没有时间学习武技 也就意味着 如果测试武技的威力 别人都是有武技的 只有灵明 是用纯粹的灵气 非常吃亏 白先生皱了皱眉 不想答应 他眼角于光瞥 道灵明对他微笑 并且点头 那意思是在叫他答应下来 白先生眉头凝成一个穿字 正在思考中 这时 灵明朗朗出声 那不如这样改 力量测试 改成测试攻击武技的威力 速度测试 改成测试身法武技的回避 实战测试就照旧 一对一位台赛 听到这句话 赵衡微微眯起双眼 这小子心里面卖的什么胡了 他不知道 但他无论怎么想 都想不明白 一个没有修炼过武技图的人 如何在武技上战胜他人 答应 当然得答应 赵衡哈哈一笑 我看可行 白先生觉得呢 白先生没回答赵衡 而是传音灵明 你搞什么 还没阅览过任何一卷武技图 你哪来的武技 这时 灵明感受到唇齿间有一阵威风 他知道这是白先生的手段 能够让他反向传音回去 灵明唇齿吸动 学生有把握 白先生挑了挑眉 再传音 你都没有武技 哪里来的把握 灵明微笑回答 我的剑字神文 拥有万物化剑的特效 加上力和素两枚神文的加持 单论攻击力 已经超过大多数攻击武技 然后 我的影字神文搭配素字神文 也是超过大多数身法武技 白先生斟酌片刻 随后双眉舒展 汗手道 好 我就信你 他呼出一口浊气 望向赵衡 可以 就按灵明所言修改 三种测试 攻击武技威力 身法武技的闪避力 综合实战能力 不过 不可以使用自己的武器 必须使用书院制式的木制兵器 同理也绝不可以使用任何的加持法宝 一旦发现当作弊处理 开除书院学籍 照横歪歪脖 做回原位 没有多想白先生的后半句话 很快 武考开始了 试炼演武场的占地面积很大 至少十亩地 可以容纳上百学子同时考核 不过为了严格把关 同时考核的人数缩减到十二人 第一批的十二人中 正好就有灵明 周围学子都在好奇 灵明哪里来的胆子 在武考上提出建议 而且 白先生和赵副院长都没有反对 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 于是 他们的目光主要集中在灵明的身上 第一项考核 武技威力测试 一具寻常男子体型的木头人 静力不动 他的胸腹 处画着一个圆形靶子 这时 林明平举书院致使木剑 轻轻念叨 剑起 一语出口 剑字 神文闪入木剑中 坑 木剑居然发出金铁交鸣般的剑笑声 下一秒 林明悍然出剑 不是斩剑 不是树辟 而是御剑 木剑化作一道惊鸿 比直刺众木人胸腹 哄 剑光一闪而逝 穿过木人胸膛 绕了一大圈 飞回林明手中 这时 木人张开嘴巴 发出声音 武技威力超过可测试范畴 热大的演武试炼场 众人没有任何言语 他们根本不敢相信 眼前看到的一幕 耳边传来木人的回馈声 更是化作一只巨大的手掌 来回揉捏那些不看好林明的人 他们或者目瞪口呆 或者疯狂眨眼 或者眼面羞愧 这时 赵横颤颤微微站起来 走到主席高台的边缘 伸出脖子盯着林明 好啊 好啊 你小子阴我 林明 那不耐 赵副院长 饭可以乱吃 话不能乱讲 小心我告你诽谤 我林明光明正大 何时何地阴了你 赵横嘴角狂抽 脑海中闪回着昨夜的画面 他没有看到 林明到底是如何杀死那些人的 他只看到墨悬机断壁摊在地上 被林明踩在脚下 当时 他没有多想 反正不入妙物镜 法宝 魂兵 俘虏 丹药 太多太多外物 可以影响战斗力了 但在武考时 必然是公平的 他本来以为 林明会在武考时 暴露出真正的实力 然而 事实是 林明确实暴露了真正的实力 只不过 真正的实力 远远比赵横预期的还要强 我要检查你的木剑 赵横沉声道 林明怂怂肩膀 笑道 好啊 你要看就看了 言罢 林明抛出木剑 剑指微微一点 玉剑 木剑划出一道白芒 飞入赵横手中 紧接着一枚剑自神文脱离木剑 缓缓飘向林明 煞世间 紫气满十方 周围学子再也难以掩饰自己的惊讶 这是紫色神文 超脱品杰的紫色神文 而且还是公认的公纱神文 剑 妖念 十足的妖念 林明学哥的天资这么恐怖 那为什么还有人说他是废材 一定是有人污蔑 这可是超脱品杰的紫色神文 偌大的清明州 至少也有数百年无人凝聚成功啊 那些之前与林明有过接触的学弟学妹 顿时悔恨到姥姥家 他们看向林明时 眼神中三分惊现 三分震撼 四分无言以对 主席高台上 赵横接到木剑 看着林明慢悠悠收回紫色神文 他哪里还不明白 林明这是在为自己造势 赵横神色阴沉下来 手掌猛然一搓 揉碎木剑 的确是普通的木剑 没有问题 眼角连连抽动 赵横心生不悦 然而 大庭广众之下 他只能忍耐脾气 呼出一口浊气 他假笑道 好 很好 没有想到我玄文书院 又多一位大才 林明公子的剑字神文了德 居然还有万物化剑的特效 言罢 他走向座位 在赵横错身而过时 白先生敏唇倾笑 调侃道 赵夫院长下 错住了 现在该也来不及的 赵横愣了愣 撇头看向白先生 白先生只是外人 还是莫要介入我院 事物太神 白先生神色玩味 听我一句劝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 还是早点收手吧 赵横冷笑 有什么不知道的 你说的 不就是院长的底细吗 他的年岁很古老 他的修为也很高 我都知道 只不过现在时代不同了 以往的那一套 不一定行的通 白先生 我和你说的不是一回事 白先生的言外之意 是林明的天赋非常恐怖 让他不要疯狂的针对林明 然而 赵横误以为白先生 用李金涛来对他施压 不在同一个频道 说话都没什么意思 白先生摇摇头 懒得多说 很快 林明进行第二轮武考 身法武器测试 他站在三丈大小的圈内 圈外密密麻麻麻 飘浮着飞刀 成千上百 只要能够在一刻钟之内 不被飞刀击晕 就算合格 身上中刀越少 分数越高 赵横冷冷笑着 心中得意 你有万物化剑的天赋 又怎么样 你有剑字神文 得到剑的清和又如何 本作给你换成飞刀 就看你怎么玩 林明摇摇招手 示意白先生可以开始了 白先生汗手 轻轻打了个响指 大 数百道飞刀速速抖动 蓄势待发 这时 林明嘴角微先 点了点眉心 引字神文飘起来 不 林明身形隐去 无人能够看到他的踪迹 白先生玩耳一笑 原来如此 飞刀没有了目标 连闪避都不用闪避 这简直就是作弊 他忽然间非常欣赏林明 这世间有天资的人很多 努力的人也很多 但有趣的人太少了 这时 赵横面容争鸣 两手称爆藤一的扶手 眼看就要冲出 白先生猛然回头 瞥了赵横一眼 下一秒 他身形闪现 出现在赵横身旁 单手按住赵横的肩头 白先生说 赵副院长 不会连这点涵养都没有吧 赵横满脸横肉荡起来 整个人透出凶悍的威势 他这难道不算作弊 算不算作弊 是我说了算 不管你的事 白先生笑得儒雅随和 赵横张开嘴 伸出肥大的舌头 舔了舔嘴唇 你 真是好胆 言罢 他浑身灵气鼓荡 太合进的修为 展露无遗 就这 也敢跟我耍横 白先生微微摇头 手掌轻飘飘向下一按 哄 赵横屁股底下的藤椅 化作鸡粉 而赵横本人如遭雷击 呆呆愣住 他的大屁股砸在台子上 相当丢脸 却恍若无绝 白先生太强 完全出乎他的意料 本以为两人同为太合进 就算有差距 也不可能差到哪去 但 他错了 而且错得离谱 白先生看似只有太合进的修为 实际上却几乎入道 这时 白先生声音渐冷 我不管你的弯弯肠子 但你算计人不要得罪到我头上 冷汉顺着额头留下 如果每一道肥肉褶子 赵横不敢去擦 他点头如捣蒜 明白 试炼场周围 众人面面相去 怎么回事 为啥赵副院长和白先生干起来 看起来像是因为林明学哥起争执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今天赵副院长特别针对林明 是啊 哎 往常林明身边总会有墨悬机 他今天去哪了 五考都不参加吗 见到了今天的林明 谁还关心那个假天才 不对不对 你们都傻呀 这才不是重点 重点是白先生很强啊 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们都知道白先生很强 就算他比赵副院长强 那又如何 今天最夸张的还是林明学哥 对 第一 书院里面不都在传他是个废物吗 鬼知道是哪些杂碎在嚼口口舌 林明学哥表现出来的实力 分分钟秒杀我等 是啊 林明学哥要是废物 我们都是废物残诈 没过多久 林明的第二项五考测试结束 不出众人意料 他毫发无伤 满分钟的满分 而且看了林明表现出来的实力 在场学子就没有几人想跟他对决 一对一 面对神出鬼没的对手 对方攻击力还高得吓人 这根本不是实战测试 而是恐怖求生 谁爱玩谁玩 反正他们不玩 于是 林明的实战测试直接满分 他脸上挂着笑容 向赵衡招招手 赵衡导师的诺言可以兑现了 众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他们不知道 林明和赵衡之间有什么矛盾 但这种事情很吸引注意力 其余人的五考测试 已经没人关注了 那些学子只能默默流泪 这时 赵衡一边站起来 一边整理自己的艺容 白先生站在他身旁 嘴角挂起玩味的笑容 先前提醒你 不要低估了林明 不是让你注意院长 赵衡嘴角抽了抽 似乎想要说话 最终却什么也没有说 他走到主席高台边缘 拂袖两下 碰 碰 赵衡说 林明 你以为自己已经是五考第一了 三项满分 不是第一 也是并列第一 有什么问题吗 林明伸出食指 轻轻划过煤烧 我就问一句 你赵衡说过的话 算不算数 赵衡摸了摸肚皮 脸色阴沉下来 五考还没有结束 有的学子还在赶回学院 你不要得意 而且昨天夜里 你杀了墨玄机 这一件事情 引起多么巨大的反应 你可知道 事发不到一个时辰 墨家 已经给我玄文书院施压 同时 墨应学也在玄文建院放出话来 要我玄文书院给个交代 如若不然 必将在五院大笔时 把我玄文书院的学子 涂入一空 这一切都因为你的一念不仁 林明 你该怎么交代 一口气说完 赵衡迷起双目 扫尸周围 不多时 试炼演武场中的反应剧烈起来 众人七嘴八舌一轮着 什么 林明杀了墨玄机 这是为什么 他们不是好朋友吗 为什么会杀 不对啊 墨玄机可是外院三大天才之一 他都已经断体进激进大城了 林明居然能斩杀他 不可思议 刚才林明学阁出剑时 只有敢灵进的灵气波动 所以 他是跨境界斩杀墨玄机 这 这也太强了 跨越境界败敌和杀敌 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一般高境界的人 实力全面提升 就算不敌 要跑还是没问题的 看来林明学阁的天资 远比我们看到的更高 听到众人的议论 林明不厚道地笑出声来 果然是死掉的天 才不如走地的鸡仔 林明 他本以为众人会怪罪和埋谈 然而 众人的话语中 只是在感叹他有多么厉害 这世道 人心不古啊 主席高台上 白先生手掌撑着额头 毫无风度地大笑道 扑哈哈 赵横脸黑如炭 时不时转清 时不时转白 反正看起来特别不对劲 袍袖中 他两只拳头死死钻紧 无形气静不断震动 林明歪了歪脖子 隔着十多丈远 大声调侃道 不好意思啊 莫玄机带人为杀我 所以我一不小心领悟紫色神闻 一不小心打死了他 一不小心遇到你赵副院长 一不小心没给你面子 一不小心 哎 总而言之都是一不小心 这事情怨我 不过 我得说一句 立起食指 林明嘴角微先 重来一遍 我还是照做不误 流程都不给你改 还当着你的面 踩断墨旋机的驳梗 空气瞬间冷却 正在无考的学子 都愣神半秒 众人更是忙着 消化林明话语中的巨量信息 赵横鼻息如牛 猛然喷出 陆吉 他浑身肥肉乱颤 身体中的灵气 宛如喘急的河流 迅猛流动 咕噜噜噜 很快 一柄泛着土黄光芒的 沙枝重锤凝聚 这时 白先生轻轻挪了一步 脚步落下 搭得一声轻响 空气中荡漾微白气流 裹住沙枝重锤 白先生双手附在身后 用陈述事实的语气说道 输给林明 你还是导师 但你现在出手 我保你活不过三秒 赵横见识过白先生的实力 他知道 依靠修为境界 直接打杀林明 很不现实 只不过 刚刚被怒气冲昏了头脑 他才会凝聚 沙枝重锤 啪 双掌拍在脸上 赵横的肥肉上 留下两道红红的巴掌印 他咧嘴笑道 白先生说的哪里话 我就是再不成器 也不至于对书院的学子出手 白先生不置可否 袍袖中气机微动 受到气机牵引 微白气流脚紧 沙枝重锤 紧接着 黑色的裂系凭空浮现 一寸一寸吞噬掉沙枝重锤 看到这一幕 赵横眼底骇然 掌控空间 这至少是半步胜者 才能触及的领域 为什么他也能 注定得不到答案 赵横摇了摇头 收敛心绪 呼出一口浊气 白先生微微一笑 仿若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赵横一跺脚 飞到半空 大声道 林明 林明毫不客气 直接打断 你什么你 说了半天都没有重点 而且微微缩缩 想对我出手 又不敢出手 难怪你一辈子都是副院长 别和我扯些有的没的 我就问一句 无考满分 我为第一 首席之位是不是该归我 赵横脸色铁青 好不容易积累的心态 差点崩溃 缓了缓 他说 是 林明点点头 你没有意见 院长没有意见 那现在开始 我就是悬问书院首席 顿了顿 林明笑道 既然如此 你赵横答应 卸除副院长职位 到底什么时候生效 此言一出 周围顿时一片哗然 呜呼 林明学哥不得了 夺取首席之位不说 还当场逼副院长下台 这个也行 有什么不行的 首席之位权力很大 特定情况下 甚至与院长平起平坐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听林明学哥所言 似乎两人早有约定 可惜了 盘异和萧出阳 这两大外院天才还没归来 我还想看看 林明学哥和他们 到底孰强孰弱呢 这时 赵横猛的一拍额头 没错 还有盘异和萧出阳 他眼底绽放最后的希望 看向林明 不曾战胜盘异和萧出阳 你始终算不上真正的首席 林明堂开手 无所未到 那两人回来后 随时欢迎挑战 不仅仅是他们 还有其他人 但凡我学文书院学子 只要能够战胜我 我林明定然将首席之位拱手相让 顿了顿 林明又说 不过你别搞错了 成为首席就是成为首席 哪怕只有一天 哪怕只有一秒 我也是首席 你赵横若要食言 可想好后果了 赵横脸色无比难看 张了张嘴 声音却卡在喉咙里 林明抬起手指 点了点太阳穴 说话前想清楚了 人无信 无以利 我身为书院首席 可以弹劾你品德败坏 发起学子公投 相信我 我绝对有能力 让你滚出玄文书院 而且保管偌大的清明州 不会再有大势力 在明面上招揽你 赵横眼睛闭上又睁开 拳头松开又握紧 浑身的气机鼓荡如雷 呼呼呼呼 高台上 白先生随时准备出手 拦截赵横 林明单手背负身后 微仰着头颅 他的视线从下向上看去 但目光却似天神俯视人间 不可质疑 片刻后 赵横收敛气息 落到地面 向林明拱手攻身道 愿赌服输 从今日起 我赵横主动辞去副院长之位 这是现阶段赵横能得出的最好答案 八一中文网 武力上 白先生在旁 他占不到便宜 权力上 其实放弃副院长之位 只是失去一部分 但他真正的根基还未动摇 始终支持他的老牌导师 才是关键所在 副院长之位 其实比不得院长之位 大多数时候 反而是个劳心劳力的活 林明微微一笑 赵横导师不愧是太和静的高手 说话还是算话的 言罢 林明转身就要离去 赵横一闪身 拦在林明身前 别急 林明见眉微扬 还有事 赵横冷笑 用灵气扩散自己的声音 让整个试炼演武场 都听得一清二楚 本作提醒一下诸位 莫应学有断体经大成的修为 为人狠辣果掘 位列麒麟榜第九 而且 他是玄文剑院的首席大师姐 又是清明州莫家的未来掌舵人 林明与他有沙地之仇 必定被这两大势力疯狂针对 你们要想清静林明 要想参加一个月后的五元大比 就得先好好掂量掂量自己的实力 千万别成为新晋首席的马前卒 然后死无葬身之地 他的声音夹杂灵气 主动钻入每一个人的耳中 众人沉默 思考片刻 麒麟榜只排五十人 年龄必须小于二十 人人皆是战力出类拔萃的实战强者 弱大的清明州 三国七宗十世家 还有散修无数 能够上榜者已经十分不凡 而他 莫印雪未裂前十 乃是拔尖之中的拔尖 站在林明身边 就意味着与他结仇 赵恒相信 若非不怕死 没有人会立体林明 这时 林明笑了笑 我知道玄文监院称雄武院 大比一甲子 然而这能吓倒你赵恒 却吓不到我 也吓不到玄文书院的学子 从我成为首席的那一刻起 我就没想过 让玄文书院继续位列武院末尾 我的目标只有一个 林明竖起十指 扫尸周围 然后 食指重重落下 一个月后 挑翻建院 让书院成为五院魁首 好 说得好 李静涛的声音响起 这才是我玄文书院学子应有的心态 试炼演武场内 众人来回张望 找寻着院长的身影 这时 李静涛从远处飞来 身旁还跟着一个小姑娘 两人游远极近 很快 站在林明身前 李静涛身着淡蓝色长袍 续长然 双目炯炯有神 拍了拍林明的肩头 他说 不错 老夫还没到场 你就独自拿下了首席之位 果然很有手段 林明挑眉轻笑 还好 主要是赵副院长的刁难 着实没有难度 白白手就解决了 赵衡站在旁边 脸皮上的肥肉褶子搭拉下来 时不时抽一抽 这时 清脆而俏皮的女孩嗓音响起 喂 你就是玄文书院的首席 敢不敢和我打一架 林明循着声音望去 目光落向跟随院长到来的小姑娘 小姑娘梳着双马尾冲天变 一袭火红的碎花长裙 双眸明亮而有神 本该温婉的鹅蛋脸庞 仿佛写满了古灵精怪 我的确是首席 名为林明 但你又是谁 林明笑了笑 双马尾冲天变小姑娘咧开嘴 拍了拍胸脯 行不更名 做不改姓 上官云烟是也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要打家结舍 林明嘴角微微掀起 上官姑娘 这是 上官云烟摇摇摇头 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看你长得好看 想试试你能不能打 阿脸 这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林明眼角轻微跳动 这时 李京掏捋了一把胡须 弹开手掌 须指上官云烟 从今天开始 他入学我玄文书院 上官云烟点了点小脑袋 我很强的哟 你可不要让我失望 林明 我什么时候答应 要和你比了 上官云烟双手背在身后 一边轻轻摇摆身体 一边说 我已经是玄文书院的学子 挑战一下首席之位 没什么不对啊 好像是这个道理 林明沉默 这时 赵衡咧嘴大笑 刚才林明首席可是说过的 但凡玄文书院的学子发出挑战 你来者不拒 一句话枪死林明 只要林明不能顺心如意 就是赵衡最大的开心 然而 上官云烟的反应 出乎他的意料 小姑娘转过脑子 瞥了赵衡一眼 咦 上阳的脱长尾音 表露他的嫌弃 上官云烟伸出手掌 来回在小巧穷鼻前煽动 别说话了 你长得太丑 赵衡 锦浩 老子 是在帮你讲话 从昨天到今天 赵衡受了一股子又一股子的气 上官云烟的话 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赵衡再也不管什么风度 直接抱粗口道 干 你算哪根葱 敢这么不把本座当回事 林明皱了皱眉 刚要出口说话 李京涛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别见 小姑娘大有来历 看他赵衡作死 上官云烟别了别嘴 霍爷爷 帮我定住他 我要揍他 他身后 一抹淡淡的虚影凭空浮现 看起来是一位虚幻的黑袍老者 遵命 老者话语落下 一股灵气微压 骤然笼罩赵衡 哄 赵衡脸色大变 心头猛地咯噔一声 糟糕 踢到铁板上了 今天真的是倒了血眉 必须想办法补救 然而 黑袍老者连说话的机会都不给他 伸手掐住赵衡的肥脸 掌心冒出灼热的灵气 封住他的嘴 手臂微微用力 把赵衡踢在半空 黑袍老者轻微汗手道 三小姐可以随便出手了 上官云烟点点头 退后十几步 然后助跑 当速度达到最大时 上官云烟一拳头砸出 哄 赵衡腹部向内凹陷 却略微安心 小姑娘修为并不高 最多断体经大成 隔着两个大境界 伤不到他 然而 林明出声提醒到 他这么胖 肚子里全是油 只用冲击力打 没什么效果 应该使用连环攻击 不断削减他的防御 上官云烟撇过头 认真请教道 该怎么做 林明扬了扬眉 笑道 好吧 你仔细看我 上官云烟点点头 双手脱腮看着林明 林明沉腰下马 两拳收回于腰旁 深呼吸一口 他双拳交替轰出 拳影漫天而起 林明怪笑道 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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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姑娘从来没见过 这么带感的打法 嘴巴仿佛塞了个鹅蛋 和布拢 周围人 李京涛和白先生对望一眼 纷纷看到彼此眼中的惊异 哇 太有趣了 上官云烟大喊一声 我来试试 他站定在赵衡肚皮前 伸出手臂 比了比距离 调整一个站位 然后学着林明沉腰下马 双拳收回于腰间 紧接着 小姑娘悍然出拳 嘴巴发出怪笑 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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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拳头落了又起 起了又落 速度快到极致 赵衡的肚皮 泛起肥肉连衣 一环又一环 其实 他并不觉得疼 但是来回的震动传递到内脏中 他腹内翻江倒海 很想吐 而且 这种被人吊起来 当沙包打的感觉 伤害虽然不大 但侮辱性极强 赵恒星都在抖 恨不得当场改头换面 从此不做他自己 众人看了看上官云烟 心中暗暴 绝对不能招惹 这位双马尾 冲天变的小姑娘 顿了顿 他们齐刷刷看向林明 更不能招惹 最为面后心黑的首席学哥 林明站在旁边 左手环在胸口 掌心拖住右手手肘 而右手手掌拖住下颌 饶有兴致地看着赵恒受虐 白先生眨了眨眼 有趣 着实有趣 天资还奇高无比 嘿嘿嘿 李靖涛耳阔微动 邪腻了白先生一眼 小白啊 是不是动了代师收徒的心 白先生正了正 笑道 是有此意 院长不介意吧 李靖涛白白手 当然不介意 一日是玄文书院的学子 今生都是我玄文书院的学子 就算入你宗门 又有何妨 白先生汉手 好 院长大气 那我也不客气 今天一次看到了两个好苗子 看 李靖涛白了他一眼 云烟丫头的来历和天资皆是不凡 就是性子古怪了点 不好叫 正好你往身上揽 老夫也乐得轻松 两人谈话没多久 赵恒已经激进崩溃 李靖涛摇摇头 撇下白先生 走过去 拍拍上官云烟的肩膀 他说 云烟丫头 差不多得了 上官云烟拳头微顿 撇了眼李靖涛 他骂我 就该打 但你打得已经差不多了 李靖涛说 才没有啊 我这学的正过瘾 上官云烟别嘴 李靖涛笑了笑 那你不去跟林明学点更过瘾 此话一出 小姑娘双眼亮晶晶 对哦 我都忘记最开始想做啥了 言罢 他一记百拳砸在赵恒的肚皮上 林明嘴角抽了抽 心中吐槽 院长把祸水冻你 很快 小姑娘翘生生站在他面前 来吧 到我们两个了 林明揉了揉眉心 笑道 要和我打 也行 但总得定个规矩 没啥规矩 打就对头了 上官云烟迫不及待 双腿屈膝 猛然称直 哄 他消失在原地 闪到林明侧身 一拳头抡杂下来 林明眉心浮现棺子神闻 心眼映照下 洞察着一击的破绽 肘肩厚三寸 林明彻步闪身 左右脚交换位置 身形一切而过 在肩部绒发之际 避开上官云烟的左臂 同时 他右手掐剑指 发动速度特效 点出 正中破绽 呀 上官云烟左臂苏麻 心中微微一惊 然后洗上眉梢 你果然很强 言罢 上官云烟两三步点地 跳到后方树杖外 他身上的灵气螺旋升起 然后握紧拳头 摆在面前 注意了 这是我最强的舞技 球球拳 林明双目微眯 感觉到上官云烟双拳的特殊 全力运转心眼 林明看透小姑娘的核心神闻 球 微微皱眉 林明双腿附着素字神闻 随时准备发动速度特效 这时 上官云烟冲来 堂皇大气当头一拳 从上而下 咋 林明又看到了他的破绽 左叶向后一寸 然而 心头有一股剧烈的危机 赶压下来 仿佛在告诉林明 面对这一拳 必须得全力闪避 林明听从内心的召唤 克制住出手攻击 上官云烟破绽的冲动 他双脚发力 向侧面闪了出去 这时 上官云烟的拳头 落在林明原本站立的地面 哄 强劲的拳镜深深在地面 轰出了直径一丈的半圆形坑洞 密密麻麻的军裂痕迹遍布其中 威力可见一般 严陈四散中 小姑娘抬起头 露出虎牙 还没完哟 他双拳向上扬起 两个透明的圆球旋转飞出 身体周围的尘土碎屑 通通向内回卷 被两个圆球所容纳 下一秒 这两个篮球大小的透明圆球 转为土黄色 然后一边急速旋转 一边划出两道弧线 追向灵明 灵明眼角余光瞥到 不远处兵器架上的制式木剑 他屈指轻弹 剑自神文飞出 然后他伸手一招 轻笑道 剑来 煞时间 竖道剑鸣声响起 哼 哼 哼 灵明剑指一挥 那些木剑飞红而来 凝聚成一道剑枝长龙 横跟在他身前 剑枝长龙与土黄园球相遇 轰隆隆隆 气静肆虐虐十方 向着周围蹦射而去 隔着爆炸 灵明和上官云烟相对站立 两人都没有继续出手 灵明眉心浮现 观自神文 心眼映照周围 看到了上官云烟的 全中奥妙 调度的灵气并不巨量 然而灵气旋转成球 非常高速的旋转 带来与众不同的威力 这是武技 而且品阶极高 灵明笑了笑 这时 两人中间的烟尘散去 上官云烟 迈着雀跃的步伐 蹦打过来 你看出来了呀 眼光不赖吗 小姑娘红唇水润 名谋好齿 妥妥的绝世美人胚子 不等灵明说话 上官云烟的清脆嗓音 悠悠荡气 你很不赖 这么帅 这么仰眼 还这么能打 足够成为我的宠物了 灵明 下话线 这小姑娘什么脑回落 为什么说着说着 就要我当她的宠物 轻轻妈撒下额 灵明耐着性子道 你确定自己的用词准确 上官云烟点头如捣算 满脸认真 对呀 没错 你当我的宠物 从此之后我罩着你 谁都不能欺负你 顿了顿 她伸出大拇指 对准自己的鼻头 只有我能 灵明我耳倾笑 你该不会是认真的吧 真的真的 我游历多方世界 还没看过比你更帅的男子 而且你很有趣 这是商业互吹吗 怎么老觉得不对位 灵明眼皮轻轻跳动 你也看到了 我还蛮强的 似乎并不需要你罩着 上官云烟咧嘴 歪着脑袋想了想 然后点起脚 伸出小手 拍了拍灵明尖头 刚才我还不是权力 要不我再解开一层封印 让你看看我真正的实力 听到这句话 黑袍老者突然出现在小姑娘身旁 劝阻道 三小姐这可万万使不得 破除封印伤了你的道徒 老家主会图了苍玄界的 三 哼 上官云烟翻起白眼 知道了 知道了 我就说着玩的 别来扫兴 黑袍老者汗手 身形淡去 这时 灵明忽然觉得 这小姑娘相当可爱 抬起手 她手指将要触及 上官云烟的冲天马尾便时 走出黑袍老者的淡淡虚影 危险 极端危险 灵明望了一眼过去 虚无中 霍老眼底闪过一丝诧异 这小子看得到老夫 他压下多余的思绪 释放一缕淡淡威压 威压巧妙避过上官云烟 只笼罩灵明一人 威压极为淡薄 极为微弱 但却必然能够逼退灵明 霍老念头刚起 身形却尬在原地 只见 灵明眉心紫光一闪 镜自神闻发威 保灵明心神清静 这时 李京涛一步落下 出现在灵明身边 他袍袖威震 正散黑袍老者的威压 暗中欺负小辈 是当我玄文书院无人吗 黑袍老者扬起眉梢 正要说话 这时 上官云烟冷哼一声 黑袍老者急忙捶手 属下知错 还请三小姐误怪 上官云烟语气平淡道 最好别再有下次 话语刚刚落下 灵明的手指 落在上官云烟的冲天马尾边上 上官云烟身体一僵 他长这么大 还是第一次被异性触摸头发 李京涛知道他的来历 心中露了半拍 啪 他打掉灵明的手 又重重一掌 拍在灵明背后 你小子老实点 对姑娘家 还敢毛手毛脚 灵明满脸无辜 没有啊 我这不是 看小丫头可爱吗 李京涛还没说话 上官云烟两手插腰 挺起胸膛 哼哼 哪里小了 我才不是小丫头 呃 我看你就十三四岁 灵明伸出手 在自己胸前比划比划 而且 这么点高 说句小丫头不为过吧 上官云烟气不过 绕着灵明身旁 叽叽喳喳的理论 每十句 灵明回一句 不多久 两人就混熟 李京涛笑着点点头 好了 你们也认识 我这老头子 就不继续打扰 言罢 他单手提起赵横 消失离去 很快 灵明从上官云烟的 激扎轰炸中跑出来 问了白先生一嘴 反正我拿了五考第一 可以先走了吧 白先生失笑一声 挥手驱赶 走吧 走吧 灵明黑黑一笑 转身就跑 这时 他却听到白先生的 玄气传音 三日后 陈时初 你来后山玄悟风 我有能让你快速 变强数倍的方法 灵明脚步微顿 然摆了摆手 一边向前跑 一边喊 知道了 然而 他刚刚跑出失恋言舞场 耳边忽然吹来一阵香风 现在可以商量 我们的事情了 上官云烟雀跃一跳 落在灵明面前 他未来的大眼睛一眨一眨 脸上仿佛写满了期待二字 灵明退后一步 翻起白眼 你想收我当宠物 是啊是啊 你可以答应吗 上官云烟双手背后 捏紧小拳头 有点紧张 有点期待 暗中 霍老无脸 类似的事情实在太丢脸 于是 霍老不露痕迹地封锁了周围 一道微光屏障 把三人隔绝在内 试炼场上 其他人自觉绕道而走 能够让副院长吃扁得很人 还是不要招惹为妙 屏障内 灵明果断回绝道 不能 上官云烟嘴巴扁了扁 为什么 当我的宠物很好玩的 灵明 是你觉得好玩 这小姑娘 怕不是脑子有点问题 到底是什么教育环境 才能培养出如此极品 怎么会觉得 别人当她的宠物 是理所当然的事 灵明微不可查地摇摇头 不想回答 但刚才只有她帮她说了话 这时候 也不好直接走人 于是 她随口找了个借口 有没有好处 有啊 有啊 上官云烟眉眼弯弯 笑了笑 我有很多很多好东西 她左手那戒闪过微光 掌心出现一本神文书 诺 给你 蓝色县装书籍 封面写着 封字神文全解析 书籍周围弥漫银白微光 一看就不是反品 霍老瞪眼 揪下几根胡须 忙不迭出声阻止 三小姐 这本书全面解析封字神文 乃是天洁上品的神文书 怎么能够随意给人 上官云烟摇摇头 两根冲天马尾便 胡乱晃荡 这本来就是我的书 我想给谁就给谁 说着 她强行把这本神文书色 入灵明怀中 灵明抬手 摸了摸眉梢 当宠物这种事情 我是万万不可能答应的 拒绝得这么果断 上官云烟眼底闪过一抹意色 别别嘴 贪开手 好吧 那你把书还给我 她不相信 有人能够拒绝一本 天洁上品的神文书 然而 灵明没有任何迟疑 没有任何花招 直接把书都给了她 甚至连看一眼书中 内容的想法都没有 暗中的霍老经到了 只要到达赶灵静 就能感知灵气 只要能够感知灵气 就一定知道 这本神文书 是货真价实的天洁上品 偌大的苍玄界 能够拒绝神文书诱惑的人 不说绝对没有 也一定是凤毛麟角 而眼前居然真的出现了一位 霍老重新审视了一番灵明 心道 凭借他的家世 一定知道 天洁上品的神文书 意味着通天道徒 意味着 晋级圣者镜的可能性 大大提高 而他只需要口头上 答应当宠物 就能获得这一切 就这 他还要拒绝 要么是品性高洁 要不就是真的传道家 这时候 上官云烟相当不甘心 两只小手扭在一起 食指相互交织 是这书不够好吗 我还有其他的 你要不要继续看看 说不定有你感兴趣的 灵明微笑摇头 不必了 神文书与我而言 毫无吸引力 不可能 上官云烟顺嘴出口 又感觉不太好意思 然后 弱弱补充道 我家阿爸说了 天下间没有人能抵挡 天阶上品神文书的魅力 如果有 那就是书还不够多 言罢 他一口气拿出二十本 摆成扇形开花状 灵明眉梢青睛微跳 超级土豪小富婆 一本天阶上品神文书 可比墨玄机的玉蚕丝 软甲药之前太多 两者价值差距 根本不可以道理计 一位小姑娘身上 居然有足足二十本 这未免也太 引人犯罪了 难怪身边跟着墙的过分的老者 灵明咽下口水 声音微颤 鼓语有云 贫贱不能移 富贵不能赢 说不当宠物就不当宠物 上官云烟埋着脑袋 伸直双臂 委屈巴巴的模样 站在他面前 始终举着二十本神文书 度过第一次心理观 再次说出 拒绝就会容易无数倍 灵明看向那二十本 价值连成的神文书 也是一样 他摇了摇头 真的不必了 神文书虽然好 但与我而言并无用处 说出这句话后 他的心底写了 这一本一本都是钱 拿去卖 都是有价无事 不过 来而有所为有所不为 给人当宠物这种事情 还是尽些不明了 心理上再次拒绝后 灵明面前的神文书 顿时没有仿如金山般的诱惑力 看到灵明态度坚决 上官云烟却不相信 小脑袋摇动起来 犹如波浪鼓 除非你有办法证明 不然我绝不相信 灵明有点无语 翻翻白眼 好吧 不过就看一次 紧接着 灵明扭头看向空处 那正好是霍老的位置所在 还请前辈帮帮忙遮掩一二 霍老愕然 他完全没有想到 灵明不是模糊地感应到他 而是确切地知道他在哪里 愣神两三秒 霍老才回过神来 他急忙故作沉着 放心 灵明微微汗手 然后打了个响指 大 声音落下 他摊开手掌 掌心上方飘起紫色的剑字神文 然后立 素 玉三枚金色神文 紧接着又是一道紫色神文官 到此 灵明展示出他的五枚神文 他故意隐蔽镜 隐两字 前者是出眉神文 乃是修行根底所在 轻易不得透露 后者是隐蔽形式的好东西 当然不能泄底 实不相瞒 其实我天资不算差 昨夜一不小心有所领悟 还未吃透自己领悟的神文 又如何需要外求 贪图其他神文 言罢 灵明收回五枚神文 上官云烟挖了一声 然后收起神文书 连连鼓掌道 好啊好啊 你的神文都好厉害 最低都是金色 而且金光浓郁无比 很可能精华成紫色神文的 厉害吧 灵明笑了笑 厉害 很厉害 上官云烟用力握紧小拳头 所以就更要让你当我的宠物了 灵明 这是什么脑回路 扯来扯去又扯回来了 太执拗了 灵明脑壳疼 一时间想不到解决方法 这时 上官云烟凑到敬前 要不然 我们打一架 谁输了 谁就当对方的宠物 灵明回想起上官云烟刚才的那一拳 机智地问道 你现在什么境界 上官云烟 三 被察觉了 他为什么这么聪明 直接答应下来不就好 断体竞巅峰 上官云烟不情不愿地回答道 那你也好意思找我提出比武 灵明眼皮跳动 上官云烟轻吐舌头 你是男孩子 就不能让让女孩子吗 灵明点头 好啊 那我让让你 一个月后 无缘大笔时 我们再比过 上官云烟 眼瞳绽放光芒 仿佛化作无数个小星星 好啊好啊 那就这么一言为定了 随后 灵明离去 上官云烟幕 宋灵明背影远去 然后开心地蹦跋起来 宠物 到手手了 霍老声音悠悠传来 不知者无畏 他并不知晓三小姐你的来历 自信一个月时间就能超过你 简直天方夜谭 上官云烟心情极好 哼着小曲 拽着王八部乱走 霍爷爷 他不差的 我能感觉到 一个月后 他会是我的劲敌 霍老眼眸微眯 既然如此 性质就不同了 要是三小姐 你输了 家族定然大动干戈 届时 只怕清明州会在一夜之间化为废墟 上官云烟满不在乎 又来了 哪有那么严重 他甩过头 丢下后脑勺 给霍老看 霍老一步一驱跟上 心道 真不是说笑的 若真闹到那等地步 生灵图探倒是小事 就怕这一周之地的化作废墟的夜火灼 烧到三小姐的道徒 突然 他停步回望 望向灵明离去的方向 眼眸泛起点滴寒意 灵明沿着竹林小路前行 回到自己的小屋 这座院子坐落在玄文书院东南角落 相当幽静 回到院落内 他举目望去 有点乱 不够整洁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灵明明嘴轻笑 然后撩起袖子 开始整理 时间一点一滴过去 他打扫院落 收拾内屋 清理小厨房 一时间心中有所感悟 穿越 何尝不是一种另类的投胎 看似截然一身 实则千丝万缕 人情如线 又怎么可能理得清 剪得断 灵明笑了笑 仿佛再一次回归平凡的生活 然而 他的官字神文 无时无刻发挥功效 一双心眼 实障范围 心豪必现 任何风吹草动 皆映射在他的心中 清晰 无法言喻的清晰 终究 已是两世为人 不同了 很多事情都不同了 站在院落内 灵明轻叹一声 他抬起头颅 仰望天空 目光略显迷离 其实按道理说 他是现代人穿越而来 又不是什么特种兵 杀手之类的奇特职业 直接动手杀掉两人 还没有任何反应 这并不符合他原本的心理特质 作为一名中文系毕业的学生 他习惯写作 阅读 恰好这两样都能帮助他 更好地认知自己的内心 有奇怪处 当然就要探究 深刻地思索自己的内心 然而 有些问题注定没有答案 毕竟穿越这种事情 毫无道理可言 或许他融合记忆的同时 也获得了原主残留的某种执念 摇头散去脑海中的困惑 他继续收拾 数个时辰后 夕阳的余晖落下 林明彻底整理好了小院 他再一次扫尸周围 小院不算太大 青草地上点缀着灵星的野花 石树块或椭圆 或不规则的青石板 延伸出一条路 连通小院的院门 和座北朝南内屋 内屋门口不远 一座茅草搭旧的凉棚处理 凉棚下 摆着一张圆形石桌 和两张对座的石凳 在石桌的侧面 是一网清澈池水 水质清澈 可见池底的鹅卵石 或灰或白 林明看着他一下午的杰作 整个院落收拾得干净 整洁 他的内心也多了几分宁静 穿越而来的躁动感 渐渐沉寂下去 这 就是我暂时的家了 林明微微一笑 半时落寞 半时释然 随后 他前往院内西墙的小厨房 随意炒了两个小菜 温上一壶清酒 凉亭下 石桌旁 林明独坐而已 时不时夹 一筷子菜肴 漫不经心地放入口中 一边咀嚼 他一边查看墨玄机的那件 金碧过百 毒药三种 书籍七本 还有几套衣物 好像没样本什么价值 然而 还有一个暗色的小袋子 里装着特殊令牌 和小巧的手抄本 这令牌通体浩白 犹如皎节月华凝聚 正面刻画着一轮弦乐 以及月下山巅处 耸立着一座古朴阁楼 背面则铭刻着雾七两字 这是什么 林明醋眉 没有头绪 于是打开了小巧的手抄本 这一看 居然是墨玄机的日记 这种武力之上的世界 居然还有人记日记 不可思议 林明吐槽一声 然后快速翻阅日记 日记中 记录一个名为咸乐楼的组织 他们的势力隐秘无比 但却覆盖整个仓玄界 墨玄机正是咸乐楼的雾七 正是因为加入咸乐楼 他才得以凝聚紫色神闻间 但这种紫色神闻 其实有弊端 具体是什么弊端 他不知道 只是在日记中草草提起 林明顿了顿 左手抛了抛令牌 既然有雾七 那就有123456 林明继续往下阅读 越看越是心惊 弱大的清明州 三国七宗十世家 皆有咸乐楼案子存在 林家 墨家不例外 玄文书院也不例外 他们的代号 从雾一到雾十九 还有一位代号为雾月 乃是领头之人 这二十人 皆是各大势力 年轻一辈中的佼佼者 杀掉林明的计划 就是由墨玄机这位雾七提出 经过雾月同意 然后得以实施 目的很简单 引起混乱 只要林明能死在玄文书院 必然引起林家追查 而雾月早早潜伏在玄文书院之内 与墨玄机配合 在暗中挑起两大势力的交锋 届时 这次事件会成为清明州大乱的起始点 至于下一步计划 墨玄机的日记中 没有明确记录 但却有着他的猜测 闲月楼似乎在寻找着什么 内容到此达然而止 后续标注着今天的日期 很显然 墨玄机再也没有办法 为今日写下日记了 林明和上日记本 醋梅 陷入思考 忽然间 他的心眼映照中 一枚飞针无声无息从院楼外袭来 速度极快 直奔他后驳梗的死穴 暗杀 林明浑身泛起鸡皮疙瘩 右手手势一变 握着筷子 向后猛然撩出 八一Z扣 剑自神闻焕发紫光 筷子顿时发出剑鸣 翁翁 飞针与筷子间刚一接触 林明顿时感觉到 一股与针型武器不匹配的佩然大力 他脸色微变 手腕轻抖 不在正面硬抗飞针 而是侧面泄力 以两根筷子夹住飞针 顺时针快速扭动 啪 啪 两根筷子断裂开来 飞针却也掉转180度 倒飞而回 林明沉静心神 眉心浮现关子神闻 把心眼可是距离扩到最大 十八丈 这时 他的脑海中映照出竹林小路上的朦胧身影 浑身笼罩在飞袍内 看不清样貌 但依稀可辨 其身形鲜兽 似有恶娜体态 八成可能是女子 林明没有悍然杀出 因为他能明显察觉到 对方的修为远在他之上 贸然冲出去 与送死无意 黑袍人的声音飘忽传来 伸手不错 难怪能杀掉墨玄机 顿了顿 黑袍人出现在小院门口 我来 只是要取回一枚令牌 林明眼眸为寒 取令牌 用得着杀人 黑袍人吃笑一声 弱者不配说话 你 还行 黑袍人视线落在林明手中的令牌上 现在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加入我们 要么死 冷不丁就邀人加入 真的好吗 林明吐槽道 黑袍人竖起手指 指尖冒出皎洁月华 同时 他的另一只手掌平直摊开 掌心中漂浮着一枚乳白色丹药 令牌在你手上 如果你同意 就服下这枚丹药 从此成为我弦月楼的物字七号 黑袍人的声音 透露出几分不耐烦 指尖的月华光芒 缓缓凝聚成真 黑袍人语气骤了 如若不然 死是你唯一的下场 林明嘴角微微翘起 这里是玄文书院 你真的有把握 必定杀掉我 那就不会这么多废话 你想试试 黑袍人话音未落 身影已经消失 林明脸色微变 急忙向右侧闪出漆步 秀 一道破空声 在他原来站立的位置响起 紧接着 空气中留下一道淡白色的气流 气流骤然散开 露出黑袍人的身形 还不错 你确实不错 能躲开 我的第二次攻击 黑袍人再次平开手掌 扶下丹药 你就是自己人 而且 这没丹药对修行 有莫大好处 免了 只怕代价不是一般的大 林明摆动手臂 你会为今日的决定而后悔 黑袍人的声音 变得淡漠而疏离 这时 林明抬手间 轰出一道灵气 化作一缕剑芒 直冲天空 这一下 是为了引起玄文书院的注意 然而 事与愿违 想象中的轰然暴鸣声没有出现 剑芒在上升的过程中 被弥消于无形 黑袍人摇摇头 缓步走向林明 没有用的 来的时候 我已经做了万全的准备 你的小院周围 已经设下结界 而且 学院的导师们 此刻大多都在食堂 那边与你这里相距甚远 你不会有任何后援的 很可惜 刚才给过你机会 你不珍惜 现在我不想给你机会了 林明摇摇头 吞下丹药 我就是任你宰割的牛羊 所以我不选 而且从一开始 我就不认为你能杀我 想必你就是那位物乐吧 黑袍人脚步微顿 话语脱口而出 你怎么知道 林明没有回答 他要的就是对方 微微愣神的这个瞬间 跑 打不过当然得跑 林明身形如风 冲到距离他最近的墙头 一翻而过 双脚落地时 头顶冒出影子神文 他很快变得淡淡虚化 然后串入一颗灌木丛中 黑袍人慢了半拍 然后才跟上站在墙头 四处看了看 没有发现林明的踪迹 就仿佛 他整个人凭空消失了一般 怎么可能 姐姐并没有被触动 但人却不见了 黑袍人不甘心 在林明的小院内不断寻找 然而 林明身形几乎透明 气息完全弥消 很不好找 黑袍人也算耐力十足 愣是找了林明大半个时辰 一无所获 略微有些丧气 黑袍人心中烦躁 抬手一掌按在院墙上 就在其掌心尽力吞吐时 一捧金币忽然笼罩黑袍人周身 咻 咻咻咻 林明以金币为剑 施展欲剑术 时机妙道豪颠 上百枚金币不留丝毫空隙 延绵不绝地射出 黑袍人一时失手 左手小臂被划伤 头上的兜罩被划破 他柔顺漆黑的长发 如瀑布般垂落而下 刚好挡住脸部 林明瞪大双眼 想要看清楚 他到底是谁 甚至连关子神闻的心眼都发动了 然而 女子相当注意 在第一时间抬手释放朦胧的月华遮蔽面貌 他毫不犹豫地转过身 快速离去 这时 林明缓缓显露身形 然后并止成剑 连续挥斩几次 斩碎女子留下的结界后 林明前行数步 挥了挥手 朗声道 好走 不送 远处 黑袍女子身形微盾 猎切一步 然后加速离去 他心中发痕 留下一句话 今天先放你一马 来日方长 等你过得了今晚再说 林明笑了笑 向天空中连续攻击 碰 碰 碰 剧烈的响声 很快引来了 悬文书院内的强者的注意 第一个到来的不是别人 正是白先生 出什么事情了 林明拿出咸月楼的令牌 简短地说明白 前后经过 白先生见眉微羊 是他们 这令牌你且收起来 不要让书院内的其他导师知道 为什么 林明问 因为他们怕 白先生轻笑一声 咸月楼是一个错综复杂的组织 其势力遍布苍玄界 很多宗门 世家 国度中皆有他们的人 就算是天元州的势力 也不想平白无故开罪他们 但他们要杀我 林明皱眉 不 要杀你的不是他们 而是清明州的负责人 也就是 你说的那位物源 有什么区别 如果是咸月楼出手 别说是你 就算是悬文书院 都会被夷为平地 林明还要再问 但赵衡领着几位导师到来 看到林明 赵衡就一肚子火 然而 此刻对方是首席 他只是普通导师 在明面上 其实林明身份比他还高了半仇 黑着脸走到林明面前 赵衡没好气到 成了首席 你的屁事也变多了 林明摸了摸眉梢 调侃道 差不多吧 以前有个老道士 帮我算过一挂 说我命中注定犯小人 赵衡 臭小子是在明目张胆地骂我 他的脸皮微微抽动 由于过于肥胖 脂肪太多 脸部的细微动作 反而被放大了 看起来就像一只 胡乱抖动的胖头鱼 林明扑呲一笑 赵衡脸更黑了 有时说是 别嬉皮笑脸吧 林明瞅了两眼赵衡 郑重其失的点点头 然后把黑袍人 前来袭杀他的事情 说了出来 只不过 隐去了前因 谎称一句 并不知道来意 而在最后 给出了黑袍人的特征 女子 或者身形极度消瘦的男人 头发很长 左手小臂受伤 修为未知 但一定很强 至少是断体静 听完林明的叙述后 赵衡撇撇嘴 你小子今天杀了两个人 一个是墨家的 一个是张家的 或许是来人报复 林明否定道 不可能 那人杀我的心很坚定 但他有面貌暴露的危险后 就急速离开 这说明他 很有可能在学院中 有一定的辨识度 那既然你说他那么强 为什么他杀不了你 还给你周旋了大半个时辰 就这么个破院子 怎么周旋 这是我的秘密 也不是此次事件的重点 赵衡导师 还是赶紧去排查一番吧 再晚点 说不定凶手早就伪装完毕 赵衡 气 好气 可是林明说的好有道理 他无法反驳 冷哼一声 赵衡带人离去 眼不见为净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 现在一看到林明就烦 林明站在小院门口 灰灰衣袖 我 恭候赵衡导师的好消息 赵衡脸皮抽动 加快脚步 消失在竹林小道的尽头 这时 白先生还留在小院内 他四处望了望 笑道 不错 收拾得很干净 顿了顿 他看向林明 突然说道 你已经赶临近巅峰了吧 凝聚了几枚神闻 林明扭头看去 先生 为何突然有此疑问 白先生微微一笑 三两步走到凉棚下的石桌旁 你能够斩杀墨旋机 在赶临近中 几乎没有敌手 出入断体境的人 不可能逼得你不敢出手 来人应该不仅仅是断体境 至少也是断体境巅峰 甚至是妙物境 只有这样才会让你感觉到不可匹敌 而你能够从这样的强者手中逃脱 只靠本身的能力是不可能的 必然借助神闻 言语落地 他招招手 示意灵明坐过来 灵明眉稍微微扬起 缓步走近 坐在石凳上 他心中盘算 不认为白先生对他有什么谋划 然后回答道 白先生说的在里 话音未落 灵明抬起手掌 掌心依次冒出神闻 力 速 隐 欲 剑 关 六眉神闻 两子四肌 白先生瞳孔一缩一放 唇齿微微张开 似乎怎么也合不拢 太妖孽了 比想象中更妖孽十倍百倍 这时 灵明歉意义 还有一枚是我的出眉神闻 就不展露给先生看了 白先生微笑白白手 无妨 妨人之心还是应该有一点的 出眉神闻牵涉极大 能少一个人知道 就少一个人知道 他实在有点震撼 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眼角的余光 撇到了石桌上的菜肴和清酒 白先生手上那戒一闪 掌心多了一盏夜光杯 自顾自道上清酒 他仰头一饮而尽 喉咙中酒水的辛辣 让他缓过神来 他顿了顿 说道 你的出眉神闻也是紫色吧 白先生笑容温润 用的是疑问句 但神态毫无问询之意 林明轻微汗手 是 好家伙 白先生又买上一杯清酒 一口闷下 这么说来 昨天夜里三次鸿蒙紫气坠落 都与你有关 鸿蒙紫气垂落 那是什么 墨玄机死前也提到了 林明轻歪脑袋 神色间充满疑惑 你真的不知道 白先生皱起眉头 再次拿起清酒针满一杯 又是一饮而尽 林明 白先生可真是不客气 他的夜光杯 比寻常杯子大了一倍 这三杯下去 一壶清酒多半已经没了 林明不着痕迹地 拿起那壶清酒 晃荡两下 果然没多少了 林明嘴角抽了抽 倒酒入杯 饮下 我昨夜都在凝聚神闻 并没有时间观看天象 所以确实不知先生所言之事 那就是你了 除却你之外 不可能有他人 三枚紫色神闻 三次鸿蒙紫气垂落 合情合理 白先生微笑 您是林明 林明摸了摸眉梢 或许吧 白先生便出一双白玉筷子 夹了一片肉 放入嘴中 没看出来 你的厨艺很好啊 似乎并不逊色于你的神闻天赋 顿了顿 白先生笑道 别人都忙着 让这等天地异象归于自己 好引来多方关注 得名得利 你倒好 对这事情兴致并不是太高 林明有点习惯白先生的自来熟了 也不太在意他的家财 只是有点小意外 他的随和 微微摇头 林明小酌清酒 然后说 木秀于林峰必摧之 虽然我的优秀 让人望尘莫及 但是必要的谦虚和藏桌 还是应该有的 白先生 下花线 他手中筷子微顿 一块肉片落在石桌上 见其少许有点子 真没想到你这般厚脸皮 这么说 自己不会害骚吗 林明自然而然怂怂间 还好 实话实说 有什么好害骚的 白先生无言以对 甚至有点想打人 不过 就算是以他的眼界 也不得不承认 林明天资高绝 几乎能够在他所遇见的 少年天骄中名列前三 这么一想 他心中那点淡淡的火气 自然熄灭 少年人若没有傲然灵天的心态 那才让人堪忧 冲劲 敢打敢拼 这才是少年人最大的本钱 而且林明头脑还很清醒 一句木秀于林峰必吹之说的妙集 对自我的位置掌握非常准确 这等心性才不至于早早夭折 才是真正的大财 白先生放下筷子 大声笑了起来 好 很好 你林明真的非常好 天资 心性都很好 就是性格有点滑头加厚脸皮 与这堂堂相貌不太匹配 林明满脸黑线 这是夸人 还是损人 记住 以你的天资 随时可以突破赶灵境 静即断体境 但是这些天一定不要突破 三日后 来后山 我会给你一个惊喜的 白先生说 什么惊喜 林明问 白先生不紧不慢 又夹起一片肉放入嘴中 咀嚼吞咽后 他高深莫测道 现在说出来 就不是惊喜了 林明翻了翻白眼 无非就是压制境界 能够夯实根基 或者有个什么隐藏境界之类的 白先生 看来还得给这小子加一条评价 天资聪益 推演能力不错 看到白先生的脸色 林明顿时知道答案 当即答应下来 放心 突破这种没有难度的事情 我当然不会心解 还是先生说的惊喜 更让我在意 白先生摇摇头 皆探道 人啊 果然应该多走走 世界太大 什么其他都有 林明满脸问号 白先生摇摇头 不想和他说话 年少时 白先生妖孽无双 总让宗门内的师兄弟师姐妹 吃扁 难受 现在 他终于在林明身上 体会到类似的挫败感 最关键的是 看着林明的态度 显然不是有心所为 人家是真的觉得 凝聚神闻 就如吃饭喝水 一般简单 可怕 有点受打击 白先生动筷子的速度 提高了许多 不多时 林明做的两盘菜肴 被清扫一空 准确地说 菜肴中的荤腥 肉泪没了 素菜一根都没动 林明 这时 白先生拿出一本 样式古朴的书籍 这本神闻概略 你先拿着 好好看一看 选择接下来的神闻 若你真的有能耐 这三天就再凝联一枚神闻 林明接过书籍 嘴角微先 好的 没问题 白先生站起身 准备离去 突然又想到什么 顿住身形 看向林明 虽然不太可能 但还是给你提个醒 如果真的能够凝联神闻 你最好不要一口气凝联太多 现在已经有了七枚 那最多再凝聚两枚 要不然会出大问题 错过隐藏境界 林明神色认真 答应道 好 记住了 三日后再见 白先生挥挥手 身形骤然淡去 夜色渐暗 玄文书院某处 女子身着一袭黑袍 东躲西藏 沿途避开数十道岗哨 以及三名飞掠而过的高手 他行动谨慎而快速 在暗处中穿行 不多时抵达内院的灵水温泉 这是内院的公共澡堂 分为一处 一处单独隔间 算是内院的福利 在其中泡澡 能够极大缓解身心疲惫 还能加速伤势恢复 女子快速脱下黑袍 随手一掌 威震 黑袍化作鸡粉 随风飘散 然后他裸身翻墙 进入女子澡堂 随意找了个空的隔间 浸泡在灵水温泉中 他抬起左臂 注视着那道剑痕 金碧画剑 有点意思 传闻他今日以目之画剑 看来这灵明的剑字神文 是货真价实的紫色 超脱品阶 女子伸手摸了摸剑痕 轻微的疼痛传导而来 他眯起眼眸 似乎在享受这股疼痛 紧接着 他眉心浮现金色神文猫 食指 中指 无名指的指甲长长 刷 指甲戳入肉中 中指指尖戳入剑痕 另外两指并在旁边 他沿着剑痕的起始点 一路滑拉到末尾处 剑痕顿时变成了爪痕 看起来就像猫腰的爪子挠过 过程中 疼痛剧烈无比 但他却在笑 嘴角撩起一抹邪魅的弧度 仰起头颅 他深深吸入灵水温泉的雾气 然后轻缓呼出 这一次 是我大意了 必须牢记在心 女子微眯双眼 喃喃道 赶临静 让妙悟静无可奈何 这已经不是潜力无穷可以解释的 而且 他似乎知道了什么 留着灵明必是隐患 必须尽早斩杀 不多时 女子的那戒震动起来 那是一枚内院令牌 在焕发微光 内院召集 果然来了 灵明 你还真是有手段 女子把脑袋埋入灵水温泉中 他一头黑亮长发飘在水面 凉酒 他猛然起身 在水花还未落地之前 全身的水珠被称鸡粉 待到水花落地 他已换好玄文书院 内院女子的标准服饰 鹅黄色淡雅长裙 他推门而出 离开灵水温泉 向着内院鹦鹉堂的方向 笔直前行 另外一边 灵明吃 干净两盘纯素菜肴 换上新的一盏清酒 然后一边小酌 一边在月下读书 他白衣不染仙尘 单手捧着神文概略 这本书和其他的神文类书籍不同 说的并非神文的字易字音 蕴含什么大道 而是类似于新华词典一般的神文工具书 看着这本书 他能更轻易地选择自己 到底应该凝聚什么神文 并且 还知道了赶灵静的常规极限 久没神文 久为数之极 按常理来说 舞者修行是无法突破这个极限的 灵明放下手中杯盏 弯曲食指 以指节轻敲眉心 难怪白先生让我不要尝试 凝聚更多的神文 摇了摇头 灵明继续跃下读着 读书 他的阅读速度很快 千多页的神文概略 花费一个时辰的时间 刚好读完 而且不是潦草的乱读一通 而是差不多印在脑海中 虽然没有过目不忘 但也印象深刻 这一切都是镜子神文的功效 此次特效有三 屏蔽天机 清新明信 故本培缘 其中第二项就是让他无比专注 因此 阅读速度远远超越过往 要知道他本就是中文系大佬 以往读书极多 也特别喜欢读书 读书的速度自然是很快的 在经过特效加持 顿时达到了超越常人的快速 和尚书本 灵明常常出了一口气 却没有察觉到读书速度的异常 还有两个字可以选择 这两个字必然需要无比慎重 神文都会 但此刻能够凝聚的仅仅只有两枚 用游戏的说法就是 技能栏只有九个 每一个技能都得慎重 万一选中了鸡类技能 那麻烦可不小 于是灵明开始苦思冥想 选择困难症不断加重中 两个时辰后 灵明终于有了答案 魂 破两字 结合穿越前阅读的奇怪知识 灵明发现此方世界 同样有三魂七魄的说法 魂分乃是可以离开人的身体 而存在的精神 分为三者 胎光 爽灵 幽情 破乃是一存身体而存在的精神 分为七者 狮狗 符始 雀鹰 吞贼 非毒 除灰 臭废 脑海中略微回响一番 然后灵明不再纠结 直接凝聚神闻 亦是在神闻空间中遨游 他仿佛化身成一个渺小的点点 秀 黄眼间 灵明进入到一片纯白的空间中 这片空间中 灵力着七个大字 依照顺序 静 观 欲 力 速 引 剑 每一个字都比他还要大 漂浮在半空中 脚下也没有实感 度过最开始的新鲜感后 灵明挥动袍袖 一道道淡淡的白色气流 汇聚而来 不多时 白色气流形成漩涡 开启了一道门户 无数光芒从外面涌了进来 它们或蓝或红 或青或黄 各种颜色不可胜数 这些都是灵气 灵明好奇地伸出手 触及其中一道蓝色光芒 那光芒掠过指尖 带给他一种清清凉凉 仿佛小夕流过静润的触感 水之灵气 他笑了笑 又摸向一处淡子光芒 嘶 浑身一麻 灵明僵在原地 那道淡子光芒 欢快远去 灵明甩了甩手 雷之灵气 还有小脾气的 这时 一朵火花飘到他面前 左右来回摇摆 仿佛要和他做朋友 灵明笑了笑 刚想说话 那火花突然窜起 哄 一大团火焰炸开 灵明灰头土脸 退后树步 满脸猛逼 爆皮气火之灵气 这一下是同归于尽望 他笑了笑 仔细一看 却发现爆炸出 有一抹微小的火星 若不是他凝炼棺子神闻 只怕瞪的两颗眼珠 掉出来都发现不了 欣赏周围灵气 玩了片刻 灵明逐渐习惯 这种奇妙的体感 他抬起食指 轻轻敲击眉心 静 煞时间 他心神变得宁静祥和 处于某种无比专注的状态 灵明哈哈一笑 两只手挥舞如风 仿佛一位正在肆意草树的文豪 不多时 这片空间中 多了新的两枚神闻 八一中文网 魂 破 两字刚刚出世 紫光微微一闪 然后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颗不算太大的紫气黑洞 咻 灵明的意识体化 做一道流光 瞬间没入紫气黑洞中 下一秒 他睁开双眼 已经回归现实 我这是被赶出来了 灵明玩味一笑 却忽然看见 天际泛起鸿蒙紫光 那光芒在夜空中亮起 然后化作两条紫色光芒 相互旋转交织 形成紫气黑洞 灵明 这次真是我弄出来的 灵明愣愣看着天空中的紫气黑洞 这好像和我神闻空间中的一模一样 紫气黑洞久久不散 仿佛在黑天鹅大场般的夜空 开了一个更加优深的洞窟 那洞窟无比吸引人 这一刻 清明州的所有人 齐齐望向天空 连续两个晚上 都有意象出事 其他人什么感官 灵明并不清楚 但他眼眸中看到的紫气黑洞 时而有神兵力气引现散乱 时而有仙子神人漫步云端 时而有凶兽一妖搏杀四方 这一刻 他的三魂七魄 受到极大冲击 仿佛有一万道光芒轰然落下 砸在灵明脑海中 轰隆隆隆 玄文书院 众学子抬头望天 哇 这是什么意象 从来没有见过 不懂啊 有没有学哥学姐加学渊源 能够指点一二 好像很厉害啊 看他气象分外不同 该不会比昨夜的鸿蒙紫气垂落 还要猛吧 这时 玄文书院外 两位少年正在不断交手 看到天降异象 他们对拼一招 停了下来 其中一位少年身形魁梧高大 还踢了个大光头 他名为萧出阳 正是玄文书院外院的三大天才之一 盘义 你可知道 这天际异象是什么 被称呼为盘义的少年 邪逆了萧出阳一眼 怎么 要炫耀你乱七八糟的才学 他踏前一步 战意昂扬道 咱俩的架还没干完 先打过再说 言罢 瘦弱的他一步踏碎地面 化作炮弹直轰萧出阳 萧出阳哈哈大笑 双手十字交叉挡在胸口 硬抗盘义的飞踢 哄 双手交叉变幻 萧出阳一把抓住盘义脚踝 一边抡起他砸向地面 一边大笑道 我在玄文书店的《天象万罗》中看过类似记载 此等异象名为 紫明吞玄 具体原因未知 但引发此等异象 必然是有人凝聚两枚配套的 海誓神文 话语落下 但他仿佛钢筋铁骨 甚至连半点痛绝都没有 盘义上半身如坐仰卧起坐 身体悍然而起 两只手犹如老虎钳 一般着萧出阳的腋下与肋骨 同时 萧出阳的掌刀对准了盘义的小腹 两人默契停手 盘义神情淡漠道 你应该换个人说 因为你看过的我也看过 你知道的我 差不多也知道 或许 那位墨玄机是你的知心 萧出阳几眉弄眼 一脸鄙夷 呸 呸 别提那个鸣不腐蚀的垃圾 空有神文与修为 根本不知道真正的战斗为何物 我跟他才尿不到一个狐狸 盘义微微汗手 指向天空 或许 这位弄出异象的天 才能让我们开开眼界 切 这话说的 你自己相信吗 萧出阳咧嘴一笑 席地而坐 昨夜 你和我先后凝聚紫色神文 时间相差无几 还引动了鸿蒙紫气异象 有这条件 加上我们的特殊体质 天才又算得了什么 盘义笑了笑 嗯 差不多 有了紫色神文 我的最后一块 短板补上 别说他人 就算是你 十天后 必然不是我的对手 你奶奶个锤子 十天后 老子超过 你还差不多 到此 萧出阳火急火燎起身 走得飞快 等他远去后 盘义摇摇头 挠挠耳朵 终于清静了 仰头看向天空 盘义嗓音低沉 透着与少年人不服的沧桑 昨夜将近黎明 还有一次鸿蒙紫气 加上今夜的子鸣吞玄 说不定都是一人呢 此时此刻 灵明仰头看天空 时不时倒过一下 他的魂 破两神文 但这两枚神文 分外高冷 似乎不太爱搭理他 灵明不信邪 硬要倒过倒过 然后 他又一宿没睡 迎着朝阳的光辉 灵明撑了个拦腰 终于试验完了 魂破两枚神文的功效 暂时只发现一个作用 自发性强健 他的身体和精神 速度非常缓慢 但却坚定不移地提高 仿佛永远都不会停止 灵明咧嘴一笑 忽然感觉到一阵心律不齐 啊 关字神文真好用 还能自我检查小毛病 说话间 他引动玉字神文 强行完成自我修复 然后 没世人一般走去的集体食堂 沿途上 灵明收获了无数问号声 首席好X33 首席早安X12 0011给出回应 短短的食堂路走到尽头 他满面春风 笑夜如花 这时 一名面貌清秀 颇有女像的学弟冲上来 一脸娇羞道 首席学哥今天更帅了呢 灵明 这都哪根啊 看这一袭白袍 面前的老铁 必定是男的 当众冲上来说这种话 约等于告白 太可怕了 灵明不着痕迹地撤了半步 冲这位学弟轻轻点头 然后身形如风 进入食堂 那男生女像的学弟回眸望去 拈起兰花纸 就连走路的姿势 都这么风度翩翩 周围 还没鼓足勇气的学姐学妹们 他们恨不得打死这位学弟 另一边 灵明进入食堂 遇到数名导师 对方也主动向他打招呼 灵明笑着回应 心中却在感慨 拥有实力 才能让人尊敬 他脑海中闪过原主的记忆 三年来受过多少白眼 甚至连家门都不敢回 就算过年也苦苦研读 不敢放松分吼 微微摇头 灵明继续迈不向前 走了没几步 一道异常高大的身形拦住了他 阳光从灵明身后照来 刚好落在这人的头顶 形成一个巨大的反光圈 又亮又刺目 犹如一颗大灯泡 灵明下意识遮了遮双眼 心眼中却映射出对方全貌 硕大的光头 鹦鹉的面孔 魁梧有力 异常高大的身形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那双手 五指苍镜有力 手掌比蒲扇还要大 结合脑中记忆 灵明准确叫出对方姓名 萧出阳 萧出阳汉手微笑 是我 你是灵家二公子灵明 灵明点头 有诗 萧出阳摊摊手 漫不经心道 以往听闻你是个废物 两人的对话引起食堂众人的关注 视线一道接着一道集中而来 这时 萧出阳悍然上前一步 一只手猛然挥出 众人的心悬了起来 认定有一场好戏可看 灵明眼瞳古井无波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根本就没有招架 闪躲之意 萧出阳的手掌 一改先前的猛烈威势 轻飘飘落在灵明肩头 面不改色 难怪能够杀掉墨玄机 灵明微微摇头 不答话 然后猛然抬起手 并指如箭 萧出阳出手 灯灯灯连退三步 这时 整个食堂既然如此 众人都在看着两人 这四交手又未交手的一幕 灵明没有退 萧出阳退了 结果足以说明一切 萧出阳脸色降红 难看无比 他不怪灵明突然出手 只怪自己退去 然而 灵明只是笑了笑 淡然走过 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萧出阳能明显感觉到 灵明的不在意 这比任何的侮辱 都更伤人 他握紧拳头 又松开 又握紧 又松开 来回无数次 最终却没有放狠话 也没有动手 输了就是输了 只有闹中才输不起 萧出阳转过身 对着灵明的背影微微鞠躬 然后 快步离去 众人 看得莫名其妙 老半天才回过神 刚才那是怎么回事 怎么没有打起来 反而萧出阳直接鞠躬了 你不懂 看不懂了吧 这就是天才啊 那你懂你说说啊 天才就是不可捉摸的 所以 无可奉告 众人 混蛋万一不懂装懂 强行装大尾巴狼 食堂一角 几位导师坐一桌 饶有兴致地看着灵明 和萧出阳的短暂交锋 灵明 那位灵家麒麟 似乎真的不一样了 就如三年前初见他那般 惊艳 风姿无双 灵微不惧 不说实力 只说卖相 首席之位给他 确实很适合 确实确实 我玄文书院 向来俱南美女评出 但在这灵明面前 当不过是雍鹿相貌 她在众人之中 就如夜空中的明月 被群星环绕 这首席之外 再无第二人选 这时 身着鹅黄衣裙 并脚带着淡蓝夜行电话的 女导师笑了笑 我看未必 玄文书院的学生们 可不简单 而就刚才那一瞬间的交锋看来 我倒认为 萧出阳更能成大气 众目睽睽之下 她一时落了下风 却能够甘心认输 还向对手鞠躬 这等心胸 不是凡俗 某位男导师捧跟道 哈哈 刘雅飞导师说得在理 心性好心胸广才走得远 刘雅飞惊持一笑 其实林明本人也很好 紫色神文在身 天资无庸置疑 只不过 昨天的那则新消息 大家都知道了 另一位中年男导师点头 是啊 简直就是奇迹 我玄文书院 凭空又添两位领悟紫色神文的天才 盘义 萧出阳 林明 一共三位领悟紫色神文的天才 正好那天夜里 有三次鸿蒙紫气垂落 应该不是巧合 就是不知道 紫明春玄的异象 又是谁倒过出来的 要么是 他们三人中的艺人 要么是内院那位 这是我玄文书院大兴的征兆 可如果五院大笔的时间 再推迟一下多好 只要再有一年的时间 就不会如 现在这般窘迫 几位导师 你一搭我一搭地说着话 刘雅飞闽纯笑了笑 然后起身 他款款而行 走向林明 几位爱慕他姿色的男导师 也不敢多言 毕竟这位刘雅飞导师 是别州人士 传闻是院长专门挖来的 对于教学生 特别有一首 而且 他在学生之中 非常有人气 相貌 实战 理论 授课 品性 各方面都无可挑剔 他就是公认的 玄文书院第一女神 因此 刘雅飞的动作 很快吸引了众人的注意力 哇 女神导师 这是要找哪位 听说只要能够被 女神导师看上 跟随他学习一段时间 修为和实战 一定会突飞猛进 秘密修行 这很出名的 我就有个哥们 和一个学妹 不知走了什么狗屎运 被刘雅飞导师领出去 修行了半个月 回来之后 简直就是大便活人 那战斗意识提高了 起码两个档次 修为也直接破关 破开一个小境界 看女神走路的方向 似乎是找林明学哥的 不是吧 又是林明 真的是一招转运要起飞了 好事不来则已 一来就是成川 简直不给人活路呀 先是觉醒紫色神闻 然后又得到首席之位 现在得到女神导师的青睐 哎呦 我牙齿疼好酸 今天这菜一定放了太多醋 这时林明刚刚打完属于他的早餐 转身走向某张空着的桌椅 刘雅飞的路线 刚好与他的路线交汇 隔着长桌 两人互相看到彼此 林明何须倾笑 导师也找我有事 这也自是什么意思 周围人纷纷无语 女神导师当面 林明说话的语气 未免太不当回事了 瀑布般的黑色长发扎成长马尾 轻轻搭在左肩 刘雅飞笑容温和田静 林明 你我年岁相差不算太大 可以叫我雅飞姐 众人男女皆算 刘雅飞是书院第一女神 林明又何层差了 他现在是首席学哥 一旦成为首席 可是忽略学籍的 按道理来说 整个学院内 除了导师和内院的寥寥几名学生 其他人都应该称呼 他为首席学哥 两人站在一起 以及不是一句俊男美女可以形容 既有容貌上的天然优势 又有院内地位的加持 再加上两者脱俗的风资 这一刻仿佛有一柄重锤杂击众人心头 没事就不能找你 看来首席学哥真的很忙呢 刘雅飞奄然一笑 刘雅飞称呼林明为首席学哥 周围 一众男子仿佛听见了自己心碎的声音 噼里啪啦 落满地 林明不嫌不但地呕了一声 这时 他忽然注意到一个细节 刘雅飞的双手袖口 用颜色更淡的流苏刻意砸起 这不合理 他身着书院女子制式的鹅黄素裙 长袖 袖口已经足够修身 实在没必要砸起 除非他是为了掩饰什么 比如说 伤势 昨晚席就我的黑袍人会是他吗 林明没有抬眼去看 而是用心眼一扫而过 不过心眼虽然能看穿本质 却看不穿衣物 他关注的是刘雅飞的细微动作 舞者也是人 是人就会本能地避免触及伤口 林明微微一笑 雅飞姐找我 当然是荣幸至极 刘雅飞自顾自地坐下 手肘撑在桌面 双手手掌脱腮 巧笑道 是不是还有个但是 林明也坐下去 只是刘雅飞的明眸 雅飞姐说笑了 周围的眼神足以说明一切 想必男子对你是不忍说出但是的 听到林明的夸赞 刘雅飞发出风铃清响般的笑声 周遭的学妹们 心中仿佛有十万颗酸葡萄 爆成浆汁 零头落下 难过 想哭 恋爱还未开始 似乎就已结束 这时 林明又说 雅飞姐的穿搭很别致啊 并发的淡蓝夜行电花 手腕的嫩黄流苏 一套书院女子制式服装 却穿出了别样的美感 他言语未落 已然伸出手 手掌落向刘雅飞左手小臂 众人 林明正在轻薄雅飞女神 食堂内真落可闻 众人的目光聚焦在林明和刘雅飞的身上 他 怎么敢亵渎刘雅飞 这简直是在触及玄文书院的禁忌 刘雅飞导师在玄文书院的时间不算长 不过区区一年多 但他已经当得上深入人心四个字 温柔善良 永远带着光明的微笑 却又不会太过于疏远 偶尔还会来些俏皮的玩笑 简而言之 刘雅飞人气超高 这时 众男子眼睛瞪大 仿佛要把眼珠子挂在林明的手掌上 又似目光化作刀光 狠狠弯下林明手掌的血肉 让他知难而退 林明不为所动 手掌速度不快也不慢 刘雅飞仿佛什么都没有察觉 依旧看着林明的双眼 眼眸含着笑意 林明首席很在意我手腕上的刘苏吗 话音未落 他翻起手掌 掌心中冒出一枚金色神闻钉 神闻光辉一闪而逝 林明的手掌悬停半空 他感觉到自己手掌的知觉还在 但却凝固着 不受自己控制 定格半秒 就在这一瞬间 刘雅飞不紧不慢抽回左手 手腕轻轻抖动 袖口的嫩黄色流苏微震 那寂静的结散开 他右手时钟两指夹住流苏 递送到林明面前 诺 给你的 既然那么在意 必定很喜欢 就当做一个小小的礼物吧 众人 他们想上天台的心都有了 凭什么林明出手轻薄 反而还能得到女神导师的小礼物 这一刻 哪里还有什么林明学歌 但凡男子几乎统一战线 他们看着林明 就是看着最值得憎恨的情敌 多谢雅飞姐的礼物 林明也不客气 笑了笑接过流苏 然后说 我身无常物 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回礼 那就帮雅飞姐 看看手上的伤吧 此言一出 刘雅飞微微一愣 然后 他大大方方撩起左手袖口 露出左手小臂 肌肤光泽白结犹如美玉 然而三道争灵爪痕破坏了这股美感 周围人见到这一幕 先是沉寂一瞬 然后爆发出一轮声 八一中文网 女神受伤了 什么时候的事 林明怎么看出来的 据我所知她可不会医术 那么说 刚才她不是在轻薄女神 而是在探伤 就算是探伤 未免也太唐突家人了 而且她就算探出来了 又有什么用 她不是医者 又不会治 任何一位女性 都不会愿意贸然被男子触碰 周围男子显然不愿意轻易放过林明 因为不论如何 她都得到了刘雅飞的小礼物 然而 女孩子对于帅哥的容忍力 是很高的 某位小学妹弱弱出声 我就说林明学哥不是灯徒子 他这是温柔体贴 只不过有那么一点点小霸道 学姐姐话道 嘻嘻嘻 小霸道才好 只会温柔体贴的男人可靠不住 这种又温柔体贴 又霸道的男人最让人心动 女子们看林明时 双眼瞳孔内仿佛多了两颗爱心 周围男人 警号 该死的林明 可恨 他们望着林明 总觉得这家伙只要活着 就是不给大伙活路 单身狗一生之敌 周围的男子们心头邪火乱窜 看着林明的眼神 愤外不善 然而 林明手掌冒出一枚神文玉 正在帮刘雅飞疗伤 他神情专注而认真 似有星光般的毛子 一瞬不瞬凝视刘雅飞的伤势 试探道 这是心伤 应该就是昨日的伤 刘雅飞点点头 笑容温婉 是啊 昨日下午 我在试炼森林中遇到了鬼幽猫 一时不察被偷袭 林明醋眉 脑海急速运转 使用官字神文 体察刘雅飞伤势的本质 没有任何的伪装 敌的确确是异兽所留的伤势 用兵器是无法造成类似效果的 林明心道 看来是巧合 昨天夜里袭击我的黑袍人 并不是他 这时 刘雅飞伸出一根葱纸 落在林明鼻尖 林明愣住 雅飞姐 你这是做什么 看你那么专注认真 忍不住 想要调戏一下了 刘雅飞轻笑 伸手挽了挽 垂在肩旁的长马尾 麻花辫 这一瞬间 刘雅飞展露的风情 光彩夺目 胜过皎洁明月 与辉煌大人 众人一时看得吃了 好美 林明也受到一阵心灵冲击 两辈子加起来 他第一次体会到 什么叫一平一笑动人心 还是面对面的那种 与此同时 从痴呆状态中 挣扎过来的重男子 陷入了心如死灰的状态 他们的心已经千穿百孔 好凉 食堂流动的气流 仿佛化作天台的风 又大又凉 吹得人好想跳楼 另一边 林明还在给刘雅飞疗伤 从前怎么不知道 你这么有本事 难道都在藏桌 刘雅飞一笑四清城 林明摇摇头 笑而不语 刘雅飞也不执着 换个话提到 这枚玉字神闻神光浓郁 很有可能突破天阶 还好吧 如果可以当然最好 如果不行也无所谓 林明语气洒脱而随性 刘雅飞带眉微扬 仿佛展开了一卷山水画 赞叹道 好星星 顿了顿 他似笑非笑 真的无所求 林明嘴角危险 我又不是圣人 当然不会无欲无求 能突破我也欣喜 不能也不抢球 毕竟这种事情讲机缘的 求也求不来 索性不去多想 不给自己涂添烦恼 言罢 林明时只落在刘雅飞小臂上 来回抹过那道找痕 他指尖冒出淡青色的光芒 光芒片片碎裂 化作嫩绿的心牙飘落 刘雅飞手臂的伤势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解 随着林明手指的每一次来回移动 他的找伤就缓解一分 宛如天宫所化的橡皮擦 悄然抹出找痕 众人嘖嘖称奇 好神奇的神文 这个好像没有记载 还是在下财书学浅不曾看过 看其行 知其意 但却无法尝试凝聚 定然是我等 还不得其中深意 玉字神文 不是应该表示更加的意思吗 为什么林明学哥 却能拿他疗伤 这时 一名鹤发童年 眉心点朱砂 身着云色长袍老者说 我也没有见过 他的玉字神文 多半另有真意 这一层真意 不在玄文书院的传承之内 众人哗然 转头看去 就想看看谁的口气这么大 居然敢以自己的眼界 来代表玄文书院的传承 然后 他们看到了来人 顿时牙火 因为来人是书院内有名的神文研究者 孟元昊 整个清明州 神文研究可排前三的高人 众人只能相信 凌鸣凝聚了超出玄文书院传承范畴的神文 这时 一些尖修医术的学子 本着实用第一的原则 毕恭毕敬地询问道 这 这到底是什么神文 还请凌鸣学个赐教 不 不对 还请首席学个赐教 凌鸣为回首 侧颜倾笑答应道 好 不过要疗伤之后 尖修医术的学子们 轻捏拳头 虚砸两下 以这种不打扰凌鸣的方式进行欢呼 一刻钟后 刘雅飞左手小臂的伤势彻底恢复 他吟吟一笑 满眼秋水 好神奇的手段 居然没有一点疤痕 这可是 女子的福音啊 凌鸣汉手 不留疤痕这点 我倒没有在意 但我自行疗伤的时间更快 可以治愈更严重的伤势 至于帮雅飞解疗伤 却只能是一些不致命的伤势 刘雅飞调侃一生 不只是我 其他人也一样可以 是啊 只要我体力跟得上 凌鸣点头 话语落地 他的官字神文突然颤动 心眼映照周围 食堂内 所有的女子 以及一些长相清秀的男人 统统围拢过来 环绕在他身边 眼神分外热切 好似燃烧着无法熄灭的火焰 他们二话不说 上来就是一顿夸赞与问号 首席学哥最高 凌鸣首席最好 凌鸣学哥鼓刀热肠 一道又一道夸赞接踵而至 那语气分为真诚 绝对发自肺腑 那声音特别嘹亮 堪称气势十足 这是突然闹哪一戳 凌鸣摸不清头脑 看了看周围 又急忙看了看刘雅飞 眼神中透露出请教的意味 刘雅飞抿着唇 玩耳一笑 偏不说话 他眼眸中满含着好玩之意 仿佛在对凌鸣说 就要看你出出球 无奈 凌鸣只得朗声询问 诸位同窗 你们为什么如此激动 围拢凌鸣的这帮人 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个两个都不知道如何开启话头 这时 反而是平时最矜持的几位学姐 最先开口 凌鸣 你现在是首席学哥了 你不能只偏爱雅飞导师一人 也得帮我们疗伤 没错 首席学哥 不仅仅是雅飞导师的首席学哥 也是我们大家的首席学哥 开头两人加枪带棒 刘雅飞 眼角不禁微微跳动 这时 一位第六学年的学姐道 我去年的旧伤 在肩头留下了一道伤口 就怕因为伤疤架不了人了 哇 我也是我也是 大前年外出试炼 被人下黑刀砍在后腰 留下了伤疤 每次洗澡的时候 我自己都不忍心看 真不知道以后嫁人了 会被傅家多么嫌弃 哼 你们都还只是担心 老娘是真的被人拒绝了 瞅瞅 就这儿 咽喉 被人抹了脖子 老娘命大 活着回到书院 虽然捡回一条命 但我这如花的美貌 可瞬间捡了一大半 别说学哥学弟了 就是出门在外也没人撩 回家相亲 更是媒婆叹气 给一百枚金币都不接 我去哪说里去 众人寻声看去 看到学姐自容俏理 无论是身段还是容貌 都是极佳 也就比刘雅飞差一筹 但是 声音有点沙哑干枯 不好听 而且脖子上的猙獰伤疤 着实吓人 若是晚上看到她 八成的人会以为她是断头女鬼 接了头在半夜散步 可怕 人群中 有人小声吞咽口水 有人脸色变轻 这位学姐名为赵无声 乃是内院之人 素来很少出现 她一身战力超凡脱俗 妙无尽中含有敌手 准确地说 这等境界已经不能算是学生 她留在玄文书院的原因 只有一个 玄文书殿 所有内院学子 都是为了这个目标而留下 都妄图在其中找到呼吸法 因为 呼吸法是只有最顶流的势力 才传承着 就算是天元州的总部 玄文学院 呼吸法也极为难得 而玄文书殿 就是其中一个渠道 赵无声的名字 一点都不像女子 但相貌却非常好 如果不看脖梗的刀疤 她就是一朵灼热的火帘 让男人生起飞蛾扑火的欲望 她步履如风 矫健如暴 仿佛随时准备与人殊死搏杀 数十丈的距离 她只用了不到十步 显然是某种特殊的步法 停步 站在林明身旁 她语气诚恳道 我不喜欢拐弯抹角 那就与林明公子直说了 此生别无所愿 就想要治好脖梗处的伤疤 若你能做到 赵无声顿了顿 似在那界中寻找什么 找了片刻 她脸色有点难看 也许是其中的东西不够好 这时 她悍然抽出腰间黑刀 轻武刀锋后 赵无声双手捧刀 递给林明 治好我 刀归你 刘雅飞没想到 第一个上前的是赵无声 而且态度如此正重 此刀不是反品 乃是罕见的成长性魂兵 你真的愿意赠予他人 最难销受美人恩 林明脑子里 没有由来地冒出一句话 然后 她指着赵无声腰间的另外一把刀 黑刀与白刀应该是配套的 君子不夺人之爱 送刀就不必了 我只要你的一个人情 好 一言为定 这个人情卖你了 需要时 捏碎玉剑 赵无声用沙哑的声音沉声答应 并且给出一枚玉剑 林明嘴角微微翘起 还没治病 就给玉剑 不太合适 赵无声双眉扬起 眉宇间阴气勃发 合适 你是爽快人 肯为我治疗 我已欠你人情 如果能够治好 当算再造之恩 言罢 他抛出玉剑 林明接过玉剑 转头看向刘雅飞 歉意一笑 刘雅飞奄然一笑 微不可查地摇摇头 传音道 不必在意 来日方长 他起身离去 把位置留给赵无声 善解人意 林明再次加深了 对刘雅飞的好印象 真的不该怀疑雅飞姐 林明心中赋斐一句 然后贪手虚致 请坐 赵无声汉手 收好黑刀 大马精刀地坐下 自有一股豪杰气度 又一位印象很深刻的女子 林明嘴角的弧度微微扩散 他手中的玉字神文飘起 金色的文字光辉中 洒落嫩青色的虚幻心芽 林明探手而出 并指成剑 得罪了 赵无声奔了一声 略微扬起脖梗 露出那争鸣刀痕的全貌 林明指尖落在他脖梗的肌肤上 一道侵略如火的灵气 顺着指尖传来 好霸道的灵气 林明微微醋眉 玉字神文释放灵气 抵挡那道灵气的侵蚀 如此一来 他指尖的灼烧感 才消退下去 你的伤势持续几年了 赵无声猴头微动 不太适应 林明指尖抵在他喉间的触感 他的声音依旧沙哑 两年四个月 一直都在忍耐 这灵气于尽 林明诧异 赵无声微笑 半是释然 半是无奈 那人已经死在我手上 但我却无法解除 他临死前的最后这道神通刀术 这才是你的疤痕 始终无法消除的真正原因 是 所以非常棘手 我便寻清明周 只得到一个回复 要是无一 除非有圣者及高人出手 或者领悟特殊治疗能力神闻的人 赵无声神色不动 眼底却燃起希望之火 林明看向赵无声的双目中 多了几分敬意 两年四个月 喉咙灼烧之痛 我却在你脸上 看不到半点疼痛之色 多少男儿不如你 真是巾帼不让须眉 听到巾帼不让须眉这句话 赵无声眼中绽放异彩 看向林明的目光 多了点清静感 林明闭上双目 眉心浮现棺子神闻 心眼的全部注意力 凝聚在赵无声的脖梗处 治疗 开始 食堂中忽然安静下来 所有人都在等待着 这一次治疗的结果 一次或许只是巧合 但两次就不可能是偶然 特别是赵无声咽喉的刀伤 这一刀乃是神通刀术 是妙无尽忠的高手 才能领悟的绝学 若林明依旧能够治好 那意义可就有点大了 哪一个大势力 不与外人争斗 争斗中会留下多少伤患之人 他们会因为成年老伤 再无寸境 一旦有人能够解决这一点 那么对于那方势力的实力提升 必然是巨大的 半个时辰后 林明嘴角微先 收回手 赵姑娘可以照进一看 赵无声轻起朱唇 好 一字出口 声音犹如火黄提名 英气与五妹同在 好听 他不敢相信这是自己的声音 试着发出几个拟声词 再也没有往日的沙哑之胆 赵无声名谋如喜 焕发着灼灼光彩 他两只手搭在林明肩头 隔着桌子 用力把他往回一扯 两人的距离突然拉到极近 鼻尖与鼻尖几乎相处 能够清晰感觉到彼此的气息 林明问 赵姑娘 你这是 赵无声一脸认真 你不是说我需要镜子吗 自从受伤后 我从不携带镜子 所以借你的眼睛当镜子 言罢 他微微仰头 脑袋左右轻晃 借助林明的双眸 来查看自身薄梗硕的肌肤 赵无声气息身云细长 带着如兰花般的幽香 林明与他距离很近 呼吸间满是他的香气 林明 心情忽然变得愉悦 因为 他见到美好之物 从破败中走出 绽放本应属于他的美丽 赵姑娘 赵无声伸出手指 按在林明的唇间 以后叫我无声姐 林明汗手微笑 好 无声姐 赵无声按着林明双肩 让他做回原位 然后抬手失去他额头上的细密汗珠 辛苦冥帝了 以后你就是自家人 有事尽可喊我 林明笑了笑 好啊 如果有打不过的 那就得劳烦无声姐出手 哈哈哈哈 没问题 旁的事情我不太懂 干架杀人我在行 赵无声笑容豪迈 却有一股无双风姿 这一刻的他 再也不逊刘雅飞分吼 众人 三 delta 三 亏了 又一个绝世美人没有把握住 林明这家伙 已经成为人家名帝了 这是男人们的心态 女子们或揪着衣角 或攥紧小拳头 看着赵无声和林明 他们中 有三分之一欣赏林明的风神俊朗 有三分之一倾慕赵无声的英灵气度 还有三分之一眼神诡异 脸上却挂着美滋滋的笑意 似乎在脑海中播放什么 不足为外人道的画面 这时 赵无声蹭的一下站起来 向林明郑重鞠躬 此恩等同再造 多谢 林明伸出手 拖起赵无声 无声姐客气了 赵无声抬头 做了个俏皮脸后 他一把捞起袖口 露出两边手臂 上面遍布刀剑伤痕 或新或旧 既然已经再造 那就回炉的更干脆一点 林明 不多时 赵无声双臂的刀剑伤痕恨恢复完毕 他大多都是已经结痂的老伤 疤痕脱落下来 立刻露出心嫩的肌肤 然后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与周围肌肤变得一般无二 整个过程在众人的见证之下 再一次提现 林明郁字神闻的神奇之处 这时 兼修医术的学子们 已经饥渴难耐 还请林明学哥解惑 为何你的郁字神闻 有疗伤功效 此神闻应该表示更加 能够加强其他神闻或者武器的效果 为什么在您手中 却能致病疗伤 恳请手袭解惑 恳请手袭解惑 林明笑了笑 须按双手 周围顿时安静下来 欲还有一种含义 欲和 欲疗 自欲 正可疗伤之用 听完林明的叙述 众人漠然 每一个字的意思都能理解 甚至连接成句成词还是认识 但是他们始终无法透彻 有几位学弟学妹 同样掌握玉字神闻 却死活 无法达成林明所说的功效 众人急得好似热锅上的蚂蚁 无可奈何 某人发问道 可有具体的依循方法 能够更好地领悟这一层真意 林明摇摇头 再具体的 我也不明白 应该怎么教 人群中 某男阴阳怪气道 还请林明学哥 不要藏着掖着 天赋神才 怎么可能教不会我们 赵无声冷哼一声 拍刀出鞘 哼 一柄黑刀掠空而过 精准地在人群中 找到那位阴阳怪气的家伙 刷刷刷 没有任何多余的言语 连环三刀 一刀秃头 一刀破衣 一刀碎裤 煞时间 那男子只穿一条蟹裤 脸上长得通红 却一动也不敢动 黑刀横跟在他咽喉处 锋利地 认透着孙寒的意 赵无声悠悠道 有的话能说 有的话不能说 明帝天真善良 不与你计较 但我的眼睛可不如沙子 众人静若寒蝉 因为确实没几个打得过他 但是 他们对赵无声的话很不认同 灵明才不天真善良 他昨天出见干脆利落 一节目之斩杀莫玄机 可也不是好惹之人 随后的秩序比较稳定 大部分都是学姐学妹上来 请灵明疗伤 或者小生告知伤势 相约某个时间 毕竟有些伤 并不好当众治疗 食堂顿时化作了医馆 一个早上的时间悄然溜走 灵明的早餐 已经彻底凉了 他吃也不是 不吃也不是 这时 鹤发童颜的云袍老者走来 他是唯一一位 与众多学生一起排队的导师 老夫孟元昊 老者并没有自视过高 不会理所当然地认为 灵明应该知道他的名字 灵明起身 坐衣行礼 学生灵明 身后 赵无声同样向老者行礼 见过孟师 灵明笑道 孟师身上有何伤势 孟元昊摇头 并无伤势 只是有几个问题 请灵明公子解惑 不知而下问 并不以为耻 灵明从眼前这位老者的身上 看到了真正古师夫子的气度 灵明神色肃然 端正衣冠 仿佛正在等待老师考教的学生 请说 孟元昊汉手 眼底闪过一抹欣赏 随后又变得古井无波 两人就玉字神文开启话题 随后畅想神文世界 一席话说的酣畅淋漓 周围人先开始听得很明白 到后来有点模糊 再后来完全跟不上两人的节奏 就算是一些导师 或者赵无声这样出类拔萃的内院弟子 也只能面面相去 孟元昊倾其一生研究神文 他有这等才识 众人并不意外 但灵明今年不过十八 就算从娘胎里开始学 也学不到这个程度 随后 化作一馆的食堂 又化作了学堂 在午时的饭点时刻 整个玄文书院的学生前往食堂 却不是为了吃饭 而是为了听灵明与孟元昊的对谈 只要能够听懂其中的一枚两枚神文 那就是莫大的收获 众人如痴如醉 食堂的打菜大妈和大叔 却非常无语 今天这波窥大发了 饭菜都没人吃 根本没人欣赏他们的手艺 午时 喂食 生食 偌大的食堂 已经坐满站满了人 外面的门窗上 还扒拉着一堆又一堆 时不时有人欣喜若狂 哈哈哈哈 我明白了 多谢灵明首席 多谢孟师 原来如此 神文有多阴 还有多阴 难怪我的领悟始终不透彻 神文凝炼 始终卡在银色光辉的地阶上品 可有人记下今日之事 这绝对算得上一桩美谈 好啊好啊 听灵明学歌与孟师对谈 在下虽没有感悟到什么神文真谛 但却萌发了创作欲望 准备写一本一句杂技 就叫食堂神文去路 傍晚 夕阳西下 灵明的肚子发出轻微的咕噜声 没办法 实在是 早餐就没吃两口 中餐单脆就没吃 现在都到晚上的饭点了 待在食堂 干饭人却不能干饭 这是怎样的一种折磨 没有人懂 灵明捂着肚子 笑了笑 猛失见谅 孟元昊左手捋着胡须 眼底闪过一抹笑意 无妨 小友恶坏了吧 今天且先到此 灵明没有在意 称呼上的细微变化 赵无声眼底 却闪过一抹压抑 他知道 孟元昊性格古板而执拗 用毕生时光研究神文 从不与人刻意显得清静 然而 灵明对谈之后 他竟然以小友来称呼灵明 这说明他把灵明当作同辈论交 这时 孟元昊拿出一枚环形玉佩 小友一席话 打开了老夫许多思路 受益匪浅啊 哪里哪里 孟老客气了 灵明咧嘴微笑 随手接过玉佩 放入纳戒中 然后捂着肚子起身 欠一汗手 急匆匆地加入排队打饭的行列 目送灵明跑远 赵无声压低声音道 孟师送的玉佩 是神文博物院的信物 不错 孟元昊微不可查的汗手 赵无声嘴角微先 多少人梦寐以求的 他却根本没有意识到重要性 孟师不该特意说明印象吗 神文博物院也不过是研究神文的组织之一 没必要看得太重 不愧是掌握一千枚神文知识的梦师 赵无声苦笑 您可真敢说 实话实说而已 孟元昊淡然道 赵无声眉梢不受控制的跳动 就算您不看重神文博物院 但也应该知道 那梅玉佩究竟意味着什么 直接这么给了明帝 对他并不一定是好事 孟元昊撇过头 看向赵无声 眼眸中满含深意 你不懂 他语速很慢 双眼微微闭上 停顿片刻后 用唏嘘至极的语气说 今日见到灵明 老夫才知道 什么叫做生而知之 双目猛然睁开 他指示赵无声 平生第一次啊 老夫自愧服辱 赵无声眼瞳骤然收缩 他知道孟元昊对灵明的评价很高 但他没想到 评价居然会这么高 简直离谱 周围人或许并不明白 这位老者的分量 但是赵无声相当清楚 孟元昊虽然不挂职 仅仅是普通的导师称谓 但在清明周内 孟元昊堪称逃离满天下 他说话比院长李京涛 和副院长赵恒加起来 还要管用 孟元昊对灵明如此欣赏 将会带给灵明 许许多多无形的好处 赵无声张了张嘴 还想说什么 但是一个眨眼间 孟元昊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完全看不出孟师的手段 更别妄测其修为 赵无声苦笑两下 微微摇头 不多时 灵明端着饭菜归来 三人份 孟师人呢 灵明问 赵无声摆手 走了 饭都不吃 这可对身体不太好 灵明摇头 孟师修为 怕是早就到了圣者之上 吃饭不是必须的 赵无声嘴角微抽 口不对心道 嗯 是有点 灵明 那这多余的饭菜怎么办 赵无声 都什么时候了 还关心饭菜 他铁定还没有意识到 玉佩的重要性 挑眉瞪了灵明一眼 赵无声说 我吃 这时 天色暗淡 食堂门口的夕阳余灰中 双马尾 冲天变得上官云烟 风风火火冲进食堂 他直奔灵明所在 啪 一掌拍在桌子上 上官云烟以鼻孔对着赵无声 听说你要当灵明的姐姐 赵无声带眉微扬 哪里来的小丫头 上官云烟哼了一声 我不允许 明帝 他是谁 赵无声侧头看向灵明 听到他对灵明的称呼 上官云烟鼓起左腮帮 两只小拳头紧紧捏着 听好了 我叫上官云烟 现在要捶你了 赵无声嘴角微不可查地翘了翘 单手轻按刀柄 哄 一缕契机自刀中乍现 上官云烟双眼瞪大 两只手猛然合适 啪击 他掌指香和震散契机 人却向后退了数步 咦 高手 难得见到的高手 或爷爷 你不准出手 上官云烟急吼吼喊了一声 然后 突然化作虚意 下一秒 他出现在赵无声和灵明之间的长桌上 鞭腿如斧 横劈而出 赵无声翻掌而起 立万数切 他手掌如刀 刀芒厚重而不丰锐 碰 问想中 上官云烟再次飞退 然而 他在半空中借力 双腿在空气处猛登 脚底板似有神闻一闪而过 碰 剧烈的空暴声响起 他的身形快了无数倍 绕着赵无声来回窜动 时不时出拳出腿 赵无声端坐着 身形如中似佛 闻 他两只手掌却化作刀锋 时而灵活 时而诡辩 时而霸裂 毫无死角 两人的对决 一时间难分高下 陷入僵局 灵明淡定微笑 自顾自地吃菜 顺便欣赏 近在咫尺的两人对决 有着点 打架无所谓 但不要浪费粮食 好 赵无声答应道 上官云烟话多一点 没问题 刚才只是试试 他的妙无尽 有没有水分 免得一不小心打死了 激烈的交战 与淡然的干犯人 形成鲜明的对比 众人 暗中的霍老气的牙痒痒 却只能对灵明传音 臭小子 赶紧出言劝一劝 灵明埋头猛 扒两块肉两口饭 一边咀嚼吞咽 一边轻微汗手 霍老 劝架的关键时刻 还要扒两口饭 这是什么奇葩 下一秒 灵明摊开手掌 一双筷子 化作两柄飞剑 准确切入两人对决的中间点 上官云烟化作一抹流光 退到灵明身旁 扁着小嘴 干嘛 赵无声望了灵明一眼 然后伸手去拢 桌上剩下的两份饭菜 上官云烟没有转头 手上动作却半分不慢 飞快拿住了距离他较近的那一份 现在是干饭时间 当然要一起干饭才对 灵明微微一笑 好好看的笑容 上官云烟睫毛微颤 眨眼问道 干饭是什么 灵明笑了笑 召回化作飞剑的筷子 边吃边告诉你 随后 灵明简单解释了干饭的含义 上官云烟咯咯笑不停 赵无声眉宇间柔和许多 然而 女子总能找到属于他们的战场 上官云烟举起筷子 高喊道 干饭了 他和赵无声的战场 顿时转移到餐桌上 暗中的霍老子能无奈无脸 两刻钟后 灵明见识到了 什么是真正的干饭王者 在他吃一份饭菜的过程中 上官云烟傻吃傻 仗称下五份 赵无声却吃了十份 而且 看他轻舔红唇的模样 显然远远没有到极限 赵无声的胃口 绝对不是带的 众人看着赵无声 心中富匪道 资荣秀丽又如何 这饭量 这气度 比男人还大 怕是娶回家的不是媳妇 而是一尊严 这一刻 灵明心中回想着 赵无声最开始说的话 给一百没金币 媒婆都不愿意帮说清 恐怕不仅是因为伤疤 还与其他方面息息相关 惨败者上官云烟欲哭无泪 委屈巴巴瞅着灵明 灵明抬手放出玉字神文 然而上官云烟 这不是生病 而是吃太多了 没救 上官云烟哗啦一声 驯然欲起 赵无声不厚道的大笑 哈哈 小丫头比战力比范量 你都差得远了 上官云烟倔强地撑起身体 鼓着肚皮 似乎还想打一架 这时 霍老的声音响起 三小姐 老朽得罪了 话语落地 上官云烟消失于无形 疑似圣者 赵无声眼眸亮起 似有战意凝聚 矗立片刻 他看向灵明 传音道 明帝吃饱了吗 灵明汗手 随后两人一起走出食堂 行路间赵无声提醒道 孟师送的环形玉佩有特殊点 一定要细细查看 灵明笑着答应 好 多谢无声姐 身份 赵无声瞪眼挑眉 一掌落在灵明肩头 以后和我不准说些 灵明汗手 咧嘴一笑 好 嬉闭笑脸的 赵无声摇摇头 我先走了 过几天给你介绍一位新朋友 他比我还能打 谁 灵明好奇 能让一位如此豪杰气的女人说出 比他还能打 该是怎样的女汉子 秘密 赵无声微笑 抬手落在脸颊上 不过可以给你一个提示 他脸上十字刀伤 我希望你能帮他治愈 灵明汉手 无声姐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我会尽全力治疗 明月高悬 灵明漫步走在青石板路上 周围一片灯火通明 悬石雕刻的路灯 透出书院的古朴苍桌 轻微扭着脑袋 灵明的目光落在灯烛火星中 今月所发生的一切 在他的脑海中回荡 着重点有几个 第一 回顾他在饭堂中帮众人疗伤 在半天的时间内 他帮小半个玄文书院的人 进行疗伤 这可不是在做慈善 而是有目的地进行排查 他要找出黑袍人物远 不然的话 睡觉 吃饭 修行 都不得安稳 就像一柄刀 始终悬在头顶 第二 他意外结射三人 刘雅飞 赵无声 孟元浩 两位女子各有千秋 都是让人极为难忘的类型 孟元浩更让灵明惊讶 他几乎怀疑 对方是一位穿越者前辈 因为对方对于神文的理解太深厚 并不比他这位炎黄子孙差多少 脑海中一路回响 不知不觉 灵明走回了自己的小院 进入小院 他眉心跳动关子神文 一双心眼营造出诸多细节 有人来过 灵明眉头皱起 一路走到凉棚下的石桌旁 石桌上摆着一封信函 他没有贸然靠近 拿出几枚金币 运用剑字神文的万物化剑 嗖嗖嗖嗖 金币化作飞剑 切开信函露出里面的信纸 没有其余任何的灵气波动 他确定封信函 确实是普普通通的信函 打开看了一下 灵明瞳孔微缩 信函是赵恒留下的 上面写了 昨日晚上到今天白天的调查情况 他们一无所获 没有找出特征相符的人 好家伙 玄文书院高手静静初 却查不出物悦到底是谁 而且看着信函中的态度 显然是不准备继续追查 这只有三种可能 要么 他们查到了什么 不敢继续查 要么 赵恒与物悦有所勾结 要么 他敷衍我 故意不去追查 灵明微微摇头 扬起脖梗 看了看天 然后走入内屋 物悦的事情暂时没有结果 而他本来也没有把希望 寄托在玄文书院的追查上 白先生显然对弦乐楼更了解 两日之后的后山之约 他可以详细向白先生请教 念及于此 灵明不再琢磨物悦是谁 他合上房门 拿出了孟元号赠送的环形玉佩 玉佩通体乳白 时而有玄清光辉流逸 玉佩雕刻的图案乃是双龙细珠 重点不在龙而在珠 只是看了一眼 灵明的心神完全受其吸引 仿佛这是一道连通某处神秘之地的大门 只不过这门没有开启 片刻之后 灵明恍然回神 无声解说 环形玉佩有特殊之处 我好像找到了 可是又有哪里不对 无法使用 灵明眉心浮现观字神闻 心眼全力运转 集中注意力观察环形玉佩 他确信找到了玉佩的特殊之处 能够开启一扇特殊的门 然而 灵明并不知晓具体的开启方法 就在这时 他眉心的神闻空间中 魂 破两字交织的子鸣吞悬异象 发生异动 一道一道紫光滑彩飞出 在灵明眼前凝聚成无数丝线 丝线裹缠着环形玉佩 似乎想要把他拉入神闻空间 灵明 别想欺误穿越者 最基本的修行 常使我还是有的 神闻空间绝不允许容纳 除了神闻之外的其他东西 他挥手切断了所有的丝线 然而 环形玉佩忽然亮起银银光辉 其中传来一道后秒的声音 十月初十 玄门开 十月初十 那不就是半个月后 玄门开又是什么意思 难道说 刚才看到的那道门户 就是玄门 灵明微微皱眉 想不出答案 他仔细看了环形玉佩一眼 然后 收好玉佩 过后的两天 灵明在小院内修行 时不时有铜窗或者导师上门 请求灵明帮忙疗伤 灵明来者不拒 能治疗的就帮 不能的就直说 渐渐的 灵明的玉字神闻突破了 紫光萌发 这时 他的院落外 潘毅悄然而至 潘毅得知了肖出阳与灵明的简短交手 不相信肖出阳会轻易败在灵明之手 此来就是想看看灵明的实力 然而 走在竹林小道上 潘毅远远地看到灵明的小院内 金光一闪 向着紫光转化 然后整个小院紫意盎然 这是天阶的金光神闻 晋级超脱品阶的紫光神闻 潘毅脚步微顿 急目远眺 灵明突破的神闻不是别的 正是玉字神闻 此神闻拥有强力的治愈疗伤智能 财天阶时就很神异 超脱品阶后更不可揣步 而且 灵明说过 他的玉字神闻对自己的效果比对别人更强 潘毅毫无犹豫 扭头就走 他心中打定了主意 晋级断体径 而且完成皮毛 血肉 筋骨 这三个小层次的断体后 再来寻找灵明切磋 因为 在赶灵境内 灵明几乎无敌 他拥有剑 玉两眉紫色神闻 前者主攻杀 后者主守护 盘毅想不出任何一缕圣机的存在 走得干脆利落 灵明心眼早早看到了竹林小鹿的来人 他虽然不知道 盘毅具体来意 但看盘毅行不稳健 气度斐然 他就知道 对方没有伤势 来者多半不善 然而 两人还未交谈 灵明已经不站上 不得不说 他心中还有点高兴的 这时 灵明对面的红发老者笑道 小有何故开心 灵明扭了扭头 目光贴过院门 省却一番麻烦 当然值得一笑 老者咧嘴笑了笑 站起身 抱拳道 恐怕不仅如此吧 他指了指飘 在灵明与他之间的玉字神文 看着那让人艳羡的紫光 小有心胸宽广 无偿为人疗伤 老天终究不曾辜负啊 我是为了排查嫌疑 可不是真正的无偿 灵明略微汗颜 但这话不好明说 笑了笑 灵明说 徐老言重了 不过是力所能及 帮衬一把而已 好个力所能及 单单这一点 世间多少人做不到 哈哈 老者笑声嘹亮 红发皆张 笑声久久不绝 仿佛一头苍狼笑语 忽然 他收声直视灵明 好事虽好 但很可能变成坏事 他人若习惯了 你释放的好意 有一天你不再释放好意 反而会在他人眼中成为恶人 灵明心中一灵 明白老者这是在告诫自己 认真思考片刻 灵明洒然一笑 道理 晚辈明白 不过 晚辈行事但凭本性 只要无愧我心 他人如何看 与我何关 徐老笑了笑 少年人 学未良 老夫许奥东行走江湖属十仔 也曾如你这般 可惜 最后的下场你也看到了 言罢 许奥东一蹶一拐 向外走去 灵明沉寂一瞬 然后朗声道 那又如何 前辈后悔了吗 许奥东没有回头 走到小院门口 背对着他 拍了拍腰间长刀 当然不 灵明也谋犯起笑意 那许老就多来几次 慢慢的 腿伤就好了 届时 许奥东不就还是三十年前横刀行江湖 专砍不平时的许三刀吗 许奥东脚步微顿 然后继续向外走 只不过 这一次 他的背脊更加挺直 似一柄爵士刀锋 直欲出鞘 当他消失在竹林小路尽头 他的声音才悠悠飘来 下次来 我会带几位沃云堂的老朋友 一日清晨 玄文书院 后山 说是后山 其实是连绵成片的山脉 东边连通着试炼森林 在这片山脉中 所有山峰都不算太高 但其中有一座山峰 常年环绕云雾 看起来颇为玄妙 所以 他被命名为玄武风 林明的目的地 就是玄武风风顶 他长发飘然 随性披落尖头 依旧一系白袍 一袍上 银白丝边勾勒出淡淡的纹饰 腰缠玉蓝锦绣腰带 在腰带侧面悬挂着暖白勾玉 脚下一双附云靴 神色不紧不慢 林明石尖上 沿着青石搭旧的山路 抵达了半山腰 坑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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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林明寻声走去 看到一名银白短发少女 正在树林中练剑 她的剑法相当特别 拔剑出鞘 斩击 收剑回鞘 同样的动作 她重复了一次又一次 在林明的肉眼观察下 少女每一次拔剑的动作 完全一致 无论是迈出脚步的时机 速度以及距离 还是落部挥斩的力度与角度 亦或者收剑回鞘的姿态 分毫不差 就像最完美最精准的机器一样 少女没有动用任何的灵气 纯粹以肉身练习剑术 她额头上密布着 米粒大小的精英汗珠 后背几乎近湿 显然已经练了不短的时间 林明站在实杖之外 静静观察着少女 她没有贸然靠近 一是不想打扰少女练剑 二是不想让对方误会 她有恶意 少女没有因为林明的到来 而停止练剑 仿佛没有产生点滴心绪 依旧故我 拔剑 挥斩 收剑 林明肉眼看不出更多细节 索性换上心眼 这时 她看到更多 也更加了解少女的强大 少女每一剑 不论是收还是放 身心始终整合如一 拔剑必然动步 剑步跨出 三尺剑锋同样掠起 脚步落下 剑锋必然斩到尽头 仿佛那里正好就有一位敌人 被一剑毙命 练尸无人似有人 好剑法 林明忍不住出声轻赞 少女不为所动 抽剑而回 步伐回撤 站定时 三尺剑锋入鞘 剑鸣与脚步声合一 然后 少女继续拔剑 在关子神闻的心眼加持下 林明更加明白 少女的剑术与众不同 那三合外 三合化整如一 几乎有种人剑合一的感觉 虽然少女没有展露灵气 无法判断她的境界 但林明猜测 对方不会低于妙物镜 因为肉身与心魂彻底结合 是太合镜的标志 而少女的一举一动中 仿佛有某种独属于她的规则 显然 她正在追求 突破太合镜的道路 那绝不可能是感灵镜 断体镜 只能妙物镜 很简单的动作 林明却看得如痴如醉 她的目光 甚至没有落在少女绝美的容颜上 始终专注在那手那不那剑锋 时间犹如流水 悄然溜走 少女的练剑时间结束 一缕阳光打在她银白短发上 熠熠生辉 她收剑回翘 转过身 正面看着林明 我是个青皇 你是谁 林明微笑 林明 这时 她看清楚了葛青皇的面容 银白短发齐耳 鹅蛋脸 眉如柳叶 眸若朗星 小巧穷鼻 樱桃蜜嘴 乍看之下 她有一股温柔似水的气质 眉宇间透着灵慧 钟林明秀 林明脑海中闪过一句赞词 然而 葛青皇绝美的容颜 却在左脸颊上留下十字伤疤 淡淡的 不深 林明注意到自己的失礼 慌忙收回目光 葛青皇却不在意 目光炯炯有神盯着林明 你也是见羞 林明愕然 不明白葛青皇是如何看出来的 又如何把话题跳转过来 林明斟酌片刻 总觉得在少女面前 自称剑修是一种失礼 或许是因为对方付出了努力 而他还没有开始努力 他摇头道 其实我不能算是剑修 只不过是三天前 侥幸领悟了剑字神文 葛青皇眼眸亮起 能让我看看 你的剑字神文吗 他一边说 一边挥手召唤出他的剑字神文 林明 太奇怪了 不是人街的墨色 不是地街的银色 不是天街的金色 也不是超脱品街的紫色 葛青皇的剑字神文 湛蓝如水 蔚蓝如空 若要形容 应该算是清空之蓝 林明一时间有点呆滞 下意识到 这是什么品街的神文 葛青皇回答道 特殊神文 算是特殊手段凝炼的超脱品街神文 这时 林明想起 自己还没有展示剑字神文 林明伸出手 并指成剑 只肩飘出一枚紫色神文剑 看到林明的剑字神文 葛青皇略微一呆 美眸轻轻眨动 然后恢复过来 你的神文很厉害 他顿了顿 又说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超脱品街的剑字神文 你的不算吗 林明问 葛青皇微笑 不能完全算 我的剑字神文 是用特殊方法凝炼的 和你的先天子气神文不同 你的剑字神文 又称为鸿蒙神文 乃是诸多神文中 品街最高的一种 话题到此 感染而止 两人毕竟初次相识 并不会继续深入畅聊 气氛一时间有点尴尬 林明想要找到下一个话题 脑海中飞速翻找 忽然 林明闪过一个念头 赵无声对他说过 要介绍一位 比自己还能打的朋友 让他认识 提示就是 脸上有十字伤疤 林明张了张嘴 正要出口询问 却又突然觉得 有点唐突 以另外一位女子 来引出面前女子的话题 这好像不太对劲 而且 如果葛青皇不认识赵无声呢 那就更加尴尬 他顿了顿 眼角于光 瞥见葛青皇的古朴长剑 一抹灵光闪过 林明急忙抓住 敢问学姐 你练的剑术是什么 话语出口 他就有点后悔了 两人关系非亲非故 贸然询问武技和功法 乃是一种忌讳 然而 葛青皇不以为意 大大方方道 我练的是拔剑术 这是一种武技 是我幼年得高人传授的一张武技图中记载 剑痴少女 林明 幼年得到高人传授 红福齐天啊 林明微不可查地摇头 散去脑子里多余的念头 然后说 释放武技应该需要灵气 可我看学姐刚才练剑 从头到尾都不曾调度体内灵气 葛青皇笑了笑 仔细审视了林明一番 学弟现在还是赶灵静 休息的重心还在神闻 需要的是好的神闻书 到了断体静后 就会着重休息身体 等到你断体大成 战斗时就不能轻易曝露神闻 免得暴露自身底细 同时 在这时候 武者可以把神闻的力量 通过更巧妙的方式引导出来 这种方式就叫武技 而记载武技的物品 被统称为武技图 灵明汉手 但学姐刚才练习武技不曾使用灵气 这是拔剑术的特殊要求 葛青皇微微摇头 这是我发现的训练方法 适用于任何武技 不过 一开始会很难受 可能连武技都用不出来 但是习惯熟练之后 当你真正使用武技 加入神闻和灵气的力量 会产生质的飞跃 灵明了然 点点头 简单说来 就是同阶之时 战力更强 随后 两人就武技的通识点小聊片刻 然后互相道别 刚刚走出没两步 发现对方都是前往玄武峰峰顶 白先生相邀 葛青皇问 灵明汉手 对 一起 葛青皇说 灵明笑了笑 好 一起 灵明和葛青皇结伴行 沿途闲聊 得知彼此都是白先生邀请而来 这邀巧 葛青皇微微一笑 牵动了左脸颊的十字伤疤 灵明欲言又止 顿了顿 却还是说出口 学姐脸上的伤痕 需要我来治疗一下吗 葛青皇微微一笑 伸出食指抹过脸上的淡淡伤痕 不用 这伤痕于我而言是一种警醒 灵明诧异 他没想到 有女子愿意在脸颊留下伤痕 葛青皇不多言语 沿着青石台阶上 似乎因为这个问题 两人再度陷入沉默 一路无话 他们在半壳中后 抵达了玄武峰顶 灵明扫眼看去 把周围环境尽收眼底 并不算太大 方圆不过几十丈 植被不算少 但有一株歪脖子 数分了三道叉 让人印象深刻 树下 一汪轻弹 水面冒出蒙白雾气 冷 不用伸手去试探 灵明已经对青坛的温度 有了自己的判断 就在这时 一道拳风从灵明身后袭来 没有杀意 灵明微微皱眉 观自神闻浮现眉心 心眼映照出身后来人的动向 肩部绒发之际 灵明侧面倾一步 一只小巧的拳头 裹挟进风擦过耳盼 灵明侧头看清来人相貌 上官云烟 灵明右手剑指立刻加速 加大力度 抢在上官云烟便是之前 准确点在他的手腕脉门上 灵气吞吐 毫无保留 上官云烟冷哼一声 旋转小臂 煞时间一股庞大的扭曲旋转之力出现 灵明眉心观自神闻 闪过一抹紫光 葛青皇眼底略起一抹诧异 心道 又一枚紫色神闻 这位学弟深藏不露啊 这时 灵明心无旁骛 全副心神应对上官云烟的特殊全境 肉眼看到外在 心眼看到本质 灵明看到的 不仅仅是上官云烟的拳头 还有这一拳的核心神闻球 又是一种看不懂的颜色 充满少女气息的粉红光芒 灵明来不及问 直接变指为掌 顺着上官云烟的手腕用力 然后在横前面的方向上 加了一缕急促的劲力 哄 上官云烟拳头的那股奇特力量 顿时散去 正整个人向侧面划过弧线 喷喷 摔落在地上 他的身体却没有一点灰尘沾染 而且 上官云烟落地时 还带着仿如皮球一般的反弹力 谈但谈 连续几下 完成缓冲 上官云烟站在原地 单手插腰 指着灵明叫嚷道 好你个灵明 我们约好了的 你却到处勾三搭四 这是什么意思 上官云烟先声夺人 灵明 小妹妹你这样说话 别人铁定会误会的 灵明眼角 一抹余光撇到学姐的神态 果然 可青黄眉宇间的义区变了 她不再悠闲悠哉 欣赏之意也淡去许多 反而在目光中多了几分审视 戒备 那是女人对于花心男子的天然戒备 灵明欲哭无泪 脸色如炯 上官姑娘 有话好好说 拜托不要说得这么有奇异 上官云烟哼哼一声 撇过头去背对灵明 咱们的是一个月后就要办了 你却在这里跟别的女子清早散步 灵明 好家伙 这句话说得真有水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和你结亲呢 八一中文网 灵明一句话脱口出 然后给出一个白眼 上官云烟猛然回头 你变了 不再是那个养眼帅气 却不为外人所中的宠物宝宝 说着 他伸出手指指向葛青皇 这个女人又是谁 来自哪里 比我还能打吗 葛青皇眉头微微皱起 旋即舒展开来 首先对着灵明歉意一笑 然后他双目闪耀神光 瞳孔骤然化为清空之色 没有去看上官云烟 而是看向在虚无之中的霍老 葛青皇单手按住剑柄 声音中还有一丝冷意 护道者在旁也不管管吗 暗中 霍老心神微动 没有想到一位境界远低于他的人 却能准确看出他的位置所在 而且算上灵明 那就是两个人 霍老从虚空中走出 身着一袭悬黑长袍 面孔隐藏在兜罩之下 他正要张口说话 却察觉到了葛青皇双目的特别 抬起手 挡住脸庞 霍老说 我家小姐做事 何须向他人解释 老朽不过一名扑从罢了 伴随着言语 霍老周身燃起铺天盖地的气势 煞时间 天地仿佛为他所主宰 方圆上百丈化作他的领域 霸道 那无形的气势 犹如垂天之云轰然杂落 灵明双脚进入地面 三寸有余 我承受的还只是鱼波 学姐面临的威压 至少还要更大十倍 灵明心中闪过念头 老者的修为超过灵明的认知 他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强 他只知道葛青皇绝对不是对手 这时 葛青皇常见出鞘 坑问 清脆的剑鸣声 一如先前听过的那般 好听 悦耳 节奏都没有变化 葛青皇一步迈出 挥剑撩机 仿佛在清晨升起了一道心愿 此 剑破长空 无形威压 瞬间剪去大半 不可能 妙无尽之人 怎么可能破去我的气势 霍老瞪大双眼 葛青皇嘴角微先 眼眸淡漠 并没有回答 穷乡僻壤之人 胆敢轻视老夫 霍老眼底略起寒芒 正要再一次出手 忽然 上官云烟飞也式地冲来 一拳头砸在霍老胸口 轰隆 霍老半步不退 但他身后的一大片空气 却凝结成了脸盆大小的球体 球体猛然炸裂 霍老一袍灌注飓风 呼啦啦作响 谁让你出手的 上官云烟不悦 嘟着嘴 下巴皱出几道纹路 听到这句话 霍老虎平一袍中流转的疾风 然后抱拳道 三小姐物要怪罪 此人探究我身份在先 按家族规矩 可以杀之 上官云烟 又一拳头落在霍老的胸口 碰 别拿家族规矩压我 霍老 你是想让我上官云烟 当你的魁偶吗 上官云烟直视霍老 霍老语色 这可是天大的帽子 上官云烟 是上官家嫡系第三女 而且是这一辈 天资最妖孽的一位 培养她成为魁偶 那就是对上官家有所图谋 等同于叛逆 属下不敢 霍老垂首 姿态更低三分 从上官云烟对她的称呼上 她看出前者真的生气了 与平常不一样 不是发小脾气 这就有点难搞 霍老迟疑 上官云烟还不解气 但对方表面态度良好 打又打不动 她也不知道 如何舒缓心中欲气 僵持不到半秒 林明站了出来 伸出手指指向自己双目 照这么说 那我林明 岂不也是该死 前辈应当知晓 我也同样有另外一双眼睛 看的东西 可不比学姐的清空之眼差 就算你改头换面 只要出现在我面前 我一定可以认出你来 文言 葛清皇微微一笑 心道 这位学弟 肯为他人鸣不平 确实是古道热肠之辈 上官云烟大大的眸子 绽放极旅喜悦意味 点点头 帮腔道 就是就是 这等做派 岂不是摆明 为我上官家招惹麻烦 霍老 他不说话 都照下的面皮连连抽动 看向林明 霍老眼底绽放寒芒 傅匪道 好 好小子 强出头 注定没有好下场 三言两语 妄想讨得三小姐欢欣 开玩笑 他可是上官家出了名的古灵精怪 难伺候 老夫就不与你一般计较 看你怎么被三小姐玩到死 霍老对自己的位置摆得很正 面对庞大的上官家 他绝对没有任何信免的可能 所以 无论上官云烟如何对他 他都不会心生不满 而且绝对不能再有下一次逾越规矩的举动 护道者被强行召回家族 那就等同于进入冷宫 所有资源削减九成 若真出现这等后果 他还想要再进一步 真正突破圣者境 那就只能是吃人说梦 霍老姿态千功 让上官云烟挑不出毛病 然而 他眼中的寒光瞒过了所有人 却没有瞒过林明 林明心眼如炬 上一次就察觉到 这位老者对自己还有不善的意味 这次更加细微地关注他 他的面部虽然有特殊阻挡 心眼无法看穿 但他浑身的姿态是难以掩饰的 第一 身体僵硬了极短的片刻 第二 袍袖微微抖动 映照在林明脑海中 得出的画面是他猛然握紧拳头 除了最为明显的两点外 还有其他几处细节 综合起来 再加上一点小小的逻辑推理 林明判断出来 这位霍老心中怒急 但对上官云烟的身份极其忌惮 所以 他所有的怒气都瞄准了我 只不过还分不清是一时上头 还是真的谋定后动 要对我一击必杀 林明脑海中千回百转 实际上没过去多少时间 上官云烟窜到林明身旁 胳膊肘顶了顶林明的侧垮 喂 多谢啊 预备宠物 林明 你就真的吃顶我了 一个月才过去三天 你看不到我的进步吗 切 你进步我就不会进步啊 一个月后 我直接不压制境界 突破到妙物境 那就 嘿嘿嘿 上官云烟一脸坏笑 旁边 葛清皇暗自无语 再一次为先前误会林明而感到惭愧 尤其是上官云烟那拙劣的言语引导 他现在就没想通 为什么会上当 葛清皇保持微笑 控制呼吸 让一口空气悬停在肺部 间隔片刻才缓缓吐出 仔细思考后 他发现自己没有太明显的表露 也就是说 误会并不算成立 但是 葛清皇乃是剑修 真正的剑修 修剑也修心 他过不去自己这一关 看着灵明的侧眼 葛清皇暗自决定 必须找个机会弥补 这时 上官云烟暗戳戳瞅了他一眼 凑到他耳畔 小声道 灵明是我的宠物 绝不让给你 言语未落 上官云烟犹如清风 飘到霍老身旁 驱赶霍老进入虚空 霍老陪笑两声 然后身形淡淡隐去 忽然 高空上一道垂落天际的云笔直落下 正正砸在霍老头顶 哄 霍老双脚陷入地面 几乎没过膝盖 谁 霍老撕裂云气 冲天而起 然而 又一道垂落天际的云朵砸下 哄 他刚刚拔出来的双腿 又陷了下去 这一次 真的没过膝盖 霍老气机流转 猛然震碎云气 内气机运转不息 眨眼间 在周身半寸之内 凝炼五彩光芒 那是灵气游虚化石的过程 让他整个人 仿佛披上了幻彩云霞 紧接着 霍老双手抬起 举过头顶 仿佛扛着一尊 巨大厚重的山河顶 这时 又一道云气自天空砸落 意料内的轰声没有出现 那云气被强行收在霍老双手 然后构筑出了小半个山河顶 灵气你握 不是单纯的用灵气构筑外形 而是真正的借助自然之力 凭空凝炼一尊青铜山河顶 完全不符合科学原理 灵明漠然 再次感受到 自己对苍旋界的陌生 或许在这个世界上 牛顿根本就没有棺材板 他正在脑中吐槽时 上官云烟窜了过来 笑嘻嘻道 我上官家的武技还行吗 是不是看起来特别亮腮 当我的宠物 就可以学到哟 某我之心不死 灵明翻起白眼 花里胡哨 不实用 哼哼 才不会 虽然我刚才很生货爷爷的气 但他可不是酒囊饭袋 但也很强很难练的 计谋不得逞 上官云烟小嘴一扁 甩起冲天马尾便扫过灵明鼻子 咬 灵明侧闪半寸 葛清皇这时完全弄明白了 上官云烟和灵明之间的关系 前者对后者有所求 只不过求得比较古怪 居然是当宠物 后者对前者爱答不理 巴不得前者不要出现在眼前 敏唇轻笑 葛清皇微微摇头 看小孩子般 看向上官云烟 上官云烟六十敏锐 察觉到葛清皇的视线顿时不干了 脚步一挪 身形一闪 眼瞅着就要向葛清皇递出他的小拳头 葛清皇驱止轻弹剑柄 哇 见在窍中鸣 带有一种让人镇定的韵味 看 马上要打起来了 更有意思的事情出现 上官云烟的注意力马上转移 这时 霍老头顶举着山河顶 拔地而起 脚下倒倒泥土尘埃 汇聚成长约 杖许的尘土之龙 而高天之上 一袭白袍拨开云雾 仿佛神人凌晨式 哇 上官云烟张大嘴巴 两手放在眼眶处 使劲看向高天云雾中 这是谁啊 林明心眼最多十几丈距离 肉眼更是看不到 只能摇摇头 这时 葛清皇说 白先生在天空中出手 他是在帮我和学弟出气 林明汉手 回想霍老双脚陷入地面 拔起 又陷入来回数次的场景 开怀一笑 上官云烟眉心眉肺 跟着一起笑 这时 霍老举顶飞到半空 白先生青苔手掌 猛然落下 沉寂一瞬 高天之上大片大片的云朵坍塌而下 坠落中化作各种兵器 刀枪剑击辅月沟 应有尽有 同样是灵气泥雾的手段 两者招式骤然接触 拼铃趸郎 撞击声 快密 三秒后 霍老脸色大变 手中山河顶轰然炸裂 微弱的五色光芒闪过 霍老身上批挂的幻彩云霞炸开 然后 他整个人化作一道长虹 砸落地面 哄 烟尘激荡而起 灵明 葛清皇 上官云烟三人 各自有特殊手段 清晰看到了霍老的狼狈样 四仰八叉 身体呈大字形 陷在地面 双目无神望着天空 这时候 白先生一不悠然 出现在地面 他悠悠开口 今日 在下教导学生 就不需要旁人观看了 此清此景 怎一个霸道了得 灵明心生惊现 他惊现的不是白先生 而是这样的人生 灵天如神 快意恩仇 江湖气与书生气最完美的结合 这一刻 灵明对于武道修行的期待 更饱满了 强者逍遥自在 路见不平 拔刀出手 不 甚至不用拔刀 而是以天地为兵器 用云朵你刀剑 何其震害人心 修行 一定要修行 仅仅天才是不够的 必须成为强者 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 灵明用力握紧拳头 葛清皇美眸含笑 腰间古朴常见清明 显露他内心的不平静 站 他很想与白先生一站 因为对方太强了 不是境界高深 而是真正的强 以太和境的实力力破半不胜者 这绝非常人所为 这时 上官云烟脑袋一斜 撞击灵明臂膀 哇 这次真的来对了 白先生的本事大发了 或爷爷被按在地上摩擦了眼 好端端躺在地上 却无故躺枪 被人捕刀 这是什么人间疾苦 灵明心疼 霍老三分之一秒 然后不厚道的笑出声 扑呲 不满黑线 呆至无神的双目恢复过来 挣扎着撑起双手 坐起来 霍老凝视着白先生 你 什么境界 不是我的学生 还问这么多作甚 白先生淡然挥手 一股无名狂风袭来 掘出霍老身下的数寸地皮 然后搭着人远去 嗖 破空声清响后 霍老已经远在天边 伤害不高 但侮辱性极强 霍老遥遥望了白先生一眼 轻声呢难道 非圣者静 甚至不曾入道 却能逆刑罚我 这是什么妖念 学文书院白先生 你绝非清明周之人 远在天边的声音 明明声音很低 但却悠悠传来 在玄武风顶扩散 林明微微一愣 先生跨越两重大境界 击败那位 白先生汗手 然后屈指轻弹 空气中凝结半透明叫边 啪 林明脑门挨了一下 不疼不痒 然而 身旁骤然响起上官云烟 扑哈哈的大笑声 林明转头去看 上官云烟笑得前仰后合 找不着气 活脱脱一个撒野的小丫头 葛青黄嘴角的弧度 深刻三分 却又略微克制 但眉宇间的晚耳出卖了他 林明漠然 赶忙在眉心浮现 观自神闻 亮出一双星眼观察自身 然后 他关到自己脑门上的 一道红色印子 两指头宽 从发际线正中 蔓延到左边眉梢 没啥副作用 但相当丑 看起来好像有人 在他脑门胡乱涂鸦一笔 林明摸了摸额头的红色边痕 猛逼道 先生 你为啥打我 白先生没有回答 而是屈指在谈 半透明教鞭悬空浮现 林明捂住头脸 然而 教鞭不找他 啪 笑个不停的上官云烟顿时不笑了 单手捂着额头 遮蔽额头上的教鞭痕迹 死到有不死平道 林明松开捂住额头的手 为上官云烟的意气感怀 上官云烟不是安分的主 对着白先生呲牙道 坏蛋 话语落地 教鞭再次飘起 啪 又挨了一下 他抬起另一只手 捂住另外半边额头 可是 他的手掌有点小 玉纸纤细还漏缝 指缝间露出两条痕迹 一者淡红 一者嫩黄 林明倒吸一口凉气 小声道 居然还带多彩特效的 没想到 白先生看起来和和气气 下手那是真的刁钻 葛清皇意外地看了林明一眼 没想到学弟说话如此 风趣 延迟那一下 多半是在找形容词 林明笑了笑 算是回应学姐 这时 白先生目光悠悠转来 定格在林明脸上 刚才那一边 是罚你问了不该问的问题 林明 下话线 白先生说 上了玄武封顶 那就是我的学生 而我的学生有个规矩 至少能够跨越一个大境界 击杀敌人 上官云烟挨了两教鞭 却还是不服气 多浓到 屁的规矩脸 这丫头天生不服管教 上官家是怎么教的 难道都是放养啊 白先生眉毛微挑 没有召唤轿鞭 而是轻飘飘道 你的手只有两只 还能遮住第三下吗 上官云烟呲哑两下 活像不知畏惧的小老虎 偏要去找大老虎打架 白先生无语 须抬手掌 一抹 上官云烟顿时净声 不论如何大喊 也无法发出半个阴姐 林明憋笑 越看上官云烟 越觉得这姑娘可爱 特别顽皮的那种 就连神文和武技 都自带求求特效 简直了 他摇摇头 散去脑海中的杂念 恐怕还不够 白先生颇为意外 没有想到林明会到出此言 仔细看了林明几眼 白先生双袖隆起 儒雅汗手道 那你说说 应该怎样才够 林明伸出食指 摸了摸眉梢 我觉得 不能够跨越 两个大境界杀敌 那都不好意思叫做天才 我认同 葛清皇抬起手 轻轻撩过刘海 晨曦照耀下 银白发丝闪耀熠熠光辉 上官云烟嘟了一嘴 不瞒葛清皇 抢了他的台词 然而 他声音被封印 无法说话 只能脑袋来回清白 双马尾冲天 便跟着摇晃 表达自己的意思 古灵精怪 白先生微笑 调侃一声 然后袍袖威震 一抹气机闪过 上官云烟 恢复有声状态 他嬉嬉一笑 谁还不是个宝宝 但宝宝和宝宝之间有所区别 真正的宝宝就得有价值 眉头末尾一句话后 他正色道 咱家老头也说过类似的话 境界不过是庸人的束缚而已 能说出此言 你家老头不是寻常人 白先生汗手微笑 上官云烟怂怂间 避开这个话题 白先生也不多好奇 不去探究上官家的情报 但是 他的眼底窜起一某怪异 在苍玄界内 境界与境界之间的差距宛如鸿沟 堪称一镜一重天 能够跨越境界对敌 就是很强的天才了 而能跨越两个境界对敌 那都算得上不是出的天才了 林明居然敢说 跨两个大境界杀敌 这岂不是说 在他眼中 根本就没有人是天才 白先生漠然 忽然想起 前几日 林明在妙屋镜手上 坚持半个时辰不死的事 他还真的有资格说这句话 白先生心中赋匪一句 嘴角微先 看着面前的三位学生 天资纵横 就算是天元周 也很少见到这样的天赋神才 不过 年轻人不能太志得意满 该有的压力 还是需要给出来的 白先生微微一笑 上前一步 志气高 是好事 那就让我看看你们的本事 别只会说大话 林明张嘴 正要说话 但上官云烟更快半拍 他踏前一步 抬起手掌 四肢并拢向回勾了勾 来来来 上官云烟是个急性子 向来不喜欢忍事情 刚才被白先生压制 现在当然要找回场子 他挑衅的扬了扬眉 你压制境界 咱俩打一场 白先生微笑 不急 学生还未到齐 上官云烟摩拳擦掌 颇为不耐烦 还有谁 白先生说 等 闻言 葛清皇席地坐下 横剑膝盖前 两眼闭目 闻 此刻的他就像神剑收入剑翘 古朴无华 却有一股让人无法忽视的气度 与白先生一战 虽然不分生死 但他无比重视 归继全身气息 葛清皇全身心调息 灵明下意识看去 心中充满好奇 剑修 葛清皇是他接触的第一名剑修 而且是一名奇女子 简而言之 又扬眼 又符合他心中对于剑修的定义 脱俗 坚韧 飒爽 不知不觉 时间飞逝 灵明关注葛清皇的眼神没有挪开 上官云烟百无聊赖 余光乱扫 恰好撇到灵明的视线 宠物不乖乖 就该打 领着小女生不让好玩之物 远离自己的心态 他抬起脚步 就要冲向灵明 忽然 灵间窜出一只毛茸茸的白色小家伙 恍如一道白色闪电 掠起半空 咦 上官云烟的注意力被吸引 循着白色小家伙的身影望去 完心大动 他抬起的脚步 重重落下 哄 地面留下一道深刻的足印 他借力飞出 身躯拖着残影 冲向白色小家伙 两者轨迹相接 上官云烟奋力伸手 白色小家伙柔弱无骨 半空中扭动两下 避开 上官云烟眼眸清亮 乍显星光 好玩 他急忙张开另外一只手 挡住白色小家伙的行动路线 上官云烟额头上的两道叫边痕迹 顿时暴露 白色小家伙口吐人言 嫌弃到 哪里来的丑八怪 言罢 他身形幻化如风 又似流动的溪水 绕着上官云烟的脑袋快速移动 然后掠到他的身后 上官云烟戴眉微皱 攥紧小拳头 他有点小小的生气 从小到大 还从来没有人说过他丑 轰隆 上官云烟回身摆拳 白色小家伙中拳 哀悠一声 紧接着 身躯不受控制的拳躯成球 裹成一团 只能看到软乎乎的白色绒毛 上官云烟一把抓住白色小家伙 双手捧着 一边抓闹蹂躏 一边走回来 他单手举起手中的白色小家伙 圆球 对灵明咧嘴一笑 现在 你只能是宠物二号了 灵明 这次轮到我躺枪 灵明装作听不到上官云烟话 不回复傻子 就是对傻子最好的回复 八一Z扣 白先生抬起袖子 一道微风袭来 裹着上官云烟 让他和白色小家伙分离 微风解开束缚 白色小家伙舒展身体 抖了个机灵 他一身雪白 莫约巴掌大小 毛茸茸的尾巴 却比身躯还要长 双眼雪亮 呈现琉璃透明的水色 萌雾 灵明前世看不得动漫加起来 都没有一只吉祥物 比眼前的白色小家伙更可爱 这是 灵明看向白先生 白先生笑了笑 虚手一礼 只向白色小家伙 白色小家伙人力而起 站在青草地上 欲掉昂扬而自豪 乌乃太古一种 天水雪雕 如等可称呼吾 鹿雪叶 个头最小 气势最足 灵明心中吐槽 脸上挂着笑意 他走到近处 蹲下去 伸出食指 按向陆雪叶的小小脑袋 陆雪叶本来不想被灵明触碰 却在灵明身上 感觉到一抹熟悉的气息 他站在原地不动 溜原的眼睛咕噜一转 对准灵明 就那么看着灵明摸下来 温暖 数百年不曾感受过的温暖 陆雪叶感受着脑门上的温度 脸庞露出人性化的笑容 喵呜 他发出类似猫叫的声音 蹭了蹭灵明的手掌 然后一溜烟 窜到灵明肩膀上站着 白先生暗自心惊 上古一种天然 对人类抱有戒心 怎么对灵明如此亲密 上官云烟伸手去摸白色小家伙 白色小家伙嫌弃后侧 绕着灵明的脖梗 窜到另外一边尖头 然后 他对上官云烟 做了个鬼脸 心好心好 智障 抓不着 他摆动尾巴 依靠在灵明的耳根处 好温暖 陆雪叶做出的鬼脸 顿时变为沉醉的笑容 上官云烟 下化现 他感受到了赤裸裸的恶意 该死的差别对待 为什么 陆雪叶尾巴翘上天 昂着脑袋 两只小爪子插腰 俺乐意 你管不着 言罢 他又迷醉地蹭了蹭灵明的脖梗 咬 灵明缩缩脖子 胆掌脱气 白色小家伙会议 呼拉一下窜过去 站在灵明的手掌上 仿佛这个动作 已经做了数千次 特别自然 这时 白先生说 现在人到齐了 那我们可以开始对战教学 文言 葛清皇缓缓睁开双目 他目光化作清空之色 似有点低心灰在其中燃烧 那是灼灼的战役 白先生微微一笑 稍安勿躁 一个一个来 人人都有份 听到有架打 上官云烟抛下 只给他冷屁股的白色小家伙 一马当先站在白先生对面 他竖起大拇指 虚点胸口 我先排队的 当为第一 白色小家伙上蹿下跳闲不住 沿着灵明手臂 攀爬到他的肩膀处 悄然询问 这是要干什么 灵明笑了笑 解释了一番对战教学的含义 陆雪爷顿时缩成一团 你们真不怕死 居然敢和那家伙打 他慌忙出声 朝白先生喊道 我不是人 不用参加对战教学 第一次见识到 上古一种的后脸屁 众人 灵明伸出手指 逗弄两下白色小家伙 小雪 你这么惧怕白先生 陆雪爷哼哼唧唧 扭了扭身躯 然后瞅了一眼白先生 不能说不能说 灵明微微一笑 捧着这个浑身发抖的小家伙 好了 安心吧 不逼迫你 这时 葛青皇提醒道 要开始了 灵明微微汗手 转移视线 看向叙事待发的上官云烟 只见 上官云烟扎着高马步 两只拳头收回在腰间 他浑身的气势 不断声腾凝聚 仿佛有一头无形的凶兽 附在他的身上 敢不敢应接我一拳 上官云烟语速略微缓慢 显然凝聚这份气势 对他并不轻松 白先生抬起手掌 谋若古井 并无波澜 来 我站在原地 让你出三招 只要你能让我一动一毫厘 我就为你准备一份大礼 上官云烟点了点脑袋 抬手指向天边 你很强 霍爷爷不是拥手 你能跨越境界战胜他 真的很强了 话音未落 上官云烟一脚踏地 化作虚影冲向白先生 沿途中 他周身的空气凝聚成一颗半透明的圆形球体 球体很大 环绕他周身 他忽然缩小凝聚到他的拳头上 一拳递出 哄 白先生的手掌犹如无形之风 忽然抵住上官云烟的拳头 这时 上官云烟眼底闪过一抹会侠 他肩膀微动 手臂顿时多出一股力道 二重叠剑 这是一种极难掌握的搏杀技巧 然而 白先生的手掌纹丝不动 仿佛这只是寻常小姑娘的普通一拳 上官云烟面色不变 焦和道 还没结束 他拳头裹挟的半透明小圆 骤然膨胀变大 第三重净力爆发 真正的杀手锏 因为第三重并不仅仅是第三重 而是叠加了前两重 有点意思 白先生掌心吞吐灵气 两股力量在拳掌之间爆发 哄 以交接点为原心 空气城波浪状抖动 向外扩散一个大圆 这些劲气急速扩散 吹拂场边的三者 葛清皇不为所动 没见他怎么动作 但却有一道剑芒凭空出现 展 他面前的进风顿时化作虚无 葛清皇转头看向灵明 本想出手帮他抵挡进风 然而 灵明比他更加淡然 还在逗弄着掌心中的白色小家伙 空气的波纹在灵明周身 无声无息消逝 紫明吞悬异象 发挥得无形功效 灵明还没察觉 白色小家伙 却察觉到了紫明吞悬的气息 他轻易地用雪白 肠尾扫了扫灵明 满含好奇地盯着他 葛清皇带眉微屏 他没有看出灵明的手段 这位学弟本事也不小 就在这时 上官云烟另一只拳头砸出 轮起一个半圆 朝着白先生的脸干过去 白先生不闪不闭 也不招架 哄 上官云烟一喜 打中了 然而念头刚刚闪过脑海 一股佩然俱力 顺着他的拳头传导而回 上官云烟倒飞出去 砸在远处的一棵树干上 怎么 还要藏着掖着 你的天生神力 应该一起用出来 白先生微笑 上官云烟一愣 怎么看出来的 白先生摇头 摊开手掌 勾了勾手指 再来过 还有两招 上官云烟却直接摇摇头 不必了 我打不过你 就算加上天生神力 也不可能让你一动半步 难得 你这性子却能知进退 上官家的佳学 果然不简单 白先生点头 回秀 一道清风飘过 抹除上官云烟额头上的 两道叫边痕迹 上官云烟咧嘴一笑 毫无心理负担 转身就走 回到林明身旁 他指着自己的额头 得一道 我的痕迹没有了 林明弯曲手指 这有什么好炫耀的 我高兴 上官云烟嘟了嘟嘴 林明摇摇头 用看智障的眼神 看了看上官云烟 这时 陆雪叶窜到林明尖头 拱了拱他的耳垂 到你了 到你了 林明轻眨双眼 扭头看向葛清皇 学姐先情 好 葛清皇微微汗手 单手拎着古朴长剑 走到白先生面前 陆雪叶不满道 为什么让他先 林明装作压低声音 你都那么怕白先生 那我也得更小心点 多观察观察 上官云烟嘖嘖两声 没用的 姓白的确实很强 他上去也一样 林明 毫无自知之明 上官云烟见他不说话 还摆出一副古怪的脸色 心中顿时燃起一股莫名气 他凑近过来 相风扑打林明的面孔 说 我和他 你认为谁更强 林明脱口出 当然是学姐更强 上官云烟额头冒起黑线 没有想到 林明一点面子都不给他 说得这么快当 你 你 你 小心我揍你哦 现在 你忘记一个月后的宠物之约了吗 林林无所谓的摆摆手 你现在动手 约定直接作废 厚脸皮的坏蛋 上官云烟哼一声 转过头 眼不见心不烦 陆雪叶和上官云烟不对付 见到他吃扁 立刻补刀一句 他没有说错 那位姐姐比你可强多了 一剑至少可以砍你这样的八个 上官云烟猛然转头 凶巴巴呲哑 一号宠物和二号宠物都不乖 这时 白先生说 安静 都仔细看 待会我要考笑你们 答不出来的额头加石鞭 上官云烟嘴角抽抽 压低声音道 今天放你们一马 你也有认耸的时候 林明心中吐槽 扬起眉梢 笑了笑 恭候 上官云烟 白先生摇摇头 这是真的有点无可奈何 突然 葛清皇拔剑出窍 喊 剑鸣如黄鸟提叫 带有清澈心灵的震惊效果 场边 林明 陆雪叶 上官云烟 下意识停止了一切动作 集中全部注意力 仔细凝视 葛清皇手中的三尺清风 清亮的古朴长剑 悬停半空 沉寂一瞬 葛清皇与古朴长剑 同时前冲 这一刻 他和他的剑 仿佛两位协同作战的 最佳搭档 一人 一剑 以绝快速度 围攻白先生 速度太快 林明的肉眼完全跟不上 只有心眼可以看到 这时 白先生一只手臂 来回翻飞阁挡 已经渐渐有点跟不上了 玉剑术 剑影双绝 妙 他微微一笑 出声轻赞 然后首次动用双手 煞时间 袍袖犹如两道宽大的飓风 无论葛清皇的攻击多么迅猛 飓风总能在肩不容发之际挡住 葛清皇久攻不下 在一次攻击后 向侧面闪去 站在白先生三丈外 他并止为剑 指尖冒出三寸剑芒 同时 葛清皇的古朴长剑 飞掠半空 吱吱吱 空气中响起细微的电流声 然后 惊雷起 古朴长剑附着雷光 密密麻麻 宛如蜘蛛网缠绕 嘖嘖嘖 空气中窜起电流 紧接着 长剑化作雷光从天而降 白先生拖掌格挡 剑尖在他掌心上方半寸遇到阻碍 无法寸境 仿佛这半寸距离就是天欠之隔 中间的距离是无限 这时 白先生微微一笑 以剑引雷 好神通 着实不差 他手掌翻转 屈指轻弹剑尖 爹 翠响明彻四方 古朴长剑不受控制的颤抖 然后 弹飞出去 葛青皇没有去接 而是化作一道影子 略向白先生 只见三寸剑芒直取白先生眉心 白先生微不可查的汗手 已视对葛青皇的满意 他虚暗一掌 周围沉寂一瞬 紧接着地面轰然军裂 在他面前拔起层层叠叠的土浪 土浪从上而下 以负压之势席卷出去 葛青皇不为所动 只见剑芒闪耀 悍然出职 剑芒化作飞星 眨眼间穿过层叠土浪 白先生侧头闪避 发丝却断去树根 他眉风青阳 眼底欣赏之意 更加浓郁 然而 葛青皇招式未停 剑来 他红唇倾起 古朴长剑 化作一道剑光 没入他腰间剑翘 右手轻握剑柄 一步迈出 拔剑出鞘 啃嗡嗡嗡 拔剑朔 明眉眼微台 肉眼瞪大 心眼宁神 绝不愿意错过这一剑的风华 上官云烟也不闹腾 明亮的大眼睛中 升起九道光圈 他的瞳孔泛起神光 一瞬不瞬凝视这一剑 陆雪叶小爪子 揪着灵明耳垂 看呆了 灵明丝毫不觉得疼 因为他眼中只有这一剑 或真架实的剑修 剑如飞红 人似飞仙 葛青皇的拔剑术 动用了灵气 身法似乎也有特别 一步迈出在落下 已经诡异地出现在白先生侧面 他双目化作清空之蓝 眉心一枚神纹 若隐若现 剑斩迅猛而过 不显剑光 不起剑锋 于朴实无华中 蕴藏至强威力 白先生脸色微变 以右脚为轴 左脚画圆弧后撤一步 不然 他来不及出招 就会中招 而这一剑 给他带来危险的感觉 他不愿意硬扛 毕竟当这几位学生的面 若是挂彩了 那就真的是丢脸到姥姥家 白先生袍袖泛起微风 风聚云气 化作一串虚虚实实的锁链 缠绕古朴长剑 然而 葛青皇双瞳泛起璀璨青蓝 全身灵气鼓荡 古朴长剑见名嘹亮 嗡 锁链炸开 葛青皇的灵气短暂枯竭 但他的动作依旧稳定 犹如最精密的机器 一丝不苟 继续斩击 面对没有灵气加持的一剑 白先生心中的危机预警 却提升了十倍 他脸色不再从容 迅速再退一步 拉开缓冲距离 然后双手合十加住古朴长剑 哼 剑掌相交处 空间泛起连衣 仿佛随时都会破碎 灵明处理原地 呆愣愣不动 葛青皇公布剑斩的姿势 定格在灵明心中 这一剑 他仿佛看到了某种剑道真谛 心中有所顿悟 他头顶冒出剑字神文 紫光满十方 后面的事情 灵明就不知道了 他陷入顿悟状态 脑海中不断回放着葛青皇的拔剑一击 一剑 两剑 三剑 另外一边 白先生看了一眼葛青皇 微笑道 对战教学先告一段落 可 葛青皇言简一概 白先生微不可查地摇头 松开古朴长剑 先一步走向灵明 他心中轻叹 葛青皇各方面无可挑剔 就是性子太清冷 片刻后 众人围在灵明身旁 白先生随手布置尽致 遮蔽玄雾风风顶 陆雪叶站在灵明肩头 一时间有点手足无措 他这时候动也不是 不动也不是 毛茸茸的小脸满是忐忑 灵明身上充满让他熟悉和清净的气息 白色小家伙不愿意破坏灵明的顿舞 这时 上官云烟伸出手指 眼看就要戳到灵明的脸颊 陆雪叶瞪了他一眼 用蚊子叫一般的声音立刻道 不许动 不许破坏我哥的顿舞 上官云烟善善收回手指 我又不是想要破坏 只是有点好奇 他是怎么进入顿舞的 白先生 他想不明白 为什么陆雪叶称呼灵明为哥 这种亲密超乎寻常 有些事情注定没有答案 白先生眼帘半合 招招手 清风徐来 一股清风拖起陆雪叶 让他从忐忑 害怕打扰灵明突破的状态中解除 另一股清风推开上官云烟 避免多动症小姑娘 按耐不住内心的好奇 破坏了灵明的突破 毕竟坏人道徒 就是生死大仇 他不希望这几位未来的师弟师妹们 闹出大矛盾 然而 上官云烟的好动好奇 无法无天是鸣刻在骨子里的 越是阻拦 越是来劲 他也知道自己的性子 双眼汪汪地望向白先生 还是给我下个静止吧 主动求禁锢 这是不想打扰灵明 但又怕自己克制不住 虽然看似刁蛮 但本性良善 如此可教掖 白先生意外欣喜 正要出手禁锢上官云烟 这时 葛清皇踏前一步 持剑横举 轻微的剑名声 传入上官云烟耳畔 让他内心变得镇顶安宁 好神奇 上官云烟看了看葛清皇 微微点头致谢 然后问道 他怎么进入顿悟状态的 白先生默然 太阳学谈起两根青筋 顿悟本就无计可循 问谁都是白问 总有个契机吧 上官云烟摇头 葛清皇指了指灵明头顶的剑字神文 斟酌着说道 或许与学弟领悟的神文有关 能够领悟紫色神文 他对于剑道的清河 是外人难以想象的 白先生说 应该没有那么简单 紫色神文会带来相应的大道清河 但顿悟这种事情可遇不可求 八一自扣 若真说契机 大概是最后的拔剑一盏 拔剑术 葛清皇轻声嘀喃 然后四字语四叙述道 有这个可能性 先前我和学弟在半山腰偶遇 当时我正在练习拔剑术 他看得分外入神 我见其心无旁骛 便认定他为同道之人 等练剑完毕后 我与他交流片刻 却发现他真的凝练了剑字神文 而且还是超脱品阶的紫色 顿了两秒 葛清皇又说 两相结合 或许学弟的剑道清河 刚好对应了拔剑术 陆雪叶蹿到葛清皇尖头 雪白常尾裹着自己 卖萌道 那你可以教教我哥吗 葛清皇思考三秒 然后点头 可 陆雪叶蹿到葛清皇手背上 人立起来 鞠躬道 姐 葛清皇正了正 嘴角泛起淡淡糊涂 看到这一幕 上官云烟心中酸溜溜 瞅了瞅陆雪叶 赶怀着这白色小家伙 揉捏起来毛茸茸的手感 白先生眼中闪过一抹诧异 他听过葛清皇的事迹 也做过一些调查 葛清皇虽然不如玄文剑院的墨硬雪尸杀 但也绝对不是随和之人 然而 葛清皇与灵明见面 还没过半个时辰 居然答应 把刚才那一剑传授灵明 一名真正的剑修士 不屑于撒谎的 拔剑术有多强 白先生亲身领教过 所以更清楚拔剑术的分量 这是葛清皇真正惊艳到他的一招 这时 上官云烟突然问道 小白 你为什么叫灵明为歌 白先生茫然 小白是谁 白色小家伙陆雪叶毫无自觉 还在对葛清皇卖萌 葛清皇按了按他的小脑袋 叫你呢 陆雪叶眨眨眨眼睛 两只小爪子捂住耳朵 我不听我不听 TT Sigma 放学别走 上官云烟肺都要气炸了 他就想不明白 白色小家伙与灵明亲 与葛清皇亲 为什么就是不搭理他 就在这时 灵明头顶冒出几枚神文 力 速 隐 关 玉 魂 魄 除了中立 素 隐 其他全部都是紫色神文 而且 剩余的三枚神文 皆是金光浩瀚 仿佛随时能够 晋级超脱品阶的紫色神文 众人 这还有天理吗 这还有王法吗 就算是妖念 也没有这么夸张的吧 上官云烟小嘴巴微微张开 他知道灵明有紫色神文 但他不知道 灵明的紫色神文 多得超高半数 紫色神文也太多了点吧 他看向白先生 白先生 下话线 人与人的差距 确实有点大 摇摇头 白先生安慰道 有些事情羡慕不来 他的语气中 有着极许动容 因为 他比另外几人 都更加明白 灵明的天赋 恐怖到什么程度 在两天前 灵明没有凝聚魂魄 两枚神文 然而 两日不见 灵明又凝聚两枚紫色神文 而且 这两枚紫色神文 瞅着好像有点不对劲 那意向并不普通 一道道紫色环绕 却向内部旋转 围绕魂魄两字 构筑出黑色漩涡 玉 剑 关 三枚神文的紫光 被牵引到漩涡中 似乎在进行某种吞噬 这时 露血液上半身与下半身的骨头 仿佛脱节了一般 前者对着灵明 后者保持不动 喵 就是这个气息 他眼眸亮起光芒 嗖得一下窜气 化作一道雪白流影 冲向灵明头顶的魂 破两字 看到白色小家伙的举动 白先生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 顿时响起魂破两字构筑的神奇异响 他惊察出声 紫明吞玄 难怪 难怪白色小家伙对灵明充满清静感 葛清皇说 紫明吞玄是什么 白先生侧头回应 紫明吞玄意向原理未知 但凝聚对应神文之人 有一个莫大的好处 全身灵气将会慢慢转变为玄气 这种玄气比灵气更加贴近大道本真 简而言之 就是在品阶上比灵气要更高 而且 玄气对太古一种有莫大好处 能够加速其成长速度 葛清皇汉手 那小家伙是天水雪雕 太古一种 所以他特别清静学弟 上官云烟揪着冲天马尾便 眼珠子孤溜溜转着说道 我好像听阿爹说过 太古之时的人们修行 是不需要感灵和断体的 因为那时的灵气太过于浓郁 生灵降生时 已经度过了这两重境界 那时的人们真正修行的是玄气 上官云烟看了看 灵明头顶的白色小家伙 这时 陆雪叶正欢快地围绕紫明吞玄的黑色漩涡绕圈圈 偶尔深呼吸一口 便能得到一缕玄气 他全身舒态 还想要多吸几口 白先生微微摇头 挥手一招 白色小家伙 身体不受自身控制 飞到白先生手掌中 你吸收的玄气 必须先练化 不要太贪心 陆雪叶朝灵明伸出小爪子 仿佛还想要 但他知道白先生说的有道理 他的身体 已经有点阴影障痛了 点了点小脑袋 陆雪叶说 学生省的 白先生嘴角微先 松开他 这时 灵明头顶忽然又闪过一道紫色光芒 先开始试一点 后来变得如同紫气阴晕 让人根本无法看清楚 到底是什么神闻 这是灵明的出眉神闻 静 此字一出 紫明吞玄也要退避三射 再也不敢吞吐 其余三眉紫色神闻的紫光 白先生瞪大双目 凝视新出现的这眉神闻 他想要穿透茫茫紫气 然而 穷尽目力 也无法看到分毫 怅然若失 白先生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内心恍惚 他那难道 那是什么 没有人能给出答案 上官云烟痴呆般 看着灵明的出眉神闻 瞳孔中凝聚九连环圆圈 展开特殊桶树 一无所获 他的眼神也有了一丝茫然 还好 没心没肺的他 眨眼间脱离出来 好厉害 我都看不透 选他当宠物 果然没有错 陆雪叶人立而起 小爪子拍拍胸口 我明哥不是凡人 厉害得很 不过 你后半句话没有说对 上官云烟醋眉 什么 陆雪叶抽抽鼻头 自豪道 你当明哥的宠物 还勉勉强强 上官云烟脸色沉下来 露出小虎牙 乃凶乃凶的 陆雪叶一溜烟 跑到葛青皇身旁 甩了两下尾巴 抓不到 抓不到 葛青皇玩耳一笑 捞起陆雪叶 陆雪叶顺着手臂向上爬 然后站到他的肩头 姐 我哥很厉害吧 单论天赋 我没见过比他更强的 葛青皇微不可查的汗手 他轻拍骨剑 剑鸣清澈 问 双目彻底化作清空之色 葛青皇直视灵明 若没有猜错 学弟便是前几日 三次鸿蒙紫气意象 以及紫鸣吞悬意象的引发者 白先生捏了捏眉心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心境随之平缓下来 八一中文网 没错 单纯的凝聚紫色神闻 不一定会引动鸿蒙紫气意象 若我没有见过灵明的那枚神闻 定然会以为他和盘义 萧出扬 三人各自引发一次 鸿蒙紫气垂落 现在我却能肯定 连日来的意象 皆是因为灵明一人 是的 一定是的 另外两个都是草包 上官云烟斩钉截铁道 白先生奇怪道 你怎么知道 上官云烟怂怂肩膀 昨天晚上无聊 我去揍了他们一顿 白先生 这时 葛青皇宁氏隐藏在紫气阴晕中的镜子神闻 敢问先生 学弟这枚神闻到底是什么 白先生嘴角抽了抽 默然半秒 然后说 我也看不出来 出阳当空 晨曦渐暖 灵明悠悠醒来 双目神光凝聚 常常吐出一口浊气 他的骨头没有发出噼里啪啦的脆响 但脑海中分外清明 原来 这才是剑修 听到他的声音 陆雪叶第一时间窜过来 哥 你终于醒了 灵明渐眉轻轻仰起 嘴角掀起一抹弧度 过了多久 陆雪叶伸出爪子 一根一根掰扯 看这架势 要等他算出来 只怕得到明天 两个时辰出头 白先生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 既然醒了 就过来吧 灵明寻声望去 只见白先生 灵明走过去还没说话 却听白先生问道 什么是剑修 灵明微微一愣 没有想到白先生突然问 旁边 葛清皇妙目定格在灵明眉宇之间 也想听到他的回答 快说说呗 上官云烟搭了巨腔 陆雪叶摇摆身躯 抖了抖雪白尾巴 显然也在期待灵明的答案 灵明笑容深刻三分 没有任何犹豫 直接出口 修剑也修心 您再执中曲 不再曲中求 这就是剑修 一语出 四周记 风声寥寥吹拂 日灰静谜洒落 葛清皇轻拍剑柄 绚烂一笑 犹如夏日圣花 说得好 白先生左袖搭在右袖上 一滑一胆 妙 答得妙 灵明 你牢记此心 他日这天地间的剑道 必然因你而荣光 陆雪叶蹦大起来 欢呼道 我明哥是天生的剑神种子 上官云烟咬了咬下嘴唇 点头承认灵明的厉害 您再执中曲 不再曲中求 说的可不就是剑修吗 白先生身上气息浮动 似乎有所感悟 葛清皇看向灵明 就那么直勾勾的 毫不避讳 他的眼眸中并不蕴含情爱 但却饱含欣赏 一句话充满诗意地说出 何谓剑修 对于灵明 葛清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同辈中 他唯一认可的剑修 或许 正是因为学弟有此初心 才能凝聚超脱品阶的紫色 剑字神文 葛清皇声音悠悠 不似说与人听 却也没有刻意避讳 看到同道中人的眼神 白先生想到自己的青春年华 心底生起一丝怀念 过了片刻 白先生回神 满面儒雅的笑容 来 都先坐下 灵明随意落座 陆雪叶却搬起匹配 他身形的小型蒲团 放到灵明身边 他压低圣燕 哥 以后我就跟你混了 灵明微愣 然后笑着点头 这时 白先生驱止清潭 一道半透明轿边 凭空浮现 指向灵明 来 先由灵明说一下 你观察个青皇 上官云烟的战斗方式 有什么优缺点 最好能够结合一下 你刚才的顿武 灵明嘴角情笑 伸出一根手指 我从雪姐的拔剑术中 看到了闪光点 他在最后一刻 倾尽所有灵气 换得云气锁链的爆破 然后单纯以肉身力量 继续挥斩 按照常理来说 这一剑应该威力大剑 但实际上是威力倍增 白先生点头轻笑 能够看出这一点 不算难 重点是原因 灵明说 如果我没有看过 雪姐练剑术的状态 我也不知道原因 但我看过 原因很简单 来自于成千上万次的练习 雪姐的拔剑术 已经成了本能 上官云烟搓着拳头道 但再如何本能 灵气没有了 只凭肉身力量 绝对不可能变得更强 灵明摇头 谁说只凭借肉身力量的 上官云烟促紧眉头 剑锋的灵气 与云气锁链抵消 短暂的瞬间 应该只有肉身力量可以动用 并不是单纯的肉身力量 灵明双掌相合 然后又分开 那一瞬间 雪姐的拔剑术 耗尽她的灵气 陷入短暂的灵气枯竭 但是游离在外的灵气 处于极端活跃的爆炸状态中 常人在这种情况下 无法继续挥剑 或者说 无法更好的挥剑 但雪姐的拔剑术千锤百炼 本就习惯了 在无灵气状态下的使用 两者结合起来 得到这瞬间的玄妙 她的拔剑术 借助爆炸之力 而非被爆炸之力削弱 白先生出声赞赏道 不错 眼力很好 上官云烟心里不是滋味 灵明这一顿夸 几乎把葛青皇夸到天上去了 然后 白先生反手给灵明来个赞 难受家难受 他别了别嘴 问道 那我呢 我有啥优点 灵明拖着腮帮子思考两秒 你的优点也多 就是根基好 修行扎实 力量大 速度快 而且这进退 上官云烟翻起白眼 赶快的 后面还有个 但是就别藏着 掖着 直说吧 还是个懂行的 确实的有这个 但是 灵明笑了笑 就一点 你既然天生神力 就该在最开始的时候爆发出来 上官云烟别着嘴 并不服气 那家伙很强 难道我不该留一手吗 灵明伸出手指 轻微摇摆 留一手留的是底牌 而你最不应该的 就是把天生神力当成底牌 依我看 既然天生神力是你的天赋 你就不该隐藏它 而是堂堂正正的使用它 顿了顿 灵明继续道 其实 修武与兵法相同 都是攻城拔寨 你可以把对方的每一个破绽 看成是一座城池 能够攻下的破绽越多 你的胜利机会自然越大 而兵法之道最讲究的 就是齐正相见 什么是正 什么是齐 上官云烟 Delta 听着听着 就听不懂了 他捂着额头 你 你在说什么 灵明轻轻咳嗽两声 刚才说的 对你或许有点深奥 上官云烟 灵明微笑 眼珠子轻轻转动 直接说结论吧 你错在把天赋神力 当作骑兵来用 换我是你 我会以天赋神力为核心 让所有的招式基于此 此乃正 然后以求自神文搭配其他神文 获得特殊效果 此乃其 两相结合 便是齐正相见 那样 你一定可以逼退白先生 上官云烟皱眉 两颗门牙咬住下唇 活像的仓鼠 他没有第一时间反驳灵明 而在脑海中认真的思考 隔了片刻 上官云烟眉头渐渐舒展 好像有点明白了 上官云烟似懂非懂 心中仿佛卡了一根超长的鱼刺骨 难受 他眼巴巴看了看灵明 再解释解释呗 灵明说 知意行难 你应该找机会实践 这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方法 上官云烟囧着脸 左手钻紧右手大拇指 左扭扭 右扭扭 更难受了 那我现在打你一拳 上官云烟话语出口 身形已动 他不是冲向灵明 而是闪到白先生身后 这时 白先生抬手虚案 一道云气手掌凭空浮现 笼罩上官云烟头顶 啪击一声响后 上官云烟呈大字形啪伏在地 周身裹满云气 被彻底束缚 白先生撇过头 邪逆他一眼 灵明说的没错 你确实需要实践 但 不是现在 云气聚拢 挪移上官云烟做回原位 不过他浑身被束缚住 云气裹斜下 只露出脑袋 看起来就像一头胖瓣 扑呲 灵明失笑出声 上官云烟的脸色更黑了 然而 白先生早有防备 提前施下禁止 让他静音 TT 宝宝要自由 宝宝不想被束缚 上官云烟心中苦闷 却忽然听到灵明说 我设想了一个方案 你姑且可以尝试一番 他点头如捣算 眼巴巴望过去 灵明微微一笑 你以后战斗时 以天赋神力为阳 以求自神文为阴 两相结合 互相不是主次之分 而是互补 这样一来 战力必然在上一层楼 葛青黄弯曲手指 抵住下颌 若有所思 白先生没说话 但心中对灵明观察力 有了新的认知 很强 几乎一眼看到本质 完全不符合 他这个年纪应有的阅历 这时 灵明又说 上官姑娘 你现在差的是实践 而不是认知 那我这里有个 简单而有效的方法 上官云烟大眼睛连连眨吧 示意灵明快说 灵明嘴角弧度略有倾斜 显得有点体患 你每日修行之时 不用去找其他人对练 就找你的护道者祸老 反正他境界高 你怎么尝试 都不可能打伤他 以你原来的方法 和我说的方法 结合起来 然后使劲揍他 相信用不了多久 就会找到五只真帝 魔鬼 陆雪叶缩了缩脖子 抓住自己的尾巴 缠绕在身上 他忽然有点 不敢正眼去看灵明 只敢敲咪咪的瞟一瞟 攥了攥小爪子 小家伙心中富匪道 以后 我万万不能招惹的榜单中 明哥可排前三 白先生露出一丝笑意 你小子 他话没说完 灵明却又补充道 对了 这种事情 其实需要精益求精 上官姑娘 还是养成习惯的好 就算再忙碌 最好每天 做那老头一次 白先生愕然 单手扶眉 为霍老默哀半秒 好气愁的学弟 葛青黄握了握剑柄 忽然觉得有点好笑 陆雪叶身上的雪白毛发 一根一根榨起 暗戳戳 把他的不可招惹榜 顺序再次调换 明哥 当为第一 周围人反应明显 上官云烟也察觉到了 但是灵明这招 根本就是杨某 仔细盘算后 他就发现 灵明说的方法 的确很棒 可行性极高 对他的提升极大 上官云烟向灵明道谢一声 然后问 为什么你能察觉 而我自己修行 反而不自知 灵明笑了笑 因为我多你一双眼睛 这时 白先生道 是那没关字神闻的特效 灵明点头 没错 白先生 方便的话 就具体说说 灵明 可以 简单说来 就是多一双心眼 十多账范围内 先毫必现 白先生一愣 敢天硬的 这是太合尽才有的能力 你这也太变态了吧 上官云烟神力迸发 挣脱云气束缚 身上冒出 层层叠叠的球形光照 红的 蓝的 黄的 绿的 各种颜色层出不穷 层叠的光效 遮蔽他周深 白先生诧异的望了他一眼 没有想到 他突然那么大反应 直接挣脱了云气束缚 灵明择后曹牙疼 他能够明显感觉到 上官云烟说他变态不是夸他厉害 而是真的觉得 心眼是变态用的能力 灵明 根本就看不到 那些引人狭想的东西好不好 这时 葛青皇突然道 上官姑娘 你难道没有注意到什么吗 什么 上官云烟不解 话语刚刚出口 他愣住了 沉寂一瞬 上官云烟猛然发力 硬生生拔地而起 开心大叫 我 我直接破除了姓白的的禁锢 白先生眉梢跳动 额头似有黑线冒起 这时 上官云烟双脚触及地面 半秒停留都不做 窜到灵明身前 多谢 我明白了 我找到 你说的那种感觉了 灵明微微一笑 那一定记得多多实践 上官云烟点头如捣蒜 陆雪叶双脚脱腮 摆出一副崇拜脸 好黑的心肠 棒棒 跟着我明哥 以后一定吃香喝辣 他暗戳戳一笑 稍后的时间里 白先生轮番指点他们四位 很快 太阳挪到正当空的位置 一日内 阳光最为赤烈的照耀中 葛清皇拿出一卷古旧兽皮 递给灵明 这是把剑术的武技图 灵明愣了愣 他不知道葛清皇答应陆雪叶的事情 这时 陆雪叶窜到灵明肩头 举起小爪子 弱弱说了一遍前因后果 听完后 灵明微微一笑 谢过学姐好意 但我不能取之 葛清皇不言语 秋水般的眸子充满宁静意味 这是他无声的询问 灵明帝还古旧兽皮卷 无功不受入 葛清皇摇摇头 不收 你的修行与心性皆是上上之选 绝对配得上这卷武技图 灵明为难道 这并非配不配得上 葛清皇单手握住剑翘 猛然发力 剑身出翘半寸 一缕剑芒化作丝线 环绕古旧兽皮 学弟观察敏锐 能察觉旁人 不能细微体察之事 把剑术在你手上 不会入墨 你若不收 那我也不会收回 只能让他消散于天地间了 灵明 霸道的送礼 还真有点让人心动 灵明看葛清皇态度坚决 一时间不好再度拒绝 他索性脑子转了个弯 学姐要我收下 我便收下 但也请学姐收下我的回礼 葛清皇轻微点头 可以 灵明翻掌拿出一本书 书籍名 神文概略 这是白先生借给他的 学姐送我武技图 那我就送学姐一枚神文 灵明随意翻开 神文概略 学姐人选一枚神文 只要在这书中存在 我就包叫包会 陆雪叶 Sigma 00 真 真的吗 明哥居然还有这等本事 眼馋神文的 他挥了挥小爪子 张开嘴巴想要说话 却又伸出舌头 舔了舔嘴巴附近的雪白毛发 强行克制住身体的冲动 从来没有人敢说 必定教会他人神文 白先生醋眉 眼底却含有几分期待 他接触灵明不算多 却知道灵明做事一贯靠谱稳妥 不会轻易说大话 上官云烟咬了咬唇 没有说话 他想起清明州首屈一指的神文学者 孟元浩对灵明的评价 充满自信 不似作为 上官云烟眼底 仿佛冒出了许多小星星 扬眼又帅气 就是看不腻 这才是他始终要灵明当宠物的理由 什么够不够能打 有没有天赋 他都不在乎 这时 灵明递出神文概略 学姐勤选 葛青皇摇头道 不用从书中找 我的神文不求多只求精 他伸手摊掌 掌心中浮现空字神文 金光四溢 浓郁如水 灵明汉手 学姐想要晋级神文品鉴 对 葛青皇脸颊闪过一抹红韵 他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这个要求 简直是强人所难 他的神文精光满意 就差一步 便可以晋级为超脱品级的紫色神文 但这一步 恰恰就是天欠之格 无数人卡在这里 不得寸进 万古以来都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 这一刻 葛青皇红韵的脸颊 仅曝露在灵明的眼中 灵明轻声呢喃道 家人一世 宛若折现 葛青皇没有听清楚 问了一声 什么 灵明嘴角微先 画风轻转 我给学姐先说说空字神文 葛青皇妙目眨动 好 灵明点点头 开始讲述 空字神文有几重含义 一折表述空白 一折表述天空 他把脑海中 关于空字的各种字意字音讲解一遍 过程中 几人哑雀无声 只有灵明清朗的嗓音 回荡四方 等到他收起声音 葛青皇微微闭目 在脑海中仔细思考 灵明说的空字神文 他没有想到 灵明的讲解 由浅入深 既通俗易懂 又讲出了高妙点 比如 空可代表一种特殊心境 使得心灵空明 这句话对葛青皇的作用相当巨大 似乎能够进一步让他的剑心明彻 这时 他脑海中不断回思 空字神文腾空飘起 金色光辉向内收敛 当空字神文金光收到半寸内 一点紫蕴凭空浮现 那紫色起初并不明显 很快 紫色却有小便大 扩散开来 哇塞 陆雪叶拍着小爪子高呼 明歌厉害 上官云烟傻眼呆愣 樱桃小嘴微微张开 嘴角挂着哈喇子 而不自知 白先生瞳孔收缩 右手微微颤抖 显然内心充满震撼 神迹 帮助他人突破神文品阶 而且是天阶突破到超脱品阶 这完全不合常理 这可不是咸月楼那种 不完全的半成品紫色神文 白先生脑海中 闪过这几日书院内的传闻 孟元昊对于林明在神文一道上 生而知之 自愧俘如的评价 原先 他不相信孟元昊会有此一言 因为对方在天元周都堪称大名鼎鼎 在那神文道榜榜上有名 然而 眼前的这一幕仿佛化作无形的巴掌 啪击一下拍在他的脸上 真的有人可以如此妖念 微不可查地长呼一口浊气 白先生说 林明 你的天资极好 一定可以成就隐藏境界 八一中文网 他的话语把众人从震撼中拉扯出来 目光汇聚到白先生的身上 白先生却直勾勾地看着林明 林明歪了一下脑袋 好奇道 什么隐藏境界 白先生嘴角情笑 深邃的眼眸扫过众人 一指头点出 上官丫头 你家学渊源 由你来说说 上官云烟摆出一副嫌弃脸 不就是吉星呗 没啥稀罕的 你这丫头来历非凡 把隐藏境界当做吃饭喝水 但是对于旁人却没那么简单 白先生摇摇头 正经微作 讲解吉星为何物之前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你们或许都知道 我不是玄文书院的导师 而是两年多前外来的 但你们并不知道我的具体来历 林明回想脑海中的记忆 确实是这么一回事 白先生是院长李京涛 突然带回来的 别的信息一概没有 就知道地位比较超然 实力比较强 人比较神秘 那你叫啥来着 就叫白先生 上官云烟妈撒着下巴 白先生 他清晰地记得 上官云烟听过他的名字 很明显 对方这是根本就没往心里去 白先生捏了捏眉心 无奈道 我确实没说过自己的姓名 顿了顿 他又说 我名为白晨海 来自天元州影视门派 玄宗 上官云烟露出虎牙 我听阿爹说过 玄宗很强 是许多世界的互道隐门 苍玄界只不过是其中之一 灵明剑眉扬起 眉心微皱 语气充满疑惑 许多世界 皱眉头都好好看哦 上官云烟舔了舔虎牙 昂扬脑袋 宇宙浩瀚无尽 你不会以为 只有苍玄界吧 突然听到宇宙这个词语 灵明微微愣神片刻 上官云烟以为他被震住 自得一笑 要是我告诉你 你脚下的苍玄界 其实是圆的 那你会作何感想 灵明 莫的想法 早就知道 灵明耸耸肩 随口说道 还好吧 这一点我在古典点集上 有看到过 大地为圆球 也可称呼为星球 星球有奇异的力量 重力 正是因为重力 我们才得以 站在这片大地上 上官云烟恶然 美美的脸蛋顿时拉了下来 哼哼 今天都不和你说话了 这时 白先生白晨海笑了笑 上官家来自域外 难怪我不曾在天渊州 听闻你的家族 上官云烟撇过头 做了个鬼脸 白晨海倾笑 言归正传 他抬起手掌 掌心中浮现 灵气拟态的小小人形 所谓疾心 就是某一境界 修行超过极限的人 以感灵境为力 常人凝聚五眉神闻 就会思索 尝试突破断体境 此为下等 这样属于急功近利 坏了柱道根基 注定无法走得长远 掌心中的小人一分为二 一者 头顶闪耀五个光点 另外一者 却点亮九个光点 白晨海说 以光点为神闻 前者凝聚五眉神闻 后者九眉 谁更强 灵明 上官云烟 葛青皇都没有回答 陆雪叶举起小爪子道 九眉的 白晨海微笑 那又更强多少 陆雪叶绰绰嘴 思索片刻没有得到答案 只能摇摇头 白晨海点头 很好 不知为不知 顿了顿 他说 在感灵境时 两者差距或许只是一倍 但到了断体境 差距将会拉开 从三倍到十倍不等 灵明皱了皱眉 不是很理解 这时 葛青皇的声音飘来 语调罕见的柔和 断体境分为皮毛 筋骨 血肉 脏腑 筋落五大部分 所以 至少要凝联五眉神闻后 突破才算是真正的断体境 你感灵境凝联的神闻越多 在断体境时 就会有更多的附属神闻凝联在身躯中 学姐特意为我解释 灵明心中生起一丝暖意 汉手笑道 这就像房子打地基 感灵境打下的地基 越坚固越庞大 建造的楼宇越高大越华丽 葛青皇嘴角翘起 微不可差地点点头 这时 白先生继续道 灵明 你对神闻感知 凝联极有天赋 可以现场尝试一下 继续凝联会发生什么 我可以明告诉你 只要能够维持感灵境的境界 却又凝联第十枚神闻 那就踏入了急心之境 好 灵明点头 随手翻开 神闻概略 扫眼看到叶子神闻 他笑道 那我现丑了 就这没叶子神闻 言罢 神闻光辉飘起 灵明指尖泛起神闻凝聚的光辉 陆雪叶 卧槽 明个牛啊 说来就来 毫无征兆 他小爪子 攥紧雪白肠尾 紧张兮兮地盯着灵明 这时 灵明的气息躁动起来 将要超过感灵境的范畴 他的神闻空间剧烈震动 难以压制 神闻空间仿佛要破开 九眉神闻似乎要钻出来 进入身体各处 白先生飘然而起 出现在灵明身后 手掌抵住灵明后心 他轻声道 平心静气 灵明闭上双目 顿时感觉到庞大的力量 从外界涌来 神闻空间的颤抖逐渐减少 然而 灵明的根基太强 九眉神闻 而且大半是紫色神闻 这一点超过了白先生的意料 哄 剧烈的反弹 从神闻空间中震荡 白晨海闷哼一声 气急微致 他脸色大变 继续下去 灵明必然会突破到断体径 届时 他就是害了灵明啊 灵明天资横溢 不成就急心 直接突破断体径 那就是莫大的浪费 白先生眉头皱起 不管不顾 调度身体中的本源气息 这时 灵明睁开双目 眉心浮现镜子神闻 此神闻缭绕紫气阴晕 外人看不清楚具体字样 但紫光出现的瞬间 灵明身上躁动的气机安稳下去 清新明显 灵明控制住自己的气息 在突破的最边圆停了下来 他常常呼出一口浊气 我明白了 久为数之急 凝聚第十枚神闻 必定会突破到断体径 所以 这一境界名为急心 白先生连续眨眼三次 你怎么做到的 怎么压制下来的 灵明摸了摸没烧 先生帮我压制 然后神闻空间颤抖变小 我有一枚神闻 刚好拥有类似功效 就这么咯 太轻松了吧 白晨海嘴角抽了抽 再一次认识到 灵明在神闻上的妖孽天赋 微微摇头 白晨海说 你没事就好 我们直接切入正题吧 灵明汉手 好的 请白先生解惑 如何才能真正成就急心之境 白晨海双袖隆起 微不可查的汉手 武道修行最为关键的东西是 神闻书和武技图 这是常规的认知 然而 在一些传承古老 或者实力强大的势力中 还有流传着第三个关键 呼吸法 白晨海抬起一只袖口 虚指上官云烟 这丫头不把急心当一回事 就是因为他上官家有呼吸法流传 呼吸法能够引动神闻中的神秘力量 这才是成就急心的关键点 没有呼吸法 任凭你天资横溢 也无法成就急心 除非壮大运 机缘巧合领悟了独特的呼吸法 然后还恰好贴合你的神闻 葛清皇汉手道 领悟呼吸法不太现实 呼吸法连通肉身 很可能一不小心送葬自我 所以 大势力的呼吸法 多半来自于先辈的宝贵经验 外界含有流传 没错 不论是在苍玄界 还是其他世界 呼吸法都是极为珍贵的 白晨海微微一笑 他看向葛清皇 所以 玄文书殿中的可能存在的呼吸法 就是你逗留在玄文书院内院的最大原因 葛清皇不治可否 玄文书殿文明苍玄 而那位留下玄文书殿的 可是风华绝代女夫子 我自然心生仰慕 旁边 林明心中琢磨到 学姐果然是内院的 她知道内院的人特别少 学生加起来不满识人 结合赵无声提到 左脸夹上有十字伤疤的特征 林明几乎百分百确定 葛清皇就是无声解说 要带来让他治疗的那位朋友 就在这时 上官云烟挠头 嘿嘿一笑 我家里的呼吸法也不够多 才三门而已 仔细想想呼吸法 确实算比较珍贵的 凡尔赛奥义惊线 瞬间打断林明的思索 他嘴角微抽 再次体会到上官云烟的毫无人性 问了一嘴 你家啥都有 那还出来游历个什么劲 上官云烟怂耸肩 指向葛清皇 和他差不多 来仓玄界 就是奔着玄文书殿来的 传闻那位绝代风华的女夫子 留下朱天点击于玄文书殿中 我想来看看 是不是真的 林明按住额头 懒得吐槽 这时 陆雪叶站在林明肩头 人力而起 插腰摆出气势道 该死的土豪 一出生就什么都有了 完全不用奋斗 你不觉得无趣吗 上官云烟 他愣神片刻 同样两手插腰 哼了一声 你一直太古一种好意思说我 太古一种天生继承先祖一血 血脉忠明刻一堆乱七八糟的天赋神通 只要混吃混喝 安安稳稳活到大 就自然变强了 这不是更加无赖 陆雪叶一时间找不到话来反驳 但却不甘示弱 强行与上官云烟吵成一团 林明不理会两者的嘈杂 询问白晨海道 先生既然说了呼吸法 那必然不会让人失望 总有办法获取 白晨海笑了笑 方法的确有 一共三条路 第一 以你首席的资格 在玄文书殿中泡着 从那浩瀚如烟海的藏书中 找到呼吸法 第二 我传送你呼吸法 第三 前往六十里外的青叶城 找到一名老铁匠 林明还没说话 却先听到上官云烟的反驳声 不对不对 林明还有第四条路 只要答应当我的宠物 我可以想办法说服阿爹 传他呼吸法 林明脸色变黑 斩钉截铁道 我拒绝 君子有所为 有所不为 上官姑娘的方法 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中 上官云烟盯着林明帅气的脸庞 玄文书殿到底有多大 白晨海摇头 不知道 恐怕偌大的苍玄界 也无人知晓 当年那位女夫子 危盖苍玄 然后冲出天外 名声响彻此方心域 然后 他收录了整个心域的所有藏书 尽数藏于玄文书殿内 林明汉言 那第一条路 对我来说就是死路 一个月后就是五冤大笔 我必须在这之前 晋级断体境 甚至达到断体大成 白晨海嘴角 犯起调侃的效应 也对 你还有一个死敌 莫应雪 他在麒麟榜排行第九 修为境界且不去说 单论实战搏杀 放眼整个清明州年轻一辈 也可当得上高手二字 现在的你对上他 死一百次都不够 扎心了 林明心中吐槽 弯曲食指 以指节抵住下河 第二条路 白晨海抢先说道 第二条路也行不通 就算你现在入门 想要获得呼吸法 最快也要半年 先生也会消遣人 林明眼角抽了抽 埋他的瞅向白晨海 弹开双手 那我无路可走 只能选第三条路 文言 上官云烟雀跃而起 蹦跋到林明面前 指着他自己 这是在提醒林明 可以直接成为他的宠物 林明翻翻白眼 一边去 上官云烟拉住林明的衣袖 正要开始新一轮的虎脚蛮缠 林明赶忙说道 你先去确定 确定你阿爹的意见 然后再说其他 一句话给出 林明不再理会上官云烟 直接看向白晨海 我还有唯一的一个问题 白晨海汉手 林明说 隐藏境界的提升有多大 白晨海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 你倒为什么我能够几乎逆二进 击败上官丫头的护道者 听到这句话 林明立刻点头 懂了 没有什么好说的 隐藏境界极星 他势在必得 林明的眼神透出意义光辉 白晨海微微一笑 其实 上你去找老铁匠 对你有绝佳好处 他身上的呼吸法 号称最古呼吸法 乃是由打铁锻造中延伸而来 而你宁恋剑字神文 搭配此呼吸法 一定效果拔裙 先生好像特别希望看到 我去找老铁匠 林明说 白晨海目中闪过极许唏嘘 实不相瞒 我的确有几分私心 随后 听他讲述 几人才明白 原来老铁匠同样出自玄宗 却是在八百年前 被玄宗亏欠的一脉 他们脱离玄宗后 隐居在清明州 人丁逐渐凋零 按辈分 老铁匠算是白晨海的师叔 白晨海这次来到清明州 目的之一就是让这位师叔回归玄宗 然而 老铁匠脾气倔强 得知白晨海来自玄宗后 再也不与他说半句话 无可奈何 白晨海必须另辟蹊径 找一位天资能够让老铁匠刮目相看的人 让其收入门墙 然后再把这人收入玄宗 如此一来 玄宗间接完成收回这一只脉的目的 听完来龙去脉 林明调侃道 先生就不怕我学了呼吸法 却不加入玄宗 白晨海摇摇头 打趣一句 你倒是自信 等你见到我那位师叔 学到呼吸法再说吧 白晨海几句话交代了老铁匠的位置 以及一些细节 然后抛下林明 走到玄雾峰顶边缘 碾雾成花 挥手抛出 一共四朵雾气凝聚的白花飘起 分别飞向陆雪叶 上官云烟 葛青皇 林明 这是玄宗的印记 也是我发出的邀请 林明伸出手指 触及玄廷在面前的雾花 不 白色雾花爆开 一缕云气直扑林明面门 恭喜 从现在开始 你就是玄宗预备弟子 信息已经传回玄宗山门内 白晨海说 听到他的话 陆雪叶缩了缩小爪子 问 碰到就算加入 不能反悔吗 白晨海微微一笑 我倒是无所谓 但我玄宗的士叔师伯们 脾气比较火爆 你们要是说不出原因 多半会被打死 林明 下化线 天坑 第一次见到 这样坑人加入的 林明额头渗出一滴冷汗 顺着眉角滑落 不对 前世听说过类似拉人的方式 传销 陆雪叶瞅了瞅白晨海 又瞟了瞟林明 一时间无法下决定 这时 上官云烟一边鼓掌 一边摇晃脑袋 好啊好啊 我还蛮好奇的 到底是玄宗更强 还是我上官家更猛 让两边打起来呗 眼看他就要伸出手 戳爆面前的雾花 白晨海面皮抽动一下 心道 怎么忘记这丫头是个喜欢闹事 没法没天的主了 他急忙出手 制止上官云烟 补充道 你们可以先考虑几天 过后给我答复 上官云烟甩开手 虚散手臂上的云气 我现在就考虑好了 这样很好玩 不 他戳爆雾花 白晨海无言以对 这时 葛清皇说 多谢先生好意 可我不便加入 白晨海漠然 其实比起林明 他更看重葛清皇 因为葛清皇是货真价实的战力 一身修为达到妙无尽第三阶段 神通 这已经是年轻一辈 终极高妙的修为了 而且 他初步判断 葛清皇的古灵 应该是十八九岁 若真想扬名 至少也能排在麒麟榜前三 留不住葛清皇 实在可惜 白晨海笑容淡了极许 能问一下原因吗 葛清皇点头 幼年时有神算高人为我补挂 算到我这一生机缘不断 奇遇连连 但却绝对不允许 真正加入一方大势力 那玄文书院 白晨海皱眉 这不一样 玄文书院只是我求学之地 但先生可曾听闻 我为玄文书院出战 不出战 不争名 不夺利 白晨海声音低沉下来 停顿片刻 他又道 可否告知这位神算高人的名号 葛清皇眼瞳微转 斟酌片刻 汉手道 他是我的六师傅 补算子 灵名愣住 这个名字他听过 不 应该说在座的都听过 天机神算不算子 算天算地算人间 白晨海动作凝滞 然后只能摇头 罢了 既然是补算子前辈之卦 必然有其缘由 看来是我玄宗没有福分了 言罢 他散去葛清皇面前的雾花 异性蓝山 葛清皇歉意义 白晨海摇摇头 脸上笑容再度温雅 无妨 那么现在让我们看看 白色小家伙的选择 陆雪叶窜到灵名尖头 雾花跟随而来 飘在他身前三寸处 他歪着脑袋 我可以加入 但有个要求 白晨海 他忽然感觉很不对劲 玄宗实力极强 每十年一次招收门徒时 诸多世界之人分踏而至 遇会的年轻俊杰不下十万 怎么到了自己这 招四个人就那么困难 灵灵 半拐带的 上官云烟 压根就是想让上官家和玄宗干家 葛清皇 直接拒绝 陆雪叶 还要提个条件 白晨海嘴角咧了咧 看似儒雅随和道 好 你说 陆雪叶身为太古一种天水雪雕 对危险的感知相当敏锐 浑身白毛耸动 泛起一阵恶寒 他急切伸出小爪子 挠了挠五花 然后躲到灵明尔根后 露出半张脸 俺就要一直跟着明哥 白晨海恶然 就这 白色小家伙 点头如捣蒜 好吧 我同意了 白晨海微不可查地叹息 正好你呆在 这玄文书院中 也没有身份 就暂时伪装成灵明的灵宠 陆雪叶毫无芥蒂 欣喜点头 然后附在灵明尔盼说 明哥 以后你照着我咯 都不问我的意见 灵明伸出指头 谈了谈白色小家伙的额头 想混我的玄器就直说 陆雪叶搓着小爪子 脸上人性化地扭捏起来 嘿嘿嘿 就一丢丢了 这不是主要原因 主要还是明哥的 王霸之气太强 灵明又谈了谈 他的额头 马屁精 陆雪叶黑黑笑着 抽了抽鼻子 一缕微不可查的玄器 进入他体内 这时 上官云烟的肚子 咕噜噜一阵响动 众人不约而同看向他 阿脸 上官云烟 翘立圆润的鹅蛋脸 煞时间红了起来 怎么 我现在是断体静 很容易肚子饿的 言语落地 他化作青烟 跑掉了 白晨海笑着摇头 天色不早了 这本书很适合你 灵明也不矫情 汗手 收书回那戒 然后摊开手掌 白晨海 灵明笑道 先生不给点表示吗 我这也算半只脚入门 总得有点见面理 陆雪叶有样学样 摊开小爪子 白晨海 下化线捏了捏眉心 他拿出一枚琥珀树种 一柄带巧长剑 树种给了白色小家伙 长剑交给灵明 白晨海 他说 树种乃天地奇物 忘忧 此物种在土里 浇一点水 就能在寝客间生长成熟 凝结一颗果实 果实里会出现 种树人脑海中 最想吃的食物 以及新的树种 陆雪叶一听 哈喇子就流了下来 白晨海转头看向灵明 此剑无名 乃是我机缘巧合所得 是数百年前的 练气高人最后的杰作 不过还是半成品 你去找铁匠师叔 正好让他帮你锻造 这样才对得起你的剑子神闻 灵明咧嘴一笑 不太像样 白晨海 夏花仙 当着他人的面这么夸自己 脸却半点不红 这小子脸皮真厚 片刻厚 下山的路 灵明和葛清皇并肩行 白色小家伙摊开双腿 坐在灵明肩头 心里美滋滋道 人类总以为当灵宠不是好事 实际上舒服着呢 都不用自个儿走路 学姐要不要一起前往青叶城 灵明主动开口 聊起额间的银白发丝 葛清皇摇头道 我不缺呼吸法 二师傅教过我最合适的了 嗯 二师傅排名更高 想必又是一尊高人 没得比 灵明默然 八一中文网 这时 葛清皇忽然驻足 灵明跟着停了下来 他问 怎么 他说 拔剑术 记得练 他点头 嗯 下次见面定让学姐惊喜 他泛起微笑 很美 左脸颊的十字伤疤 都透出别样韵味 因力而绝尘 葛清皇说 当你拥有属于自己的剑石 我们打一场 灵明正了正 玄机欣然应答 好 下山后 灵明与葛清皇分别 他没有去食堂 静止回到竹林小院 推门而入 灵明倾笑 到家了 闻言 陆雪叶人力而起 左顾右盼 来回张望小院周围 有水池也 他搜的一下窜起 半空中闪过一道雪白流光 紧接着扑通一声 水池见起水花片片 白色小家伙在水池中畅快游动 时而阳躺在水面上 时而扎入水底 灵明微微一笑 你先玩会儿 我去做饭 陆雪叶 明哥还会做饭 厉害啊 我果然跟对人了 两刻钟后 灵明端着三菜一汤走到石桌旁 落座 陆雪叶此刻正经抛在水池中 四肢的爪子扣住池底的鹅卵石 流离水色的眼睛透过清澈的池水妄想灵明 明哥 水中声音传递略显模糊 让小家伙的咬字变得奇怪 灵明玩耳一笑 开饭了 白色小家伙眼眸一亮 水池中闪过一抹奇异的水色涟漪光芒 紧接着 他破水而出 在半空中完成抖擞毛发的操作 落到石桌上 陆雪叶浑身不染丝毫水汽 很神奇 随后 两者一同扫荡饭菜 灵明这才知道陆雪叶的胃口有多大 他自己也就吃了个半饱 大半饭菜落入白色小家伙的肚子里 灵明调侃道 你吃下的事物都快比你还大了 怎么办到的 陆雪叶认真思考半秒 黑笑回应 或许这就是太古一种的天赋吧 灵明 入夜 陆雪叶安静了许多 没有打扰灵明 灵明手中捧着古旧受疲倦 仔细阅读 把剑术的奥义在上面展现 其实仅仅只是三幅图 但三者静态的图案 在灵明脑海中形成了动态的影像 那动作和葛青黄炼剑是神似 但又多了几分难言的韵味 图中所画的是一名披头散发的男子 满脸胡子拉叉 衣衫也不太讲究 唯独初见时很不同 灵明的顿悟 葛青黄的一剑风华 都与这番景象相合 捧着古旧受疲倦 灵明端坐不动 直到明月高悬 一道皎节月滑自窗外而来 灵明悠悠回过神 他左手放在腰间虚握 右手并指成剑 插在左手虚握的全眼中 两手仿佛组合成了剑与剑鞘 下一瞬 灵明身形微动 一抹清风掠过窗台 他已然踏步在院中 落不时 剑指点出 是 空气中划过一道白芒 久久无法消散 而他指尖所指 一片落叶飘下 下落的过程中 落叶从中而分 沿着树叶的主脉络均分为两半 陆雪叶两只小爪子连连鼓动 明歌厉害 灵明翻起白眼 厉害在哪里 白色小家伙语色 缩头回到窗台下 灵明笑道 这一剑的确厉害 一剑为心 心领周身 一动无有不动 一静无有不静 最关键的是 我懂了这一剑的意境 陆雪叶再度探头 翻身站在窗台上 什么是意境 灵明玩耳 意境就是你招式五计之中蕴含的道 No 陆雪叶雪白长尾来回摇板 明歌你才敢邻近就找到道了 那也太猛了 八一中文网 灵明摇头不是找到道 而是看到了一点点方向 不懂 小家伙也摇头 灵明抬头望明月 肆意与肆泥南 随心率性 我见如意 话语落下 地面上整齐两分的落叶 呲了一声 叶子的细小脉络纷纷裂开 赫然也是一道道剑痕 灵明微微一笑 他知道自己的拔剑术 和葛青皇的不一样 而这个不一样 才是葛青皇期待看到的 如果他仅仅是模仿葛青皇 炼成一样的拔剑术 那么在葛青皇心目中 多半只能止不于学地 而现在 他的拔剑术有了新的特效 附带两次伤害 第一次 剑斩 凝聚伤害 与葛青皇类似 第二次 剑气爆发 多段伤害 似有似无 仿如镜花水月 又似真实存在 第二次伤害暗藏 岩池片刻的剑气爆发 还有着弱点寻找的特效 灵明领悟这一剑时 便更加理解了 神文有多么重要 剑字神文 附带剑气爆发的效果 关字神文 带来寻找弱点的特效 还有其他神文的特效 他暂时还没有发现 或者说还没有修炼出来 他的拔剑术 建立在神文之上 而世间所有武技莫不如此 原来如此 灵明恍然大悟 再次明白 通晓天下神文的他 将会多么妖念 对他来说 神文的凝聚不是他的限制 反而是境界能够凝聚的神文 才是他的限制 常规的感灵境 只能凝聚九枚神文 但成就吉星之境 可以凝聚更多 感灵境凝聚神文越多 往后的境界中 再度扩展凝聚的神文 也会越多 简单说来 就像打游戏 天赋是茫茫多的 但天赋蓝是有限制的 而吉星之境 就是扩展天赋蓝 只要扩展到位 灵明就可随性凝聚神文 因为他不需要神文书 不需要他人教授 只要自己选择就好 这简直就是超级外挂 灵明常常呼出一口气 轻声笑道 成就吉星后 我才能最大化发挥自己外挂 陆雪叶窜到灵明尖头 明哥 你说傻脸 没什么 灵明微微一笑 我是给这一剑 取了新的名字 陆雪叶瞪大眼珠 摇摆身躯 什么名字 我的拔剑术与学姐不同 与武器图锁路的前辈也不同 一剑斩出 还有剑气爆发的特效 外人难以察觉 所以就叫静花水月 陆雪叶似懂非懂点点头 呢喃两声静花水月 这时他眼角余光 瞥见池水倒映的明月 恍然一笑指着水池 我明白了 就像那个一样 灵明含笑 微微点头 陆雪叶小爪子拖住腮帮 感慨道 明哥厉害啊 取名字好听 饭菜好吃 长得好看 天子好高 心肠好黑 跟着你就错不了 灵明下化线 好像混进了什么奇怪的东西 这到底是夸我还是损我 他眼角抽了抽 伸手按住陆雪叶的小脑袋 马屁精 赶紧睡觉吧 明天出发去青夜城 一日清晨 玄文书院 正门 刘亚飞打了个哈欠 身旁传来某位女生的声音 导师一宿没睡 还是快些回去休息吧 又一位男子声音响起 是啊 反正距离尘时就差一刻钟 现在天色已明 导师可以放心 刘亚飞闽唇倾笑 摇摇头 不差这点时间 值班就是值班 差一刻钟也不能松懈 某学生轻赞道 雅飞导师厉害 做事一丝不苟 让人相当安心 就在周围人工为他时 他撇到远处走来的人影 不是别人 正是凌鸣 他身着一袭素兰衣袍 头戴白玉雀尾观 双鬓垂落乌黑发树 肩头站着白色小家伙 正在东张西望 走到正门近处 凌鸣微微汗手 雅飞姐 刘雅飞微微一笑 调侃道 我当时谁那么疯子卓绝 原来是我们玄文书院的首席学哥 林明咧了咧嘴 雅飞姐就别打去我了 刘雅飞摇头 指了指林明肩头 这是 白色小家伙挺了挺胸膛 自豪道 我是明哥的跟班 林宠 刘雅飞心中了然 目光下移 看向林明腰间的长剑 剑柄缠绕黑绳绑带 剑鞘通体漆黑 唯有剑手 剑隔成银白色 上面雕刻主掌杀伐的凶兽牙字 还未出鞘 已然有胸翼泛起 刘雅飞眼眸清亮 目露欣赏之意 此剑极好 什么品杰 林明微微摇头 还未完成 只是样子活 林明学哥何必谦虚 刘雅飞微微一笑 温雅如怜 此剑还未完成 已然有胸翼泛出 想必完成之后 定然是一把上家魂兵 林明 刘雅飞本是导师 故意称他为学哥 就算听过多次 也还是难以习惯 他抬起手 摸了摸没烧 是啊 白先生所赠之剑不是凡品 我这次离开书院 就是为了找人彻底铸成此剑 林明说的是他早就想好的理由 他不可能明目张胆 向外人说去寻觅呼吸法 呼吸法在清明州堪称至宝 十大世家中别家有没有 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林家一定没有 可想而知 呼吸法的珍贵 这消息要是乱传出去 很难意料会引起多大的混乱 要去几天 刘雅飞点了点头 林明思索片刻 死去不算太近 算上来回路程 短则五日 长则半月 可以 先去登记一下 刘雅飞说 一名长发马尾便的学妹 急忙走出来 他凑到林明身前 眼眸中带有极许怀春之意 扫过林明全身 主要是林明今日穿搭 配上玄黑长剑 展现出与往日不同的气质 活脱脱一位冷峻剑客翘公子 学妹有些惶恐道 首席学哥 这边请 林明玩耳一笑 放松些 嗯 学妹脸淡微红 背过身 先行走向正门旁的桃木长桌 林明拿起纸笔 正要登记 却听到刘雅飞的调侃声 首席学哥 果真魅力非凡凹 林明动作一致 白了一眼刘雅飞 然后拿起毛笔开始登记 周围 四名男生心如死灰 他们看看彼此 皆从眼眸中 看到对方眼中的酸柠檬 按说彼此相貌都不错 拉到街上 也算偏偏加公子了 可是 这要分和谁比 当着林明的面 他们根本就没有一点脾气 林明的脾相实在太好 尤其是那双似笑非笑的漆黑毛子 好似蕴含浩瀚宇宙 深邃而神秘 引人不由自主沉迷其中 这也就算了 关键是 女生们对他的态度 旁的不用多说 单说女神导师刘雅飞 那一口一个学哥 听得几位男生的好心情全然消散 他们壮大运 好不容易直手遇到刘雅飞 可也只敢导师 导师的称呼他 哪里敢失望其他 可林明吗 两人相互称呼 一个是雅飞姐 一个是首席学哥 林明学哥 八一子一扣 酸到爆炸 半个月时间乃够 干脆三年得来 或者直接毕业 永远别回来 心中想归想 但林明首席学哥的身份摆在明面 等林明登记完毕 向外走的时候 一个个都毕恭毕竟喊一声 学哥走好 出了玄文书院正门 走不了几步路 就是一间一站 玄文书院坐落在宁国的国土上 而这清明州天下三分 宁国 金国 汴国 宁国国力不算最强大的 但以汉族猛将闻名 话而言之 宁国重武 重兵 因此 非常重视羞辱以及驿站 林明进入驿站 还没说话 一位伙计殷勤地迎了上来 这位公子 是要去往何处 清夜城 林明微小 递出一枚金币 要最好最快的马 最平稳安实的马车 办得好 剩下的就是你的小费 伙计两眼放光 接下金币 得嘞 也您放心 保准给您办妥当了 一枚金币兑换一百枚银币 而他一个月的利钱 才二十银币 这马车马匹安排下来 最多也就五十银币 剩下都归他 这就比他两个月利钱还多 屁颠屁颠跑开后 伙计很快又回来了 爷 您的马车妥当了 现在就走 走 林明汉首 他登记身份后 出门看见马车马匹 却不见车夫 略微诧异 脑海中突然荡起念头 拉车的两匹马 不是寻常兽类 名为奔云居 虽然不是灵兽 但却能够识别路途 分辨地名 而且宁国境内 每三十里一座驿站 对奔云居来说 也就半个多时辰的路途 综合考量下来 只有大户人家的私人马车 才需要用到车夫 大致确定了马车马匹的质量 林明满意一笑 然后登上马车 奔云居缓缓迈步 没多久就加速如风 沿着石板铺就的大路飞驰 陆雪叶健身后的驿站缩小成点点 没有其余人看着他 顿时放野心思 上蹿下跳的闹腾着 他绕着林明跑圈圈 同时说道 明哥明哥 这是我第一次坐马车 哈哈哈哈 说着说着 白色小家伙窜出窗户 爬到马车顶部 吵嚷道 明哥明哥 你上来看看呗 这风好大 好凉 好舒服 天台的风也凉也大 就是不知道舒不舒服 林明心中吐槽一句 没有回应他 这时 陆雪叶又闪到奔云居的背上 在两批奔云居之间左右横跳 哈哈 明哥 你看我这好好玩啊 两批奔云居接连打了个响鼻 并不理会这个吵嚷的小家伙 吹拂着掠起的清风 享受着白色小家伙带来的闲情义趣 林明心情不由变得欢快许多 三千里外 命国国都 墨府 一名身着黑衣 脸覆悬黑铁面具的探子 出现在墨家家主书房前 禀告家主 玄文书院那边有情报传来 进来 阴沉冷峻的声音从门内传来 墨家家主墨夜山读完情报 然后一道命令从墨家传出 一个时辰不到 这份命令传到了青叶城的最云居 这栋酒楼是墨家名下的产业 也是墨家在青叶城的住点 掌柜的是一名锐眼老者 他续着山羊胡须 面容干枯 没有眉毛 川堂过院 走到酒楼院子里的酒窖所在 他抬手 在门板上不快不慢敲击三次 咚咚咚 门内露出一条缝隙 阴冷如幽风的声音传来 什么事情 锐眼老者沉声道 家主传令 调集死士前往十里外的何康山路 截杀林明 魏玄姬公子报仇 门缝内 响起另外一人的声音 犹如炭火灼烧过 难听沙哑 时间不对 妙无尽杀手都派出去了 锐眼老者皱眉 时间紧迫 林明乘坐奔云居马车 走得宁国关道 速度极快 现在最强的好手全部掉击过去 陈宁片刻 门缝敞开 走出来三位平平无奇的男子 门内再次响起沙哑难听的声音 三位断体静 应该够了 锐眼掌柜摇头 不够 他是林家二公子 又是玄文书院学子 要杀就要雷霆之声灭杀 老夫见墨家便利休养生息 闲来无事培养一点杀手 但却并非墨家下属 想要我亲自出手 你墨家想好代价了吗? 不敢 您老不必出手 但您还有一位弟子 嗯? 这是墨家家主的意思 嘶哑难听的声音语气玩味 锐眼老者额头渗出冷汗 摇头道 这是我私人的请求 哦? 脱长的尾音后 那声音泛起森冷气息 理由 锐眼老者躬身一礼 不过其恩惠 突然 门缝内一道刀芒闪出 是 锐眼老者捂住左眼 满手血水流淌 你有情有义 可以 老夫的弟子会走这一趟 代价就是你的左眼 福气吗? 八一子一扣 对方不问青红皂白 夺去他的一只眼眸 可见其心狠手辣 锐眼老者哪里敢说半个不字 他忍耐剧痛 低头道 福? 多谢阁下 有鬼 你去走一趟 门内的声音落下 一道黑色人影走出来 浑身泛起朦胧黑气 就连清晨的阳光也无法穿透 仿佛整个人始终活在幽暗世界 这人就是幽鬼 有着一双血色重铜 让人印象深刻 仿佛见到了地狱中走来的修罗 锐眼老者咽下口水 不敢动弹分毫 总觉得眼前这人比门内的那位更恐怖 幽鬼凝视锐眼老者片刻 然后转头看向另外三位平平无奇的男子 我们走 画面回转 说到林明的动向 在第二个驿站歇息片刻后 他再度出发 行路大半 莫约还有十多里地 就能抵达青叶城 林明看着马车窗户外 单手抚摸着白色小家伙的背脊 一遍又一遍梳着他的毛发 他满脸慵懒 趴在原地 时不时拍打两下尾巴 明哥明哥挠挠背 对对对 用点力 林明 他拎起陆雪叶的脖梗 迎面来的凉风扑打小家伙的脸蛋 雪白的毛发狂舞 陆雪叶打了一大口哈欠 逆行的风道灌进嘴 梁翼顺溜着跑入脑海 陆雪叶清醒了许多 他也不在意凌鸣拎着他 反而张开四肢 一边摇摆 一边呼啦呼啦的傻叫 凌鸣再度无语 这太古一种怎么像个傻袍子 傻乐呵 怎么感觉你一天到晚笑都没停 凌鸣嘴角的笑意 也比寻常更深三分 陆雪叶继续风中半狂舞半如动 因为跟着明哥呀 现在天天有玄气 以后又能吃香喝辣 生活不愁苦 可不就得多乐呵 凌鸣正了正 没有想到白色小家伙 会说出这种富含哲理的话 他伸出手指 戳了戳陆雪叶的嘎吱窝 个头小 道理倒蛮高的 言罢 凌鸣收回手臂 放下小家伙 陆雪叶两只后腿站稳 靠在凌鸣大腿上 忽然语气悠悠 明哥是人类 你或许不太懂 我们兽类时常招不保息 尤其是我这种太古一种 还未成长起来 又没有长辈庇庇护 正是其他兽类眼中的超级大不要 小家伙挠了挠后脑勺 又说 其实兽类之间相互猎捕 我能理解 毕竟人家也要吃东西才能活着 但有的兽类太坏了 他们不耐修行寂寞 所以吞吃血食提升修为 专门盯着血脉潜力高的右手 林明梅稍微跳 那你的父母呢 白色小家伙也没低垂 脑袋耸拉下去 死了 在几百年前就死了 林明眉毛一皱 轻轻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不好意思 我不该问的 陆雪叶摇了摇头 强字笑道 没事的 过去这么多年 我早就想开了 当年出现极其可怕的灾难 席卷整个世界 有一群三眼魔鬼出没 到处猎杀生灵 只要是活着的 他们都要杀 小家伙似乎还能记得当时的景象 吓得缩了缩脖子 赶紧爬到林明大腿上 那你是怎么活下来的 林明问 陆雪叶眼睛眨了眨 似有泪光闪过 阿爹用特殊神通凝聚悬兵封印我 然后丢入空间隧道 林明漠然静静听着 没有打断小家伙 只是轻柔抚摸着他的毛发 小家伙眼睛里仿佛倒映出 那段深刻的记忆 我舍不得阿爹阿娘想要回去 可我动不了 只能盯着我离开的方向 然而 渐渐的 我好困 好想睡觉 然后眼皮子搭了下来 吾如 然后我就不记得自己 从哪里来的了 说到这里 他抹了一把眼睛 继续道 后来我睡了好久好久 直到有一天 玄冰融化 到了一片不认识的地方 这时候 有大怪兽追我 我就跑 不断地跑 可是 跑着跑着 又有更大的怪兽追我 他们真的好可怕 我都躲躲藏藏一年多了 他们还在找我 后来有一天 我被发现了 跑不了 死定了 这时 白先生劈开一下从天而降 啪啦几下干掉怪兽 陆雪叶说着说着 声音渐渐低沉 满眼雾气朦胧 玲玲忽然有些心疼他 手掌盖在小家伙的背脊上 放心 以后都会好的 掌心的温热传递到身上 陆雪叶忽然很安心 他嗡了一声 沉默许久 又咧嘴笑道 所以啊 能够跟着明哥 我就很开心了 以后都不用受欺负 还能快快长大 长大了变强了 就能去寻找我原来的世界 还有找到那群三眼魔鬼 林明汉手 既然有动力 那就更应该快快长大 快快变强 陆雪叶重重点头 嘿嘿嘿 跟着明哥 我一定长得飞快 而且 人类世界好像没那么危险 林明摇摇头 伸出手 按住他的小脑袋 记住 人类是世界上最危险的生灵之一 而且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哪里都生效 只不过 人类包装了鲜亮的外衣 顿了顿 林明亮抬起左臂 做了个显摆肌肉的姿势 笑道 不过没关系 我很强 以后会更强 陆雪叶点头如捣蒜 咧嘴一笑 恢复傻乐盒状态 举起双臂道 乌拉 跟着我明哥 以后吃香喝辣 稍后的路途中 陆雪叶盘成一团 用雪白尾巴裹鞋自己 趴在林明大腿上 林明盘膝坐着 语调平缓地说起记忆中的故事 诸如 西游记 水浒传 很快 他们抵达了河康山路 马车平稳行驶 搭搭的马蹄声 富有节奏韵律 林明望向窗外 欣赏着山路的风景 忽然间 周围安静如死寂 风声 鸟声 树叶婆娑声 皆无 无语伦比的静谜 两匹笨云居不约而同打了个响笔 死活不愿意继续向前 有情况 林明微微皱眉 拍了拍陆雪叶 陆雪叶抖擞毛发 抽了抽鼻头 说 周围有其他人类的气味 林明虚其眼眸 小心 这些人来者不善 小家伙歪了歪脑袋 就是很危险的意思吗? 对 林明汉手 拂袖关上车窗 动 动 他单膝起身 半蹲着握住剑柄 闭上双目 眉心浮现棺子神闻 方圆石杖 接在星眼映照中 先毫避现 这时 地面上亮起细碎黑芒 拂了出一道直径五丈的幽暗圆环圈驻马车 树林里走出三名男子 他们没有蒙面 身上穿着粗布衣裳 一蓝一白一黄 分别站立在马车的三个方向 没有任何多余的话语 他们动作协同一致 抬起手 十钟两指 各自夹着一张浮露 碰 三声同一声 三张浮露燃爆 成片的火焰碎芒 船射而出 咻咻咻 这是专门针对马车的碎火浮露 能够在极短时间内点燃马车 然而 火焰碎芒冲击马车时 效果并不如预期 这辆马车看似平平无奇 实际上内含玄机 表面刷了一层军营常用的防火油漆 不算多么金贵 但却相当实用 专门防备火工 灵明的心眼 硬找出了这一切 他心头略微讶异 忽然想到 自己在驿站付出的那枚金币 颇为值得 驿站中的小小慷慨 却带来意外之喜 如果不是这样 他就必须冲出车厢 落入杀手们的节奏 届时 再无现在的从容与主动 灵明嘴角微先 眉心闪过紫芒 心眼硬招的范围向外扩散 十一掌 十二掌 十三掌 他感知力更加敏锐 右手依旧稳定 握住剑柄 白色小家伙站在 灵明肩头 抽了抽鼻头 忽然道 明哥 暗中还有人类 灵明微微汗手 知道 待会你注意自保 这些都不算强 我也可以打的 小家伙咧嘴道 灵明说 好 你负责一个 露雪夜点点头 水色眸子泛起琉璃光点 两只小爪子 仿佛涂上了一抹淡蓝水彩 马车周围 三位杀手手中浮露燃烧殆尽 火焰碎芒全部散去 马车只是略显焦黄 表面却分毫无损 他们给了彼此一个暗号 然后抽出狭刀 走向马车 迈不跨过地上的幽暗圆环后 三人骤然加速 身体带着残隐而起 三道刀光犹如星月 自平地升起 在马车处交汇 砰 砰 砰 刀光裹挟人影冲击马车 马车四面的木质结构瞬间支离破碎 木屑散乱纷飞 就在这时拔剑声响起 砰 玄黑长剑出鞘 凌鸣悬身而起 以心欲剑 煞世间 一道剑划似圆院 他身随剑武 没有与杀手的刀锋碰撞 剑刃贴着刀锋划过 后发先至 三名杀手瞬间中剑 一蓝一白一黄 三道身影暴退而回 足足退出树杖 站在幽暗光圈的边缘 三者伤口各不一致 一人在胸口 一人在腰间 一人在臂膀 他们脆出一口血沫 并不在意这等伤势 踏前一步 长刀指向凌鸣 眼中杀意盎然 凌鸣微微一笑 淡然轻语 净花水月 言语落地 蓝衣和白衣两位杀手脸色大变 他们感受到剑伤之处爆发的剑气 一道一道钻入精络血肉 似乎在沿着某种纹路切割 他们急忙鼓动浑身灵气 但却已经晚了 无法压制 死 是他们唯一的结果 吃 吃 剑气彻底爆发 两者瞬间化为血人 瘫倒在地 这时 黄衣杀手猛一咬牙 交手换刀 然后反手一刀斩下自己惯用的右臂 右臂刚刚离开身体 上面的剑痕便爆发气静 在他的眼前闪过无数剑气 碰 手臂炸开 化作一盆血舞 他踉枪后退两步 却见一道小小的雪白身影飞掠而起 快速绕转黄衣杀手脖梗处 然后又奔回林林的肩头 白色小家伙出手了 黄衣杀手捂住脖梗 猴头不断涌动 却说不出半句话 不断涌出的血水淹没了他的声音 黄衣杀手眼眸逐渐暗淡 扑通 他双膝跪倒 软软趴扶下去 鲜血横流 小家伙轻轻甩了甩又小爪 爪子上的水色裹着血红消散 然后 他眨巴眨巴眼睛 明哥 这个人来好弱哦 黎明 下话线 你这是偷袭好吗 而且还是在人家重伤的时候 陆血液捂住耳朵 装作听不到黎明的吐槽 八一 自扣 然而 这是他们故意表露出来的放松 他们早就知道 暗中还有一人 这时 一道幽影从马车底部升起 他正是藏匿多时的幽鬼 三位杀手的死根本没有让他心中 产生半点波动 那三人本来就是诱饵 只为了确定黎明的真实战力 现在 他确定无疑 黎明还是敢临近 哪怕再如何妖念 面对断体大成的我 你也实死无生 幽鬼血色众瞳闪过星红 指尖泛起幽色光芒 凝聚成有尖锐勾照 哄 自下而上 他一找穿透马车的底部车板 直取黎明跨步 突如其来的迅猛 还对准男人最要紧的部分 黎明一瞬间收紧骨道 尾锥骨泛起寒意 顺着脊椎大龙一路向上 窜到天灵盖 黎明 阴线 他双脚猛灯 向上窜起 力 素两枚神纹流转光辉 他肌肤表面泛起淡淡金光 神力 神速 双重加持之下 加上人类的应激反应爆发 黎明的速度达到了极限 然而 幽鬼紧紧逼迫 还有第二重招式搭配 地面的幽暗光圈亮起 半空中忽然浮现圆柱形幽暗气罩 直径五丈 高约三丈 眼瞅着幽暗气罩的出现 黎明即将触及气罩 届时 幽鬼的勾着可不留情面 定会将它分尸两半 这时 白色小家伙喵无一声吼 空气中泛起层层叠叠的水色涟漪 涟漪有着减速效果 幽鬼身形迟滞 然而黎明不受影响 好机会 黎明腰部用力 翻转身体 他头下脚上 踩在幽暗气罩顶部 右手倾握剑柄 剑之仁义 一股凶悍之气自剑翘中流淌 幽鬼仿佛看到了杀伐争鸣的凶兽衙子 他微微皱眉 以灵气护住神台清明 然而 连环的迟滞 加着片刻的耽搁 他错过了第一次偷袭的最佳机会 现在的他身处半空 难以介力 黎明嘴角弧度扩散 到我的回合了 言罢 他蹬腿发力 身影如风似雷 带着璀璨剑华杂落而下 镜华水月 幽鬼双手交叉 叠在胸前 浑身的幽暗在小臂前方凝聚 他见识过一次灵明的拔剑术 所以心中有了防备 他自认不是普通断体镜 天资 训练接远在三位杀手之上 灵明这一剑 能抗 然而 陆雪叶为这瞬间的交锋增添了变数 灵明见风位置 白色小家伙却操控地面上横流的鲜血 凝聚成刀 笔直向上 直取幽鬼跨步 灵明 星号星号 小家伙好样的 他在心中为陆雪叶喝采一声 他的剑势威力瞬间达到最大 剑刃与幽光撞击 哄 幽鬼向下急落 这时血水凝聚的刀锋已经抵住他的胯步 汗毛倒裂 幽鬼却没有灵明那么好的运气 这时候 他正处于加速落体的状态 好死不死 灵明的净花水月第二种攻击爆发 剑气炸链 在这一瞬间 幽鬼经历了深刻的思考 然后 两害向下取其轻 他浑身幽气急速滚动 在肩部绒发之际护住胯 碰 血水凝聚的刀锋受到无名侵蚀 弥消于无形 然而 幽鬼的手臂却没有了任何防护 直接承受净花水月的第二段伤害 剑气爆发 吃 幽鬼还未落地 他的左臂已经化作血肉碎块 啊 一声惨叫起 幽鬼落在地面 连续向后翻滚 他单膝跪地 看着仅存的右手 上面密密麻麻不满的剑痕 仿佛随时都会破碎 爆裂 这是什么剑术 幽鬼不甘心 仰头望向站在马车底板上的灵鸣 话多 灵鸣再次规剑入鞘 右手轻握剑柄 看到这个动作 幽鬼神色大变 慌忙向后连跳 这时 白色小家伙再度瞄呜 空气中又泛起水色涟漪 又来 幽鬼脸色变轻 猛一咬牙 血色重铜释放光芒 这是他暗藏的杀招 本想在关键时刻用 但他没有想到 仅仅一次偷袭 自己落得一臂破碎 身受重伤的下场 他知道自己必须强行催动灵气 施展秘术 化解雪白异兽的手段 不然 在被迟至片刻 他留下的 就不是手臂 而是命 两道星红射线 直取陆雪燕 灵鸣拔剑出鞘 斩碎星红射线 幽鬼却趁机跳出了幽暗气罩 他口中阵阵有词 似在念叨特殊咒语 下一秒 幽暗气罩变得坚固如实 凝视着灵鸣 他满眼仇恨 灵鸣 我记住你了 严霸 头也不灰地跑向道旁的树林 灵鸣耸耸肩 喊道 那个谁 你好歹留个名号 我还不记得你啊 可恶 幽鬼身形微顿 猎切半步 然后继续逃跑 白色小家伙不甘心放跑坏蛋 冲起身 来回几下找机 刷刷刷 幽暗气罩半分无损 灵鸣摇摇头 算了 这气罩多半是他的保命手段 没那么容易攻破 陆雪叶撇撇嘴 好可惜 刚才本可以把他一刀咔嚓的 灵鸣汗颜 捂了捂了头 你说的咔嚓是哪个咔嚓 就这样咔嚓 陆雪叶小爪子摆出剪刀手 从下向上移动 过程中还一盒一张 严霸他还摆个卖蒙脸 灵鸣 稍后 等到幽暗气罩消散 灵鸣也安抚好了两匹奔云居 实际上 主要不是灵鸣安抚的 白色小家伙能够与他们沟通 叨到几句后就安定下来了 他们的腿不再颤抖 可以正常奔跑 只不过速度慢了一丢丢 但最别致的是 马车的样式四面皆无木板 底部还破个大洞 却又诡异的连接着两匹奔云居 居然还能有 一路平稳安然 灵鸣河路雪叶 遥遥可见青叶城的东门 沿途的旅人 商骨 百姓也多了起来 他们看向灵鸣 皆是目光奇异 这是哪家的公子哥 模样好俊俏啊 要是我家闺女可以嫁给他 就算当切事也够本了 公子俊俏是俊俏 就是这马车也太奇怪了 乡下人见识短 不知道这是追求新奇吗 哈哈 是啊 老子去国都跑过几趟标 那可亲眼见过国都那边的公子哥 花样比这位公子还多 就是模样比不得这位公子 听着周围人的议论 白色小家伙得意地摇摆身躯 不断呈现波浪型蠕动 明哥 他们在夸你哦 看来你也和我一样 灵鸣抬手摸了摸没烧 什么一样 陆雪叶黑黑一笑 你是人类中最帅的 我是太古一种中最好看的 灵鸣 夏化县 我从未见过你这么厚脸皮的兽类 陆雪叶挠挠挠门 语气相当狗腿 多谢明哥夸奖 灵鸣 我夸你个大头鬼 马车行驶到东城门 例行的下车检查 守城的兵族 只是看了两眼灵鸣的气态 就知道这位公子不凡 没有什么俗套的为难 反而还有守门小将迎上来 陪着灵鸣走过这不到武藏的入城路 守门小将显然是个通宵人情事故的 短短的几步路 他就把灵鸣可能需要的几处地方提了提 诸如 吃喝最好的醉云居 买卖最公道的万宝楼 能提升实力的斗技格 如此殷勤 灵鸣也感到盛情难却 就与他小聊了几句 然后得知了对方姓名 蒋涛 蒋涛也和灵鸣略微熟络 多送了几步路后 他笑道 林公子慢走啊 有什么事情也可以联络我的 派人去成防军就行 灵鸣微微一笑 只要到时候 蒋涛将军别嫌叨扰就好 蒋涛 他没想到 灵鸣居然会称呼他为将军 这是十分面子给了十二分啊 受宠若惊 蒋涛一拳头捶在胸口 将军支撑 我可不敢当 公子就称我小蒋便可 嗯 小蒋将军 有缘再会 灵鸣挥挥手 再度登上马车 好和善的贵公子啊 蒋涛处立原地 等目送灵鸣远去 等灵鸣的马车消失在街角 他又挥了挥手 然后走回城门口 这时 一副小兵问道 林公子哥 蒋涛瞥了小兵一眼 你懂个屁 林公子的气度远超常人 来历定然不凡 你没有看到他的马车吗 那马车在我宁国驿站的配备中不是最好的 但却是最实用的 而且 那马车的痕迹足以表明 林公子遇到了刺杀 但他却安然无事 由此可知 其实力不凡 小兵猛然立正 做恍然大悟状 然后一秒变脸 抬起马屁来 头就是头 眼光不凡 去去去 赶紧滚去站岗 别偷懒 蒋涛挥挥手 一巴掌拍在小兵夭挤 小兵善善一笑 赶忙跑开 清夜城 醉云居 久叫 两三盏烛灯明暗不定 勉强照亮周围 一名童子面容的白发人 静力不动 幽鬼跪在地上 低垂头颅 把自己和林明一站的经过细细交代 突然 白发人伸出干枯如骨的手掌 轻飘飘按下 一道幽暗立爪凭空浮现 覆盖幽鬼的天灵盖 沙哑难听的声音随之响起 他仅仅是感灵静 你却是断体大成 然而 你却接不下他一箭 幽鬼张了张嘴 想要反驳 但他想到师父的恐怖 想到之前十七位师哥师姐的惨死 他立刻止住了自己 猴头微动 他强行平复心绪 然后说 情报有误 他身边有一头能够空水的一手 想借此开脱 白发人冷声道 幽鬼驳梗一领 慌忙摇头 不敢 师父明察秋毫 弟子 嘘 白发人伸出另外一只手 此手犹如白玉 手指按在幽鬼右手肩膀 幽鬼近身 等待着即将到来的审判 然而 他用手臂的剑痕裂纹 迅速恢复 在短短数秒内 完好如初 师父帮我疗伤 幽鬼眼底泛起一抹惊喜 白发人收回白玉手掌 然后伸出干枯乳骨的手掌 在幽鬼面前晃了晃 无妨 修炼我的功法 迟早有一天 左臂会变成这样 你这也不过是提早废了而已 言罢 白发人拿出一截怪异肢体 通体灰黑 四金四十 但肢体表面时不时蠕动一下 看起来充满了邪恶 幽鬼不惧反喜 师父 这是幽暗鬼之 您准备把他赐予我 白发人眼神淡漠 是 不过有代价的 幽鬼点点头 代价 行 我知道规矩 要学师父本事就要等价交换 白发人嘴角微微翘起 突然 一道刀光掠起 在幽鬼没有反应过来之前 直接切向他的下体 啊 八一中文网 幽鬼难以忍受地嚎叫起来 这时 一柄刀塞入他的口中 白发人眼眸森冷 同样面对下体受伤的可能性 他能还击 你却不能 所以 这是你的弱点 现在好了 为师帮你彻底斩除弱点 言语落地 白发人抽刀而回 伸出宛如白玉的手掌 按住幽鬼尖头 他胯下的鲜血逐渐收敛 那隐秘处的伤痕瞬间弥消 白发人幽幽道 现在 你才够资格换上幽暗鬼之 幽鬼低锤头颅 血色重铜中满寒怒与恨 痛吗 恨吗 白发人咧嘴一笑 这就对了 无能就是你最大的错 现在你杀不了我 那你就只有一个选择 杀掉灵明 幽鬼汗手 声音变得尖锐少许 弟子明白 清夜城驿站 门外大街上路人来来往往 一片平和 突然 驿站门内传出一句大喊 什么 被杀手袭击 马车破损 还对我来赔 而且赔偿五十枚金币 你这是抢劫啊 众路人纷纷驻足 向内观望 看到俊俏公子哥 正与驿站掌柜理论 公子哥不是别人 正是灵明 他说 不能商量商量 老掌柜胡须长急胸口 手中拿着烟杆 不嫌不淡地挫了口 然后耸肩道 驿站的规矩写在宁国律法里 公子要是介意 可以上国都当面面见陛下 或许可以商量商量 灵明 遇到高级杠精了 说话不带脏字 却让人背蛋疼 他眉毛微微上挑 然后准备掏出金币 这时 一道高大的身影站到灵明身后 灵老说 我这同学和你同性 行个方便 就算了呗 声音很耳熟 灵明回头一看 就看到一颗大光头 闪 虚了虚眼 灵明睁大双目 便认出来人是谁 他说 萧初阳 你怎么在这里 萧初阳摸着大光头 咧嘴道 嘿嘿嘿 我怎么不能在这里 我家老爹是青叶城城主 灵明 可你不是应该在书院吗 萧初阳指了指地面 你不也在这儿 灵明 这时 那位老掌柜瞥眼看来 小杨 这是你朋友 灵明汉言 心中富匪道 好像不能算朋友 严格说来 我还当众虚了萧老弟的面子 萧初阳洒脱一笑 是啊 不打不相识的朋友 老掌柜嗡了一声 抬起烟杆 敲了敲 看着态度 大概率是默认 灵明拱起手正要道谢 却听到老掌柜说 那也免谈 萧初阳的洒脱笑容顿石盖在脸上 灵明 嘟 草明草 他心中窜起一股无名火 耳畔又传来露雪叶的低声询问 明哥 我能做这老家伙吗 心眼映照下 灵明清晰观到白色小家伙的双肘 一下钻紧 一下张开 灵明微微摇头 示意小家伙安分下来 这事情确实不占领 只不过赔偿有点太多 他不太吃得消 出来一共就带了一百金币 突然给出五十 而且给的冤枉 没有继续交谈 他放下金币 点头向萧初阳道谢 然后走出驿站 萧初阳张了张嘴 想要挽留 但一时间有点语色 老掌柜瞥眼看向灵明的背影 什么玩意 宁国的驿站也是你能占便宜的 言罢 他瞅了瞅萧初阳 语重心长道 小阳啊 规矩就是规矩 别说是你朋友 就算是你老子当面 那也没商量 萧初阳苦涩一笑 不说话了 他知道这位老林叔脾气倦 可没想到这么倦 这时 老掌柜又问了一嘴 小阳 你那天说的同学呢 啥时候才能给我请来 让他帮我们那帮老兄弟治疗治疗 萧初阳证了证 然后摸着脑袋道 就是他 他就能帮各位书摆疗伤 疗伤 救他 老掌柜不屑 长得俊俏的 最不顶事 可是 他就是我和您说的灵明啊 就那位用玉字神文治疗整个书院的首席 您老当时还夸他来着 干 老掌柜拍案而起 你小子不早说 言罢 老掌柜火急火燎冲了出去 萧初阳紧随气候 划分两头 此刻的灵明正走在长街上 当空艳阳在他眼中变得刺目 仿佛那五十枚不翼而飞的金币 陆雪叶推了推他的耳锤 安慰道 明哥 我们不去醉云居吃好吃的 直接吃路边的烧饼 你闻闻 也很香的 灵明摇摇头 伸手挠了挠小家伙的下巴 傻 还不至于吃不起饭 走 去醉云居搓一顿好的解忧妄愁 白色小家伙被骚到阳点 一边躲闪灵明的手指 一边咯咯轻笑 他窜到灵明头顶 举起双手 轻喊道 也 明哥万岁 吃香喝辣 灵明微微摇头 心中感叹 小家伙就是个开心果 真能让人一秒忘记不快 就在他转过街角时 两道身影从侧面急驰而来 站定在灵明面前 一者是老掌柜 一者是萧初阳 老掌柜气还没喘云 急忙躬身道 还请公子海涵 是老朽 有也不识泰山 灵明眨巴眨巴眼睛 这是弄的哪一出 老掌柜有求于灵明 开口的时候斟酌再三 然后 他几句话简短说了出来 就是连本人在内 还有两名老兄弟 身上的暗伤预计多年 平时看起来没有太大影响 但伤患再生狠不得尽 而且年岁越大越不好 希望灵明帮忙救治 听完之后 灵明默然不言 眼神仿如古井无波 见到他的姿态 老掌柜心头顿时咯噔一下 这时 萧出阳帮忙说话 老林叔他们当年的伤 其实不仅仅是遏制战力 还影响了修行 如果没有伤势再生 或许能够有望突破太和境 那又如何 灵明看向萧出阳 眼底不起丝毫波澜 我又不是医者 不过侥幸领悟了紫色的玉字神闻 哪里会治病疗伤 萧出阳 他也明白灵明的心理感受 才被人对了 马上那人上来求帮忙 换得谁谁都不乐意 这时候 再多言 他和灵明的友谊小船铁定要翻 灵明微微一笑 汉首相消除阳示意 然后摆摆手道 要是没有什么事情 我就先告辞了 言罢 他沿着原来的路线前行 老掌柜愣在一旁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 没办法呀 是他自己把人得罪的 而且得罪的还不小 主要原因不在于那五十枚金币 而是他幕后补上的那几句话 分外难听 当时那几句话 就没有想着避讳灵明 灵明一定听到了 必须想办法补救 老掌柜急得额头冒出汗低 双拳死死钻井 但另外一位老伙计的伤 并不如他说的轻 若是再没有人能治疗 恐怕挨不过今年冬天了 那老伙计的伤在后心 而且附着特殊气静 必须要有厉害的神闻才能驱除 而偌大的青叶城 以及方圆上百里内 没有一人可以治疗老伙计 只有一个原因 疗伤用的神闻品阶不够 灵明刚才轻飘飘说到 紫色的玉字神闻 老掌柜就明白自己 无论如何也要获得灵明的原谅 紫色神闻超脱品阶 已经是最顶级的神闻 无人能出其右 灵明就是他能看到的最大希望 他若要保留面子 代价就是今年冬天 过命交情的老伙计死在眼前 就在老掌柜天人交战之际 陆雪叶却在灵明左右肩头来回横跳 明哥待会去到最云居 到底有什么好吃的 灵明轻轻耸动肩膀 故意给小家伙脚下一空 他顿时亮枪两下 翻出灵明肩头 他嘴角危险 我也不知道 去了就懂 小家伙伸出爪子 扣住灵明的衣衫 仿佛一个小挂件 那边的饭菜 有没有明哥做的好吃 也不知道啊 小家伙荡起身躯 翻到灵明肩头 脑袋凑到灵明眼前 我想吃玄金鱼 有没有 去了不就知道了 灵明屈指轻弹 点在小家伙脑门上 萧初阳听到两人对话 赶忙拉着老掌柜上前 他小声说道 老林叔 既然是你得罪人在前 那就索性大出血一波 老掌柜不置可否 点点头 怎么说 萧初阳指了纸白色小家伙 你看我同学对那小家伙多好 想必可以从美食这一块打动对方 这 难道你要我请他们吃灵云咽? 老掌柜咽了咽喉头 只有这样才够排面 才算赔罪 萧初阳说 老掌柜您没思索 想到灵云咽的价格 就是心甘一颤 咬咬牙 他心意横 干了 言罢 老掌柜追上林明 急忙说道 林公子请留步 随后 他直截了当道 老朽双眼昏花 不识公子风姿 还望公子给个机会 老掌柜搓了搓手 捶手作一道 醉云居 灯云咽 还望公子赏脸 这时 萧初阳窜到林明身旁 压低声音解释了一下 什么是灯云咽 货真价实的千金一雁 一共三十三道佳肴 半数材料远在清明州之外 光是猎杀与获取 就要太合进的高手出马 而烹饪时 厨师的手法更是无比讲究 三冷三凉三热三蒸三炒三炸三闷 一共十一种烹制制法 再搭配超一流的歌舞观览 这已经是一种奢华的全方位享受 既满足口腹之欲 还助长修行的功效 最难得的是灯云咽限人限量 不是什么人都能不吃的 整个清夜城 够资格吃灯云咽的 绝不超过两手之数 这等于是变相对林明说明老掌柜身份不凡 换做常人 恐怕已经答应下来 但林明早就决定此生逍遥快意 什么身份攀附 根本就不在他眼中 林明微微一笑 倾城绝世 他正要拒绝 却听到陆雪叶吸溜吸溜个不停 转过头 一眼看到小家伙嘴角的哈喇子 横流不止 林明翻了翻白眼 调侃道 小家伙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陆雪叶摇了摇小脑袋 不知道 但是 明哥难道不想吃吗 那灯云咽听起来就很好吃 林明咧咧嘴 不想 小家伙挠挠头 伸出小爪子 点了点林明的嘴角 收回时 拉出一条金银丝线 嘻嘻嘻 明哥你嘴角也有口水了 你也想吃 林明 我不要面子的 心中傅匪一句 他额头仿佛多了无数黑线 翻起白眼瞪了小家伙一眼 老掌柜站在一旁 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有转机 这时 小家伙推了推林明耳垂 压低声音道 去吗去吗 反正别人请客 不吃白不吃 大不了吃了不认账就是 老掌柜 曹明草 他心中咆哮道 老夫听得一清二楚 不过 转眼看了看林明 他已经看出林明心气不凡 萧出杨颖会提及他身份不凡 林明却不为所动 眼神没有一丝变化 这年轻人有一身傲骨 绝不屑于坐下坐之事 老掌柜心中暗道 林明微微摇头 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 捧着他在手心 转头看向老掌柜 希望老掌柜不会心疼 听萧兄所言 登云燕千斤一次 这可真不便宜 老掌柜咧嘴一笑 拍了拍胸脯 公子放心 没事 话说得爽朗 但老掌柜心在低血 一千枚金币吃一餐 这特孽是贵到姥姥家了 罢了罢了 毕竟老子也在 也算吃尽自个儿肚皮 不亏老掌柜强行洗脑自己 微不可查地探口气 然后领着林明等人前行 醉云居 云来间 林明 萧出杨 老掌柜 陆雪叶依次落座 第一等的服务完全不一样 就连小家伙也有专属于自己的位置 雪白玉园桌上 三十三道绝佳针修摆盘完毕 大猪小猪若玉盘的琵琶声悠悠响起 稍远处 几名妙龄女子身材妖娆 五姿雅致 这时 老掌柜把五十枚金币如数奉还 然后多加一倍 林明微微一笑 把四十九枚金币收进那件 是我的 我拿 但该赔的我也不会少 来时的路费是一枚金币 既然马车坏了 我就赔偿一枚金币 老掌柜以为如何 老掌柜挣了正神 点头道 如此甚好 林公子处事有度 的确不凡 比小老高多了 旁边 萧初阳倒抽凉气 他是第一次见到老林叔 这么恭维小辈 不 老林叔觉得可怕 就算是他父亲萧汉生当面 照样不卖面子 现在却这么恭维林明 萧初阳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旋即更加恶然 林明和陆雪叶动手开吃 那速度让人怀疑 他们是不是饿死鬼投胎 尤其是白色小家伙 别看的头小 还不到常人脑袋大小 但痴痴呵呵的速度堪称风卷残云 萧初阳愣住 老掌柜也愣住 两人对视一眼 看到对方眼中的无奈 合着人家根本就不在乎那些虚的 实实在在吃尽肚皮 那可划算得多 老掌柜心中富匪一声 紧跟着动起了筷子 什么美人弹琴 玉女跳舞 不好意思 彤彤与林明无关 他看都没有看半眼 可怜那些女子的目光 锁定在他身上 盼望着能够得到公子一笑 在醉云居这么久 他们见过的俊俏公子相当多 但没有一位能够和林明比拟 都小口小口的 说好听点叫做文雅 说难听点就是娘娘腔 女子们重义的 可不是另外一个姐妹 而是既顶天立地 又温柔连人的好男 然而 林明专注于干饭 对小姐姐们的目光视若无睹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少女如他们心中又岂会好受 眼底闪过积雪黯然 他们却很好地掩藏起来 舞姿月音依旧专业 可没过多久 林明放下筷子 仰头灌了一口玉叶白果酿 然后站起身来为他们鼓掌 啪啪啪啪 他朗声喝彩 有如清风徐来 近人心疲 好 跳得好 谈得也妙 多谢诸位姑娘相陪 今日不需此行 言罢 林明灿烂一笑 这一笑仿佛太阳的光辉 照进少女们的心头 内心刚刚升起的阴霾 瞬间迷笑无踪 脸上的甜美笑容 变得更加真诚 煞世间满堂如花 绚烂多彩 萧出阳看呆了眼 老掌柜也好不到哪里去 没 角色之美 在女子一平一笑的风情中展露无遗 这一刻 他们因灵明而绽放 要知道 最云居的姑娘可不是寻常女子 都是精挑细选 各个风姿浊然 还精修歌舞诗话等才艺 堪称气质与美貌的绝配 萧出阳差不多是半个舞痴 从不偏好美色 整日沉浸在练功习武中 但这一刹那 他心头仿佛有一道霹雳落下 哄 原来 女子嫣然一笑 真的如此好看 堪比世间绝景 他欣赏着 赞叹着 然而心中微微有点可惜 因为 众女子只为一人而笑 她们的眸子里 只倒映灵明的身影 灵明还以微笑 清绝人间 姑娘们更加欣喜 只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 展示在灵明面前 哪怕只有这一艳之缘 那也足矣 愉快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 中途 灵明多次招呼 萧出羊多吃菜 不知道的 多半以为这顿是他情 就比如那些女子 她们看着灵明不由吃了 俊俏 年少 多精 温柔 世间还有比这更好的男子吗 然而 一旁的老掌柜 却是蛋疼无比 老掌柜 明明是我请客的 他小口小口夹菜 心中吐槽灵明不客气 面上却得夸赞灵明有气度 再加上他惦记着 请灵明救治老伙计的事情 这一顿灯云宴 吃起来好像怎么都不是滋味 墨月吃了个半饱 他就懒得动筷子了 这时候 萧出羊忽然大笑 然后浑身气急浮动 展露出断体静的气势 他的皮毛泛起淡淡光辉 然后光辉逐渐隐满 不 似有似无的声音响起 光辉如水汽泡泡半消失 没入消除羊周身 这是断体静皮毛层次 练成了晋级到血肉层次的表现 灵明放下筷子 抱了抱拳 恭喜肖胸突破 陆雪叶撇过头 收回正要抓菜的小爪子 学着灵明抱了抱拳 恭喜突破 老掌柜汉手轻笑 不错 小杨你练皮的速度很快 而且根基扎实 有耿云雁相助 确实该突破了 老掌柜言外之意 你看看 多亏我请你吃了一顿 这就突破了 然而 肖初羊咧嘴一笑 转头看向灵明 多谢灵兄 没有你 今日就不会有灯云雁 更不会有我的突破 老掌柜心太崩了 明等于林锦浩 锦浩 三 他恨不得给肖初羊一拳 小杨子 你可真是不地道 是不是忘记对我说些什么了 肖初羊摸了摸自己的大光头 老林说 这一餐要没有我灵兄在 你能请吗 顿了顿 他扬了扬眉毛 嘿嘿笑道 不能吧 这不就对了 我分得很清楚啊 干 当老子真不敢揍你 老掌柜一巴掌 拍在肖初羊的光头上 啪唧 肖初羊脑门上 多了一个红色的巴掌印 陆雪爷顿时笑出声 哈哈 明哥你快看 大光头和你昨天一样 脑门多了印仔 林明他无语地瞅着小家伙 一指头按住他的脑袋 笑骂道 哪有这么当众接别人黑历史的 突然看到林明与小家伙斗趣的一面 跳舞弹奏的小姐姐们哪里忍得住 咯咯唠 他们的笑声如风铃 清脆 悦耳 这一来一去间 众人接玩耳 心情极佳 老掌柜看气氛差不多了 他起身举起酒杯 还请林明公子不计前嫌 为我的老伙计疗伤 可以 林明起身 端起酒杯 两人碰杯 各自喝尽 老掌柜笑了笑 如释重负 他知道 紫色的玉字神闻 定然能够治愈老伙计 这时 陆雪叶歪脑袋问 明哥 刚才不是说好 吃了不认账 直接走人吗 老掌柜满眼哀怨地瞅着小家伙 林明屈指清谈 激在小家伙脑门 那是你说的 不是我说的 小家伙捂住额头 皱起脸蛋 疼 林明微笑 疼就对了 记住 吃人嘴短 拿人手软 既然占了好处 就得帮人办事 哦 陆雪叶点头如捣蒜 然后举起双爪道 明哥说的都对 小家伙实在太可爱 一举一动 仿佛连环重击 不断击打在少女们的心坎上 他们接连出声 调笑道 好可爱的小家伙 就想得开心过 看到他 心情好一整天呢 是啊是啊 不过奴家 还是更喜欢林公子 呸呸呸 说的谁不是呢 姐妹们难得看到 如林公子这般有趣的客人 嘿 林公子只是有趣吗 你个小丫头 是不是动春心了 林明长得帅真的好霸道 上辈子就没这个待遇 他微微一笑 又引来少女们一阵欢笑 没过多久 灯云宴结束 小姐姐们恋恋不舍地离去 很快 林明等人走到醉云居大堂 一位眼眸锐利的独眼老者 赶忙迎了上来 对老掌柜微微躬身 林景前辈 这一顿灯云宴还满意吧 老掌柜不嫌不淡道 不差 确实对得起一千没金币的价格 顿了顿 他又问 你眼睛怎么回事 没什么 独眼老者微微摇头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意 老掌柜也没有继续探究 独眼老者转头看向林明 对了 看这位公子面生 是否刚来清夜城 要不要在下安排入住 老掌柜不置可否 转头看向林明 这位赵掌柜是醉云居的掌柜 林公子 你意下如何 刘林明入住醉云居 就是独眼老者的任务 只要林明点头 醉云居酒窍里的那位 就有一千种办法解决林明 眼看任务即将达成 独眼老者心跳漏了一拍 猴头微微吞咽 然后露出满面笑容 请务必让我醉云居招待林公子 在老掌柜 萧出阳 露雪夜眼中 醉云居这位独眼赵掌柜的表现很正常 但是 林明的心眼映照下 看到了他们没有察觉的细节 心跳停顿 猴头微动 这是一个人在极度紧张时候的表现 为什么普普通通邀请他人住店会紧张 林明脑海闪过一个疑问 他在看赵掌柜 怎么看怎么不对劲 态度太殷勤 这时 林明眉心浮现官字神文 洞察赵掌柜左眼的真实情况 灰黑不骗之后 没有眼珠 空空如眼 这根本就不是受了一点伤 而是彻底下了 老掌柜之前惊讶 说明这位赵掌柜是才瞎不久 林明可没有忘记自己入城前遭遇的刺杀 一点有一有二有三 那就不是巧合 而是必然 他顿时多了个心眼 拒绝道 还是算了 醉云居虽厚 但我还有要事暂时不需要住店 赵掌柜 Sigma 刚才还好好的 怎么拒绝了 他心中一慌 付匪一句 抬头看向林明 林明脸色淡然 嘴角微先 并没有什么异常 赵掌柜心中 顿时觉得是习惯性推辞 于是 他急忙解释自家的条件好 林明淡然微笑 并不言语 赵掌柜费费了多番唇舌 还想要劝说 这时 萧出阳不耐烦道 够了 林兄不想住 就是不想住 掌柜的不必抢求 老掌柜领紧浮沉半生 哪里还看不出来问题 他凝视赵掌柜 抬起烟杆抵住赵掌柜喉头 小赵 你怎么回事 赵掌柜慌忙摇头 然而 老掌柜的烟杆一跃而过 撩开赵掌柜 遮蔽左眼的灰色不骗 周围时刻顿时哗然 怎么回事 掌柜的眼睛被人挖了 这是欠高利贷没还吗 不可能 赵掌柜没啥侍候 又无妻无子 根本就不会去借高利贷 也不可能撞上打劫的 还没有谁那么大胆子 在青叶城里打劫呢 陆雪叶缩到林明博梗旁 扒拉着林明的头发 时不时瞅两眼 哇 明哥 这人的眼睛被挖掉了 看起来好可怕啊 这时 林景浑身气息荡起 太和静的气势 展露无遗 周围空气暴起一点一点的火星 他手中的烟杆的头部出燃起 淡淡的烟草香气缭绕 一道鸟鸟烟气飘荡 眨眼间 烟气化作绳索 环绕赵掌柜 林景眼眸一寒 冷声道 说 是不是有人胁迫你 要你暗害林公子 赵掌柜额头渗出冷汗 顺着眉梢滑落 不 不是的 这只是 林明出声打断对方的话语 赵掌柜该不会想说是自己摔了一跤 弄瞎的眼睛吧 这眼睛一看 就是被人用刀弯下来的 赵掌柜咬了咬牙 不说话 林明微笑道 是你们吧 在城外刺杀我的人都是你们的人 赵掌柜愕然 他想不到林明为何这样说 整个青叶城都没有人知道 醉云居是墨家的据点 只知道醉云居背后有大老板而已 他连忙摇头 抵死不认 林景虚起双目 缝隙中泛起凶悍杀意 说 是不是你 声音不大 却调动玄其微妙的力量 冲击赵掌柜的心神 赵掌柜知道事情要糟 猛然咬住舌尖 强行清醒过来 他带着哭腔道 真的是冤枉 林景前辈 您处事向来公道 今日为何不问青红皂白就发怒 林景敲了敲烟杆 正要说话 这时 林明清敲腰间剑柄 一瞬间见名声响起 林明冷声道 那我问你 刚才留我住店为何又殷勤又紧张? 我 我只是觉得公子气度不凡 想要结个善缘 赵掌柜说 林明怒意生疼 浑身灵气鼓荡 似乎下一秒就要拔剑砍人了 我在山路遇到袭杀 你这无端端眼瞎 然后又莫名殷勤地邀请我入住 真当我是傻子 赵掌柜又是白手 又是鞠躬 公子误会了 他说的袭杀绝不是我 话语出口 说到一半 他已经说不下去了 因为 他一时紧张 说漏了线 周围时刻有人拍下筷子 喊道 好你个赵掌柜 刚才这位公子 可没有说是哪个山路 林明微微汗手 是啊 我自玄文书院而来 一路行来有三个山路 刚才我只说在山路遭遇刺杀 可没说是哪个山路 你赵掌柜知道的如此具体 难不成 还是位能掐会算的高人 一时错 时时错 赵掌柜还眼望去 人们的目光中充满质疑 谁也不希望一家酒楼的掌柜 谋害他人 尤其是醉云居这样的高档酒楼 来往之人非富即贵 谁都怕自己遭遇不测 他们的目光下 赵掌柜百口莫辩 也没有什么好辩驳的 这时 林景踏前一步 烟杆上的白色烟气 声腾得更猛 化作一条白色绳索 困负赵掌柜 原来就是你 是你害老子多花一千金币 害得老夫与林公子险些骄傲 赵掌柜一脸猛逼 这什么和什么 林景前辈 滚 谁是你前辈 林景怒吓 谁特念给你的胆子 胆敢在关道上刺杀乘坐驿站马车的林公子 啊 老子问你呢 要不是你派人刺杀 保回马车 老夫怎么会问林公子要赔偿 要不是因为这个 老夫又何至于得罪林公子 然后来你这里吃老十字的灯云宴 你不知道一千金币有多贵啊 林景今日憋屈老半天了 但对林明 他实在无可奈何 论理论有所求 他全都得输 所以 这一刻终于找到宣泄点后 他是彻底爆发了 今天老子话撩在这 醉云居必须给我个说法 太和静的高手可不寻常 一举一动可以借助少许天地之势 放眼清明周都可算高人了 林景的怒气犹如实质 空气中时不时爆起火星 伴随着鸟鸟白烟 直接让赵掌柜含了胆 这时 赵掌柜的辩解已经语无伦次 做贼兴训 萧出阳一边摸着光头 一边走到赵掌柜身旁 手掌落在对方肩头 要不要我请追魂牙的人来 一句话 赵掌柜顿时吓得回了神 追魂牙乃是宁国的特殊机构 分布在宁国诸多郡县 传闻就连圣者进的高人 也不愿意对上他们 然而 追魂牙里来高傲 不卖旁人面子 但萧出阳是清夜城城主萧汉生的儿子 是真的能请动追魂牙 醉云居酒窖里的白发人休养生息 躲避的正是追魂牙 真要招来了追魂牙 顺着一路查下去 整个墨家都得吃大亏 赵掌柜知道自己为墨家闯了大祸 身体剧烈颤抖 半个字都不敢再说 他盯着凌鸣 只觉得俊俏偏然的凌鸣实际上是通宵人心的可怕魔鬼 犹豫摇摆 无法下决定 萧出阳耸奸 看来你不太相信我能招来追魂牙 就在这时 一道沙哑干枯 极为难听的声音传到赵掌柜耳内 声音辨识度极高 赵掌柜绝不会认错 定然是酒窖里那位前辈 然而声音传递的内容 却让他心脏几乎停止跳动 那声音说 认罪 交代墨家是酒楼大老板 说明自己受过墨玄机恩惠 为了复仇才找灵明麻烦 然后撞墙自杀 赵掌柜浑身发冷 呼吸 心跳似乎都要停止了 一股无名寒意升起 他的处境已是绝境 那干枯沙哑的声音 仿佛来自地狱的呼唤 这一刻 他才明白对方的狠辣 交代出墨家是醉云居幕后大老板 墨家乃是清明州十大世家之一 追魂雅给不给面子不好说 但清夜城城主萧翰生一定会给面子 那就不会引来追魂雅 酒窖里的白发人就不会暴露 赵掌柜眼眸中似火光逐渐萎缩 他想到了自己不死会有什么后果 墨家追责 他还是会死 而且无比凄凉 甚至会牵连远在国都中隐藏起来的妻子儿女 所以 他必须包揽一切 以报恩为理由 然后用自己的性命来清一切 短短时间内 赵掌柜念转如风 不断思索后 只得承认 白发人给出的方案就是最佳的计划 于是 他站起身来 癫狂大笑 哈哈哈哈哈哈 追魂雅 不必了 萧公子不劳费心了 没错 是我要杀灵明 是我出钱找的杀手 赵掌柜浑身被白眼困住 但双腿还能自如行动 他上前两步 眼眸中充满了仇恨 想必诸位还不知道我醉云居的幕后老板是谁吧 今日 我就与儿等说个明白 醉云居真正的幕后老板乃是墨家 墨玄机的墨 言语微顿 他环视周围 杀人偿命 天经地义 我做的根本就没错 玄机公子带人人后 对小老儿有过墨大恩惠 灵明 你与玄机公子本为之交好友 却在玄文书院无考夺他性命 是也不是 听到这句话 众人意识到 事件还有隐情 或许并非像他们想的那么简单 这时 他们看向灵明的眼神多了几分怀疑 真要这么说来 赵掌柜是为了报恩 好像也还能理解 各批的理解 今日他能暗害一人 明日他就能暗害我们 理由不重要 重要的是他做了 嗯 管他呢 还不知道说的是真是假的 万一是诬赖人家林公子呢 墨家 墨玄机 这是清明州十大世家之一啊 众人议论纷纷 不仅仅有大唐内的时刻出言 外面行走的路人也围观了起来 灵明的模样生得俊俏而唐正 常人见到就会心生清静 于是周围人的舆论导向始终偏向灵明 赵掌柜颤颤巍巍呼出一口 耳边再次传来沙哑难听的声音 快点 撞住而死 是他人生命如草剑 赵掌柜喉头干咽两下 然后高声道 错事我已经做了 再说太多也没有用 但我不悔 灵明你道貌黯然 就算再重来千百次 我也一样会派人杀你 言语落地 他再也没有犹豫 悍然冲出 碰 头破血流 赵掌柜当场弃绝而亡 众人顿时哗然 死 死了吗 真的死了 这个掌柜也太忠义了点 居然肯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没看出来 这位赵掌柜还是性情中人 或许他口中之言 有那么几分可以相信 难道真是林公子杀戮好友 这才你来报复 看来这位模样俊俏的林公子 也不是什么好货 长得好 心却毒 众人声音十小时大 但却在四周清晰回荡 陆雪叶 下花线 他搜的一下窜到灵明头顶 踩着雀尾观顶部 朝众人呲哑 你们胡说八道 我明哥是好人 周围人或冷笑或无视 这会死了人 很多事情有口莫辩 这就是赵掌柜最后的倔强 他要拉林明当店呗 杀人是不可能杀人的 那么就只有一个办法 污了林明的名声 然而 林明那借一闪 手中拿着一枚刘影石 灵气灌注 其中画面展现出来 林明微微一笑 里面对话的两人拿折扇的 名为墨悬机 另外一人名为张游 随后 刘影石中的影像播放完毕 众人恍然大悟 原来墨悬机根本不是宅心人后 而是腹黑伪装 他谋害林明在前 这时 肖初阳又把悬文书院中的一些情况说了出来 着重说明 林明斩杀墨悬机的过程 属于堂堂正正的合规操作 众人一时间有点惭愧 刚刚骂过林明的这回 都不太好意思 有的人脸皮薄 匆匆放下饭钱 静止离去 有的人知错能改 站起来端着酒杯 向林明赔罪 然后一饮而尽 这么下来 赵掌柜想要达到的效果没有达到 众人反而开始唾弃墨家 醉云居幕后大老板 就这等货色 看起来都不是好东西 虽然他们不愿意为一点小事 惹恼青云州十大世家之一的墨家 但他们也不需要正面对刚 口口相传之下 让自己的亲朋好友不再光临醉云居 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酒窖里 白发人面色阴沉 他的眼瞳露出凶光 哼 好个林明 没想到传闻中已然废乐的林家二公子 隐藏如此之身 手段 心性 实力 无异不是各种巧处 恐怕那三年的蛰伏 只是为了隐去风头 我就说 堂堂林家二公子 怎么可能凝练不成神文 原来都是伪装 好 极好 老夫都险些 在你手上吃亏 白发人右脚微微发力 地面尘土无声息 向周围扩散 可惜 我的伤势还有三月才能痊愈 这之前绝不能引来追魂牙的关注 一旦出手暴露踪迹 引来追魂牙 那才是得不偿失 念及于此 他抬不向前 冷冷一笑 曲曲小辈虽是天才 但也无需老夫出手 等你改造完成 自去取他性命 幽鬼浸泡在酒坛里 里面凝固着不明液体 他无法动弹 只露出一个头颅 是 仅遵师父之命 错了 白发人咧嘴一笑 袖中忽然闪过一抹刀光 幽鬼脸上顿时多了一道弧线血痕 从幼鹅脚穿过鼻梁 直达左脸颊下颜 白发人说 你应该恨 恨天恨的恨世间 恨我恨他恨自己 恨一切 这股恨意 才是你行动的根源 找到恨意的根源 你才能真正融合幽暗鬼之 届时 你要杀林明 易如反掌 幽鬼汗手 血色重铜 泛起星红 另外一边 由于赵掌贵死的突然 醉云居无人能够在明面上主事 无法给林景赔偿 林景抬手一掌 啪 醉云居的招牌碎成粉末 他扬眉冷笑 别人怕末家 我林景不怕 从今天起 老夫包你醉云居没有生意 周围人都不是白丁 常年混迹青叶城上流 他们还是认得出林景的 林景号称林豹子 一杆长枪出神入化 乃是老牌的太和静高手 传闻 他在十多年前的三国大战中受了伤 所以才十余年无寸静 始终不得静即入道静 听到他这样说 周围时刻顿时明白 这醉云居怕是要玩 这时 门外走来一名白白胖胖的中年人 他脸上笑容分外和善 朗声道 在下不才 乃是万宝楼掌贵刘三有 醉云居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刘某深感惋惜 尤其是为了在醉云居工作的诸位姑娘 厨师 伙计 大家都是打工赚钱 多半不知道真正的东家是谁 说到一半 刘三有双眼热泪盈眶 连忙挥秀擦拭 然后说 醉云居中 诸位都是人才 摊上这档子事 多半要喝西北风了 刘某于心不忍 特此说明 三天后 我万宝楼开封馆 专注美食美酒美人 就名为真修格 保证规格 服务皆在醉云居之上 欢迎各位有志同道前来加入 众人 三 Delta 三 沉寂片刻 大火都哗然了 好家伙 当真是好家伙 醉云居刚刚出事 刘三有就立刻前来 大庭广众之下 又是挖人 又是强客 这不到 绝了 快得让人无语 快得墨家难有反应 刘三有嘴角弧度扩散 笑得宛如弥勒佛 他走到林明面前 弯腰鞠躬 双手递出紫色水晶卡片 这是我万宝楼的贵宾卡 还请林公子赏脸收下 林明纳闷 摸了摸没烧 为什么 刘三有和善清笑 传言道 因为公子间接住我万宝楼 如今醉云居名声臭了 这就是我万宝楼的天赐良机 此番布局之后 清夜城内 万宝楼的生意起码上涨三成 林明汉手 接过贵宾卡 我若去消费 几折 刘三有挣了挣 玄机笑容更加泛滥 七折 不曾想 林公子也是同道中人 我喜欢 三日后 珍修阁中请宴 请林公子一定赏脸 林明还没说话 他肩头的白色小家伙 举起爪子 吼吼道 好也 又得一顿大吃 林明微微摇头 一摆脑袋 撞了壮露血液 小家伙咯咯直乐 林明说 行 三日后 我会去的 只不过位置在哪 刘三有抱拳摇了摇 就在对面 林明 这时 刘三有转脸看向林景 萧初阳 还有林爷与萧公子 也请务必赏脸 林景 硬了下来 刘三有再次抱拳 微微鞠躬 那就恭候三位大驾光临了 在下这还有事 就不多讨扰 言罢 他拱拱手 转过身走向最云居内 去进行他的挖墙脚大叶 走出最云居 林景拍了拍烟杆 倩意微笑道 本来很开心的一件事 却发生这样的插曲 搅扰了林公子的兴致 林明抬手 无妨 这也是好事 让我知道 刺杀我的到底是谁 林景说 公子心宽 着实不凡 老夫还想问问 林明摇摇头 嘴角微先 择日不如撞日 现在就去 如何? 林景正了正 上下眼皮打架似的 来回碰撞 片刻后 他回过神 眼底闪过一抹感激 好 那就有劳公子了 经过林明 林景发威 再加上刘三有火上浇油 青叶城炙手可热的醉云居 必将彻底凉凉 围观时刻们看得通透 都知道真正的关键人物是谁 林明 在稍后的几天里 他的名字注定传遍青叶城 青叶城并不算小 林明跟随林景抵达东城区的一处院落 院落不算太气派 看起来就是普通的大户人家 但进门后别有乾坤 八一Z扣 穿过走廊前往后院时 林明看到了许多异趣之物 玩石雕刻的假山 青拳流响的小溪 灵气效果搭建的特殊瀑布 林公子 这边请 我那老伙计 喜欢待在后院 林景指了指长廊镜头的圆形拱门 林明微笑 林老还是别这么客气 就称呼我的名字吧 林景微微摇头 打了个哈哈 习惯了就难以改口 哈哈 这时 白色小家伙在林明肩头蹦打两下 明哥 你听听好像有其他人在说话 林明耳库微动 一边前行 一边听到两名老者的对谈 哎 我说老曹 你这毛病不得行啊 都病成这样 还要喝茶 你可拉倒吧 喝药不能喝茶来送 这会解了药性的 不碍事 我呀 这生命可以少活一点 茶不能少喝半口 呸呸呸 你这说的什么话 狗屁的 你可得给老子活好喽 起码得比我长寿 嗨 我的身体自己清楚 后心钻着疼 越冷越疼 怕是拗不过今年冬天了 这时 林景高喊道 狗屁不通 爱喝茶就爱喝茶 无所谓 但这命的活长久了 你要是敢比老子先死 信不信我绝了你的坟 话语落地 他先窜了进去 林明看向萧出阳 发现后者正好看来 两人相视一笑 然后意不意去跟上 整个后院就显得有点普通 仿佛只是一个农家小院 就连后院中的小屋 也是茅草搭起来的 林明一眼望去 首先看到了竹志堂椅上的老人 老者神色灰败 看起来非常不健康 眉宇之间有黑气缭绕 双唇发青 这时 林景抬起烟杆 须指另外一名老者 嘲讽道 死瘸子 你还有脸来 说好要请来的人呢 怎么还没个准心 被称为死瘸子的老者皱起眉头 蹭得一下站了起来 反手按住腰间长刀 废老鬼 老子说请到就一定能请 顿了顿 他抬起手指向林明 瞧 这不就来了吗 林景 我可去你的 林公子是我请来的人 和你没有一同满的关系 林公子找过紫色的治疗系神闻 老夫可是花了大代价 把他请来的 邓云雁知道不 这一餐值千金 你一个穷瘸子拉拿得出来吗 瘸腿老者充耳不闻 一步之间来到林明面前 林小友 我昨天先找了一次你 结果你刚好不在 略微停顿 他转头瞪眼瞅着林景 这不才给了某个肺老鬼瞎猫 撞上死耗子的机会 林景愣了愣 瞅瞅瘸腿老者 又看看林明 你们还真认识 林明轻轻抬手 俯过眉梢 微笑道 认识 徐傲东许前辈 两天前我帮前辈治疗过腿伤 林景嘴角抽搐 心中怒吼 这也能碰上 那岂不是说 我的金币白花了 可恨 太可恨了 该死的罪云居 要不给个说法 名个儿老子就去把他翻了 他面上不输半点 斜着腻了徐傲东一眼 瘸子就是瘸子 办事没点效率 这就算了 居然还找个借口 什么找人没找到 低级 徐傲东拳头捏得联想 瞅着林景就是不爽 两只眼睛仿佛冒出火来 你就好了 废老鬼就特捏的阴损 老子约好了名小友 但你后脚偷人 算个屁的好汉 偷人 林明满头黑线 很想说一声前辈用词不当 然而 林景和徐傲东吵了起来 看起来就不像别人能够插手的样子 两人的声音越吵越大 听得消出羊脑袋发胀 两人他都认识 都不是好惹的 两位都是老牌的太和靖高手 这谁能劝得住 白色小家伙扒拉着林明的头发 明哥 他们吵得好凶呀 林明摇摇头 双眉扬起 够了 病人就在旁边 你们两个自己也是病人 还在这里吵架 这合适吗 陆雪叶举着小爪子 复合道 不合适 林景和徐傲东面面相去 忽然间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对 两人不约而同的歉意一笑 他们一人来了一句 哎 这 还请林公子不要生气 的确是老夫一时冲昏了头 就不该理这个死瘸子 不 明小友 要怪还是怪我 忍不住这个废老鬼的毒蛇 林明猛然抬手 不用对我说 应该对这位前辈说 两人点头如捣蒜 见到这一幕 消出羊猴头微动 咕噜 咽下一口口水 他心中震撼无比 万万没有想到 居然看到两位太和靖的老牌高手 对一个小辈如此恭敬 这时 林景和徐傲东 转头望向躺在躺椅上的老者 那老者笑了笑 神色淡然 饮了一口清茶 依我看 两位老伙计都这么精神 我也就能放心的去 呸 这说的是人话 林景诈呼一声 徐傲东紧随着喊道 老曹你可不准先死 老子当年瘸了这条腿 才救回你的性命 没经过我的同意 你不准死 曹姓老者随和的神态骤然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上位者的威严 那你们就别吵吵 互相点崩对方的弱点很有意思吗 见到老者这番模样 林景眼眶微红 低垂头颅 不再说话 多少年了 从不曾看过老伙计摆出当年的气势 他 可是三十年前威震清明州的宁国军神曹主清啊 一盏清茶煮 沙场鸡无敌 平生未逢一败 徐傲东闭上双眼 微微仰头 是我错了 元帅 曹姓老者汉手 转头看向林明 小有 老夫曹主清 身体不太方便 就不起身相迎了 林明汉手 上前 这没什么 晚辈林明 前辈如果方便 就立刻开始疗伤吧 曹主清放下手中清茶 含笑点头 小有可以放手示威 我的伤我自己知道 你治不好 我也不会怪你 尽力一试 林明点点头 没有说大话 他喜欢用行动来证明自己 轻抬手臂 林明掌心对准老者胸口 欲字神文飘起 煞世间 整座后院紫光满堂 林景心头大喜 看到了老火既得救的希望 他眼底闪过金光 连忙以自身契机封锁周围 徐耀东心中亚然 这没神文的紫光 似乎又比上一次更浓郁了 念头微转 他急忙释放契机 压制玉字神文的紫光 两人力求林明不受打扰 让治疗效果达到最好 治疗的过程并不轻松 玉字神文照耀下 曹主清的伤势 没有马上好转 虽然有了少许的缓和 但是仿佛有某种很特殊的东西 在阻挡着伤势恢复 林明微微皱眉 眉心浮现官字神文 心眼映照之下 看到了曹主清伤势的全貌 那是一道贯穿前后兄的争鸣伤痕 伤口并不长 莫约三指宽 在伤口周围弥漫着幽蓝色的玄寒之气 特殊气静也是神通级的武技 林明出声询问 曹主清点了点头 十多年前的三国会战 刺客留下的老伤 林明眼瞳微动 十多年前 这代表着曹主清忍耐伤势十多年了 能够抗这么多年 老者的意志力实在惊人 林明微微点头 闭上双目 心眼笼罩的范围骤然缩小 维持在三尺之内 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在老者的伤口处 那细碎的纹路可以看出 伤口曾多次复发 又多次压制 这种痛苦非常人能够忍耐 这时 林明眉心的官字神文显露紫光 映照着林明宛如神人 又一枚紫色神文 曹主清眼底闪过一缕金光 他浮沉半生 很少为年轻人而惊艳 因为他当年就是最惊艳的人之一 但连续两枚紫色神文 他不得不动容 心中暗道 好精纯的紫色神文 传闻中五百年一遇的紫色神文 这位林明小友独占其二 或许正和前几日的天地异象有关 念及于此 曹主轻动了惜财之心 霞为当今民国国主 举荐贤财 张开嘴巴 他刚想说话 这时 林明眉宇微皱 嗓音带着雌性道 轻心去念 不要想太多的事情 曹主轻正了正 汗手 旋即闭上双目 他不知道 林明是如何得知自己 有杂念的 但这是林明的本事 不必多去探究 照着做就行 远处 萧初阳抹了一把额头 瞅了瞅露血液 林兄从来都这么猛 面对老元帅 也敢出声使唤 小家伙大字摊开 仰面对天 躺在林寻的石头上 看都不看萧初阳 不知道 我才跟着明个没几天 但应该差不多吧 另外一边 徐奥东和林景 分别站在院落两头 他们两人难以掩饰自己的震惊 曹主轻看似很好说话 实际上很有主见 就对他们这些老伙计 稍微和善点 根本就不敢想象 曹主轻会听从林明所言 哪怕从王都请来的御医 站在曹主轻面前 也不敢有丝毫怠慢 更别说治病时 用类似命令的口吻说话 他们隔空相望 心底罕见地冒出同样的念头 林明小友 公子 太过不凡 时间不知不觉过去 这时候 封锁周围的契机忽然抖动 无形的气墙波浪状翻涌 仿佛有一头凶猛的荒兽 聚集气势缓步走来 动 动 动 似有似无的三道梦想后 一位魁梧老者出现在后院之中 他身形高大魁梧 竟然比萧出阳还高了半个脑袋 浑身布满肌肉 求结成块成条 仿佛天宫以最上等的石料雕刻而成 龙眉大眼 双目炯炯 老者刚刚出现 直勾勾盯着林明 打铁道 徐耀东沉声低吓 林锦手持烟杆 做出防备 林公子正在为老曹疗伤 你不要打扰他 魁梧老者充耳不闻 继续看着林明 陆雪叶窜起身躯 化作一道白光 冲到魁梧老者面前 他四肢伏地 尾巴竖起 雪白毛发蓬而起 随时准备发动攻击 你想对明哥做什么 魁梧老者没有理会白色小家伙 他一动不动 看了好一会 然后转过身 面对林锦和徐耀东 你们就找了个矛头小子 帮老曹看病 声音中带着火气 根本就不等两人回答 魁梧老者身形骤然消失 下一秒 他一化为二 分别出现在林锦 徐耀东面前 当胸一拳 轰 轰 两响几乎没有先后之别 徐耀东连退三步 林锦也能退三步 做完这一切 魁梧老者又站回原位 徐耀东胆了胆胸口 反手握住刀柄 长刀出翘半寸 打铁的 你是什么意思 林锦眯起眼眸 双手持着烟杆 烟杆两头冒出白烟 凝聚成特殊的长枪 境界高就了不起 想打架 换得地儿 奉陪到底 魁梧老者嘴角歪了歪 就你们俩 够吗 他张开双臂 反手拍了拍胸口 哎 朝这儿打 老夫要是躲了 就是耸淡 言语落地 魁梧老者深深吸入一口气 然后嘴巴轻缓吐出 呼 他的呼吸仿佛风香 带动全身肌肉鼓动 一道道无形波纹叠加而起 从无到有 从透明到半透明 魁梧老者穿上了一层空气凝结而成的后视盔甲 林景 打个屁 这怎么打 没得打 简直就是不讲武德 高了两个大境界 还要调动呼吸法 呛着自己传承好境界高 有意思吗 徐耀东嘴角抽了抽 无赖 圣者静的手段 还配合呼吸法 凝结出你的专属武技 玄凯兼臂 魁梧老者咧嘴一笑 怂 但 他吐出一字点出一纸 两个字说完 刚好也点完林景和徐耀东 一股无名怒火从心底窜起 徐耀东和林景相互向彼此靠近 距离控制在仪仗之内 这样他们可以彼此最好的支援 来 老子今天不管伤 也得把你揍趴下了 林景鼻子喷气 徐耀东汗手 境界高就了不起 圣者吉老子当年又不是没杀过 眼看着三人将要乱战成一团 林明猛然睁开双眼 吵吵什么呢 没看到这在是疗伤 三人气势微微凝致 林明抬起手 指向拱门 最关键的关头 就你们打断的全都给我出去 魁梧老者瞪大双眼 仿佛发怒的雄狮 好胆 你敢呵斥老夫 林明瞪眼回队 管你什么来历 小爷不惯着 出去 陆雪叶跳到半空 帮枪道 现在立刻马上 魁梧老者怒意蓬勃 身上半透明的空气盔甲改变形态 一根根道刺生长出来 这时徐耀东和林景相互打了个手势 然后栖身而上 抬起手中兵器 夹在魁梧老者身前 徐耀东说 要打可以 但不是现在 林公子正在帮老曹疗伤 打铁的你现在动手 就是想害了元帅的性命 林景梅若瑞任 冷声道 身为副将 有人谋害元帅 我当以命相搏 魁梧老者停顿片刻 说 行我走 但这小子要是治不好老曹 老子明天开始 就拿他的头当锤子 打铁 林明撇嘴冷笑 轻飘飘道 若我治好 你又当如何 不等魁梧老者回话 林明缓缓闭上双目 不再搭理 魁梧老者捏紧双拳 显然处在爆发的边缘 然而 他眼角于光撇道 正在忍受痛苦的曹主卿 如果你治好老曹 从此以后 老子撑你一声眼 撂下这句话 魁梧老者静止走了出去 数个时辰后 明月高悬 曹主卿渐渐好转 脸色有了少许红润 他睁开双目 入目所见 是少年人的俊朗面庞 以及额头上细腻的汗珠 一颗一颗整齐排布 在绞结月华下 分外精英 小有这般疯子 却非凡人啊 曹主卿感慨一声 林明收回玉字神文 睁开双目 骤然听到这么一句话 吓得手一哆嗦 该不会遇到老玻璃了吧 他后门危紧 赶忙回撤退了树步 曹主卿不明白林明的举动 眼底闪过一抹疑惑 不过该有的礼节 他是不会少的 撑着唐仪两次的扶手 曹主卿侵视着自己站起来 有点颤颤巍巍 但他脸上满含喜色 多少年了 动起来的时候 总会感受到 前胸后背的钻心寒痛 现在却好像彻底没有了 实在神气 他抱拳鞠躬 语气极为真诚 曹主卿谢过小有救命之恩 以后小有但有所需 老夫绝不推辞 林明赶忙上前 抬手扶起曹主卿 这时院落外的几人走了进来 他们看到曹主卿 对林明行礼的一幕 心中微微震撼 却很好地收敛神思的变化 走到近处 几人还没来得及说话 一道白影掠起 白色小家伙 顺着林明的裤腿向上攀爬 窜到林明肩头 拱了拱林明的脸颊 陆雪叶举起小爪子 自豪道 我明哥就是厉害 言罢 他还瞅了瞅魁梧老者 众人 厉害的是林明 又不是你 林景先对林明道谢 然后马上走到曹主卿身旁 仔细看了几眼 看到曹主卿嘴唇不再发青 脸色好了许多 他热泪盈眶道 老伙计 你这伤可算好了 曹主卿笑着点头 是啊 多亏林明小友 真的是救命之恩 无以为报 他转头看向林明 眼底抱起筋芒 充满了欣赏 林明头皮发麻 总觉得曹主卿看来的眼神 分外诡异 他不着痕迹地挪动几步 远离疑似老玻璃的存在 这时 徐耀东一巴掌拍在林明背上 名小友 好样的 真是好样的 笑声爽朗而大声 似乎比他自己的腿 可以治愈还要高兴 能为他人伤心而更伤心 为他人高兴而更高兴 这样的人同样世间罕见 林明微微一笑 心中升起极许敬佩 难怪许前辈闯荡江湖 以意气过人 主称清明州 得到许三刀专展不平式的名声 他的修为不是最高的 但江湖上的朋友人脉 或许是最深广的 着实厉害 在徐耀东 林景心目中 曹主卿地位很高 半是尊敬 半是好友 见到他伤势好转 肉眼可见的气色红润 众人面带笑容 分外高兴 打铁地站在一旁 回屋的身形 仿佛一座毅立的铁塔 他的脸色比较奇怪 额头发黑 眉头深皱 似乎有点不好看 但是嘴上却在笑 眼眸中也泛起神采 奇怪的为何感 显然是他一边为老伙计好转 而感到高兴 一边为自己打赌输了 感到不爽 刚才被捶了一拳 现在报应要来咯 徐耀东歪嘴轻笑 左手承八字形 抵在下巴上 嘿嘿到 打铁地 愿赌服输部 听到这句话 回屋老者脸搭拉下来 仿佛变长了一倍 心中的喜悦被冲淡 他黑着脸 一寸一寸转过头 张了张嘴 也自到猴头去又咽了下去 明明看着他分外难受的样子 心中好笑 白色小家伙凑到灵明耳根 已看似小声 实际上人人听得到的声音说 打铁地不想认账了 打铁地不愿服输了 闻言 魁梧老者脸色漆黑 狠狠瞪了小家伙一眼 气势十足 威猛凶汉 陆雪叶缩了缩脑袋 躲到灵明的脖子后 明哥照我 我不怕你 他探出半边脸 瞅着魁梧老者 你要叫明哥为爷 那我是明哥的小兄弟 这样的话 你应该叫我一声小言 魁梧老者倒抽一口凉气 见状的心脏忽然感觉到了一阵抽痛 这是被小家伙气的 他瞪着同龄般大的眼睛 嘴巴半张开 仿佛下一秒就要冲出来干掉小家伙 逻辑鬼才 灵明脸上挂着挥之不去的笑容 揉了揉露雪叶的小脑袋 你是真不怕死 打铁前辈可是圣者尽高人 顿了顿 灵明转头看向魁梧老者 前辈境界这么高 心胸也不会差 不会跟小家伙一般见识的 对吧 魁梧老者冷哼一声 背过身去不说话 看到魁梧老者吃扁 徐耀东毫不给他留面子 一边坏笑一边嘲讽道 咋的了 叫灵明小友一声也就那么难 这可还是咱们几个老伙计面前 要以后在外面 你每次遇到小友可都要叫的 那不是更加丢面啊 还是趁早熟悉熟悉吧 哈哈哈哈 灵警大笑出声 等着看戏 曹主清咧开嘴 笑了笑 正要出声打去老伙计 突然 他捂住胸口 扑斥一下 喷出大捧鲜血 鲜血颜色很怪 红中带飞 还犯着幽懒 怎么回事啊 灵警探手一捞 扶住曹主清 不让他倒地 徐耀东急不走来 挥手间摄取曹主清 喷洒出来的鲜血 血中带有寒毒 这事 话还没说完 魁梧老者身影瞬间消失 紧接着 他出现在灵明面前 一把揪起灵明的衣巾 巨大的力量传来 灵明双脚不粘地 被踢在半空 说 你小子干了什么 不等灵明回答 魁梧老者猛然抬手 指向灵警和徐耀东 还有你们两个 瞎找人为老曹治病 我饶不了你们 这时 曹主清脆出一口血沫 中气十足地喊道 快放开灵明小友 徐耀东走到魁梧老者面前 单手托起 掌心中飘浮着一颗半个拳头大的血球 老曹的寒毒全部吐了出来 这是好事 是啊 老子现在好得很 你别错怪好人 冤枉灵明小友 曹主清难得抱了句粗口 灵警点点头 说 老曹刚才那口血 是预计多年的寒毒之血 吐出来 他就等于是驱除顽己 这是多少名医都办不到的 魁梧老者尬在原地 脸上仿佛写了一千个窘子 灵明单手扣住他的手腕 轻轻一掰 魁梧老者手掌松 偏然落地 双脚踩实 灵明似笑非笑地盯着魁梧老者 魁梧老者 魁梧老者的头皮发麻 心中怪不好意思的 来回搓着双手 他张开嘴 抱歉 小家伙不乐意了 窜到楼灵明的雀尾观顶端 用长长的尾巴顶起自己 让自己勉强与老者的个头持平 他伸出小爪子 呲牙咧嘴 乃凶乃凶的 臭打铁的 愿赌不服输 还错怪好人 一句抱歉有什么用 快 叫我明哥卫爷 先服输再奉上实际的好处 魁梧老者 老夫纵横天下数百年 还是头一次 被人如此蹬鼻子上脸的指着骂 还他捏不能还口还手 干 魁梧老者气的肺都要炸了 但他却知道自己理亏 捏捏扭扭片刻 闻人千亿手掌抹过脸庞 顿时变脸裴笑道 老夫闻人千亿 还希望阁下给个面子 灵明不言语 继续看着他 以德抱怨 开玩笑 人都不认识 凭什么以德抱怨 我又不是圣武 灵明的态度相当明显 文人千亿无言以对 这时 林景嘲讽道 愿赌服输都做不到 打铁的你也配来件元帅 滚圆点吧 徐耀东按了按刀柄 帮腔道 言而无信 不可伸交 曹主清放下擦拭嘴角穴子的手帕 调侃道 没那么严重 老伙计只是有点抹不开面 该喊的该服的 他又怎么可能不认 灵明眼角于光瞥到曹主清的小动作 心中更惊朗 随身带手怕 不是鸡老 就是海王 哪个都不是好东西 必须远离 这时 文人千亿黑着脸 脸长如马 憋出一声 明艳 洪亮的声音传遍后院 他却半步不留 转身转身离开 曹主清却淡淡道 老许煮茶的手艺不行 还得我亲自来 对了 今年我伤识的玉 看见希望当然心情大好 这心情一好啊 就得上最好的茶宴 徐耀东捧根道 可是那万斤不可买一两的玄机物倒茶 曹主清汉手 没错 林锦大声笑道 好啊 有年头没喝过老曹清手煮的茶喽 这还是出自雾道山的玄机雾道茶 那就是绝品啊 三人又唱又喝 先是为林明讨了公道 然后又继闻人千亿留下 毕竟 几位老者浮沉半生 都是人精 自然明白 如果老伙计这么走了 那就算是与林明结约 这不是他们愿意看到的 四人都是过命的交情 平日理老不对付都行 大事大非上 却得拎清 闻人千亿也不是傻的 他明白老伙计们的心思 老实说 他不好茶 但唯独忘不了曹主清所煮的茶 那是世界第一等啊 脚步微顿 闻人千亿喉头干咽一口 沉声道 那我也要留下 可以吗 曹主清耸耸肩 摇头道 你留不留下 不是我说了算 而是要看林明小友 今天这茶 不为别的 就会感谢林明小友 要留下 得争取林明小友的同意 听到曹主清的话 闻人千亿面色难看无比 今天这顿茶帖定泡汤了 他固执地认为 林明不可能同意他留下 心中已经不抱有希望 眼瞅着就要离开 这时 林明却说 四位前辈本来都是好友 既然已经怨赌服输 想留就留下吧 林明不是白痴 不会傻乎乎的反客为主 真正主查的是曹主清 他若执意不允闻人千亿留下 一来是显得自己毫无容忍之量 二来是破坏了四位前辈的友谊 再退一步说 闻人千亿虽然脸臭 但怨赌服输 已经喊了林明一声言 这对圣者近高人而言 简直不可想象的难 要知道 苍玄界曾有老话流传 不成圣者皆为蝼蚁 所以 文人千亿能够怨赌服输 已然很不寻常 林明不想做得太过 顺着曹主清准备好的台阶而下 顺便释放了少许的善意 他不喜欢专研人情世故 不代表不通宵人情世故 很多时候 只是懒得理会 林明微微一笑 白衣在夜风中飘荡 黑亮长发青阳飞舞 气度斐然 柳暗花明又一村 文人千眼中饱含金差鱼喜悦 抱拳拱了拱手 朝林明微微作一 难得 相当难得 这老家伙也有吃里作一的一天 曹主清咧嘴笑起来 露出大白牙 这时 白色小家伙扁别嘴 明哥 为什么让他留下 赶走不是更好吗 林明揉揉揉小家伙的脑袋 没有多说 但小家伙仿如心有灵犀 伸起脑袋顶了顶林明的手心 他眯起眼睛 心道 明哥说的都对 旁边 林锦威不可查地点头 徐傲东嘴角微微翘起 心中付匪一句 老曹最后的测试 明晓有过关了 若林明邪恩图报 一点鸡毛蒜皮的小问题 却强行逼走打铁的 那就说明不值得交往 还恩之后 也就不过寻常而已 但现在不一样了 林明主动出声 留下文人千亿 说明他心胸宽广 乃是值得结交之辈 徐傲东了解曹主清的为人 擅长官人心于细微处 这时 曹主清走到林明面前 老夫身无常物 也无甚特长 大概就煮茶还算有一手 暂时只能以此报答了 曹主清的话不实在 他有两绝闻名天下 一者 统军 二者 煮茶 其煮茶的手艺 多少胜者苦求不得 他却真的是认为 现在的自己身无常物 没什么东西好送 想要举荐林明 那也是以后的事情 所以 玄机悟到茶 是他想到的最好的回报 文雅不染俗气 与此同时 徐傲东和林景对望眼 两个之前还疯狂 对对方痛楚的老家伙 默契地露出黑黑坏笑 他们隔着帐外的距离 暗戳戳做了几个首饰暗语 文人谦一看到暗语 眼眸亮起 下意识舔了舔嘴唇 因为这暗语在说 老曹会拿出最好的 最绝品 最顶级的几品玄机物倒茶 生长载物倒山半腰 浇灌妙物 瀑布涌出的溪水 天生地养的玄机物倒茶 茶叶翠绿 百年如新 煮茶时 曹主清不言不语 一丝不苟 林景和许耀东 则时不时为林明讲解妙处何在 文人谦一站在旁边 似有忐忑 忘了三人好几次 却又不好意思搭话 小家伙察觉到这一点 偏头看向他 歪了歪脑袋 勾了勾小爪子 文人谦一摇摇头 不上前 小家伙摊摊手 灵动的眼睛仿佛会说话 不争气 帮不了你 他转过头 加入到林明、林景、许耀东三人的谈话中 时不时逗趣一下 惹来几人欢笑 趁众人笑时 他朝文人谦一扬了杨伯梗 传递无声的消息 学到没 就这样 文人谦一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体型 脑中思考了一下自己的境界 顿时摇头如波浪鼓 陆雪燕 吐 夹 朽木不可刁眼 不管你了 他转过头 屁股对着文人谦一 文人谦一 能够感知到小家伙的善意 埋头憨憨倾笑 展露出不符合年纪的青涩 这时 萧出阳一直站在不远处 差点成为了背景墙 他始终没有从震撼中恢复过来 原本他以为自己和灵明的差距只是天资 晋及了断体境 练到大成后 或许有机会追上灵明 但看到灵明在四位老者面前丝毫不犯处 不仅谈笑风生 还能压制那不知来历的圣者及老者 引得两位老牌太和进高手陪笑 又让军神曹主卿亲自主查 这简直要震撼消出阳他爹一整年 不是说笑的 八年前 他爹萧汉生来到青液城任职城主 年仅十岁的他 清晰记得老爹入城的第一件事不是去城主府 而是找到老元帅曹主卿 只为求一杯清茶 然而 最终却得到一句话 李萧汉生在青液城任职十年 十年后 功过相较 若功大于过 自有一杯清茶 若过大于功 必然少不了一顿粉霄 他清晰记得当年父亲的模样 感激涕零 以性命发誓 绝对要得到军神相送的一盏清茶 仿佛这是无上的荣耀 所以 萧出阳根本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从第二次进入小院的那一刻起 他就呆若木鸡 恍惚中不知时间过了多久 萧出阳忽然听到林明说 萧兄 不想尝尝这茶吗 萧出阳 Sigma 我 我也 也能喝 他激动到语无伦次 一句话几个字 反反复复说了几次才通顺 林明含笑点点头 萧出阳迈出半步 却还有点猛逼 一不小心裂起了下 这时 林景抬手 一道契机裹着萧出阳摸依而来 林景一巴掌拍在萧出阳肩头 啪唧 用力不小 强行以物理的方式唤醒萧出阳 林景调笑道 你个傻小子 难道不想喝 萧出阳先摇头如波浪鼓 又点头如捣蒜 想想想想 林景咧嘴大笑 这就对喽 茶叶不是普通的茶叶 老曹用的也不是普通的手艺 你得多多感谢林明小友啊 没有他 你怕是这辈子也喝不到 陆雪叶举起小爪子 没错 多亏我明哥 言罢 他扎头埋在茶杯里 蹲蹲蹲蹲 喝干 除了曹主清外 其余三老 额头抱起小青筋 跳个不停 抱舔天雾 查到知圣主的悟道 茶是这样喝的吗 这时 萧出阳端着一杯茶 向林明汉手致谢 多谢林凶 字不多 易却浓 他真的敢积到骨子里了 今天晚上 喝茶之后 回去能够跟他老爹吹一辈子 他想到老爹时常操练自己 自己还手却总是打不过 多年来被反复按在地上摩擦 现在 喝过茶后 一切都不同了 老爹一定会嫉妒到发狂 世界如此美妙 以后 林凶就是我林哥了 萧出阳露出近乎猥琐的笑容 他一边喝茶 一边发出怪声 嘿嘿嘿 呵呵 呼呼呼 三老再次无语 微不可查地摇头 文人谦一说 小辈就是小辈 丝毫不明白此茶珍贵 林锦笑道 不够吗 林明是个例外 徐耀东同意道 看看 看看 明晓有与前两个憨批对比起来 就是不一样 那喝茶的姿势 专业 悠雅 三老同时看向曹主卿 曹主卿汉手 这时 林明缓缓闭上双目 浑身契机浮动 相当有规律规则 引动天地间的道运 林明头顶飘起神纹 立 素 金色光芒满院落 其中却有一点点紫韵不断凝聚 卧槽 这是误到了 林锦呛了一口茶水 徐耀东手轻轻哆嗦 卧槽 的确是误到了 文人牵一点点头 卧槽 这要林明还醒着 必然得狠狠吐槽 涂炭奈何梅文化 一句卧槽行天下 曹主卿轻声尼南道 老夫主茶半生 所见喝茶悟道之人不在少数 但林明小友不一样 他的悟道 引动天地道运 似有鸿蒙紫气 从虚物中滋生 而且 这两枚天阶上品的神纹 也要晋级 简直不可思议 栗字神纹 凝聚紫色光辉 素字神纹 同样不慢分毫 两者从天阶上品晋级为超脱品阶的鸿蒙神纹 单单这一点 就把人吓傻了 萧出阳妄向在场中人中 修为最高的文人千亿 前辈可听闻过 有人一日领悟两枚紫色神纹的 文人千亿 下画线 他翻起白眼 用看傻瓜的眼神看向萧出阳 懒得说话 这时 林景倾咳两声 说 什么叫做五百年一遇 但凡紫气神纹能够凝聚 都堪称圣人种子 同时禁挤两枚 没听过 徐奥东得意一笑 没见识了不是 所以说 人还得多走走江湖 又来对我 林景抬起左眼眉毛 压低右眼眉毛 挟着腻了徐奥东一眼 哦 那你倒说说 还见过谁 徐奥东给出一个销魂的眼神 名小友呀 他的玉字神纹 就是当着老夫的面突破的 说来说去 还不是他一个 其他人呢 林景说 徐奥东愣了愣 耸耸肩膀 曹主卿根本没有参与话题 他盯着林明的两枚神纹 看着那金光 逐渐转化为紫光 仿佛高天之上的鸿蒙紫气 随时都会再次垂落 这是错觉 他知道 但他看向林明的眼神 再也掩饰不了欣赏 这样的年轻人 好好培养 不需要培养 只要引导得当 不让他走入企图 假以时日 他必将闻名宁国 成为无双国士 曹主卿眼神过于炙热 被小家伙对望而来 陆雪叶指着他 张开小爪爪 握紧 不要对我明哥打什么歪心伞 这时 一旁的老伙计们笑了出声 萧初阳弱弱地举起手 其实我也凝聚了紫色神闻 林景瞥眼 挥挥手 你那就算了吧 瞅瞅林笑有的神闻 你好意思说 你那是紫色神闻吗 萧初阳 下画线 下画线下画线 书 老林书 好歹你也算半个自己人 怎么能往晚被心口捅刀子 萧初阳抹了一把鼻头 有点不太服气 但是呈现在双目中的浓郁紫光 当他无话可说 强 太强了 两种紫色光辉 不在一个数量级 虽然没有大到萤火与耗月之差 但以小土丘和威鹅山月来类比 还是比较恰当的 蓝不成几天前天空中的鸿蒙紫气异象 根本就与我无关 萧初阳自言自语一句 周围人却全部都听到了 其他人不知道答案 但白色小家伙知道 他随意举了举小爪子 来回摩擦 在一小块石头上留下深刻的印痕 肯定是啊 我听白先生和我姐说过 那天晚上 引动鸿蒙异象的人一定是我明哥 还有个怪怪的上官姑娘也说了 你和另外一个叫盘什么来着的家伙 我都是若鸡 绝对不可能引发鸿蒙紫气垂落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这句话简直就如酒消云雷砸落 萧初阳心头 轰隆隆隆 萧初阳不敢相信 慌忙摇头 不不不 为什么这么说 不可能呀 他一边摇头 一边有点语无伦次 摇头到一半 忽然想起了上官云烟的拳头 他愣神道 不对不对 你说的那姑娘我有印象 我 我连他一拳都没截下 他若真的出手 铁定能够打死我 他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自己根本不是天才 知道真相的他 眼泪流下来 难受 想哭 这时 林锦安未到 现在知道还为时未晚 总好过 你被天才的名头冲昏了脑袋 萧初阳哭丧着脸 眉毛搭拉下来 就连光头上反射的月华 都暗淡了几分 叔 求你别说我心窝子 我已经知道差距了 而且 我顶着玄文书院外院三大天才的名头 这么些年 我骄傲了吗 我自豪了吗 林锦微微摇头 拍了拍曹主清的肩膀 我不会说话 老曹你是文化人 你帮我说 曹主清汉手 微笑 玄文书院的三大天才 这没有什么 但若整个清明州将你捧为天才 你还敢说自己不会飘吗 萧初阳 谁人不想年少得志 人啊 就没有不希望自己扬名立万的 尤其是少年郎 何人不曾心比天高 曹主清戳影轻查一口 柔声道 说不出话来了吧 没那个实力 却站在那个位置上 这叫得不配位 会摔得很惨的 早一天知道 早一天认清自我 这是好事 认清后 你与灵明小友的差距 将不再是你道徒的阻碍 而是最好的引导 此言落地 文人千亿事实踏步 一拳青泪胸膛 翁声道 卓 这一字声如虹中 威似天龙 带着启迪人心的力量 又能镇定心灵 又能让人专注 既能帮助灵明更好的顿武 又能震散消除阳道心上的成功 这是他给灵明释放的善意给出的回报 周围的老伙计们燃一笑 礼尚往来 有来还有回 这就表示 灵明和文人千亿的怨队彻底化解 他们心中如同放下了一颗大石头 文人千亿咧嘴呸呸 老夫在你们眼中就那么不堪入目 灵明小 话语到一半 忽然想到自己要叫灵明为爷 文人千亿急忙换了个词 嗨嗨他能宽宏大度 我也得报得已得 这时 萧初阳彻底醒悟过来 凝视着灵明以及灵明头顶的两枚神纹 那浓郁的紫光似乎将他心头的自爱自怜冲刷干净 萧初阳展颜一笑 爽朗而自信 我当以灵哥为榜样 踏大道而不迷惘 永远最求五道的巅峰 灵景欣慰一笑 拍了拍他的肩头 这才是好样的 徐耀东咧了咧嘴 拍拍刀饼 不挠 白色小家伙却不干了 他 下话线 明哥是我哥 才不是你哥 你不给乱认哥 萧初阳怂怂间 来回摸着光头 摆出一副无赖样 按种族来说 我和灵明是兄弟 才更对头 陆雪叶小爪子 一下子就变硬了 就在这时 灵明的神闻晋急彻底巩固 他轻轻吐出两个词语 神速 神力 小家伙顿时收住爪子 看向灵明 其余人的目光同样聚焦去 灵明身影微动 化作清风 瞬间花了萧初阳和陆雪叶的双眼 此乃神速 下一秒 他出现在后院围墙上 踩着青瓦 副手站立 轻飘飘一拳向高空递出 哄 空气暴响 层层叠叠 足有九连环 仿佛神人鸣鸡鼓 震撼人心 此乃神力 萧初阳额头伸出一滴冷汗 忽然觉得 就算自己断体大成 也不是灵明的对手 灵明收拳回神 轻笑抱拳 晚辈小友突破 稍微耽搁了片刻 并不耽搁 小友能够一茬悟道 好事 曹主清嘴角危险 灵明飘然落地 走到近处 端齐属于自己的半杯悟道茶 前辈的手艺真好 说不定我再喝一口又悟道了 不会见怪吧 林景戳了戳两口烟杆 吐出烟圈圈 林小友说笑了 顿悟若如此简单 那就不是顿悟了 这时 陆雪叶窜到灵明尖头 站在熟悉的位置分外安心 声音都大了三分 哼哼 谁说不可以 我明哥昨天就顿悟一次 今天喝茶又一次 再喝一口 还有又有什么不对 众人 真的 假的 开玩笑的吧 伴赏后 徐耀东屈指轻弹 敲击刀柄 发出嗡的一声响 嗡 他笑道 你个小家伙 还当顿悟和喝水吃饭一样简单 白色小家伙哼哼唧唧 来回摆动身躯 甩起尾巴对着徐耀东 不信就算了 信啊 你要原地悟道 我就信 徐耀东调侃 陆雪叶白了他一眼 好 那就来 言罢 小家伙的眼瞳泛起琉璃水色 清静明彻 身上雪白的毛发 有规律的抖动 悟道了 这也行 徐耀东无语 这时 小家伙又回神过来 好了 我悟道完了 领悟了一道神通 他伸出小爪子 爪子间凝聚一颗小小的球体 半冰半水 天水悬兵伐心觉 小家伙自豪地指了指自己 我领悟的 这时 曹主卿提醒老火记一声 看清楚了 他这是血脉觉醒 不是顿悟 徐耀东恍然大悟 你耍诈 小家伙捏着身躯 一点点转过去 正正用屁股对准许奥东 他高高翘起尾巴来回扫动 就是顿悟 看着两者斗嘴 众人都觉得十分斗趣 林明明嘴微笑 伸出手 按住小家伙的脑袋 乖 陆雪叶点头如捣蒜 其实真的算是顿悟了 这在我的血脉传承里 本来不是现阶段可以传承的 但是 我有明哥 嘿嘿嘿 所以就一不小心顿悟了出来 徐耀东无法理解小家伙的逻辑 这时 文人牵一缩的成寸 出现在林明面前 却子 你认输吧 小家伙没说错 他刚才那一下 确实算顿悟 这是太古一种的特殊顿悟 因为他跟随了身怀玄气之人 徐耀东皱眉 声音略显低沉 玄气 是那个玄气 文人牵一微微汗手 然后转头看向林明 双目饱含激动 你的力与素两眉神文晋级紫色 获得神力与神速 可是指的十倍力量与十倍速度 林明正了正 不明白他为什么知道 但却还是点头硬道 没错 是你 果然你是 文人牵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 我就说了 怎么会有小辈能够让我吃扁 几日前 三次鸿蒙紫气垂落 你已经有了三眉紫色神文 还有一次紫名吞悬异象 也是你 你就还有两眉相依存的紫色神文 然后 玉字神文是当着瘸子的面晋级 力 素两眉神文当着我们的面 众人震惊到麻木了 萧初阳听到林明的实力 暗自摸了摸额头 擦掉渗透出来的冷汗 好玄 那天食堂里自己认输了 真是这辈子最明智的决定之一 要不然真的动起手来 铁定身败名裂 道心崩碎 他可是听过墨玄机的下场 堪称无比凄凉 咕噜 咽下口水 萧初阳已经做好化身为 林明忠实跟班的觉悟 有些人太天才 不可以常理揣夺 更加不必去极度去羡慕 只要跟随就好 没错 这就是他此刻脑中所想 文人千亿重重握紧拳头 虚空一拳 好 很好 你可愿意跟我学习打铁 用词太过于粗鄙 文人千亿有点不好意思 假意咳嗽两下 他又说就是学习铸造 林明想了想 有什么条件吗 没 太过激动的文人千亿脱口而出 然而 他意识到了一点 搓搓手拍拍屁股扭捏半天 这时 曹主卿笑道 老伙计是不想过往的日子里 喊自己的徒弟为言 就这 这么简单 林明摸了摸眉梢 玄机灿然一笑 好啊 前辈愿意传授记忆 我当然求之不得 他不是想当然的乱说 而是认真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与其要面子上的好处 让文人千亿见他称爷 不如要里子内的实惠 学到铸造之法 多个一技之长 站在林明肩头 小家伙歪着脑袋 推了推林明的耳垂 小声道 明哥 什么是铸造之法 文人千亿对小家伙很有好感 不等林明出生 主动回答道 就是学会之后 走遍天下 都能吃香喝辣的好手艺 哇塞 吃香喝辣 好啊好啊 明哥要学 我也学 陆雪叶两眼放光 乱挥爪子 不断抛洒半水半冰的小圆球 在小圆上空 暴散起一朵朵晶莹透亮的特殊烟花 小家伙的话自然圆融 简直是马匹的最高境界 拍在文人千亿的心坎上 他看着小家伙 汗手道 好 明日四十出 来城南打铁身体棒铁匠铺 林明扑呲一声 笑出来 又问道 对了 文人前辈也是铸造师 可知道城南卢火街21号在哪 此话一出 文人千亿和另外三老直勾勾盯着林明 眼神相当古怪 林明泛起一股寒战 小家伙闪到林明脑袋后露出半只眼睛 都弄道 老家伙们的眼神好可怕 这时 曹主清手掌全驱抵住下额 小友真的不知道吗 林明疑惑 知道什么 曹主清说 你说的地方就是打铁的铁匠铺 林明摊摊手 对啊 铁匠铺就该打铁 有啥问题 拖长的疑问句尾音刚刚出口 林明忽然意识到了结症所在 他要找的位置和文人千亿说的位置是一个位置 也就是说 文人千亿就是白先生的诗书 这位分外魁梧的老者就是林明要找的人 呼吸法就是和他学 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部费功夫 林明拱了拱手 文人前辈 我来清夜城 就是来找你的 林景呛了一口烟 鼻孔冒出两缕白气 啊 这腰巧 徐奥东揉了揉大腿 坐到椅子上 明小友 从何处知道打铁的 曹主倾笑不语 显然是在等待林明的答案 林明张口欲言 却又看了文人千亿一眼 众人看到他的动作 没有急着探寻 而文人千亿修为高 活得久 阅历深厚如他 稍微联想一下 林明的来处以及添姿 就知道缘由了 咧开嘴 豪爽一笑 文人千亿说 这里都是老伙计 信得过 没什么不能说的 顿了顿 他又说 不就是为了呼吸法吗 我确实有 但你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林明汉手 前辈请说 文人千亿面上不见喜怒 与其平淡道 是在玄文书院混吃混喝的白狗子 叫你来的 林明思考两秒之后 他如实回答 如果前辈说的白狗子 是白晨海白先生 那就没错了 狗屁的白先生 老子不爱搭理他 他还天天像个狗屁膏药一样 粘上来 林明扬起眉毛 心中富菲道 这与白先生的说辞不太一致 白晨海的说辞是 文人千亿不愿意搭理他 他没有办法 所以出此下策 然而 在文人千亿说来 出下策前 白晨海至少还尝试了无数种方法 所以才会戏称白晨海为白狗子 这看似无用的话语 在林明脑海中组成了有用的信息 白先生与文人千亿的真实关系 并不完全是糟糕的 前者能够像狗皮膏药一样 粘着老铁匠 林明可不认为是实力所致 文人千亿虽然不曾展露气息 但林明拥有官字神文 能够察觉常人无法察觉的细节 通过细节 他辨识出来 文人千亿远强于上官云烟的护道者霍老 而且 白晨海称呼文人千亿为师叔 师出同门 代差一倍 白晨海多半不是文人千亿的对手 林明笑了笑 前辈知道晚辈来意 还收吗 文人千亿咧嘴一笑 呵呵 白狗子的那点心思可瞒不过我 他斩鹿凶大鸡 一弹一跳 毫不在意道 他有计策 我有对策 铸造之法可以传你 然后我不收你为徒 不传你呼吸法 那不就结了 既然如此 那晚辈还是不学铸造之法了 林明微微一笑 他看出文人千亿对他很在意 或许是最新晋级的两枚神文 神力 神速 可能对铸造之法有帮助 林明和文人千亿对视 前者似笑非笑 后者面沉如水 空气 月华 清风 种种万类似在瞬间寂静 周围三老静静注目 也不出声 萧出阳心中痒痒脑瓣 难受 他听说过呼吸法 可万万没有想到 魁梧老者居然身怀呼吸法 这可是绝强的至宝 宁国的大士家中 宁信乃是皇族 而他们之所以为皇族 就在于密传的呼吸法 热大的宁国 官面上明确有呼吸法传承的 只有皇族啊 萧出阳首都在颤抖 心中发寒 他知道呼吸法属于绝密 其他人都不是外人 但好像他是唯一的外人 铁定要被灭扣 荒成一匹马 他突然听到林景传音 放心 你不会有事 这时 文人千亿一拳头砸在自己大腿上 碰 文人千亿 你小子这是以为自己吃定我了 林明 没有啊 只不过晚辈家财万贯 其实学不学铸造之法 都能活得很好 伸出大拇指 轻轻妈撒下河 他笑了笑 再说了 前辈忘记我的玉字神文了 这没神文傍身 我行走天下 照样也是吃香喝辣 陆雪叶特别执着某四个字 听到了就想要复述一遍 举起小爪爪喊道 吃香喝辣 说完 他又补充道 我明哥天天顿悟 改天换两个神文领悟 小家伙的声音像个半大童子 又带着点清新可爱的女娃娃音 听真烂漫 童言最无忌 恰好说出关键所在 文人千亿的捕蒜子一挂 算到一人 那人是他此生唯一可能的一波传承所信 当时捕蒜子说了几句珠鸡之语 鸿蒙垂落 三声万物 子鸣吞玄 九术为解 铸造传承 神力神速 寥寥数语说的都是神文 涉及命定之人的特征 而这些特征几乎通通应在灵明身上 也就是说 灵明是文人千亿真正能够传承一波的唯一可能 念及于此 文人千亿摆摆手 罢了罢了 你要学乎西法也行 但想要我这一脉并入玄宗 免谈 前一件事情是我来的目的 后一件事情顺带而为 我无所谓 灵明汉手倾笑 这么随意 文人千亿满脸诧异 眉头紧紧皱成一团 你小子不知道玄宗的真实实力吧 还是无所谓 玄宗强也好落也罢 与我何干 我只关注我的目标 你不把玄宗当一回事 文人千亿问 不等灵明达 他忽然大笑出声 哈哈哈哈 妙计 妙计 白狗子以为人人都想入玄宗 却不会想到 你对玄宗并无常人那等崇拜感 文人千亿一拳头累在灵明胸口 你可以啊 我能感觉到 你心中的洒脱 仿佛整个世界都不在你眼中 就算见过玄宗实力 也不会忘却自己初心 那是因为我是穿越来的 灵明心中吐槽 嘴角威胁 前辈的意思是 可以传我呼吸法了 嘿嘿 还是有你所不能的嘛 文人千亿答非所问 怂怂间 粗厚的大眉毛挑了起来 得意一笑 他仔细审视了灵明几眼 你还在敢邻近 凝聚酒眉神闻 现在想要的无非是突破急心 说到这里 他捧着雾倒茶 绰饮两口 想学呼吸法 可以啊 明天上午还是四十初 去我的铺子里报到 灵明点头轻笑 好 陆雪叶指着自己的脑门 还有我 文人千亿微微点头 可以 言罢 他仰头 喝尽悟倒茶 放下青瓷杯 向草主轻拱拱手 外部跨出 文人千亿直接消失不见 射击空间 盛者手段 灵明眼底闪过一丝憧憬 重新落座 与三老在后院喝茶 见到事情告一段落 萧出扬告辞而去 急着回家在老爹面前显胜 然后 灵明约定了为三老后续治疗的具体时间 紧接着一直喝茶 直到深夜 中间听了很多他们的故事 涉及曹主轻 许奥东 林景的诸多过往 有些是市井乱船做不得数 有些是无人知晓的陈年密室 有些是沙场军旅 或江湖游侠的意气风发 小家伙听得比谁都带劲 因为这就是老一辈的传奇故事 自从那次马车上 灵明给他讲故事后 他就喜欢上了听故事的感觉 不知不觉 时间如飞 月落日升 一夜过去 清晨的阳光洒落大街 熙熙攘攘的行人 走在清夜城的主干道上 如火街21号 打铁身体棒铁匠铺门口 林明如约前来 准确地说 他提早了一个时辰 站在门口 林明上下打亮了几眼 如果不算招牌的名字 眼前的铁匠铺并没有特别起眼 这时 陆雪叶睡眼惺忪 盘成一坨堆在林明肩头 他哈欠连天 缩在自己的尾巴里 小爪子都抬不起来 林明走进去 没看到人 却看到了凌王满目的兵器 小家伙煞时间来了精神 瞪大眼睛瞅了瞅周围兵器 他来了兴致 顿时不困了 扑向其中一箭 这时 一名发如钢针的青年 从内堂中窜出来 挥拳轰向陆雪叶 乡下土包子 管好你的灵宠 青年男子不问缘由出手攻击 还出言不逊 陆雪叶可不惯着他 直接施展天水悬兵伐心诀 No 小家伙身体周围荡漾无形涟漪 他在半空中扭转身体 改变原先的行进轨迹 与此同时 黄豆大小的晶莹冰水小球浮现 一颗 两颗 三颗 数之不尽 青年男子低喝一声 变幻长势 一股进风扫过 所有冰水小球爆碎 砰砰砰 这时 无形涟漪袭扰 爆碎的冰水化作雾气 遮蔽青年男子的眼眸 他轻移了一声 原来不是普通灵兽 言罢 他那犹如钢针般速速抖动 汇聚在额头上沿 仿佛凝聚成锐利的尖角 最顶端一点乌金光芒凝聚 然后微光闪烁 一道细碎光芒如同绳索套向小家伙 这男子眼底闪过一丝贪婪 白色小家伙不是普通灵兽 很可能乃是传说中的一种 价值连成 陆雪叶身在半空 嘟着嘴巴 连连弹出冰球攻击乌金光芒化作的绳索 这时 灵明身影一闪 神索 他出现在青年男子身旁 拔剑出鞘 坑翁 拔剑术 净花水月 一剑不留痕 男子却反应了过来 双手握拳 在身前猛然并拢 碰 金铁交铭声 原来是带了一双护臂 这时 三尺清风 斩在护臂上 青年男子撇嘴一笑 就平民 也想破我的方 话音未落 他脸色大变 只觉得一股悍然神力 猛然袭来 灵明不孝 脸上看起来分外冷峻 虽然只有几天的相处时间 但他和小家伙特别投缘 特别喜爱 甚至 他内心中隐约觉得自己 和小家伙同病相连 都不是苍玄界的本地人 这次出手 灵明含有怒气 没有留守 然而 青年男子比想象中要更强 他的手臂砸在胸口 闷哼一声后 双臂绽放光芒 强行震开灵明的剑锋 接着反作用力 他连续向后退了数步 撞翻店铺内的一副兵器架 拼鳞胖 连环的兵器落地声中 青年男子冷哼道 粗鄙的招式 根本就没有好好使用神文 果然是清明州的乡下人 还是让本大爷教教你天元州的神通武技吧 说归说 但他的招式被灵明打断 缠绕陆雪叶的乌金光芒 鸣消无踪 小家伙落回灵明尖头 明哥 砍他 灵明笑了笑 已经砍了 你看 话语落地 静花水月的二段伤害见其爆发 绽放而出 青年脸色大变 连忙喝道 坚固壁垒 欲进泄烈 万山不动 连续三个词语 对应三种特殊的护身武技 一者防御外界攻击 一者泄净于外 一者稳定自身 三种特效叠加起来 煞有介事 然而 灵明并没有杀意 是 清脆的撕裂声响起 青年的衣裤 碎成一条条或大或小的布片 一秒变裸体 他全身不着寸缕 双手一前一后捂住关键部位 脸色张红 犹如肥大的猪肝 你 你你 你这个粗鄙之人 亏你长得相貌堂堂 竟然如此卑鄙 过错 灵明 是你自己二 我不想一箭砍死你 根本就只是让剑气爆发 萦绕在你的衣服上 可你倒好 傻喇叭唧的把剑气乱以泥通 嘖嘖嘖 真是没见过你这么蠢的 青年男子又气又怒 想要发作 却又碍于身上没有衣服 这就很尴尬 他一边卖着小碎部退后 一边暗骂 无耻卑鄙 露雪叶哼了一声 反驳道 你才无耻卑鄙 是你先偷袭我 所以明哥才出剑砍你 呵呵 阴险的乡下人 你就等死吧你 我师父待会就到 看到你把店铺砸得稀巴烂 一定会把你的脑袋当成锤头 用来打铁的 青年退到门槛处 一不小心踩到地面散落的兵器 噗哧 脚后跟出血 他哀悠一声 抬起脚来 然而忽然想到自己的裸衣状态 急忙又去挡 一来一去 两个动作让他的姿势变得相当古怪 当着林明和小家伙的面 侧摔在地 碰 下化线 下化线下化线 青年男子倒抽凉器 疼 疼疼疼 地上的兵器可不长眼睛 给青年男子背后 侧类 外壁绑 屁股留下了或浅或深的伤痕 血水滴答滴答流出来 青年倒抽凉器 用下巴指着灵灵 好 你好样的 这都是你弄的 等着瞧吧 我师父来了就捶抱你 这时 一道魁梧高大的身影出现在门口 门外的阳光似乎都被遮蔽了 来者不是他人 正是文人千亿 他瞅了瞅铁匠铺的招牌 确定没有找错位置 然后迈步走了进来 周围一切静在眼底 就一个字 问 文人千亿眼帘低垂 拉长着脸说 铁汉 你特念给老子说说 这是怎么回事 被称为铁汉的青年男子 看到靠山到来 先是一笑 然后急忙换上哭脸 指着灵明 都是这人 不问青红皂白冲进来就是干 还把我打成这副模样 铁汉露出侧背部 展示自己的伤口 灵明站在旁边 满不在乎的逗弄小家伙 白色小家伙压低声音 说悄悄话 明哥 这家伙在干啥 八一中文网 灵明耸耸肩 这叫做甩锅 不过 他太傻了 还没有弄清楚我们和文人前辈的关系 陆雪叶咧露出尖牙 那我们应该干什么 什么都不干 看他表演 灵明打了个响指 指了指铁汉 来 继续说 继续编 铁汉半跪在地 一边挡着自己的隐私部位 一边哀声向文人千亿数说 几句话后 他喊道 师父 你可得为我做主啊 文人千亿汉手 行 我知道了 言罢 他抬起蒲扇大的手 铁汉面露喜色 对着灵明姿牙 做口行道 等死吧你 忽然间 一只巨大的巴掌重重落下 不偏不倚 正中铁汉后脑勺 他额头撞在地面 发出一声轰响 沉寂片刻 铁汉拔起头颅后 愣愣望着文人千亿 师父 你这是 文人千亿面沉如水 伸出两根手指 第一 你只是店里的伙计 我不是你师父 第二 这位是灵明公子 老夫的朋友 铁汉喉咙仿佛卡住一口痰 怎么都吐不出来 难受 文人千亿冷声道 道歉 铁汉沉默 刚刚骂了灵明土包子 然后被灵明教训了一番 现在居然还要反过头 给灵明道歉 他真的不想做 然而 抬头看见文人千亿的威严脸色 铁汉额头渗出冷汗 只要还想跟随文人千亿 他就必须忍 咬了咬牙 铁汉低垂头颅 是我错了 还请公子宽宏大量 灵明不嫌不淡地恩了一声 然后忽略铁汉 前辈 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文人千亿也不多追究 只向内堂 就现在 言罢 他领着灵明和陆雪叶向内走 去换一身衣服 然后把你弄出来的烂摊子打扫干净 限定在武士之前 铁汉 明 是 极端难受的情况下 还得应这一声 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文人千亿到底是什么级别的铸造师 他跟随文人千亿三年 只学到了铸造之道的皮毛 但就算是这点皮毛 也超过了很多所谓的魂兵锻造师 但他不甘心 不甘心仅仅止于如此 他想真正的登堂入室 想要学到文人千亿的手艺 然后回到天元州 扬名立万 这时 陆雪叶的声音轻轻飘来 老家伙 你有没有适合我用的小锤子 这么大的锤子 我举不起来 怎么跟你学习铸造 铁汉 他以为自己耳朵听错了 掏了掏实 再听 然而 文人千亿冷哼一声 一股无形气激笼罩着内堂 铁汉听不到任何动静 他很无奈 只能换好衣服 开始打扫外面 这时 林明走出来 拎着一柄打铁锤走回去 铁汉眼间 看出林明拿的打铁锤是新手用的 你拿打铁锤干什么 林明不理会 继续向内走 铁汉闪身 拦在林明面前 喂 我问你话呢 林明抬起手中的打铁锤 自己不会看 言罢 林明错身过去 铁汉声音拔高八十度 你跟随掌柜的学铸造 林明看守 点头 是啊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这在林明看来 再正常不过的小事 在铁汉脑海里 却翻江倒海 天赋了他的常识 不 不可能 掌柜的不可能教你 铁汉亮呛两步 林明不解 这很难吗 我是来学护西法 顺便学打铁的 打铁 你只当铸造师打铁 你 你简直是在侮辱神圣的铸造师 铁汉脸色铁青 仿佛下一秒就会喷雪倒地 林明本就不惜此人 当然更要气他一下 打铁身体棒 打铁就是打铁啊 何必说什么铸造 你果然 宇文人前辈不是一路人 前辈就喜欢说这是打铁 铁汉摇摇头 自我欺骗道 不 我不信 你是骗我的 你这样的富家公子 看起来就不像能学会铸造之道的 你只是来找掌柜的定制魂兵 对 对 你是故意气我 呵呵 我需要气你 林明走到门下 聊起门帘 铁汉看见里面放着许许多多的金属钉 不下数千 这架势就是铸造之道的基本训练 百断 铸造师们流传着一句老话 顽铁百断 方为玄刚 玄刚是指用来锻造魂兵的一切通财 而顽铁是最低等最常见的金属 但是在经历打铁锤反复敲打 直到百断后 顽铁也会化作玄刚 铁汉愣愣看着这一幕 他心中明白了 林明没有说谎 文人千亿真的要传授灵明铸造之道 不仅如此 先前他以为听错的那句话也在脑海内回荡起来 那只一种灵兽也能学铸造 铁汉猛咳一声 仿佛受到了重创 嘴角一出一缕鲜血 他心态崩裂 歇斯底里道 不公 文人千亿 你不公平 我从天元周而来 跟随你三年 从无一天休息 就为求你 教我铸造之道 但你却说不行 好 我只当是时机未到 可三年了啊 熬了这么久 你却突然说别人为徒 林明竖起手指 打住 前辈和我也有相称 不是师徒关系 小家伙窜到林明尖头 汉首复合道 不是师徒 是朋友 老家伙是明哥的朋友 也是我的朋友 铁汉双拳钻井 小臂上粗大的青筋隆起 一字一顿道 为什么 文人千亿侧头看向铁汉 三年前 你来到铁匠铺 说要拜我为师 我不收 你说想留下当伙计 我同意了 而这三年 你学到的皮毛不算少 早就够你吃饱喝足 就算回到天元周 也足够一事无忧 这还不够 不够 远远不够 铁汉指向林明 若没有他 那就行 可为什么你却不收徒 还要教他铸造之法 这时 林明打岔道 更正一下 我主要不是来学打铁 而是学呼吸法的 呼吸法 铁汉瞳孔骤然缩小 犹如真言 你 你说什么 你要向掌柜的学呼吸法 林明还没说话 小家伙理所当然道 是啊 明哥就是来学呼吸法的 打铁只是老家伙想要教他 所以凑合着学学 铁汉忽然觉得内心创伤巨大 彻底破防 他猴头涌动 嘴角冒出鲜血 盯着文人千亿 铁汉粗喘着呼吸 仿佛一座随时都要喷发的火山 我从天元周远道而来 我来自天元周的铸造家族 铁家 你却看不上我 反而要教他 文人千亿一步迈出 站在铁汉面前 我与铁家有救 所以你才有机会跟我学些皮毛 然而 林明小友不同 他是我主动请来的 只有他能继承我的一波传承 铁汉面皮狂抽 一寸一寸转过头 瞪眼如铜铃望着林明 凭什么 你的天资 与林明小友的天资 叹若于你 文人千亿说 铁汉猛然拍击胸口 不可能 铸造之道 我不可能输给同辈之人 林明 那不爱 难道你不服气 林明故意出声询问 当然不服气 铁汉抱贺一声 林明轻飘飘道 那就憋着 小家伙知道 林明这时帮自己出气 开心的复述道 憋着憋着 双重打击 不 恩重打击之下 铁汉几乎失去理智 这时 文人千亿一巴掌糊在他肩头 铁汉一动不能动 好了 耽搁了半天功夫 直接切入正体吧 文人千亿转过身 走回那一落落的金属钉前 他拿起一块金属钉 抛给林明 呼吸法就在打铁的过程中 林明小友真的想学 就开始吧 文言 林明眉头微皱 他不知道打铁 铸造的任何技巧 文人千亿什么也不说 上来就让他拿起铁锤 敲击金属钉 这似乎有什么不对 但他没有矫情 直接走上前 抡起铁锤砸在金属钉上 一下 两下 文人千亿 眼底闪过一丝诧异 本以为林明会询问一下 但却没有 他眼底的惊喜更加浓郁了 这时 定力在旁 无法动弹的铁汉 却好受了许多 文人千亿对林明说的 就是三年前对他说的 然而 他三年无法领悟呼吸法 屡次询问 只得到文人千亿不嫌不淡第四个字 天资不足 刚才那么激动 现在却看到林明被忽悠 他心中忽然有点释然 原来 老家伙对谁都是这套 他想到自己出自铁家 对于百断之法熟人在心 但无法领悟呼吸法 文人千亿也不传那几手绝学铸造法 三年苦熬 无果 这时候 铁汉看到林明也如自己一般 一个下场 他心中窃喜不已 旁边 小家伙拿着文人千亿临时造出来的迷你铁锤 嘿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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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抡了几下 马上撂下跑回来 地还迷你小铁锤 不完了不完了 那边好热 受不了 我都闻到自己的毛烧胶的气味 文人千亿嫌腻了 小家伙一眼 无奈摇头 身为太古一种天然自带玄水 怕各批的反火 明明就是闲嘞 算了 你不是这块料 迷你小铁锤送你完了 文人千亿摇摇头 瞥眼看向林明 有此一人足矣 就这么 七天时间一晃过 林明孜孜不倦 锤打了七日七夜 期间 他每天只睡两小时 其余时间一直都在打铁 他打铁的姿势一点点改变 从声色变得熟练 他的呼吸 也从最开始的散乱无章 变得竭律有致 呼呼 呼呼呼 嘻嘻 锤打依旧在继续 他根本没有察觉到 手上拿着的就是最后一块金属钉 他只是全神贯注的锤打 一下又一下 心无旁骛 专注一致 当最后一锤落下 林明的呼吸彻底不同了 呼吸率动有了特殊的节奏感 蕴含某种难以言喻的神意 呼 林明吐出一口悠长的灼气 口鼻尖似由火光篡动 与此同时 他心中自然而然浮现一团火焰 赤炼 灼热 熊熊不熄 这就是呼吸法吗? 好像有些不一样 身体得到了加强 不,不仅仅是身体 还有心灵 林明闭目不动 静静体会身心的奇妙变化 他的呼吸越来越平缓 渐渐置于无 突然 林明唇齿微张 牙缝间泄出白气 撕 一股浩瀚的力量涌动全身 冲破层层叠叠的枷锁 全身上下 每一个细胞都灌注了全心的活力 身体似乎正在淬炼的钢铁 这时 他感受到了临界点 无论如何也无法突破过去 林明微微皱眉 睁开双目 自语道 我领悟的呼吸法还不够完全 应该还有其他诀窍 这时 白色小家伙不知道从什么地方窜了过来 他一溜烟爬到林明尖头 乐呵道 明哥厉害哦 领悟呼吸法了 林明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 是啊 可以着手晋级断体径了 小家伙享受着林明掌心的温暖 正要撒娇 不远处的门帘被人撩开 铁汉一手拿铁锤 一手拿半成品的剑快步走到林明身前 不 不可能的 你怎么可能领悟呼吸法 掌柜的方法都是忽悠人的 根本不可能练成真正的呼吸法 这只是 原来你是这样想的 无怪你练不成 看来你不仅仅添姿不够好 而且心性也太差 文人千亿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铁汉背后 他一巴掌拍在铁汉的肩头 铁汉双手发麻 握不紊手中的锤与剑 当浪 铁汉向旁边亮腔两步 然后指向林明 不 一定是你偏向 你和他说的特别的方法 文人千亿轻叹一口气 没错 确实还有诀窍 但这个诀窍 我还没有交给林明小友 言罢 他不理会铁汉 错身而过 走到林明身边 伸手拿起林明锤打的金属钉 文人千亿毫不在意上面的高温 掂量掂量 又用指头捏了捏 留下两个小小的凹痕 文人千亿咧开嘴 笑道 林明小友无师自通 七天时间就学会了铸造的基础手法 百断 果然是打铁的天才 铁汉嘴角抽搐 追了一步过来 不对 他就算修行有天资 铸造却不行的 他都多大年纪了 还只会百断而已 这是我铁家十岁孩童 都要掌握的技巧 文人千亿摇摇头 你终于说实话了 铁家七少爷 你来 不仅仅是因为你想学铸造之道 还因为你铁家老祖 与我有约 要不然 你真的以为我会收你当伙计 铁汉正了正 玄机苦笑 不谈这些 我只想明白他林明高在哪里 这时 击打在一块金属钉上 钉 金属钉飞到铁汉手中 林明说 看 铁汉皱眉 有什么好看的 摆断而已 这时 文人千亿声音皱冷 连差别都看不出来 你也敢说自己真正学会了摆断之法 他伸出手 一招 远处的一块银色金属长片飞来 这是你的摆断之法 锻造出来的剑身 看好了 文人千亿两手一挥 左手的银色金属长片 与右手的林明摆断后的金属钉撞击 碰 银色金属长片崩口 并且从口子处 蔓延出竖道细小裂纹 然而 林明摆断的金属钉没有丝毫损伤 铁汉傻眼 慌忙抢过文人千亿手上两物 左看右看 怎么可能 同样是摆断 他都没有学过 怎么会比我断得好 这时 林明笑了笑 只向自己的双眼 因为你看不到本质 文人千亿点了点头 对 摆断断打的是金属的本质 而不是形状 凡铁链悬钢 可不仅仅是枯燥的断打百次就行 逆铁汉 不 逆铁家的摆断之法 还差得远了 此计为道 而我文人千亿掌铸造之道 文人千亿声音平淡 却似无声风雷 分外动人心弦 铁汉顿时呆愣 仿佛中了定申术一般 文人千亿不理会他 转头看向林明 其实一开始 我也没有想过小友能够真正学成 本来是想在适当的时候给出提示的 然而 没有想到小友心性坚韧 七天来不问半句 却在每一锤每一锤的自我总结 说实在的 就算老夫当年初学打铁 也不如小友啊 听到文人千亿夸灵明 白色小家伙露出笑容 伸出爪子 模仿人类 竖起大拇指 老家伙说得好 名格最高 灵明笑了笑 伸手搁置陆雪叶一下 陆雪叶慌忙躲闪 窜到灵明背后 文人千亿摇摇头 正要说话 铁汉两手泛起微光 搅碎了他自己摆断的银色长片 那我铁家传承皆无用吗 文人千亿看向铁汉 终究还是念及他与铁家的勤奋 于是出口开解道 不 铁家传承另有所长 你们掌握的是术 而我掌握的是道 这才是你家老祖 让你找我求学的原因 西年他与我有约 他铁家后辈若有痴迷铸造之人 可送来我这里 学道 而我若传下一波 也可让人前往铁家学术 微微停顿片刻 文人千亿说 从你第一天来 我就在传授你道之所在 文人千亿对 唯有沉默 他脑海中回想起 自己三年来的所作所为 惭愧 的确啊 每一次接受文人千亿的所谓皮毛时 他都抱着疑惑之心 总会与自家传承比较 铁汉幡然悔悟 看向文人千亿 现在还来得及吗 文人千亿摇摇头 不言语 铁汉心如死灰 知道自己辜负了什么 这时 文人千亿说 你学不到我的道了 离去吧 忘记我教你的一切 回天元周 好好学你铁家的铸造之术 顺便帮老夫烧了口信 告诉你家老祖 我有一波传人了 就是灵明小友 等他学成我的道 我会让他前往天元周 学你铁家之术 铁汉低声轻摁 然后失神落魄地走出铁匠铺 文人千亿轻叹一声 转头看向灵明 小友天资纵横 不仅误了铸造之道 还领悟火之呼吸 着实难得 小家伙都能道 火? 好烫的 不喜欢 灵明点了点他的小脸颊 对文人千亿笑道 还不算完全领悟 看到灵明似笑非笑的眼神 文人千亿眉心欲气舒展 没想到 小友居然能自行察觉这一点 着实不凡 想当年 老夫领悟时 得意了三天 三天后 师父找到我 当着众师兄弟的面说明缘由 那把我给骚的 文人千亿浑身一哆嗦 从他的黑历史中挣脱出来 然后笑道 那小友就听好了 火之呼吸的诀窍所在 文人千亿挥动手掌 砰砰两声 铁匠铺的窗户落下 大门关闭 一股无形气机封锁四周 隔绝外人对内部的视听 他抬起手掌 轻抚胸口 笑道 呼吸 有先天后天之别 常人呼吸至于胸 气短 瘦不长 手掌向下 挪一道腹部 文人千亿又说 武道修行者大多呼吸至于腹部 比常人略吼 但还不够 其呼吸不足以称为法 该此两种皆为后天呼吸 而除了后天呼吸之外 还有先天呼吸 这就是呼吸法 顿了顿 文人千亿咧嘴露出不算洁白的牙齿 准确地说 火之呼吸也不算真正的先天呼吸 而是一条路 一种法 灵明汉手 所以才叫做呼吸法 文人千亿笑着点头 小家伙举起爪子 摆了摆雪白肠尾 有什么区别 文人千亿扬起粗大的眉毛 指了指脚后跟 传闻上古有真人 呼吸至于肿 一呼一息之间 仿佛搭建起了沟通心灵与身体的桥梁 其举手投足皆有不可思议的伪力 而我们 这些不成器的后人 所要做的 就是尽量贴近先天 找到真正的先天之法 文人千亿也谋中有所缅怀 仿佛曾经亲眼看过上古真人一般 这时 小家伙化作白色流影 窜到文人千亿身前 对着他的胸膛蹬了一腿 老家伙老家伙 你走神了 言罢 陆雪叶借力折返 回到灵明尖头 文人千亿歉意一笑 抬起手掌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直接解析火字神文 讲解火之呼吸 灵明汗手 随后 两人坐在铁匠铺里的小马扎上 文人千亿几句话交代了口诀 正要说到火字神文的解析 这时 灵明却笑了笑 前辈可以不用解析火字神文 我会 啊 会 你怎么会 你不会 神文乃是根本所在 你已经掌握了火之呼吸的催动身体的方式 但你还不知道 火之呼吸与火字神文的联动效果 我不给你讲清楚火字神文 你怎么领悟 灵明挠了挠头 真的不用 神文这东西 对我来说有点简单 啊 文人千亿有点猛逼 嗯 准确的说 神文与我而言 更像是本能 言罢 灵明快速而简短的解析了火字神文 大概就是把他知道的 关于火焰的字音字意 以及蕴含的潜藏含义 诸如 象征文明之光 希望所济云云 一路说到底 前后不到一百秒 灵明说完 收声 文人千亿听得如痴如醉 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 隔了片刻 没有听到灵明继续说话 一声询问 嗯 怎么没有了 灵明堪开手 儒雅一笑 说完了 陆雪叶摆了摆脑袋 好深奥 不过 好有意思 明哥厉害 文人千亿下意识点点头 确实太厉害了 本来是他教授灵明 然而 听了灵明对于火字神文的解析 他反而隐约感觉自己有所突破 这太特念离谱了 文人千亿抹了一把额头 玄机说道 灵明小有的天资 实乃老妇平生警戒 要不 你还是先自己练练 我有点怕 老家伙你怕啥 小家伙伸出爪子挠挠后脑 文人千亿好笑地看了他一眼 怕我耽误你家明哥 怕我误人子弟啊 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老了 但看到灵明 他忽然有种自己化作海浪 后面还有一浪更高十倍 随时可以把他拍死在沙滩上的感觉 这时 灵明食指轻撩 拂过并肩一缕发丝 四了物四一语道 后天呼吸起微风 引起真人呼吸功 言罢 灵明深吸一口气 停顿一瞬 嘴唇微起 一缕缕白气从牙缝间飘出 死 声音极为短暂 却在瞬间引动周围 引动火形灵气 与此同时 他双目紧闭 头顶浮现半虚半实的异响 紫明吞玄 一道道玄气凭空诞生 环绕灵明周身 看到玄气 文人千亿连连眨眼 心道 紫明吞玄可得玄气修行 这可不一般 总体而言 玄气比灵气高一阶未格 这一阶很多时候可以压死人的 小家伙则大大张开嘴巴 仿佛可以塞入鹅蛋 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玄气 秀秀抽了两下鼻头 小家伙仿佛喝醉了一半 他左右摇摆 巴搭一下 从灵明尖头翻下去 摔在灵明大腿上 大字仰躺 面朝上方 文人千亿刚要去滴流小家伙 却看到 小家伙口鼻间的呼吸有所不同 这也是呼吸法 血脉传承中 有呼吸法传承的太古一种 这小家伙不是寻常的天水雪雕 又一个小妖念 他看了看灵明 看了看陆雪叶 无奈摇头道 大妖孽配小妖孽 绝配 一个时辰后 灵明眉心凝聚火字神文 他的气息却还在感灵静 急心之静 成 灵明嘴角微先 双目缓缓睁开 他抬手一招 石眉神文浮现 静 观 玉 力 速 影 剑 魂 破 火 几乎清一色的紫色光芒中 影字神文还是天阶上品的金色光芒 但火字神文不同 不是墨色 不是银色 而是层叠不太分明的红玉成 硬要形容的话 就是赤城之色 火的颜色 这是什么 灵明刚想询问 却发现 周围没有了文人千亿的身影 腿上传来小小重量 灵明低头一看 看到小家伙仰面躺着 呼吸间吐吶悬气 原本他不能吸收太多 但此刻的小家伙口鼻呼吸古怪 仿如水流波动 又似清泉流响 灵明仿佛看到了一条细小的溪水 Sigma 没看出来 文人前辈还蛮大方的 难道还有多余的呼吸法 顺便就交给了小家伙 灵明半是吐槽 半是惊喜 然而他看着小家伙口鼻间的呼吸 脑海中冒出了水自神闻的解析 陷入沉默 四周无声 灵明双目受小家伙呼吸吸引 跟随着小家伙一呼一吸 呼吸韵律相合 灵明口鼻间的火光似乎弥消了 取而代之 是如流水般丝滑的清爽 就在这时 火之呼吸奋起反抗 从灵明的身体中涌动出来 仿佛是他的身体在呼吸 水与火两种呼吸并存 没有产生想象中的爆炸 没有无端端的排斥 反而有种自然的圆容 正在趋向某种平衡 灵明没心处的火字神闻捏了捏 化身为调皮的小男孩 轻轻向左边挪动积许 他伸手向空出来的位置撩了撩 下一秒 一枚水自神闻蹦跌出来 有点欢快 有点害羞 小女生 于是 火字小男孩与水字女生 手拉着手 肩并着肩 灵明再次闭上双目 口鼻呼吸也发生了奇妙变化 这时 闻人千亿也走了进来 看到灵明口鼻间的呼吸 闻人千亿的两条浓眉 向眉心挤压 嗯哼 灵明小友的呼吸法 是不是练出岔子了 他急忙走上前探出食指 横放在灵明鼻子下 感受了几秒 闻人千亿收回手 直起腰 奇了怪了 灵明小友这呼吸法不对劲啊 但是又没有什么问题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难道我玄珠一脉的呼吸法 还有特殊的隐藏效果 妈了个八子的 该不会是老子当年听师父讲课瞌睡了一会儿 所以没听着吧 越琢磨越不得劲 闻人千亿恨恨挠了一把自己的头发 这时 半低头的他眼角余光贴到小家伙的呼吸 闻人千亿 哦 没错 果然没错 这也是呼吸法 看样子在感受气息 应该是水之呼吸 念及于此 闻人千亿微微扬起脖梗 直勾勾盯着灵明的口鼻 呼 吸 呼呼 吸吸 呼呼呼 吸吸吸 越来越悠长的呼吸中 竟然有种水火积极 刚柔相合的神奇 闻人千亿明白了 灵明小友触类旁通 以火字神闻搭配火之呼吸的理解 反向解析了小家伙的水之呼吸 却非常人所能啊 这等神闻天资 未免太高了 难以置信 闻人千亿放下手头的一切 什么都不干 就守着灵明 他要第一时间看到 灵明结合水之呼吸 火之呼吸后得到的呼吸法 到底有多强 两个时辰的过程中 灵明历经了多次断体 第一次突破成就急心之境 延迟而来的断体 第二次 在急心之境上多踏出一步 领悟第十一枚神闻水 多获取的一次断体 第三次 水之呼吸与火之呼吸相互融合 产生的特殊效果 让灵明的身体得到第三次断体 然而 三次断体的灵明依旧不是断体境 文人千亿已经麻木了 他不想去思考 灵明到底有多么妖念 也想象不到 灵明真正断体后 到底有多强 反正 换做他当年 只怕一百个异拥而上 也不是灵明的对手 自愧不如 好在文人千亿不以拳头为傲 他走遍天下的本事 从来就是打铁 饶是如此 他捂着胸口 连连喘了好多口气才缓过来 这时 灵明口鼻尖的呼吸法彻底成形 一呼 一吸 其如驼月 满是空气随之鼓荡 当当当当当当当 周围的金属铁器来回摆动 好强 这呼吸法不得了 文人千亿周身微微颤动 释放无形气机 镇压灵明造成的异动 要不然 灵明仅仅是呼吸 就可能毁掉这间屋子 处理完毕后 文人千亿瞳孔猛地收缩 他两只手一上一下 一直按在灵明额头 一直抵住灵明肚脐 他吐出一个字 朱 字音古朴 仿佛一座红中冥响 灵明眼帘颤动 睫毛弹了弹 似乎随时都会醒来 然而 他口鼻呼吸鼓荡 周围的灵气 以及穿过紫明吞悬异象诞生的旋气 环绕着灵明 似乎不想让他醒来 危险 文人千亿声音如雷 在灵明耳盼乍响 醒来 灵明的眼帘颤动更加剧烈 抬起了一缕缝隙 这时 文人千亿说 灵明小友 注意控制呼吸 不要让呼吸控制你 倒是追求 不是你 切记啊 八一中文网 灵明眼帘垂落下去 沉寂一瞬 猛然睁开 撕 他嘴唇与牙齿间冒出如雾如水的白气 拱起手臂 灵明笑道 多谢前辈相助 文人千亿摇了摇头 类似情况我在点击上看到过 但你却让我亲眼认识到 刚才很危险 灵明点点头 抹去额头上的汗珠 他回想刚才的瞬间 能够感觉到自己的心灵似乎在远离身躯 仿佛灵魂出窍了 正在向着子明吞悬异向而去 一旦钻入其中 后果是什么 他不知道 但灵明现在不想尝试 或许修行武道之更高境界后 对于自己有了更透彻的理解才可以试试 这时 文人千亿按住他的肩膀 笑道 回来就好 下面我与你说几句 你且牢记 灵明汉手 一定记得 文人千亿微笑道 你的呼吸法很强 你的机缘也极好 但是千万不要和外人提及 你来到我这里 那么你就只能以火之呼吸示人 水之呼吸 和水火积极的秘密呼吸 一定不要在人前展示 这将会成为你的至强杀手锏 灵明灿然倾笑 好的 晚辈谨记 从文人千亿的目光中 从块咬字 清晰的声音中 灵明感受到了来自长辈的关切 这一笑如雅温润 仿佛世间最朴实的美誉 文人千亿振了正 一巴掌拍在灵明肩头 啪嘰 力道极大 灵明上半身沉了沉 抬头起头 眼底闪过一缕疑惑 文人千亿笑骂道 你小子以后铁定是个风流种子 到时候可别辜负了姑娘家 灵明 好端端怎么说到这个 脑海中飘起念头 灵明回答却很快 好的 晚辈一定慎重择殴 从一而终 文人千亿笑了笑 狗屁 你这天资正模样 只娶一人 是啊 有什么问题 灵明贪手 又一掌重重落在灵明肩头 文人千亿与重心肠道 男子汉大丈夫 就应该把喜欢的女子都娶回家 来个十房二十房那根本就不叫事 灵明愕然 他是现代人穿越而来 一共待了不到半个月 心态还没转变过来 这时 白色小家伙的声音冒了出来 那老家伙你为什么不娶老婆婆 文人千亿额头不满黑线 白眼瞅着小家伙 刚刚醒来哪来 那么多屁话 睡觉吧 小家伙抽了抽鼻子 翻身从灵明大腿上站起来 然后他伸出右肘 握拳拳背对着文人千亿 紧接着 中间那根最长的指甲弹起 等于笔中指 文人千亿第一次见到这个姿势 但他却领悟了姿势中蕴含的鄙夷 抬手做事 蒲扇大的手掌眼看要落在小家伙头顶 这时 小家伙口鼻冒水花 呼 一瞬间 他动如行云流水 绕过蒲扇大手 蹿到手背 借力反蹬 然后冲到灵明肩膀 连串的动作不能算快 但却流畅无比 文人千亿没有想到自己失手了 虽然不是对决 但他是堂堂圣者极高人 小家伙还在幼生期 最多等于断体径 中间插了好几个大境界 面子丢大发了 看出文人千亿的窘迫 灵明管耳倾笑 转移话题 前辈可知 为何我这两枚神纹颜色不对劲 言罢 灵明掌心飘起水 火两枚神纹 前者湛蓝如水 后者赤城如火 文人千亿笑道 灵明小友 没有听过特殊的超脱品阶神纹 灵明脑海中闪过两个名字 上官云烟 葛青皇 尤其是葛青皇 他的剑字神纹 就是特殊的超脱品阶神纹 那一抹清空之蓝 灵明记忆犹新 听说过 灵明汉手 文人千亿说 那就对了 你的水之呼吸 火之呼吸 让你得到两枚心的神纹 并且凝炼成特殊的超品神纹 灵明皱了皱眉 谁与火两枚神纹 在他指尖雀跃跳动 这样说来 达成吉星之静后 主要就是配合呼吸法 才能凝炼神纹 文人千亿摇头 不 当然不是 九与十之间有一道很微妙的屏障 一旦你突破了这道屏障 就能继续凝炼神纹 只不过 身体能够承受 你的灵魂却难说 陆雪叶脑袋凑近 询问道 为什么 小家伙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 刚刚想问 他就先问了 灵明伸出食指 用指腹轻轻妈撒小家伙脑袋间的绒毛 小家伙咯咯倾笑 文人千亿 眼底略起一丝温暖 回答道 具体原因无人知晓 但据我所知 能够修成呼吸法 凝炼第十枚神纹 已经属于天才中的妖孽了 小家伙 阿里 他捧着灵明的食指 一边摇摆一边说 呼吸法很难吗 屋子里面三个 你 我 明哥 都会啊 文人千亿嘴角微微抽搐 灵明揉了揉他的脑袋 乖 听文人前辈继续说 小家伙毛茸茸的耳朵抖了抖 点头 然后爬回灵明肩头 盘膝坐好 摆出认真听讲的模样 文人千亿无奈摇头 眼底却是对小家伙的宠溺 七天的相处 让他习惯了小家伙 习惯了周围时不时窜出个开心果 文人千亿坐到小马扎上 竖起食指 第一 呼吸法不好练成 很讲究缘分 他又竖起中指 第二 练成呼吸法 不代表能够成就急心 顿了顿 他再竖起无名指 第三 成就急心之境后 但凡能够多凝练一枚神文 都算得上不是出的神级天才 没感觉 灵明 文人千亿眉头一挑 没好气到 看你小子这模样 想必是不相信 灵明 小家伙 我明哥是谁 无所不能 文人千亿鼻头抽气 斜了斜眼 这样吧 反正你的身心在三种呼吸法的结合下 已经淬炼了三次 身体强度 灵魂强度足够了 你可以试着再凝练一枚神文 能够凝聚成形 就算我输 灵明笑着调侃道 输了的话 可有好处 文人千亿摆摆手 行啊 文人千亿摆一笑 取下腰间长剑 如果我凝聚成功 就劳烦前辈彻底断成此剑 文人千亿接过长剑 吐字眼瞼一该 好 文人千亿接过长剑 吐字眼瞼一该 好 这小子太镇定了 看着还挺像那么回事 可惜 你并不知道 灵魂的强度与生俱来 很难锻炼 他黑黑坏笑 心中想着 当年自己凝聚第十一枚神文 要死要活的情况 再看灵明 文人千亿嘴角弧度勾勒如飞 小家伙瞥眼看向他 他赶忙正经地板起脸 然而心中乐呵 面上实在难以掩饰 嘴角弧度 再次勾勒如飞 小家伙直勾勾盯 盯着文人千亿 文人千亿赶忙伸手捂住嘴 他心中憋着坏笑 等着灵明出球 还一边找理由 这第十二枚神文的凝聚 正好打压一下灵明小友 少年人太志得一满 终究不是好事 老夫这是助人为乐 然而 老家伙和小家伙等了半刻钟 只见灵明凝眉 久久不动 文人千亿抬了抬眉 笑道 怎么 还没有尝试 就察觉到难点了 知难而退 有时候也是有一种优点 不碍事的 灵明摇头 眉宇略为舒展 我只是一时间有点选择困难症 文人千亿下意识出声 啊 灵明清敏薄唇 然后解释道 没什么 就是有点不知道 选择哪一枚神文凝聚更好 你小子真当凝聚神文 有如吃饭喝水 刚才看到小家伙的水之呼吸 你领悟了水字神文 这属于侥幸 可一而不可再 文人千亿摇了摇头 蒲扇大的手掌落在灵明尖头 年轻人最忌讳好高无远啊 就在这时 铁匠铺边缘的炉火 窜起火光 火光中 滋滋的火花蹦射 仿如昙花一现的橙红雷电 灵明眨了眨眼 猛拍大腿 就这个咯 小家伙被灵明吓了一跳 文人千亿也愣了愣神 下意识收回手掌 这时 灵明眉宇舒展 微笑 抬起右手 无明指 小拇指微微回握 中指 无明指贴锦指贴 大拇指自然地写在旁边 他轻轻念叨 雷 煞时间 灵明时钟两指指尖 蹦射雷电光芒 紫华霹雳 发出哔哩哔哩的声响 紧接着 灵明指尖凝聚紫意盎然的雷字神闻 青夜城上空 鸿蒙紫气忽然荡起 只不过大白天的不太明显 铁匠铺内 文人千亿 心中咯噔一声 急忙释放灵气 遮蔽铁匠铺内外 不让神闻的紫光泄露出去 吞了吞口水 文人千亿道 这也行 说凝聚就凝聚 还有没有天理了 灵明微笑回应 或许这就是天赋吧 神闻与我如本能 可不是说着玩的 文人千亿脸一黑 又一笑 骂道 好不要脸的臭小子 就你这德性 以后走天下 怕是不知要骗多少姑娘芳心 不会不会 灵明一正言辞 我不是老色批 我是正经人 正经人 那你笑得那么欢 文人千亿白眼一邪 灵明 这时小家伙懵懂得补上一刀 那就是说 明哥不是正经人 是老色批咯 灵明 下话线 小家伙你到底哪一边呢 文人千亿哈哈大笑 直乐呵 小家伙双爪插腰 也乐呵 两者的声音 一个粗犷 一个奶气 却交织出和谐韵律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灵明 Sigma 卧槽 这是什么奇葩笑声 老弟我接不住啊 退后半步 灵明突然眼前一花 下一秒 文人千亿胡插满面的脸庞 凑到极净 灵明猛然仰头 拉开头与头的距离 你干啥 文人千亿刚才的笑声 实在抒发了内心的惊骇 这时 他已经酝酿完毕 然后说出了心中的决定 灵明小友 要不然 你还是当我徒弟吧 灵明张开嘴 正要说话 突然 他感觉到身体产生的奇妙变化 头还有点晕 眼前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旋转 这时 文人千亿的手掌落在灵明尖头 柔和的灵气瞬间充盈他的周身 灵明得到片刻的缓和 眉心浮现神闻镜 紫气阴晕笼罩下 文人千亿看不穿这枚神闻的根底 他心中微微一惊 但却想起更重要的事情 灵明小友 赶快收射心神 你现在是要突破了 灵明头疼欲裂 咬着牙 嗡了一声 陆雪叶站在他的肩头 小爪子揪成一团 文人千亿安慰道 放心 是好事 灵明哥凝聚神闻太多 所以突破断体进食有点痛苦 忍一忍就好 灵明 这叫有点疼 分明就是脑子里面有个事件要爆炸了一般 巨疼难耐 就在这时 灵明的神闻不受控制的颤抖 石海中的神闻空间寸寸裂开 一道道紫色光芒一散出来 然后 他的十二枚神闻依次飞了出来 组成一道光圈环绕在他的头顶 文人千亿瞬间愣住了 这是什么神仙 除了一枚金色的天阶上品神闻 就是水于火两字的特殊超品神闻 剩下的 青一色紫色光辉 全都是超脱品阶的紫气鸿蒙神闻 文人千亿低咕道 什么时候鸿蒙神闻这么不值钱了 灵明小友是从天上降临的哲仙人吧 小家伙站在一旁的马闸上 不去打扰灵明突破 他接过文人千亿的话头 笑道 这说明明歌厉害啊 陆雪燕 为什么那枚神闻我看不清楚 他伸出小爪子 指着紫气阴晕最浓烈的镜子神闻 文人千亿摇摇头 紫光辉红犹如耀阳 紫气弥漫仿若鸿蒙 这枚神闻必然牵涉天地大到极深 我也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 小家伙歪了歪脑袋 等明歌突破后再问问呗 文人千亿白了他一眼 从十二枚神闻的出现顺序来看 这枚看不清楚的神闻 就是你明歌的初枚神闻 涉及他的五道根本 能不问最好还是别问了 小家伙眨巴眨巴眼睛 抿着嘴思考了两秒 然后郑重点头 好 我嘴巴很严实的 不问 这时候 灵明的魂破两枚神闻 构筑出小型的紫明吞玄意象 周围神闻的紫气紫光纷纷涌入其中 镜子神闻没有震慑紫明吞玄 反而放任而行 紫明吞玄凝聚的鸿蒙紫气没有被吞噬 反而是化作一道丝线 笼罩灵明唯一的非超脱品皆神闻影 紫气丝线一圈一圈缠绕 引自神闻 仿佛一颗残茧 金色光辉完全被遮蔽在其中 沉寂一瞬 引自神闻绽放神光 紫韵盎然 文人千亿 凝聚神闻和神闻晋级真的可以犹如吃饭喝水 又特灭晋级了 老夫一声修为 仪式领悟的神闻都是什么渣渣 小家伙呆呆看着紫明吞玄意象 转动的紫黑漩涡中 一缕玄气飘荡而来 这玄气与众不同 竟然凝聚着鸿蒙气息 落在小家伙的头上 他咯咯轻笑 痒痒的却很温暖 就像明哥的手指一般 露雪夜望向灵明 见到灵明嘴角微微掀起 竟然是明哥给我的好东西 言罢 他坐下来 闭上双眼 像人一样盘膝打坐 与此同时 灵明的十二枚超品神闻 归入灵明身躯各处 有的没入眉心 有的没入双眼 有的凝聚在左手 有的凝聚在右手 十二枚神闻 对应十二处躯干或器官 灵明的身体泛起一股强悍的气息 与感灵境截然不同 断体境 不仅如此 灵明的呼吸声骤然响起 嘶 一缕缕白气 自他唇齿冒出 空气为之沉宁 下一刹那 灵明鼻翼微张 向内深吸一口气 这时 周围的玄气 灵气 鸿蒙紫气 仿佛受到了某种射灵 一一倒卷而来 他的身体 在进行第四次断体 肌肤上泛起晶莹微光 似水波微样 有如清风徐动 不 一声清响后 灵明的突破完成 彻底晋级断体境 而且 他还突破了断体境的第一层次皮毛 他睁开双目 两道金光溢闪而逝 站起身来 灵明稍微适应了一下自身的感觉 神文不仅仅只是神文 反而成了一种 加持在他身上的状态 比如 神力 神速 心眼 这些在感灵境时 他需要一次调用 或者说有意识地去使用 现在不用了 灵明扫了扫正在打坐的小家伙 又向文人千译 递出一道放心的眼神后 再次闭上双目 他在盘算自己的实力提升 首先 四次催炼断体 带来的是身体素质远超常人 还隐约有种身心结合的玄妙感受 然后 他获得了神文散于身体后 带来的状态加持 镜自神文的三种功效依旧 屏蔽天机 清心灵性 固本培圆 除此之外还有 神力常注 神速常注 心眼常注 自我愈合 水火掌控 雷霆辟邪 剑星通明 子明吞玄 魂破稳固 隐秘气息 分别对应 力 速 观 玉 水 火 雷 有些神文还能发挥出主动效果 诸如 剑字神文的万物化剑 玉字神文的治愈疗伤 隐字神文的隐身秘书 林明睁开眼 微微一笑 然后 左右横跳 他的身形如风 来回之间试验了一下自己的力量和速度 砰 砰砰 砰砰砰 连绵不断的空气爆裂声响起 文人千亿赞叹道 肉身破阴障 好 林明小友的躯体着实不凡 哎 接老夫一圈 言罢 文人千亿递出拳头 林明停止左右横跳 原地站定 不闪不闭 同样递出拳头 哼 两拳相交 拳面与拳面之间迸发出无形涟漪 然而这涟漪没有向外扩散太多 维持在三寸内 一道黑色烈系调然出现 危险 林明脑海中似有警铃响起 他猛然收拳 然而 拳头还是割裂了一道祸口 滴答的鲜血淋漓而下 文人千亿的拳头放在黑色烈系中却丝毫无恙 这时 刚刚睁开眼的小家伙看到林明受伤 他窜到半空 化作白色虚影 然后落在文人千亿头顶 啪唧 他一掌落下 拍击文人千亿 老家伙 你使坏 我明哥都流血了 文人千亿却保持出拳姿势不动 双目愣愣盯着林明手掌上的火口 肉眼可见的愈合 文人千亿咽了咽喉咙 随手震散了黑色的空间裂系 这时 林明笑了笑 招手间 一道细小水流出现在小家伙背后 裹着他冲到林明手边 林明抬手接住小家伙 拎着他的尾巴 笑道 不关文人前辈的事 那是空间裂系 我的肉身还不够强 所以才受伤了 小家伙抖掉全身的清水 咧开嘴 一边荡一边笑 明哥突破了 更强了 嗯 林明汉手 举起另外一只手 展示弓二头肌 起码强了十倍以上 这时 文人千亿说 不 远远不止 林明笑有你 现在的实力 已经碾压正常的断体进大城了 林明把小家伙放在自己肩膀上 然后嘴角微先 断体进大城那么不值钱 文人千亿白了他一眼 握紧拳头 要不是老子以打铁为傲 早就揍你了 你知不知道 断体进修行的是什么 不知道 林明其实看到过 准确地说是 圆主看过林家典籍 他也有了记忆 但一位圣者及高人当面 当然还是请教请教的好 酝酿片刻 文人千亿无止展开 断体进共分为五个层次 皮毛 血肉 筋骨 脏腑 筋骨 五个层次严格来说 没有先后之分 只要突破一个层次 就会进行一次断体 而你倒好 刚刚晋级直接四次断体 不对 皮毛层次也突破了 那就是五次 而普通的断体大城 正好就是指 这五个层次全部突破后 进行了五次断体 现在 你和这种类型的断体进大城 已经吃平了 加上你极其变态的十二枚 超脱品阶神文 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林明 嘴角笑意深刻三分 他说 前辈这意思 是我已经断体进无敌了 脸皮真厚 文人千亿 脸皮抽了抽 臭着脸答道 差不多 只要不遇到极端妖孽 你就是无敌的 那不行 同境界无敌 都做不到 怎么对得起我这张脸 文人千亿 Sigma 啊哈 从未见过如此自恋之人 他不想和林明说话 转身就要走 这时 林明嘴角翘起 文人前辈之前说到收徒 文人千亿脚步一顿 回头 惊喜道 你同意了 清夜城 东门 守门小将蒋涛百无聊赖 趴在桌子上正打着哈欠 忽然有个大头兵跑到他面前 头儿 快看快看 城外来了一对女子 超正超亮 蒋涛眼眸亮起 扶了扶头盔 站起身来 刚走到门口 他远远地眺望一眼 一对鹅黄长裙的女子 或清丽 或热辣 或冷冽 各有风姿 然而 他立刻携了大头兵一眼 快 叫兄弟们收连点 这些都是玄文书院来的贵女 大头兵赶忙跑开 他则站在城门靠内一侧 立一阵鼻挺 仿佛从来都是一丝不苟的站岗般 那一对贵女中 三人最为扎眼 刘雅柔 葛清皇 赵无声 他们领头而行 带着玄文书院的女生们抵达东城门下 就在这时 刘雅柔抬起头 仰望高空 鸿蒙紫气更浓郁了 旁边 赵无声两手随意搭在腰间双刀上 有什么特别 这一旬以来 鸿蒙紫气垂落 见得还少了 刘雅柔抿着唇 温婉一笑 毫不在意对方的不客气 没 只是有些小小惊讶 来的路上就小小的感受到了 但在这青叶城中感知最深 看来那引动鸿蒙紫气之人 就在城内 葛清皇怀抱古朴常见 不言不语 心中却有了答案 他知道林明在青叶城 而且知道林明来青叶城 是为了呼吸法 也知道林明的神闻有多强 算一算时间 如果林明万事顺利 应该获得呼吸法 修炼突破在即 也就是这几天 所以 这鸿蒙紫气还是林明引来的 葛清皇脚步没有停顿 继续向前走 当他走到蒋涛面前时 身后的赵无声跟上 拉住他的手腕 笑道 清皇 你说会不会是明帝 葛清皇白了他一眼 倾气唇齿 一定是林明学弟 林明 蒋涛眼底闪过一丝惊讶 上前一步 抱拳道 两位姑娘也认识林明公子 也 赵无声转过头 瞥了眼守门小将 这一眼给蒋涛带来了极大压迫感 英气凌然 仿佛豪杰环顾屁腻 他强忍着没有退后 说道 在下与林公子曾有一面之缘 而近日来 清夜城市井中流传最多的也是林公子 哦 说说 赵无声喜欢江湖的感觉 不愿意错过这等故事 蒋涛为了不打扰路人过城门 引着他们走到旁边的四方桌旁 刘雅飞也对林明很感兴趣 跟随上来 学院内的其余外院女子 当然也凑了过来 一时间 蒋涛有点心跳加速 周围十多名女子 单看相貌 无意不是他渴望不可及的 他咽了咽唾沫 有点局促 这时 葛清皇区指清谈剑柄 哦 蒋涛镇定下来 葛清皇说 学弟做了什么 赵无声眼底闪过一抹诧异 想不明白一贯清冷的葛清皇 为何对林明那么在意 难道就因为玄武风的一次见面 不可能吧 刘雅飞束手相合 摆在身前 脸上挂着浅笑 看不出心中在想什么 随后 蒋涛把林明入城 以及醉云居去世说来 又收到林明跑去炉火街手艺最好的铁匠铺 听完后 三女领着其余女子进入城内 他们本来的目的是前往清夜城北部三十里外的黑山 狩猎山里的妖兽 然而 听到林明的消息后 众女商量下 决定在清夜城找间客栈留宿 打铁身体棒铁匠铺 林明和文人千亿隔着小半丈的距离 各自坐在马闸上 小家伙站在林明肩头 一下瞅瞅文人千亿 一下看看林明 他大眼睛一眨一眨 似乎想要说些什么 大碍于当前两人对峙的气氛 他只好伸出小爪子捂住嘴巴 什么都不说 之前 文人千亿听到林明的话语后 分外欣喜 甚至不惜自己打自己的脸 死活要收林明为徒弟 林明却在最后关头说 前辈不觉得我们现在的相处方式比较自在吗 文人千亿想了想 好像确实似的 他习惯和林明以忘年交的方式交流 突然要收成徒弟 怎么想怎么不得进 尤其是 他这一生还没有收过徒弟 内心中始终有着不足为外人道的局促 只不过文人千亿掩藏得很好 林明的官字神文都没有观出来 而且文人千亿早就猜到了白晨海的谋划 现在两人的对峙在沉默中越来越深陷 这时 林明率先打破平静 文人前辈 我也明白了你的纠结点 男子汉大丈夫一诺千金重 尤其是答应至亲之人的诺言 文人千亿眼底闪过一抹唏嘘 是啊 当年老夫的师父先是 唯一的愿望就是不允许我回归玄宗 而且 我也曾经经历过当年的一些旧事 我本人也是绝对不愿意回归玄宗的 林明汉手 那此事就此作罢吧 我只跟你学艺 却不拜你为师 文人千亿斟酌着道 其实我不想收你为徒 但我认为必须把你收入玄柱一脉 然而 白狗子那家伙就是这样想的 我收了你 你回归玄宗 我就得跟着回玄宗 如此一来 他就完成了他想完成的事 嘿嘿嘿 可我不想让他们如愿 不 准确地说是不想让玄宗如愿 前辈是不愿自己回归玄宗 还是不愿意让玄柱一脉回归 林明皱眉 问了一声 当然 是我不想回去 玄柱一脉 其实在他那边 早就已经重新树立了 难不成 玄宗还一直把家丑给扬在外人面前 林明点点头 也是 这时 小家伙实在忍不住了 跳起来 四爪张开 喊道 不是有一枚令牌吗 老家伙 你直接把令牌传给明哥 让明哥做掌令者 听到这句话 文人千亿打开了思路 林明同样如此 两人脑中如同过电 瞬间想到了一个方向去 文人千亿收林明入玄柱一脉 把令牌传给林明 让林明成为掌令者 如此一来 林明与文人千亿就是同辈 文人千亿啪的一下 拍在自己大腿上 哈哈哈哈 好呀 小家伙说的好呀 就这么办 令牌给你 呼吸法你也学了 然后我再把铸造之道传给你 这样你完全够格成为掌令者 而且最妙的一点在于 白狗子那家伙就比你低了一倍 文人千亿一本满足 哈哈哈哈 还真的没有比这更爽快的方法了 文人千亿念头通达 转头看向小家伙 说想要什么礼物 我给你铸造一个 小家伙眨巴眨巴眼 瞅了瞅林明 林明轻轻点头 小家伙咧嘴一笑 明哥同意了 于是他摇头晃脑的想了片刻 然后拿起明依小锤子 我也要个兵器 但不要拿着的 而要可以飞来飞去的 林明笑道 好家伙 常人遇见 你遇锤 文人千亿瞪了瞪眼 鼻子喷气道 锤子怎么了 锤子很好呀 真正属于男人的浪漫 以我之见你就应该用锤 反正领悟神闻对你来说那么容易 要不干脆再来个锤子神闻 林明嘴角抽了抽 默不作声 无声就是最好的回答 然而 文人千亿毫不在意 甚至心中还在暗笑 小老弟 你以为自己跑得掉吗 既然要学铸造之道 不会用锤 那不是开玩笑的 文人千亿嘴角勾勒起来 来来来 林明小友和小家伙 都过来帮他把守 咱们要开始传承仪式 给正式一点 言罢 他开始整理周围 时而把金属定落整齐 搬到墙边 时而把兵器架整理整理 顺便把上面的兵器擦亮 林明和陆雪叶也帮起忙来 半个钟后 铁匠铺整结一心 看起来仿佛刚刚开张一般 文人千亿满意轻笑 他从那戒中拿出一块令牌丢给林明 诺 解好了 这就是玄珠令了 拿着它 你就是掌令者 林明 这不适合吧 我们打扫了大半天 传承仪式呢 就这么简单 文人千亿怂耸肩 背着手 咧嘴坏笑道 是啊 就这我又不在玄宗 也不想回归 而且都隔着两百多年了 我哪里记得狗屁的传承仪式 林明 他很想一拳头干在老家伙脸上 然而小家伙先行一步 陆雪叶一把擦掉额头 雪白绒毛上挂着的水珠 然后穿成白衣 嗖 他趴击一掌 按向文人千亿的额头 这是要给老家伙额头留下一个记号 就像白先生的叫鞭一样 然而小家伙忽然眼前一花 凭空换了个位置 撞击在文人千亿钢铁般的厚实胸肌上 哎呦 小家伙磕到头 翻身坠了下去 林明探出手 一道水流凭空出现 接住小家伙 陆雪叶身为天水雪雕 在水中那是没得说 嗖 窜回林明尖头 他插腰指着文人千亿 老家伙 你变成坏家伙了 居然让我们帮你做苦力 说着 陆雪叶举起小爪子 弹出一根指甲 丑丑 丑丑丑 这都有个缺口了 文人千亿 林明汉手道 是啊 文人千亿你这波操作有点不厚的 文人千亿凝眉想了两秒 这才想通林明话语的含义 他咧嘴笑道 没事 老夫已经送了小友你天大的便宜 啥 林明不解 文人千亿一只手撑着下巴 来回妈撒胡茶 笑道 从今天开始 老子得喊你一声诗书 林明择了一声 都是虚名 不过浮云而已 还是给点实际的 什么才实际 文人千亿说 林明想都不想 解下腰间长剑 递出 这是一柄没有彻底完成的剑 文人千亿汉手道 行 正好我要教你铸造之道 那就以此剑为材料 给你看看真正的铸造是什么 铁匠铺内 文人千亿站起身 拿起一柄重锤 他起手 重锤悍然落下 当浪 锤子与金属钉敲击在一起 仔细看 这是真正的百断 你的还差了火候 言语落定 文人千亿浓眉一拧 神色专注而认真 口鼻间冒出些许火光 火之呼吸 紧接着 重锤挥舞 当浪声不绝于耳 文人千亿的手臂 仿佛化作了流光 又好像变成了无数虫影 短短的三秒之后 百断完成 林明似乎有所领悟 文人千亿说 先别忙着闭眼 听我说 林明汉手 小家伙呆在林明左肩头 正惊微作 一副乖宝宝 认真听讲的模样 铸造之道有三个要诀 分别是十百千 文人千亿生音略显低沉 语速更加平直 咬字更加清晰 第一点 最先入门的就是百断 通过断打 让繁铁化作悬钢 越是厉害的铸造师 断打材料的动作 越是行云流水 所需的时间越少 而第二个重点 在于石翠 翠链的十种方式 熟练掌握十种翠法 能够帮助铸造师 提取矿物或者材料之中的精华 去除其中的糟粕 还有第三点 名为牵练 是最要功夫的一点 特别讲究火候 这里说的 不是广义上的火候 而真正是你用火的火候 有些密传的东西 是仙人无数次摸索之后得到的 所以即使你天赋神才 若没有仙人的积累 想凭借一代人的努力 就寻找到最好的铸造方式 那根本就是开玩笑 灵明和小家伙 适当点点头 给出少许反馈 这时 文人芊一笑了笑 正要继续往下说 咚咚咚 咚咚咚 连续两次急促的敲门声传来 听方向就知道 是铁匠铺正门口 有人吗 一道让灵明感觉熟悉的声音响起 女子的声音 文人芊一皱了皱眉 撇头嚷嚷一声道 今天不干活 有事明的来 请回吧 不 我们是来找人的 女子声音温婉 丝毫不嫌火气 文人芊一眉毛上台 瞅了瞅灵明 找你的 好像是的 灵明摸了摸太阳穴 咧嘴一笑 心眼所观之下 看到了三名女子 刘雅飞 赵无声 葛清皇 老夫明白了 文人芊一笑了笑 小友去开门吧 灵明 下画线 我都不明白 你明白什么 灵明快步走向门口 小家伙推了推她的耳垂 有熟悉的气味 灵明点点头 学姐也来了 小家伙也眸亮晶晶的 惊喜地窜向半空 化作一抹白影奔向门口 她快灵明半步 扒拉着门 冲外面喊道 姐 你来看我了 灵明笑着弹了弹她的尾巴 然后打开门 门口 三位女子俏丽 阳光从她们身后照射而来 竟然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风采 左边 刘雅飞身着鹅黄衣裙 束手而立 黑色长发编织成麻花状 垂落在左肩 一朵仿真的湛蓝电花 别在并边 温柔而典雅 中间 葛清皇雪衣素白 白发圣雪闪耀一一光辉 怀中抱着古捉长剑 仿如天上神女 眉宇间似有无边山水 遥远却让人向往 右边 赵无声红唇如烈焰 发色似柔水 双目朗朗 犹如璀璨星夜中最亮的星 一袭黑底红刻的青甲裹着全身 腰间配一黑一白两柄刀 黑刀狭长而销炼 白刀短小而凶诀 三女绝美 在这刹那 仿佛灌绝人间 这一眼的山水 让人见之难忘 灵明正了正神 小家伙抢先窜出门 荡起雪白的毛发 飘到葛清皇面前 葛清皇汉手轻笑 抬起手 小家伙落在他的手背上 开心道 姐专门过来看我和明哥 葛清皇嘴角微不可查地勾起弧度 旁边赵无声惊讶不已 调侃道 极少看到 清皇一笑 姐们这辈子直了 这时 刘雅飞率先开口 首席学哥不请我们进去做做 难道这铁匠铺里还藏了胶 林明翻了翻白眼 放心 绝对没有 哈哈哈哈 这老夫可以作证 铁匠铺只有一位还算健壮的糟老头子 文人千亿不疾不虚地走到门口 刚刚穿过那堂外堂的帘幕 他抬眼一望 好家伙 呛了一口口水 文人千亿瞅了瞅三女 又盯着林明的背影 这小子说得好听 一心一意 结果呢 一找上门就是仨 而且各顶各的风姿绝伦 没有艳俗之辈 则则则 换作老夫再年轻二百岁 那铁定得动繁星啊 学殿 葛清皇汉手 明殿 赵无声笑道 林明笑了笑 迎三女进门 这位是文人前辈 文人千亿表面维持高人小柔 实际上暗自惊叹 三名女子 没有一个弱者 最低都是妙无尽 而且 都到了第三层次 神通 三女则惊讶于文人千亿的魁梧 这若是没有点特殊血脉 真不知道怎么练成这般壮实的身躯 不愧是打铁身体棒铁浆破 在林明介绍后 几人闲谈几句 这时 文人千亿腻了林明一眼 传音道 你小子牛啊 比老夫年轻时候厉害多了 老子要是在你 这个年纪有这个本事 也不可能打一辈子光棍了 林明额头一黑 前辈误会了 没 这有什么好误会 姑娘家千里迢迢来看你 这还有什么好说的 什么都不要说 再说 我怕忍不住一巴掌 把你拍到地里面 文人千亿抬起手 做出虚案的姿势 林明 这时 刘雅飞笑了笑 快到饭点了 不然首席学哥带我们找点吃喝 林明刚要答应 没想到小家伙摇头如波浪鼓 不行不行 我明哥还要学铸造 刚刚讲到最关键的时刻 林明 小家伙 你直男就直男 别带着我一起啊 心中付匪一句 林明正要说话 这时 文人千亿摆了摆手 今天的授课就不继续了 改到明天 他屈指一弹 一道轻柔的气静 击打在小家伙屁股上 露雪叶压了一声 站在葛青黄的肩头 插腰伸出小爪子 老家伙 你打我屁股干什么 你明哥的幸福 差点被你毁了 文人千亿眉头末尾留下一句话 然后一挥手 眼前一花 景物变幻 林明 小家伙 葛青黄 赵无声 刘雅飞通通出现在铁匠铺门门口 打铁身体棒 铁匠铺大门紧闭 里面传来文人千亿的调侃 去 带着姑娘们吃顿好的 晚上再回来 不对 不回来也行 我真架实的圣者手段 刘雅飞心中一惊 转头看向林明 林明摆摆手 小家伙蹲在林明肩头 两只爪子交替搓动 然后点头道 老家伙是很厉害的哦 林明咧嘴轻笑 对头 这时 赵无声闪电抬手 一掌落在林明背部 啪唧 萨爽一笑后 他说 走 吃饭去 林明心甘微微颤动 不是心动的 而是抽的 他可是清晰记得赵无声的饭量 葛青黄汉手 饭点道 该吃饭了 林明 怎么两人都执着于吃饭 眨眨眼睛 林明汉手 那就找个地方 下馆子去 不多时 几人走在路上 赵无声凑到林明耳畔 勾着他的脖梗 小声道 你和清黄提前见过了 林明点点头 赵无声焉然一笑 火烈的红唇吐出气息 你一定不知道 清黄比我还能吃 林明 Sigma 比干饭王者还能吃 岂不是干饭之地 他额头留下一颗冷汗 这时 小家伙拿尾巴扫了扫赵无声的小臂 喂 你抢了我的位置 赵无声斜过头 隔着林明的侧脸 望向小家伙 他咧开嘴露出虎牙 一把抓住小家伙的尾巴 啊 小家伙惊叫一声 下一秒 他被甩飞到半空 然后 赵无声哈哈大笑向前走 很快 林明和三女走到真修阁门口 此地刚好在醉云居对面 刘雅飞瞅了瞅醉云居 调侃道 偌大的醉云居 只有一人在大堂买醉 林明学哥不愧是首席啊 厉害 林明微笑回应 不着痕迹地瞥了一眼醉云居大门口 嗯 那买醉的身影有点眼熟 应该是 铁汉 这时 刘雅飞半感慨半条砍道 堂堂青夜第一楼 居然因为林明学哥 便得门客携手 怎一个惨自了得 林明收回心神 摸了摸没烧 也不全是因为我 信了你的邪 刘雅飞吐槽一声 当先进入真修阁 便小二手脚麻利 赢了上来 几位客官 林明快步月初 递给小二一张紫金卡 这张卡是刘三游给林明的 能够在万宝楼下所有产业打七折消费 真修阁也不例外 小二顿时明白林明是贵客 脸上的笑容 从职业化微笑变成真诚的灿烂 爷 这边请 还有一间天字号雅阁 等到在雅阁落座后 林明这才明白为什么叫雅阁 真修阁的雅阁是在单间中建造布局 包含雕梁玉洞 小桥流水 远山秀丽 不下十余种元素 别之异常 却又不会夺了真修美味的风采 佳肴不断上桌 香气肆意 让人食指大动 这时 最后一道豪华主菜 却是由一位气态和善的偏胖中年人端来 他放下佳肴后 向林明拱了拱手 当日开业 林公子却有要事 没有光临笔楼 实在令在下遗憾 林明抬眼 认出此人 万宝楼总掌柜 刘三游 拱了拱手 林明笑道 刘掌柜客气了 只是当时不太凑巧 遇到了修行关卡 哈哈哈哈 林公子能来 就是我真修格的福气 所以 今日这一宴 算我刘三游请的 听到这句话 刘雅飞调侃道 没看出来 林明学哥的面子这么大 小家伙自豪地挺起胸膛 我明哥当然是最棒的 林明 还好 不过这可就多谢刘掌柜了 刘三游笑了笑 寒暄两句 就识趣地退了出去 不打扰林明等人享用美食 宴席间 痴痴停停 陆雪叶很快就得到了赵无声 和刘雅飞的喜爱 只不过 小家伙还记得赵无声抛飞自己的事 总对赵无声爱答不理 每次赵无声逗弄他 小家伙都快步跑开 然后回头来个鬼脸 Sigma Sigma 幸好哎呦不错哦 赵无声玩耳不已 时不时逗弄一下小家伙 就这 丝毫不耽误他吃喝的速度 他甩开胃口 大块吃肉 大口喝酒 满嘴流油 却散发出动人心魄的魅力 而另外两女看起来都比较正常 然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明发现了不正常的人 葛清皇始终细嚼慢咽 看起来好像没吃多少 面前连骨头也没有多少 然而 这其实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吐骨头 都是直接嚼碎吞咽的 林明 太生猛了 比不了 比不了 他望为一眼赵无声 赵无声大口撕下手中羊腿肉 一边咀嚼 一边抬眼 明亮有神的眼睛仿佛在说 瞧 我没说错吧 与此同时 真修阁门口掌柜常在的地方 秃顶的真修阁掌柜一边抹汗一边对刘三友说 大掌柜 刘三友淡淡的看了他一眼 怎么了 不就一餐饭 我这个月可还没有用许可的请验份额 兔顶掌柜陪笑两声 明开心就好 只不过要做好一个准备 刘三友笑 什么准备 难不成还能吃穷我 兔顶掌柜点头如捣蒜 还真能 您这个月许可的份额差不多被吃没了 刘三友 你他爹在逗我啊 就四个人一只零售 能吃掉我整个月的许可份额 兔顶掌柜冷汗如雨 拿出一只手帕抹了又抹 您这个月一共还能宴请三百道普通菜 一百道中品佳肴 三十道上品真修 对啊 没错 这还能吃光的不成 刘三友拍了拍大腿 兔顶掌柜摸了摸发际线 由于片刻 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说出了口 依我看 林明公子几人再吃下去 大掌柜您下个月的力前也得飞了 刘三友 下画线 下画线下画线 不信 去瞅瞅 刘三友快步离去 不多时 他回到了柜台 坐在板凳上 整个人仿佛化作了灰白色 唇齿微张 眼眉低垂 一副心如死灰的模样 兔顶掌柜嘴角扯了扯 心中暗道 好玄 多亏大掌柜特别重视林公子 试试帮我顶了纲啊 雅阁内 林明等人吃得尽兴 这时 赵无声放下筷子 笑道 明帝 有没有兴趣一起前往黑山 这次要猎杀大量嗜血菩提鬼 林明顿住筷子 说 黑山我知道 可嗜血菩提鬼是什么 赵无声耸耸肩 一方依旧小口小口地吃着 专注而认真 刘雅飞笑着补充道 不算妖魔 严格来说算是妖兽 只不过形态诡异 有特殊的灵魂天赋 很难被捕杀 难怪要你们三位妙无尽的高手出马 林明笑了笑 小家伙舔了舔爪子 捕杀干啥 好吃吗 刘雅飞摇头 不好吃 不过 杀嗜血菩提鬼 可以得到血舍力 对断体径的修行很有帮助 而且嗜血菩提鬼数量太多 会引起黑山寿潮 所以玄文书院 清夜城 以及一些散修 游侠都会定期组织人马前去猎杀 顿了顿 他展颜倾笑 首席学哥 一道去吗 林明弯曲手指指节抵住下额 思索数秒 然后 他汗手道 对断体竟有帮助 当然要去 不过不是现在 至少得数天之后 这时 葛青皇放下碗筷 擦了擦嘴 学弟是和文人前辈学习铸造之道 对 所谓一多不压身 多学一门手艺 总归是好的 林明点头 小家伙举起着着 吃香喝辣的手艺 众女玩儿 轻声而笑 刘雅飞聊起鹅发 汗手 嗜血菩提鬼 没有那么好杀 至少需要三至五天的时间准备陷阱 按时间算刚刚好 赵无声微笑 明帝一定记得来 林明点点头 行 最多五天 我去黑山找你们 随后 宴席结束 几人来到大唐 刘三友依旧保持着 心如死灰的坐姿 林明看向旁边的秃顶掌柜 刘大掌柜这是怎么了 秃顶掌柜眼角抽了抽 心中富匪 这里谁都能问 就你不能问 他想归想 脸上堆起笑容 没 有点愁 哦 我懂 中年男人每个月总会有那么几天 林明汉手 赵无声 夏华县 小家伙小声询问道 为什么 为什么 林明笑而不答 向两位掌柜拱了拱手 多谢 刘大掌柜实在豪爽 我们下次还来 刘三游仿佛听到了很可怕的事情 刷得一下脸色变轻 然后又变红 恢复神志 他嘴角咧起勉强的笑容 好的 这时 林明拿出一件软甲 对了 万宝楼可否帮我寄卖这件软甲 刘三游眨眨眼 看出软甲来历 价值千金的玉蚕丝编织而成 林公子 这是好东西啊 为何不自己用 软甲贴身 而用过这副软甲的人 我不喜欢 林明回答 八一中文网 任性 刘三游抬手接过软甲 那我可以做主 帮公子换一件血银丝软甲 虽然品质低了半酬 但是全新出品 也行 我再打铁身体棒铁浆铺 过后送来就行 林明笑了笑 小声道 差价就不必补了 刚才那一餐 刘掌柜破费了 刘三游眼底绽放一抹惊喜 这个月不用和西北风了 与此同时 他对林明有了更深的认识 虽然贵为世家公子哥 又是出类拔萃的天才 但却很接地气 通小人情世故 这样的人 注定走得长久 走得高远 必须与之好好结交 刘三游说 林公子 这是一枚传讯预检 请您收好 以后有什么想买的 或者有什么要拍卖的 都可以找我万保楼 还有一些最新的消息 也会及时提供给您 林明接过预检 微笑汗手 然后离去 明月出生 一缕缕月滑落下 林明等人走在大街上 刘雅飞半打去半认真道 能够得到万保楼的传讯预检 这可不简单 林明微微侧头 有什么不一样 万保楼遍布清明州 以及周边数州 他们的消息很灵通的 能够拿到传讯预检 对你来说 会有很大的便利 具体的 过几天你就明白了 林明怂怂间 听起来 雅飞姐对此非常清楚 怕是也有一枚传讯预检 刘雅飞笑了笑 打了个哈哈 好了 时间不早 我得先回到客栈 去尽属于导师的职责了 林明点点头 刘雅飞轻笑 步履依旧款款如连 四万十快递远去 转过视线 林明说 学姐 吴声姐 你们不回去吗 赵无声音姿飒爽的眉毛扬起 怎么 嫌弃我们俩人 林明 脸有点囧 林明摇摇头 当然不可能 这时 葛清皇突然说 本以为你的剑已经铸造好了 赵无声 下化线 下化线 一眼左 一眼右 分别看向葛清皇和林明 他心道 有猫腻 赵无声勾住林明的尖头 用大姐大的语气说 怎么回事 你们私底下 又做了什么约定 林明摊了摊手 讲出两人约定对决的事情 赵无声微微张开嘴 担长撑开林明 明定 你很有勇气啊 难道不知道 清皇在内院的名号吗 林明轻微摇头 赵无声嘴角翘起 笑得有点癖坏 这时 葛清皇逆了他一眼 眼底似有剑光闪烁 赵无声头皮微微发麻 舞者的本能告诉他 有危险 他瞥眼于葛清皇对视 沉寂一瞬 又拍了拍刀饼 好好好 我不说 话语落地 赵无声唇齿微动 传音道 不过 找个机会 你我再打一场 葛清皇威不可查地点点头 旁边 林明和陆雪叶大眼瞪小眼 看不明白两位绝色女子间的交流 夜色渐深 一名女子身着黑袍 面赴妖艳玫瑰面具 进入醉云居 他静止走到醉云居中唯一的客人面前 你就是铁汉 想不想复仇 他开门见山 铁汉醉眼惺忪 半耸拉着眼眸看向他 你特念谁啊 还没到紫夜十分就蒙着脸到处走 做贼还是 铁汉猴头涌动 然后猛然撇头倒向旁边 口中连续吐出会晤 他嘴角挂着恶心偏黄的唾叶丝 你 女子屈指轻弹 一道气静轰在铁汉身上 铁汉挣扎着正要反抗 忽然看到女子的手宛如猫爪 刷 掐住他的喉咙 女子说 我只问你想不想对林明复仇 铁汉不答 女子冷笑 废物 无能 堂堂铁家七少爷就这么个玩意 言罢 他一把摔下铁汉 砸碎旁边的桌椅 周围没有人来拦截他 因为最云居的伙计 侍女 早就已经走得没剩下几个 统统被挖去了对面的真修阁 忽然间 一道干枯沙哑的声音传到女子耳中 姑娘也想杀林明 那可否进后院一叙 黑袍女子点头 可 她静止向后院走去 而在地面上的铁汉被无形的气机禁锢 跟在她身后脱形 到了后院 女子嗅到一股若有若无的酒气 阁下何必躲在酒窖里 出来一叙 支呀 推门声响起 一名白发人走了出来 紧接着 身着夜行黑衣 脸上有猙獰刀疤 以及一双血色重铜的男子 跟在白发人身后 诡异的三人站在面前 铁汉的酒瞬间清醒了 她脑袋还有点昏沉 立刻调度体内灵气冲刷石海 这时 三人强行把她拉入了话题 主题只有一个 沙灵明 听了半天 铁汉突然呸了一声 你们都是白痴吗 这计划漏洞百出 就着还想杀灵明 也不想想 她本想说出文人千亿的实力 但突然又想起离开铁匠铺时 听到的一席话 文人千亿从来就不欠她 是她自己不争气 于是 铁汉强行接续言辞道 也不知道多想想 还想今夜就去袭杀 脑壳有坑 果然是清明州蛮夷的做法 白发人眉角微寒 冷声道 幽鬼 有人瞧不起你 你不觉得恨吗 幽鬼是清明州之人 所以她理所当然的可以恨 而且被幽暗鬼之改造的她 七情六欲几乎消失 唯有恨意得到十倍百倍的加强 哼 幽鬼汉手 身影直接消失在原地 下一秒 她出现在铁汉身后 一爪落下 铁汉双臂其间而断 啊 铁汉撕心裂肺的惨叫 周围却荡起一股无形的气急 把她的声音完全压制在后院之内 你 你们都疯了 强行邀我过来 却断了我的双臂 不怕被我铁家铁汉的话语说到一半 忽然感觉到胸口一疼 一只幽长的鬼爪 从她身后穿到身前 她不用低头都可以看到 宛如风锐森寒的刀刃 却又泛着幽子的不祥光芒 咕噜咕噜咕噜 铁汉挣扎着想要说什么 然而喉咙中涌出的鲜血淹没了她的声音 在临死前的最后一刻 凭借断体经大乘的修为 她发出了最后一声赋语 你们都会后悔的 画面转换 凌铭与小家伙走在街道上 他们已经与赵无声和葛清皇分别 穿行在一条不宽也不窄的小巷中 还有半刻钟的步行路程 就能够抵达铁匠铺 小家伙趴在凌铭尖头 雪白的长尾盘在身体周围 她也喝了不少果酒 雪白的毛发似乎有微微的驼红微光 明哥明哥好晕呀 你走路能不能不要晃 明明笑着摇了摇头 伸出手指按了按她的额头 毛茸茸的触感从指腹上传来 凌铭轻轻妈撒两下 原来喝酒真的会见风就到 刚才你还屁事没有 怎么现在醉成这样 二 溪溜 露雪叶抬起脑袋 看了看天上的月亮 什么是喝醉 睡觉吧你 还问那么多 把脑袋埋进尾巴里 马上就到了 这时周围的阴影愈发深刻 阴影中一道若有若无的人影缓缓浮现 她双眸如血 众同凝聚微弱光芒 秀 秀 说来有声其是无声 瞳孔射出两道光芒 其实是幽鬼的特殊天赋 死亡光芡 光芒的速度很快 瞬间穿过灵明胸口 幽鬼从黑暗中现身 舔了舔嘴唇 就死了吗 话音未落 她的瞳孔缩小如针眼 灵明的身影片片破碎 那竟然只不过是一道残影 真正的灵明在哪 危机感涌上心头 幽鬼悍然发动幽暗鬼之 她的右手手臂抱出一团一团的骨刺 那骨子先开始很僵硬 却在生长到一寸长之后变得柔软 仿佛有无数的骨线将要包裹她 这时 灵明出现在幽鬼身后 神色 她递出一拳 不偏不倚 正中幽鬼后心 碰 幽鬼闷哼一声 嘴角冒出一抹鲜血 但她冷笑道 就这么点力量 远远伤不了我 融合幽暗鬼之的 我到底有多强大 就用你的生命来体悟吧 她的言语中满含嚣张 音调也更加尖锐 那些骨线继续加速笼罩 与此同时 幽鬼反身甩臂 肘记灵明的太阳穴 灵明嘴角微先 拳头上冒出一抹紫色电滑 哎 神闻特效 麻痹 幽鬼僵在原地 口齿之间都比较不清晰了 该死的你 对我做了什么 我要杀了你 我要杀了你 她的声音愈发尖锐高靠 根本不像个男人 而这声音达到了某个频率 吵醒了小家伙 小家伙一边抬了抬脑袋 一边嘟囔 哪里来的母狐狸在乱叫 下化线 下化线下化线 戳心窝子 疼 非常疼 幽鬼浑身气息躁动不安 显然已处于极端的愤怒之中 这时 灵明轻笑道 我的拳头还没完 言罢 他全面吞吐气劲 神力加持 搭配灵气玄气 瞬间爆发出澎湃如海潮的力量 然而 这还没有完 巨大的力量破除了幽鬼的防御 灵明的拳头瞬间变为剑制 剑自神闻在他指尖一闪而过 万物化剑 灵明以剑指化为剑 干脆利落地斩下 正处在麻痹状态的幽鬼瞬间中剑 这一剑同样蕴含雷霆之力 而小家伙恰到好处的运转水之呼吸 一颗又一颗的冰水小球砸出 扑扑扑扑扑 鸡虫叠加下来 幽鬼瞬间受到重创 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往前扑飞 碰 他重重落在地上 一时片刻站不起来 然而 身体周围围绕的骨线没有受到影响 继续生长 把他包围成了一个茧 沉寂一瞬 剪破人出 不 出来的已经不再是人类了 此刻的幽鬼 浑身长满外骨骼 尖头 小臂 手臂 脸上头上全是到此 那双血色的重铜 分外星红 要你的狗命 幽鬼嘶吼一声 化作一道残影 撞击鸣 然而 鸣鸣口鼻尖引动火光 唇齿间冒出白气 四 火之呼吸 鸣鸣一瞬间消失在原地 速度比幽鬼更快数倍 他身如飞虹 一掠而过 当撞击鸣身时 右手剑指别在左腰 拔剑术 镜花水月 在火之呼吸的加持下 这一剑有了不同的风姿 掠空而起的弧形剑痕闪耀橘红光芒 仿佛一道火色星月冉冉升起 幽鬼眼底闪过一丝惊惧 想要后退 但 他无法后退 不可避免地中剑 随后 灵明和幽鬼错身而过 幽鬼呆呆立在原地 双手下垂 胸口上一道火焰灼烧的剑痕灰灰散不去 灵明转身 剑指上的紫光消散 然后打来的响指 大 清脆的响声中 镜花水月第二段伤害炸裂开来 剑气爆发 幽鬼身上的外骨骼飞散四方 他软弱跪倒在地 浑身没有鲜血流出 因为他身上的每一道剑痕都仿佛受到高温火焰灼烧 焦黑黏糊 封锁了伤口 死 灵明静静站在原地 戒备片刻 小家伙爬到灵明脑袋上 同样戒备四周 他俩等了好一会儿 还没有人来继续攻击 心头微微放松 这时 陆雪叶指着幽鬼的尸体说 明哥 你看看 大坏蛋的身体好像在变小 嗯 灵明心眼观察下 看到了更本质的东西 幽鬼的身躯被他的右臂击取 不多时 幽鬼不存在于世间 有的仅仅是一节幽暗鬼之 灵明捡起来 看了看 小家伙也瞅了瞅 却不明白这是什么玩意 收入那届 灵明刚想说话 忽然一抹迷魂香气笼罩四方 平住呼吸 灵明语速极快地提醒小家伙 陆雪叶点点头 四肢着落灵明尖头 全神戒备四周 这时 黑袍女子乌月 站在小巷边的墙壁顶端 月色笼罩下 她脸上带着的诡异的玫瑰面具 显露几分神秘 一头散乱的黑色长发 无风自动 双目闪耀着四昧或四野性的危险光芒 还有花白的修长右腿裸露在黑袍外 乌月抬手打招呼 声音中带着甜美的笑意 灵明公子 好久不见 今夜我特来取你性命 圆月如饼 辉华如雾 照亮了整条小巷 一阵微风卷起 尘土 草屑向上飞卷 掠过乌月的裙边 她款步走在空气中 仿佛踏着阶梯而下 大 邪后更与地面轻轻撞击 她停在灵明身前 斜伸出一条大腿 洁白光滑 然而肌肤表面飘荡着寒冰碎蟹 一颗一颗仿如细小的稻刺 衬得它好像一朵带刺的玫瑰 不跑了吗 乌月的声音带着一缕妖娆 灵明微微皱眉 总感觉有点熟悉她的声音 一瞬间 灵明脑海中飘过三个面孔 葛青皇 赵无声 刘雅飞 会是他们吗 灵明心中赋匪一句 微微一笑 指了指肩膀上的小家伙 现在我们是二打一 或许跑的应该是你 乌月没有说话 身体周围的空气冷了下来 腿部肌肤上凝聚的冰花更多三分 布多时已经覆盖了她的整条大腿 看起来就仿佛穿了一条冰晶凝结而成的丝袜 灵明语速极快的小声说 小家伙 你能闻得出来她是谁吗 或者说有没有点熟悉 陆雪叶抽了抽鼻头 摇摇头说 明哥 我闻不出来她是谁 周围多了一股香气 闻多了脑袋还有点不清醒 灵明 关键时刻靠不住 我不是叫你闻这个 而是让你分辨她的气息 小家伙伸出爪子 挠了挠头 还是不知道 这时 乌月嘴角勾勒糊度 灵明公子想知道我是谁 看来心中已经有了猜测 但是你的猜测到底准不准呢 脱长的尾音向上扬 有点俏皮 有点可爱 然而 她的动作十万倍的危险 身形消失在原地 地面上仅留下一道暴碎的寒冰痕迹 下一秒 灵明猛然侧头 上半身急速后仰 一道进风扑面过 刚刚闪避过去 灵明看到那条腿悬停半空 强行改变发力轨迹 从上向下 如战斧般披落 眼看乌月的脚后跟 就要砸到自己的面门 灵明却没有阻挡 她的心眼映照下 这只是虚招 真正危险的是另外一条腿 无声无息 不起进风 却腾在半空 一腿钻心而来 灵明两只手 牵住了胸前的那条腿 同时 腰部上挺 对着即将落在面门的脚后 跟来了一招头锤 乌月脸色微变 她没有想到 灵明居然能发现真正的杀招 更没有想到 灵明这样的翩翩家公子 出招却如此凶悍 头锤砸人脚后跟 俯视劈腿 只是看起来凶 仅仅放了一成力 招式对拼肩 强弱一转 乌月脚跟发麻 向后摆荡 而另一条腿 被灵明死死前住脚踝 一时半刻无法挣脱 她突然出声 你怎么会这么强 就算突破了断体径 这体质也太夸张了 乌月企图用说话 来转移灵明的注意力 灵明轻敏薄唇 笑了笑 你好像忽略了小家伙 闻言 乌月嘴角裂出一抹惊差的弧度 小家伙从她的视线死角掠起 爪子上泛着淡蓝色的水汽光芒 刷 一爪落下 乌月大腿上的冰筋寸寸破碎 这时 灵明双手用力向回拉扯 神力 她在悬伸而起 迅速近身 抢入乌月的中线 抬肘砸出 轰 乌月倒飞而出 在飞的过程中 小家伙还补上了许多冰茶子攻击 然而 乌月身上燃起属于妙无尽的气息 眼底出现一枚淡淡的冰字神纹 煞时间 寒冰丝线凭空浮线 精准地把所有冰茶子击碎 砰砰砰砰砰砰砰 碎裂的冰花爆散在空气中 形成一片不算大的冰雾 短暂遮蔽了灵明和小家伙的视野 陆雪叶有点冲动 在半空化作雪白轻盈 眼看就要追入冰雾 灵明发动神速 抢出三两步 探手 抓住小家伙的雪白肠尾 她说 不要贸然追击 小家伙最听灵明的话 身体向回摆当 然后攀着灵明的手臂爬到肩头 这时 乌月挥了挥手 并经丝线切割空气 刷刷刷刷 她拍了拍手掌 好 很好 没有想到你的进步如此之快 短短时日不见 居然能够正面与我换招 姑娘过奖了 实在是迫于生死压力 不得已而为之 灵明笑了笑 乌月眼眸轻眨 她明白灵明在暗讽自己 然而 乌月并不在意 借着残留的少许冰雾 她一只手在身后 快速结印 这是要困住灵明 因为 她还有一个盟友 白发人 出发前 白发人明确表示过 如果幽鬼失败 她才会出手 那人是太和静的修为 动手的话 灵明绝无生还的机会 然而 乌月心中的盘算落空了 灵明心眼观物 不被视线遮蔽 关到了乌月的结印 她快步后退 迅速翻身 站在巷子边的墙壁上 然后摸着小家伙的脑袋说 想困住我可没那么容易 再见咯 乌月阿简 言语落地 灵明翻下巷边的墙头 看到这一幕 乌月脑海中 回想起上一次灵明 躲过她追杀的方式 如出一辙 休想 乌月声音略急 手中结印停止 她追到巷子上 然而 一墙之隔 又一次追杀失败 灵明的气息全无 眼前所见并无人计 这时 一道气息飘荡而来 白发人出现在墙壁上沿 站在乌月旁边 她冷冷看着乌月 人呢 追丢了 乌月摇头 白发人冷笑 我的人呢 乌月不嫌不淡道 死了 被灵明和那小家伙 联手秒杀的 哦 你不觉得自己欠我一个解释吗 白发人声音愈发冷练 她不在意幽鬼的死活 而在意幽鬼身上的幽暗鬼之 幽鬼本来就只是幽暗鬼之的养料 这幽暗鬼之 吞噬了幽鬼的身体就能成熟 成熟后 就会没有任何副作用 替换掉白发人那条干枯如死的手臂 届时 她恢复伤势 搭配幽暗鬼之 足称圣者静下 绝无敌手 白发人怎么能不解 看到白发人眼中毫不遮掩的恶意 乌月不点不耸 清冷的声音透出冰寒之意 有胆量你就动我 试试看贤月楼要多久杀掉你 白发人眼底略起一抹诧异 你是贤月楼的人 乌月抬手 拿出一枚令牌 令牌通体好白 犹如皎洁月华凝聚 正面刻画着一轮贤月 以及月下山顶处耸立着一座古朴阁楼 如果灵明看到 就知道这枚令牌与他手上那枚细出同源 只不过 他那枚背面铭刻着雾漆两着一枚的背面 雕刻着一轮藏匿在雾漆中朦胧之远 一阵一反展示令牌 乌月转身就要离去 这时白发人已经收敛了杀鸡 他行走在黑暗的世界中 比平常人更明白闲月楼的恐怖 姑娘就不追了吗 乌月没有回头 摆了摆手 来日方长 而且我劝你别追了 他现在应该到了铁浆铺 铁浆铺 那有什么大不了 小巷镜头 他宁眉望望望铁匠铺的方向 终究还是舍不下幽暗鬼之 So 白发人朝着铁匠铺而去 很快 他抵达了铁匠铺 刚好看到玲玲和小家伙 站在铁匠铺门口 门内走出一位身材魁梧的老者 老者身上气息平平 看不出门道 多半就是普通的打铁匠 身材魁梧点属实正常 白发人借着月光 看到铁匠铺的招牌 打铁身体棒 这一看 他笑了 高人怎么会起如此傻屈的名字 于是 白发人不遮不掩 静止走了出来 走到近处 白发人乱发狂舞 浑身气势荡漾而起 空气为之沉凝 细小的尘土悬在半空 缓缓凝聚成普通人肉眼难以看见的细碎利刃 是 没有多余的废话 有的只是强者对蝼蚁的蔑视 白发人漫步前行 看似速度很慢 但其实很快 正是因为太快 他才追悔莫及 细碎的尘土利刃 根本就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全部被湮灭在空间裂隙中 白发人看到那闪烁的空间裂隙 顿时不敢动了 灵明转身露出笑容 你可真有勇气 闻人前辈当面 你还敢出手 真是厉害 我平生最佩服 你这样的做死小能手 灵明的调侃伤害不高 侮辱性却极强 若是往时 白发人绝对把灵明错骨扬灰一百次 然而 此时此刻 他一动都不敢动 周遭的空间凝固了 一道道细碎的黑暗裂缝环绕在他周围 几乎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咕噜 白发人轻咽口水 眼珠子转动 视线落到文人千亿身上 他言语间略带颤抖 圣者尽高人 不 您 您是超凡圣者 文人千亿没有理会白发人 陆雪叶窜了起来 冲到白发人面前 沿途中本来有无数道空间裂隙 但小家伙移动的轨迹中 空间裂缝或者闪烁或者消失或者挪移 没有伤到他一分一毫 看到这一幕 白发人手都在抖 好家伙 这份掌控力绝对是超凡圣者 小小的清夜城怎么会藏着一尊高人 超凡圣者对于空间的领悟远远强于圣者 毫不客气地说一个打十个不是问题 很显然 如果找不到好的借口 他今天必然交代在这里 这时 小家伙站在白发人的额头上 两只后腿啪唧啪唧踩得不停 他口中默默数着 一个小爪爪 两个小爪爪 三个小爪爪 自从上次见识过白先生的教编后 他一直觉得 在人脑门上留印记特别带感 今天终于有了释放自我的机会 小家伙撒欢地提腿 开心地落爪 还嫌不太过瘾 直接四爪落下 双倍的趴击 白发人嘴角狂抽 然而 闻人千亿站在那里 脸上挂着淡淡的笑容 似乎看到这一幕还蛮开心的 于是 白发人咧着嘴 微心地露出灿烂笑容 林明侧过头 看向白发人身后 是物月叫你来的 白发人脊椎骨窜起寒意 他没有想到 林明说得那么准确 然而 白发人脑中如同过电 加速运转 思考 思考 再思考 仅仅半秒 他得出了答案 林明根本不知道自己是谁 白发人仰着脖梗 用额头撑起小家伙 极尽和善地解释道 你说的是什么 人明吗 那我还真的不认识 我只是想要 想要什么 刚才的招式可是杀招 难道你是想要开个玩笑 林明毫不客气 打断白发人的话语 白发人苦笑 是啊 自己脑子有坑 什么都没看清楚 就傻了巴基地冲上来 而且还在嘲笑高人 嫌弃这么土别的招牌 这时 林明嘴角勾勒一抹糊度 仿佛一直在梦眠中微笑的恶魔 开玩笑其实也没什么 文人前辈最喜欢开玩笑了 文人千亿汗手 一步之间跨越空间 站在白发人面前 他举起沙包大的拳头 在白发人面前用力握紧 喀啦喀啦 齿骨间发出响亮的声音 白发人额头冒起冷汗 刷的一下跪在林明和文人千亿面前 前辈饶命 公子饶命 在下真的是认错人了 林明玩味一笑 没说话 在外人面前 文人千亿习惯保持高人的逼格 也没有说话 这时 小家伙也踩过瘾了 窜到白发人的头顶 拉扯着他发际线边缘的头发 用力往后扯 你骗人 略带乃琪的声音 听起来有点好笑 林明和文人千亿皆玩耳轻笑 白发人却笑不出来 声味俱下地编织出一个故事 故事里 他是个曾经的高手 然后受了伤 声音变得沙哑干枯 一只手臂也半废 家里的婆娘见他不给力 居然勾搭了一个世家公子哥 因为林明的背影太像 所以他才不分青红皂白 直接攻击 小家伙回到林明尖头 眼瞳中带着同情 哦 你好可怜哦 他有何人跑了 那是很惨的 在我的记忆中 族类中有遇到这样的 那都得直接自杀 林明点点头 确实太可怜了 还得自己下手干掉自己 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不如我们帮帮你 白发人 他搞不明白 林明和小家伙 怎么得出他应该自杀 还可以由他们帮忙代劳这个结论 但形势比人强 他忍无可忍 也得继续忍 跪在地上 咚咚咚连续磕头 白发人说 就请公子和前辈 看在我如此悲苦的份上 绕我一条命 不然我实在不甘心啊 我还要找那见婆娘和狗男子报仇啊 这时 林明蹲下来 笑着拿出幽暗鬼知 白发人瞳孔猛然收缩 背脊的肌肉全然绷紧 一口气悬停在肺部 久久没有动 林明心眼映照下 动若观火 你紧张了 果然是为了这件物品来的 白发人连连摇头 公子说笑了 我不认识这 林明站起来 白白手 漫不经心的笑了笑 公子我不喜欢说笑 既然你没有活着的价值 那就再也不见了 此话一出 白发人脸色大变 马上要跑 然而脚步刚刚动起来 空间束缚赶挤压着他 不能动 文人千一举起沙包大的拳头 虚握两下 你看不起我 白发人摇头如波浪鼓 不不不 晚辈绝无此意 文人千一说 那你还当着我的面逃跑 白发人难听的声音中 带着哭腔 我 我不是 我没有 我我就是腿软了 小家伙 吐 耸蛋 腿软最要不得 老家伙 还是一拳打死他吧 文人千一汉手 好 白发人心中涌出无力感 生出无限的悔恨 为什么要跑到铁江铺来 为什么没长眼睛 看不出魁梧老者的强悍 与此同时 他也想通了物约不追击的缘由 他绝对知道铁江铺内有高人 白发人摇摇头 说出实话 想明白也晚了 可我不甘啊 他站起身来 脸上的卑微消失不见 主要带着的是弹幕 是最后的尊严威信 白发人说 我想用情报 以及幽暗鬼之的正确使用方法 换一个活命的机会 文人千一看向灵明 灵明微微一笑 这还不够 我还有一个条件 白发人拱了拱手 有条件就是可以活 在下柳厄先行谢过公子与前辈的饶命之恩 此时此刻 柳厄面上不见喜怒 公子请说 小家伙反射弧比较长 这时候才反应过来柳厄骗了他 哇哇哇 你果然是个臭坏蛋 亏我刚才那么同情你 原来都是说假话的 柳厄瞅了小家伙一眼 抱抱拳 没说话 转而看向灵明 灵明伸出手指 在嘴唇下颜麻撒 片刻后唇齿西张 你先说说你的情报 柳厄汉手 那位悟厄于公子你必定相熟 对你似乎多有了解 而且多半在今日刚刚见过面 与我所想一致 灵明停止妈撒嘴唇下颜 食指轻轻指向柳厄 你有此判断的原因是什么 他没有留下你 但我马上出现 正常来说应该两人一起追击 可是他头也不回地离去 仿佛提早知道 铁匠铺中有文人前辈这位高人 而且之前在醉云居中密谈 他的言辞中也多次透露你的底细 灵明汉手 我晓得了 但这情报还不够 不可能 咸月楼在黑暗世界称霸 其势力遍布整个苍玄界 我不敢查 柳厄摇头 灵明眨眨眼 不忌惮在清明州的墨家 却如此惧怕咸月楼 柳厄苦涩一笑 指了指自己的咽喉 公子有所不知 我的咽喉就是被咸月楼之人所害 然而 我绝不敢有丝毫的报复之心 他们的恐怖 不是行走在光明中的你们能够明白的 灵明摸了摸眉梢 微微一笑 我不要你追查到底 只要你查与物业相关 还有墨家那边的动向 也得时刻向我汇报 柳厄咬牙思索 身处死境 如果还不答应 恐怕不用想什么以后了 他用力点头 好 不过事先说好 咸月楼的事情 我只查不追 至于墨家 我和他们不算隶属关系 而是合作 能查到多少不敢保证 你当我做慈善 灵明面容冷冽 双眸透出杀意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不如干脆现在了结你 这时 文人千亿拍了拍灵明尖头 笑道 不用杀他 我玄珠一脉自有妙法 本来想晚点交给你的 不过今天撞上了 柳厄心中生起不妙的预感 然而 脚后跟刚刚抬起来 周遭的空间挤压过来 他动弹不得 文人千亿抬起手掌 掌心中飘出一枚青铜印记 不足巴掌大 上面转刻着星字神文 这是老夫前行研究千炼之法 炼成的助心印 能够掌控他人生死 具体的锻造方法 我稍后教你 你先用这一枚助心印把它收服 从此之后 他的生死就在你一念之间 结果助心印 灵明按照文人千亿教授的方法 挤破食指 点了一滴血在新字神文上 然后盖在柳厄眉心 这时 柳厄剧烈反抗 抵死不从 不不不 我绝不要当人奴仆 想收我为奴 我宁愿死 灵明什么鬼下花仙 莫名其妙的硬气 他摆出嫌气脸 刚才那么不要脸的事情 你都做了 这会儿突然来个生命城可贵 自由价更高不太合适吧 不 我柳厄永不为奴 寿人才永不为奴 灵明吐槽一句 柳厄一脸猛逼 好不容易憋出来的气势 愣是被这一句话给夯了回去 这时 灵明笑道 不要抵抗助心印 一年之后 我还你自由 柳厄咬着牙继续抵抗 死活不肯放松神魂 不肯接受助心印的烙印 他受不住压力 放缓语速道 你还我自由 就不怕一年后 我杀了你 你现在是太和境 灵明笑 柳厄点点头 怎么 难道公子自以为天资超绝 一年内可以踏入太和境 灵明摇摇头 不用 柳厄不明白 文人千亦叹笑一声 一年后 小友踏入妙无境 太和境绝对杀不了他 不 小友神文天资高绝 事所罕见 一旦掌握神通 只怕连入道境都无法奈何 柳厄转头看向文人千亦 却只看到一双充满智慧的沉浸眼眸 前辈是认真的 柳厄愕然 不可能 世间绝无如此妖孽之人 那是你见识浅薄 天元周就有这样的天才 而这样的天才与灵明小友相比 还是稍差一显 所以 我若同意接受住心印 某种程度上来说 还算是一种荣幸 柳厄自嘲 灵明看出他不相信 招手间 树枚神文浮现出来 清一色的紫光 柳厄再度愣神 咽下一口唾沫 说 这怎么可能七枚紫气鸿蒙神文 这 这这这 小家伙 切 你看到的不够毛毛雨 明哥的神文才不止这么点 柳厄眼神恍惚 是了 越是出类拔萃的人 越懂得韬光养晦 在自己的面前 灵明公子 不可能放出全部的底细 灵明只不过展露一部分神文 已经深深震撼了柳厄 好 我同意接受 还请公子遵守诺言 柳厄放弃抵抗 眉心很快完成了助心印的烙印 随后 他详细交代了幽暗鬼之的使用方法 立刻告辞离去 回到铁匠铺内 文人千亿沉声道 小有追查的物悦 多半就在今天那三个女娃子中 灵明摇摇头 有可能 但并不知道到底是谁 文人千亿说 你小子心中一定有猜测 灵明汉手 小家伙污拉一下人力而起 一定不是我姐 他额头出的雪白绒毛皱起 思考半秒 然后恍然大悟道 是了 是了 一定是赵无声 灵明啪唧一下拍在他头上 是你个大头鬼 小家伙委屈巴巴 撇了撇嘴 他坏 揪我尾巴 肯定不是好人 文人千亿翻了翻白眼 小有 你是怀疑 那叫刘雅飞的姑娘吗 林明威不可查的汉手 小家伙挠挠头 不应该啊 雅飞几人不错的 灵明轻笑 还不一定 只是嫌疑最大 这时 文人千亿眼底闪过一抹安心的世人 切记 他比你看到的更危险 灵明说 让前辈都感觉危险 不至于 只不过他身体里面有一层封印 我看不透 陈英片刻 灵明笑了笑 晚辈明白 对了 还有刚才多谢前辈 小家伙两爪抱在一起 拱了拱 多谢你了 老家伙 文人千亿晚耳一笑 台长落在灵明肩头 矫情 你是我玄珠一脉的掌令者 我不护着你 谁护着你 过后几日 灵明向文人千亿 潜心学习铸造之道 林景 曹主清 徐奥东三人 时不时来铁匠铺叨饶 主要目的是为了找灵明治病疗伤 连续的治疗下来 他们的伤势基本好得差不多了 剩下的条理 只要有合适的丹药养生就行 这天下午 铁匠铺后院 四个老伙计和灵明搬着小马扎做成一圈 一边饮茶一边聊天 他们的灵明越看越是喜欢 越看越是欣赏 恨不得自家有个孙女 马上许佩起灵明 就在几人打去时 灵明忽然感觉到 那界中一阵震动 震动的源头 来自刘三友赠送的传讯御检 灵明拿出御检 摆在手心 御检顿时传出声音 神文博物院的悬门将要开启 召集拥有环形玉佩的人进入其中 帮忙解决前自99号难题 有益者可详谈 另有巨额报酬之父 听到御检中的声音 灵警吸了吸烟嘴 喷出一口白烟 然后说 万保罗的传讯御检 小友果然不简单 这东西轻易不好拿到 文人千亿摆摆手 嗨 也就那样 重点不在于这个 而在于御检传出的消息 那人简直多此一举 曹主轻点头 是啊 神文博物院的前自难题 真解得出来 本身就会获取到不小的好处 这人还多给一份巨额报酬 想一想就很可疑 这时 徐耀东笑了笑 说这些有什么用 反正在座的各位 都没有环形玉佩 就算是打铁的 也进不去神文博物院 陆雪叶站在林明尖头 没有就进不去吗 就连我明哥也不能进 四老不约而同 白了小家伙一眼 文人千亿美好气道 你明哥不是万能的 这神文博物院可老神秘了 传闻是圣者之上的 诸多大能联手布置 没有信物 绝对不可能进入其中 哦 小家伙点了点头 扁着嘴有点不开心 林明挠了挠他的下巴 你哥我可以进去 文人千亿 A大写得猛逼 曹主清枪了一口清茶 徐耀东拍了拍左腿 欲言又止 林锦放下烟枪 试探着道 林明小友 你得到了环形玉佩 林明并不遮掩 从那戒中拿出环形玉佩 是啊 书院里面的梦诗给他 噗 曹主清一不小心 把茶水喷到了林锦脸上 他顾不得道歉 直勾勾盯着林明 哪个梦诗 是孟元浩 对 就是玄文书院的普通导师孟元浩 林明点头 曹主清眉头轻轻皱起 似乎不太相信 他 他亲手交给你的 当日我和梦诗在食堂有过一次神文论道 谈了一下午 然后他就送了我这枚环形玉佩 林明抬起手臂 晃了晃环形玉佩 曹主清 他脑子里面一团乱 信息量有点大 一时间难以相信 有少年人能够跟孟元浩论到神文 徐耀东在玄文书院任职 更加明白玄文书院真正的大靠山不是院长 而是这位普普通通的梦师 从来不以境界和战力显露人前 但是从未有人怀疑他的境界会低于圣者境 这时 林景望向文人千亿 打铁的 我记得你和焦书的较量过 当时是输了还是赢了 文人千亿额头冒起黑线 冷哼一下 不打理林景 见到他这副姿态 三老仿佛明白了什么 倒抽一口凉气 文人千亿 景浩 几个老家伙别瞎猜 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那是哪样 许耀东问 林明和小家伙看了看彼此 眼睛中都闪烁着好奇的光芒 然而 文人千亿就是不说 他招了招手 环形玉佩落在手中 仔细看了两眼 又把玉佩还给林明 这玉佩是真家伙 今天就是十月初十 晚上你就可以进入神文博物院 顿了顿 文人千亿站起身来 你小子等着 既然要去神文博物院 那必须得带上兵器 你的剑铸造好了 很快 文人千亿带着剑走回来 剑没有插入剑鞘中 剑身漆黑无比 搭配着漆黑的剑鞘 整个就是一把黑剑 结果长剑 林明掂量了一下 凭借新眼的特殊 得出准确的重量和长度 剑长三尺三 重十二斤 开刃丰锐无比 好 文人千亿捏了捏下巴 还不够 查最后一道工序 林明? 文人千亿笑道 滴血凝魂 从此之后 这柄剑就是你的魂兵了 林明展颜倾笑 一剑割破手指 血珠顺着剑刃流向剑尖 一抹银银灰光闪过 这把黑剑在他手中变得不一样了 好像全然没有重量 又似乎一剑能够立劈山岳 林明按耐不住 转头望向文人千亿 还请前辈接我三剑 文人千亿坐回小马闸上 胆掌伸出 像回勾了勾 来 全力出手 你伤不到我 林明汉手 收剑回翘 他的呼吸频率产生玄妙变化 口鼻间有火光星点闪动 沉寂一瞬 林明吐气如红 死 生如龙马长鸣 他一个剑不迈出 拔剑 这一剑快绝猛绝 下午的余晖似乎都要被倒卷撩回 不差 文人千亿抬掌虚暗 黑色的剑身 粗利的手掌 两者相撞 碰 林明本该退后 然而 剑身上窜起成红的电光 一道道闪电裂纹遍布此剑剑锋 唯能加强一倍 林明眼底闪过一抹惊喜 唇齿微张 净花水月 花雨落地 第二段伤害剑气爆发绽放 文人千亿轻易一声 合拢手指 震荡出无形契机 他要封锁林明的拔剑术第二段伤害 然而 林明已经收剑回翘 右手再次握住剑柄 他的眉心浮现雷字神闻 第二次 拔剑 雷字迅猛 催动灵气的速度更快数倍 而且林明还在运转火之呼吸 雷加火 劲爆的效果出现 飞剑出翘的刹那 一抹紫红雷火喷波而出 翁 剑鸣如气 黑剑裹鞋紫红雷火再次斩记文人千亿的手掌 这时 文人千亿脸色微变 心中暗道 这小子招不花 但时间点掐得太好 文人千亿刚刚震散雷明第一剑的剑气爆发 此刻算是一次极其微弱的破绽 正常人 不可能捕捉到 然而 雷明的心眼映照 早早看到这一点 同时 他的雷字神闻叠加十倍神速 让他的身体能够把握住片刻的机会 黑剑落下 雷火炸炼 文人千亿的手掌微微收回半寸 然后急忙握紧 是 第二次剑气爆发被湮灭在他掌心中 然而 雷明的第三剑已经再次拔出 这一剑不悍然不削裂 但却犹如行云流水 雷明不知何时切换到水之呼吸 黑剑裹着似有似无的水器 再次斩记文人千亿的手掌 文人千亿脸色微变 张口想要说什么 却忽然感觉到 剑气爆发的特质也有所改变 那些细碎的剑气犹如水流 眨眼间顺着他的身躯流向周围 文人千亿瞪大双目 猛的发力 一股铺天盖地的灵压忽然降临 他周身一尺内 水流渐气喷喷散去 然而 文人千亿屁股下的小马扎碎成粉末 三个老伙计用打去的眼神瞅着他 吴生却扎心 文人千亿 严格来说 确实是他输了 堂堂超凡胜者 居然一时大意 让断体精的小辈占了便宜 文人千亿臭着脸 不想说话 小家伙却跳到他的肩膀上 老家伙不哭 输给明哥不丢人 文人千亿 哦 我选择死亡 小家伙的补刀实在太过于扎心 这时 曹主卿笑了笑 转移话题 这柄剑相当神妙 刚才小友三次拔剑应该深有感悟 他对你的战力有莫大提升 林明收剑回翘 笑了笑 顺着曹主卿给出的接天下 不让文人千亿难堪 不止 此剑之中还有奥秘 是为我的第四剑量身定作 曹主卿 还有第四剑 一句妖孽完全不足以道之 这时 林明微微鞠躬 多谢文人前辈 此剑实在太好用了 文人千亿则则嘴 明白两人一唱一和 是为了给自己面子 他心里顿时舒坦 摆了摆手 没事 输了就输了 你小子的剑招确实厉害 但更厉害的是你的洞察力 仿佛时时刻刻能够洞察老夫的破绽 我输得并不冤枉 两句话 任败却不失豪迈 文人千亿 心灵似乎更加通透 周围三老见他不似说笑 心中都仿佛落了半拍 陆雪叶站在茶几上 举起小爪爪 哦 名歌无敌 文人千亿美好气地瞪了小家伙一眼 摇摇头 看向林明 记得为此剑取个名字 林明见眉青阳 郑重汗手 从出第一剑时 我就已经想好了 此剑初看漆黑 不慎其眼 但附着灵气之后 闪耀光辉 又可以完美搭配我的呼吸法和神闻 再加上拔剑术 镜花水月 此剑出窍 注定惊扰他人心弦 举起黑剑 他爽朗一笑 从今往后 你就叫做金弦 黑剑翁鸣 清亮脆爽 似乎相当喜欢这个名字 这一刻 林明风姿无双 引人心生向往 文人千亿 曹主清 林景 徐傲东 陆雪叶皆宜顺不顺凝视着他 他们仿佛看到 林明眉宇间展开一卷水墨画 画中有位不羁少年 轻见快马 游侠江湖 曹主清最先回过神来 他看着林明 眼底绽放金光 林明小友 老夫想问问 怎么看这家这国者天下 听到这句话 以及话语中的郑重韵味 其余人回过神来 他们的目光 握在林明脸上 小家伙有点好奇 但他看了看四老的脸色 自觉伸出两只小爪爪 捂住嘴 心中告诫自己 不能打岔 这时 林明眉梢微扬 只是曹主清 前辈是想问 晚辈国语家之间 做何取舍吧 聪颖 曹主清 含笑点头 林明抬起食指 指负在眉梢妈撒片刻 八一Z寇 世家 宗门在国之内 或许前辈担心我顾小家而忽略大国 但复朝之下无完卵的 道理我还是懂的 国与家不可分 顿了顿 林明笑道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岂不正是我被男儿本愿 好 好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胸中有此意气 难怪小友 让我一见如故 曹主清高声赞叹 他身上勃发气势 这一刻 多年以前纵横屁腻的君神回来了 凝视着林明 沉默片刻 曹主清大笑出声 哈哈哈哈 就冲小友一席话 宁国国士非你莫属 我曹主清必然向国主举荐你 国士 一国无双 方为国士 林明正了正 抬起手 前辈过奖了 不 你胸中一气万千 远胜于不知凡几数的世家公子和宗门道子 曹主清咧嘴 这时 文人千亿拍了拍曹主清的背部 主察的 你是认真的呀 不错 有眼光 相当有眼光 徐傲东盯着曹主清 老曹 认真的 曹主清汗手 元帅一言九鼎 既然说出口 就不会反悔 林锦抖了抖烟枪 这时 小家伙窜到林明头顶 问 什么是国士啊 四老面含笑容 看了看小家伙 曹主清唇齿西张 心怀家国 纵横四海 一人可以敌一国 无双无对无敌手 这样的人可称国士 小家伙微微张开嘴巴 哇 虽然听不太懂 但是很厉害的样子 明哥 没错 非我明哥莫属了 林明笑了笑 还早 这只是前辈对我的美好祈愿 曹主清暗自轻笑 心道 好 很好 这番心性 不因外物牵动内心荣辱 果真大财 就在这时 文人千亿泼了一盆冷水 国士之名好归好 但太早让林明小友担起来 恐怕又会发生当年那样的事情 此话一出 三老沉默 片刻后 许奥东汉手 当年就是因为老曹封头泰国 所以宁国世家联合针对 当年那场三国会战 若不是因为内患 宁国早就横扫金国 辩国 岂会止落的惨圣 林景戳了两口咽嘴 摇摇头不说话 林明和小家伙被吊起了胃口 两者都听过四老的故事 知道他们当年的意气风发 所以更想弄清楚 为何几人会隐居在偏远的青叶城 老人们每次说到关键点 总会停下来 默契的不再开口 林明和陆雪叶彼此对望一眼 本以为这次也会一样 然而 曹主清浑身绽放的气势再度升腾 那僻逆天下的君神睁大双目 他眉宇间的和善彻底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威严与煞气 半个月后 老夫伤势痊愈 届时召集救部 世家 宗门 权贵 且看他们敢不敢拦我 曹主清起身夺出树部 副手站立 当年的惨剧绝不会再次重演 在这位老人身上 林明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 什么叫做一江功成万古枯 曹主清浑身煞气浓郁如水 似乎能够屁一神鬼 许奥东 林景皆是无言 他们又不想劝 又不能劝 这时 文人千亿淡然开口 主察的 你休要忘记了 人 都是会变的 如今已过今年 当年的旧部可不再是毛头小子 他们有家人有牵挂 很多事情都会身不由己的 曹主清回首望来 嘴角危险 且看 老子和你说道理 你和老子装逼 文人千亿没烧跳了跳 几根青筋突突数次 他张了张嘴 声音还没出口 林景先一步出声 打铁的 你和老曹都是为了林明小友好 都考虑到当年的事 但你们不要忘记了 林明公子出身林家 本就是世家之人 如果老曹真的要捧他 面对的压力 绝对不会如当年那么大 徐耀东接枪道 是啊 当年 我们都是白丁 世家不喜白丁掌权 更不愿做看宁国兵马大元帅 这样的国之重器旁落 现如今 若推举林明小友为国事 局面大不相同 文人千亿沉宁一顺 然后嗡了一声 确实不一样 但还是要延后 至少等主查的回到国都再说 我晓得 曹主清汉手 笑了笑 打铁的 你放心吧 林明小友天资高绝 又心怀家国 义气 脾性与我等投缘 我不会急躁 不会害他的 顿了顿 他看向林明 小友不必有压力 老夫所言都算后话 你先不要太过期待哦 林明抬起头 轻笑道 平常心事道 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 小家伙后腿站起 在林明肩膀上蹦打 好 明哥说的都对 仲老 这小子什么都好 就是有时候说话太老成 而且则有道理 让人倍感惭愧 有时候真的怀疑 他是不是老怪物转世 这时 文人千亿拍了拍脑门 对了 忘记和老伙计们说了 林明小友 已经成为我玄珠一脉的掌令者 三老 下话线 曹主清脸色一黑 指着文人千亿 抱粗口道 干 嘿嘿嘿 不好意思了 抢先一步 文人千亿笑得又痞又坏 哎呀 老夫真是罪过呀 自罚一杯 自罚一杯 言罢 他举起手中茶杯 一饮而尽 三个老伙计做事要打 他黑黑一笑 使用圣者进掌控空间的本领 一晃身就消失不见了 林明 折折卡在了奇怪的地方 超凡圣者 被三个太和近年跑路 有意思 小家伙坐在林明肩头 哥哥笑了两下 然后拍着肚皮躺下去 明哥 今天晚上要去神文博物院 你能不能带我一起 好啊 林明笑了笑 当夜 铁匠铺后院 环形玉佩绽放微光 飘浮在半空中 林明站在玉佩下方 陆雪叶站在林明肩头 前者一袭白衣长衫 腰间挂着一柄黑剑 后者毛发雪白 在月滑下一一声灰 小爪爪抓着一柄小锤头 抬头望着环形玉佩 小家伙有点心急 一下挠挠头 一下挠挠屁股 一下甩甩尾巴 憋了半天 他终究还是问了出口 明哥 还要多久啊 林明仰头看明月 月亮最高的时候 哦 小家伙咋咋嘴 没过多久 环形玉佩的双龙细珠图案中心点 扩散空间连一 嗯嗯嗯 三声轻响之后 一道飞惊飞时飞目飞欲的门出现 门上写着玄门两字 通体焕发九色光芒 环形玉佩飘到林明掌心中 他微微一笑 脉步走进玄门 不 空气呈现水波状荡漾 小家伙半边身体卡在外面 明哥明哥 拉我一把 林明回头一看 小家伙像一只蠕动的毛毛虫 挤压挤向前游 四肢和屁股都过来了 但那条长长的雪白尾巴卡在外面 林明摇摇头 扑呲轻笑 要不你把尾巴先寄放在这里 小家伙 三 哼 明哥也变坏了 所有的爱都会消失 对不对 林明 下话线 这种俏皮话 到底谁教你的 林明敲了小家伙一个脑瓜子 然后拖起他 试着拉扯两下雪白的尾巴 疼疼疼 过不来 小家伙扭了扭身躯 林明收起手 仔细观察光幕 这时 环形玉佩闪过微光 飘到半空 发出漠然的老者声音 一枚玉佩 只可以过一人 陆雪叶连忙嚷嚷道 我不是人 我不是人 环形玉佩微光凝滞 似乎被掖得不轻 这时 淡漠的老者声音 换成了一个俏皮的少女声音 好可爱的奶生 一定是个可爱的小家伙 本院长决定让你进来了 淡漠的老者声音不在淡漠 透着为难和憋屈 这 这不可规矩啊 院长 呵呵 我不管 既然我是院长 那就随我喜好 这是你们说过的 要不然 我可不当院长了 不行不行 你不当院长 会出大乱子的 两人扯来扯去 突然间意识到 通话还没有断 也就是说 他们的话都说给了 凌鸣和小家伙听 哎呀 都怪你 都怪你 啪 玉佩中传来拳头不断落在 某人身上的声音 然后突然中断 紧接着 环形玉佩的微光爆了一下 然后落回凌鸣手中 拦截小家伙尾巴的光目 受到光芒冲击 顿时松开 他急忙钻出来 顺着凌鸣手臂爬到肩头 捧着自己的尾巴 一遍又一遍 梳理尾巴上的毛发 凌鸣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 然后低头看向手中的环形玉佩 他正在思考 刚才那两个声音到底是什么人 就在这时 一道光芒不知从何声 赤亮 刺目 凌鸣下意识眯起眼 陆雪叶压了一声 急忙用尾巴挡住眼睛 片刻后 光芒散去 凌鸣和陆雪叶相继看向周围 纯白色的地面 没有光源 却不显暗淡的天花板 两个圆形的白玉盘 静静立在地上 两个玉盘中间 竖着一座同样玉制的玉碑 凌鸣摇摇头 手起环形玉佩 走近 一看 玉碑上面写着神文博物院的一些规则 还有玉碑和玉制圆盘的作用 玉碑是神文博物院的第二层门户 只要把手贴在上面 就可以进入真正的神文博物院 玉制圆盘是一幻容貌的物品 站在上面 可以随自己心意变换样貌 陆雪叶搓了搓小爪子 一溜烟冲到左边的玉制圆盘上 他人立起来 摇头晃脑 身体却在渐渐变化 片刻后 小家伙开心喊道 哇 明哥 你看看我 我变成人了耶 此时此刻 小家伙变身为粉雕玉拙的童子 看起来 莫约三四岁大 身上穿着素白衣裳 与凌鸣现在的衣服款式相似 怎么想到把自己一溶成人类 林明笑了笑 嘿嘿嘿 小家伙扭捏一笑 生疏的动了动手指 然后指向自己的双目 因为这和明哥很像啊 你看 我的眼睛也变成深黑色 好好看哦 傻 你的琉璃水色毛子更好看 林明按了按小家伙的脑袋 对了 既然你改了样貌 那也改个称呼 我就叫你忘忧小童 好不好 好 明哥说的都好 童子大眼睛扑朗扑朗 举起小手 气势感太强 林明笑了笑 你也不能叫我明哥 那叫啥 林明没有回答 走到旁边的玉智圆盘上 他皱眉沉默一瞬 抬手打了的响指 大 林明容貌发生变化 从纯红齿白的翩翩少年郎 变成一位儒雅俊朗的青年 白色长衫微微变化 化作雪白如是福 他闽唇倾笑 说 从现在开始 我就是明记先生 你称呼我为先生就好 小家伙点点头 窜到林明肩头 自然而然坐下 然而 露雪叶蹲位变大了 一不小心半边屁股做空 轻轻叫唤一声 露雪叶头潮的掉了下去 林明反手一撩 水自神文闪现而出 凭空诞生细小水流 在地面上形成一张流水毯子 小家伙弹在流水毯子上 然后翻身站在地面 下意识抖了抖身体 似乎想要抖掉水珠 然而 露雪叶身上并没有水珠 一时又迷糊了 小家伙的难道 明哥 叫错了 林明笑着摇摇头 屈指轻弹 一道轻柔的气静飞出 大 脑门中间挨了一下 露雪叶委屈巴巴的埋态自己 我又忘记了 林明摇头 蹲下去 揉了揉小家伙幻化的黑色头发 你听我说 应该这样 稍后 林明花了一颗中教会小家伙坐一行礼 以及牢记称呼 走到玉杯面前 露雪叶有模有样的拱手坐一道 明记先生 善 林明微微汗手 扬眉轻笑 记住 现在的你是忘忧小童 小家伙点头如捣蒜 拍拍胸脯 我是忘忧小童 也是明记先生的书童 随后 他们通过玉杯进入真正的神文博物院 最初之地是一片圆形的大广场 广场的地面如云似雾 踩上去却很踏实 旁边的人有点多 至少上百 小家伙有点紧张 缩到林明腿边 扯着林明的裤腿 明 露雪叶差点又叫错 急忙改口道 明记先生 我们去哪里 林明身着白袍 腰配黑剑 化身风雅青年如是 他微微汗手指了指前方 先去看看前字99号难题 露雪叶举起小手 乐呵道 先生要破掉难题了 此话一出 周围众人无论男女老少 无论在干什么 纷纷把视线投注过来 那些目光中带着三分好奇 三分质疑 四分嗤之以鼻 仿佛这前字99号难题 是某种常人不可接触的禁忌 偌大的云气广场上 众人的视线汇聚在一处 显得有点诡异 好狂妄的家伙 居然一来就说 要解除前字99号难题 童言无忌 往往说的就是最本真的心思 那人到底什么来路 模样看起来倒是不错 小小书童也很可爱 不过这人应该是第一次来 还不知道神门八冤的恐怖 更不知道前字99号难题意味着什么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 说得小家伙满脸通红 林明伸出手 落在陆雪叶的头顶 不必在意 我们向内走 陆雪叶觉得自己说错话 为林明带来了麻烦 小手揪起 可是 林明笑了笑 放心 我们都是一容而来的 他们不知道我们真正是谁 小家伙 好像好像是这么的道理 哇 明哥好厉害 肯定是早就预料到了 随后 林明没有与周围人多做纠缠 带着小家伙静止走了出去 踏出云气广场 紧接着就是一条接天之路 此路由悬空漂浮的巨石组成 来来去去的行人并不少 一条路走下来 林明心中玩耳 凝聚官字神闻后 他多了一双心眼 在心眼的映照下 周围人的伪装没有了效果 起初他还以为是自己的环形玉佩比较特殊 在路上询问了小家伙后 小家伙却摇头称自己看不到别人的真实相貌 林明心中顿时了然 只有自己能够看到 不 准确地说应该是官道 在林明的眼睛中 周围的行人有两种面貌 一个是肉眼看到的表象 另一个是心眼看到的本质 也就是真实的相貌 有的人看起来是个娇滴滴的姑娘 实际上是个油腻胖子 有的人五大三粗 胸膛长着粗利的刚毛 其实真实相貌是个小姑娘 有的看起来是妖兽或灵兽 实际上却是人类 反正千奇百怪应有尽有 走到接天之路的尽头 林明和小家伙来到一处凋梁玉气的宫殿 宫殿的匾额上用神文书写着 初始大殿 这座大殿四通八达 林明来时的路仅仅是其中一条 他进入门口后 突然听到了声音好听的小姐姐吆喝 那说话的方式让他分外熟悉 仿佛回到了前世正在某个地方旅游 没错 就是导游口吻一毛一样 林明汉颜伸出食指摸了摸眉梢 然后领着陆雪叶走到导游口吻的小姐姐身旁 这样的小姐姐一共有三位 她们模样秀丽 笑容清甜 看起来有点不像真人 但在林明心眼观照下 三位小姐姐内外如衣 并非油腻抠脚大汗扮演 扫眼看去 三位小姐姐一者青衣四竹 一者白衣四云 一者红衣四风 见到林明的一瞬间 三位小姐姐都向林明递出善意的眼神 没有办法 林明实在太帅了 就算是改变容貌后 她还是有一股让女子无法忽视的无形之帅 似乎是与身聚来的气场 这种气场的存在 使得绝大部分女子 都会自然而然对她产生好感 林明汗手微笑 一一回应三位小姐姐的善意微笑 然后带着陆雪叶 听了三位小姐姐的导游解说 很快 林明知道了初始大殿的作用 初始大殿内有乾坤 林明看到的仅仅是公共的部分 来到神文博物院的人 大多会在这里进行交流和交易 然而 还有更私人的空间 需要特别的权限 或者巨额的金钱才能踏入 除此之外 初始大殿外 还有四条主路 一条是来时的接天之路 原路返回就可以离开神文博物院 另外三条主路 则对应三处神奇之地 第一 前往神文八渊的文渊之路 第二 前往多宝青山的宝青之路 第三 前往试炼云海的云端之路 此时此刻 林明站在红衣小姐姐身旁 询问道 请问前字99号难题 是不是在神文八渊中 红衣小姐姐嘴角挂着甜甜的笑意 向注目这边的另外两位小姐妹 扬了扬眉毛 然后 他汗手回应林明 没错 神文八渊中 一共有八座不同的大渊 分别对应八眉出极其强大的神文 前字99号难题 就在前字渊的最底部 林明笑着感谢两句 正要迈开步伐 突然听到不远处出来一声 这位朋友 是不是要去解前字99号难题啊 转头看去 一名公子哥 火急火燎地冲了过来 公子哥一袭土豪金底色的华服 衣服上绣着九枝皮羞 腰蝉蛋金丝锦 还挂着透亮洁白的圆形美玉 美玉不时焕发盈盈微光 让人心神安定 显然是某种有助于修行的宝物 林明都基本没有记住公子哥的样貌 因为太闪了 这家伙浑身上下都在焕发着土豪的光辉 仿佛在向所有人彰显自身的气质 有钱到常人不可想象 林明嘴角抽了抽 你是 公子哥双手扶额头 从前向后旅 弄得有点像大背头的长发板 然后 他双手环抱 微微躬身 再吓中月兵 来自天元州中家 你好 在下明记 林明微笑汗手 小家伙站在旁边 背着手 摇头晃脑道 我家先生是明记先生 我是忘忧小童 中月兵 一听就是假名字 中月兵看看林明 看看陆雪叶 总觉得他们两人态度过于随意 摆明了没有听过他的名头 与此同时 林明正在审视中月兵 八一中文网 心眼映照下 中月兵的模样与肉眼所见一致 没有套皮 直接以真面目视人 周围路人都有套皮 他却不同 如那三位只属于神文博物院的小姐姐一样 这必然有所依仗 而且 听中月兵的口气 林明就能判断出来 天元州中家 应该是很了不起的 而中月兵 又是中家的重要人物 中乐兵抹了一把脸 张嘴询问道 你们不知道我 没有听过我的名声 不知道我们中家 一连三问 犹如机关炮 林明还未回答 陆雪叶探出一颗小脑袋 一边上下扫视中月兵 一边说不认识 中月兵 阿脸 为什么莫名有点心伤 他按住胸口 缓了缓 伸出大拇指 指着自己鼻头 我呀 是我呀 就是专门悬赏钱字九十九难题的那人 哦 小家伙似懂非懂得点点头 中乐兵嘴角抽了抽 你们不知道天元州中家吗 林明和陆雪叶齐刷刷摇头 中月兵 旁边 红衣小姐姐扑呲轻笑 暗叹林明气度不凡 身边童子也很可爱 更难能可贵的是让中月兵吃扁 中月兵在神文博物院的名头很响 只不过不是正相的 他斟酌片刻 然后说 中家是天元州的豪门士族 号称天元州有多少财富 中家接战其中三分之一 这是一个委婉的提醒 然而 中月兵点头如捣算 无意间打断道 对 我家具有钱 你只要能帮我解除钱字九十九号难题 我一定加倍奉还 这成语用错了吧 林明无语 总觉得这家伙比露雪叶更加不安事事 中月兵游说林明时 显露出无比阴切的态度 就插拉着林明的手喊好大哥 小家伙在旁边看着 莫名其妙有点失位 于是 他想方设法给中月兵打岔 而中月兵对于钱字渊九十九号难题非常执着 但神文博物院的常客都知道 钱字渊九十九号难题意味着什么 往往几个月都无人问津 所以 迫切想要解开难题的中月兵向这个苍璇界发布了消息 在外界大约有数十人与他进行联系 可最终只筛选出了三位 其中两位已经失败 还有一位拒绝了他 所以 中月兵看到林明就如同抓住了救命的稻草 他不愿意放手 一来二去 小家伙隐约和他杠上了 林明捂了捂了头 有点好笑 正要出言安抚小家伙 这时 他耳边听到红一少女的传音 神文八冤以钱字渊为首 钱字九十九号难题又在钱字渊的最深处 仅仅是走到九十九号难题面前就可能受伤的 而且都是神魂之伤 非天才地宝不可弥补治疗 公子万万不可轻易尝试 林明正了正 没有想到红一少女会主动提醒 他展露笑容 眉宇间充斥着儒雅气质 红一小姐姐望着林明的双眸 微微呆滞 隔了一秒他才回过神 在看林明时 脸颊带着微红 嘴角挂着腼腆的笑意 远处 青衣少女和白衣少女揪了揪衣袖 瞪眼看向红一少女 红一少女仿若未觉 沉浸在林明的一笑一眼之间 见到这一幕 中月兵忽然哑口无言 他可是知道初始大殿的三位小姐姐看起来和善 但根本上来说并不与人亲近 原先他还不以为意 反正也没有人让他们破例 但在林明出现后 中月兵明白了 原来自己也和凡夫俗子一样 都达不到三位少女心目中的标准 中月兵心中大喊卧槽 这时 林明与红一少女寒暄两句 迈步走向文渊之路 小家伙立马跟上 还对着身后的中月兵握紧小拳头 隔了片刻 中乐兵立马跟上 明记先生请稍等 干嘛 干嘛 小家伙闪身拦截 中月兵正要开口 林明先说 其实根本不需要你游说 从我听到传讯预检中 提及前自99号难题 就已经下定决心要去见识见识 中月兵大喜过望 快步走上来 与林明平起肩膀 那就谢过 明记先生了 这时 小家伙抢了一步 挤在林明与中月兵之间 谢什么谢 我家先生解题 只是因为想解 解出来也和你无关 中月兵 下话现 是在下书了 看不出来 你人小鬼大 说的还蛮有道理 言语落地 他三两步窜到前面 回身作一 在下唐突了 都没有说过具体的报酬 还请明记先生误怪 报酬还在其次 我且问你 为什么对前自渊99号难题这么执着 林明汉手轻笑 单手背在身后 向前走 中月兵愣了愣 然后洗上眉梢 先生这是答应了 看你的回答再决定 林明不乏不疾不徐 继续向前行 中月兵快步跟上 沉思数秒 斟酌着说道 其实我是为了一个姑娘 陆雪叶举起手 吐槽一句 老色批 中月兵 下话线 下话线 下话线开口贵 他好不容易酝酿了半天情绪 小家伙这么一打岔 突然就说不出来了 小家伙吐槽好犀利啊 林明嘴角危险 忘忧 先让他说完 小家伙点头如鸡仔啄鸣 林明看向中月兵 请继续 中月兵恩了一声 笑容有点扭捏 其实是我中意一位姑娘 想要得到她的垂青 娶她过门 但她嫌弃我家里太有钱 怕我不是真心带她 只是玩玩而已 林明没烧跳了跳 忽然有点想打中月兵 神则内的老凡尔赛 开口没几个字马上秀到大气层外 摇摇头 林明吐槽道 那你直接告诉她 你交朋友 从来不在乎别人有没有钱 反正都没有你有钱 找女人也是一样 所以 你就是真心的 中月兵沉寂片刻 然后猛拍自己脑门 我去 明记先生 不 明记兄弟 你就是我义父义母的亲兄弟 这句话简直说到我心坎里了 林明 小家伙张牙舞爪 一脚蹬在中月兵脚踝上 不许和我家先生套近乎 中月兵善善一笑 向旁边撤了两步 不 我这不是客套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今天听到如此发人深省的言辞 这时 不远处走来一名狐狸脸男子 冷笑道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中月兵中公子 怎么 又忽悠到人去解题了 中月兵皱眉 转头 是你 胡轩 狐狸脸男子的脸真的顶着一颗火红毛发的狐狸脑袋 可这仅仅是肉眼所见 在新眼映照下 林明观察到的不是一名男子 而是一位身材高挑 容貌艳美的女子 这时 胡轩大笑道 哈哈哈 前自九十九号难题难如登天 稍不留神就会留下神魂之伤 我劝你 还是不要害人害己了 而且 阿乔姑娘不喜欢你 就是不喜欢你 任你家财万贯又如何 你真的确定她出题是为了考验你 而不是为了支开你 周月兵脸色难看 闷声道 我 我就是喜欢阿乔姑娘 我就是喜欢阿乔姑娘 哼 平民 痴心妄想 胡轩冷笑 在外人眼中 胡轩与钟月斌是死对头 似乎在为了那位阿乔姑娘争风吃醋 然而 林明的心眼观到胡轩的真面目 高挑女子嘴角掀起 明显是在笑 而且相当愉快 林明眉风挑了挑 看看钟月斌又瞅瞅狐狸脸 心中隐悦明白了什么 林明察觉胡轩是女子 然后 他在看胡轩与钟月斌 就忽然觉得 这像是小两口间的特殊玩笑 阿乔姑娘长什么样子 能够让你牵肠挂肚 甚至不惜豪至千万斤 林明笑着问了一声 钟月斌愣了愣 张口想要回答 下一秒 眼底又闪过一丝警惕 明济先生突然这么问是为何 心眼硬照下 钟月斌的小动作瞒不过林明 摇了摇头 林明说 放心吧 我对你的阿乔姑娘不感兴趣 这句话说出口 反应最大的不是钟月斌 而是胡轩 胡轩冷冷一笑 凡夫俗子 皮囊还不错 可惜眼光不行 阿乔姑娘的美又岂是你能懂的 文言 林明摸了摸没烧 如果说刚才只是有点怀疑 那现在他可以百分百确定 胡轩的真实身份就是阿乔姑娘本人 要不然 胡轩的真身何必咬着阴牙 气愤不已 小家伙不乐意了 举起小手 反驳道 屁脸 我家先生强过那阿乔姑娘一万倍 比她好看 比她美 比她帅 胡轩 狐利地投资着牙 正要出口反驳 林明伸出手 轻轻按住小家伙的脑袋 男人和女人不是这样比的 顿了顿 林明转头看向钟月斌 嘴角挂起玩味的笑容 阿乔姑娘是不是身材高挑 单凤眼 柳叶眉 瓜子脸 妆容精致而美艳 喜欢盘着发际 发际上面插着三个玉瑶差 钟月斌 夏花仙 你 你难道见过阿乔姑娘 完蛋了 完蛋了 这家伙帅得过分 钟月斌心中藏不住事 脸上直白地反应出来 九 林明微不可查地摇摇头 放心 说了 对她没兴趣就是没兴趣 你只需要回答我 她是不是长这样 这时 钟月斌才反应过来 林明连他们钟家都没听过 绝对不是天元周的人 不可能见过阿乔姑娘 八一自扣 如此说来 林明又怎么会猜得出阿乔姑娘的容貌 神奇 她心中微微安定 看着林明 先是说得分毫不差 阿乔姑娘确实就是那般模样 在我心头她就是最美 林明汉手轻笑 瞥了一眼胡轩 胡轩心中锦铃大作 按道 她 她该不会看出来了 钟月斌惊叹道 先生 您应该从来没有见过阿乔姑娘 为何却能说出准确的模样 林明怂怂间 左眉微微上挑 猜的 钟月斌 她才不相信这句鬼话 才能猜得这么细致 先生果真是奇人 有自己的手段能够探查 或者是我心中思念阿乔姑娘太多 被您察觉了她的模样 此话一出 林明愣住 胡轩也愣住 而且真实模样下的阿乔姑娘 翘脸微红 这时 陆雪叶一脚踹在钟月斌脚踝上 钟月斌皱眉 干嘛 小家伙握紧小拳头 想打你 林明笑道 打得好 钟月斌 阿脸 在下有哪里得罪了先生 还请明言 这时候 她见识到林明的神奇 愈发觉得 必须请林明帮忙解一解前自冤99号难题 林明笑了笑 无妨 这是一个小小的玩笑 旁边 胡轩抹扎着自己的下巴 眼珠子咕噜噜转 目光时不时划过林明 她知道我的模样 我从来没见过她 她是看出来的 怎么看出来 胡轩双眼瞪大 嘴巴微张 心中震撼无比 她能够看到我的真实样貌 她能够无视神文博物院的幻术伪装 念及于此 胡轩忽然觉得 不能得罪眼前这位高人 因为她从来没听说过 有人能够在神文博物院中 看穿他人的伪装 神文博物院大有来历 远超常人的想象 恐怕只有修为通天彻地的大能 能够办到眼前这位先生所办到的事 恐怖 刚才自己言辞之间 似乎还多有嘲讽 胡轩额头布满细密汉珠 呆愣在原地 林明、忠岳兵 小家伙三者一路前行 很快抵达了神文八渊 眼前是一个圆弧形的崖壁 崖壁之外是八座大渊 八眉巨大的神文 漂浮在八座大渊的上空 乾坤砍离振讯更对 林明小声地念了出来 忠岳兵心中一惊 猛然回头 脸上便不喜悦 您 您认得出来 您知道这八眉神文的准确含义 林明微微一笑 并不言语 若在一刻钟前 那还没有什么 但在这时 忠岳兵心中大呼高人 小家伙陆雪叶轻哼一声 有什么好奇怪的 我家先生通晓天下神文 超超超超超级厉害的 后面 快不跟上来的胡轩听到这句话 手一抖 腿有点不听使唤 通晓天下神文 这该是什么位格的大能 或许翻掌就可覆灭苍玄剑 近处 钟乐斌点点头 那就恳请明记先生帮忙解题 在下必定百倍相报 好 你既然自称有钱 那我对你提出的条件 一定是用钱能够解决的 林明汉手 突然 旁边响起一声调侃 唉 这是谁 原来又是钟乐斌钟公子呀 紧接着 周围人看了过来 笑道 是哦 今天又会了哪位 有没有给汽汤药费 还有的人向林明汉手提醒道 这位兄台气度不凡 可不要轻易上当了 99号难题没那么好解 很容易受到神魂之伤 还得小心啊 林明微笑回应 谢过他人好意 这时 胡轩走到镜前 仔细看了林明两眼 小心翼翼道 前自99号 难题号称乃是道尊所留 不是凡人能解 而且在其之前 还有98道难题 对应98枚神文 那些神文力量浩瀚无比 若不能解析理解 强行凭借力量和修为 是绝对不可能突破的 林明转头 笑了笑 虽然不明白 这位伪装成胡轩的阿俏姑娘 为何突然180度大转变 但受到尊敬 感觉还是不错的 我有分寸 林明说 这时 钟月斌奇怪地望了望胡轩 眨巴眨巴眼睛 他也想不通胡轩的态度 怎么会大转变 然而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明记先生到底能不能成 又愿不愿意帮忙 摇了摇头 钟月斌看着林明 语气诚恳道 走到钱自渊最深处 已经难如登天 先生虽为其人 但还请多加小心 这是一片护心魂甲 还请先生收下 林明笑了笑 示意小家伙去接 小家伙接过手 拿着一边把玩一边问 有什么用 钟月斌解释了几句 大概就是能够保护神魂 护助身体心脉 简而言之 就是一件保命的法宝 周围人看到他给林明这件东西 闲言碎语也少了很多 而且难得有人要闯钱自渊 他们也有点期待 大多数人放下了自己手中的事 向着林明他们这边聚入 这时 林明揉了揉小家伙的头发 你在上面等我 小家伙乖巧地点点头 先生加油 林明微微一笑 然后纵身一跃 飞入钱自渊 看见这一幕 众人震惊呆滞 钟月斌急切大喊 明记先生 钱自渊要一步一步走下去的 林明回眸 淡然轻笑 无妨 紧接着他笔直下坠 向着钱自渊最幽深处而去 众人愣愣出神 看着那一袭飘飘白衣消失在黑暗中 两久之后他们才回过神 居然有人敢纵身跳下钱自渊 这还是人吗 他真的不怕死 兴许是不知道钱自渊有多么恐怖 是啊 传闻神闻八渊乃是道尊所留 要知道 这位道尊成道于太古 号称世间亿万大道之主 留下神闻八渊该有多么恐怖啊 听着周围人的话 钟月斌手都在抖 怎么办 是我 都是我的错 我没有告诉明记先生 这神闻八渊的正常走法 如果先生死了 那就是我害死的 眨了眨眼 钟月斌好像想到了什么 急忙看向陆雪叶 妄忧 你都不担心你家先生吗 陆雪叶咧咧嘴 手上捧着的护心魂甲 没事 他们不是都说钱自渊中 只包含九十九枚神闻 那我家先生绝对没有问题 钟月斌叹息一声 你真的是妄忧小童 他只以为这是小孩子 对自家大人的盲目自信 其实还真的是盲目的自信 不过小家伙有一点说对了 神闻也就是中闻 对于灵明来说就是本能 是刻入骨髓的底蕴 是他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故乡 这时 胡轩走近两步 蹲在小家伙身旁 你家先生真的能够解时间神闻 小家伙点点头 一定能 我亲眼看过明哥 叫我解晋级神闻 胡轩和钟月斌一口同声道 明哥 小家伙 Sigma 说漏嘴了 陆雪叶慌忙捂住嘴巴 连连摇头 钟月斌和胡轩同时掠过设计灵明真实身份的话题 前者下意识随口一问 你姐姐是谁 小家伙两只手成喇叭撞打开 吐出舌头 才不告诉你 老色批 钟月斌顶着狐狸脑袋的阿俏姑娘盯着钟月斌 眼神不善 钟月斌什么都不知道 被看得发毛 回怼一句 看什么看 这时 一道刺目光芒忽然亮起 前字鸢微微震动 一枚又一枚的神闻滑光在黑暗中亮起 仿佛至暗的夜空中忽然点亮星辉 一颗 两颗 三颗 众人难以置信地张开嘴 纷纷挤到看抬的最边缘 那 那是什么 那些难道是 那位先生点亮的神闻 不可能吧 老夫在神闻八元前行研究三十年 还从来没有见过这等猛人 他点亮神闻的速度实在太快了 对 五十年前经验天元周的梦师也比不上这个速度 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这时 人群中有人舌头发酸 有没有可能这不是神闻点亮的光辉 而是那人捣不出来的其他名堂 放你娘的狗臭屁 某位手臂如猿猴的老者呸骂道 老子绝不会认错 这绝对是点亮前字鸢中的神闻 别总是以自己那点微薄能力去揣夺他人 当众人乱作一团时 灵明在前字鸢中点亮了三十三枚神闻 点亮的方式异常简单 每当神闻飘荡到面前 他就准确地念出神闻的读音 然后脑海中回想着神闻的含义 那些神闻顿时光芒大作 一颗接着一颗构筑出辉煌的星光 三十三枚神闻点亮后 这些辉煌星光凝聚出一道阶梯 阶梯萌发光芒 不算特别刺目 但却异常持久 向着周围扩散而去 照亮了前字鸢的上半段 看台上众人目瞪口呆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他们没有看到过这一幕 与此同时 在神闻博物院的某处神秘空间中 一位少女坐在水潭边 她赤裸脚丫 两脚踝绑着九彩小铃铛 来回在水潭中晃荡 然而 水潭中的一小块区域 始终止水无波 形成一面水镜 水镜中显示着前字鸢的画面 看着画面中的灵鸣 她咯咯直笑 有意思 很有意思啊 这人叫做少女身后 站着数名白袍老者 老玉 他们无一例外 都用布片包裹着眼睛 只是布片颜色不同 有的黑 有的红 有的蓝 其中 一位老者双眼蒙着黑布 接上少女的话语 明镜 少女回眸一瞥 头发甩洞间 犹如霓虹彩光 变幻而炫目 她倾起朱唇 笑道 不对哦 她自称明镜先生 这一刻的她极美 水潭边的花草受到影响 茁壮成长自身 在一秒之内走完了惊声 呼唤一片 少女眼眸暗淡少许 收回视线 凝视着水镜 画面中 凌鸣悠然背负双手 闲庭信步宛如游山 踩着星光阶梯 一路向下 周围的神闻 一枚又一枚神闻飘来 他们像是看到了许久不曾见过的亲人 纷纷想凌鸣展露自己的善意 有的撒娇又撒欢 有的一闪一闪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 有的静静坐在凌鸣尖头 不多时 凌鸣走到了钱字渊最底部 大 脚步落在黑色的地面上 那九十八枚神闻 仿佛受到某种约束 一个接一个飘起 他们对凌鸣恋恋不舍 却只能停住在星光阶梯上 凌鸣笑了笑 向他们点点头 然后转身走入周围浓郁的黑暗中 这时 钱字渊最上方那枚钱字绽放光芒 光芒如水 眨眼尖化作鸿蒙紫气 从上向下垂落 仿佛一挂壮阔瑰丽的瀑布 这是什么奇异景象 浩瀚无垠的紫气 鸿蒙紫气意象 不对 这紫气太多了 犹如瀑布从九天落下 能够引动这番异象 开钱字渊万万年来的仙河 他一定不是普通人 对 只怕这位先生 是某位罕事大能的化身 他的学识与修为远超我等 众人看了看钱字渊 又看了看中月斌 然后看到化作忘忧小童的陆雪叶 齐刷刷的目光吓到了小家伙 然而 小家伙攥紧拳头 强行让自己冷静下来 不让自己丢了他明哥的脸 微微呼出一口气 陆雪叶学着灵明背负双手 跨前三步 仰起眉毛道 我是忘忧小童 我家先生是明记先生 一听就是假明 但众人态度依旧出奇地恭敬 或汗手 或微笑 或作依向小家伙释放善意 钱字渊 底部 灵明一路向前行走 头上顶着一挂紫气瀑布 脚下踩着黑暗的地面 不多时 他的面前出现一枚紫气浓郁的钱字神闻 这没神闻的存在方式很奇怪 他在一面45度脚斜面对天的镜子中 伸出手 灵明触摸了一下镜子 冰冰凉凉的 还能感受到水流掠过指尖的触感 当灵明手指触及镜面时 他的意识忽然陷入一段幻想中 同时 钱字渊上方的钱字神闻微微颤动 连带着 其余七座神闻大渊给出响应 嗡嗡嗡嗡 声音和剧烈的震动同时响起 很快 波及到了看台上的众人 神闻八渊一粒万古 从来没有发生过一变 今日却因为一人出现数次不同寻常的变化 心灰阶梯 紫气瀑布 大渊震动 三次啊 三次从未见过的意象实在太不可思议了 明记先生 他到底有什么来临 众人内心中纷纷猜测明记先生的修为 与此同时 他们的动作也不敢慢分毫 即刻把神人横空出世的消息传递十方 短短的半刻钟内 苍玄界的各大势力得知了神人的名字明记先生 以及他的书童忘忧小童 所有势力的反馈只有一个 绝对不可招惹 那些古老势力深厚的大能 依旧隐秘在无人知晓之地 他们都在等 等一个几乎不可能发生的奇迹 解开前自99号难题 这个难题在小辈的眼中 其实和前自渊的10号以上难题没有区别 反正都不是人力可为 但是 诸如古老世家 仙隐宗门 神魔国度之类的苍玄界霸主势力中 大能和老怪物们深刻地明白 前自99号难题到底意味着什么 那是太古之前的道尊所留 用来镇压前自渊的可怕神闻 无解 莫说是苍玄界无人能解 就算找遍诸天万剑 也绝无一人能解 前自渊内 林明一动不动 他的双目睁开 但却没有神采 似乎已经远行到另外一个遥远的世界 脑海中闪过一幅幅画面 其中有一位看不清楚相貌的少年 少年的装束极为奇怪 对于正常人来说的奇怪 但是 林明却分外熟悉 花衬衫 大裤衩 人字托 这特念就是现代装束 林明脑海仿佛爆炸开来 一时间有点无法接受 但他依旧无法脱离这种状态 脑海中的画面渐渐串联起来 林明看到那位少年漫步在宇宙中 明明是踩着虚空 但偏偏有哒哒哒的拖鞋砸地声响起 去外 林明心中吐槽 继续看 不多时 少年出现在一座黑洞前 黑洞大的不可思议 是恒星的数十亿倍 然而 少年轻轻打了个响指 那座黑洞便缩小在他的大拇指和食指之间 紧接着 画面切换 少年出现在一处九色悬光汇聚的星空中 他摊开掌心 掌心上飘浮着八颗黑漆漆的玻璃弹珠 林明猴头微动 甘咽一声 这是八颗黑洞 少年似乎听到了林明的话 隔着无尽时空 向他露出微笑 下一秒 少年灰洞手掌 八颗黑洞分布在九色悬光的八个方位 少年连续屈指轻弹 乾 坤 坎 梨 震 迅 更 对 八眉神闻飞出 镇压着八颗黑洞 而八颗黑洞以先天八卦的方位排列 前为天 在南 坤为地 在北 梨为火 在东 坎为水 在西 对为泽 在东南 镇为雷 在东北 迅为风 在西南 更为山 在西北 紧接着 八眉神闻与八颗黑洞各自融合 化成神闻八渊 然后 神闻八渊向着无量宇宙 无数维度 无尽世界投射倒影 倒影的其中之一飞入了苍玄剑 画面到此结束 最后的最后 林明依稀看见无法看清面容的少年 向他招手 林明沉默 许久许久后 回过神来 他指尖触及的镜面宛如水波 荡漾开来 里面飘出一枚神闻前 普普通通的墨色 看起来没有丝毫神光 但林明丝毫不会以为他普通 因为 他在脑海画面中看到的一切那么真实 那少年犹如创世般的伟大神力 八颗黑洞 在九色悬光的星空中 化作真正的八大渊 镇压着中心处的某样神秘禁忌 林明常常呼出一口浊气 胆慨道 原来这才是钱自渊九十九号难题的真面目 钱字神闻飘入林明掌心 不 他一瞬间爆开 化作两刀墨迹 一刀写着 钱 原响立真 另一刀写着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两刀墨迹一分为二 前者飘在林明左侧 后者飘在林明右侧 似乎是在让他选择 沉寂半赏 林明翻起白眼 吐槽道 这字写得真丑 那位少年老乡 一看就知道没有练过字帖的 听到这句话 两刀墨迹不乐意了 他们似乎有些许灵智 左侧那一刀颇为稳健 只是绽放光芒 下下林明 右侧那一刀明显是个暴躁老哥 嗖的一下冲了起来 直接砸了林明满脸 一脸莫知 林明这次货真价实的脸黑 与此同时 另外一刀墨迹凝聚成墨色的前字神文 返回水晶之中 哼 八一中文网 镜子发出九色悬光 林明被逼退到十丈之外 这时 他的脑海中浮现一句话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林明站在原地 左看看又看看 没有什么神奇的变化出现 他又走动起来试了试 除了九色悬光不可逾越 也没有神奇的变化 两久后 他半蹲在地 摸了摸脑门 好吧 我明白了 这是叫我自己自强不息 所以就没有造化相赠 林明的脸黑到极致 一边摇头一边向回走 很快 他看到了心灰阶梯以及九十八枚神文 这一次 九十八枚神文似乎解除了某种静致 呼拉窜起来 排成长龙冲向林明 一枚 两枚 三枚 九十八枚神文通通没入林明眉心 林明眼底闪过一抹惊喜 嘴角微先 该有的造化还是有的 九十八枚神文钻入林明石海 他的神文空间瞬间长满 他呛出一口鼻血 头疼得厉害 仿佛脑子里被人捅了狼牙棒 来回搅动 这时 镜子神文微微一阵 浓郁的紫气光芒环绕林明 他整个人仿佛浸泡在清凉的泉水 石海恢复清明 不疼了 站在星辉阶梯前 他闭上双目 反观内饰 不 耳边传来一声轻响 他的神文空间一寸一寸瓦解 然而 林明的感知更加清晰 头脑运转更加灵活 显然神文空间的崩碎并非坏事 静静等待片刻 他看到了浩瀚的石海 可以在反观内饰中 看见石海 就能感知到精神力 并且凝聚神石 凝聚神石 方可以自身灵气 引动天地灵气 这就是属于太和静的标志 林明睫毛微微颤动 心中满是喜悦 断体静的他 与太和静差了两个大境界 但却先一步有了太和静的神意 这意味着 面对太和静 他也有了自保之力 甚至在某些极端情况下 他能够反杀 林明嘴角危险 弦跃楼的悟跃 杀他之心不死 而且对方在暗处 还是一位妙无静神通层次的高手 这就如同头顶始终悬着一柄利刃 随时可能落下 而且落下的时候 林明无法有效杀伤对方 只能撤退 实在太被动 现在 情况不一样了 表面上 林明的修为 还是断体静血肉层次 实际上 他已经能够看见石海 在精神力方面 约等于太和静 一旦对上妙无静的敌人 敌人不知道他的底细 很有可能吃大亏 林明微微一笑 有权倾握 不差 这等造化着实不差 他没有张开双眼 注意力继续投注在石海中 只见石海上方漂浮着98枚浅渊神闻 12枚他自己的神闻 与此同时 一道墨迹飘来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他统于其余98枚浅渊神闻 寝刻间化作一枚浅渊神闻 这枚神闻以墨色书写 却时不时焕发九色悬光 仿佛孕育了万千大道 惊鸿一瞥间 林明仿佛看到了创世之初 神人开天的景象 他不由自主摸到了腰间的金弦剑 呼吸法自然运转 水之呼吸 火之呼吸 融合 水火呼吸澎湃而涌动 死 他呼出一口白气 犹如一只气剑 笔直射向黑色地面 碰 声音仿佛就是信号 林明双眸睁开 漆黑的眼瞳 倒映星河千万 一道璀璨剑华升起 由下而上 这一刻 他化身为太古神人 拔剑而起 展开清明天 剑开清明 林明长笑如龙 为他新获得的剑道武既定下名字 剑光倒卷 直奔高天 神闻八元旁边的看台 所有人的目光 瞩目在这一道灿烂剑华中 这一剑蕴含钱字奥义 涵带钱字渊的九十九枚神闻 无法形容的瑰丽与壮阔 就连钱字渊上方的钱字神闻也略显暗淡 随后 他们听到了钱字渊中传来的笑声 如龙四郎 仿如神魔 一位剑修老者瞠目结舌 呆愣愣看着这一剑的风华 他不禁眼眶湿润 道 就在眼前 一招闻 稀可死 他喃喃出声 复述着这一剑的名字 剑开清明 周围 无数强者 天才凝望不动 看着这一剑引动无边风云 破开那一挂紫气瀑布 在他们看来 这一剑远超认知 根本就不知道是何等恐怖 从未听闻过的剑迹 从未想过的剑道意境 明记先生 腰间黑色长剑 太过于普通 众人都不曾在意 钟月斌和胡轩也下意识地忽略了 但看到这惊世一剑 两人相互对望 看到了彼此眼中的惊颤 明记先生果然是绝世大能 凭此一剑 足以纵横天元周 胡轩叹息道 钟月斌下意识点点头 却又马上摇摇头 不止 剑迹确实恐怖 但更厉害的是他引动 钱字渊99枚神文 说明他已经破解钱字渊的全部难题 明记先生真正傲人的是神文学识 而不是剑道武技啊 下一秒 神文八渊的八座看台 但凡有势力所属的 纷纷拿出最紧急 最昂贵的通讯服录 他们必须第一时间 把明记先生的真实战力传达回去 不到时期 苍玄界所有势力都知道了 明记先生不仅神文学识傲然凌晨 剑道修为更是强悍无品 宛如太古神人出世 他 明动苍玄界 只不过 明动的方式有点独特 必须是真正的超级势力 能够有弟子 长老进入神文博物院 才够资格知道明记先生是谁 潜字渊底 灵明一剑斩出 碎裂了头顶的紫气瀑布 他的眉心浮现镜字神文 紫气涓涓如溪水溪流 汇聚到镜字神文 然后进入灵明的石海 片刻后 他的石海铺满浩瀚紫气 灵明收剑回鞘 呛 99枚潜字渊神文飘荡起来 环绕在他的周身 灵明笑了笑 明白他们的意思 天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这99枚神文不是他凝聚的 不是他的神文 只是他生命中的一次机缘 而他的五道修行路还很漫长 神文的凝炼应该自己选择 一枚又一枚 脚踏实地 自强不息 灵明灿烂一笑 向着99枚潜字渊神文鞠躬 多谢 当他抬起头时 一位少年的虚幻身影出现在眼前 向他挥了挥手 紧接着 99枚潜字渊神文焕发光芒 向着原本所在的位置归去 灵明脚下凭空浮现一道星灰彩虹 他不用走路 不用动 星灰彩虹自动向上升起 拖着他返回钳字渊前的看台 遥遥看到灵明的身影 众人皆肃然 不敢喧哗 强到极致者 理应得到最高的尊敬 他们目送灵明归来 看着一抹拱形星灰彩虹 周遭的少女 少妇 方形乱颤 仿佛有一千零一只调皮猫猫抓呢 而男子则黯然揭叹 这时 陆雪叶笑着扑进了灵明的怀中 灵明抱起小家伙 举高高 微笑道 我回来了 众女子 Omega 他们的念头出奇的一致 想要成为被明记先生举高高的小可爱 小家伙哥哥一笑 扭头看向众人 怎么样 我家先生厉害吧 众人点头如捣蒜 厉害 老厉害了 这时 钟月斌凑到灵明身前 额头挂着的汗珠 以及来回搓动的手掌暴露他内心的紧张 一边鞠躬 他一边善笑 还请明记先生告知 这前字99号难题到底是什么 又做何解释 不必忐忑 我已经答应过你 就不会失言 灵明笑了笑 看着那如沐春风的笑容 钟月斌眉宇舒展 双手摆在身侧 他忽然就没那么紧张了 周围人羡慕他 嫉妒他 然而却不得不承认 有时候坚持是能带来好运气的 如果钟月斌没有数十次的坚持 那么不可能换来明记先生的青睐 钟家的公子 还是有可取之处的 某老者一边摇头一边叹息 何止是有可取之处 简直就是强到极点了 之前的三年受尽白眼 几乎每一个人都嘲讽他 有钱无脑 现在呢? 结是一位修为恐怖的大能 给钟家带来了最强势的一位盟友 这时 一名身着华服的少年人咧嘴笑了笑 不至于吧 他的话刚刚出口 马上有一位老者见修瞪眼看去 明记先生的剑能够引动钱字渊 你们这群小辈根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回去好好问问你们家的大人 眼神犹如见光 仿佛要穿透那位华服少年 迫使他亮枪后退 目光宁若实质 至少也是圣者级别的高人 开罪不起 华服少年低锤头颅 周围的年轻人心中了悟 更进一步的明白明记先生到底有多么厉害 这时 林明笑了笑 傅尔在小家伙耳边说了几句话 小家伙一边听 一边点头一边笑 片刻后 陆雪叶得意的昂了昂脖子 走到钟月兵面前 先生都告诉我了 你把耳朵伸过来 我就说给你听 钟月兵愣了愣急忙点头 好的好的 还请妄忧童子一字不差的转述 生怕出了纰漏 他从袖口拿出小巧的礼盒递给小家伙 小家伙揭在手里 回头看了看林明 见到林明点头 陆雪叶才敢收下 随后 小家伙勾了勾手 钟月兵领会意思 立马蹲下去 伸长脖子立起耳朵 小家伙一边笑嘻嘻 一边小声说 周围人又是抓耳 又是挠腮 恨不得取代钟月兵 听到前自99号难题的解法 这时 胡轩悄然向人群外走去 林明的声音突然在其耳边响起 阿俏姑娘 你到底是不是真心喜欢钟月兵 说这句话的时候 林明使用的是神识传译 而不是断体经大乘的普通传音 林明 老早就想试一试高手隔空传音的效果了 事实证明 效果出奇的好 不远处 胡轩蹲在原地 仿佛脚下沾满了胶水 无法抬起 侧头想要转身 却又克制着内心 纠结了好半场 这时 林明的笑声再次飘入胡轩耳畔 你既然也喜欢他 为什么不答应他 微微摇头 胡轩转过身来 一步一步走到林明身前 先生实力高明 眼力无双 您等一眼通透的事情太多 然而 有的事情在有的人面前 是很难通透的 见到胡轩的动作 钟月兵微微一愣 然后向小家伙道谢一声 急忙窜了过来 你 你找先生有什么事情 难道也想要钳字99号难题 你也想要得到阿俏姑娘的青睐 是也不是 胡轩嘴巴微张 翻起白眼 瞪了钟月兵一眼 然后转头看向林明 先生 您看见了吗 这就是个榆木脑袋 三年前 定下约定后 我就来此堵截他 各种嘲讽绩效 引起他的注意力 然而 林明弯曲十指骨结 抵住眉心 似笑非笑道 他是个超级大木头 根本就看不出你的心意 周围众人莫名感觉到心中意寒 卧槽 原来胡轩居然好这一口 难怪三年时间中 他不找别人麻烦 总是找钟月兵的麻烦 一眼都不眨的盯着胡轩和钟月兵 可怕啊 太可怕了 居然是如此凄美的爱情 钟月兵爱着阿翘姑娘 胡轩却爱着钟月兵 哇 好刺激哦 从来都没有想到这上面 看来是奴家的想象力太匮乏了 啊 我死了 忽然间觉得男孩子和男孩子之间很不错 而且胡轩还不是人类 你看 这 这实在太有爱了 跨越性别 跨越种族的超凡虐恋 听到周围人的话 林明扑呲一声笑 不好意思 实在忍不住 胡轩满头黑线 瞪着周围的女子 你们这群骚浪体子 才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要知道 此时此刻的阿翘姑娘 还有伪装 声音 样貌 身材都是男子的模样 但说话的语气 却带着女子特有的娇憨与羞怒 这一下给众人枪的不轻 齐刷刷后退一步 钟月兵头皮发麻 不到一秒的时间 他的额头不满细密汗珠 后脖梗汗毛耸力 一股又一股寒战 从尾椎骨升起 不断冲击他的大脑 呃含 钟月兵浑身上下都在抖 鸡皮疙瘩窜到全身 他连续后退 退到了看台的边缘 只差半步就要坠落下去 你不要过来啊 胡轩无言以对 看向灵明 先生您看明白了吗 这个木头 简直让人无法理喻 都这样了 他还不能领悟 灵明嘴角抽了抽 心中富翡道 姑娘家玩得这么花哨 只怕没有一个男人能够领悟 这时 小家伙扯了扯灵明的裤腿 领悟什么 灵明笑着摇摇头 按住小家伙的脑袋 很复杂的问题 不用归我们去想 哦 陆雪叶点点头 乐呵一笑 灵明微微摇头 指着钟月兵 你喜欢他 他喜欢你 这就足够了 何必继续为难他 你又不是看不出来 他就是个憨辟 这时 钟月兵大喊道 不不不 误会 绝对是误会 明吉先生 你看错了 我绝对不会喜欢他 我可没有龙羊之痞啊 喊到后半段 钟月兵甚至挤出几滴泪水 颇有声味俱下的意思 我对阿乔姑娘的星天地 可见 日月可正 这一生 我非他不娶 只爱他一人 绝对不可能喜欢其他女人 也决绝决绝决 绝不可能爱上其他男人 灵明笑而不语 看着他 那双眼眸深酸而明亮 仿佛蕴含着某种深刻的道理 钟月兵 欧下华献欧 他忽然有点不自信了 明吉先生可是大能中的大能 定然能看到自己看不到的端倪 也就是说 有的东西只是自己没有察觉 实际上 完了 完了 难怪阿乔姑娘不接受 说不定是早就看穿这个毛病了 就在钟月兵胡思乱想时 胡轩抬起手 散去自身的伪装 露出真身 阿乔姑娘 他一袭烟红旗袍 黑亮的长发盘成回心剂 发际顶部插着三只 预制发拆 时不时流转悬光 看起来颇为玄妙 歪着脑袋 他对灵明苦笑 先生看到了吧 那个呆子呆到什么地步 钟月兵 Sigma 欧下华献欧 他手忙脚乱 语无人次 阿乔姑娘 你 你怎么会在这里 你 你 胡轩 阿乔姑娘哼了一声 不会说话就别说 看看明记先生 再看看你自己 灵明笑了笑 现在各位不再误会那些奇妙的画面了吧 周围众人点点头 理解是理解了 但他们心中更加震撼了 为什么明记先生能够看穿一切 这 这神文博物院的幻术法身 从古至今 无人能够堪破 甚至有传闻说 进入神文博物院前的预制圆盘 是太古城道的道尊所留 除了道尊本人 世间无人能够看穿 然而明记先生打破了铁则 一时间周围人又惊又怕 他们哪里还不明白 自己的样貌早就暴露在明记先生的眼中 这时 阿乔姑娘拉着钟月兵走到灵明身前 两人一起行礼 一口同声道 谢过先生 阿乔姑娘伸出胳膊肘 顶了顶钟乐兵腰间肋骨 谢礼呢 谢礼 呢喃一声后 钟月兵恍然大悟 急忙翻找自己的那件 灵明含笑看着他们两人 小家伙站在灵明左手边 兴致昂扬 等着帮灵明收礼物 刚才已经得到了一片护心魂甲 这件物品能够防御精神类的手段 以及关键时刻掉出心脉 不让将死之人咽下最后一口气 堪称保命神物 小家伙拿出黑色圆形状的护心魂甲片玩耍 无意间给了钟月兵一个提醒 先生非常人 世间之物又有什么能够打动他 就连护心魂甲片之类的保命神物都不在意 只让自己的童子收着 八一自扣 钟月兵摇摇头 叹了口气 阿乔姑娘 这这该怎么办 先生宛如天上折仙 我这一那截的神物全送给先生也没有意义啊 阿乔姑娘皱眉 也在为难 周围人默默看着 人群中传来某位老者的唏嘘声 的确没有意义 明记先生修为无匹 见己通神 只凭自身就足以纵横悬界 只怕我悬悬界至宝他都看不上啊 不 看得上 绝对看得上 而且神物这种东西谁会先多 林明眉梢微微跳动 心中念头动了又动 但面上必须维持明记先生的爵士高手风姿 好在小家伙善解人意 看出林明的为难 对着林明笑了笑 陆雪叶走到钟月兵面前 摊开小手掌 给我啊 我家先生是神仙人物 我不是 我就是个小小的忘忧书童 你给啥我收啥 收得高兴了 先生也就高兴了 是啊 明记先生对忘忧小童极为宠溺 众人恍然大悟 钟乐兵乐呵轻笑 啪的一下拍了拍手掌 没错 先生是先生 童子是童子 但先生带着的童子 就不是一般的童子 给先生送礼是吃力不讨好 但给童子送礼 那就好办多了 听到他的话 阿乔姑娘微微露出笑容 半蹲下去 一边揉揉小家伙的脑袋 一边送出自己的礼物 小小的木哨 这只木哨能帮你呼叫木铃 木铃的实力大概相当于一位断体精大成 虽然你常伴先生身边不需要担心安全 但这木铃可以陪你玩耍对练 谢谢 陆雪叶咧嘴 乐呵一笑 然后捏起木哨 扬了扬小手 指着钟月斌 阿乔姐姐 你要小心哦 这家伙是个老色批 很坏很坏的 钟月斌尴尬而不失礼貌 却又带着淡疼的笑容中 他眼角闪着点泪花 我没得罪你吧 小家伙 下话线 和我抢明哥身旁的位置 得罪大发了 就不告诉你 老色批 阿乔姐姐一定要防着他 还有还有 我听足里老一辈的说过 如果雌雄结合 就得让雌性管理天才地保神物资源啥的 众人 雌雄是什么鬼 不应该是男女吗 天才地保神物资源 这是指的财政大权吧 他们选择性忽略小家伙的言辞 这时 钟月斌心中狠狠吐槽一句 去你的妄忧 明显是烦忧 然后 他摇摇头 摆出和善可亲的笑容 去跟小家伙套近乎 哥哥可没有哪里得罪你 你不是我哥 我只有一个哥 呵呵 小家伙毫不客气对了一句 转过身 屁股对着他 钟月斌想要反驳 阿乔姑娘突然出手挡住他的嘴 摇摇头 传音道 不要忘记 忘忧小童曾叫明记先生为明歌 满头冷汗哗啦啦流下来 钟月斌点头如捣算 这时 林明笑了笑 算了 你不用为难 世间俗物虽然俗气 但俗物有事也有妙用 周围人齐刷刷哦了一声 只觉得林明说的好有道理 高人放屁都是香的 林明憋着笑 戴然白手道 之前也说过了 你既然很有钱 我要的一定是你用钱能够解决的 钟月斌抹了一把额头 松了口气 笑道 先生这么说 我就放心了 我家别的没有 就是钱多 言罢 他拿出三张金票 金票通体方方正正 巴掌大小 在月光下 焕发灿灿微光 抖动起来 还有类似锡箔纸的刷刷声 钟月斌说 这是中式钱庄的无限额金票 保证先生不会遇到任何钱财上的问题 口气推大 那我家先生 要买下舱悬剑呢 陆雪叶下意识回怼道 钟月斌 不想说话 也不想说话 阿翘姑娘玩耳一笑 心中知乎小家伙干得好 顿了顿 他帮腔说了一嘴 钟式钱庄十里雄魂 遍布苍玄界各大洲 只要有需要 一张无限额金票 可以调用一座分布钱庄的全部储备金 那就是很多很多了 陆雪叶笑嘻嘻 抢过三张金票 捧在手里 小跑到林明面前 神闻博物院 神秘空间 头发少女依旧坐在水潭边缘 两只腿来回踢动 掀起水波连衣 他嘴角微先 有点俏皮 有点细血 嘿嘿嘿 有意思哦 所有人都以为他是超超超级大高手嘛 旁边 双眼蒙着黑布的老者沉声道 那一件太不可思议 若不是老夫 和院长您提前知道他的真身模样 只怕 只怕都会以为他是超脱此方世界的绝世大能 少女接过话头 笑了笑 依我看 他就是天资其高 没什么乱七八糟的 你们觉得呢 身后 蒙眼老者老欲不言 黑布蒙眼的老者戴而言道 不好说 少女少起一捧清水 呼拉抛散 他微微扬起脑袋 一边享受水花扑打面旁的清凉 一边笑道 有什么不好说的 亲眼见见就知道了 去 带他来见我 月下西沉 神闻博物院的悬门发出鸣响 嗡 嗡 嗡 三次巨响透彻十方 无论身处初始大殿 还是神闻八渊 多宝青山 试炼云海 众人皆听到了悬门的异动 他们纷纷抬头仰望天空 明月中央浮现一颗黑色的小点 很快 黑色小点从极远到极近 那是一位身着麻布衣袍 双眼蒙着黑布的老者 这时 神闻八渊看台上的众人忍不住议论起来 双眼蒙着布片 他是神闻博物院的人 神闻博物院的人轻易不出现 这一次多半是为明记先生而来 的确 那一件的风华太绝代 恐怕已经惊动了院长他老人家 不可能吧 神闻博物院的院长多少年不曾见人 也从来不在外走动 从未破例过 听着周围人的话语 凌鸣嘴角挂起平淡的笑意 静静等待蚂蚁老者飞来 很快 老者站在凌鸣面前 微微躬身 院长有请 希望先生能够一叙 神闻博物院的院长 凌鸣见眉微扬 蚂蚁老者汗手 是 凌鸣微微一笑 好啊 听周围人说起来 这位院长可并不容易见到 我也有点好奇 他微微转过头 看向钟月斌和阿翘姑娘 多宝青山就先不去了 应该的 应该的 钟月斌点头如捣算 先生且去和院长见面 我和阿翘就不多加打扰了 凌鸣微笑汗手 按了按陆雪叶的小脑袋 我们走 蚂蚁老者挥手招出一朵祥云 他摊手虚指 晴 陆雪叶眼睛亮起 扑闪扑闪 显然还未见过有人驾驭云朵 呼啦 雀跃而起 小家伙重重砸在祥云上 哇 这好好玩哦 先生快上来快上来 凌鸣摇摇头 走了上去 随后 老者驾驭祥云 载着凌鸣和陆雪叶飞向明月 众人抬头仰望 直到三者消失在明月中心 探台上 众人面面相去 一时间难以消化今夜的所见所闻 他们心头只留下无与伦比的震撼 明记先生连续引动异象 一次比一次出奇 然后 成功抵达钱字渊底部 破开最难解的钱字渊99号难题 最后 一箭出窍 风华要满天 引人心生神往 就在众人震撼时 钟乐兵乐开了花 神闻博物院院长从来都从来引试不出 现在却主动邀请明记先生见面 足以证明明记先生有多强 而他与明记先生搭上线 这会极大提高自身在家族中的话语权 钟乐兵扬起眉毛 充满喜悦之意 看来就算是神闻博物院院长 也无法忽略明记先生这样的绝世大能 阿乔姑娘白了他一眼 废话 钟乐兵傻笑 凝视着他 阿乔姑娘心有羞怯 但面上不表露分毫 他毫不客气地吐槽道 提前结交到明记先生 就是你今生最大的狗屎运 这时 他与伸手捂住阿乔姑娘的嘴 不能这么说 这话可有影射先生之意 阿乔姑娘心中咯噔一下 证了证 即使明记先生不在身旁 他也绝对不想有一点点开罪 他默默点了点头 正要开口说话 然而 脸颊传来的温度 让他意识到钟乐兵正在干什么 啪 阿乔姑娘眉梢挟起 一把打开钟乐兵的手 向前走了几步 拉开距离 钟乐兵急忙追上 脸上带着铲笑 刚要开口说话 阿乔姑娘撇过头 先一步出声 你在神文博物院中的时间比我久 知不知道 院长上次召见的是什么人 钟乐兵 一时片刻 他也想不起来 也就回答不出来 只能尬在原地 这时 一位胡子拉叉的老者笑道 这位姑娘说笑了 神文博物院的院长 从来不见人 阿乔姑娘差一道 从来不见 老者汉手 没有例外 就连当年那位震撼神文八冤的孟元浩 也不能让院长破例 谁 孟元浩是 钟乐兵挠了挠头 阿乔姑娘瞥了他一眼 没好气到 白瞎了你钟家的佳学 他竖起一根手指 指向神文八冤中的郑自渊 孟元浩被人称为孟师 至少凝聚上千枚神文 乃是一甲子前名镇天元州的风流人物 胡子拉叉的老者笑了笑 看不出来 这位姑娘还很了解 我们这帮老家伙的时代啊 没错 当年的孟元浩惊讶了一个时代 传闻 当年他为了某事 执意求见院长 然而根本无法得到回忆 无可奈何之下 他孤身闯入神文八冤的郑自渊 一路行至最底部 却在最后时刻功亏一篑 受了神魂之伤 所以 他也无缘面见神文博物院院长 在之后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离开了天元州 前往清明州内 当起一名普通导师 阿乔姑娘汉手谢过老者解答 转头看向钟月斌 钟月斌被他看得心中发毛 竖起中间三根手指 笔直对准天空 钟月斌信誓旦旦道 阿乔 你放心 既然已经知道你对我的情谊 从今往后 我绝对不会颓废 该看得书 该做的事 我一样都不会耽搁 阿乔姑娘哼了一声 什么情谊 我怎么不知道 言罢 他转身离去 钟月斌愣在原地 这时 胡叉老者调侃道 傻小子 还不快追 姑娘转身的时候 脸红得如火烧云呢 钟月斌转头看了老者一眼 然后撒鸭子追了出去 明月光辉在两旁掠过 凌鸣等人 穿行在一处神秘的隧道中 很快 他们抵达了一片神秘空间 凌鸣看到远处的水潭边上 坐着一位少女 少女的头发披散在身后 长脊腰间 发丝漂浮间 焕发着霓虹霞彩 一见难忘 这时 蚂蚁老者转过头 抬起手臂 挡住凌鸣 还请两位蒙上布片 言罢 他摊开手掌 掌心处静静摆放着七八根布条 凌鸣微微皱眉 为什么要蒙眼 蚂蚁老者回答道 外人不能看见院长的正脸 如果你看到正脸 至少减瘦十年 如果你看到笑容 就会在三夕之内走完惊声 然后衰老而死 凌鸣 小家伙急忙捂住眼睛 好可怕 这时 凌鸣忽然想起什么 摸了摸没烧 说 心眼看到也是同样的结果 蚂蚁老者抬起另外一只手 指着自己的双目 放心 布片不仅遮蔽双目 同时还能遮蔽神识 凌鸣点点头 随意拿起一条淡蓝布片 小家伙有样学样 也拿了同样颜色的一条布片 见到他们俩蒙住双眼 老者正要向前带路 这时 凌鸣抬手撩起左眼的布片 盯着老者 好像没什么效果 我的心眼和神识不同 蚂蚁老者亮枪半步 猛然回头 不可能 老夫不才 虽然虚度年华 但也有超凡圣者的修为 布片能够封住我的神识 而你只有断体静 怎么会封不住 他知道我的真实修为 凌鸣眸光微微闪烁 但并不算特别吃惊 进入这片神秘空间后 又听到了那位少女的声音 凌鸣已经确定 眼前老者的身份 他和小家伙 进入神闻博物院 就是那位少女放行的 话而言之 远处水潭边的少女 就是神闻博物院的院长 而眼前这名双眼蒙着黑布的 蚂蚁老者的声音 也很耳熟 凌鸣笑了笑 伸出手指点了点眉心 大概是因为我的神闻有点特别 我的神闻天资也有点高 蚂蚁老者嘴角抽了抽 忽然很不想跟凌鸣说话 就在此时 清脆如黄鸟提名的少女声音 从远处传来 公子蒙上双眼 走过来即可 切身尽量忍住不孝 凌鸣 哦 他咳了两声 询问道 那我岂不是要折寿十年 明记先生说笑了 您的修为通天彻地 十年寿命而已 与你而言 又合足挂齿 少女的打去声随风而来 仿佛他就趴在凌鸣尖头低语 凌鸣 下话线 姑娘应该知道我的真实修为 实际上可不是什么绝世大能 哥哥哥哥 少女的笑声传来 切身说笑的 公子不必放在心上 你和你的伙伴都不用蒙上双眼 我戴上面具就好 声音落下 凌鸣和小家伙 眼前的空间突然变换 一眨眼 他们到了少女的身后 远处 双眼蒙着黑布的蚂蚁老者 嘴角微张 挂起诧异的弧度 他记得很清楚 院长已经上千年没有戴过面具了 今天这是怎么了 摇摇头 蚂蚁老者一步迈出 脚踩地面时 他出现在少女身旁不远 水潭边上 少女背影曼妙 两只小巧的脚丫 在水中来回踢打 哗啦哗啦 时不时见起水花 时不时荡漾波光 时不时有九色光芒混入水中 凌鸣站在少女的身后一丈万 小家伙贴在凌鸣腿边 有些紧张 伸出小手 拉着凌鸣的裤腿 他俩同时嗅到若有若无的少女体香 好似空谷幽兰 又如枝子花香 忽然 少女的两只脚先后出水 脚踝上绑着的两颗九彩铃铛 发出微响 叮当 叮当 听到这声音 小家伙不由自主四肢着地 化作他本来的模样 灵敏也是一样 风流儒雅的青年如生消失不见 便回了唇红齿白 长发飘飘的俊巧家公子 他摸了摸自己的脸 又看了看水中倒影 然而 入目所见 没有他自己的倒影 也没有小家伙 只有戴着雪银色面具的少女 以及那闪耀霓虹滑彩的青丝 还好我戴了面具 要不然刚才那一眼 你可能就 没了 少女一边说 一边转过身 群居飞扬 闪耀九色光滑 美 宛如天上仙子 神圣而不可侵犯 妾身名为寂寞无双 敢问公子的名讳 寂寞无双 这名字 着实有点脱俗 我就普通多了 双木铃 铭客的名 铃铭 这时 小家伙看了看自己的小爪子 摆了摆雪白的长尾巴 然后顺着灵铭的大腿 一溜压 窜到肩头 他抬起爪子 拍拍胸脯 我叫陆雪燕 寂寞无双 玩耳一笑 然后看向灵铭 公子弄错了 不是寂寞 而是寂寞 极客的急 墨水的墨 灵铭露出尴尬 而不失礼貌的笑容 正要说话 寂寞无双摆了摆手 公子不必接还 反正读音都差不多 而且我千年不曾离开这片空间 确实很寂寞 话题忽然变得有点沉重 灵铭一时不好接枪 然而 小家伙位于灵铭尖头 这是他最熟悉的位置 也最心安 说话便大胆了起来 他两腿插开 坐在灵铭尖头 歪着脖子问道 为什么你会被关在这里 寂寞无双摇摇头 不是被关的 而是躲在这里 我邀请你们进来 正是有事相求 灵铭说 姑娘想要出去 但却有什么东西拦着你 让你不能出去 所以 你想请我帮忙 寂寞无双汗手 是啊 从我出生以来 就没有离开过此地 而我很想出去看看 放心 我绝不会让你白帮忙的 雪铭色面具光滑如玉 通体不露丝毫缝隙 然而 灵铭却仿佛透过这层阻隔 感受到少女的目光 以及目光中最深刻的渴求 他 向往自由 灵铭侧隐之心微动 却忽然听到寂寞无双说 第一个好处 我不会把你是明记先生 这个情报透露出去 灵铭 下话线 什么啊 什么鬼 二话不说 上来就威胁人 伸出食指 用指腹摸了摸眉梢 灵铭说 我可以把你这句话 当作是威胁吗 咯咯咯 少女的笑声唇真而烂漫 顿了顿 他说 当然 这就是一本正经的威胁 灵铭正了正 沉默无言 小家伙 我明哥很强的 才不怕你的威胁 急墨无双怂怂间 迈着赤裸的小脚丫走向灵铭 每一步落下 酒色灵荡清响 荡漾少许 九彩滑光 光芒化作一根 一根细小的彩绳 绑住即将发飙的小家伙 他站定在灵铭身前 相距不足一臂 与此同时 蚂蚁老者和其他三名老者 三名老狱瞬间出现在灵铭身后 扇形包围圈 灵铭丝毫不耸 箭指点出斩断彩绳 解开小家伙的束缚 然后 他一边安抚小家伙 一边笑道 只凭这一点就想威胁我 恐怕还不太够 吉莫无双微不可查的汉手 的确不够 但灵铭公子一定还不知道 解开钳字九十九号难题 到底意味着什么 顿了顿 他说 切身可以明白地告诉你 钳字九十九号难题意义重大 莫说是苍玄界 就算放在整片心域 你的所作所为也足以称奇 一旦情报曝露 公子面对的 将是境界不可揣夺的老怪物 那又如何 灵铭伸出大拇指 指了指身后 七位超凡圣者加上你 还要躲避在这处空间 恐怕你们的处境不会比我好 若真想要我帮忙 还是来点实际的好处吧 此话一出 周围一片沉寂 空气好似凝结成快 沉寂一瞬 吉莫无双啪啪鼓掌 公子不怕死的吗 你不会杀我 灵铭微笑 来之前 我听闻你从不见人 这次见我已经是破裂 那足以说明我有特殊之处 所以 应该是你求我 周围 七名蒙眼老者老玉 脸色阴沉 很不好看 他们不满意 有人对院长如此轻慢 然而 院长身份高贵 在他的面前 七人绝不会随意开口插话 同样的 小家伙也很不满意 他们对灵铭的态度 唯一没有在意的 反而是当事双方 灵铭和吉莫无双对世青笑 然后前者开口说话 八一子扣 无双姑娘 我可以这么称呼你吧 吉莫无双点头 公子请便 我看得出来 姑娘刚才只是一个小小的玩笑 想要测试我 那么我们还是快人快语说正事 吉莫无双亲恩一声 尾音微微上扬 显得有点欢快 接着刚才说的 第一个好处是为灵铭公子 就是铭记先生 这一点绝对保密 这相当于给了一根棍子 那当然少不了后面的糖 灵铭亲敏薄唇 眉烧微扬 细说 小家伙摆了摆脑袋 不理会身后的七名老者 大眼睛瞪着吉莫无双 吉莫无双伸出青葱玉指 轻微左右摇摆 小家伙放心 不会害了你的明哥 小家伙 他歪了歪脑袋 伸出小爪子挠挠脸颊 那你就还是个好姑娘 噗哧 吉莫无双笑出声 他轻轻点了点脸上的血银色面具 还好戴了这个 要不然今天笑得太多 可能要和你们说永别了 摇了摇头 他轻壳一声 言归正转 公子能够帮我的忙 我就许诺公子 能够得到明月韶华路 灵铭说 明月韶华路 天地奇物榜排行第九 号称千年难得一回见 吉莫无双微微汗手 没错 而且并不是只给一次 而是每个月定额 说着 他拿出小巧的半透明玉瓶 一个月用这瓶子装满一瓶 足够公子洗练肉身与神魂 算是提前稳固太和境的根基 被将来入道 以及踏入圣者境 打下坚实的基础 这颗糖确实不错 恐怕没什么人能够拒绝 灵铭嘴角危险 而且特别适合我 看来姑娘 请我来之前 就已经想好了 吉莫无双点了点头 双手握在一起 充满期待地问 公子答应了 行 好处足够了 不过得先给我一瓶 总得让我试试真假吧 没问题 少女的声音中透出难以掩饰的雀跃 她偏然转身 群居飞扬 三两步小跑到水潭边 吉莫无双趴了下去 打开半透明小玉瓶灌水 灵铭 等等等等 无双姑娘 你在干什么 吉莫无双撇头回望 没干什么呀 妾身正在给你装瓶明月韶滑路 啊 灵铭眨眨眼 喉咙里的言语一时间有点卡壳 她肩头上 小家伙拍了拍屁股 呼啦跳起来 不行不行 刚才你还在这水潭里面洗脚 我明哥才不喝你的洗脚水呢 灵铭呛了口口水 嗨嗨嗨嗨 身后 七名猛眼老者 嘴角 眼角 面皮无法抑制地抽动起来 吉莫无双愣神片刻 手中小玉瓶都没拿稳 四六 手滑一下 小玉瓶脱手而出 沉入水潭中 她抬起手 刚想要摸摸自己的脸颊 忽然 小家伙说的洗脚水三个字 用手尬住 悬在脸颊旁边 这时 灵铭率先打破僵局 说 明月韶华路极为罕见 为何无双姑娘却有这么大一潭 少女站起身来 甩了甩沾着的水 然后悄然副手 在衣服上擦了擦 主要是因为我身份特殊 不怕和公子明说 我乃是天族族人 也是人世间最后一位纯血天族 我族有三大祈宝 分别是风神玉魔剑 天地神皇楷 明月韶华路 明月韶华路 便是有纯血天族族人的泪水 混合清水而成 顿了顿 吉姆无双微微扬起下河 千年不得抱足灭之仇 自诞生之日起 妾身便止不住自己的泪 所以才有了这么一滩的明月韶华路 灵明点了点头 此物神效特殊 贯穿修行路始终 无论是尚未踏足赶临近之前 还是成就超凡圣者之后 明月韶华路 都可以达到洗炼肉身与神魂的效果 这一点尤为出奇 与其他天才地宝区别开来 所以能够位列天地起舞榜第九 吉姆无双黯然垂首 是 所以怀必有罪 当年的天族挡不住外界的窥视 在地魔族 邪鬼族 与神族联合围攻中覆灭 尚未出世的我被护送逃亡 哇 小家伙泪眼汪汪 精英的泪珠刮着他血白的绒毛 一颗一颗落下 明哥 他和我一样呢 也没有族人了 呜呜 林明微微轻叹 伸手抚摸小家伙的额头 吉姆无双微微愣神 看着比自己还要伤心的小家伙 面具下 他双眸流转波光 似秋水剪影 两滴晶莹的泪珠透出血银色面具 顺着面具滑落而下 他伸出手轻轻接住 然后摊开掌心 展示出来 公子请看 这才是明月韶华路的真面目 林明定神看去 两颗水滴状晶体 比小木质指甲带还小 焕发酒色滑彩微光 这是 林明问 吉姆无双说 明月韶华 不入天地奇物榜 因为外界从未有人知道它的存在 此物乃是纯血天族族人为情所伤时 留下最诚挚的泪水所化 情可大也可小 并非单只爱恋 倾慕 还有族仇家恨 林明看不见 吉姆无双隐藏在面具下的绝世容颜 但他观得出少女黯然心伤 此刻 只能默默倾听 吉姆无双唇齿西张 似义与似泥南 人间有情 天道易老 先又如何 魔又如何 叩首千年 只为心中执念 妾身想要复仇 想要延续天族曾经应有的一切 还请公子帮我 言罢 吉姆无双隐隐下拜 周遭灵气光滑汇聚而来 一轮小巧明月浮现 万天俯脸 周围七老浑身震战 蒙着黑布的老者忍不住出声道 公主 你何至于此 万天俯礼完毕 吉姆无双站直身躯 没有向老者解释 这时 周围灵气浓度至少上升了数个档次 而最浓郁的点就在灵明身体周围 吉姆无双说 你可以趁此机会断体 好 灵明言简一概 虽然他有很多话想问 但感觉到自身灵气的躁动 可见万天俯礼对他的修为有莫大好处 所以 他还是闭上双目 反观内视 小家伙爬在灵明肩头 也跟着沾了光 他双眼眯成缝 嘟囔道 好舒服啊 很快 灵明几乎突破当前境界的一个层次 他周身血肉不满活力 仿佛每一个细胞都在呼吸 不断按摩他的筋骨 断体境血肉层次 圆满 灵明随时可以破开瓶颈 进入断体境筋骨层次 但他脑海中闪过黑山之曰 以及嗜血菩提鬼 猎杀嗜血菩提鬼后 能够获得血菩提 可以更进一步洗炼他的血肉 灵明微微吐出一口浊气 强行压下破入筋骨层次的冲动 骨骼与周身大惊时不时传来一阵麻雅 他咬牙挺了过去 睁开双眼 吉姆无双心中窃喜 突破关头却能强行忍住 逐渐意志坚韧 切身选对人了 不多时 灵明状态稳定下来 他笑了笑 不知不觉先拿了姑娘给出的好处 看来我只能帮你办事了 吉姆无双弯曲手指 用植骨骨节轻轻敲击眉心 叮叮 血银面具发出清脆响声 他说公子能够破除钱字渊99号难题 必然不是常人 所以切身选择了你 灵明摆了摆手 没事 拿人钱财 替人消灾 我会帮你忙的 旁边 眼蒙黑布的老者嘴角抽了抽 抱粗口道 你懂个屁 公主对你试了万天府里 灵明又眉微条 疑惑道 啊 那又怎样 很特别吗 眼睛蒙着白布的老玉冷声道 天族女子的万天府里一声指给一人 灵明生怕灵明不理解其中含义 眼蒙黑布的老者补充道 从此之后 你就是天族的驸马爷 眼蒙白布的老玉摇头 不止 公主成亲之后 方可继承女皇之位 而女皇的夫君自然就是天族帝君 灵明差点喷出一口牢血 这时 小家伙懒洋洋地睡死过去 浑身毛发焕发雪白光泽 仿佛一颗赤亮的大灯泡 有点闪 灵明抬手 指尖冒出影子神闻 下一秒 小家伙周身的光芒隐去 灵明汗颜无比 指了指吉莫无双 指了指自己 语无伦刺道 我 我 你 突如其来多了个老婆 而且还没见过脸 这谁遭得住 吉莫无双扑斥一笑 伸出青冲玉指 点在灵明鼻头 公子放心 那是天族以往的规矩 不是现在的 离间冰冰凉凉 却又传来少女肌肤的温润触感 灵明有点不习惯 微不可插受了收脖子 他正要答话 却感觉到周围七位超凡圣者的气息压迫而来 就像身边排着七颗原子弹 随时都可能连环爆炸 绝不能说错话 灵明猴头干咽 嘴角露出不自然的笑容 那现在的规矩是什么 吉莫无双相间微微耸动 公子 受了我的万天福礼 从此之后诸天万剑 只有你一人能见我容颜 灵明额头冒汗 吉莫无双倾笑 你可以不跟我澄清 但必须给我留下一个孩子 灵明额头汗如瀑布 哗啦啦往下流 吉莫无双声音轻柔 公子这是怎么了 灵明 下画线 是在下书了 你还好意思问我 他双眼连连眨动 正神片刻 然后 一边用食指骨节妈撒眉梢 一边说 姑娘请自重 留下孩子又不成轻时再有伤风俗 好啊 那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夫君了 嗨嗨嗨嗨 灵明呛了一口口水 好半天才回过神 他盯着吉莫无双的血银色面具 吉莫无双轻歪脑袋 就看公子怎么选 切身都可以 这么随意真的好吗 灵明左右眼皮狂跳不止 吉莫无双贪了贪手 公子选吧 灵明 哦 我选择死亡 周围七老的气息压迫愈发强大 灵明警辈已经被冷汗尽尸 澄清这回事总得讲个你情我愿 少女昂起脖子拍了拍胸脯 自信道 没问题 只要公子看到我的容貌 一定心甘情愿 眼蒙白布的老玉汉手 天族女子的容貌世间一绝 尤其是纯血天族 堪称天族第四气宝 灵明他微微转头 用余光瞥了一眼小家伙 赶快起来啊 赶快来帮忙打岔 你明给我扛不住了 然而 小家伙睡得香香甜甜 还翻了个身 两爪搭在肚皮上 对灵明的眼神呼唤毫无感觉 孤立无援 灵明爆发人类极限 在一秒钟内脑筋转动数十一次 然后 他脱口而出 那万一我已经有了心意的姑娘呢 无妨 只要成亲 驸马爷就贵为帝君 多娶一些女子也是应该 眼蒙白布的老玉淡淡道 灵明 型号 Omega型号 非战斗人员想撤离 不 非战斗人员已死亡 这时 吉莫无双贴到灵明身前 两人相聚不足一寸 他的香气四蓝 轻心宜人 灵明愣在原地 脸颊泛起少年特有的羞红 吉莫无双挥了挥手 七老会议 刷得一下消失不见 小家伙也在熟睡中 被眼蒙黑布的老者捧走 水潭边 吉莫无双轻轻摘下雪银色面具 人如其名 容颜无双 即和世间所有美好的词语 也难以道出他美貌的十分之一 灵明 不由自主露出笑容 他几乎被他的魅力设服 这时 吉莫无双吐气如蓝 见了我的容颜 你就是我的夫君 什么时候原方就随夫君的心意 灵明轻咬舌尖 眼神恢复清明 为什么是我 少女名谋善赖 眼瞳中蕴含九色华彩 因为夫君特殊啊 能够解开前字99号难题 又能抵挡我的容颜魅力 更有高绝的天资 无双的剑技 还是绝世大能铭记先生 而且足够英俊 灵明没梢跳了跳 总觉得最后一点才是关键 他白了他一眼 然后屈指轻弹 对 指尖击中少女额头 少女压了一声 双手捂住额头 皱着眉毛瞪了灵明一眼 娇憨毙落 可爱报表 灵明差点忍不住 险些一口亲上去 他急忙背过身 嗨嗨两下 原房还太早 以后再说 但听夫君吩咐 急墨无双声音乖巧 双手搭在灵明肩头 灵明心头危安 突然间多了个老婆 进展实在太快 着实接受不过来 好在这位老婆比较听话 还好 突然 急墨无双在灵明耳畔轻女 不过夫君的第一个孩子 只能是和我生 不然切身发起脾气来 自己都怕 嗯 灵明一寸一寸转过头 伸出食指抵住嘴唇 还未澄清 还是不要以夫妻相称 急墨无双 他摇头如同波浪鼓 面上挂着挥散不去的笑容 有了夫君 我就有了羁绊 而夫君入坠我天足 我也就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欣喜的话语中 却是难以言语的心酸 灵明转身 抬起手 帮少女理了里额间刘海 你从来都没有出去过 急墨无双汗手 九彩毛子充满向往之色 是啊 就连神文博物院也不能踏入 可以详细说与我听 灵明微笑 好啊 夫君要听 切身就说 急墨无双挽起灵明的手臂 太主动了 吃不消 灵明抽了抽手 急墨无双双臂一环 用力压向胸脯 灵明尬住 急墨无双笑道 我们坐着说 随后 两人赤裸脚丫 伸入清凉的水潭中 水波微样 倒映着少女甜甜的笑容 她说 夫君我帮你点上一颗明月韶花 好吗 灵明不忍破坏她的好心情 嗡了一声 微微点头 急墨无双灿烂一笑 胜过万千下花同时绽放的绝境 而她身边的花花草草 却在瞬息之间盛开 这一次 花草没有枯萎 定格在最美好的时刻 急墨无双喜极而泣 泪住一串一串流下 划过绝美的脸庞 太好了 试了万天福利后 妾身终于能够把控自己的能力 不会轻易害了其他生灵 一边带着哭腔 她一边说 不过夫君放心 我的容颜今生只许你一人 听到如此动人的情语 灵明没有再想太多 她捧着少女的脸 双手大拇指滑动 失去她的泪珠 枯花脸就是大花猫了 急墨无双抽气两下 忽然展颜一笑 夫君突然这么温柔 是不是对妾身动心了 灵明 刚才难道是在演戏 不对不对 那也太真了 从未接触过外界的少女 不会有这般心机 她点了点自己的眉心 微笑道 说实在的你很美很美 就算上辈子加这辈子加起来 我也没见过比你更美丽的女子 但是婚姻之事不是儿戏 或许我们应该给彼此一个时间 急墨无双 轻浮灵明触摸过的肌肤 明亮的眼眸似有万千星辰旋转 好啊 切身想要为天族报仇 夺回曾经失去的一切 但却不想将这个责任 压在夫君的肩头 而我想要孩子 说到这里 急墨无双脸颊飞起红霞 顿了顿 她继续说 是因为天族只剩我一个人 必须由我来开枝散叶 而在这世间 夫君容貌亦算绝世俊逸 你我两相结合 诞下的孩子定然血脉更好 容颜更美 灵明果然是颜值至上 长得帅也太特捏得占优势了吧 内幕 前世平平无奇 今生终于弥补遗憾 灵明笑了笑 说生孩子还远 我们还是应该彼此多接触一下 万一你发现我其实没那么好呢 那我也认了 急墨无双斩钉截铁 语气中没有丝毫犹 不过夫君的确需要时间接受 他双手捧在一起 递到灵明面前 灵明低头望去 只见少女手心中 捧着许多颗水滴状的明月韶华 他微微一笑 夫君等我片刻 言罢 急墨无双闭上双眼 左腿轻轻撩出水面 脚踝处的铃铛发出轻响 叮当 九色滑彩 化作一根一根流苏 眨眼间包裹他的掌心 没多久光芒蹦逝而出 急墨无双掌心 只剩于两颗水滴透明状晶体 其中偶尔有九色光华微闪 他拿起一颗点在自己的眉心 又拿起另外一颗点在灵明的眉心 现在 夫君和我算是订了婚 但还没有澄清 还没有圆房 这样可好 看着急墨无双天真浪漫的笑容 想到他切合名字的千载寂寞 灵明再不解风情 也不忍拒绝 点了点头 灵明笑道 好 从此我就叫你无双 夫君同意了 好业 急墨无双轻轻拍手 这时 一抹小小的白色身影从远处窜来 明哥 明哥 陆雪叶窜到灵明尖头 正了正 哇 明哥 你变好看了 灵明汉手 有吗 小家伙伸出爪子 点了点灵明的眉心 他刚想说话 突然看到了急墨无双的眉心 阿脸 为什么你们的眉心 都有一颗一模一样的宝石 这不是宝石 不过也可以给你一颗 急墨无双笑了笑 伸出食指 只附上还有更加细小的一颗 小家伙接过 让灵明帮他暗在眉心 急墨无双笑眉微跳 心中都浓 夫君都没有帮我 这时 小家伙摆了一个姿势 他一边开心蹦搭 一边轻笑 明哥变好看 我也变好看 你也变好看 而且眉心上面都点着好看的宝石 哈哈哈哈 咱们有共同点了 这是家人的标志 家人 急墨无双会心一笑 看向小家伙时 眼底多了一丝认可 片刻后 七名蒙眼老者出现 蒙着黑布的老者 声音略显颤 公主 您 您终于能够 控制自己的天赋神力了 蒙着白布的老玉 跪在寂寞无双面前 老泪纵横 天可连剑 千年来的等待 终于有了转机啊 其余五位老者 同样下跪在地 他们气不成声 发泄心中鞭闷多年的情绪 两久之后 灵明明白了来龙去脉 在千多年前 天族屹立于北旋心域 乃是当之无愧的霸主 可是面对邪鬼族 地魔族 与神族的联合进攻 天族族人死伤殆尽 只有尚在强宝中的吉墨 无双安然逃离 那一战 天族两大起宝 风神御魔剑和天地神皇凯被毁去 化作碎片分散在各地 而在苍玄剑内 风神御魔剑的核心部分主动潜藏在此 听到这里 灵明出声问道 风神御魔剑的核心部分有核神意之处 吉墨无双笑了笑 遮掩天族唇血的气息 一旦拿到手 意味着妾身可以踏足外界 顿了顿 他灿烂一笑 那不仅意味着妾身可以报仇 也意味着妾身可以长扮夫君左右 灵明嘴角微微抽动 嗯 蛮好 木头夫君吉墨无双白了他一眼 露出小恶魔般的笑容 妾身可不相信夫君真的能够抵挡我的魅力 灵明额头留下一滴冷汗 我也不相信自己 咳了咳 灵明又说 所以你最好还是不要玩火 免得我一不小心真的来个生米煮成熟饭 吉墨无双灿烂一笑 好啊 没什么不可以的 说着他还挺了挺自己的胸脯 相当不小 灵明捂住鼻子 笑了笑 夫君这是干什么 吉墨无双眼底闪过一抹会侠 灵明微微摇头 没什么 就是最近有点上火 吉墨无双把上半身的重量全部压在灵明臂膀 要不要切身帮夫君泄火 灵明扑斥剧烈的抖动引到小家伙身上 他晃荡几下 用爪子勾住灵明的衣服 然后抬起脑袋 明哥 灵明揉了揉他的脑袋 没事 困就继续睡觉吧 这时 吉墨无双笑了笑 轻轻推了推灵明的臂膀 借力发力 他的身形偏然而起 掠过一条水痕 然后轻轻一翻 单脚点在水潭中心 涟漪扩散开来 他翻飞而起 落在灵明身后 脚下微旋 摇直轻转 吉墨无双回眸一笑 这时 灵明正好转身回望 两人四目相对 刹那间 仿佛有千万朵海棠花在灵明眼前绽放 绝美景致 灵明 他呆愣愣出了神 直到吉墨无双一指头点在额头上 吉墨无双伸出青葱玉指抵住灵明的唇 夫君 安静片刻 让切身好好看看你 灵明微不可查地点点头 这时 吉墨无双俏皮一笑 稳在灵明脸颊上 灵明上辈子和这辈子夹起来 都没有被女孩子亲过 一瞬间 就脸红如猴子屁股 有点失去分寸 他一不小心落入水潭中 噗通 下一秒 小家伙猛然窜出水面 呀呀呀乱叫几声 谁人敢推我明哥下水 小家伙飘在半空巢周围呲 然而吉墨无双似笑非笑指了止水潭边缘 那里灵明探出头颅 还没开口出声 小家伙向下落去 正好踩在他的头顶 灵明又被蹬了下去 陆雪叶 他赶忙扑入水中 明哥 我不是故意的 这时 灵明口鼻呼吸转化 水之呼吸 碰 一道水花溅起 灵明拎着小家伙冲天而起 火自神闻悄然浮现 灵明和小家伙身上的水气迅速蒸发 等到落地时 身上干爽清凉 灵明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无双 你太漂亮了 一不小心看呆了 一句朴实的话语胜过千千万万 吉墨无双甜蜜一笑 脸颊升起红霞 他猛地一转身背对灵明 刚才和夫君谈过风月 切身已经满足了 灵明随后 吉墨无双简单介绍了七位老者 辨识起来非常简单 眼睛蒙着黑色布片的老者就叫黑薄 眼睛蒙着白色布片的老玉就叫白衣 以此类推 然后 吉墨无双向灵明详细解释了自己的天赋神力 执掌枯荣 这项天赋神力在天足延绵千万年的历史上 也属于极为优秀的 一旦彻底掌控 将有不可思议之伪力 就算是现在 他眉心处的明月韶华 也与灵明眉心的明月韶华成对 无时无刻为灵明带来双重加成 生命力旺盛 精神力活跃 灵明闭目赶至片刻 通过观自神闻的心眼映照 清晰体察到生命力和精神力得到了两成的提升 一旦灵明陷入死战 这两成的加持很可能成为逆转局势的关键 这时 掩蒙黑布的老者摘下黑布 露出宛如黑色珍珠的双眸 凝视灵明 其余六名老者老玉也一样 各自摘下布片 露出他们与各自布片相同颜色的眼瞳 七者齐刷刷对灵明行单膝下跪之礼 紧接着 一口同声道 还请驸马爷善待无双公主 灵明证了证 他能够感受到七位老人的殷切希望 那里面既夹杂着长辈对晚辈的期许 又含有某些更深沉的缅怀 这时 小家伙跳出来 明哥是驸马爷 那我是什么 七老面面相去 旁边 吉莫无双咯咯轻笑 一指头弹在小家伙额头 驸马爷的小跟班咯 小家伙顺着灵明的袍袖滑落 到手腕处 他借力一蹬 窜起来 嘿嘿 也不错呀 走到哪里都跟着明哥 所以我是小跟班咯 吉莫无双眼底微微暗淡 小家伙敏锐察觉到他失落的心绪 在半空中手忙脚乱的道歉 灵明笑了笑 一把抓回他放在肩头 老实坐好 小家伙很听话 老老实实坐好 沉重的气氛被他的打岔破去 吉莫无双心中微微松了一口气 就按他说的 他并不想给灵明太多的负担 这时 灵明忽然伸出手 挑起吉莫无双的下巴 这一瞬间的宁谋 吉莫无双顿时手足无措 以笔之道还至笔身 猛懂少年 芳华少女 谁不都是情之一道的萌星 灵明嘴角挂起一抹坏笑 逼近吉莫无双的嘴唇 吉莫无双飘然的九色长发光滑乱闪 仿佛化作最高频率闪动的霓虹灯 足见其心绪之乱 这时 灵明轻吹一口气 逗你完的 言罢 他收回手 后退一个声位 扑通 扑通 灵明心跳如肋骨 他暗自调息 悄悄平缓自己的内心 这时 吉莫无双埋下头去 尼南道 傅君快走吧 话说不下去了 他的三千青丝 已经化作坏掉的霓虹灯 毫无规律地乱闪 披散的头发 挡住少女羞红的脸 灵明挠了挠头 张口想要说点什么 然而却又不知道说什么 八一Z扣憋了许久 他那那道 改天再来看你 神秘空间入口处 黑伯垂手站立 驸马爷 老奴有事相求 再次听到驸马爷这个称呼 灵明还是有些不适应 黑伯不必客气 直接称呼我的名字就好 他微微活动肩胛骨 幅度极微微小 避免惊扰到在他肩头熟睡的小家伙 然后摆了摆手 有什么事吗 黑伯微微躬身 欲言又止 最终还是全部说了出来 原来 天族在苍玄界中秘密安插了名为天涯海阁的情报组织 根据天涯海阁的调查 在三百年前 神域魔剑的核心坠落在十万大山的中心地带 十万大山不属于人类 而属于妖族 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爵士大妖七夕 就算是超凡圣者一旦闯入也是实死无生 灵明摇摇头 超凡圣者无法踏足的地方 我还只是断体精修为 只怕无能为力 黑伯摇了摇头 递出一份预检 灵明接过后 查看预检 里面记载的是清明州的地理图 其中有一片特别浩大的山脉 正是十万大山 黑伯说 十万大山真的有十万大山 其中的外围和内部不可同日而语 最近有人从十万大山的边缘地带 黑山带了一块碎片出来 那块碎片正是风神玉魔剑的碎片之一 而且有核心的气息 灵明摸了摸眉梢 是需要我去夺取那块碎片 希望您能够帮忙留意 因为您是从清明州的清夜城进入神文博物院 那里距离黑山很近 所以 如果有可能的话 想请您帮忙探路 灵明点头道 好的 正好我也答应了玄文书院的同窗 将要前往黑山 这时 黑伯递出一颗金石 棱形 拇指长短 通体漆黑 仔细看有细碎的心血微光 这枚金石名为碎星黑金 对于盘踞在黑山中的嗜血菩提鬼 以及其各类变种都有奇效 准确地说 应该是克制一切此类斜碎妖物 灵明点点头 拿起碎星黑金 对着月光看了看 这件物品怎么用 黑伯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嗜血菩提鬼最强大的是心脏 最弱的也是心脏 只要把这颗碎星黑金的粉末 撒到心脏内 他们必然在一息之内死去 不仅仅是普通的嗜血菩提鬼 还有鬼王 以及其他的诸多邪意妖物 只要找到了其致命弱点所在 然后用碎星黑金 涂抹过后的魂兵 或者其他的各种方式 把碎星黑金 与其致命弱点接触 不到一息时间内 邪意妖物 就会化作虚无 这时候 小家伙醒了过来 揉了揉眼睛 明哥 我们怎么还没有回去啊 灵明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乖 还在聊事情 你先继续睡下 哦 陆雪叶乖巧地回答一声 继续趴在灵明尖头 只不过眼皮半耸拉着 似乎睡不着 黑伯微笑摇头 突然想到了什么 提醒道 对了 驸马爷一定要注意咸月楼 他们似乎在为苍玄界外的某个势力做事 而那个势力 正是邪鬼族 与神族 地魔族三族中的某一族的附属势力 灵明微微一笑 咸月楼吗 我和他们正好也有仇怨 始终被那个代号物约的家伙追杀 我还想查出他的身份 黑伯证了证 你也和他们有仇怨 这着实有点巧 既然你想要调查他们 完全可以借助天涯海阁的力量 言罢 黑伯递出一枚淡蓝方形玉佩 灵明接过后 仔细看了看上面明刻的文字 天涯海阁 天字好代行者 这是天涯海阁的信物 你有情报方面的需要 就可以前去沟通 黑伯笑了笑 我天族之人寿命悠长 一甲子为一岁 来到这方世界已经千年之久 好歹还是有些手段的 驸马爷千万不要吝惜 该用的时候就好好使用 好的 没有问题 灵明笑着收好信物 天涯海阁可不算小势力 传闻他们只做情报生意 而且绝对中立 情报能不能获取 只看你能不能付出足够的代价 黑伯谦虚一笑 嗯 其实都是一些随手布置 算不得什么 顿了顿 他又说 对了 您想刚才想要调查的信息 还是老奴帮忙转达 一旦有了消息 会有人通过令牌联系您 灵明点头轻笑 好啊 那就劳烦了 黑伯面上略显惶恐 急忙攻身 老奴可不敢当劳烦二子 您或许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有多么尊贵 但是您只要记住一点 有朝一日 我天族再起 您贵为天族帝君 自当君临整座北玄星域 灵明歪了歪脑袋 一直听到北玄星域这个词语 我想知道 苍玄界对于北玄星域而言 到底算什么 黑伯眼底闪过怀念的光芒 那是他在怀念往昔的荣光 过了片刻 他回神道 苍玄界在所有的世界中 只能算是中上 而这样的世界 在一个星域中很难计数 若要类比 大概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 沧海一速 随后 黑伯大致说了 星域 星系 星球之类的概念 他顿时十分惊奇 因为灵明早就对这些概念有所认知 然而 灵明心中也是愕然不已 这些划分的名词 他脑海内忽然闪过那位看不清面容的人自托少年 绝对是老乡 灵明摇了摇头 继续询问黑伯 天族大概统一了多大的一方世界 黑伯半推半就的说出真相 然后 灵明愣住了 在他的理解中 苍玄界就等于是一颗星球 然而一方星域的统治者 应该最多也就辐射一个恒星系 了不起好几个恒星系 然而天族当年的辉煌远远不止于此 北玄星域幅然辽阔 其中的星球宛如河中泥沙不可计数 而天族盘踞北玄中心俯瞰此域千万载 灵明 这天已经没法聊了 有点超过认知 需要一些时间消化与接收 黑伯人老成精 看得出灵明的窘迫 他笑了笑 正想要说什么 这时 灵明刚刚拿到手的天涯海阁信物传来一道消息 黑山之中正在郁郁嗜血菩提鬼王 而且黑山疑似将要爆发受潮 灵明微微皱眉 想到葛青皇等人 他问 鬼王对应什么境界的修为 黑伯答 大体相当于太和境 而且鬼王体质特殊 极难杀死 还可以浴血变强 杀的人越多就越厉害 最终甚至可能再次升级 灵明拿出碎星黑金 这东西杀得了鬼王吗? 黑伯笑道 没有问题 灵明捏着碎星黑金 微笑道 即将郁郁诞生的嗜血菩提鬼王 就被这么一块小小的东西克制住 有趣 万事万物皆有生克之法 哪怕是最强大的生命 也会有其最弱的一点 黑伯眼底满怀唏嘘 当年我天族就是如此 纵横北玄星玉无敌手 可探却被发现了致命弱点 执掌万物枯荣的老神王当时又顾去了 哎 往事不提 往事不提 还是先说说当下吧 黑伯拿出三个小玉瓶 递给灵明 这是明月韶华鹿 您拿好 灵明接过 咧嘴笑了笑 这不是口服的吧? 黑伯愣了愣 玄疾会心一笑 驸马爷放心 明月韶华鹿洗练肉身和神魂 并不是直接用口服的 而是用灵气引动 再说了 无双公主天生无尘玲瓏体 就算是洗脚水也是不染成垢 驸马爷可以放心实用 灵明? 卧槽 黑伯呀黑伯 你不应该是这样的黑伯 不对劲 灵明摸了摸后脖梗 不想说话 这时 黑伯笑着转移话题道 嗜血菩提鬼王死去后 会凝聚一颗血域菩提 您拿到后千万不要急着用 灵明歪了歪脑袋 有说法 黑伯汗手 浸泡在明月韶华路中 可以更进一步促进血域菩提的效果 如果还能凝聚肉身强化相关的神闻 甚至可能成就断体境的至上境界 肉身为圣 所以 一旦有机会 驸马爷千万不要手软 好 一定 灵明笑了笑 这时 灵明肩头的小家伙揉揉眼睛 打了个哈欠 还没回去吗 好了 马上就走 灵明笑着揉了揉他的脑袋 随后 灵明向黑伯告辞 踏出神秘空间 刚刚回到铁匠铺的院落中 文人千亿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回来了 灵明微笑 嗯 文人千亿抹撒着胡茶遍布的下巴 走到灵明身前 怎么样 有没有被震撼到 灵明摇摇头 还好 文人千亿拍了拍灵明的肩膀 语众心肠道 道徒漫长 小友虽然天赋高绝 对神闻有别样的领悟能力 但是世间广阔 能人意识繁多 千万不要被打击 灵明愣了愣 我有什么好被打击的 文人千亿看到他愣神 还以为他是受到了某些高人大能的刺激 紧接着 文人千亿一副过来人的脸庞 又拍了拍灵明的肩头 年轻人好面子很正常 尤其是你这样的天之骄阳 被里面的前辈大能打击了 千万不要灰心 灵明 他心中暗道 文人千亿是不是对神闻博物院有什么误会 这时 小家伙迷迷糊糊醒过来 不满意的瞥了一眼文人千亿 老家伙 你干嘛老是拍拍打打 不知道扰人轻梦是一种罪过吗 文人千亿乐呵一笑 不打反问 嘿嘿 问问你啊 你明哥在里面表现咋样 这种傻瓜问题我不想回答 陆雪叶打了个哈欠 抬起小爪爪 困困 睡绝觉了 言罢 他正要埋头下去 就在这时 文人千亿闪电般抬起手 哼 小家伙脑门中招 吃了一剂脑瓜子 吃痛的他捂住额头 浑身雪白毛发枝冷起来 老家伙 你吃饱了撑的 文人千亿摊开手心 你一小锤头 陪笑贿赂道 小家伙别生气 老夫给你第二柄小波浪锤 你说说在神闻博物院中的剑文 特别说说你明哥的反应 林明翻起白眼 摆了摆手 文人千亿 你想要知道 直接问我就行 文人千亿黑黑一笑 往日都行 唯独今天不行 老夫年少时 曾经进入神闻博物院 所以想知道你是什么表现 哦 明白了 前辈当初被打击得不轻 林明嘴角危险 轻声调侃 这时来我身上找平衡了 文人千亿 下化线 下化线下化线 小心思被发现了 他相当难受 尴尬咧嘴 老夫就想看看 凭借你的天资又能有什么表现 是不是能比我好一点 放心 前辈放心 最多比你当年的表现多了一线 林明说 文人千亿连忙摆手 打住打住 不要你说 让小家伙来说 这是怕我自我吹嘘 林明了然 伸手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 你来 小家伙和林明四目相对 眼神交流 同时闪过会侠之意 他俩心有灵犀 达成了共识 两者都不想对文人千亿说谎 但今天的事情 还是不要泄露出去的好 明记先生和忘忧小童的身份 应该保持在最神秘的状态 于是 小家伙哪声哪气道 才不告诉你 林明正要出言帮腔 八一中文网 这时 文人千亿嘖嘖两声 往常你名个牛逼的时候 哪次你不喊的想 这时候不喊了 小家伙啊小家伙 你的态度已经表明了一切 言罢 文人千亿转过身 背负双手 慢慢悠悠走着 陆雪叶轻哼一声 你才被打击呢 明哥很强很强 打击的别人不要不要的 文人千亿抬起手 摇了摇 并不回头 哈哈哈哈 你总是向着你明哥 问你和问他都没有意义 不用多说了 老夫这些年可不是白过的 小有啊 千万别灰心 能够进入神文博物院的 无一例外皆是人中龙凤 见识到了难以企及的天才 以及无法揣夺的大能 实在太正常了 平常心 好好追赶就行 一大段的话悠悠传来 文人千亿的身影渐渐淡去 林明露雪叶挠了挠下巴 长满血白绒毛的小脸上 满是疑惑 明哥 这不算我们俩骗了老家伙吧 林明耸了耸肩 当然不算 我们俩可什么都没说 小家伙点头如捣蒜 两只找找捂着小嘴 发出支吾声 没说没说 自我攻略最为致命 林明笑着摇了摇头 然后走向铁匠铺后院大门 知呀 林明推开大门 文人千亿的声音从他身后传来 等等 你小子大晚上的出门干啥 林明转身 回答 黑山中有嗜血菩提鬼王 赶时间去猎杀 文人千亿摆摆手 那玩意有什么好猎杀的 哪里比得上学习打铁重要 林明 这时 铁匠铺门口冒出一团烟雾 烟雾中走出拿着烟杆的林景 他笑了笑 话不是这么说的 林明小友还年轻 武道修行和铸造打铁都重要 文人千亿微微皱眉 连你也要出洞 区区一只鬼王不至于如此 可是还有其他异动 林景说 确实是有异动 所以我特来请林明小友 请我 林明诧异 林景端起烟枪 点了点头 黑山有兽巢即将爆发 但凡太和境之上的人类舞者 都不能入山 不仅如此 最麻烦的在于 嗜血菩提鬼王正在孕育 这玩意一旦成行 恐怕青叶城再无安宁 这时 林明尖头上的小家伙 举起着着 有老家伙在这里 来多少死多少 全部做成食物 统统吃掉 文人千亿寡尔倾笑 现在知道老家伙的厉害了 不过事情 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菩提鬼一旦进击为鬼王 就会诞生鬼祟灵智 其外貌又与常人无异 已经可以混迹在人类之中 并不太好辨认 非常麻烦 林明拿出碎星黑金 我在神文博物院中 遇到了一位前辈 他向我透露了黑山的情报 并给出这件物品 这时 林景一拍大腿 凑到林明身前 好 太好了 这是碎星黑金 可以追踪和灭杀嗜血菩提鬼 以及鬼王 林明笑了笑 摇头道 可惜 现在的黑山 太和镜不能入内 否则直接斩首屁事没有 小家伙不解道 为什么不能进去 因为十万大山 林景面色复杂 拍了拍烟感 如果有太和镜的人类舞者 在寿朝期间 进入十万大山所属的山脉 定会引来十万大山中的绝世大妖 这时 文人牵一眉头拧成穿字 非老鬼 你确定黑山中没有一种鬼王 一种鬼王 林景略微诧异 你说的是邪鬼梦魇 不可能 从来没有迹象表明 黑山中存在血鬼梦魇 而且你应该知道 血鬼梦魇最喜好的食物就是同类 也就是嗜血菩提鬼王 如果血鬼梦魇在 根本就不会有嗜血菩提鬼王孕育的机会 好 这话是你说的 我记住了 既然你带走了林明小友 可一定得给我弯弯整整的带回来 林景汉手 放心 我晓得你的脾气 林明小友 已经是你们悬著一脉的掌令者 他要出了事 你怕是得让黑山服侍百万 到时候铁定引起人类舞者 与十万大山妖物的战争 一刻钟后 林明和陆雪叶奔随林景带着的队伍出发 大队的人马路过街面 震动声不算大 但对于修行舞蹈的高手来说实在太明显了 刘三友站在万保罗的两层阁楼上 一眼就看到了林明 嗯? 林公子怎么也要随他们一起去 他捏着眉心 沉思片刻 旋即招来侍女 赶快 把血银丝软甲和三羊抱契丹取来 很快 侍女离去又返回 递给刘三友一枚纳剑 刘三友略做查看 嘴角微微掀起 下一秒 他登地而起 凌空飞向林明 林公子别来无恙 李人刘三友来给公子送货了 林景挥挥手 示意车马队暂时停下 刘三友双足落地 点头致谢 然后快步向林明 公子预定的血银丝软甲已经到货 还请您验收 然后再送您一枚三羊抱契丹 林明笑着接过 这时 林景调侃道 悠喝 刘大掌柜这么大方 三羊抱契丹能够激发体内灵气 让人在半刻钟之内 看得上保命搏杀的好东西 价值不菲啊 说送就送了 刘三友摇了摇头 你不懂 做生意讲究有来有回 林公子可比你这个老烟枪会做人多了 对你 一个铜板都要斤斤计较 有林公子 我送得心甘情愿 林景额头布满黑线 嘴角狂抽不止 林明抢过一步 站在两人中间 把双方隔开 多谢刘大掌柜好意 我记下了 刘三友点头倾笑 公子客气了 您还有事 在下就不打扰了 随后 队伍继续启程 林明端坐在马车内 他先换好了雪银丝软甲 然后开始用明月韶滑鹿洗练肉身 为了不打扰林明 鹿雪叶跳下林明尖头 并不算大的马车中 一道又一道水银色丝线缭绕 林明的灵气不断牵引 口鼻间的呼吸转化为水之呼吸 他本能的感觉这样会更加适合 小家伙有样学样 口鼻间也在运转着水之呼吸 很快 明月韶滑鹿连在他们眉心 那里有一颗明月韶滑 林明的双眼愈发雪亮 黑亮晶莹的眸子中仿佛点亮了明镜的圆月 这也是肉身的洗练 只不过更加细腻与透彻 他本身处于断体镜的血肉层次圆满 然而 在明月韶滑鹿的洗练下 他发现自己远远还没有到达血肉层次的圆满 以前只是一种虚假的圆满 有了这层发现 他心中微微喜悦 眼角余光瞥到小家伙也在洗练自己的肉身 只不过小家伙是双目紧闭 浑身雪白的毛发流转着淡淡的湛蓝 林明笑着摇摇头 旋即闭上双目 不多时 这一瓶明月韶滑鹿使用完毕 小家伙毕竟个头小 只用了不到一层明月韶滑鹿 剩下的全部归了林明 阿脸 陆雪叶张开眼睛 轻轻歪了歪脑袋 明哥 放心 还有两瓶 林明笑了笑 又拿出一瓶 两人继续洗练身躯 然后又一瓶 如此一来前往黑山的路程一晃而过 玉 马车停了下来 林明撩开帘子走出来 小家伙露雪叶站在他的肩头 望着天际的雨堵白 又天亮了 这时林景侧马来 他翻身下马 递出一卷地理图以及一袋行军粮 剩下的路 老夫不能陪林明小友前行了 林明笑了笑 我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林景斟酌片刻 说地图上标注的营地 是进入黑山的城防军可能在的位置 如果可能的话 最好还是和他合 林明恩了一声 这时 小家伙指着正在构筑防御工事的士兵 你不能进去 他们也不行吗 林景捏了捏烟杆 不好意思道 恐怕不行 整个青夜城武者出动了至少九成 都在黑山周围不防 防备黑山受潮大爆发 顿了顿 他又说 你们俩第一点就是保证自己的安全 要不然打铁的真的会不顾后果的 好 我明白 林明笑 小家伙举了举爪子 我也明白 林景摇头微笑 挥手道 一路保重 黑山之中树木凌厉 枝叶泛着忧虑的光芒 连城一片时 甚至能够遮挡阳光 本就微白的天际显得愈发暗淡 林明踏着蜿蜒曲折的山路 一路前行 小家伙趴在他的肩头 雪白的毛发在微风中轻浮 浑身似松似紧 两只眼睛滴溜滴溜转着 随时戒备周围 明哥 我们还要走多久 林明拍了拍金弦剑 笑道 快了 按照林景前辈的地理图 前方不远就是第三个驻扎营地 陆雪叶抽了抽鼻头 轻横道 他肯定认路不太准 之前两个地点都没有任何痕迹 林明抬手逗弄小家伙 安抚道 不能怪林景前辈 多半是黑山内有变故 你看我们一路走来 黑山实在安静的有些过分了 抖了抖雪白的尖耳朵 小家伙说 安静最可怕了 一般这种情况 都是有很强很强的怪物 如果不是明哥在身边 我转身就跑了 你可是太古一种 这么胆小 真的好吗 林明吐槽一句 陆雪叶吐出小舌头 掠掠两下 这时 极远处传来一声暴鸣 轰隆隆隆 小家伙速速抖动 撑起身体 雪白毛发耸立 林明微微皱眉 双目向极远处跳望 然而 他的双目没有特殊神意 观自神闻的心眼 映照范围虽然有所提升 但只有二十张的可视范围 单论远跳 还比不上他的目力 抓稳了 我要加速了 林明拍了拍小家伙的尾巴 小家伙嗡了一声 四肢趴伏下去 扣紧林明尖头 下一秒 林明发动素字神闻的神速特效 咻 咻 咻 他在树林中飞快穿行 每一次脚步落下 必然在地面或者树干留下身有寸许的足印 这样暴力的加速 带来的是速度上的飞跃 他每一步跨越的距离 几乎都有七八丈 很快就抵达了暴鸣传来的地方 没有人 只有一些打斗残留的痕迹 或许嗜血菩提鬼 已经开始袭击人类舞者 林明轻声说道 小家伙窜下他的肩头 冲到地面上 嗅了嗅某滩血迹的味道 有我姐的气味 陆雪叶趴伏更近 鼻头几乎触及血迹表面 深深一口气吸入身体 他又抬起脑袋 有点疑惑地摆了摆尾巴 不对 好像不是 只是有些相似 这时 林明说也可能是学姐身边的人 雅飞姐和吴生姐 身手都很强 应该不会轻易受伤 多半是他身边的玄文书院学妹们 小家伙人立起来 两只钱找来回妈撒 有点像 不再是幽绿色 而是不祥的黑色 只是偶尔掠起一道水波般的碧绿光纹 一眼看去 所有的树木无一例外 仿佛是被某种不祥生物腐化 或者感染了 追 小家伙回到林明尖头 林明一路飞奔 这一次不仅仅是用上了素字神文 还有粒字神文 神速 神力双重叠加 充分发挥物理公式 粒等于质量和加速度的乘机相乘 这一次 不仅仅是用上了素字神文 这时候 林明每一次落脚 几乎会在地面上 爆开一个脸盆大小的坑洞 地面还会形成蜘蛛网状的军裂痕迹 他换来的是极致的速度 人如飞剑 白衣如魅 快 快到了不可思议的快 换作没有洗练肉身之前的他 根本无法承受这个速度 小家伙也是一样 多亏两次洗练肉身 这时候的小家伙 甚至还有余力 三只爪子 扣住林林肩膀衣服的同时 抬起一只前肘 不断地给林明指出方向 很快 他俩追上了前方的生灵 入目所见的是混战 总共有三方人马 其中之一不是人类 浑身肌肉骨胀 大概是成年男子的一 五倍身高 然而肌肤在光的透射下 却仿佛幽灵一般 他们通体惨绿色 唯有心脏和双目心红无比 更诡异的就是 他们的心脏是外露的 嗜血菩提鬼 林明认出了这些怪物 然而 另外两方都是人类 一边是青叶城的城防军 还有几位穿着俄黄一群的玄文书院学妹 另外一边 人人用剑或者背负在身后 或者夸在腰间 或者携带剑侠 他们身着黑白相见的制式长袍 每一个人的心口 绣着一柄小剑 这是玄文剑院的标志 林明微微皱眉 停在三方混战的不远处 然而 他来时的声势过于浩大 早就有人注意到了他 不过 三方的混战没有停止 住手 大敌当前 身为人类舞者不共同御敌 居然还相互杀法 你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林明呵斥出声 然而 人类双方依旧继续厮杀 似乎根本没有听到他说话 巴一子一扣 这时 青皮红眼的嗜血菩提鬼中 走出较为高大的一个 他头上长着独角 两只鬼着拢在胸前 目光细血无比 紧接着 他对着林明呲哑 懦懦 林明听不懂 一时有点猛 弹开双手 他翻起白眼吐槽道 说人话 这时 小家伙人力而起 插着腰 指着对方 阿勒无了瓜 疯狂的激励呱啦之后 小家伙哼了一声 脆了一口唾沫 对面 头顶独角的嗜血菩提鬼面皮狂抽 吴老吴老 有吴老 他一边咆哮 一边拍击自己的胸膛 那颗心红的心脏凝聚更多红光 周围 另外四十八只嗜血菩提鬼躁动起来 有的疯狂拍击地面 有的来回在地面跳跃 他们发出共同的呼喊声 龙塔卡拉呼哈 林明 什么鬼下花现 你刚才对他们说了什么? 没说什么呀 他们骂你 我就骂回去 小家伙理直气壮 雪白常委摆了摆 还有妖公的意思 你会他们的语言 林明眨眼 轻咧嘴角 小家伙挠了挠头 这是我的家乡话 但他们说的不标准 像是土包子 说到这里 小家伙一瞥脸 再次看向嗜血菩提鬼 摆出最具侮辱性的姿势 吐 铃 吐别袍子 小家伙嘲讽道 这句我听得懂 林明挑眉 实笑出声 噗嘶 也不知道 到底是小家伙的嘲讽力度太猛 还是林明的笑声有魔性 嗜血菩提鬼们癫狂了 发疯般累积自己的心脏 强行让彼此的心跳频率一致 噗通 噗通 似乎是某种群体大招 然而 林明嘴角微先 拿出碎星黑金 让我见识一下你们的勇气 看到碎星黑金 嗜血菩提鬼感受到本能的克制 心跳时打实地露了三排 为首的独角嗜血菩提鬼 眼底流露出一丝恐惧 慌忙抬起两只手 一只挡在自己胸口 遮蔽星红的心脏 另一只不断挥动 他在发号施令 让自己的同伴 注意防备林明手上的东西 其余的四十八只嗜血菩提鬼 齐刷刷后退 学着他用鬼爪捂住胸膛 不让星红色的心脏暴露在外 下一秒 恐惧使得他们爆发了本能的冲动 嗜血菩提鬼成群结队冲向林明 这时 林明右手扶着金贤剑柄 清裂嘴唇 死 他的牙齿缝隙渗出白气 火之呼吸 体内灵气疯狂运转 眨眼间窜遍全身 与此同时 小家伙使用水之呼吸 呼 吸 呼呼呼 吸吸 他口鼻间同样有某种特殊的频率 脑袋上飘起两柄小波浪锤 锤体与小家伙除掉雪白肠尾后的身躯差不多长 通体缭绕淡蓝色的水色微光 微光中 偶尔凝聚几枚冰茶 又在眨眼间破碎消散 这时 四十九只嗜血菩提鬼包围林明和小家伙 里三层 外三层 林明嘴角微微掀起 金贤剑悍然出窍 坑瓮 他踏出剑部 左脚落地时 金贤剑斜斩而出 镜花水月第二行 圆月 这是专门应付群工的拔剑术 在他挥剑之中 仿佛有一道火红的圆月自平地生起 最靠近林明的五只嗜血菩提鬼倒飞出去 砸在后续涌上来的嗜血菩提鬼身上 紧接着 镜花水月的第二段伤害到来 剑气爆发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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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只嗜血菩提鬼浑身遍布剑痕 瞬间重伤 连带着 其他挨着的嗜血菩提鬼也受了伤 伤口还带着灼热的火焰气息 嗜血菩提鬼卧倒哀嚎 独角嗜血菩提鬼皱起眉头 登登登退后竖步 侧脱呀点 他大喊一声 其余嗜血菩提鬼纷纷后退 这时 小家伙的两柄小波浪垂透 裹挟着冰茬来 碰 碰 又砸倒两只嗜血菩提鬼 独角嗜血菩提鬼嗷吼一声 张开双臂 爆发浑身上下所有的凶利之气 灵明嘴角微先 等的就是这一瞬间 他左手大拇指一滑而过 碎形黑金上面 飘出少许粉末 剑字神文在指尖冒起 万物化剑 一粒一粒不比尘土大多少的碎屑 化作飞剑 刷刷刷刷刷 眨眼间 之前受伤的嗜血菩提鬼 以及另外几只嗜血菩提鬼 心脏中剑 他们瞬间化作虚无 只在原地留下一颗颗血菩提 而独角嗜血菩提鬼 得到灵明的特殊招待 金贤剑撩起一朵剑花 掠起几许碎形黑金的粉末 然后笔直定穿独角 嗜血菩提鬼的心脏 一秒 他的身躯溶解成虚无 星红的心脏内转收缩 快速凝聚成血菩提 这些死去的嗜血菩提鬼 一落血菩提 清风飘浮而过 血菩提散发出淡淡的清甜香气 香气吹到四面八方 正在相互厮杀的人们不约而同停止下来 他们互相看着彼此 知道彼此刚才是中了嗜血诅咒 那种感觉实在不好受 明明能够感觉到自己做了什么 但却丝毫无法控制 好在不幸中有个万幸 杀来杀去 他们没有杀死彼此 一个死亡的都没有 然而周围人皆是身负重伤 他们已经没有战斗力 或者唐倒或者贪作 这时 其余的嗜血血菩提鬼向周围逃窜 灵明轻轻扬起碎形黑金的粉尘 然后挥动金贤剑 万物化间特效再次发动 煞时间飞出数十道见光 一只接着一只的嗜血菩提鬼心脏中见 片刻后 四十九只嗜血菩提鬼消失不见 取而代之的只有四十九颗血菩提 小家伙双眼亮晶晶 瞬间化作一道白影 飞快掠过地面上的血菩提 探找 捞入怀中 在探找 动作重复而熟练 不到三秒 小家伙捧着四十九颗血菩提 站在灵明面前的草地上 他昂着脑袋 乃声乃气道 明哥 这东西值不值钱呀 相当值钱 灵明咧嘴一笑 小家伙 哇 那就是大收获 可以吃香喝辣了 灵明笑着点点头 挥手 把血菩提收入纳减 周围 玄文建院 清夜城防军 玄文书院的人不约而同凝视着灵明 他们记住了眼前这位少年的鹦鹉身姿 刚才 众人几乎陷入绝境 他们能够感知到一切 但却控制不了自己的嗜血欲望 恐惧在心中蔓延 嗜血的欲望却愈发浓厚 一开始还能奋出敌我双方 到后面就是非我接敌 只是为了杀戮而杀戮 然而 多亏灵明来得及时 他救下了众人 这时 一位身着玄文建院制式长袍的农眉青年走出来 个头比灵明还要高了大半个头 身后背着圆木色的剑霞 农眉青年躬身行礼 再下见无须 感谢兄台救命之恩 还请说出高姓大名 我玄文建院必定会好好报答 灵明并没有穿着玄文书院的制式长袍 所以对方没有认出来 然而 那几位身着额黄衣裙的玄文书院学妹认出了他 他们都知道 灵明与玄文建院的首席大师姐莫应血结仇 后者更是在玄文建院内放话 要在五院大笔上 把玄文书院所有参与的学子涂露一空 现在 看到玄文建院的人向灵明行礼 他们心中的滋味实在有点复杂 以至于忘了开口说话 就在这时 一位短发少女捂着腹部摔倒在地 鲜血流了一地 灵明第一时间注意到他 对农眉青年歉意一笑 然后快步走到短发少女身旁 建无虚没有因为自己被忽视而愤怒 他只是微微一愣 然后看向蹲在地上 使用玉字神文为短发少女进行疗伤的灵明 心有热血 仗意出手 却又不误虚名 只凭此一点 足见此人胸中意气 定然是值得一交的好拿儿 建无虚嘴角微微翘起 尽力在旁边 观察灵明如何为短发少女疗伤 只不过看了两眼 他心中轻声惊叹道 神奇 这没神文的效果未免太好了点 治疗的过程中 灵明并没有避讳众人 因为他的治疗方式和常人不同 不需要多余的手段 先给短发少女为一颗普通的疗伤丹药 然后 在心眼映照之下 查清少女的伤口 左侧腹部 伤口不算特别深 但是极长 紧接着 玉字神文悬在短发少女腹部 一道一道淡紫色的阴晕流转 很快 少女的伤口愈合 脸色逐渐红润起来 周围人不禁议论起来 哇 这位公子是谁 简直堪称疗伤胜手 厉害啊 既是一名强悍的见者 又是一位人后的医者 而且看年纪还特别年轻 主要是神文啊 你们没有发现吗 神文蕴含紫意 这是货真价实的超脱品杰神文 灵明对周围人的话语 置若网闻 她转头向另外几位 玄文书院的学妹说 她的伤口刚刚愈合 大量失血后 有一段虚弱期 这期间至少派两人照看她 身后背着长枪的少女汗手道 嗯 首席学哥放心 我们明白 听到这句话 周围人先开始有点猛逼 然后 他们逐渐反应过来 某位城防军士兵惊呼 什么 她 她是玄文书院的首席 不对啊 传闻中玄文书院首席之位 始终悬而不绝 周围人对她翻起白眼 你的情报也太之后了 另外一位城防军士兵 拍了拍同伴的肩膀 玄文书院的首席名为灵明 乃是领悟超脱品杰神文的圣人种子 与此同时 玄文建院的人相当尴尬 他们看向灵明 脑海中闪回着对方如同天神降临 然后顺杀49名嗜血菩提鬼的疯子 这人救了他们 但 玄文建院的首席大师姐 莫应雪 发出号令 见灵明必杀之 而且 但凡玄文建院之人 只要与灵明战斗 能够伤灵明 有赏 能够断灵明四肢其一 重赏 能够勤拿灵明 押送到莫应雪面前 可以任意向她提出一个要求 莫应雪 必然用尽自身所有人脉 为其达成目标 玄文建院中学子 你看我我看你 蠢蠢欲动 只不过 他们身上有伤 服下了丹药 还需要时间缓和 而且 灵明刚刚对他们有救命之恩 这时候第一个做出头鸟 以后难免被人说闲话 他们都在等 等等看到底有谁更加忍不住 灵明却连看都没有看他们一眼 只是继续使用玉字神文帮人疗伤 玄文书院的学妹 清夜城防军的将士 一个接一个被她治好 他们沉默无声 站在灵明身旁 随时防备着玄文建院之人 听笑不必理会 我们继续治疗 这时 一位玄文建院的年轻人喊道 他不治疗我玄文建院的人 绝对存有私心 我们应该先下手为强 此话一出 忽然有几人手持长剑 越重而出 他们脸上凶意毕露 有的为了财 有的为了名 还有的就是愚蠢 真的相信灵明想要谋害他们 随着他们出来 更多的玄文建院学子 拔剑出鞘 走向灵明 很快 只有小部分玄文建院学子 面色犹豫 不愿动步 其余大部分玄文建院学子 都做好了准备 他们表情肃杀 凝视灵明 剑 随时可以挥出 就在这时 剑无须站到他们的对立面 狠狠砸下背上的剑侠 碰 剑无须声音低沉而有力 你们干什么 想要对救命恩人出手吗 众玄文建院的学子皱眉 不打 剑无须浑身灵气绽放 一朵剑气莲花 以他为原心生气 他冷声道 知恩不图报 你等也配用剑 玄文建院众人中 一名面目英智的青年冷笑道 剑无须 你又不是玄文建院的首席 横什么 另外一位面上有疤的女子冷笑 敢帮外人 你要当玄文建院的叛徒吗 剑无须浓眉怒横 胆掌拍击剑侠 我只是尊重剑心行事 你们呢 以剑修自居 却连傲骨也无 分不清真正的好坏 这时 一位容貌稚嫩的少年说 可是首席要杀他 建院要杀他 墨家也要杀他 我们和他的立场本来就不同 杀了又能得到好处 为什么不动手 剑无须闭上双目 缓缓吐出浊气 就算他是凌鸣 就算剑院发出必杀令 但我被剑修行事 何时只为逢阴他人了 你等若还自诩剑修 就给老子滚回去 一句话比一句话声音大 到了最后 剑无须的声音几乎是在吼叫 正在为人治疗伤势的凌鸣手掌微顿 心眼观照而去 嘴角浮现一抹笑容 凌鸣心中轻赞 真剑修 真豪杰 反而皇之压迫剑无须 剑无须毫不畏惧 一脚刻在剑侠侧面 碰 剑侠承扇形打开 里面依次排开总共十三把剑 他右手掌轻轻落在其中一柄 眼神分外冷裂 再进三步折 死 最后一字铿锵有力 仿佛金铁交鸣 这时 凌鸣不再继续为人疗伤 身形一晃 白衣翩然的凌鸣与剑无须间并肩站立 你叫剑无须? 凌鸣问 剑无须汗手 是 凌鸣洒然轻笑 我叫凌鸣双目鸣铭记在心的鸣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凌鸣的朋友 可敢 有何不敢? 剑无须嘴角翘起 龙如黑沫的双眉向上扬起 你心中意气斐然 当为良友至交 这时 小家伙探出头 伸了伸爪子 你是鸣哥的朋友 就是我的朋友 剑无须微微一愣 好 下一秒 凌鸣嘴角微先 踏前一步 轻握金贤剑柄 谁来临死? 风声萧瑟 玄文剑院众人一动不动 见识过凌鸣瞬杀四十九只嗜血菩提鬼的威力 没有人愿意第一个面对凌鸣的拔剑术 那一剑风划似锦绣 但是 他们毕竟没有直面 当时陷入厮杀中 对于凌鸣那一剑的感知也不算清晰 只知道一点 很强 但具体有多强 他们并不知道 无知给了他们面对的勇气 片刻的沉默后 玄文剑院众人之中 某位面向老成的男子踏步而出 他平举长剑指着凌鸣 嚣张 你敢 话还没有说完 凌鸣拔剑出鞘 坑 金贤剑掠起一道心愿 那位面向老成的男子什么都没有看清 手中的剑已经断为两截 凌鸣斩的不是剑身 而是剑柄 剑锋掠过时 几乎贴着男子握剑的右手 只要向前一动三寸 男子的右手就会随着剑身一起落地 一身冷汗 他松开手掌 骇然后退 撞在某位同窗的胸口 你 你的剑不对剑 众人齐刷刷看向地面上的剑身 豁口平滑 宛如利刃切豆腐 眼瞳微惊 他们转移目光 统统落在金贤剑的剑身上 通体漆黑 看起来平平无奇 这是什么等级的魂兵 凌鸣撇嘴冷笑 根本不解释 他剑锋斜掠向下 刷 地面上出现一道清晰可见的剑痕 长约一丈 凌鸣审笑一声 过此剑痕者 死 玄文剑院属于清明州最为拔剑的大势力 从来都只有他们威胁别人 什么时候受过这份气 不能忍 吭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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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拔剑声不绝于耳 他们再也不多言语 沉默着 一步步走向凌鸣 这时 剑无须皆探一声 连彼此间的差距都看不出来 你们也太无知了 话语一动 他向凌鸣递出一个眼神 这是不希望我动手 凌鸣心中了然 汗手回忆 剑无须浓眉上扬 眼底绽放一抹笑意 行道 难得 凌鸣兄弟没有那些世家公子的毛病 能体恤他人难处 他身为玄文剑院的人 在立场上来说 还是希望剑院的人不要作死 如果实在要作死 那最好是面对自己 而不是凌鸣 剑无须修为更高 剑心更通透 在被嗜血菩提鬼影响的情况下 他依旧能够洞察到凌鸣的剑招 进华水月第二行 圆月 那拔剑一盏中蕴含的是 绝不后退的豪情义气 虽千万人 凌鸣一样不惧 这样的剑招 这样的剑者 出剑一定会分外销炼 分胜负一分生死 与他温文尔雅 看似平和的外表完全不一致 所以 剑无须出剑对付玄文剑院之人 一定程度上 算是保住同窗之人的性命 凌鸣也体谅他的难处 让他出手 这更进一步加强了两人的友谊 剑无须嘴角微微翘起 单手拂袖 暮色剑侠中 飞出三柄剑 一者宽 一者窄 一者双刃 带有几尺 刷 三柄剑破空而去 剑无须紧随其后 眼看他即将与玄文剑院之人交锋 天上响起一道冷冽如霜的女子声音 鬼 声音落下 一柄通体双寒 犹如寒冰构筑的淡蓝之剑从天而降 他速度极快 仿佛带着冰寒世间的双雪降临 剑位置 地面已经吹拂冷风 呼呼呼 剑无须脸色大变 停住脚步 以契机牵引身前的三柄剑 他反掌按下 契机一挑 三柄剑同时指向高天 咻 三剑上冲 与那柄双寒之剑撞击 没有轰隆隆的响声 也没有金铁交鸣的响声 有的仅仅是死剑 三剑根本无法接近双寒之剑 化作三坨冰块 坠落地面 剑无须浓眉骤然凝起 大喝道 莫应雪 八一中文网 话语落下 他身后的剑侠猛烈颤动 哄 再剑无须头顶凝聚山岳之意 灵明眼眸微凝 心眼映照下 看到了两者细致的交锋 双寒之意 山岳之意 这是剑意 前者从天而来 仿佛冷漠的神女 神伐世间万物 后者掘地而起 犹如剑意的大山 不为所动 剑无须的剑意笼罩下 最开始被冰冻的三柄剑破开冰霜 下一秒 十三剑合而为一 坑 坑 坑 连续响动后 他双手合十 握住一柄庞大而厚重的板齿巨剑 笔直朝向天空 这时 墨硬血从天上落下 他的速度极快 一脚踩在双寒之剑的剑手 翁 冰雪构筑的双寒之剑 顿时加速向下 两柄剑剑间相对 气急爆发 剑意 剑气肆虐十方 方圆十丈之内 少有人胆敢停留 玄文剑院的 玄文书院的 清夜城城防军的 众人接后退 他们没有想过 原来断体径的战斗 可以这么强 不过 没有停顿太久 在两者剑意笼罩的范围外 双方再次相互攻杀 这一次 不是出于嗜血菩提鬼的诅咒效果 而是自我的选择 外界的拼杀 操乱而分杂 林明却心无旁骛 站在原地不动 这里 几乎算是两者剑意爆发的中心 剑意 剑气犹如钢锋 分外刺骨 小家伙扒拉在林明肩头 默默守护着他的明歌 而林明 他看到了自己还未触及的领域 剑意 凝聚剑字神文让他得以称为剑道天才 但在见识过学姐葛清皇之后 他意识到自己在剑之一道上还有致命的弱点 时间太短 满打满算 从凝聚神文的当晚到现在 他修剑的时间还不足一个月 而那些真正一心修剑的舞者呢? 一年 三年 五年 甚至十年 那都不叫事 剑意已经是他们生活中的一部分 剑意就在他们的心间 现在 有机会亲眼看到两名断体精的同辈年轻人 比拼剑意 对于林明的意义相当大 如痴如醉 他全副身心投入其中 肉眼 心眼 耳朵 五感六十 无所不用其极 急速吸收着两人的剑一致精粹 逐渐的 林明入神疾身 眉心飘出一枚神文 剑 紫色光芒照耀石方 仿佛有一轮紫阳生气 剑无须哈哈大笑 由衷地为刚刚结交的有人开心 林明兄弟神文无双 紫色的剑字神文实乃在下平生锦剑 一旦领悟剑意 来日必称绝世剑者 这时 莫应血冷哼一声 想要领悟剑意 问过我了吗 他分身画影双手一分 双寒之剑瞬间分成无数薄片 层层叠叠不下数百 紧接着 那些剑形薄片分出大半 化作落剑冰语 脚相林明 小心 剑无须出声提醒 然而他修为战力逊色 莫应血半愁 此刻无力分心 无法前去拦截 就在这时 小家伙站到林明头顶 坏女人 你想要害明哥 问过我没有 言罢 他全力运转水之呼吸 双爪向上拖举 两柄波浪小锤 飘在爪心上方 哈哈 小家伙微微张开嘴 仰头吐出一挂白气 紧接着 两柄波浪小锤随之飞起 一道倒水色轻波 从波浪小锤中荡漾出来 很快两柄半虚半实的保护伞 凝聚在半空中 这时 莫应血招来的双寒剑雨落下 砍 砍 砍 双寒剑雨声势浩大 却无法穿透小家伙照出来的流水保护伞 而且 他也能够操控冰霜 双寒剑雨落下后 反而化作了保护伞的一部分 冥结成霜 不多时 巨大的寒冰保护伞愈发厚实 双寒剑雨无法伤害灵明分毫 灵明双目出神 毛子中仿佛有盗悬剑山在伏在沉 到底什么是剑野 他好像想通透了 却又仿佛什么都不知道 这时候 脑子里的信息分杂混乱 时而浮现出葛青皇一丝不苟的拔剑术 时而飘过眼前两人剑衣对撞的火花 就差灵门一脚 灵明便可以得到属于自己的剑衣 届时 他的战斗力至少还能提升三成 如果领悟的剑衣特殊 或者还会有特殊效果 就在这时 墨印雪双手合十 青土丹字 动 一股股冷冽的寒气轰然砸下 保护伞无法形成有效的阻挡 很快 寒气笼罩了小家伙和灵明 陆雪叶人立起来 两只小爪急速挥舞 形成一片漫天而起的影 呼呼呼呼 他的口鼻晕转水至呼吸 两个小小的鼻孔仿佛化作两道水龙卷 倒卷吸气 所有的冷冽寒气通通被他吸收 冷 彻骨的冷 哪怕是习惯了水与冰的天水雪雕也遭不住 他毛发上闪着不属于自己的冰屑 动作变得迟缓无比 与此同时 墨印雪身形在原地消失 剑无须脸色微变 急忙奋出右手 猛然一扯 厚重的板齿巨剑分开两半 眨眼尖化作两柄十字剑 这时 一道剑鸣声在剑无须耳盼响起 他急速后养身躯 手中双剑回卷 架起一个异字 剑不容发之际 他挡住了墨印雪斩下的寒冰剑 当 金铁骄明的响声刺耳 剑无须受到干扰 看准时机 墨印雪左手反握寒冰单风剑 悬身斜撩 是 剑刃入肉半寸 剑无须左手弃剑 一把抓住寒冰单风剑不让伤口继续扩大 然而 肋部剑伤传来渗入骨髓的冰寒 他的脸瞬间煞白 哼 蒙咬牙齿 剑无须硬挺着 这时 墨印雪伸出另一只手 掐住剑无须另一只手的脉门 他冷声道 明知灵明和我有沙地之仇 为何帮他 救命之恩 难道不用还的 剑无须眼底闪耀成黄光芒 下一秒 他的剑侠便行为一柄狭长的剑 笔直飞来 第十四剑 这是他专门为墨印雪准备的剑招 本来是想在挑战首席之位时使用 你以为自己的剑招瞒得过我 墨印雪冷笑 修长的大腿向后撩起 一道寒冰之剑凭空诞生 向上撩斩剑无须的第十四剑 吭呛 寒冰之剑破碎 第十四剑也没了迅猛前冲的速度 墨印雪彻步悬伸 贴着第十四剑的剑身向后退了三步 然后 他探手握住第十四剑的剑柄 挺剑向前 剑无须双手合十 夹住剑锋向右边施加力道 下一秒 第十四剑穿透他的右侧肩胛骨 噗 墨印雪咧嘴一笑 这都没死 你还不算差 顿了顿 他眼底闪过酷烈的寒意 正要再次出手 这时 梁柄小波浪锤一前一后飞来 哎是 墨印雪皱眉 松开第十四剑 抬起肘部猛颈 力的作用下 此剑如杠杆 剑刃再剑无须胸膛 划过一道横向伤口 剑无须一边后退 一边泄力 不让剑刃伤及心脏 但是 这一剑足以让他失去战斗力 涓涓鲜血狂勇 横流一地 他向后亮腔瘫倒 这时 墨印雪倾起唇齿 轻呼道 双霄 话语落下 一道清脆剑鸣响起 蹭 他吐气如虹 一颗深蓝剑丸飞速射出 咻 剑丸如影 飞掠空中 砰砰两下 急在波浪小锤上 梁柄小锤头 仿佛失去了魂 摔落在地上 波浪小锤是小家伙的魂兵 与他有心魂连接 于是 他压了一声 嘴角渗出鲜血 这时 凌鸣双目缓缓凝聚神采 他身上的剑一蓬勃而起 始终都插得那灵门一角 在这一刻出现了 凌鸣脑海中 仿佛过了一道雷电 心眼印照着周遭一切 剑无须身受重伤 小家伙嘴角的鲜红 分外扎眼 这一幕刺激到凌鸣 凌鸣身上的剑气与紫光融合为一 他仿佛化身为绝世剑修 紫气浩荡三千脸 紧接着 凌鸣长笑一声 金弦剑应声出鞘 坑问 他握住剑柄 火之呼吸在口鼻间缭绕 金弦剑身充斥着橙红色的闪电纹路 来 用你是剑 凌鸣化作一道紫色流光 冲向墨硬血 何为剑意 凌鸣脑海中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他的剑意叫什么名字 他也不知道 八一Z扣 他只是在这一刻凝聚自己全部惊奇神 灌注到金弦剑内 双目一顺不顺 凝视着墨硬血 凌鸣冲刺速度加到最快 火之呼吸 神力加持 神速加持 三者合一 凝聚出这剑裂一剑 一往无前 感受到了凌鸣这一剑的威力 墨硬血眼瞳微动 左手竖起剑剑 只摆在胸前 双削剑丸 飞速攻击凌鸣 然而 鸣鸣的身形瞬间隐去 气息也消失无踪 引自神文特效 隐秘身形 隐秘气息 这是什么神文 墨硬血心中惊诧 不过 哪怕凌鸣战斗风格的突然切换 他也没有半点时宜 双脚猛然点地 碰 地面军裂 他向后暴退而去 这时 一道剑锋刮向墨硬血的脖梗 他浑身上下汗毛竖起 体内灵气急速窜动 刹那之间 薄薄的寒冰在他的肌肤上面遍布 尤其是脖梗处 仿佛多了一层冰霜铠甲 然而 意料之中的碰撞没有出现 凌鸣处在身形隐秘 气息隐秘的特效中 他手腕微微一压 惊弦剑顿时向下崩了崩 剑尖指向墨硬血的心口 凌鸣根本不客气 这一剑就要取他性命 墨硬血身为玄文剑院的首席 实战经验无比丰富 虽然双目看不见凌鸣 气息也感知不到凌鸣 但是还有声音 双眸冰寒 耳朵微微抖动 他辨认出凌鸣的具体攻击方向 嘴角勾起一抹冷冽的弧度 抬起双臂挡在胸前 这时 他小臂外侧浮现冰霜凝结的剑人 墨硬血用力向外一推 一字形的冰霜剑气飞射出去 凌鸣不闪不避 愿由剑气攻击而来 手中的金弦剑也不去挡 反而划过一个奇异的角度 直接对准墨硬血的眉心 一伤换命 凌鸣穿着血银丝软甲 几乎有十成把握不死 墨硬血根本就没有意料到 凌鸣战斗风格这么刚烈 在这瞬间落了下风 金弦剑抵住他的眉心 入内半毫 已经破开了皮肤以及头骨 这时 凌鸣的身形逐渐浮现出来 两道寒冰剑气被血银丝软甲 和他的护身灵气化解化解 却也让他后退了两三步 正是因为这一点 凌鸣没有秒杀墨硬血 有点遗憾 凌鸣摇了摇头 没有急着追击 墨硬血站定在树杖外 冷着脸看向凌鸣 这时 凌鸣笑道 盛鸣之下 其实难服 看来麒麟榜上的第九也不怎么样 墨硬血眉心滑落鲜血 顺着鼻梁向下一直流 他没有去擦拭鲜血 直勾勾盯着凌鸣 好 你很好 居然能够伤到我 不远处 剑无须瘫坐在地 嘴巴张得老大 仿佛能够塞下一颗额蛋 凌鸣兄弟太强了吧 这时 凌鸣对墨硬血说 你还不差 居然没有死 噗哈哈哈哈 剑无须笑出了声 之前墨硬血对剑无须说了类似的话语 现在凌鸣反送回去 这是在帮他出气 剑无须嘴角咧开 收不住 旁边 陆雪叶举起小爪爪 笑了笑 看吧 我家明哥超级优秀的 剑无须白了他一眼 附和道 嗯 优秀 这时墨硬血深吸一口气 脸上展露笑容 灿烂至极 但声音冷冽如炎苦寒冬 这么多年以来 我墨硬血还是第一次感觉到被人轻视 你凌鸣 真有种 我当然有种 怎么 你还想试试 凌鸣调侃道 墨硬血与色 周围人纷纷无语 这是赤果果的调戏吧 玄文剑院首席学姐被当众调戏了 凌鸣耸耸肩 又说 我不是轻视你 只是说实话 不过看来 你没什么自知之明 墨硬血轻咬银鸦 呵呵 我没有自知之明 你凭借几乎偷袭的技巧都杀不了我 到底孰强孰弱 林明胆了胆胸口 微微抬起金弦剑 你受伤 我没事 很明显 这一刻我抢你弱 墨硬血 弱 自从席剑以来 从来没有人把这个形容词加在墨硬血身上 他怒了 怒到极致 我不会再给你出第二剑的机会 言罢 墨硬血抬起手 狠狠抹了一把眉心血迹 手背触碰伤口 相当的疼 对他而言堪称刻骨铭心 就是这道剑痕 几乎要了他的命 众目睽睽之下 当着剑院学子的面 身为剑院首席 他却差点被人秒了 这是何等的奇耻大辱 再加上林明斩杀他的弟弟墨玄姬 心仇加旧恨 墨硬血眼底满是仇恨 他舔了舔滑落到上嘴唇的鲜血 紧接着一道寒霜之兵封锁住伤口 那向下流淌的血液被冻成兵线 他轻轻摘下血液兵线 灵气震荡兵线化作激粉 同境界都没有人能够伤到我 而你断体的层次至少比我低了两层 却险些要了我的命 墨硬血指了指自己的眉心 脸上笑容不在 他周身灵气压力激增 身体周围的尘埃不断颤动 修长的玉腿下 一丈方圆的地面寸寸军裂 紧接着他冲向林明 剑丸先行一步 修 林明抬剑一条 荡 双削剑丸倒飞出去 然而 墨硬血已经临近林明身前三寸 踏不冲长 掌风笼罩处 寒冰气息瞬间绽放 墨硬血唇齿稀动 捏如道 既冬灭却掌 很快 地面的枯草与土石覆盖了冰霜 那种让人冻入骨髓 即将化作冰雕的感觉笼罩林明 林明急速运转火之呼吸 一股炎阳火翼由内耳外扩散 随后他的剑意汹涌冲出 他仿佛化为一座喷发的火山 剑意剑气炽裂如流言 冰冻感瞬间消散 林明挥动金弦剑横斩而过 这时墨硬血心中诧异 摸不清楚林明的剑意是什么 但他不能想太多 直接栖身而上 两手夹住金弦剑 双削剑丸绕圆弘弧 直接撞向林明后脑 心眼洞察下 剑丸轨迹清晰无比 林明瞥头让过剑丸 然后张开嘴巴吐出一挂白气 如见 四剑笔直冲向墨硬血的山中穴 墨硬血冷笑 晃身避过 然后继续贴近林明 他时而出掌 时而扫腿 看起来完全不像剑修 然而 双削剑丸搭配他的攻击 其实特别有压迫力 林明看似轻松 实则是在刀锋之上起舞 两人对拼持续了半刻钟 墨硬血九弓不下 心中杀鸡愈发沉鸣 他是断体静大圆满 林明却还不到断体静大成 两者看似在同一个境界 但实际上 武者在断体静战斗力跨度非常大 断体静大圆满后 浑身统合为一 一举一动皆有龙虎之力 按道理说 不到断体大成的武者 应该连一拳头都戒不下 然而 林明的表现堪称异类 他不仅接下 而且看起来并不吃力 足以证明 林明天资妖念 既然与之为敌 必须雷霆手段灭杀 不给他丝毫成长的机会 念及于此 墨硬血眼眸一寒 抬手一招 双削剑丸飞入他掌心 墨硬血两手相合 一上一下 掌心相对 双手向相反方向一抹 剑丸顿时变成冰剑 他握住剑柄 轻轻一挥 剑身挥洒大片的冷凝寒雾 这些雾气很快形成一道 冰蓝色的圆圈雾墙 把林明和墨硬血囊扑在其中 明哥 小家伙惊讶一声 扑到冰蓝色的雾气墙体上 碰 他撞击上去 雾气墙体瞬间变得冰凉坚硬 小家伙被反弹回来 捂着脑袋上鼓起了小包 他手脚慌乱 神色充满了焦急 这时 剑无须说 先不要这么着急 林明兄弟在里面还没问题 他抬起手指 指尖释放出一条零气丝线 小家伙循着零气丝线看过去 指尖那一道寒冰雾墙 渐渐变得透明而清晰 林明的身影在其中清晰可见 看着林明和墨硬血 一朝一世来来往往 小家伙一惊一炸 比林明还要着急 哇哇 明哥再和坏女人打斗 躲开躲开 快 踹他一脚 对对对 闪到他身后 片刻后 小家伙感慨道 坏女人好强呀 当然强呀 他可是玄文贱人的首席 剑无须鸣嘴轻笑 伸手想去摸小家伙的脑袋 小家伙轻巧躲避过去 吐了吐舌头 才不让你摸 哼哼哼 再强都没有我明哥强 比他的境界低 照样能打他 要是同一个境界 分分钟碾压 剑无须愣了愣神 心中不得不承认 小家伙说的很有道理 林明兄弟 绝对是个当之无愧的狠人 自己结交的 这位新朋友 超强的 就在这时 寒冰雾墙之内 莫应学冷笑一声 是时候送你上路了 林明你的确不错 但千不该万不该 你不该杀了我弟弟 言语落地 他把剑比在胸前 剑尖竖直朝上 双削剑笑影天寒 他举起手中 那仿佛万载寒冰所画的长剑 随后 他轻飘飘递出一剑 轰隆隆隆隆隆 剑尸笼罩着林明 周围空气迅速凝结 林明的身体 步伐越发迟缓 又来 他剑眉微扬 无名剑一再次荡起 紧接着火之呼吸 在胸肺之间鼓动 呼吸 林明浑身暖意昂扬 但却突然感受到 一股气急的锁定 紧接着 寒冰雾墙寸寸破碎 坍塌 化作雾气长龙 八一Z扣 莫应血递出的那一剑 融合了雾气长龙 煞时间 超级长剑 来不及惊讶 林明归剑入鞘 准备用自己最强的攻击 净花水月对拼 他为什么不逃 因为完全不能逃跑 而且周围的雾气长龙相当诡异 居然把周围的所有灵气聚拢起来 这一剑根本不应该属于断体径 周围人目瞪口呆 呆愣愣看着这一剑 某玄文剑院的学子呼喊道 好啊 这是首席学姐最强的一剑 但凡面对这一剑的人都死了 旁边同伴拍了他一掌 你傻逼啊 高兴个屁 这一剑下去 灵明必死无疑 那和我们有什么关系 首席承诺的好处 我们半点分润不到 先前那位学子 他的心忽然好痛 这一刻 很多玄文剑院的学子 又突然希望灵明更强 至少能够撑住这一剑 只有这样 他们才有可能在后续的追杀中占便宜 实际到手的实惠 才是他们想要的 然而 看到这一剑出来 但凡在场的玄文剑院学子 除了剑无虚 其他人都认定 灵明必死无疑 双削剑效尹天寒 这招剑技 根本不是清明州的招式 此乃天元周墨家的不传之秘 由于墨应学实在太妖念 早早就被天元周墨家少主选中 定下婚约 剑技双削剑效尹天寒就是聘礼之一 墨应学嘴角微先 眼底深寒 心道 就算你再如何妖念 面对这无法闪避的一剑 也是必死无疑 没错 外人都不知道 双削剑效尹天寒最强的一个特效 就是无法闪避 只要灵明想着逃跑 那么必定被一剑碎成冰渣 所以 灵明的选择完全正确 但他浑身不由自主升起鸡皮疙瘩 那是身体的反应 仿佛内心中有另外一个 他正在不断低语 不能挡 挡不住 不能挡 挡不住 心念烦乱最不可取 灵明咬破舌尖 眉心生疼 镜子神闻 煞世间 心如止水 他闭上双目 心眼洞穿下 看到了一条若有若无的死线 其中一端连接着金弦剑 另外一端向着墨硬血飘去 然而 那丝线无法接近墨硬血的身体 仿佛有某种无形避障 阻隔了查探 找不到墨硬血的破绽 最多还有一秒 灵明就要独自面对这一剑 必死 然而 面对绝境 灵明的心依旧不乱 或许是镜子神闻发挥功效 或许是到了某种奇异的时刻 他知道自己必须面对 哪怕是必死之境 也要踏出充满生命希望的一步 绝不能放弃 撞破南墙也不回头 这时 一道白影掠空而来 站到了灵明尖头 明哥 咱们一起 灵明闭着双目 剑眉飞扬 笑道 好 一起 紧接着 他俩眉心忽然绽放九色微光 一大一小 两颗水滴状的明月韶华 仿佛让灵明和小家伙 有了某种神秘联系 这时 灵明耳畔想起寂寞无双的声音 夫君 他咬字清晰 语速极快 把明月韶华的另外一种用法解释明白 这时 墨硬雪的剑轰然落下 轰隆隆 一剑双寒 长龙肆虐 仿佛夹杂着无可匹敌的天威 然而 灵明露出洁白的牙齿 齿缝流泻白色气舞 四 火之呼吸 同时间 露雪叶举起双爪 哈 水之呼吸 在明月韶华的链接中 两种呼吸混而为一 彼此轮转 灵明嘴角微微翘起 心中默念 水火寂寂 他的呼吸 其悄然转化为水火呼吸 统领着小家伙的水之呼吸 紧接着 灵明和小家伙的灵气 全束汇聚到金贤剑中 问 此剑有灵 清明声不绝于耳 灵明嘴角微先 拔剑出鞘 一道交织火焰与流水的璀璨见光 骤然升起 拔剑术 净花水月 何之行 双月水火无双 金贤剑与双削剑相撞 剧烈的金铁交明声响起 吭呛 灵明的手臂迅速冻结 从手指到手腕再到手肘 寒气迅猛攀爬 眼看就要吞噬他的身躯 这时 小家伙奋力一息 寒气化作三条螺旋丝线 飞向他的口鼻 他帮灵明化解着席卷身躯的双寒之兵 与此同时 灵明全身心投入在这一箭之中 水火双月凭空升起 一前一后两道剑滑飞斩莫应血 空气中发出滋滋声 就像开水壶刚刚烧满 水蒸气剧烈喷勃 却又在刹那间遇到寒冰 急速冷却下来 这是水火之力与双寒之兵的较量 南风上下 莫应血调动全身灵气 一滴不胜地灌注到双宵剑中 嗡 剑鸣响起 但金弦剑同样不慢 嗡 又一声剑鸣 两柄剑交封处 蹦射出一朵朵细碎烟火 时而火红 时而湛蓝 时而参半胶枝 水气 寒气迅猛扑向周围 带起一阵阵翻滚的环形气浪 周围人看不清楚内部发生的一切 只有少数高手能够凭借特别的感知 察觉到这一招大概率无分胜负 突然 一声暴鸣延迟而来 轰隆 这声音仿佛在众人耳畔乍响 很响亮 甚至于让人耳朵短暂失聪 这时 一道雪白的影子抛飞出来 那是浑身上下毛发沾着冰柴的陆雪叶 他飞出来的那条弧线抛洒出细碎的冰蓝色碎线 碰 小家伙落到剑无须身前 他浑身灵气为敏 雪白的毛发没有了往日的异议光彩 连续喘了两口粗气 陆雪叶站起身来 仰头看向灵明 这时 剑无须的手掌落在他的尾巴上 向后一拉 别急 现在的你状态不好 上去反而容易成为灵明兄弟的弱点 小家伙撇头 尾巴灵活一动 打开剑无须的手掌 傻子虚 你仔细看清楚 明明是我家明哥占便宜 剑无须 顿了顿 他两只眼睛眨巴眨巴 望向雾气渐渐散去的中心地带 一看下一条 血渐渐渐的人 简直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恨不得怀疑有人给他们施加了幻术 此时 灵明和墨硬雪滚在地上 反复扭打 两人毫无高手风范 就像是混混打架一样 一会儿你骑着我 一会儿我搅着你 什么招式下三滥 就得用什么 为啥 那是人体本能的弱点所在 灵明对着墨硬雪 来一招黑虎掏心 墨硬雪 就对着灵明干一记猴子偷偷 都是对方最敏感的部位之一 两人总会在第一时间进行变招 这时 两人比拼的根本不是5G 而是单纯的体力 再加上刚才的对剑消耗了各自的全部灵气 以及周围小范围内的所有灵气 在无法吞服单要补充灵气的状态下 灵明和墨硬雪的身体中的灵气暂时枯竭 碰 碰碰 碰碰 两人全来矫枉 看似难分上下 但墨硬雪非常不适应 他的战斗从来都是一箭出 敌手面最次也是各自双脚占地 打得有来有回 然而 被灵明拖在地面上 几乎是躺着干架 还当着众人的面 饶是他习惯冷若冰霜 也难以不产生顾虑 要知道 他现在顶着天元周墨家少主未婚妻的名头 这种战斗实在不太雅观 战斗时还敢分心 你说了 灵明嘴角微先 一膝盖顶在墨硬雪后腰 墨硬雪吃痛 向后肘肌 却不料 这一下早就在灵明的预判中 他两手一脚 把墨硬雪的手臂反向按到身后 然后猛地翻身压在墨硬雪身上 一个膝盖跪地 灵明把自己全身重量砸在墨硬雪身上 咔嚓 他的臂膀关节处传来脱节声 脸色漠然沙白 剧烈的疼痛相当陌生 但他猛然咬牙 一狠心 强行扭过身体 把原先面朝下 背朝上 只能被动承受灵明攻击的姿势扭转成面朝上 背朝下 能够简单防御灵明的攻击的姿势 左臂暂时废掉 右臂护住头脸 双削剑丸和惊弦剑落在不远处 墨硬雪无可奈何 只能承受灵明的拳头狂殴 剑无须咕噜眼下唾沫 灵明兄弟未免太猛了 墨硬雪可是特殊体质 斗战玄体 最擅长肉身搏斗 他怎么会在肉身搏斗上压着墨硬雪打 小家伙咧嘴一笑 因为他是明哥呀 猛得一塌糊涂 当然打得过 剑无须翻起白眼 不想和陆雪叶说话 他若是一个现代人 就会狠狠吐槽他 脑残粉 这时 玄文剑院的人忍不住了 自家首席挨揍 而且完全处于下风 被人气着狂殴 八一中文网 这 无法用言语形容 他们想要冲上去 可是 旁边的清夜城城房君 以及玄文剑院的学妹们不答应 周围人再次乱斗起来 刀剑拼杀声响起 时不时 还有玄文剑院的雪子冲向墨硬雪 救下首席 首席有危难 快援护 诸如此类话语 从他们口中蹦跋出来 文言 墨硬雪浑身都在颤抖 心中第一次认知到自己的弱 很弱很弱 需要别人来救 太弱太弱 根本无法还手 他在方寸之间拼命闪避 防御 眼睛盯着灵明 他要把这如神似魔 下手毫不留情的男子铭记于心 平生第一次 他体会到了自身的弱势 哪怕在年幼时前往天元州墨家 见到那位墨家少主 他也从未在心底生出类似感受 灵明不知道他的心路历程 他只是要用拳头生生打杀他 敢让他的朋友受伤 尤其是敢让一直像个小开心骨的小家伙受伤 这绝不能忍 小家伙嘴角流了一抹血 灵明就要让墨硬雪口中鲜血涌动如拳 碰 碰碰 碰碰碰 拳拳入肉 疼在身上 磕在心中墨硬雪咬碎银牙 苦苦寻觅反击的机会 然而 灵明绝不给他这个机会 九手必施 墨硬雪喉咙 呛出大口大口鲜血 血水溅落在脸上 踏碎了他的高傲 他用血水淹没的咽喉 发出不太清晰的低沉声音 灵明 我与你不共戴天 今日就算灵阵突破 伤了未来大道根基 我也要杀你 言罢 墨硬雪用悄然积蓄起来的少许灵气 冲击妙物进关卡 他的气息变得躁动不稳 仿佛逐渐升温的高压炉 灵明眼底一寒 下手的力度更加狠了 然而 墨硬雪的突破 居然会让身体凝结一层冰霜 看似薄薄一层 实则渐如万载寒冰 只凭肉身无法击破 必须用兵器 灵明侧面伸手 一招 金弦剑嗡嗡鸣冻 下一秒 剑洞飘向灵明 然而 灵幕中一道更快的飞剑比之西沙儿来 铿呛 巴掌大小的麦黄色飞剑撞开金弦剑 力度不减分毫 直奔灵明脖梗 明哥 小心 小家伙想要扑出去 然而这一剑实在太快 他甚至连话都只能在心里面默念 剑无须引动剑侠 其中最轻最快的细剑飞出半寸 但 根本来不及 很快 那柄飞剑掠空而至 小家伙揪紧了心 四肢扑出 腾起半空 这时 灵明发动神速 神力双重特效爆发 用力 地面均裂 向下凹陷三寸 飞剑贴着灵明的雀尾关过 他轻轻歪了歪脖梗 旋即感受到 身体下面的墨硬血不再老实 突破中止 寒霜冰雪瞬间凝结收缩 汇聚到墨硬血的口中 他轻轻张开嘴巴 扎 一挂冰蓝色气剑直扑灵明面门 灵明微微皱眉 偏过头让开气剑 左手一掌狠狠拍击墨硬血胸口 碰 地面再次军裂 墨硬血口吐鲜血 犹如喷泉 他眼眸冰寒 猛然一咬舌剑 凌空喷洒的血液骤然化作一道血剑 飞射灵明双目 同时 那柄偷袭而来的飞剑绕过一个小圈 斩向灵明手臂 继续压制墨硬血 必然遭受重创 灵明剑眉上扬 翻身而起 半空中 他左手掌挡在面门 震散血剑 右手凝聚身体中最后的灵气 伸手虚握 金弦剑感受到牵引 轻鸣着飙射而来 握住剑柄 灵明挥动轻风 吭呛 飞剑与金弦剑撞击 前者倒飞出去 却飞出一道细小的青草色流光 咻 灵明右臂中招 一根拇指长短的细小竹剑插在灵明小臂 很快 竹剑化作轻器 顺着伤口 没入灵明手臂 灵明脸色微变 急忙用指甲划过伤口 他想要放出毒血 但却没有看到伤口的毒性 这时 一位身着玄文剑院服饰的男子 从树林中走出来 他戴着青色的竹叶面具 只露出嘴巴部分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玄文剑院的那位学子墨九 他来自天元州墨家 并非墨家血统 只是从小被墨家培养并赐予姓氏 待在清明州墨家 只有一个任务 保护并且监视墨应血 眼下 墨应血与其他男子有了肢体接触 而且还是众目睽睽之下 这对于天元州墨家来说 对那位少主来说 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过 如果 他不能杀掉灵明 等待的将是彼死更残酷的未来 一步一步走到墨应血面前 他抱拳低头 属下来迟还请少奶奶见谅 墨应血冷着脸不说话 拿出一颗丹药放入口中 然后走到旁边闭目疗伤 墨九微微摇头 转过头 看着灵明 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 更是犯下不该犯的错误 罪该万死 与此同时 灵明耳边响起亲密的女生 学弟 你放心处理伤势 我来斩她 学姐 灵明眼眸微微睁开 心中一喜 微不可查的汗手 不远处 小家伙抽了抽鼻头 有熟悉的气息 是我姐来了 灵明看着墨九 耸肩轻笑 有种就来 言罢 他闭上双目 专心赶至右手的情况 墨九嘴脚扯了扯 也不多言语 浑身的气息绽放生疼 妙无敬 然而 灵明根本不理会 继续闭目 他心眼映照下 观察到手臂手臂中 似乎米粒大小的种子 正在生出许许多多细小肉芽 沿着血管乱钻 试着运转火之呼吸 灵明又臂肘根处 和手腕处横跟着灼热之意 从两边向着内部挤压 一滴滴逼破种子的肉芽收缩 完全被漠视了 墨九嘴角扯动 紧接着 他喷气如牛 身形消失在原地 一步、两步、三步 瞬间掠过数丈距离 墨九冲到灵明身前 然后抬起右臂 抓住麦黄色飞剑 挥剑斜着而下 这时 旁边的灵目中闪过一道剑光 墨九的右手臂齐肩而断 抛飞在半空中 血洒遍地 他满脸痛苦 捂着右臂亮枪后退 什么人? 墨九双目寒怒 看向灵目之中 葛青皇漫步走出来 挥手抖掉剑上血珠 他容颜轻力 眉宇间似有无边山水 清风吹拂 银白色的短发熠翼而动 仿佛一连连拔闪的幕布 他走到灵明身旁停下 问道 学弟 没事吧? 这时 灵明完全控制住了那枚种子 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右手肌肉全部放松 然后他探出食指 释放剑气 剑气飞入伤口 从手臂另外一侧飞出 血洞透亮 一颗米粒大小的种子掉了出来 灵明捏住种子 小小的火焰升起 种子化为灰烬 他笑道 没事 葛青皇看着灵明手臂上的血洞 带眉微微皱起 下一秒 剑花闪过 墨九断断落在地上的右臂 直接化为粉末 你 墨九恨急 却不敢动 他的断臂伤口非常平整 一旦拿回手臂 找个医术高明的医者 还可以接好的 但现在只剩一滩血水 竖定失去握剑的右手 对于墨家那位少主而言 他已经是没有价值的人 而没有价值的人 下场一定会分外气凉 这时 墨硬雪睁开双目 凝视着葛青皇 他伸手指了指葛青皇 左脸颊上的十字伤疤 我听过你 玄文书院内院的葛青皇 你的剑果然很快 拔剑的那一下 明明可以断了墨九的头颅 为什么留手 我不是留手 葛青皇面色冷淡 他斩了雪地右臂一下 我就断他整条右臂 不断的雪姐超级耐思 实在是太让人感动了 我灵明 愿追随你拔剑挥斩的剑光 心中玩耳一句 灵明连连点头 没错没错 合乎规矩道理 这时 小家伙窜来 攀到葛青皇的肩头 蹭了蹭他的脸颊 姐 你好厉害啊 葛青皇嘴角微微勾起 声音中带着轻快的笑意 另外一边 玄文剑院众人不知道说什么 而墨九一边止血 一边沦为背景墙 墨硬雪一言不发 捂着胸口 气息难以平复 突然 四道身影出现 站在墨硬雪身旁 他们两男两女 统一身着玄文剑院的服饰 四人的气息毫不掩饰的释放 全部都是妙无镜 灵明摸了摸眉梢 说 我还勉强能打一个妙无镜 葛青皇摇摇头 不用 同情节一打时我都赢过 言罢 他踏前一步 手握古朴长剑 随时准备拔剑出鞘 就在双方战斗一触即发时 远处传来嘶吼声 呜 听起来像是小孩的啼哭 但却让人分外难受 仿佛有某种无形的恐怖 进入自己脑海 极远处 一道黑色气柱冲天而起 一眼看去浩瀚难言 灵明和葛青皇对视一眼 没有继续与玄文剑院的人做纠缠 对方也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收拢他们的人手 这是什么 人群中有人出声询问 还用问吗 那肯定是鬼王的气息 鬼王就要出事了吗 不对啊 这和说好的不一样 他的孕育不可能这么快成熟 至少还有一天半 不 不对 不仅仅是鬼王的孕育 这是黑山兽潮爆发了 黑山兽潮爆发不应该这么猛烈 里面多半还有变故 这时 小家伙趴在灵明尖头 两只找找五只耳朵 雪白的肠尾躁动不安 来回摇摆 好难受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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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感觉不太对劲 好想要东西 好想挠东西 他说话的时候 眼睛泛着怪异的红色 灵明一指头点在小家伙眉心 镜子神闻悄然浮现 一抹淡淡的紫光亮起 小家伙的躁动不安顿时稳定下来 葛青皇皱了皱眉 多半是黑山兽潮爆发了 小家伙身为兽类 同样受到了影响 从现在开始 他不能离开你 灵明汗手 但刚才那个声音 应该是鬼王的声音吧 也就是说 黑山兽潮爆发 让鬼王的郁郁得以提前 葛青皇摇了摇头 具体还不知道 必须组织人手 过去探一探究竟 恐怕不能马上过去 众人都受了伤 刚才用预治什么 帮他们治疗 都是伤势最重的悠闲 灵明看向青叶成方君 以及另外几位学妹 就在这时 又是一阵七里四孩童哭嚎的声音传来 呜 三个伤势还未稳定的成方君士兵扑的一下 吐出鲜血 心神动摇 牵动身体伤势 三人差点昏了过去 这时 灵明挥手 一枚玉字神闻飘起 洒落淡淡的紫色光辉 三人顿时好受了许多 急忙向灵明行礼 多谢公子出手 多谢公子相救 灵明微笑着回应 然后挥手道 所有人赶快封闭自身死海 或者堵住双耳 闻言 小家伙待在他的肩膀上 蜷缩成一团 仿佛一个雪白色圆球 其余人相当幸福灵明 大体也和小家伙差不多 然而 鬼王的哭嚎声久久不停 而且有一种别样的穿透力 众人只觉得 浑身骨头都在颤抖 相当的难受 这时 地面还传来了很明显的晃动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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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远处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在向这边狂奔而来 所有人齐刷刷望向 震动传来的方向 首先看到了一只野猪 紧接着是成群的野兽 然而 他们只不过是开胃前菜 真正的大家伙还在后面 灵兽 妖兽 不论是地上跑的 还是天上飞的 都在一股脑的向这边冲来 如果正面对上 别说什么砍杀 只怕会被妖兽群 践踏成肉泥 这时候无处可躲 众人几乎陷入绝境 玄文剑院那边 几位妙无尽的高手 纷纷外显神魂 一道又一道半虚半实的身影 在他们背后凝聚 有的穿着道袍 有的披着金甲 有的拿着神剑 看起来姿态各异 但却纷纷与本人的样貌相同 在这神魂的加持之下 玄文剑院的妙无尽高手 连续施展神通剑术 一道又一道的剑气纵横开来 把他们的弟子围在其中 勉强算是开辟出来了一个剑气庇护所 圈内 墨久捂着断臂 满目仇恨的盯着葛青皇 以及灵明 哈哈哈哈 你们就等死吧 妙无尽的高手不够 不可能有效的防御 墨应雪眼底深寒 一语不发 心里却隐隐有些不安 只不过是几位妙无尽 构筑出来的防御圈 真的能够防住黑山寿巢吗 他有怀疑 但身为首席绝对不能表露出来 因为这绝对会动摇人心 这时 树梢之上突然出现两道歉影 一者穿着鹅黄衣裙 一者则是轻甲在身 他们甩下两条绳子 刚好各自落在 林明和葛青皇的面前 明殿 赶快上来 还有青皇 你也一起啊 正面对抗受朝 那可不是搞笑吗 这个声音 林明相当熟悉 正是赵无声 他到了 刘雅飞也到了 挥了挥手 刘雅飞说 快 所有人抛出绳索 紧接着 又有许多位身着鹅黄衣裙的少女 出现在其他大树的树梢上 他们每人抛出一根绳索 落在城防军士兵和玄文书院的学妹身旁 剑无须眼神复杂 看了看玄文剑院的人 又看了看面前的绳索 最终 他轻叹一声 抓紧了绳索 很快 林明等人上了树 稍远处 墨酒呲牙咧嘴 伸出手想去拦截 不 然而 兽朝紧随而至 一只只野兽 撞击在剑气屏障上 碰 碰 碰 墨酒 身为剑气屏障的主要提供者之一 本身又刚刚受了重疮 最先产生反应 他脸色苍白 嘴角溢出鲜血 没有办法 实在是撞击在剑气屏障上的野兽太多了 野兽的身体虽然不算坚韧 但是架不住这群野兽的数量多 而且简直就像不要命一样撞上来 频率太过于密集 片刻后 剑气屏障微微抖动 给人感觉有点不稳 玄文剑院的人心惶惶 他们下意识望向墨应血 以及那几位妙无尽的高手 千万不要丢下我们 人群中有人出声 放心 所有人一起提供灵气剑气扛得过去 身为首席 墨应血必须带头说话 然而 他心头微寒 与口上的言语完全相反 继续待下去 必死无疑 后面再来的可都是妖兽或者灵兽 他们的身躯可比这些野兽要坚韧太多 林明站在树梢上 向墨应血挥了挥手 仿佛正在道别 这是在昼墨应血必死无疑 这时 赵无声白了他一眼 走了 和将死之人有什么好斗气的 林明点点头 不再去看墨应血 直接离去 墨应血望着玄文书院 以及清夜城城房军离去的方向 眼底闪过一抹寒意 他传音 给几名妙无尽高手 若再护着这些修为不形的学弟学妹 我们都要一起死 黑山 某处空旷的大洞 石头抖抖落下 整个山壁都在摇摇晃晃 萧出阳拍了拍 带着头盔不慎其眼的小将 蒋涛兄弟 多亏你找到这处山洞 要不然 我们只怕全德交出性命 扶了扶头盔 蒋涛点头铲笑 哪里话 这都是少城主领导有方 兄弟们说是不是呀 一帮子士兵有气无力道 他们人人都受了轻伤 有的还受了重伤 断胳膊少腿的没有 早在最开始的一波 被嗜血菩提鬼偷袭时 就已经撂下了十条性命 以此为代价 他们才突袭出来 要知道 这仅仅只不过是探索了黑山两三天 换作以往 几十人的大队人马 在黑山中基本就和郊游一样 别说死人了 就是有点什么擦伤碰伤 都算难得 在这种情况下 蒋涛居然还在拍马屁 一帮子大头兵 心中隐隐升起不屑 就在这时 山洞洞口出现了二三十人 领头的是一位白衣偏然的俊义公子 身后站着三位国色天香的美人 然后还跟着一群姿色极佳的少女 除此之外 还有同样穿着青叶城城防军甲咒的铜袍 萧初阳急忙站起身来 迎了上去 蒋涛紧随其后 没有多余的废话 萧初阳简单说明了这一次黑山之中的异动 然后 林明和众人在山洞之中疗伤两个时辰 他又手臂上的血洞已经恢复如初 并且还用玉字神文帮助一些伤势比较重的人疗伤 不过 连续多次使用玉字神文 这枚神文暂时归于沉寂 一天内不能使用 这一处山洞 距离鬼王存在的地点并不算太远 时不时听到鬼王的声音 然而非常奇怪 那声音离得近了 听起来反没什么 并不会让人难受 出发之前 有些伤势比较重的人实在无法离开 就得安排一部分人手守护 比如 林明最开始救治的那位短头发少女 失血过多 身体比较虚弱 虽然醒过来了 但还是不应该参加接下来的战斗 还有一些其他的士兵也是同样的道理 到最后 能够跟随林明等人一起出发的不足40人 蒋涛心中怕得很 但他恰好就是这不足40人之中的一个 他好几次走到萧出阳身旁 又好几次走到林明身旁 其实就是想要留在山洞内免得直面鬼王 然而 在场披甲之人中 除了萧出阳 他差不多可以算是级别最高的 这话说出来太丢面子 而且兄弟们人人挂彩 所以才不去 他屁点伤都没有 不去 那太说不过去了 旁边 赵无声看着蒋涛 猛然拍了拍腰间的黑刀 啪 你烦不烦 走来走去干什么呢 蒋涛 呃 就是有点小事 想商量商量 赵无声皱眉 他最不喜欢这样婆婆唧唧的男子 半点男子气概都没有 说 想干什么 是不是不想去 不想去就直说 一句话说到点子上 蒋涛愣了愣神 紧接着 赵无声冷哼道 孬肿 蒋涛面色战红 我 我不是 我只不过不喜欢看见血 哼 真不知道你这样的人 怎么突破到断体境大圆满的 赵无声摇了摇头 走到一边 眼不见为惊 很快 众人出发 蒋涛还是没能开得了口 一个看似不大的谷内 嗜血菩提鬼群聚在此 他们里三层 外三层 守护着即将孕育而生的鬼王 身着血袍的中年男子 站在黑色雾气包裹的鬼王身前 他的双眸妖异而血红 嘴角挂着淡淡的笑容 快了 快成熟了 先喂饱了你 然后你就化为最最美的真羞 血袍男子舔了舔舌头 周围 所有的嗜血菩提鬼都没有发现他 不仅如此 还在他的意念下 站着港哨 三步一哨 五步一港 并且以武之为一小队 来回巡逻不断 看起来就好像是训练有素的人类士兵 不可思议 血袍男子忽然抽了抽鼻头 转过身看向山谷外 看来我们的客人要到了 严霸 他一抖一袍 浑身隐去 躲藏在孕育鬼王的黑色雾壳之中 距离山谷上百丈外 林明 刘雅飞 葛青皇等人正在商量战术 他们已经远远发现了嗜血菩提鬼的异样 仿佛把守着一座要塞 而且 在山谷最外围 还有成群结队的疯狂兽类 虽然已经度过了第一波兽朝的高峰期 但他们一路行来也费了不少功夫 赵无声看着地面上草草弄起来的沙盘 不行 其实我还是认为斩首更好 鬼王是我们的核心 我们的重点是不能让鬼王出事 集合妙无尽的强者 直接突破 然后其他人在外侧影 这就足够了 刘雅飞摇了摇头 不能直接斩首 一定不成功 代价实在太大 而且我们没有把握 能够肯定鬼王还处于孕育之中 消除杨皱眉 可如果成防军的兄弟们开路 那就等同于送死 正是处于这点考虑 赵无声才强行要进行斩首战术 这时 刘雅飞笑容温婉 眼神却毫不动聋 那按你的说法 斩首战术 就是让另外一部分人成为牺牲品 如果实行斩首计划 成功与不成功的概率都是五成 失败的话 就等于是把所有的妙无尽高手陷入危机中 这同样风险极大 听闻此言 众人陷入沉默 葛清皇握住剑柄 默不出声 他只负责打架 不负责动猫 很多事情明明都是可以一箭展报的 何必那么麻烦 这时 众人目光灼灼盯盯着林明 林明看开手 汉手道 确实 两种方法本质上都是牺牲了某一部分人 所以都不太好 众人听他这么说 脸上没啥 但心中难免失望 然而 林明展颜一笑 不过 这都是基于你们把事情想得太复杂的基础上 拿出碎星黑金 他简单讲解了物品功用 碎星黑金的粉末涂抹到冰刃之上 就能够嗜血菩提鬼造成极大威胁 就算是鬼王 心脏挨上一刀也得化作乌有 人群沉寂一瞬 紧接着传来此起彼伏的笑声议论 没错呀 我亲眼见到首席学哥秒杀49只嗜血菩提鬼 林明公子当时那一件可太强了 没想到这里面居然有玄机呀 屁的玄机 东西只是死物 必须要对应的实力相匹配 众人小声交流着 眼底渐渐燃起希望的火苗 黑山 鬼王所在的峡谷外 林明把碎星黑金一分为二 一块大一块小 小的那块自己留着 大的那块研磨成粉 分发下去 等到众人用灵气裹挟碎星黑金粉末 涂抹到锋刃上 林明抬起手 接下来开始进攻 我们一共35人 再加上小家伙 一共是36个战斗力 具体怎么分配 就像我接下来说的 众人听过林明讲了之后 一时间有点消化不能 沉寂一瞬 萧初阳问道 这和赵无声学姐提出来的 似乎没有什么区别 林明笑了笑 很简单 区别在于高手的活用 36人凝结成一把尖刀 而妙无尽的高手 就如同尖刀上的碎星黑金粉末 哪里有问题 就侧应哪里 然后我们应该弄明白自己的目的 不是狩猎是血菩提鬼 而是直接对准鬼王 一刀毙命 我们要凝聚成一把尖刀 插爆鬼王这颗心脏 然后抽刀而回 过程中绝不做任何的犹豫 不要太过于恋战 赵无声若有所思 单手轻轻摩索着刀柄 他张了张嘴 正想要再询问一下细节 这时 葛青皇微笑点头 懂了 刘雅飞秀丽的带眉微微上扬 紧随着说道 我看可行 这样既兼顾了他们 也兼顾了我们 而且有了碎星黑金粉末 普通的嗜血菩提鬼 对我们根本造不成威胁 赵无声 明帝还没有说出细节 你们怎么就懂了 开玩笑的吧 这让我怎么还好意思开口问 心里面小声富匪 赵无声面上笑了笑 不错不错 就按明帝说的方法来 林明汉兽 很快 一行人杀向峡谷之内 峡谷外围的兽类 还没有反应过来 就看到这一支恍如疾风的队伍 碰 碰 碰 冲起来 跑起来仿佛构出一支离弦之剑 根本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 就是正面对钢 峡谷口 两三对嗜血菩提鬼 注意到了异常 他们叫了几声 然后挡在峡谷口 一只手举着长柄兵器 一只手不断敲击胸膛 他们的眼睛变得分外星红 那颗星红的心脏扑通扑通跳个不停 心跳声并不一致 但却产生了某种奇怪的韵律 而且有指向性的从峡谷内向峡谷外扩散 肖出阳急切道 这是嗜血诅咒 快 捂上耳朵 镇守自身的灵台清明 灵灵微微一笑 看向葛清皇 后者感受到前者的目光 回了浅浅的一笑 紧接着握住腰间的古朴长剑 拔剑半寸 一道剑鸣声骤然响起 众人心头顿时宛如浇灌了一汪清泉 清烈 甘甜 回味无穷 众人心灵放到极空 根本不受嗜血菩提鬼的诅咒影响 空自神闻 在灵灵引导下 葛清皇的神闻更进一步 晋即为紫色神闻 所以效果靶群 这时 拔剑而起 金贤剑斩出一道剑光 剑光中蕴含着无数细碎的碎星 黑金粉末 灵明嘴角微先 轻声说道 万物化剑 煞世间 成千上百的乌黑光芒掠过 有的射入嗜血菩提鬼的心脏 一击毙命 有的穿透嗜血菩提鬼的四肢 好吼拉哈 嗜血菩提鬼们惊叫起来 他们相互传达着一个意思 那个人来了 嗜血菩提鬼类似于邪碎之物 天生在心灵方面有所奇特 能够感知到同伴死亡群看到的画面 所以 他们对于灵明的印象相当深刻 峡谷之中 包裹着鬼王的黑色雾气蛋壳 里面透出怪异的婴儿啼哭声 嗚嗚 整个峡谷内 所有的嗜血菩提鬼 立刻躁动起来 他们疯狂的涌向峡谷口 再也没有一开始 三五步一个港哨的严谨 这时 莫应雪 莫九 以及玄文剑院的四名妙物镜高手 隐藏在峡谷后方的崖壁 好机会 一定是灵明领着人在正面强攻 我们正好去偷了他们胜利的果实 莫九提议道 莫应雪冷哼一声 不是偷 这个果实本就该属于我们 莫九心中一灵 知道自己说错了 现在他断了一条手臂 而且还是用剑的手 在天元州莫家少主看来 已经没有价值 但是 妙无尽的存在 对于清明州莫家依旧有价值 他必须得到莫应雪的庇护 低下头颅 莫九恭敬道 您说的没错 如果没有遇上兽巢 就不会折损一大批玄文剑院的学子 那么我们也同样可以强攻 而且凭借剑修的强的杀伐力 必然势如破竹 莫应雪皱眉 摆了摆手 别废话了 我们计划一下 然后直接袭杀鬼王 拿下去与菩提 另外一边 玄文书院和清夜城防军的联合队伍冲破峡谷口 林明不断在队伍中窜来窜去 充当着粘合计 整支队伍因为它的存在 而变得更加凝实 有时候 他使用雷字神文 配合葛青皇的拔剑术 引来清空之雷 砸死一大片嗜血菩提鬼 有时候 他以万物化剑掩护 补刀 帮助其他人 尽量减少自身队伍的伤亡 然而 配合赵无声时 特别不一样 赵无声双刀在手 劈砍起来大开大合 愣是砍出了无双神将在世 一人冲振无敌的感觉 嗜血菩提鬼中 没有他一盒之敌 往往就在第一个照面 被劈飞或者斩残 而林明的飞剑 总会分外及时 裹挟着三两颗碎星黑金粉末 扎入嗜血菩提鬼的心脏 至于刘雅飞 他掌控木刑之力 与玄文书院的其他学妹 组成了一个阵法 攻防一体 不需要担心 也就萧出阳 蒋涛的处境 稍微不那么稳当 但也没有大碍 林明的飞剑囊括万物 无论是地面上细碎的沙粒或者青草 还是半空中飘落的花叶枯枝 又或者某次爆炸碰撞之后的无主灵器 通通都能化作飞剑 而且这些飞剑有点特别 总能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 和林明以及他自己 很快 配合无剑的众人 冲散了嗜血菩提鬼的阵型 鬼王所在的黑色雾气弹壳 已经在他们目立可及的范围内 然而 有六人凌空而下 扑到黑色雾气弹壳旁 莫应雪站在哪 回头望来 然后用灵器鼓荡自己的声音 这鬼王由我玄文剑院来杀 莫应雪的话语 看似对着众人说 但双目一瞬不瞬盯着林明 眼底满是仇恨 这一次 有玄文书院的人在 而且还有葛青皇这个异类 战力方面占不到优势 不可能杀得了林明 所以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恶心一下林明 林明 你等着吧 五愿大比 各愿首席强制参加 届时 绝不会有外人打扰 我不会让你痛快地去死 他用力一挥手 然后转过头 黑色雾气弹壳中 嗜血菩提鬼王不断发出 婴儿啼哭般的凄厉声音 呜呜 莫应雪嘴角微微掀起 四位学哥学姐 这嗜血菩提鬼王的血液菩提让给我 事后 我莫家必定奉上丰厚的礼物 四位玄文剑园内院高手相互看了看彼此 好 继位首席 此物归你正好 莫家莫应雪本就是交扬一般的人物 你的话 我信 学妹只管放心去拿 过了断体径的最佳使用效果 拿到手也是浪费 当然应该让给硬血妹妹 血液菩提能够极大程度洗练身体 是最适合断体径使用的天才地宝 拿到这件物品 她的肉身就能再多淬炼一次 然后在强度上碾压灵明 莫应雪躬身作衣 多现 这时 莫九主动走上前去 属下帮宁取来血液菩提 莫应雪微微皱眉 但转念一想 毕竟是面对鬼王 哪怕还没有完全御御成功 自己亲自去拿也不够稳妥 于是她汗手轻笑 你去取来我们就走 鬼王一死 嗜血菩提鬼一定会暴动 说着 莫应雪看了一眼远处正在不断靠近的灵明等人 她嘴角露出笑容 再次找回了辟腻灵明的自信 这时 莫九左臂凝聚剑气 猛然灌入黑色雾气蛋壳中 她意料中的阻力没有出现 左手手臂摸入雾气中 透过朦胧的黑色雾气 她依稀可以看见鬼王的圆形 形体犹如婴儿 两只眼睛瞪得很大 双目星红 双手捧在胸前抱着她那颗外露的心脏 忽然 黑色雾气中多了一双星红双目 莫九瞳孔缩小如针眼 正要出声提醒 然而 一根血红流苏裹住了她的手 下一秒 她浑身的血液仿佛凝固了一般 嘴巴微张 声音卡在喉咙里 罗她再也无法发出任何阴结 瞳孔悄然浮现一点星红 越来越大 仿佛有一只魔鬼七居在其中 正在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土 这时 林明等人还在继续接近 但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点 鬼王遇到危险 嗜血菩提鬼 却没有向回救援 一直都没有 林明心中隐约觉得不对劲 先等一下 整理队伍 原地固守 不要继续靠近鬼王 她抬起手 发出声音 赵无声窜到她身边 瞪眼道 怎么回事 还不快点靠近 铁定要被玄文剑院的砸碎摘桃子 林明摇了摇头 不对劲 你们看 周围的嗜血菩提鬼 可有一只象回原旧的 文言 众人看了看周围 的确没有一只嗜血菩提鬼回去 似乎已经笃定了 鬼王不会受伤 他们依旧不顾一切的冲向林明等人 面对沾染碎星黑金的冰刃 死了一茬又一茬 但却依旧不管不顾的围拢上来 似乎并不珍惜自己的命 也不在意鬼王的命 古怪 刘雅飞一掌拍出 鸡飞三只嗜血菩提鬼 然后说道 所以 鬼王可能已经出事 这是他的伪装 是的 一定是的 我们赶快撤退吧 蒋涛从头到尾都在耸 马上顺着杆子上趟 萧出羊扶着额头 白了他一眼 小家伙站在林明尖头 伸出小爪爪 巨大的黑色蛋壳里有不祥的气息 还有浓厚的血气 我们还是不要过去了 不远处 斩杀数位嗜血菩提鬼后 葛青皇回头说 让学弟指挥 众人都知道 他说的学弟就是林明 经过两秒钟的思考 林明挥挥手 先退出峡谷 众人收缩阵形 彼此之间 大约只留下不足三尺的距离 然后 队伍后尾的人变成排头的人 一行人向着峡谷口杀去 这时 墨九发出一声凄厉惨叫 声音还在众人耳边缭绕 他却整个人化作一滩血水 秀 黑色雾气蛋壳吸收血水 雾气冒起气泡 咕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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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墨应雪和四名玄文监院的那院高手 顿时傻眼 鬼王郁郁应该还未成功 不可能主动攻击 不对劲 他的话语刚刚出口 黑色雾气蛋壳中飞出一根血红色流苏 嘘 流苏穿透说话者的嘴巴 从后脑飞出来 带起他的人头 撞向另外一人 墨应雪瞳孔骤然收缩 二话不说 转身就跑 谁在出手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 那出手的一定不低于太和镜 而且也是邪碎之物 绝对不能立敌 逃 发疯的逃 墨应雪向着来时的方向急速逃离 当他踏出第一步时 玄文剑院第二位妙无尽高手的头颅被穿起 眼角余光瞥见这一幕 墨应雪心头发寒 再有不敢放松 他全腹身心奔逃 只想着逃离这恐怖至极的邪碎 甚至动用了家族赐予的神行俘虏 秀 他化作一道流光 瞬间消失 这时 玄文剑院的另外两名妙无尽还在苦苦支撑 然而 黑色雾气中又多了一道血红流苏 噓 噓 连环穿心 两名高手死不瞑目 这一幕正好被队伍末尾的赵无声撇到 他眉头紧皱 尼南道 不好对付 那血红流苏太诡异 应该是某种神通 而不是实体 身旁 葛青皇摇了摇头 声音有点急促 快 先离开峡谷 灵明汉手 带着众人加快步伐 骨口再望 这时 黑色雾气弹壳吸收了四名妙无尽高手的血雾 猛然爆炸开来 一道道黑色气雾飞速扩散四周 峡谷外围 一道血红光幕升起 圆环状 很大 囊括了整座峡 很快 血色光幕 犹如一只道扣的巨腕 有人想要 出手攻击血色光幕 刘雅飞抬起手 阻拦道 小心 这是悬血真凝阵 结界处的血色光幕 能够污秽魂兵和法宝 更加不可用肉身触碰 还有一点 在这里面千万注意不要负伤 任何一条细小的伤口都是致命的 此阵无时无刻地吸收血液 此话说出口 众人面色一片凝重 周围的嗜血菩提鬼一边举起兵器 一边围拢上来 口中时不时发出怪叫 嘎嘎嘎嘎嘎嘎嘎 他们并不急着上来攻击 似乎在等黑色的雾气渐渐充满整颗峡谷 黑色雾气稀薄逐渐弥漫四周 灵明扫了一眼四面八方 嗜血菩提鬼的身体变得很奇怪 从拔刀而起 左手黑刀 右手白刀 当胸斩出一道义字刀光 刷 嗜血菩提鬼中刀 身躯泛起波纹抖动 仿佛他只是水面中倒映的话 根本无法斩伤 我来 剑无须打开剑侠 十三柄剑飞出来 犹如一柄悬空俱善 咻 咻 咻 三柄剑破空飞出 剑刃上凝聚着土形灵器 在附带上山岳剑椅 三只嗜血菩提鬼中剑 他们向后退却树部 身上受到了一点轻伤 但是并不算致命 剑意可以伤敌 他朗声提醒众人 凌鸣汉手 身躯深腾无名剑意 然后握住惊弦剑 坑问 剑鸣声响彻十方 一道火红星月与地面平行 向前横推十丈 哄 周围的树木倾倒 几只半虚半实的嗜血菩提鬼 受到重创 从那种怪异的状态中脱离出来 砸落在地上 他们发出两声怪叫 嘎忧哼 这时 灵明轻轻吐出四个字 净花水月 话语落地 第二段伤害爆发 赤红如火的剑气纵横而出 中间的嗜血菩提鬼 五动四肢 面部充满痛苦 紧接着 皮肤上均裂着一道道细小剑痕 一颗两颗闪着要黑色光芒的粉末 顺着剑痕进入他们的心脏 那是碎星黑晶的粉末 死 嗜血菩提鬼 在一秒之内化作虚无 直一下血脯提落在地面 这时 黑色的雾气涌动 细薄的雾气中有一团浓郁的黑色飘了过来 与此同时 一位血袍中年人一步一驱跟随着 他面貌儒雅 两条雪白的眉毛增添了几分奇异 一双血红的眸子带起几分凶宁 但嘴角挂着的笑容随和而惬意 仿佛正在为老朋友的到来而欢欣 看到他 众人心头微微震动 这人看似与常人无异 但绝对不是善来 摆明了 就是他操控着嗜血菩提鬼 诸位 你们的运气不太好 遇到了我血无常 明年的今天怕是你们的忌日 所以我决定好好和你们聊聊 众人有些按耐不住 正要开口说话 葛清皇传音众人不要和他搭话 这人并非人类 而是太和静的邪碎鬼物 凌鸣汉手 闭上双目 眉心浮现观自神闻 心眼映照更加清晰 血袍人的真面目其实并不是人 而是一团血色的气体 那气体在血袍下来回鼓洞 凌鸣靠近葛清皇两步 快速说出自己所见 葛清皇皱眉 似乎并不知道这是什么邪碎 这时刘雅飞说道 血鬼梦魇 他是邪鬼梦魇 刘雅飞戴眉抖动 睫毛微微颤动 显然内心极为不平静 血鬼梦魇是极为罕见的一种邪碎 有人说他是嗜血菩提鬼王长大之后 有人说他是万千邪碎阳谷而成的至强邪碎 他看似相当于太和静的舞者 却有各种诡异手段 绝不可以用常理揣夺 最好 把他看成半个入道镜来看 众人听闻此言 心中难免生起一丝绝望 绷紧的心弦似乎正在被一点一点拉断 就在这时 葛清皇笑道 那还好 只不过跨越一个半的大境界 按学弟所言 不能跨两个境界杀敌的人 根本不配自称天才 赵无声美眸一亮 咧嘴大笑 这句话相当和我心意 明帝 不愧是你 小家伙扒拉在林明尖头 摆了摆尾巴 却没有如往长眼吹嘘自家明哥 他看着血无常 眼底充满忌惮 凑到林明耳边 小家伙小声念如道 明哥 他与我记忆中的邪鬼族气息相似 林明眉毛围台 然后放下 汉手轻语道 好的 我明白 就在这时 血无常连连鼓掌 啪啪啪啪 他露出自认最帅的笑容 小姑娘心气不错 来我们聊聊 众人 沉默无言 葛清皇默然不语 其他女子也不搭理 所有人都记得葛清皇的话语 反正就是不搭话 血无常嘴角抽抽 尴尬到爆 袖袍下 手都在抖 他就奇了怪了 以自己这副容貌 对女子绝对有无限的杀伤力 念头刚刚转 血无常看到了人群中的林明 对比之下 他受到了暴击 天底下根本就不应该 有人比他你太出来的人类男子 形态更帅 然而 偏偏就出现在他的眼前 很奇怪的是 刚开始 他并没有特别的感受 但 细细看去 林明的长相就很不一样 风姿无双 俊逸绝伦 无论如何看 都是完美 尤其是眉心点缀一颗水滴晶体 偶尔闪过九色滑彩 更为其增添了几分神人气度 血无常黑着脸 身为邪碎 他也不得不承认 当着林明的面 自己还是不要以帅自居为妙 心中充满尴尬 脸上笑容不太自然 他强行绷着最后的颜面 沉声道 难得我大发慈悲 想了解一下人类 但你们不愿意和我聊天 反而自己聊得开心 那就请朱军去死吧 言罢 他抬手一阵 血袍呼啦啦抖动 一股妖异之风 凭空诞生 露出嗜血菩提鬼王的真容 形体犹如婴儿 浑身肌肤血白如玉 两只血色眼瞳充满邪意 胸腹出袒露 却不见其他内脏 只有一颗大而晶莹的心红心脏 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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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脏的跳动带有奇特的韵律 连接着周围所有的嗜血菩提鬼 他们的心跳画做无形的嗜血诅咒 一张张双瞳心红的鬼脸 从诅咒中诞生 飞快冲向众人 这时 两道拔剑声先后响起 脉步、落步、拔剑、初剑 每一个动作都准确无比 仿佛精力一气测量过 后者随性洒脱 剑起之时却有一股难言一气 让人心中莫名澎湃 似有折仙拨动内心之弦 轻轻弹奏一曲动人天籁 两道剑光冲天起 一折闪耀青色电光 一折裹鞋赤红流火 众人的攻击紧随其后 有剑侠剑初十三 有双刀黑白纵横 有小波浪锤引动冰水双形之力 嗜血诅咒所化的鬼脸逼近众人 却在眨眼间击下湮灭一半 这时 心跳声所化的无形声波钻向众人脑海 众人身形顿时一愣 攻击的速度减缓片刻 剩余的鬼脸继续向众人攻击 然而 灵明拥有镜子神文守护心灵 能够清心灵性 根本不受诡异心跳声的影响 他停住脚步 收剑回翘 学姐 你来唤醒众人 我来对付鬼脸 言语落地 拔剑声响起 通体漆黑的金弦剑越空而出 剑身上快速亮起一道一道的细碎闪电纹路 很快 在火之呼吸的加持下 剑身燃起熊熊赤红之火 周遭的鬼脸瞬间蒸发 湮灭成一缕雨黑气 镜花水月二之行 圆圆 同时 葛清皇汗手 瞳孔泛起清空之色 嘴角挂起浅浅的笑意 好 他左手取指 轻轻弹在古朴长剑上 轻声低语呼唤着古朴长剑的名字 秦雷 钉 剑鸣清脆 迅速拂过众人耳畔 在紫色神温空的加持下 人人眼中亮起一抹清空之灰 下一秒 众人眼眸清澈 似乎看见了蔚蓝如洗的长空 心跳声的影响再也没有用 他们继续释放武技 或者运用法宝 很快 所有的鬼脸被消灭一空 灵鸣和葛清皇对视一眼 两人看懂了彼此的颜色 他们错身而过 相同的剑步落向相反的方向 两人互相守候着对方的背脊 挥斩出同样肆意的一剑 一左 一右 两旁的嗜血菩提鬼来不及发出声响 双目被剑滑沾满 然后刷了一下 头颅坠地 剑叶 灵鸣有 葛清皇也有 只要用上了剑叶 再加上碎星黑金粉尘涂抹过的冰刃 即使不长中心脏 也能对普通的嗜血菩提鬼造成致命伤 两人同时挥出的这一剑 直接杀死了超过三十名嗜血菩提鬼 不用看向彼此 嘴角却挂着相同的笑容 灵鸣和葛清皇同时收剑入鞘 背对背站着 各自的右手摸在腰间剑柄上 完全一致的拔剑预备式 赵无声眼角一跳 心中倒抽一口凉气 玩尖蛋 明帝可是超级优质资源 无论相貌天资 还是为人的心性担当 都属于上上之选 绝对是最适合成为夫君的人选 把他拉回家 家里的死老鬼和都农婆 绝对不会再拉着老娘去相亲 可是 看他和清皇配合起来就那么舒畅 我下不去这手了 还是得争取争取 表现表现 心中念头飞转 赵无声轻轻咧开烈焰般的红唇 他手上动作半点不慢 正手持黑刀 反手持白刀 悍然冲出 从灵鸣和葛清皇中间掠过 赵无声迎着鬼王 发起冲锋 然后出刀 刀鸣响起 犹如火凤与炎黄同时提名 相得一张 紧接着 白刀化做弯月红 旋转飞出 赵无声手持黑刀 三步踏碎地面 轰 轰 轰 一道黑色的刀光从他手中裂空而出 这时 白刀所化的旋转弯月燃起熊熊白燕落在鬼王的心脏上 铿呛 白刀仿佛斩在了最坚硬的钢铁上 铿的一下 受力反弹出去 这时 鬼王张开嘴 嘴角脸到耳根处 咯咯咯咯咯 怪异的笑声响起 鬼王浑身散发 让人不寒而栗的气息 这时 血无常伸出舌头 冷冷一笑 鬼王的心脏可比你想象的更坚硬 赵无声踏步落地 踩下一个深深的坑洞 哄 他回了一声 我的刀也没有这么简单 言罢 他双手持黑刀 以腰胯为转轴 用尽全身力量摆动双臂 重重挥斩 刷 一道燃着黑色火焰的刀器迅速轰击白刀刀身 黑白两色的刀器顺时燃起 仿佛点燃了无形的导火索 鬼王的心脏上冒起白中透黑的赤焰 一压力 鬼王发出凄厉的嚎叫 两只小手连连拍击自己的心脏 小家伙翻一道 有效果有效果 他很怕黑白火焰 无声剑 再来一道 林明大声笑道 赵无声翻起白眼 来个屁 这招阴阳双眼刀想用就能用 老娘早就打遍清明州无敌手了 众人 远处 雪无常微微皱眉 拍了拍飘在身旁的鬼王 手掌落下时 一根血红流苏快速裹住鬼王 黑白双色的火焰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 紧接着 血红流苏怦然炸开 血无常又一次抬手 然后落下 啪唧 他一掌重重拍击鬼王的心红心脏 婴孩模样的鬼王咧开嘴 身上的黑色雾气裹挟成一条又一条粗壮的手臂 仿佛有某种神魔守护着他 一股凶猛猙獰的气息骤然荡漾出来 紧接着 血无常挥挥手 四条血红流苏缠绕鬼王 为他安定庞大的身躯 这时 林明说 雪姐 我们两人拔剑术最快 跟我冲杀一次 葛青皇双眸盯着林明看了片刻 然后焊手道 好 林明伸出手 搭在葛青皇肩头 引自神文升起 笼罩两人 很快 两人连带着林明肩头的小家伙一起消失 无影无踪 唯有空气中留下一句 帮我们打掩护 闻言 赵无声说 拔剑术最快 的确该有你们两人去 记得攻击我刚才批中的位置 剑无须耳朵微微动弹 听到了这边的动静 他插了一嘴 我用剑侠掩护 这时 萧初阳蠢蠢欲动 也想插一把手 蒋涛站在他身旁 一把拉住他的臂膀 少城主 你的修为不够 还是不要上去凑热闹 萧初阳愣了一下 没有想到 一直拍自己马匹的蒋涛 会突然对自己说出这种话 而且 这种拽着臂膀的强硬动作 一点也不符合蒋涛以往给他的印象 他抬起另外一只手 摸了把光头 为什么 蒋涛那那道 就 嗯 站立不行 萧初阳一把推开他 我不行 难道你行啊 成天一副耸包样 来之前都被说过一次 现在还要拉着我 一起和你当耸包 就在他们产生争执的时候 林明带着葛青黄 逼近了血无常与鬼王 悄无声息的拔剑 葛青黄手中古朴长剑直指血无常 看似朴实无华 实则凶险万分 血无常瞳孔微缩 心中泛起一阵悸动 他慌忙抬手 捏住古朴长剑的剑尖 就凭你们也想偷袭我 最后那上扬的尾音还没落下 林明递出金贤剑 剑自神闻一闪而逝 再叠加神力 神速 以及火之呼吸 雷自神闻 五重效果 而且林明心眼如炬 找到赵无声劈砍出来的细微伤痕 这一刹那 金贤剑快如迅雷 一剑灌入嗜血菩提鬼王的心红心脏 目标从来就不是你 见到这一幕 血无常微微一愣 由于太过惊讶 他的手指不禁松开 葛青黄立刻收剑 足间发力带着林明向后平移 林明顺势抽回金贤剑 搭着葛青黄的香肩一同向后飞去 小家伙人立起来 站在林明肩头 举起两柄小波浪锤 来回舞动 流水与冰渣交织成帘幕 一层一层阻隔在葛青黄身前 这时 血无常捧着嗜血菩提鬼王 只是嗜血菩提鬼王化作血水 消散于无的全过程 最终只剩下一颗血域菩提 落在他的掌心之中 此物对于断体竟有大妙用 但血无常乃是太和近边风 并且半步迈出即将突破入道境 血域菩提对他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 好好 你们可真是好样的 不不不 你小子才是最好样的 血无常癫狂大笑 伸出手指指着林明 他脸上表情分外精彩 时而青 时而白 时而红 时而黑 他根本就没有想到 林明能够一剑秒杀嗜血菩提鬼王 这可是本作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绝品真修 还没吃呢 你就毁掉了 一句话声音从低到高 音调也从低沉到高亢 最后预留下一个拔高了八度的尖锐尾音 声音画作冲击波 一层一层震碎流水与冰茶交织的莲幕 喷喷喷喷喷喷喷 林明 葛清皇 小家伙直接面对这股威压 加速飞了出去 赵无声双刀插在地面 跳起来接住林明和葛清皇 小家伙则扒拉着林明的尖头 尾巴和两只后爪飘了起来 葛清皇直面了大部分冲击 灵气剧烈消耗 暂时无法维持巅峰战斗力 这时林明挥了挥手 收缩防御 众人结阵 众人急忙排步阵行 刘雅飞鞠中尉 抬起手臂 震起 言语落地 他的头顶冒出一枚金光灿灿的镇子神文 神文溥溢出现 伴随着金光照耀在地 地面上凝聚繁复古朴的花纹 很快 一道囊括周围十丈方圆的巨大圆形法阵构筑完毕 玄文书院的十大阵法之一 回天八卦阵 此阵攻防一体 瞬间把众人与嗜血菩提鬼隔绝开来 这时 血无常似笑非笑道 本座的所有谋划 只不过为了培养一只成熟胎的嗜血菩提鬼王 吞噬之后 凭此入道 现在你坏我道徒 那就是不共戴天 不仅你要死 我还会追查你的宗族血脉 直到全部杀光 这还是我血无常行走天下多年 第一次吃这么大的亏 你也足以自傲 那么就 死吧 言罢 他分成三道看不清面貌的血影 一道冲向笔直冲阵 一道绕到阵法侧面 一道高高跃起 三者手中出现相同的武器 一柄巨大的血色镰刀 血无常猛然一挥 三道巨大的血红刀器 犹如弯月 刷刷刷 众人脸色大变 各自用出自己的全部本事 轰隆隆 轰隆隆 空气中爆开血色的气体 与周围的黑色迷雾相容 发出呲啦呲啦的声音 这时 灵气仿佛被腐蚀了 灵敏感觉到 胸中有股闷气 无法舒服 小家伙站在他的肩头 两只小爪捂住口鼻 不要闻 这是坏东西 听到他的提醒 灵敏汗手 低声说了一句 用绝招 言语落地 灵敏的口鼻 呼吸改变 这次他不再用火之呼吸 而是水火呼吸 根本顾不得什么 暴露在众人面前这种说法 这时候还不出全力 与找死无疑 他的呼吸引动小家伙的水之呼吸 紧接着 灵敏左手掌心中 浮现三枚神纹 雷 水 火 一者紫韵盎然 一者湛蓝成澈 一者赤红艳耀 下一秒 拔剑声再次响起 金贤剑在灵敏的手中画做一抹惊鸿 剑身拖着残影 裹挟三色光芒 他说 静花水月河之行便是 水火无双 雷劫将士 言语落地 轰鸣声暴响 灵敏的姿势定格在灰剑砍出的瞬间 这一刹那 三道血影的头颅爆裂开来 漫天血水 然而 血无常没有头颅 一旧活得很好 三道血影正要继续挥舞镰刀 灵敏抬起手指左右摆动 我的剑招还没结束呢 静花水月第二段伤害 剑气爆发 掺杂着水火雷三行 汇聚灵敏与小家伙的力量 这一剑几乎是他现在能够递出的巅峰一剑 三道血影剧烈晃动 连绵不断地剑气爆发 一下又一下 碰 碰 碰 就这点能耐 想要灭我 别开玩笑了 血无常声音中满含不屑 实际上内心惊叹不已 灵敏不答 心中盘算着敌我双方战力差距 以断体静修为递出这一剑 已经可以影响到血无常 那么境界再提升一个层次 斩它 并非不可能 灵敏的左手 悄然扣住了三阳暴起单 这时 葛清皇说道 自己的剑 自己的剑招 自己的剑影 学弟你都有了 有空我们打一场 灵敏汉手 好 三道血影头颅回复如初 露出三张不同的一美面孔 有男有女 有点能耐 应该是太有能耐了 断体静能够掌握身躯 简直不可思议 随后 血无常凝笑一声 嘖嘖嘖 三道血色身影同时一晃 化作九道血影 只不过颜色稍浅 紧接着 九道血影抬起手 九柄巨大的血色镰刀浮现 高高扬起 重重落下 刀器刀锋狂猛削裂 众人凝结出来的阵势 瞬间被破去 刘雅飞掌控阵法 受到牵扯 闷哼一声 口吐鲜血 他半跪在地 口鼻间的血液飞速冲向天空 汇入巨大的血红色光照 玄血凝震的效果发动 他腹部剧烈翻腾 下一秒 猛然仰起头 又一口鲜血喷出 内伤剧烈加重 刘雅飞意识不清晰 即将软倒 这时 凌鸣恍身出现在他身旁 搀扶住他 手掌对准他的脖梗 凌鸣掌心浮现 玉字神纹 他的手从上向下缓慢移动 修复刘雅飞体内破裂的细小伤口 刘雅飞脸色快速变好 喉咙与胸腹处的翻滚血液也不再躁动 见到这一幕 众人眼里闪过极许希望 能够治疗 而且效果很好 血无常奋出一具血影 认真观察凌鸣 神闻品阶太高 竟然是超品 而且他能以一己之能对抗大阵 用得是巧而不是理 血无常微微皱眉 愈发感觉到凌鸣是个变数 危险 必须先杀 九道血影不约而同的敏唇 舔舌 然后 他们绕着众人旋转跑动 速度太快 几乎连成圆圈 九道血影目光死死锁在凌鸣身上 山谷中 红黑胶织的雾气渐渐凝结 形成九红色的露珠 密密麻麻 连成一片 在空气中再浮再沉 露珠散发心田的气味 很快 弥漫整座山谷 刘雅飞身体还很虚弱 整个人半挂在凌鸣身上 侧过脸望去 他双眼流转轻波 眼底的韵味复杂而难表 在这座协议的大阵之中 任何一点小伤都是致命伤 凌鸣的玉字神文神效非凡 他的内伤得以平复 救命之安 刘雅飞张开嘴 凌鸣微微摇头 你伤势太重 先别说话 好好休息吧 收回玉字神文 凌鸣看了看 正在奔跑中的血无常 很明显 对方正在使用某种奇特的手法 催发心田气味 在新眼映照下 凌鸣清晰观察到 自身的心脏跳动正在缓慢加速 从一分钟六七下 变成一分钟八九下 然后又向着一分钟十几下转变 而且 周围的嗜血菩提鬼 整齐滑衣的敲击心脏 发出怪异的心跳声 众人之中 修为较低的一些 出现头晕 眼花 站不稳 四肢无力等负面状态 凌鸣微微皱眉 提醒道 这气味有古怪 气味越浓郁 心跳频率越快 不知道这是什么手段 但绝对不能让他得逞 赵无声抽刀在手 静力不动 葛清皇汉手 太合镜之上手段玄妙 他又是斜碎鬼物 手段多半出乎意料 两人言外之意是 不要让血无常准备妥当 林明点点头 扫眼看过众人 然后抬起左手 吃下掌心中扣着的那颗三羊抱起坛丹 我需要三十秒时间 言罢 他闭上双目 浑身气息沸腾起来 似乎处于岩浆之中 随时可能爆发突破 血无常跑动速度减慢 眉毛向上扬起 脸色微变 不对劲 他的气息很奇怪 像是随时都能再次突破 还不到断体经大成 怎么可能突破境界 想不通 意味着不合理 刚才他抬了手 抹过嘴巴时 猴头微微有个小幅度吞咽 一定是吃了什么丹药 这没丹药的大体效用 很容易猜到 多半是在短时间之内 让人提升一个大境界 或者是爆发出下一个大境界的战力 血无常心头 升起一股危机感 林明不足断体经大成 就能做到一件 展报他血影分身的三颗头颅 如果提升到了妙悟境 很难想象战局会变得多么糟糕 念及于此 血无常眯着眼 以九张面孔 九个不同的声音 说出同一句话 要你命 他九道分身同时停下 左脚一旋 足间对准林明 碰 九声同一声 外圈的地面上留下九道脚印 尘土碎蟹轻轻飞扬 九道血色身影画作《星红疾风》 呼啦 这时 葛青黄拔剑出鞘 秦雷古剑闪耀者 青蓝交织的雷电 仿如霹雳从天而来 又是折仙声云而起 一剑惊雷 葛青黄的专属剑戟 同样脱胎于拔剑术 这一剑的速度快到了极致 在场中人中 没有人的肉眼能够跟得上 血无常也只能看到一缕模糊的残影 但是 灵气的波动可以感知 小女娃 你虽然还不错 但想拦住我只怕远远不够 血无常咧嘴一笑 双手在胸前相合 碰 剑光入手 他一点不慌 因为 先前试过葛青黄一剑 血无常只觉得剑速很快 但是威力差得太远 算不上什么危险 然而 葛青黄带眉如剑 轻轻扬起 飞剑惊雄 秦雷古剑 本就处于把刀数一剑惊雷的急速状态中 突然得到第二次加持 速度瞬间超越了血无常原本的预判 手掌拍空 古剑定穿血无常这具分身的胸膛 这还不算完 飞剑惊雄 一剑惊雷 出剑时 怎么能让人失望 一剑过 四道血色身影溃散 这时 赵无声展颜一笑 豪迈而撒爽 怎么能少了我 他手持双刀 一阵一反 一黑一白 刷刷刷刷 四刀 两黑两白 又有四道血影中刀 这时 黑炎刀器转白 白炎刀器变黑 阴阳瞬间逆转 可怕至极的杀伤力瞬间爆发 哄 血无常的四道血影瞬间气化 他脸色大变 心中暗道不好 原来这一行人中的妖孽远比他想得多 然而 他意识到这一点实在太晚 小家伙的两柄小波浪锤 裹挟冰鱼水之力 砸中血无常最后 这道血影的脑门 冰水双形之力交织 瞬间产生急动效果 血无常的第九道血影 分身当场凝固 剑无须欲尖起 十三柄剑向外飙射 一剑 两剑 三剑 剑剑致命 川西 过喉 破脑 他周身十三处大穴 被飞剑定住 剑无须怀抱剑侠 用力砸击地面 轰隆 地表猛然震动 和山岳剑意 两者相合 震住了本就处于 急动状态的血无常第九血影 这时 血无常的身体 意识都慢了下来 下一秒 其余众人的攻击 以及葛青皇 赵无声的第二次攻击 一股脑轰在这第九血影身上 承受所有力量 第九血影浑身滋滋冒泡 然后爆炸开来 化作一团血色烟花 碰 死了吗? 某位城防军战士问道 旁边 另外一名城防军士兵笑了笑 都化作飞灰了 还能不死 两人对话还没完 他们就软软倒了下去 噗通 噗通 摔倒在地面上 两者口鼻掩耳 全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在冒险 当着众人的面 在不足三秒时间里化作干湿 见到这一幕 众人心中寒气骤掌 一 二 三 四 五 接连倒下数位城防军士兵 他们修为普遍偏低 都是常年守着城门的那种 蒋涛目自欲炼 兄弟 他没有喊错 这里面真的有两位 就是他一手带起来的兄弟 甚至有一位还是自己的表弟 当面 化作人干 蒋涛的眼睛都红了起来 这时 血无常音侧侧的声音在空气中飘荡 来 猜一猜 你们还能抵抗多久 就在这时 灵明猛然睁眼 猜你的香蕉罢了 水 火 雷三眉神闻升起 周围的灵气汇聚而来 墨入金贤剑鞘之内 灵明脉步如开弓 剑出不回头 一步窜出 人影无踪 他的心眼 准确找到血无常的本体所在 落步之时 石破天惊 金贤剑 出鞘 喊 灵明撩出一道璀璨而夺目的剑华 身子 赤红 湛蓝 蕴含雷之迅猛 火之霸裂 水之汹涌 以及他胸中自意挥洒的怒 一剑升起三彩霞光 灵明心中有了名物 轻声呢喃道 七情剑意 怒 雷 火 水 三种力量融合怒之剑意 轰隆 血无常的声音 荡起颤抖的波纹 你能识破我的天赋秘术 他胸口中了一剑 身体周围裹挟淡红雾气 呈现几乎难以看清的半透明状 灵明不言语 再次收剑入鞘 枪 回鞘的声音荡起 净花水月的后续伤害爆发 身子 赤红 湛蓝 三种不同颜色的剑痕 一道一道剑痕遍布血无常周身 清晰勾勒出他的身躯轮廓 非人非兽 只是一团飘在半空的扭曲红雾 下一秒 灵明再次拔剑出鞘 金贤剑撕开空气 留下一道白芒 分毫不差的击中血无常轮廓上最初使的那道伤痕 剑伤斩透 第二次净花水月的二段伤害爆发 这两次净花水月的剑隔时间太短 上一段的剑气爆发还未结束 这一段的诱来 形成了某种奇妙的叠加 血无常剧烈抖动 周身红雾一晃一晃 仿佛随时都会爆开 又仿佛随时都会向内坍塌 你这是什么剑眼 怎么可能斩上我的本源 血无常的声音在空气中飘荡 应该受到了伤害 但按他的修为来说 不可能这么重 不太正常 多半是伪装 灵明微微皱眉 眉心闪过淡子光芒 影子神闻叙事待发 就在这时 后脑传来一阵风 本座没说真话 血色雾气在灵明身后凝聚出人形轮廓 一掌落向灵明尖头 只要拍时 至少能撕下灵明的半边身体 嘖嘖嘖的争鸣笑声响起 血无常显得非常得意 他用这招杀过非常多的人 以真身为诱饵 以假身来绝杀 然后故意在言语上 制造出自己处于下风的假象 四级偷袭 基本十次能有九次成功 百事不爽 皆因为高手或者天骄 太相信自己的能力 然而 灵明是个意外 他从最开始就感觉到了隐患存在 并且因为心眼的映照 对方圆二十丈之内冻入观火 血无常的小把戏被他尽收眼底 这时 影字神文发挥功效 秀 当着众人的面 距离血无常不足三尺的范围内 灵明消失的无影无踪 紧接着 一道剑意升腾而起 仿佛从炙热的岩浆之中蹦射 人形血影轮廓 从中间被劈成两半 碰 溃散开来的血雾 变得稀薄了几分 影声中的灵明微微一笑 这点把戏想骗我 你的智商怕是不太高腰 这招叫做将计就计 整个绝对的修为优势 却不敢堂而皇之的对比 反而是你最大的破绽 这一剑后 你注定败亡 灵明的语气仿佛在陈述事实 血无常心中怒疾 真身敏锐地捕捉到灵明声音所在 化作一团血红飞影 笔直冲去 这时 一道迅猛如雷的剑光斩出 由于速度太快 金贤剑似乎破开了某种屏障 因为灵明看透了他的百事不爽的杀人伎俩 血无常有所忌惮 不愿意用真身应接灵明的剑 他真身化作两滩血污 向两边散开 就是现在 雪姐快出剑 灵明爆喝一声 声音还未落下 葛青皇一剑斩来 似乎早在灵明开口之前 他就已经出现剑了 默契 灵明的剑和他的剑引动清空雷霆 一道柱状的巨型青子闪电从天而降 轰隆隆隆 雷霆天然克制邪碎鬼雾 血无常修为高 却也无法例外 哄 霹雳击穿血红雾气 砸在地面上 炸出漫天烟尘 空气中的新甜气味弥消大半 血无常的假身消散 真身隐匿在烟尘中 灵明目光灼灼 一瞬不瞬的凝视血无常 本来以为你很强 现在看来是个虚的 太和镜如果都是你这种水准 那可真是让人失望 雾气之中 血无常浑身麻痹 动作总是慢上半拍 他凝结出一副面容 中性面孔 妖异 邪恶 你根本不懂得我的恐怖 那么准备迎接选择吧 这时 赵无声手持双刀 冲入雾气 学你老母 爆粗口的他 双刀之上燃起暴炎 正是又一次叙事之后 斩出的黑白双炎 哄 血无常到飞而出 连着砸断鼠棵大树 他嘴角抽搐 你们 话还没说完 成片成片的攻击 砸在他的身上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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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棵又一棵大树倒下 烟尘 碎线 残枝四散纷飞 血无常被打得有点猛 他堂堂一位大高手 居然连话都不给说 就逮着狂揍 这不合适吧 越想越生气 然而在他想要动手的时候 林明和葛清皇又一次引动雷霆 他们两人出见又快又准又稳 引动的雷霆分毫不差 再次击落血无常 紧接着 众人又是一顿狂轰乱炸 小家伙卖力地摆着尾巴 两只小爪爪来回挥舞 打死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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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 重复整个过程 林明和葛清皇引动雷霆 麻痹血无常 赵无声以及其他人积蓄力量 释放自己最强的攻击轰打血无常 不知过了多久 血无常身形完全不成样 再也没有任何人类的特征 他如一滩烂泥 趴击在地 却薄得只有纸张厚度 你们欺人太甚 血无常的声音在山谷中疯狂回荡 林明淡然补刀 你不是人 小家伙举起爪爪 开心道 该死的臭怪物被雷劈得爽不爽 知道我明哥的厉害了吧 他就是你的雷劫 血无常 警号 被一帮小辈欺辱 而且有可能就这样被磨死 他再也不能忍耐 必须使用禁忌秘术 脱离当前困境 下一秒 以他为原星 发生剧烈的爆炸 形成了一个极小极小的红黑色蘑菇云 冲击波形成气浪 一浪浪细菌整片山谷 修为较弱的舞者 以及周围的嗜血菩提鬼受不了 只能向两边退去 然而断体经大成 以及像林明这样的异类 并没有受到影响 小家伙说的没错 我就是你的雷劫 林明咧嘴轻笑 齿缝之间冒出白的烟气 水火呼吸 阴阳济济 引雷自神闻 没入惊弦剑 一剑自神闻沟通天地剑道 林明再次拔剑 铿枪 七情剑意 怒 净花水月 灵之行 无悦 神力加持 神速加持 心眼洞察 清静灵台 多种正面效果叠加 林明全身的灵气 玄气 尽数归于一剑 这一次他的剑意毫无保留 七情致性 怒之真意 叙事待发 不发则已 一发绝不留有余地 林明白衣偏然 一剑如仙 不理会血无常的斜碎秘术 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一剑出 万法破 金弦剑跨越万千 斩中血无常那一粒 宛如尘埃的细小心脏 咔擦 晶体破碎的声音响起 很轻 偏偏却传入众人耳朵中 周围 嗜血菩提鬼呆滞不动 众人也停止动作 每一双眼睛都瞩目在林明的剑刃上 那里有一颗星红泛黑的细小光芒 茉莉豪的高手凝神看去 就会发现他的六棱形外形 然后一道裂口崩开 金弦剑上裹着碎星黑金的粉末 顺着裂口剑韧滑了进去 林明嘴角翘起 此物克制天下邪罪鬼物 你死还是不死 沉寂一瞬 血无常浑身的红色雾气不断变黑 然后又泛红 时不时冒出咕噜气泡 仿佛沸腾的水泡 特别瘆人 他歇斯底里 胡乱扭曲 时而把身体卷成麻花 时而拉成巨大的平面 过了片刻 血无常似乎恢复了理智 大叫道 你为什么能找到我的心脏? 林明站在不远处 扫了扫形体症处于崩溃边缘的血无常 笑道 猜的 猜的 不 你 你在耍我 血无常说 林明耸耸肩 没错 你临死终于聪明一回 死 不 我不会死 你以为我千年修行 就指得到这点微末伎俩 血无常语气癫狂 形体冒出黑红之气 仿佛下一秒就会爆炸 走 赵无声拉住林明 向后一扯 但凡太合进 一定有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手段 小女娃说的没错 不过本作的手段 可不是低劣的同归于尽 黑红色的器物向内扭曲 旋转的速度越来越快 很快 气体凝结成了一道成年男子大小的旋风 紧接着 旋风忽然爆开 什么都没有剩下 众人面面相去 说好的同归于尽呢 赵无声尴尬一笑 正要说话 这时 玄文书院中 一位长相不太起眼的学妹 忽然拔刀砍向身旁之人 刷 刷 两人背部中刀 倒在地上 还好 随着血无常身躯破灭 围绕山谷的大阵已经散去 要不然 这两道伤口就是致命伤 周围人快速制服出刀砍人的女子 然而 她的眼中只有一片茫然 我做了什么 下一秒 一位城防军士兵举刀砍人 吭枪 吭枪 有人眼疾手快 架住了她 然而 又一次换人 又一次有人出手制服 但就算被制服 很可能制服她的那个人 又拔刀了 这是血无常的手段 她不断控制修为低的人 挥一刀砍向他人 凌鸣 葛清皇 赵无声 小家伙 剑无须 纷纷阻拦 一时半刻 血无常无法杀人 但她可以恶心人 每次换人控制时 她都要挑衅凌鸣 你看 我跳出来了 一位蓝发学妹张牙舞爪 某城防军说道 嘿嘿嘿 你打不到我 萧初杨摸着光头 扒开衣服 来啊 向胸口刺一剑 干死我 顺便干死你带来的人 反复 反复 凌鸣嘴角抽抽 眉毛连跳 你脑子有坑 这样拖着 有什么意思 嘿嘿嘿 有意思啊 本作要夺舍你 血无常说 凌鸣皱眉 你办不到 血无常占据蒋涛的身躯 走到凌鸣身前 不 我做得到 因为你会允许的 只要你不敞开心神 放我进去 我就直接咬蛇自尽 你可以试试 到底是救得快 还是我杀得快 凌鸣皱眉 心中思虑道 血无常说的没错 如果咬蛇自杀 外人根本看不出来 还有各种千奇百怪的自杀方式 也是防不胜防 绝对来不及救 这时 小家伙按了按凌鸣的脸颊 明哥不要答应他 刘雅柔伴坐在地 说 不能放开心神 他是邪鬼梦言 你是断体禁武者 神魂不够坚韧 不可见到石海 在心灵的世界中 你绝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葛青黄漠不出声 眼底却闪过一抹担忧 剑无须摇了摇头 用眼神示意灵明不要接受 赵无声按住灵明的肩膀 明弟 别答应他 这时 血无常控制蒋涛 竖起三根手指 冷笑道 我数三声 三声后 开始杀戮 他似笑非笑 胜券在握的模样 灵明明眉如穿字 汗手道 好 我答应你 嘖嘖嘖 蒋涛发出怪笑 忽然怪笑尬住 他双手抓住自己的脖梗 死死掐住 然后吼道 快砍爆我的头颅 这狗日的被我封在脑袋里了 众人一愣 他们从未想过蒋涛能够挣脱控制 更没想过蒋涛说得出这样的话 快啊 还愣着干什么 我快撑不住了 他正在 蒋涛满脸战红 额头抱起青筋 灵明看着蒋涛 仿佛重新认识了蒋涛 众人一时间很难接受 这还是那个贪生怕死的蒋涛 旁边 赵无声彻底愣住 他曾经嘲讽过蒋涛 说对方贪生怕死 可现在 面对生死抉择 蒋涛毅然舍弃性命 甚至说出让人砍爆他投入的话语 不给自己留全尸 却为他人争性命 真正的男儿 众人心中震撼 暂时无法言语 蒋涛掐着自己的脖梗 瞪眼扫过众人 最终目光落向灵明 快 林公子 我撑不住了 灵明眉心浮现官字神文 透过那双认真赴死的眼瞳 关到血无常 的确被封锁在蒋涛的死海中 一剑下去 确实可以绝杀血无常 灵明拔剑半出窍 你确定? 蒋涛一寸一寸点头 去 爹 灵明不再多言 抬手起剑 然后挥斩落下 剑身触及蒋涛搏梗 声音却不太对劲 碰 蒋涛两眼失去神采 昏厥过去 灵明在中途变招 改剑任斩鸡为剑面拍击 拍晕蒋涛后 灵明的心神 任你夺赦 众人又是一愣 赴死还有人抢着来 小家伙张开嘴 想要说话 灵明摇摇头 洒然一笑 相信我 小家伙泪眼汪汪 点头道 好的 我相信明哥 他都这样说 其他人无话可说 这时 一位学妹走到灵明面前 咧嘴怪笑 哈哈哈 有意思 真有意思 你坏我修行 我占你身体 确实是天道轮回报应不爽 血无常又换人了 灵明冷笑一声 捧起小家伙 放到葛青皇手中 然后 转头道 来 血无常怪笑 嘿嘿嘿 就喜欢你送死送的这么乖 那位学妹突然失神 下一秒 空气中飘荡着血无常的戏血笑声 血鬼梦念最擅长活在别人的心灵之中 你死定了 紧接着 血无常附身灵明 灵明眼前一黑 再一晃神 沉浸到自己的心灵世界中 睁开眼 他看到浩瀚血海的中心处 耸立白骨王座 微然血影盘踞在上 血影气息缥缈 面容不清晰 坐在那里 如冤如玉 灵明仿佛看到了一尊太古神魔 他似乎能勾起人类心中最深切的恐惧 又能带来一切奇迹的恩典 凡人 见我真身 还不归拜 这声音仿佛蕴含大道奥妙 好似得到其中皮毛 就能凭空进入圣者境 这时 灵明见眉微微上扬 歪了歪嘴 轻笑道 神魔不过是另一种生命体 而你把自身伪装成神魔 只能说明 你心中天然畏惧神魔 你有畏惧 我却无 血影既然不动 周身荡起一股股恐怖灵气 浓郁如深水 压力压迫着灵明 他说 凡人 无最后给你一次机会 灵明摆了白手 应该是我给你机会 血无常 叫破名字后 这片空间中的白骨与血海化为乌有 如神似磨的血影一寸一寸崩碎 灵明抬起左手 轻轻打了个响指 大 周遭环境剧烈变化 以他双足所立为原心 一道一道连衣向周围扩散 脚下踏着湛蓝的海面 头顶撕开窝口 窝口中泛着白痴的亮光 凝聚千万只形态不一的兵器 刀枪剑戟 辅月勾叉 贸然进入我的心灵世界 你这纯粹是在作死 灵明笑了笑 不 你的石海为何这么广阔 血无常 没了神魔般的威压 展露出真正的身躯 一团不断如动圆形血肉 布满大小不一的触手和眼球 灵明 下化线 下化线下化线 隔夜饭都差点吐出来 巨恶心 还好 这是心灵事件 闻不到味道 他翻起白眼 急忙挥手 一层幻术 遮蔽血无常的本体 你长得也太丑了 难怪对我杀意那么浓厚 血无常愣神 不明白灵明的脑回路 想了两秒 他才反应过来 灵明这是讽刺他极度灵明的帅气 无言以对 沉默片刻 血无常忽然想起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 你挡得住梦魇的轻石 你还不当妙无静静 不能修出神魂 为什么可以控制自己的石海 这片心灵世界 为什么可以随你的意志而改变 问题犹如机关炮 一发接着一发 足见血无常内心的震惊 灵明咧嘴一笑 竖起终止 关你屁事 言罢 天空中密密麻麻的光之武器 化作一条长龙 不断轰击血无常 血无常哀嚎着 想要退出灵明的心灵世界 就在这时 一枚镜子神温飘起 整个石海上方 荡起无穷无尽的鸿蒙紫气 八一 Zico 这一幕远远超出血无常的认知 他作为血鬼梦魇 曾经进入许多人的心灵 但却没有看过这种浩荡的景象 呆至片刻 再也没有丝毫犹豫 他抱碎自己的本源 只为换来一个活命机会 秀 血无常飞快逃跑 一瞬千里又千里 回顾一看 他依旧没有跑脱 周围全是鸿蒙紫气 脚下还是湛蓝的浩瀚石海 一枚镜子神纹仿佛能够镇压万物 又似万灵根基 这时 灵明漫步而来 口中念叨着《道德经》其中的一个篇章 万物并作 无以官复 服务云云 各复归其根 归根约静 静约复命 此言蕴含天地大道 血无常瞬间傻在原地 你难道 跑不掉了 他最后的一点本源化作人形 一寸一寸转过头 不可思议地看着灵明 你是大能转师 灵明 下化现 他一脸猛逼 不明白对方为何这么说 血无常摇摇头 眼底满是唏嘘 都到这时候了 你还想骗我 大能 超越圣者的大能 跨出那至强一步的绝世大能 没错 只有这样的人才能让我无计可施 血无常越说越觉得自己判断正确 然而 对了又能怎么样 他心如死灰 满脸挂着苦涩的笑容 不过是死个明白而已 来吧 我不反抗了 你要杀我 还是练宝 都请随便 但我要你记住 我虽是邪罪鬼物 但也有我自己的尊严 顿了顿 血无常挺起胸膛 等着脖子 摆出舍生取义的模样 我 绝不成为你的玩物 灵灵摸了摸眉梢 吐槽道 你特念有病吧 玩物 玩什么 也不玩你这样的 我又没有怪异的癖好 也没有神经错乱到 能把肉球看成美少女 血无常脸开嘴 大能眼中 万灵如蝼蚁 就算我临死前 你也不愿说一句真话 唉 一声长叹 血无常仰望着 那没镇压一切的镜子神闻 在这里 他深刻体验到自己就是个弟弟 再也没有了 往日在别人心灵世界中的自如畅快 跑不掉 打不过 说不服 此时此刻 血无常怕了 彻头彻尾的怕了 他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 但确定自己一定要死 于是 在死前 他要多说几句 你的石海和常人不同 至少大过常人数倍 这绝对不正常 无论我跑到哪里都是紫器 只要有紫器的地方 我就不是你的对手 你凝聚的到底是什么神闻 这 这没神闻 涉及天地间最根本的大道 拥有它 你还敢说 你不是大能转世 低位格的人 根本不可能能掌握它 凌鸣摆了摆手 别问那么多 我不会回答的 血无常低锤头颅 仿佛吃过最后一餐的死球 来吧 送我上路了 凌鸣嘴角抽了抽 心道 这傻子把我误会成大能 所以就直接束手就擒 然后等死 妥妥是个欺软怕硬的渣渣 言罢 凌鸣单手一握 血无常一实体的最后本源 彻底爆开 这位邪碎鬼物此生最后一道声音不凄厉 不悲凉 却相当后悔 我不该 血无常烟灭后 一股股记忆碎片飘荡在凌鸣的石海上空 镜子神闻微微震动 记忆碎片中不好的恶念消散于无 凌鸣脑海里顿时多了一些信息 关于血无常的少许记忆 以及他得到 却始终修炼到小城的邪鬼族秘术演魔行梦 心灵世界之外 还有人等待 凌鸣没有立刻查看这次的收获 他闭上双目 他会眼神闪闪发亮 两只小波浪锤对准凌鸣的脑袋 葛青皇凝视而来 目光流转轻波 单手扶着剑柄 随时可能拔剑 赵无声双刀架在鸣脖梗 成剑刀撞 随时可以咔嚓一下 利落断头 鸣鸣黑着脸 是我 众人并没有放松警惕 用谁知道你是谁的眼神瞅着鸣鸣 鸣鸣嘴角抽了抽 抬起手 正想要比出两根中指 赵无声冷哼一声 别动 乱动就砍掉你的头颅 鸣鸣 下话线 那你要我如何证明 赵无声择了一声 撇撇嘴 一时间想不出什么好方法 小家伙跳到鸣鸣头上 闻了两下 我觉得就是鸣鸣的气息 后半句话还没说出来 他看到大家凶巴巴的眼神 刘雅飞脸色苍白 站在旁边 双目凝望鸣鸣 眼底的韵味特别复杂 他没有想到自己会欠下一次救命之恩 但是想到组织的使命 他只能把所有心思化作无声轻叹 剑无须迈步走过来 看了又看 在下以为 鸣兄眼眸清楚 绝对没有被邪碎鬼物夺赦 人群中没人应答 他们虽然记挂恩情 但更加在意自己的安危 无法百分百确定 鸣鸣就是鸣鸣之前 他们不敢掉以轻心 更不可能因为某人一面之词 放下心中怀疑 这时 葛清皇抬起手指点了点太阳穴 记忆 小家伙举起双肘 敷意道 对啊对啊 还是我姐聪明 问询一些记忆 找点比较私密的事情 就能知道 明哥到底是不是明哥了 蛮好 赵无声点头 然后微微扬了扬下巴 那么你说说 最开始我和你怎么认识的 林明摇了摇头 轻轻翻起白眼 然后叙述他和赵无声第一次相识 听完之后 赵无声点点头 可以 紧接着 小家伙 葛清皇 萧出扬 见吴须纷纷纷向他询问 他应答如流 没有丝毫不对劲 众人的态度 顿时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周围人看着他 目光中满含关切 或真价实的真切 明殿 你怎么样 赵无声收起了刀 两只手按住林明的肩膀 一下一下地帮他搓揉 见吴须尴尬地笑了笑 小家伙露血液挠着头 厚着脸皮道 明哥 你看我是不是很乖 林明眼眸中满是和善 嘴角挂着微笑 并不言语 小家伙眨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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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眨 看了片刻 然后举起小爪子 明哥果然最疼我 动 林木敲下一个脑瓜子 疼你个大头鬼 小家伙捂着脑袋 委屈巴巴不敢言语 周围人眨眨眨眨眼睛 各自走开几步 相当默契的不去处眉头 小家伙两只大眼睛咕噜噜转 看到不远处的地面上 一颗微微泛红的血域菩提 冲过去 捡回来 他双手捧着比他脑袋 还大的血域菩提 站在林明脚边 明哥 你看我找到好宝贝了 明明蹲下去 按住小家伙的脑袋 嗯嗯 明哥和你开玩笑的 东西你先拿着吧 周围众人并没有意见 一来是林明当居手工 二来是林明的实力 和他身边人的实力雄浑 这时候找麻烦 那就是自己想不开 黑山兽朝还没结束 一旦被队伍抛弃 最好的下场 也不过是化作妖兽的口中肉 这时 小家伙站在他最熟悉的位置 林明右边尖头 他露出纯真的笑容 明哥 下次这种危险的事情 你不要继续做了 也不算特别危险 林明抬起手指 轻轻妈撒眉梢 很快 众人开始清点伤亡与收获 他们默契的没有询问林明 为什么能够在心灵世界中 胜过血无常 人人都有秘密 没必要太过探究 不多时 刘雅飞 肖初阳各自爆出玄文书院 和清夜城防军的伤亡 死亡的不算多 但人人身上有伤 蒋涛伤势最重 昏死过去 到现在都没有苏醒 多半是受到了神魂之伤 随后 战利品的分配也很快 血与菩提归林明所有 然后他不拿血菩提 余下满地的血菩提 直接就按人头分配了 平均下来 每人到手七颗 这些血菩提 虽然不如血与菩提效果好 却也是断体竞洗练肉身的奇物 大致品皆 人皆上品 一枚少说能换武士金币 对普通的城防军士兵来说 着实是一笔横财 小家伙捧着七颗血菩提脸上洋溢着笑容 人立起来 一步三摇 走路的时候 脚后跟都不沾地 明哥 你没有这种 只有那颗大的 我再分你点 说着 他收起三颗 然后串起白影 把剩下的四颗丢到林明怀中 我个头小 用不了那么多 言罢 他化作一道白影冲到葛清皇的肩头 嘿 这小家伙 还生怕我还过去 林明心头一暖 眼眸带笑 葛清皇闽唇倾笑 夸了小家伙一句 然后走到林明身前 学弟 我们该快点离开了 鬼王和血鬼梦魇的威压消失 周围的兽巢很快就会细卷过来 林明汉手 好的 先去会合养伤的那部分人 然后我们一起离开黑山 林景前辈就在外面等待接应 与此同时 距离山谷很远的一棵大树上 莫应雪双目冷寒 直勾勾盯着谷口 他不敢贸然靠近 因为不论是哪一边获胜 都会对他出刀相向 莫应雪一边把玩双销剑完 一边自语 林明不可能胜 然而 他看到一行人走出谷口 其中有两个关键人物还活着 林明 剑无须 前者是莫应雪恨意所挂 后者属于玄文剑院之人 瞳孔收缩又放大 莫应雪攥紧拳头 该死 林明活着还好说 报仇可以来日方长 但见无须也活着 这就不妙了 他若安然回到剑院 必然对我不利 莫应雪咬紧腮帮子 双眉凝成一团 太和靖绝颠 半步入道 又是邪碎鬼物 面对这么强大的对手 他们不应该活着 眼睁睁目睹一行人远去 消失在目立尽头 他拿起一枚玄文剑院的传讯预检 捏碎 鸟鸟白烟凭空冒出 雾气凝聚 其中浮现山羊胡子的细眉中年人 他名为莫山淮 乃是玄文剑院的导师长 有视清明周墨家嫡系一脉 莫应雪说 七叔 黑山这边出了点岔子 你能过来一趟吗 中年人面色平淡 说道 什么事 随后 莫应雪把黑山发生的事情 娓娓道来 莫山淮也谋虚气 斟酌片刻 好 你联系我是对的 这件事情不能让院长知道 我马上前往青叶城 黑山外围 林景叼着烟枪 一口又一口吞吐 徐奥东坐在方桌边缘 看着他 心中的气就不打一出来 你这家伙 请人居然请到林林小友身上 这是脑子有坑吗 林景戳了戳烟嘴 撇嘴笑道 你懂个屁 徐奥东左脚轻舵 右眼睁大 好气道 是是是 我不懂 就你懂 你是知道老曹对他有多么看好 也知道打铁的有多宝贝他的 他如果在黑山里面出了岔子 林景撇嘴 许瘸子 许三刀 你什么时候变成娘们了 我娘们 你特孽的 别叽叽歪歪了 林林小友本事过人 远比你想得更加厉害 他确实厉害 但再厉害也仅仅是断体径 还不到大成 浑身没有统合如一 战斗时体力不够绵长 面对黑山寿巢 以及那可能出世的鬼王 他怎么挡 我看好他 打铁的也看好他 不然你觉得 我可能从打铁的手里 把他抢出来 林景反问一句 许奥东瞬间无言 周围站着的兵丁不敢多言 两位大佬谈话 他们只听不说 这时 林景瞥眼看过来 你们说说到底 话还没有说完 许奥东哈哈笑了起来 是林林小友 他们回来了 不错 不错 我就知道 吉人必有天相 林林小友 一定是斩杀了鬼王 凯旋归 林景满脑子问号 周围众人 好表怜 许奥东脚下一蹬 地面碰得轻响一声 他化作一道残影掠出 林景喝骂一声 干 手中烟枪向脚下一抖 白色烟雾从烟嘴烟斗冒出 架着他紧追许奥东 许奥东咧嘴坏笑 心道想追 没门 刷刷刷 三道刀器搅动空气 无形气流向后倒眷 逼迫林景减速 八一中文网 林景嘴角抽搐 眼角跳动 沉寂一瞬 他张开嘴 大喊道 林明小友 定然是斩了鬼王吗 许奥东 无赖 没有一点高手之心 明明比拼的是谁先冲到林明小友面前 这废老鬼摆明了不守武德 远处行路的队伍中 众人望着 两位太和静的高人 又听到对方呼喊林明的名字 一时间 众人目光锁定林明 林明怂怂间 也不多多言语 小家伙站在他的肩头 垫了下后爪 咦 没有看见老家伙 这时 许奥东 现一步到了林明身前 他咧嘴笑了笑 正要说话 眼角于光瞥到林明身后负伤的众人 伤痕累累 虽然不算满身是血 但眼神中透露出的 仅有疲惫两字 还有一些人躺在担架上 其中有人断掉了手脚 有人重伤昏迷 嘴边的话语再也说不出口 徐奥东伸出手 落在林明肩头 啪啪 拍了两下 他又收回手 林明咧了咧嘴 回来了 林景飘落下来 扫了一眼清夜城防军 铿锵有力道 清夜郎不负众望 你们身上染着斜碎的气息 必然是斩鞋归来 随后 清夜城的士兵进行了例行报告 黑山中发生的事 151时听完 里面不仅有鬼王 居然还有血鬼梦魇 若非林明小友 只怕这一次黑山之中 无人能活 徐奥东感叹一声 林景敲了敲烟感 无人能活都是小事 一旦让血鬼梦魇的计谋得逞 他会得以入道 这种邪碎之物 自古以来不受天地大道喜爱 很难入道 然而一旦入道 极为恐怖 极为强悍 而且这样会更加难以杀死 道师整片清明州 或许都会深陷血海 林明摆了摆手 两位前言重了 并非都是我的功劳 还有大家浴血奋战 不止 林景指了指手下 士兵的长刀 碎星黑金粉末 斜碎之物的天然克星 若没有此物 只怕最终结果 依旧不堪设想 几人的谈话 并没有避开众人 正在包扎中的士兵附和道 是啊 这东西太关键了 若不是林公子 这是咱们铁定全军覆没 没错没错 没有撒上这黑色粉末撞玩意之前 咱根本砍不上嗜血菩提鬼 这算啥 最开始咱们那一票人都中招了 嗜血菩提鬼中不仅有鬼王 还有一些其他的一变体 如果不是林明公子赶到 只怕俺早就死在乱刀之中去 有了碎星黑金 那些嗜血菩提鬼就是弟弟 老子一个能砍撒 林明公子仗义 出最大的力 不最狠的命 竟然敢在心灵世界中迎战血鬼梦魇 而且还胜了 实在太强 从今以后 林明公子就是我的榜样 赵无声红唇微动 一肘子顶在林明腰间 着实不错 哈哈 小家伙见到有人对他的明哥动手动脚 雪白长尾撩了几下 一道道冰水混合物喷向赵无声 赵无声轻轻吸气 然后吐出一口啄热火气 碰 陆雪叶倒飞出去 砸在林明怀中 他不服气 还要冲出去 林明管耳倾笑 拎起小家伙的后脖梗 你不是吴声姐的对手 小家伙扭了扭 我打不过 明哥你可以打呀 明哥你打不过 还有我姐 实在不行 还有老家伙 赵无声 他可是知道小家伙说的老家伙是谁 就是那位铁匠铺的圣者前辈 惹不起 惹不起 丢下一根糖葫芦串 赵无声说 给你吃的 以后我们交个朋友 小家伙拿着糖葫芦 撇了撇嘴 想说才不 不过糖葫芦晶莹剔透 散发甜甜果香 他一不留神舔了一下 两只眼睛 眯成幸福的月牙状 小家伙立刻答应道 好 不过我和你只是酒肉朋友 赵无声 葛青皇会议 敏唇倾笑 林明点了点小家伙没心 说错了 你们只是糖葫芦朋友 众人顿时明白 小家伙的意思 沉寂一瞬 周围爆发出了轻快的笑声 身为士兵 见惯生死 同跑果实战场 他们并非不伤心 只是能够比常人更快走出来 很多时候 不得不走出来 效果 抹掉眼角的泪 必须再次前行 紧接着 小家伙逗去大火 众人心情好转许多 还有一些伤员没有醒来 必须回到青叶城好好治疗 林景还需要继续防备黑山寿巢 不便离开 于是 徐耀东与林明一行人结伴回 花费半天时间抵达青叶城 城门口 数百士兵列队 一位身披铠甲的高大中年人 站在正中央 他头顶光秃秃 没有任何头发 也没有两条眉毛 面向方正 双目炯炯有神 不怒而微 萧初扬迎了上去 站在中年人身旁 我来介绍一下 这是我爹 萧汉生 青叶城城主 他抬起手指了指自家老爹 又抬起手指了指林明 这位就是林明 玄文书院的首席林家的二公子 林明微微汉手 正要说话 萧汉生却满脸激动 就是你 让我儿子得以尝到曹老一盏清茶的 林明微微一愣 点了点头 其实与我没什么关系 就是曹老喜欢煮茶 所以 常喝 萧汉生 他嘴角抽了抽 曹老亲手所煮的误道茶 世间可没多少人喝过 林公子能常喝 绝不是一般人 这时 徐耀东拍了拍腰间的刀 啪 啪 少废话 你小子专门等在这里 该不会就为了巴结林明小友 然后向老曹讨一杯茶吧 萧汉生愕然 急忙摇头 不不不 这倒不至于 不至于那就赶紧的 让路 进城 徐耀东指向审核 看不到这么多人受伤吗 萧汉生笑了笑 并不为徐耀东的语气气恼 是我疏忽了 说着 他拍了拍手 士兵领着众人进城 诱拐就有三顶白色大帐篷 里面有专业的医者 林明等一行人 但凡受伤的都得到了妥善的治疗 徐耀东满意点头 不差 言罢 他向萧汉生拱拱手 又向林明说道 此件事了 记得来老曹的小院一趟 他有事与你说 林明汉手 知道了 随后 徐耀东离去 林明福下仪者提供的回气丹 盘膝打坐 小家伙 葛清皇 赵无声 箭无须同样都是没有伤势 只是太累 需要服用丹药条理 他们这些人 安置在一个帐篷里 就地调膝 另外一些人 诸如 刘雅飞 蒋涛 以及一些伤势过重 又在一个帐篷 还有第三顶帐篷人进人出 都是一些轻伤之人 萧出阳因为修为不足 战斗风格不适合群战 反而出力比较少 灵气消耗不多 伤势也无 他没有大碍 索性负责向萧汉生 汇报黑山之行的具体情况 经过一段时间 灵明体内匮乏的灵气逐渐充盈 魂 破二字 引动的子鸣吞玄 常驻其身 他的灵气已经不是单纯的灵气 而有五分之一的玄气 玄气品皆比灵气高 在子鸣吞玄家池下 恢复速度远快过灵气 这样一来 灵明身体恢复的速度远远快过其他人 他睁开眼 看了看周围 大家都在打坐调息 就连小家伙也盘踞成一团 趴在他和葛青皇中间 灵明笑了笑 轻手轻脚离开这顶帐篷 他到处看了看 然后进入重伤者比较多的那顶帐篷 这时 他的玉字神文可以再次使用 敢等也是等 不如做点事情 灵明走到一位医者身旁 说明自己也能帮忙疗伤 周围医者知道 灵明身份不凡 不置可否 实际上内心并不看好 然而 灵明的神文一出 顿时惊艳重医者 神文疗伤不算罕见 但效果这么好的疗伤神文就很罕见了 灵明的玉字神文对于皮外伤的效果最为显著 几乎肉眼可见的愈合 周围医者嘖嘖称奇 奇怪 这没神文的功效太不凡了 灵明公子实在有点厉害 对皮肉之伤有效 不知道对脏腑伤势如何 太强太强 居然能够隔着身躯治疗脏腑内的损伤 搭配上相应的丹药 效果好像更不一样 那没神文本来就可以加强丹药功效 而本身还能带有愈合效果 对于伤势的治疗实在太强了 以往老夫还把玉字神文当成鸡肋之物 如今看来是在下浅薄了 谁不是呢 周围其他医者出生附和 灵明治疗手段神奇 看起来赏心悦目 玄文书院的学妹们闻训而来 大多围绕在她身旁 小姑娘只要受伤不重 就宁愿暂时得不到治疗 也要排队接受灵明的治疗 这就导致灵明经手伤患的大半都是女子 不过 周围的医者乐见其成 因为大庭广众之下 为女子治疗伤势远远不如为男子治疗伤势方便 前者不可能宽衣解带 后者赤膊再那也无妨 而灵明的玉字神文 恰好能够隔着衣服治疗 方便 于是灵明开始了他的表演 一名又一名伤者在他的治疗下复苏 速度很快 远比其他专业医者还要厉害 帐篷外 一张方桌旁 萧翰生从灵明醒来就开始观察他 看了许久后 他拍了拍旁边同座的萧出阳 你们这位灵明首席的紫色神文很多 不知道 萧出阳怂怂间 反正光我见过的就不止三个 卧槽 萧翰生心中震惊 脸却绷着 五百年难得一遇的紫色神文还是疗伤用的 不错 再搭配其他紫色神文 不凡 儿子 你可得好好结交他 萧出阳白了他一眼 爹 灵明已经是我大哥了 他可不仅仅只有一枚紫色神文 紧接着 父子两人细说片刻 萧翰生越听越震惊 双目瞪得滚圆 一不注意 他被自己的口水枪住 可嗨嗨 连续咳嗽数声 萧翰生皆叹道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难怪老元帅会那么在意他 天赋高绝之人我也见过 但从未有人如他一般有担当 换做帝都那帮天之骄子 他们绝不会为了他人犯险 蒋涛和血无常处于僵持中 那些天之骄子百分百会轰碎蒋涛的头颅 而灵明公子不会 他甘愿自己冒险 承担责任 顿了顿 萧翰生两只手搭在萧出阳肩头 眼对着眼 认真道 记住 对灵明 你必须以成相待 当然 萧出阳摸了摸脑门 萧翰生摇摇头 不 你还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以成相待 递来给你示范一次 言罢 他领着萧出阳走到灵明面前 等到灵明治疗好一人 萧翰生说 林公子可否方便借一步说话 白色帐篷外 一张方桌靠近城墙 灵明 萧翰生相对儿做 干愣着做啥 没点眼力见儿 快去给你大哥倒茶 萧翰生轻轻嚷了一句 萧出阳满脸委屈 心道 说好的示范 去倒茶了 还看着鬼 他那那道 我什么我 快去 萧翰生眨了眨眼 搂过自家儿子的脑袋 压低声音 答应你的事情 老子不会忘 回来 你也一样看得到 好 我去吩咐一下弟兄们 萧出阳汗手 萧翰生翻白眼 滚滚滚滚 我这是让你自己去倒茶 就在我们两人谈话的时候 伺候着 萧出阳这时 灵明笑了笑 打岔为萧出阳解围 晚辈斗胆称明一声萧伯父 依我看 三人一同坐着饮茶 更有意趣 萧出阳感激地看了灵明一眼 灵凶英明 萧翰生心中暗脆 逆子不成器 被人一点小恩小惠就收买了 随后 他和灵明说起正事 墨应雪单独进入青叶城 但却隐藏气息不知所踪 灵明微微皱眉 玄文建院没有人跟随他 他一直以为玄文建院和他们采用了同样的方式 让一部分较弱以及受伤的人躲避在某处 但是现在墨应雪独自一人进城 这就证明事实与灵明的猜想不符合 灵明说 待会儿我去问一下建兄 看看他是否能联系到其他玄文建院的人 萧翰生点点头 公子是想找到其他暗藏的人 怀疑他们会搞事项 灵明摇摇头 萧出阳拍鸡桌子 这个臭娘们还有胆量进城搞事 我这就去找兄弟们四处搜查他 灵明和萧翰生同时伸手 各自按住萧出阳左右肩膀 灵明说 我不怕他搞事情 顿了顿 灵明轻轻敲击桌面 说道 玄文建院这次来的妙无镜 当着我们的面死诀 断体镜中莫应血当属顶尖 在玄文建院这次的人中 除了剑无须 并无比他更强的 那是 萧出阳皱眉 满脸疑惑 萧翰生懒得比是自家儿子 眼底升起寒意 公子是说 他可能暗害同门 灵明摇摇头 主动出手道不至于 但很可能放弃同门 毕竟当时 再在寿朝中存活 并不是他的主要目的 真正重要的 应该是我手上 这颗血域菩提 萧翰生摸了摸自己的光头 以他冷漠的性子 把同门抛弃 换来高手的实力留存 然后夺取胜利的果实 这是非常有可能的 那还等什么 这种桑尽天良的混蛋 就算是个女人 也不能轻易饶恕 萧出阳说着 就要再次起身 萧翰生嘴角抽搐 一巴掌按下 下一秒 空气凝结成半透明手掌 按住萧出阳的光头 碰 萧出阳屁股底下的椅子碎裂 萧翰生瞅着不成器的儿子 满嘴唾沫星子飞溅 你小子毛毛躁躁 沉不住气 像什么样 就是因为这样 老子才不乐意让你听 去去去 倒茶去 林明心中好笑 不再出言阻拦 林兄 萧出阳若若出声 林明视若罔闻 萧出阳娜娜走了 甚至没有察觉 屁股上扎着几根长木屑 走出老远 他才注意到屁股不太对劲 疼 差点抱了菊花的那种 摘掉木屑后 萧出阳心有余悸 好玄 身体最娇嫩的部位 差点就要受到重创了 他满头黑线 找了个没人的角落 简易处理屁股上的伤势 然后去倒茶 虽然心中一百个不乐意 但还是按自家老爹的吩咐 他亲自倒茶端过去 回到方桌旁 就看见林明和他老爹有说有笑 啪 重重放下茶杯 萧出阳瞪了萧汉生一眼 萧汉生反眼瞪回去 我去 当着你老子的面 什么态度 萧出阳审笑一声 边倒茶边故作伤春杯秋 亲儿子只能端茶倒水 说归说 他给林明倒茶时 手脚不慢分毫 但轮到萧汉生时 萧出阳趴的放下茶壶 老爹 你自个儿倒吧 萧汉生嘴角狂抽 想骂又骂不出来 林明在旁边看着 心中没有由来生起一种羡慕 亲情对于现在的林明就是一个奢望 先不认他是穿越而来 对于林家的便宜老爹毫无感觉 单说融合原主记忆 知道这三年家族对他的种种 以及他凝聚神闻 多日以来 林家始终无人联系他 仿佛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 这几点细节 完全可以看出林家 现在有多么不待见他 这时 萧家父子察觉到了林明的心思 默契地停了手 萧汉生举起茶杯 示意林明供你 林明 我斗胆称一声伯 你且放心 不论那墨印学有什么花招 你都不用在意 还有 以后在玄文书院 还得劳烦你多多照顾初阳这个大傻个 林明笑了笑 举起茶杯 好的 怎么说 林哥和我也是一同经历过生死的人 交情还用你这个老头子来说 萧初阳呸了一口 矫情 两个时辰后 疗伤的众人差不多都好了 葛青皇 赵无声 刘雅飞领着玄文书院众学妹先行离去 他们都是姑娘家 多日在外 经历杀戮和劳累 身上不是汗水就是血水 现在回到城中 当然得好好洗浴一番 入雪夜回到林明尖头 盘踞成一团雪白毛茸茸的小球 待在他最熟悉的位置 林明找到剑无须 向他说明先前的猜测 剑无须神色震惊 一时间有点不太相信 墨应雪虽然无情 但能为首席 不至于毫无底线吧 林明摇摇头 难说知人知面不知心 剑兄试着联系一下这次前来的玄文剑月学子 好 剑无须拍了拍挂在胸口的剑行玉佩 一连串联系了二三十人 始终得不到回应 剑无须虽然不想相信 但也不得不相信 他浓眉高高扬起 身后剑侠不断颤抖 嗡嗡嗡 怒到极致 他的语气带着细微的颤抖 身为首席 不想着保护学子 反而在为难之际放弃学子 不当人子 林明按住剑无须肩膀 剑无须轻轻呼出两口气 神色逐渐平缓下来 林明说 你有方法寻找到他 剑无须摇头 他是首席 我无法确定他的位置 他倒可以确定我的位置 小家伙探出小爪爪 那他岂不是知道我们回来了 此话一出 林明和剑无须对视一眼 林明弯曲十指妈撒眉梢 玄文剑院是在宁国国都 从那边过来 这边最快多久 剑无须睁大眼眸 浓眉向上扬起 你是说他向玄文剑院求援 没错 他身为首席 逃避责任 害死同门 这是不可饶恕的罪状 林明汉手 剑无须恍然大悟 所以他必须找玄文剑院之中的墨家自己人来圆 林明嘴角危先 剑没亲娘 任何一位圣境强者走动 都会引起关注 所以来人必定是入道境 入道境 要从国都赶来清夜城 你可猜得出人选 剑无须来回夺了数部 忽然驻足 既然来人是入道境高手 又必须同时属于墨家和玄文剑院 那么墨山淮一定是不二人选 随后 剑无须大致说明此人实力 以及身负玄文剑院导师长的职位 这个职位权力很大 能够决定低阶导师和普通学员的去留 两人合计片刻 剑无须说 如此看来 他是想要让我来承担责任 林明清冷一笑 微不可查地摇头 剑兄把人想得太简单了 嫁祸给你 你还活着 剑市院长调查起来 身为首席的墨应雪很难不出事 然而 如果你死了 这一次黑山之行 玄文剑院只有他活着 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其他外人诸如我们 清夜城 在当时处于敌对的立场上 事后我们无论说什么 都不足为信 剑无须双瞳微微晃动 不可能 话语还没有说完 他想到墨应雪放弃同门 逃离血无常的模样 以及现在的猜想 他对墨应雪 根本不敢抱有丝毫的信任 此女心思极恶 人心险恶 远远胜过妖魔鬼怪 剑无须赶快一声 林明摇摇头 剑兄暂时不要乱走动 未免遭遇不测 还是去城主府赞助 在宁国 皇族宁市实力雄浑 连带着玄文剑院之类的方外势力 也不敢乱来 他们不可能明目张胆 冲击清夜城城主府 剑无须思量数秒 然后汉首道 就听林兄安排 很快 林明把剑无须引荐给萧汉生 萧汉生围观多年 早就混成人精 林明稍微说了两句 他心中已经明白 拍了拍胸脯 萧汉生说 林明小友放心 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何况老子 最欣赏心有道义之人 剑无须在我清夜城内 绝不会出事 剑无须汉首致谢 谢过城主 别过众人 林明和小家伙 前往曹主清的别院 进入小院内 文人千亿 许奥东 居然罕见地对决起来 文人千亿修为高绝 许奥东人称许三刀 号称三刀斩尽不平式 他的三刀叠近 堪称一绝 第一刀递出 平平无奇 第二刀再出 似迅猛雷霆 如覆灭万物的狂涛 快猛 第三刀启示 天地隐为色变 对手面对的 不再是一人一刀 而是天地之间 应存之功力功道 林明进入小院 看到的正好就是这第三刀 此刀堂堂正正 不算极快 但却无法闪避 不算极强 但却难以抵抗 以林明的眼界 哪怕有官字神文的加持 也暂时无法看出 这第三刀有什么破绽 如果硬要说破绽 大概就是 不要让许三刀 叙事递出这可怕至极的第三刀 然而 直面这一刀 文人千亿却还有闲情意志 指点林明 看好了 我玄珠一脉的看家本事 林明一愣 心中略微凛然 两位前辈这是赶上趟了 故意为他展示一番 文人千亿抬起手掌 迎接仿如天地之威的一刀 哄 两者碰撞 剧烈的冲击波荡起 却在一仗范围内湮灭 这是 林明微微惊讶 旋即看到了这一掌的奥妙 一掌运用的是旋柱一脉的三大基本刀 百断 再掌与刀相撞的瞬间 成千上百次震动 就像一柄铁锤 瞬间完成了无数次敲打 同时 看透掌的奥秘 林明也悟到了刀的玄妙 刀之强不在于其他 全在于义 徐耀东行走江湖 游侠十方 多年来养成了他心中独有的意 这不仅仅是刀意 而是一种特别的意境 很难说清楚刀意与意境的区别 但林明能够感受到本质上的差别 若要比较 刀意的修行虽然难 但却有迹可循 意境却独属于那一人 外人绝对无法复制 还有一点 前者对实力的提升大概是一成到三成 就算最强的刀意也最多提升五成 但意境不同 刚才那第三刀出 徐耀东的战力已经从太和进大城逼进入道境巅峰 整整一个大境界的提升 震撼莫名 林明星有所悟 双目直勾勾盯着前方 他的眸子中没有映照出文人千亿 徐耀东的身影 而是不断回放着两人的一刀一掌 真是好强的悟性 文人千亿咧嘴轻笑 伸手招了一下 小家伙飞入他的蒲扇大手中 小家伙扭动身躯 窜到茶桌上 仰头问 老家伙 明哥怎么了 文人千亿耸奸 好事 小家伙 徐耀东汉手 的确是好事 老夫行走江湖数十年 还从没有见过一人 有林明小友这般悟性 他看到的 不仅仅是你那一掌 还有我的一刀 哦 你是说他领悟了意境 文人千亿诧异 要知道 就连他也不曾领悟意境 这玩意不是一般的违心 能行就是能行 不行就怎么也无法努力 徐耀东笑了笑 林明小友似乎透过你那一掌 看到了我那一刀的本质 然后全身心领悟这一刀 并且感悟独属于他的意境 八一Z扣 文人千亿催了一声 老子的摆断一击妙用无穷 无论对敌还是打铁 都是一顶一的神迹 你懂个屁 曹主清正在煮茶 一丝不苟 唯有嘴角微微上翘 过的片刻 他完成煮茶的最后流程 放下茶壶 轻笑道 小友有所领悟 你俩安静点 不要打扰他 林明陷入意境的领悟 他眉心闪耀镜子神闻 一如往常 包裹着看不穿的紫气阴晕 紧接着 身体周围飘起其余十一枚神闻 观 玉 力 速 引 剑 魂 破 火 水 雷 十二枚神闻 全是超脱品阶 曹主清 文人千亿 许奥东 陆雪叶在不远处影 再一次看到林明小友的神闻 还是那么让人震撼 曹主清微微一笑 陆雪叶自豪挺胸 我明哥是谁 这还用说 文人千亿问 一次意境领悟需要的时间 大概多久 这种问题没有答案 看个人 许奥东笑了笑 怎么了 这么着急 就因为小友是你玄珠一脉的掌令者 文人千亿白白手 我不急 主要是老曹 他今天就应该要回都城了 许奥东笑道 宁静的地方又跑不了 什么时候回都一样 晚个一天两天不打紧 曹主清清措茶水 回京一曼不一块 必须召集旧部 蓄势北上 小家伙一下一下舔势茶水 为什么 因为那些世家门法 一定会百般阻挠 蓄势北上 才能让他们投鼠忌气 曹主清笑着解释 小家伙挠挠头 虽然你说的每一个字我都听得懂 但组合起来 我就听不明白 文人千亿伸手扯住小家伙的雪白肠尾 往回一拉 肖骂道 你的脑壳里一共才几两脑子 听不懂实属正常 小家伙压了一声 回头扑击文人千亿 老家伙 你说我笨 文人千亿 他想不明白 小家伙为啥听懂了这句 哈哈 没有没有 咱们继续喝茶 文人千亿 日升月落 时间一化过 第二天一大早 清夜城外来了一对风尘仆仆之人 他们身着黑白胶织的长袍 长袍胸口 或者左臂处挂着一枚剑形玉佩 为首之人续着山羊胡须 正是墨山淮 他气态不凡 毫不遮掩自身气息 身体周围时不时有细碎的空间拨文泛起 守门的士兵见到他 哪里敢去多余阻拦 照理查问之后 立刻放行 角落处 一名小贩悄然起身 向着城内而去 然而 一柄石头长剑从地面升起 挡在小贩身前 别白费心思了 不用专门去通风报信 墨山淮沈笑 抖了抖袍袖 轰咚咚咚 延绵的阵洞传遍四面八方 天空 大地似乎有某种道的痕迹显露 紧接着 墨山淮的声音传遍整个青叶城 应许 速来北门 本座已到 无人胆敢动你 萧承主莫怪 今日是我玄文建院追查院内之事 还请给个搏面 沉寂一瞬 墨山淮雷霆出声 玄文书院的人听着 你们一个也跑不了 拾去的乖乖出来 不要让本座心情不好 你们在黑山之行 暗害我怨之人 导致他们全部覆灭 只有墨硬雪一人逃出 这般罪行天理难饶 让你们的首席滚出来 成竹府 萧出阳急冲冲往外走 站住 你去哪儿 萧翰生问 萧出阳回头 折指天上 我去与朋友共患难 萧翰生额头冒起黑线 患难个屁 你不用理会这事 萧出阳 他急吼吼道 就这么让那家伙嚣张 当然不是 萧翰生笑了笑 他在找死 当然得让他多倒过一会儿 啊 萧出阳一头雾水 傻儿子完全没点头脑 有时候真怀疑他到底是不是自己的肿 萧翰生翻翻白眼 你喝过曹老的茶 怎么还这么愚笨 萧出阳嘴角抽抽 萧翰生摆摆手 打断萧出阳的话 什么都别说 让我安静话 这时 墨山怀望着成竹府 冷笑道 看来传言不实 都说萧翰生为人重义气 他儿子与那邻民关系不错 但真正面对事情还不是一样当了缩头乌龟 哼 偏僻之地 又能有什么真正的能人 墨应雪从长街上走来 拱了拱手 七叔 墨山怀倾笑 吕了吕山阳胡须 不必多礼 应雪 你得到主家看重 以后必然成为我清明州墨家家主 这次七叔帮了你 你可不要忘记就好 侄女从小就和七叔亲近 这点您大可放心 好 我们先找到贱无须 灭了口 然后一切好说 这 墨应雪指了指墨山怀身后 放心 虽然其中有些生面孔 但我保证 他们都是我墨家之人 只不过 你还不是家主 一些东西还不了解 嗯 明白了 墨应雪汗手 墨山怀眯了眯眼 浩大的神石连接天地 一瞬间扫过整个青叶城 普通的入道境并没有这个实力 但他入道时摸到的道乃是石之道则 整个青叶城都是石头建造 恰好在他的道则统御之下 很快 神石扫了大半个青叶城 墨山怀脸色忽然阴沉下来 好歹 肖汗生你居然敢收留见吴须 曹 他猛然拂袖 带着玄文建院众人赶去城主府 曹主清的别院内 闻人千亿一口喝干茶水 冷哼道 什么垃圾玩意 区区入道境也敢这么嚣张的 看老子去捏扁了他 曹主清摆摆手 且慢 闻人千亿挑眉 怎么 老曹 你该不想要拉拢墨家吧 当然不是 我是让你等等 曹主清抬起茶杯 林明小友气息飘飘渺 悟出意境 只怕就在这片刻之间 闻人千亿看了看林明 有些纠结 他拍了一下大腿 望向许奥东 大概还有多久 许奥东摇摇头 不好说 林明小友领悟 已经用了一天一夜 到现在还没领悟 这说明 他领悟的意境极为强大 我也难以测算时间 这时 小家伙抽了抽鼻头 明哥要醒了 明哥要醒了 话语落地 林明节语轻抖 缓缓睁开双眼 清澈 明亮 徐奥东 闻人千亿 曹主清盯着他 那眼神仿佛在说 说好的不好说呢 他老脸微红 硬憋着不打 小家伙串到林明肩头 明哥领悟 成功了吗 林明笑着摇摇头 抬起右手 食指与拇指 中间隔着一条缝隙 还差一丢丢 正要向徐老请教 刚才我领悟的东西 和普通的建议刀意 并不一样 林明直视许奥东 徐奥东笑了笑 却是不一样 小友领悟的是意境 这与建议有所不同 请徐老指教 林明汉手 徐奥东笑了笑 抬起茶杯 不急 老曹主茶一宿 你还没有饮过 我们边饮边说 林明微微汗手 坐到茶桌旁 他端起青瓷茶杯 轻轻喝了一口 小家伙 文人千亿 曹主轻斗不出声 他们也很好奇 意境到底是什么 想要领悟又与什么有关系 一盏茶饮完 徐奥东不紧不慢地开口 意境和建议的区别相当微妙 我当年也是持续七天七夜的 杀伐之中领悟 林明抬手妈撒眉梢 这么说来 我缺乏的是历练 徐奥东露出高深莫测的笑容 是也不是 如果只是历练 就能成就意境 只怕天下之人 早就人人学会意境了 那 林明疑惑出声 嗨 老许 你就别卖关子了 文人千亿轻拍桌子 曹主轻帮腔道 没错 这等密室以前从来没有听你提起 现在话已在嘴边 就快点吧 徐奥东大笑道 哈哈哈哈 难得呀难得 老曹 你可不是急性子 这时 小家伙举起爪爪 舔了舔 我都好奇了 林明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 眼底掠起急许蹊计 弦乐楼始终是悬在他头顶的刀 那位物乐更是藏匿在书院之中 可以说危险就在身边 如果不能领悟意境 面对物乐时 他始终无法占据主动 只能不断挨打 俗话说得好 九首必失 我必须有一招 能够让物乐无比忌惮的杀招 林明抵住鼻梁 心中下定决心 这意境必须领悟 这时 徐耀东黑黑一笑 满意点头 既然你们如此诚心诚意 那我就唠唠 曹主卿翻翻白眼 笑骂道 得性 文人千亿轻呸一声 骂咧几句 林明竖起耳朵 双眼明亮如星辰 分外认真 小家伙点头如捣蒜 快说 快说 好 其实这事情要从老傅年少时说起 当年我曾遇到过一位神人 徐耀东邪腻了文人千亿一眼 打铁的在那位面前 估计也就是被人呵呵的份 文人千亿满脸胡茶抖动 老子已经超凡圣者之境 除非你遇到那种千年万年一出时的老怪物 不然 老子现在就呵呵你 爱信不信 徐耀东转过头 看向其余人 当初那位前辈 告诉我 人要有心中的信念 没有信念的武技 什么都不是 这一点 对于小有你必定有大用 信念 灵明皱眉 意境之道 就在于信念二字 差不多吧 徐耀东咧嘴笑了笑 小家伙挠挠头 好像根本就什么都没有说呢 自信点 把好像两个字去掉 绝腿的 就是什么都没说 文人千亿歪了歪嘴 徐耀东额头鼓起青筋 去去去 老子这还没说完 打什么岔 下面 我要说的才是重点 灵明小有你听好了 建议可能是你模拟天地万物得到的意 也可以是你在人生路上的某种感悟 或者是某件事情特别的触动 凡此种种 都有一个特点 飘飘渺渺难以寻觅 然而 意境则不同 它根植于你的信念 牢固在你的内心 是你五道信念 人生信条的集合 能够了无意境者寥寥无几 有的人就算是圣者 也没有卵用 文人千亿猛然 呛了一口 茶水洒了一地 老小子还记仇 暗逢老子 徐耀东抬的抬眉梦 继续道 当年那位神人名为百里剑神 他见我的刀中不仅有意 更蕴含信念 是才点拨几句 据他所言 从信念升华到意境 最重要的要点就在于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 只向内询 不向外求 灵明忽然说了一句 你此言与那位神人有一曲同工之妙 小家伙蹦打两下 明哥厉害 曹主清抿了一口茶水 原话又是什么 迷者见欲 成者见心 徐耀东拍了拍他的宝刀 似在模仿当年那位神人的语气 原来如此 迷者见欲 被外物所迷惑 诸行无常 犬色生马乱人心 成者见心 不为外物所扰 心不动万物不动 心如明镜 人能自查 单此八字 足见神人之称不虚 曹主清悠悠皆叹 文人千亿 眼底闪耀微光 似有所悟 这时 林明汉首道 我明白了 自己到底差了那一点 尚未明目己心 当然不可能真正掌握意境 对 你还年少 很多时候并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唯有阅历丰富之后 才可能见见明目人生 然后找寻到真正的自我 徐耀东笑了笑 竖起三根手指 当年 那位神人曾经提过道尊所言的意境三大层次 我且说与你听 顿了顿 他说 第一层见自己 第二层见天地 第三层见众生 意境只有三重天 但一步就是一飞生 老夫紧紧达到见自己的程度 旁的不敢说 你让打铁的自封静简 再问问他可敢接我那第三道 林明挑了挑眉 心中凛然道 这台词有点熟悉啊 怎么感觉又和那喜欢穿人字托的老乡有关系 旁观 文人千亿脸色分外精彩 变黑变红变黄变紫变蓝变白 合着 今天你是杠上老子了 徐耀东甩了个后脑勺给文人千亿 抿了一口茶 凝视林明 小友 你想不想立刻找到属于自己的意境 当然想啊 林明脱口而出 徐耀东一边眉毛抬高 一边眉毛压低 写出一副奸济得逞的模样 好 那你拿好此物 改天再去神文博物院里走一走 言罢 他给出一颗外壳透明 内蕴云气翻卷的其实 林明仔细看了几眼 就被小家伙抢了去 梁爪捧着大呼神起 徐耀东叮鸣道 持此物 前往试炼云海 石头会带你找到百里剑神留下的炼心剑路 你和他都是剑修 效果更是会提升许多 林明说 此物如此珍贵 徐耀东摆手 别见外 老子的腿是你治好的 这就算是治病前了 这时 曹主卿笑道 老许的事情了啦 就该到我咯 林明转头看去 曹主卿整了整衣经 然后说 那日所言小友 小友可还记得 林明脸上露出疑惑 曹主卿笑道 老夫擅长用兵 喜欢煮茶 自认在看人一道 颇有见地 以我之见 小友必是国士无双之才 林明眨眨眼 拱起手 正要说话 这时 曹主卿扶住他的手 笑了笑 今日老夫即将离开清夜 希望他人 你我能在宁静相见 微微一愣 林明回答道 好 晚辈若去宁静 定会前去叙旧 曹主卿眼底闪过一抹笑意 微微汗手道 对了 老夫不下将至 你可好 林明汉手 好 清夜城 城主府门口 莫山淮 莫应雪 拔剑出鞘 身后的玄文剑院之人 纷纷拔剑出鞘 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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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路人见到这一幕 赶忙散开 哇 这是哪家势力 太嚣张了 城主府之前拔剑 相当于挑衅当地城主 岂不是间接得罪了皇族 这在我们宁国可是很少见的 他们不想活了 呸 你们真没见识 瞅见他们的黑白长袍以及胸前的剑行标记吗 这帮人是玄文剑院的 难怪 玄文剑院强者辈出 当代院长更是清明州属的上明号的超凡圣者 人家这是实力配得上啊 这时 城主府大门打开 萧翰生走了出来 他身着苍蓝衣衫 大光头在阳光下分外扎眼 周围人忙不迭捂住眼睛 某人惊呼道 是城主出来了 推车的黄牙小贩说 难说 城主父子都是大光头 说不定是少城主 人群中一位老伯挤出来 左眼闭着 右眼眯着 不 绝对是城主 就他喜欢轻轻摆动光头 来回闪咱们的眼睛 这个习惯 老夫观察了八年 绝对不会有错 众人 莫应血扬眉怒眼 交出剑无须 萧翰生摆摆手 一拳头敲击自己心口 清夜城中肆意使用神识 真是好大的威风 我好啪啪哦 哈哈 笑死个人 难道你不知道清夜城内 城主本人将会得到特殊加持 战力至少飙升一个大境界 萧初阳一步一驱走来 并肩站到萧翰生身旁 我老爹要是怕了你 那他就不姓萧 萧翰生嘴角抽了抽 逆子 我不姓萧 难道你就能担起大梁了 萧初阳挠了挠那颗同样闪烁的光头 不过 老爹我不是这个意思 这时 墨山怀脸色阴沉下来 够了 本座到此 不是看你们父子二人耍宝的 去 叫剑无须出来 他身为我玄文渐院弟子 黑山之行出了莫大披露 本座身为导师长 专程前来追查 想必萧成主不会刻意阻拦吧 顿了顿 墨山怀凝视萧翰生双目 我玄文渐院的内务 你想要插手 最好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 萧翰生一言不发 周遭空气沉寂下来 就在这时 萧初阳说 你墨家之人的龌龊 难道还有我们点出来 黑山之行到底怎么回事 应该直接问责墨应雪 他身为首席 统御不利 就是错 墨应雪脸色一寒 事情很明显 面对黑山兽巢 以及嗜血菩提鬼王 你清夜城城房郡 以及玄文渐院之人 却出手坑害 这才几乎害得我玄文渐院全面 长街镜头 玄文渐院的女子们到了 赵无声走在最前面 运起灵气 声音扩散四面八方 搞笑 内讧的事情是你们先挑起的 而且面对兽巢 我们双方采用的措施不同 你决策失误 居然在面对第一波普通野兽 兽巢巢十元地固守 以至于被拖在兽巢之中 无法应对后续的灵兽 妖兽 然后伤心病狂地放弃所有同院学子 这句话浩浩荡荡 周围人听得心声震撼 他们一个接一个望向墨应雪 目光仿如一道道刺透人心的利剑 墨应雪脸色煞白少许 玄机声音提高八度 胡说八道 他说的没错 剑无须提着剑侠 砸在地上 墨山怀冷眼看着剑无须 递出个眼神 玄文渐院来人中 一位瘦高个头说 好胆 叛徒还敢堂而皇之污蔑首席 不必装模装样 你本身就是墨家的人 说什么都无用 剑无须浓眉飞扬 剑侠善行展开 他指着墨应雪 力声道 本以为你虽然是杀 但有责任之心 按本事论 确实尊为首席 然而 临战之时放弃铜窗学子 救你 门心自问可还配得上首席二子 墨应雪咬了咬牙 狡辩道 胡说 你才是唯一的叛徒 当时看情况不妙 跟随他们离去 我等苦苦抵御受潮 你根本就不曾为同门出力 这时 墨山怀抬起手 向下虚暗 哄 一道有弱实质的气浪卷向四方 围观路人被推出两三丈远 墨山怀魂生气激荡起 入道境后期的修为 展露无遗 场中出现无形灵压 修为较弱的 根本无法说话 他冷冷道 够了 所有是非功过 不需要当着人前讨论 你是我玄文渐院之人 跟我回去 一切自然水落石出 远处 葛青黄拔剑出鞘 一箭惊雷 同时 赵无声双刀燃火 对着空处 轰轰两刀 那股笼罩玄文书院众女的伶牙淡去 肖汉生抬起双手 呈举顶之势 当着城中动手 看来你墨家之人 是真的不把国法放在眼里 言罢 他的衣衫烈烈鼓动 太和静圆满的气息爆发而出 地面上升腾一座大阵 明刻繁复归立的纹路 中间飘着片片青叶 外围 路人惊呼起来 这是青叶城的守护大阵 萧承主居然要动用它 墨山淮眼底寒忙暴起 用来抵挡邪魔敌寇的承战阵法 你肖汉生铁了心 和我过不去 肖汉生踏前一步 周身灵气沸腾 你在青叶城内肆无忌惮是放弃机 以施压人 难道我还要放任你发威 今天就算老子重伤而死 也要用这阵法拉上你一起 够胆 你就动一下 看看老子敢不敢引动阵法 墨山淮 干 性消的吃错药了 就为了一个不熟悉的小辈 他怎么可能如此犯魂 这时空间微微波动 一道黑色烈系撕裂开来 有圣者出摸 墨山淮眉头紧皱 心中预感到事情可能不妙 烈系中当先走出一位白衣少年 他见眉心目 唇红齿白 长发过肩随风飘荡 风姿绝伦 这副做派搭配上撕裂空间 漫步而出的手段 必然是圣者静的高人 年龄外貌 根本做不得数 天知道对方到底活了多少年月 墨山淮额头渗出一滴冷汗 抬手攻身道 敢问前辈为何而来 此话一出 肖家父子愕然 肖汉生刚刚生疼的绝死气息 瞬间萎靡下去 他哈哈大笑 没个停 玄文书月那边 葛青黄眼嘴轻笑 赵无声扶着他的肩膀 笑得前仰后合 其余学妹眉目错了三秒 双目流转轻波 似乎盛满了笑意 周围有人认出灵明 相互交头接耳 然后对着墨山淮指指点点 墨应血从恶然中回神 小声说道 七叔 他是灵明 不是什么前辈大能 知道 墨山淮捧着脸 传音一声 他心中已经尴尬到 忘记此行的目的 但面上装出一副老子一点都不尴尬 就算你们笑死我 我也不尴尬的模样 长街镜头吹来一阵凉风 卷起地面的沉沙 掠过灵明的裤腿 他一眼扫过周围 视线定格在墨山淮脸上 嘿嘿嘿 这生前辈着实吓着我了 灵明双眉飞扬 笑容匹坏 免礼啊 不过 你是来找我朋友麻烦的 所以我待会儿不会给你面子 墨山淮拉长着脸 强行绷着 周围人却不断冲他指指点点 巨难受 灵明主动找他说话 他不管三七二十一 马上戒查 哼 见无须是我询问见怨的人 他今天必须跟我走 凭什么 难道就凭你秀位高 灵明翻翻白眼 或许是因为刚才的误会 实在太耳傻 墨山淮急于找回威严 他摊开双手 修为尽数绽放 空间泛起涟漪 你这么理解位不反驳 在场众人 修为都不咋地 我有实力 为什么不用 画刚出口 他忽然觉得不妥 那倒黑色的空间裂系 到底是谁撕裂的 他不知道 这时 灵明咧嘴调侃道 哦 真的是好威风 厉害 佩服 敢扮下风 墨山淮嘴角抽抽 眼底阴寒 小子 你家人多半没有教过 你对高手应该保持静意 墨应学审笑一声 七叔 他在灵家并不受宠 当然没有家教 是了 你们灵家已经把你当成了弃子 什么灵家齐铃 那都是过去的事 墨山淮捋了吕山羊胡须 现在的你 就是个没有后台的小鳖三 灵明皱眉 墨山淮哈哈笑道 看来你还不知道 早在你斩杀我家墨玄机之时 墨家和灵家有过对峙 他们可不愿意为你出头 难道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明明展露了天资 但家族之中 却没有丝毫消息 这说明 他们早就不把你当成家族之人 你现在没有了后台 一句话 杀人诛心 换做普通的天才 这时候 或许内心有了少许崩溃 然而 灵明不是普通人 甚至不是这个世界的人 对于所谓的灵家 他心中一点归属感都没有 眼前的局面 正是他希望的 免得到时候接触家里人 反而暴露太多 被人识破 这世界 竟然能有横渡星空的强者 那么夺舍之类的事情 想必早就已经有手段可以查探 万一到时候露出了端倪 灵家上下找自己的麻烦 那才是无处喊冤 不来就不来 挺好的 以后灵家是灵家 我是我 免得出门在外总有人说 我是灵家二公子 顿了顿 灵明笑道 我灵明就是灵明 只是我自己 哈哈哈哈 小有此言妙哉 曹主卿走出空间裂隙 身后文人千亿 徐耀东依次走出来 看到他们三人 萧翰生嘴角挂起微笑 心道 嘿嘿嘿 都到了 就还差个灵老 哦 灵老还在黑山 那没事了 有空的都来了 看你墨山淮继续作妖 这时 墨山淮扫眼看过曹主卿 有点眼熟 但却一时间想不起是谁 他的目光转移 瞥了许耀东一眼 太和静的修为不足为惧 最终 视线定格 落向文人千亿 看不透 气息也感知不出来 或许就是那位圣者前辈 但灵明出场时 他有过一次错任 这次就谨慎了许多 敢问 阁下是 文人千亿摆摆手 老夫就是个打铁的 今天就来敲打敲打你 温身气息绽放 威压笼罩墨山淮 霸裂如火 墨山淮脸色骤变 遇到大高手了 普通的圣者没有这么强 这位老者到底是谁 他张了张嘴 话还没说 文人千亿右手虚握 哄 墨山淮周身的空气 化作最坚固的囚牢 不断向内收缩 他身旁不足三尺外 墨印学等人却毫无感觉 这份精准的操控力 已经远远超过众人认知 墨山淮咬着牙 强撑着说道 还请前辈高抬贵手 晚辈怎么说也来自墨家 以及玄文建院 林明摇摇头 讽刺道 这种关头 还要用势力来压人 你可真是不怕死 文人前辈乃是超凡圣者 你觉得墨家或者玄文建院 会为了你开罪他 墨山淮心中隐隐有所察觉 但听到林明说出超凡圣者四个字 依然感受到一股莫大的震撼 墨印学和玄文建院的人呆呆愣住 周围路人惊呼起来 超凡圣者公餐造化 今日能够一见实在是三生有幸 哇 这壮硕老头和林明公子关系不浅啊 是不是师徒关系 我觉得肯定是 林明公子这么妖念 定然是有超凡圣者级的高人悉心培养 周围人你一言 我一语 不是夸林明 就是夸文人千亿 文人千亿老脸笑开了花 拍了拍许奥东的肩头 虚名犹如浮云 千万不要太过在意 许奥东 下话线 我招你惹你了 突然给我来这么一句 有能耐 你找老曹秀优远 那也一样 老子修为高 就是这么自信 文人千亿咧嘴露齿 小家伙双脏脱塞 老家伙好威风啊 我也想这样 林明笑了笑 那你可得好好修行 别成天吃完就睡 睡完就完 玩完再吃 小家伙吐了吐舌头 按照族里的年龄划分 人家还是个小宝宝 另外一边 墨应血眯着眼思考对策 林家不过是比较会做生意 比较有钱 其实没什么顶级站立 最强者不过是一个身有顽疾的圣者老祖 所以 林家才会屈服于墨家的威逼 而现在 林明结识了一位超凡圣者 并且关系匪浅 一旦他牵头 林家就会再次得势 难搞 更要命的是 剑无须是铁定杀不掉了 必然为黑山之行留下首尾 墨应血思虑再三 说道 今日之事 本该是我玄闻剑院的内务 但先有萧成主 后有林明和这位前辈插手 足以说明很多 以我之见 直接隔出剑无须 从此之后 他再也不是玄闻剑院的学子 文言 墨山怀眼底亮起微光 超凡圣者当面 想要强杀某人是不可能的 不被杀就不错了 所以 墨应血说的 就是最佳方案 墨山怀点了点头 黑山之行 剑无须行为诡异 与院外之人配合 导致玄闻剑院众人丧生 今日 本座一岛市长的直拳将你开除 吴胡 真的是好大的官威 你就不怕文人前辈看你不顺眼 一拳打死了是 墨山怀 墨应血冷笑 我们行事名正言顺 超凡圣者又如何 若敢明目张胆的出手打杀 那就等着被清明州所有的超凡圣者围剿吧 还有这种不成文的规定 林明瞅了瞅文人千亿 文人千亿汉手 却有这种说法 这是为了防备高人随意以武犯进 徐奥东摆了摆手 圣者竟都会受到约束 超凡圣者受到的约束力度更大 尤其是外州的超凡圣者 墨山怀冷笑道 没错 现在我玄闻剑院处理学院内务 开除不孝学子 你们没有权力插手 墨映雪指了指剑无须 然后凝视灵明 你的朋友 你保不住 现在 我玄闻剑院内务处理完毕 定论就是 清夜城城房军联合玄闻书院 以及叛徒剑无须 坑害我玄闻剑院 导致我们应对受朝不利 唯有我一人逃出 嘴角挂起得意的笑容 墨映雪挑起眉梢 我们要走 要把这个消息报备回去 不论是玄闻剑院 还是其他人 都只会认可我们公布的消息 就算超凡圣者又如何 你们堵不住幽幽众口 就在这时 曹主清踏前一步 拂袖下砸 哄 当着老夫的面妄图颠倒是非 还想要欺瞒天下之人 你们真的是有胆子 曹主清身上气势生疼 一道煞气直冲云霄 血光满天 煞气如雾 老元帅在这一刻 尽数展露自身气势 入道境巅峰 他的入道之法乃是杀伐之道 乃是沙场万人敌 灵明瞪大眼眸 小家伙瞪大眼眸 文人谦一笑了笑 怎么很吃惊吗 灵明 小家伙点头如捣蒜 文人谦一泪击胸膛 碰 碰 碰 他笑容豪迈 咧嘴开怀 你也不想想 老子兄弟能简单吗 顿了顿 文人谦一声若红中 在长街之上荡起 一盏清茶 烹煮沙场 他曹主清可不是擅茶 前半生皆在沙发中度过 只不过身有重伤 养伤结甲 这才有了你面前 平心契合的老曹 众人听到曹主清三个字 一瞬间呆愣 紧接着 一位年纪老迈的摊贩猴英沙哑道 是老元帅 真的是老元帅 您 您还活着 真是天佑宁国 远处 冒蝶老者丢下拐棍 颤颤巍巍卖不身手 老元帅 我是您的兵 我是您的兵啊 您是要再次领兵了吗 可老小子 我现在拿不起刀了 还有妇人牵着两位孩童 远远朝着曹主清跪拜 他轻声对着孩子说 看 那就是我宁国的老元帅 就是娘常常和你们说的盖世英雄 是我宁国的守护神 娘亲我啊 在比你们还小的时候经历三国之乱 若没有老元帅 便不会有宁国西境百万户 也就没有了我 所以 他是我们的大恩人 他的名字叫曹主清 你们要好好记住 两个小孩乖巧点头 是 娘亲 他们看着曹主清 看着那冲天煞气 却没有感受到丝毫的害怕 因为 那血海如鸢的煞气 始终守护宁国百姓 林明星眼观十方 周围一切尽收眼底 他这才真正认识到曹主清到底是什么人 宁国守护神 或许宁国世家刻意淡化他的存在 但宁国百姓从未有一天忘记过他 哪怕过去这么多年 宁国百姓依旧记得他 而且永远记得他 束手边疆 保家卫国 这等英雄男儿 站在那里 他就犹如千军万马 小家伙张开嘴巴 乃声乃气道 老家伙 我觉得主查的比你还威风 比你还厉害 文人千亿咧了咧嘴 汉手道 是啊 他是老夫平生唯一自愧俘虏之人 这时 赵无声美眸雪亮 火红的唇上下吸动 老元帅出山了 老元帅出山了 他转过头 抓着葛清皇的双肩 来回摇动 葛清皇微笑 太激动了 赵无声一掌重重落在他肩头 当然激动了 老娘还学个屁 老元帅出山 必然征讨金国和变国 他的麾下竟是英雄狼 老娘也要去 又能砍翻敌国 又能如意郎君 岂不美哉 哈哈 明帝就留给你了 我就不和你抢 免得你哭鼻子 葛清皇不言不语 盯着他 赵无声善善一笑 也不说话 这时 玄文戒院众人心如死灰 他们之中大多来自各大世家 可是相当清楚曹主卿的厉害 能够让宁国各大世家忌惮 却有无可奈何的神人 这可不多见 莫应雪瞳孔晃动 甚至不敢指示满身煞气的曹主卿 登登登 莫山淮连续退出树部 捂着胸口 这般浓郁的煞气 他的眼底满是忌惮 曹主卿眼神淡漠 你在城内毫无顾忌地使用神识 丝毫不顾虑平民 然后又找上城主府 明目张胆以示压人 单单这两点 你应该死 死 莫山淮抬起双手 挡在身前 不 你不能杀我 我并不全让归宁国所属 我还是玄文戒院的导师长 你杀了我 我们院长不会善罢甘休 他是超凡胜者 文人前辈也是超凡胜者 挡着不就行了 林明笑了笑 曹主卿打凉了林明几眼 小友没有吓到 林明摇摇头 伸手触及煞气血光 我是宁国百姓 你的煞气 与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威胁 好 出生豪族之人 先少以百姓自居 小友之星星 果然不凡 老夫没有看错 言罢 曹主卿消失在原地 哄 一招出手 拂袖之间荡起血煞 墨山淮暴退十几张 脸色煞白 气息灰白 一盒之间 他的所有得意 全数溃散 你真的想要杀我 墨山淮半跪在地 仰望着曹主卿 曹主卿微微摇头 徐耀东拍了拍腰间长刀 笑道 君神曹主卿从不轻易严杀 但凡出口 必然无虚 当年金国国主御驾清征 就死在老曹麾下铁蹄的军阵之中 主察得好嚣张哦 我喜欢 陆雪叶两只小爪爪来回拍鸡 明哥 我们好像多了一个超级超级大考山 林明洒然倾笑 不止 应该是超级超级超级 超级大考山 两倍的超级 小家伙双同天真 声音乃气 林明摸了摸眉梢 半认真半打去 好多好多倍的超级 宁国君神曹主卿 单单一个名号 可抵十万大军 他站在那里便是威势无双 入道境巅峰的气息裹挟着血红煞气 滔天而起 云霄之间 风云激荡 黑山外 林景老泪纵横 眼敢轻轻颤抖 老曹啊老曹 兄弟们到来了吧 这时 一道仿如幽冥般的声音响起 元帅救步 暗影军校未来源 奉命青角黑山寿巢 八一中文网 林景转头看去 林目中 数百人静力不动 他们身着幽暗青凯 脸覆罗沙面具 手持一大衣小双帘 清一色的装备制式 围守者的面具 与其他人不同 旁人的面具全覆盖脸部 他的面具 只遮住左半边脸 你是阿左 哈哈 你来了 想必你哥阿佑 已经去到元帅身边了 阿左汗手 所以留给我们青角黑山寿巢的时间不多 赶快开始吧 见到老兄弟 林景心情大好 哈哈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执着于任务 清夜诚 玄文剑院众人动也不是 不动也不是 墨应雪平生以来 第一次感觉到恐惧 直面曹主卿的煞气 他根本没办法控制自己的内心 相对的 林明站在曹主卿身边 对那滔天煞气 视若无睹 高下立判 众人把他们两人拿来对比 墨应雪 清明州墨家下一代组长 玄文剑院首席学姐 麒麟榜第九 斗战玄体 断体竟巅峰 林明 清明州凌家陨落的天才 全玄书院首席学哥 好名声不扬 坏名传千里 然而 今日一见 流言非真 林明与宁国君神曹主卿望年论交 只此一点 墨应雪拍马难及 再看他面对煞气 毫无巨色 必然是心中坦荡荡的真君子 墨应雪呢 甚至不敢多看老元帅两眼 高下再判 最后 看他的同辈友人 箭无须 葛清皇 赵无声 萧出阳 他们修为或许有高有低 但心气足 有道义 哪一个不是豪杰之辈 墨应雪身边呢 无意同辈至交 即使是那些玄文渐院之人 他们根本就没有心气可言 高下何须再判 谁人是真正的天之骄子 谁人是那耀眼无比的天上骄阳 根本不需要多余的言语 人人心中有数 墨应雪看到周围人的眼神 那个眼神他相当熟悉 路人围观失败者的眼神 为什么这些眼神都投向了自己 他气急 指着灵明 大吼道 都是你 就在这时 墨山淮猛然挥手 一道灵气飞来 堵住墨应雪的口舌 静生 现在情况已经极端危机 他不能放任事态继续发展 悄然捏碎了两枚玉剑 一枚呼唤墨家 一枚呼唤玄文剑院 都是最为紧急的时候 才能启用的保命玉剑 两枚玉剑是放出淡淡的微光屏障 然后先后冒出两道声音 一道来自墨家大长老 墨狂 麦老夫一个面子 还请不要赶尽杀绝 一道来自玄文剑院院长 见阿和尚 斩我剑院之人 本作不问缘由 必然斩你 墨应雪和墨山淮处于微光屏障中 周围那些玄文剑院学子却不在 他们能够清晰感受到曹主卿的滔天威压 这时 天空中飞来三百人 他们骑着雪白的飞翼驯马 身着白甲 头戴白盔 左肩到右胯斜胯着巨公 手持仿如雪银色长枪 为首之人的头盔上插着三根雪白淋雨 极长 何须老元帅出手 他长笑一声 从高天之上射下一箭 箭如风雷 落地急暴 哄 微光屏障顿时破碎一层 墨山怀认出了此人 眼瞳中难以掩饰震撼 怎么可能是他 三百百马飞到长街上空 青夜承重惊呼起来 飞翼骑 这是老元帅一手创立的飞翼骑 他们巡视宁国国境 雷霆般扑灭所有谋害宁国的不义之人 是我宁国悬在恶徒头顶的一柄利刃 是宁国得以安居乐业的保障 老元帅出山 他们怎么可能不来 哈哈 理当如此 这时 为首的白甲骑士翻身下马 带着十几名清兵匆匆来到曹主清面前 他单膝跪地 右拳重击胸口 末将陈夜华 攻迎曹帅归巢 曹主清笑了笑 伸手托起他 好 多年不见 当年的毛头小子已经长大 看你也不恐高了 不错 很不错 太和静颠峰的修为也不错 徐耀东咧嘴一笑 改天试试 不敢不敢 不入圣者境 谁都不敢说能安然接下许伯的第三刀 陈夜华连忙摇头 头顶三根极长的淋雨来回打摆子 真的怕 陈夜华毫不顾忌什么 当着所有的手下 当着长街众人的面 依旧表露无遗 这份举动表露的是尊敬 发自内心的尊敬 墨山淮嘴角抽抽 正想要说话 突然 大地开始震动 整条长街微微颤动 先开始不算明显 随后逐渐加强 林明侧身站立 左顾右盼 看向长街两边的镜头 骑兵 又见骑兵 他们军阵肃目 铁马奔行间分毫不乱 人人身着玄黄重甲 头戴玄铁重亏 身上锁鞋兵器各有不同 或者腰胯双脊 或者背负青龙掩月刀 或者手持杖八长矛 这些兵器只有一个特点 重 能持此等兵器征战沙场之辈 皆是勇猛过人之势 他们胯下坐骑名为铁血鬼马 产自清明州吉西 宁国边境之地鬼源 铁血鬼马身形剑朔 批百断铁甲 能日行三千里 再加上斯明高亢 可让虎狼胆寒 常人不可骑 唯有履历过人 胆识过人的汉族能够降服 人为猛汉 马翼绝尘 故辞 军名神武 同样是曹主卿一手创立 三十年来 神武军正面对敌未有一半 宁国能够在金国 变国夹击之下依旧国力不落 神武军功不可没 两队重骑从长街尽头而来 征兵列队肃穆尽力 这一百二十位汉勇猛士高举长兵 咆哮道 功赢曹帅归京 坐下铁血鬼马 齐齐嘶吼 一声音整齐如一 化作有若实质的重锤击打在第二层微光屏障上 哄 墨山怀面色惨白 转头看向墨应雪 这一局 你我怕是已经输得一无所有 墨应雪摇头 输 我一生都没有输过 不可能在这里输 接受现实吧 应雪 你是我墨家的希望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死的 墨山怀叹了口气 气说 你要干什么 你这是 墨应雪没有继续往后说 他的心中已经隐隐有了感觉 墨山怀心存死至 当下的局面是他们撞了枪口 曹主卿当年杀明赫赫 贵为宁国君神 清明州老一辈无人不知 无人不晓 他再次出山 肯定要杀鸡锦猴 雷霆立威 而这只鸡不是别人 正是墨山怀 墨应雪 神武军阵中 一名手持重极的猛士摘下头盔 其然是女子 他面容娇好而柔美 三千青丝如铺垂落 翻身跳下马 快步走到曹主卿面前 墨将楚倩盈 见过元帅 曹主卿含笑点头 当年的小鼻涕虫 现在长成美人了 哈哈哈 林明眉梢一条 神色满含意外 能用重极的 无一例外 都是无双的猛将 不曾想居然是位女子 他就站在曹主卿旁边 这句话顿时被楚倩盈听见 女将秀眉上挑 重极打横指着林明 有空咱俩比比 林明 下话线 楚倩盈似乎料到了林明要说什么 当前出口道 别问为什么 看你不爽 想揍你 林明嘴角扯了扯 我那句话 应该算夸你吧 不爱听 就不算了 楚倩盈嘴角微先 眼底闪过不明韵味的深意 旁边 赵无声一肘子 顶在葛青黄腰间 那醒来的小浪提子摆明是要搞事 他看着明帝的时候 两只眼睛里面藏着星星 还以为别人看不出来啊 再不加把劲 明帝就要被人拐跑了 葛青黄翻了翻白眼 我和学弟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男女之间从来就不存在纯粹的友谊 你俩又亲密又默契 不是那种关系 谁信 赵无声摊开手 神色变得认真 直勾勾凝视葛青黄双目 只不过是还没有发展到那种关系 你现在不抓紧 以后别后悔 勿为我言之不欲 我和学弟只是求见大道上的同路人 葛青黄语气淡漠 突兀 太突兀了 还说不在意 越伪装越容易看透 这妮子根本不懂 老娘可是相亲三百场的高手 就你还想瞒过我 嘿嘿嘿 赵无声拍了拍葛青黄肩头 与众心肠道 一同求见 那就不只是夫妻 还可以作为道理 然后相互印证见到 相辅相成 阴阳调和 或许此生的成就会更高几许 也未可知 葛青黄恩了一声 第四声的上阳垫 似乎燃起少许兴趣 你说的好像也不错 不过那不是现在 至少也是太和静之后的事情 嗯 原来你之前不感兴趣 赵无声捂着额头 是啊 学弟虽然长得很帅 见到也不错 但总归让人不那么放心 别啊 他就是不让人放心 你不感兴趣 就不要感兴趣 明弟可是超级优质资源 你不要早说啊 我待会就 我现在感兴趣了 赵无声做妖自己做死啊 一直都以为是葛青黄不好意思说 万万没想到 人压根就没往那方面想 其实啊 明弟也没有那么好 你还是别感兴趣了 为了姐妹的终生幸福 青黄你就行行好呗 可以 葛青黄点点头 我允许他收你当测试 扑 赵无声傻眼 声音颤抖 显露其难以平复的心绪 你 你你你 你确定自己刚才说的 是你说的 他语无伦次 手脚错乱 葛青黄咧嘴轻笑 开玩笑的 嗨 你个丫头骗子吓我 赵无声凑过去 脸贴着脸 试探道 那之前的感兴趣也是开玩笑的吧 葛青黄抿嘴笑了笑 伸手撩起额发 银白色的短发在日光下熠熠生辉 他的笑容宛如夏日里最绚烂的花朵绽放 真的感兴趣了 以后我们公平竞争 赵无声受到穿心一击 而且这一下还是他自己找来的 平白无故 给自己找了那么大一尊情敌 人长得超级好看 还超级能打 无法以利胁迫 性格甜淡敬雅 正是男人都会喜欢的那种类型 更可怕的是 见到同路人 这对灵明来说 也很不一样 搞不好真的两人极为道理 越想越难受 赵无声 哦 我死了 在两女说话之时 灵明和曹主卿身旁又多了一人 他身上穿着暗影色的青甲 脸上戴着半张罗刹面具 遮住右脸 露出来的左脸显得妖异而俊美 很白 不似常人 哎呦 林暗影君又不前来 他垂手而立 话语落地时 长街周围冒出一团团暗色火焰 火焰散去后 便是一位位身着暗影铠甲的暗影军军士 屋顶 墙角 阴影处 他们无处不在 仿佛一张天罗地网 墨山淮长叹一口气 传音与墨映雪交代着什么 墨映雪听着听着 眼底有了一抹哀婉之意 玄文剑院众人则呆在原地束手就擒 等待发落 这时 林明和曹主卿没有理会墨山淮 墨映雪 以及玄文剑院等人 曹主卿拉过林明 向陈叶华 楚倩盈 阿佑 以及三军重军事介绍 这位是林明小友 老夫的忘年之交 我乘客多年的伤势就是他治好的 不仅是我 我的两位老伙计雪傲东和林景也是他治好的 楚倩盈眉毛上挑 眉心微皱 然后咬了咬下唇 低头道 多谢林明公子救治元帅 墨江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海涵 小家伙站在林明肩头哼哼唧唧 正要说话 这时 林明按住他的脑袋 笑着白白手 不 将军常年为宁国征战杀伐 束手边境 我不该以男女论事 自古常有金国不让须眉 浅薄的应该是我 露出可爱的虎牙 笑 你说话真好听 我喜欢 他虎牙尖尖 肌肤百里透红 笑起来就似纯真自然的小小学妹 林明汉手回应 还行还行 这时 陈叶华朗声笑道 林明公子 可不要忘记我的 林明拱手 不敢忘 不敢忘 非议齐君陈叶华 实理所敌 剑出壁中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陈叶华大笑 哈哈哈哈 阿佑面无表情 向林明点头 多谢 言简一概 这是在谢过林明 让曹主清 有再次披假的一天 周围不远 长接众人议论纷纷 好啊 林明公子真是有大本事 传闻老元帅的伤势很重 所以当年退隐之时 甚至有人怀疑他已经死了 没想到这么多年来 终于等来了这么一位少年英杰 他救了老元帅的命 这是天大的好事 元帅多年不曾现身 金国和变国 已经越来越放肆了 现在元帅归京 戒士执掌全军 敌国安改来犯 林明公子 不仅仅是救了老元帅 这是救了我宁国万里河山 万千百姓啊 三支明镇天下的军队 神武军 非裔军 暗影军同时现身 一者正面无敌 一者游击神行 一者玄妙异常 墨山淮依次扫过领军之人 宁国神剑第一的陈叶华 宁国充镇最猛的汉将楚倩迎 还有罗刹阿佑 这些人无一例外 都是宁国的梁柱 他们公然前来迎接曹主清 很多事情不言自明 今日 我必须死 不然墨家 都会遭遇墨大损失 墨应血拉住墨山淮 七叔 何至于此 墨山淮摇摇头 满脸苦笑 你不懂 其实我也不懂 唯有老太公那一辈 才真正理解军神的威名 曾几何时 我问过你爷爷 曹主清一介白丁 凭什么能得军神美誉 当时 你爷爷一字一句告诉我 他说话时 声音带着颤抖 仿佛诉说军神事迹 都可能触犯某种忌讳 我曾以为是他老了 不中用 现在 直面军神之威 墨山淮伸出手 揉了揉墨应血的脑袋 七叔我一生无子嗣 所以对你极好 把一切希望 都牵挂在你的身上 而你 确实也不负所望 这些年来从未出错 只不过 人 难免骄傲 你如此 我也如此 这一次的错 我来扛 你必须忍住 可以吗? 看着墨山淮泛红的双眼 墨应血心中已经明白 这一次 是诀别 这位七叔从小就对他好 甚至不必他亲爹插分毫 现在又要为了他的错误赴死 墨应血心里难受 万千言语 只能化作一声 嗯 他目光中带着浓郁的仇恨 撇过林明 墨山淮微微摇头 你还是放不下 也对 放得下就不对了 归根结底 林明杀了玄机 你才针对他 所以我才不得不死 也罢 你要报仇可以 但一定记住一点 墨应血汗手 眼白泛起血丝 七叔 墨山淮白白手 不用多说 你要报仇 不要找曹主卿 这会带上我们墨家 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可天元周墨家在啊 墨应血问 墨山淮冷笑 不能信 他们远在天边 元帅却在宁国威望深重 如果你要报仇 一步一步来 先杀林明 再灭林家 徐徐图谋 顿了顿 墨山淮又说 现在林明救了老元帅 他对宁国百姓有恩 对那些将士有人恩 但是与我宁国的各大世家却有仇 墨应血汗手 明白 没有任何一个世家 希望有这样一位得民心之人 更何况元帅的威望 比当今国主还重 很好 看来你能够明白我想说什么 后续想要报仇 可以 玄文武院大笔之时 就是最佳世界 墨山淮转过神 双袖一幅 刷 刷 两道神闻一闪而过 众人没有看清楚 墨应血已经被禁止 墨山淮扫过玄文剑院众人 待会儿你们带大小姐走 必须把他安然送回玄文剑院 玄文剑院众人点头 墨山淮挥了挥手 整理衣衫 然后迈步走出 站定 他拱手抬起 声音嘹亮而低沉 今日 元帅归京 墨山淮鲁莽得罪 以死卸直 言语落地 墨山淮咬紧后槽牙 台长拍向自己脑门 呼 掌风凌冽 没有丝毫的流利 只要拍时 必定是脑浆爆裂 当场横死 这时 一位左半边脸 戴着罗叉面具的男子 悄然出现 他站在墨山淮身后 不足一尺 两只手闪电探出 一手扼住墨山淮的喉咙 另一只手使巧劲 打击墨山淮腋下 墨山淮整条抬起来的手臂忽然一麻 软啪啪垂下去 元帅没有准你死 你凭什么死 左脸覆盖罗叉面具的男子 嗓音冷漠 犹如地府阴差 你是 墨山淮出口询问 声音刚刚脱离喉咙 他撇到草主亲身旁的阿佑 脑海中闪过一句话 暗影罗叉 阿佑阿佐 阿佑站在那边 阿佐怎么会谬来 他一寸一寸转过头 罗叉阿佐 阿佐不回答 一掌推在墨山淮背部 碰 墨山淮亮呛两步 却没有说什么 在暗影军面前 修为只不过是浮云 阿佐 阿佑双罗叉 以及不知数量的暗影军士 可是能够斩杀半部胜者的 他不过入道境后期 又算得了什么 这时 阿佐碰的一下消失 出现在草主亲身前 与阿佑一般无二的行李 而墨山淮身边多了八名暗影军士 他们站在墨山淮周身八个方位 修为气息不明 但想必不会太高 可这八人站在墨山淮面前 毫无任何畏惧 身形不动如山 双眸冷漠四天 墨山淮低声自语 我只求一死 这都不允 这时 曹主卿转头看来 你有所求 所以才想死 但你所求 并非我能答应 元帅若是不能 谁能 墨山淮太阳穴爆起青睛 曹主卿滔天的血煞之光收敛 沉寂一瞬 化作一道 巨掌拍向墨山淮 哄 地面轰出一个大坑 墨山淮趴在中间 曹主卿说 林明小友 嗯 听到这句话 墨山淮猛然抬起头 双目怒火 喷勃欲出 死在君神之手 这不丢人 死在林明之手 他绝对不愿意 墨山淮抬起头 我也算有名 有幸之辈 就算你贵为君神 也不能如此践踏我的尊严 你墨家之人有尊严有人格 别人就没有吗 林明咧嘴一笑 指着剑无须 我不要你的性命 只要为剑兄讨一个公道 墨山淮皱眉 公道 林明说 黑山之行的黑锅 不应该是剑无须来背 当时 他的选择没有错 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墨应雪 墨山淮瞪眼 猛意拂袖 不 就是剑无须 林明摇了摇头 笑道 我不问你墨山淮 只问当事人 抬起手指着墨应雪 林明说 清夜城城房军 那么多将士知道真相 你还要为一个并不圆满的谎言 害死你七叔的性命 墨应雪挣扎着想要说话 可墨山淮的禁止存在 这时 文人牵一台手续案 哼 静置弥霄 墨应雪张口说道 你真的不杀我和七叔 你们的命与剑兄的声誉相比 不值一提 剑无须想要说话 肖汉生抬手拦住他 关键时刻 朋友帮你 你就该接着 这才是朋友 这时 墨山淮大喊道 不要乱说 我墨家下一任家主墨应雪 绝不可能放弃同窗 墨应雪插一看去 传音道 七叔 你可以活的呀 墨山淮传音道 你不懂 众目睽睽下 你承认这一点 对我墨家打击更重 家族利益第一 随后 两人捅一口径 墨山淮一副为家族慷慨赴死的模样 好像他是准备就义的英雄 然而 长街上一行人策马归来 最前方驾马的林景提着烟杆 吊耳郎当道 如果某人苟命就能抵消真相 那这世间 未免太无趣了点 林景带来的人 不仅仅是清夜城防军的军士 他身后马车上 还有几人 撩开马车的帘幕 其中的人身上 那黑白相间的服饰 分外眨眼 不是别的 正是玄文剑院专属服饰 看到这一幕 墨山淮眼瞳乱颤 回头看向墨应雪 眼神中满是询问之意 你们没有斩草除根 墨应雪眼底略起苦涩 摇了摇头 林景审笑 放下帘幕 什么都不必多说 一切已经调查清楚 你们等着接受调查吧 墨山淮说 不不不 本座愿意以死谢罪 这还不行吗 活着不好吗 林明摆了摆手 是啊 活着不好吗 墨山淮忽然放下心中重负 转头看向墨应雪 就在这时 阿左阿佑两人同时出现在墨山淮身旁 两柄匕首同时穿入墨山淮的肩胛骨 啊 惨嚎一声 墨山淮仰起头 匕首上有着暗影侵蚀的力量 顺着肩胛骨伤口扩散开来 很快 墨山淮浑身无力 他一身修围被封印了至少九成 任人在各 墨山淮张了张嘴 想要说话 这时 暗影军士围住墨应雪 和其余玄文剑院之人 做错了事情 总得承担责任 草主轻挥挥手 把他们压起来 他看向林明 小有可满意 林明摇摇头 指了指剑无虚 麻烦的人不是我 是剑兄 他被开除学籍 这时 剑无虚说 导师长的权力很大 对于普通学生能够一言定之 不过 这对我无碍 我本就了吴牵挂 只不过是听师父所言 下山历练 顿了顿 他浓眉上扬 笑道 玄文剑院不要我 那玄文书院呢 林明摊开双手 以我首席之位 有能力招揽学子 剑兄如此强悍 我玄文书院 没有理由拒绝 相信李荆涛院长一定会同意的 好 剑无虚汉手 这时 曹主清抬起手 几名老伙计会合在旁边 小有这边一叙 周围众人羡慕地看着林明 能够被宁国军神称一生小有 这是何等福分 然而 林明心中并没有那些有的没的 他与曹主清并肩站立 看向长街上的整军待发的军事 曹老好不威风 刚才小家伙可是羡煞了 多次跟我说 你比闻人前辈还要厉害 曹主清咧嘴一笑 那小有呢 林明想也没有想 直接回答道 依然如故 哈哈哈哈 好个依然如故 小有的脾性 真是太合老夫胃口 曹老的脾性也合我胃口 好好好 知我身份 小我身微 小有依然如故 真真不错 颇有赤子心诚不为外物所扰的意思 也没这么夸张 多半是我最早接触曹老的时候 您就是一个普通的主察老者 心平气和脾气好 两人的对话声音不算大 但绝对不小 这一来一去 全数落在其他人耳中 三老和小家伙还好 他们本就习惯了林明对曹主清的随意 但阿左 阿右 楚倩盈 陈叶华 心中难免震撼 曹主清在他们心中是神一般的存在 多年过去依旧尊崇敬仰 从未改变 眼前却有一名少年与曹主清相谈甚欢 那种交谈之间的感觉 真的没有一点提携后辈的意思 很纯粹的友谊 他们几人脑子有点转不过来 干脆放弃思考 这时 曹主清笑了笑 小友多半没有兴趣 现在就后去宁京 八一中文网 林明笑着点点头 还有五愿大笔 曹主清微微汗手 那确实的好好加油 其中 枪怨 刀怨分别属于金国 变国 单愿独立在三国之外 三国打仗 单愿都会发财 也不是好东西 那我干翻他们 林明笑了笑 哦 曹主清尾音上扬 嘴角勾起糊度 好啊 小友很有自信 他抖了抖袖子 拿出一包茶叶 老夫身无常误 只有这包茶叶 并非什么名贵品种 只不过是老夫亲手所炒 就作为鉴别之理了 林明抬手接过 晚辈却之不恭 三日后 宁国军神在线事件的消息 传遍清明州 金国 变国 宁国 无不为之震动 宁国百姓欢腾 均是受到莫大鼓舞 一时间 宁国举国上下 仿佛回到了多年前 气吞如虎 山河皆在掌握中 随时可以把整个清明州 纳入版图的强武圣国 宁国几大世家 却愁翻了天 相比于曹主清在线 他们更愿意面对 金国和变国的打压 因为三国之势 就在于平衡 现在两国打压宁国 这是因为宁国 虽然国力不如多年前强悍 但兵族汉勇 军队雄武 给他们的威胁感太大 多打几次仗 军队威势不在 清明州的最强国 从宁国转移出去 自然就会到宁国 与另外一国联合 这就是权谋与制衡 而三国背后 控制着一切的 不是别人 正是十大世家 与七大宗门 战争当前 这十七个势力 其实算是方外势力 无论如何 都不受影响 但曹主清崛起 他代表的是草根 是平民百姓 是亿万万普普通通的人 所以 三国真正恐惧的 正是他的凝聚力 尤其是宁国皇族 他们根本无法容忍 曹主清这样的人存在 他在民间威望太族 很多人敬他 甚至远远胜过当今宁国国主 曹主清就是世家 宗门的心头刺 这根刺好不容易把除了 曹主清身受重伤 缓慢垂陋 只能等待死亡到来 随着时间推移 人们终将忘记死去的英雄 本该如此 然而 林明的出现 是仲世家与宗门始料不及的 紫色的玉字神文 紫色的剑字神文 还有其他神文多媒 皆是超脱品阶 而这人又出生于 清明州十大世家之一的林家 他曾经贵为林家麒麟 现在却与白丁起家的曹主清关系甚密 为他治好重伤 这是否意味着林家动了心思 没有人知道 林家自己都不知道 更不用说外人了 与此同时 金国的玄文枪院和变国的玄文刀院 各自肩负特殊的使命 踏上前往宁国的路 三年一届的清明州玄文五院大笔 不月将开 玄文书院 竹林小院 回归书院的第一天 清晨的阳光洒落 林明站在院落中席练剑术 拔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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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又一次 见识过学姐葛清皇的剑术 林明深刻地明白自己 与真正的剑道天才 还相距很远 他的天资来自于剑字神文 其实并不足够扎实 如果有朝一日 神文失去效用 他手中的剑 将再也不能如臂食指 为了一方万一 他必须坚持练剑 而且 距离五院大笔已经不远 他当初放出的豪言壮语 可是不小 他为首席 玄文书院必成五院魁首 林明嘴角带笑 金弦剑连环出窍 一剑快过一剑 他的身体周围 净花水月的气静 连绵不绝 竹林小院中并不大的空间 纵横剑气 呈白上千 林明的这一剑 有了新的领悟 一剑出 剑气爆发不一定要延迟 而是可以直接爆发 所以 他的拔剑术球的是速度 连绵不绝的速度 犹如浪涛一般 连绵不绝 一剑这一招 特别消耗体力 也特别能锻炼他的体力 半个时辰后 林明停下 额头布满细密汗珠 摇了摇头 他收剑回翘 不行 这净花水月的变种威力还是不够 没有那种一剑定山河的气势 林明微微摇头 心中忽然想起 自己挥出的最强一剑 那是他化身为冥记先生时 在钱字渊凝聚钱字神文奥秘 以及九十九枚神文烙印 然后挥出的一剑 剑开清明 一剑 荡天地 起风云 诸神魔 灭众生 剑出之时 有我无敌 林明记得这种感觉 可在离开钱字渊后 实战中从来用不出来 这是为什么 林明百思不得其解 难道是建议或者意境方面不够 但当时在钱字渊中 我也没有领悟建议啊 想不出答案 实力就无法突破 这时 小家伙两腿岔开 抱着一只红彤彤的果子看 脸上雪白的毛发沾满枝叶 他一边咀嚼道 明哥 你没失恋这么勤快干什么 还不好好吃喝休息几天 林明 他白了小家伙一眼 你当我不想休息 还有不到十天 就要五院大笔 你明哥 我可是放出豪言 要让玄文书院成为五院魁首 小家伙连连点头 眼瞳中闪烁着急许迷茫 等了片刻 他歪着脑袋突然问道 那不成又怎么样呢 林明轻轻吸一口气 抬起右手食指 妈撒没烧 下一秒 他轻声道 好像也不会怎么样 那就是了 别太累 吃吃喝 睡睡觉有有水 才更加开心 小家伙一撇爪子 甩了甩 然后埋头啃果 小家伙吃得嗨皮 林明也饿了 走过去 拿起另外一颗 刚吓一嘴 他忽然意识到 自己被小家伙带偏了 在刚刚的一瞬间 小家伙把我的智商拉下去 然后用他丰富的经验 击败了我 林明缓了片刻 林明心有忌惮 他瞅了瞅小家伙 按下决心 以后一定要多多注意 不能被小家伙 纯真的外表骗了 小东西捏坏 林明调侃一声 一指头点在小家伙脑袋上 噗 小家伙吃得正欢 突然被人摁住脑门 一不小心脸就埋进了果子里 他雪白的长尾巴一晃 碰 弹开林明的手 小家伙抬起头 瞥了林明一眼 眼神中盛满幽怨 好了好了 是我不对 明哥给你做早餐去 林明摆白手 院子里指了指小厨房 小家伙一愣 然后举起双肘 好眼 明哥做得比食堂做得好吃多了 八一子一扣 说着 他化作一条白影冲向小厨房 林明急忙伸出手 捏住小家伙的尾巴 别 你别进去了 我来就行 小家伙翻身下地 仰头 摆出委屈巴巴两眼闪闪的姿势 我不吃你这套 老师等着 林明走进小厨房 砰的一下 把门关上 小家伙眼睛贼溜溜溜一转 然后捏手捏脚 跑到小厨房的窗边 这时 撑起窗户的横梁被林明拿走了 碰 小家伙吓了一跳 踏击一下摔落在地 他身着揉了揉屁股 冲着小厨房吐吐舌头 略略略 待会儿吃饭要用十倍速度 馋死明哥 很快 林明端来几点小菜 以及一大锅白粥 小家伙 阿里 都没有肉肉的 而且 这粥里面什么都没放 没味道呀 眼底闪过一抹会霞 林明笑道 吃清淡点对身体好 小家伙翻起白眼 唇齿微张 嘴角一边高一边低 摆起一副智障脸 林明伸出食指 一边痘弄一边说 美食当前还不快吃 小家伙伸出爪子 虚挠林明 我选择继续吃果子 你怎么不选择死亡 林明心中吐槽一句 笑着摇摇头 然后辨戏法般 拿出一个大鸡腿 其实这是他早就藏在那界中的 为小家伙专门做的 小家伙顿时两眼放光 So 他两只前爪扒在鸡腿上 两只后腿和长长的尾巴 来回打着白子 这时应该说什么 林明匹话一笑 小家伙乃声乃气道 名歌赛高 林明笑着点点头 放开鸡腿 得到大鸡腿 小家伙露血液 不管三七二十一 大吃起来 这时 一柄传训飞剑不急不徐地飞来 停在竹林小院门口 传训飞剑戳了戳小院的大门 多 多 林明抬手 挥袖 竹林小院的门向内打开 传训飞剑落入他的手中 飞剑的剑手上绑着一个香囊 这时飞剑中传出一道声音 首席学哥 您的家书 林明眉头微皱 取下香囊 到处里面的玉剑 家书 早不来晚不来 怎么会这时候来 他抛飞传训飞剑 飞剑顿时顺着原路返回 然后 林明捏了捏玉剑 静止向其中灌注灵气 一道道湛蓝蚊子在空气中飘起 看完之后 林明眉头拧成穿字 嘴角挂着冷笑 真特年好家伙 我绝对要直呼好家伙 还要给这林家点一万个赞 他们是不是脑子修痘了 就好宁国军神的伤 怎么还成了罪过 还要让我退学回家 闭门思过 林明捏碎玉剑 猛然拂袖 玉蟹粉尘洒落 在半空中化作一柄柄小剑 直戳地面 留下无数道细小剑痕 入地极深 明哥生气了 小家伙窜到林明肩头 明哥 怎么回事 你的族人为什么要责怪你 林明摇了摇头 双手捧着小家伙放在面前 他们可算不上我的族人 你才是 可我和明哥长得不一样呀 小家伙摆了摆屁股 雪白的肠尾在他身后摇来摇去 速度很快 形成扇形的白影 乍眼看去 仿佛开瓶的孔雀 他还伸出两只爪爪 小家伙太可爱了 林明扑斥一笑 心中的怒气瞬间散去 样貌一不一样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里 林明左手托住小家伙 右手指了指自己的左胸 小家伙有样学样 伸出爪子 弹出其中一根指着自己白茸茸的胸口 这里 他摇头晃脑 似乎有点不明白 林明微笑 我们心中相互羁绊 所以才是族人 才是家人 小家伙点头如捣算 嗯嗯 我可明哥是家人 是族人 顿了顿 他歪着脑袋问 青黄姐呢 林明愣愣身 汉手道 差不多 小家伙眼底闪过一抹脚侠 舔了舔爪子 笑道 我知道了 言罢 他化作白影 窜到林明尖头 对准林明的耳朵 声音细小到几乎听不见 无双姐是明哥的配偶 以后你们俩一定会交配的 所以他肯定算 林明 扑 他一把揪住小家伙 揉捏成一团白茸茸的毛球 然后抛向天空 陆雪叶半点不恼 在半空中展开四肢 嘿嘿嘿嘿 明哥脸蛋 红得就像猴儿屁股 你用的都什么乱七八糟的名词 林明嘴嚼扯了扯 屈指轻弹 秀 一道贱气掠过小家伙头皮 把正中间的一小撮毛涕短了很多 小家伙落地后 摸了摸凉嗖嗖的脑门 呀呀呀 他人立起来 绕着小圈圈边跑边叫 我漂亮的小毛毛没了 呜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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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 这东西叫做发型 发型 小家伙低着脑袋 捂着脑门 低溜溜的双眼 从下向上看去 分外可怜 林明心中忽然有了负罪感 急忙向小家伙道歉 然后说了一下具体的发型 以及毛发保养的一大堆东西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小家伙特别相信林明 他不再捂着脑袋 林明一看 小家伙的毛发成中分的样式 只不过中间有一道看起来比较突兀 强忍着笑意 林明帮小家伙洗澡 然后剔毛 小半个食身后 小家伙出水 浑身上下一阵抖动 所有的水液在他面前化作一个球 碰 水球炸开 小家伙笑嘻嘻挺起胸膛 我也是有发型的 他的脑壳上 雪白的毛发贴着头皮 就像男人贴了寸板 看着还蛮精神的 林明鼓励一句 然后带着心绪贫富的露雪液出门 小家伙一路上神气昂昂 逢人就用爪子捋过头皮 就插向别人说 仔细看我的发型 路上的学子和导师都很给林明面子 相当礼貌地走过 在他们眼中看来 小家伙样子并不清晰 就是剃掉了毛发 剪短了许多 只不过毛发中分有点奇怪 毕竟这是个人人穿古装 男子竖发带官的事件 没过多久 林明走到了院长可能出没的地方 没人 他接连又换了两三个地方 还是没人 这时 林明在玄文书店门口碰见了赵衡 赵衡正在对着一帮雪子驯化 他现在虽然不是副院长 但身为导师修为也不弱 指点指点雪子还是很正常的 看到林明赵衡嘴角抽了抽 故意调整面钞的方位 装作看不到林明 眼下的林明颇有声名 和曹主卿搭上了线 不论林家是什么态度 他赵衡不想再跟林明搭上关系 报仇不报仇 根本没那么重要 又不是死了亲朋好友 最多也就丢了个副院长的职位 其实影响不算太大 赵衡心中思绪如电 林明的手却落在了他的肩头 赵衡导师别来无恙 赵衡背着林明 眼皮子狂跳 满脸的肥肉褶子乱颤 生气了 周围的学子坐鸟受散 他一寸一寸转过身 林明 你身为首席能不能大度一点 我不招你不惹你 避着你还不行吗 嗯 林明收回手 摆了摆 你有点误会 我是想问你有没有看到院长在哪 赵衡的表情顿时精彩起来 从黑变紫 从紫变红 从红变蓝 从蓝变绿 最后变白 笑 满脸的肥肉褶子 堆出最真诚的笑容 赵衡拱了拱手 林明首席大气 是在下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父了 林明和小家伙对视眼 一脸猛逼 这时 赵衡笑嘻嘻道 想必林明首席 是为了林家让你退学之事 所以才要找院长吧 林明皱眉 你怎么也知道 林公子别误会 千万别误会 赵衡抬起手 以手掌心对着林明 这件事情 我大概知道一点点来龙去脉 他袖子一扶 太和尽的契机遍布周围 挡住外人的窥探 赵衡还未开口 也找到了我你 希望我从中作梗 好让我乖乖回去 但你没有同意 没错 林明首席果然聪慧 不对 应该说是有大智慧 赵衡说 林家针对我 你反而不敢解释 不想报仇 这点很值得玩味 我赵衡并非是非不分之人 想要谋求学门书院的院长之位 这一点我从来没有否认过 但是 大是大非 我还是分得清的 顿了顿 赵衡向林明竖起大拇指 你能治好君神曹主亲的伤病 与我宁国而言有大功劳 林明双眉微抬 然后嘴角微微上翘 没成想 赵衡导师 其实也是性情中人 没那么伟大 只不过我也是宁国人 而且 祖籍就在宁国西境 赵衡摇摇头 声音郑重而低沉 西境上下百万户 无有一人不成老元帅之恩 林明愣了愣 重新打量了一遍赵衡 他像是再一次认慑赵衡 紧接着 林明笑道 激恩者绝不会桑尽天良 你我过往仇怨再不记挂 可好 赵衡抬起手 拱了拱 我现在终于明白 院长为什么能够容你在学院之中上窜下跳了 林明笑了笑 赵衡也笑了笑 小家伙看着两人的笑容 不由自主升起一股寒战 明哥和胖胖的家伙都笑得好见 玄武风半山腰 林明踩着并不算泥泞的山路 一步一步向上攀登 小家伙因为很久没有回归山林 显得有点兴奋 他化作一道急速的白影 在林木间穿来穿去 时而蹦上枝头去挠一挠鸟雀 时而窜入林中水潭来回扑腾 林明脑海中回想着赵衡最后说的话 院长近日并不在院内 他外出筹备五院大笔 学院中诸多数物有我暂待 这一次其余寺院恐怕会联合针对玄文书院 他实际上眉头微微皱起 双眸的神光四宁四散 林明正在思考盘算 玄文书院之所以被针对是有历史性的原因的 第一点 玄文书院始终都要保持修行与学业的纯粹性 从建立之初就排斥世家之人在书院中担任要职 这其中的关键就是李金涛院长 第二点 剑刀枪三院一定程度上象征着宁变金三国 而丹院 林明思索了一下脑海中对丹院之人的印象 玄机吐槽道 这不就是发战争才 坑爹犊子 林明暗骂一声 大致明白了丹院的定位 谁来买药 谁是大爷 谁给的钱多 谁是大爷 根本没有什么医者人心一说 这时 塔尔盼响起熟悉的拔剑声 坑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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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你还在练剑啊 小家伙不知道从每段之头窜起来 飞快奔向拔剑升起之地 然而 半道上 杀出个小姑娘 哥哥哥哥哥哥 这次看你往哪里跑 银铃般的笑声后 梳着双马尾冲天遍的上官云烟飞出来 一只手抓向小家伙 小家伙惊呼 明哥救我 话语未落 三道冰水混合的射线标射上官云烟面门 上官云烟心声意外 小眉毛向上青阳 一道若有若无的彩色光辉泛起 冰水混合射线被偏移到一旁 上官云烟伸出手 掌心中凝聚球形气罩 不 气罩扩散变大 瞬间包围露血液 小家伙惊呼道 坏丫头 上官云烟咧嘴一笑 左手向回一拉 气机牵引着球形气罩飞回来 小家伙爪子和尾巴向周围打开 竭力撑住球形气罩 没用的 乖乖入怀来 谁说没有的 凌鸣沈笑一声 突然出现在上官云烟身侧 他抬手撩臂 架着上官云烟的手肘 向上一推 哄 上官云烟飞出树掌 他悬空而立 双眼放光 多日不见 你变强了 言罢 两手向身后一摆 他双掌掌心露出许许多多彩色小圆球 每一颗彩色小圆球 仅有绿豆大小 却蕴含着一道的螺旋气径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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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小圆球连环不断的爆炸 一道道气进击射而出 他双手一引 所有气静听其号令汇聚在掌心之上 然后向着凌鸣轰出一掌 凌鸣左手接住小家伙 右手反握惊弦剑 拔剑出鞘半寸 剑锋露出一抹寒芒 光芒闪耀上官云烟双目 紧接着一道灵力剑气破空而去 掌劲与剑气交汇 时而压缩 时而旋转 时而坍塌 这时 一只稳定练剑的葛青黄眼眸微动 他再一次拔剑出桥 这一次 擎雷古剑附着仿如清空之蓝的璀璨电光 刷 剑华掠空 四月四飞星 煞世间 三道气静交汇 平衡正要被打破 小家伙眼眸迷起 笑道 有意思 我也来 他举起两只小爪子 一左一右 一掀一后 向下猛挥 刷 刷 两柄小波浪锤 游须变时 锤身砸出一道冰和一道水 这时 四者气静昏而为一 沉寂一瞬 砰 气静犹如烟花 轰隆隆隆爆开 上官云烟眼底闪过一抹顽位 抬起拳头 合身向前冲 一步 两步 三步 每一步落下 他就会分身画形多一道身影 每多一道身影 就向外袭出 先是一道绿色的身影 笔直冲向小家伙 然后又一道蓝色的身影 绕过剑光 冲向葛青黄 最后一道黄色的身影冲向凌鸣 花丫头 你脑子嗅痘了 但同时攻击明哥和我姐 上官云烟三道身影同时做鬼脸 你管我 这时 林明心眼洞察 看到真正的上官云烟在哪 他嘴角微微翘起 右脚猛然点地 碰 林明在原地消失 下一秒 三道连环喷响 上官云烟的三道假身烟面 真身处于爆炸圈外 他两手交叉 架住林明的手臂 然而 林明的剑指 距离他的眉间 仅仅只有毫里 这个距离只见泛起一缕剑气 虽然没有正式对决 但在这一刹那 上官云烟输了 他小脸煞白 一脸的不可置信 怎么可能 什么怎么可能 林明便见只为弹指 对 指尖弹额头 上官云烟脑袋向后扬起 从失神状态中恢复过来 林明挑起嘴角 随意一笑 这有什么好稀奇的 我能够看透类似的身法 那位总是跟着你的霍佬 好歹也是出半个胜者 我都能看透他 还能看不透你 上官云烟摇摇头 这很不一样 刚才我用的是上官家的不传之迷迷神步 这步法 虽说我只练出前三步 但也绝对不可能被人看透 因为这步法的最强点 就在于无法看破呀 哦 这样啊 林明想了想 弹开双手 或许只是巧合 上官云烟扁了扁嘴 嘟囔道 敷衍 小家伙四脚着地 看了看上官云烟 看了看葛青皇 脑海中又闪过寂寞无双的模样 紧接着 他握紧小爪子 轻声嘀咕 佩哦 人类的称呼是大老婆 到底谁才是明哥的大老婆 小家伙满脑子胡思乱想 眼睛里面冒着泡泡般的迷糊 上官云烟直勾勾盯着林明 他想不明白 林明怎么能突然变强这么多 刚才居然输了一招办事 小姑娘上牙抵住下齿 轻轻咬合着 很难说他的心思 似乎有所不甘心 却又没有那么强烈 他眼底深处波光灵灵 倒映出林明身影 愈发清晰 宠物之约 之前觉得不算难 或许林明可以给他一点压力 现在一看 何止是一点压力 简直就是穷追不舍 上官云烟心底燃起斗志 握紧小拳头 在林明面前虚晃几下 他说 瞧见我的拳都没有 林明右边嘴角向上歪 抬起手一把抓住小姑娘的拳头 瞧见没 我这才是真正的拳头 沙包一样大 上官云烟 眉烧抽抽个不停 他忽然觉得自己有被冒犯到 就在这时 葛清皇身形一晃 向前连续跨出树部 擎雷鼓剑剑封青阳 坑问 学弟 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葛清皇说 林明睫毛轻轻抖动 扬起金弦剑 当我有了属于自己的剑 就比试一场 葛清皇汉手 眼底印着澄澈的剑心 择日不如撞日 今天了结此约定 他的语气是陈述不是疑问 带着毋庸置疑的坚定 一如那把擎雷鼓剑 上面覆盖雷电 滋啦滋啦作响 林明上前半步 唇齿吸洞 好字的前半个音节刚刚脱口而出 腰部侧后方软肉忽然挨了一戳 不痛 但很痒 他下一时抖了抖身体 侧面闪避的同时撇头 瞪眼道 干嘛 哼哼哼 又有约定 上官云烟插着腰 又戳了戳林明的腰上软肉 你的约定可真多 林明一手揉腰 一手摊开 有吗 还好吧 我只是 行了不用解释 解释就是演示 演示就是编故事 编故事就是有事实 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想听 你就好好去与他履行约定吧 上官云烟一脸我很生气 眼底深处却藏着挥之不去的脚侠 林明晋急断体静后 官字神文带来的特效常驻于身 一双心眼时时刻刻都笼罩着方圆二十张 他只要认真注意 对于二十张内的一点细节都不会漏过 因此 上官云烟眼底的脚侠没有逃过他的眼眸 小妮子还想跟我玩花样 林明直接转身留给上官云烟一个冷屁股 然后向个青黄招招手 学姐 我们去旁边对决 上官云烟愣在原地 沉寂一瞬 哄 他浑身灵气升腾 犹如火焰燃烧 摇曳 然而 玄武风属于白先生白晨海 他盘踞山顶 抬起手向下微微一压 上官云烟浑身上下的灵气顿时浇灭 不要捣乱 官魔这一战对你同样有莫大好处 上官云烟耳边回荡白晨海的声音 他瞳孔微微缩小 然后又放大 转头看向玄武风风顶 上官云烟摆了白手 不服气的哼了一声 我这才不是捣乱 我才是名正言顺的 本来也就快到时间了 约战的约定也是我先下的 本想要这么说 然而 话刚刚说出前半句 后半句立刻被消音 上官云烟捂着喉咙 瞪了邓山峰顶端 心道 不给我动口 那我就动手 他身形一闪 这时 白晨海盘坐峰顶的云海之上 微微摇头 灰袖间一缕清风白云飘向半山腰 三秒后 上官云烟老老实实处在原地 全身各处关节被淡若无形的清风白云封锁 不能动他 说话也必须细声细语 不然就封住声音 白先生还特意叮嘱了小家伙一句 想办法看好他 别让他打扰灵明和葛清皇的切磋 小家伙双眼滴溜溜转 认定这件事对灵明和葛清皇都好 于是 他笑嘻嘻站在上官云烟的头顶 抬着 落着 啪击 收回找背在身后 陆雪叶人立着 在上官云烟的头顶来回踱步 看来 你没机会了 他指的是上官云烟 没机会成为灵明的大老婆 然而 这句话在上官云烟听来相当眉头目尾 听不懂 他也懒得听懂 眼下最可气的事情 是小家伙得寸进尺 绕着两根双马尾 冲天便走到八 然后又动手去解皮筋 喂喂喂 我警告你啊 别乱动 再乱动我就 露雪叶嘴角露出坏笑 弹出一根锋利的爪子 放在上官云烟的双马尾 冲天便 其中一根的底部 说 继续说 你看我敢不敢一爪子下去 让你变秃头 文言 上官云烟呆若木鸡 在不到零点零一秒之中 想到变成秃头的所有恐惧 他集中生智 说道 不要不要 快看 明哥和清皇姐开始动手了 一时情急 连称呼都沿用小家伙的 不许你这么称呼明哥 小家伙哼哼两声 力爪微动 煞时间 上官云烟发如雨落 青丝飘了一根又一根下来 秃头的恐惧 占满他的瞳孔 险些让他昏厥过去 然而 小家伙这一下 只挠掉了120的头发 还有另外1920的头发 必须保住 他不敢失去意识 别动别动 好好看着明哥和我姐切磋 我就不挠你的头发 重重恩了一声 上官云烟的尾音带着些许哭腔 他从未有过一刻 这么希望霍老就在身边 然而 自从上次白先生出手后 玄武峰就成了霍老的境地 委屈巴巴 上官云烟嘟着嘴 观看灵明和葛青皇的剑道切磋 一开始 他并没有特别在意 眼底难免有一些上界之人 对于苍玄界武学的不屑之意 然而 看了一刻钟后 上官云烟看出了门道 两人的剑道 基于同一招拔剑术 但却另辟蹊径 各自走出了不同的路 葛青皇初剑极简 他的专属拔剑术 名为一剑惊雷 灵明初剑四剑十凡 看似只是一剑 却蕴含着第二段的剑气爆发 昭明 净花水月 两人的剑道各有互补 似乎天生就该阴阳调和 水火寂寂 这 这怎么可能 他们两人的默契度太高 在切磋中忘记自我 融入彼此的剑招建议中 一旦相互参悟透彻 必然是一次制的飞跃 看出这一切 上官云烟唇齿微张 嘴角流出晶硬的哈喇子 顺着尖翘的下颌流到下巴尖 然后低落下去 他专注而入神 一时间没有察觉自己的囧态 玄武封顶 白晨海点头微笑 自夸道 我选的学生悟性都很好吗 话音还没落地 白晨海的神识 映照出小家伙的迷糊模样 他摇头晃脑 身躯左右摇摆 朽目不可雕 白晨海摇了摇头 他神识一转 关注凌鸣和葛清皇的剑道切磋 白晨海双袖隆起 儒雅倾笑 最后一招了 这时 葛清皇和凌鸣各自归剑入鞘 吭枪 吭枪 两声同一声 秦雷古剑和金贤剑叙事待发 凌鸣没有拔剑 身形动了起来 葛清皇嘴角微微掀起 同样动了起来 两人身影如电四风 前者白衣胜雪 长发飘然 宛如翩翩折仙 后者轻衣绝尘 银白短发反射阳光 熠熠生辉 一晃 错身而过 再晃 错身而过 又晃 还是错身而过 两人谁都没有拔剑 都在寻找至圣的一刹那 先拔剑有先机 但会曝露破绽 后拔剑能针对对方破绽出招 但会失去先机 利弊参半 所以 看起来就是两人一直手握剑柄 飞快绕圈圈 时不时错不进身 这可急死的人 你们倒是快出剑啊 上官云烟按耐不住脾性 小家伙趴吉一爪落下 别吵吵 再乱说话 真把你踢成秃头 上官云烟紧接着 葛清皇身形骤庭 以半弓半马的步子原地站立 周身缭绕一道道灵气 仿佛有无数条小鱼在他身旁游夜 我叙事已满 学弟小心了 他眸子缓缓闭上 玄机猛地睁开 苍色青蓝的铜 斑驳的光点在其中闪耀 白色的结语轻轻颤动 他微微握紧青雷骨剑 浑身上下绽放灵气和电光 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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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色非常好看 宛如清空之蓝 蕴藏着难以言喻的魅力 以及一丝丝危险的气息 地面的青草和土石 被灵气所化的青蓝电光击打 或者湮灭为积粉 或者向周围飙射出去 这股灵气不仅仅有着青色雷霆附着 还蕴含着葛清皇的独特剑意 折笼入我梦 身眠心不眠 一剑出窍 坑问 清脆的剑鸣声与璀璨的月牙剑滑同时出现 葛清皇的鼻息微微变重 似是某种独特而神奇的呼吸法 但具体是什么 灵明并不认识 他只知道一点 必须在葛清皇第一次呼吸法的吐纳完成之前 破去他的见识 浑身泛起鸡皮疙瘩 灵明的每一个细胞都在向他传达这一件极为恐怖 万万不能应接的信号 然而 灵明此刻心鸣气静 依旧没有拔剑出窍 他迎着葛清皇的箭矢逆流而上 危险 极致的危险 这哪里还是切磋 简直就是拨命 白晨还猛然站起身 然而山顶到半山腰的距离不是一瞬间能够跨越的 他飞快向半山腰赶去 一路上疯狂吐槽 灵明这小子看着不像是疯子 怎么动起手来都不要命的 摆明了是切磋呀 是切磋 说不就说了呗 他不可能招清风白云去阻挡灵明和葛清皇 三秒的时间 黄花菜都凉了 这时 灵明依旧没有拔剑 身处葛清皇剑士笼罩下 他眼底却有着灿烂如朝阳的自信 场外 小家伙双爪揪着上官云烟的双马尾冲天变 又揪掉了许多头发 却也没有察觉 上官云烟头皮痴痛 但眼睛一眨不眨的盯着两人 两剑即将交锋的刹那 灵明提醒一声 小心了 话语落地 灵明额头飘起剑字神文 一道凝聚的紫色光芒照耀周围地面 一根根青绿色的草旗杆段 化作飞剑飙射而起 刷刷刷刷刷 草剑如龙 席卷十方 却在瞬息间凝聚 然后从八个方位卷向葛清皇 同时 灵明清土浊气 口中发出丝的一声 牙齿缝隙间渗透白气 他悍然拔剑 金弦剑与秦雷骨剑碰撞 发出刺耳的双剑交鸣声 吭腔 空气以碰撞点为原型 向周围波浪式扩散 半空中 无数小小的草剑顿时失去灵气与剑意 一根根青草漫天削削下 犹如青绿色的鹅毛大雨 就在这时 青色雨幕中爆炸万千剑气 修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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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剑气击射释放 还夹杂着赤红色的火光 净花水月 葛青皇低声自语 站在原地 他两脚与肩膀同宽 右手持剑在上 左手持翘在下 两手上下相合 秦雷古剑归翘 却在最后三寸剑锋时放缓 这瞬间的凝制后 古剑归翘 枪 剑与翘碰撞的瞬间 椭圆形耀光从中震荡开来 铺天盖地的灵气紧随而起 轰隆 剑气 青草 土石 一切的一切化作虚无 地面上留下三丈直径的剑园 其中犹如末日劫难轰击过的废土 葛青皇立在原心处 笑了笑 这招剑招修罗 还不赖吧 厉害 粗暴 林明站在剑园边缘 眨了眨眼 他身上毫发无伤 衣缺飘飘素白 一眼看去无有尘埃和草屑 金贤剑归翘 林明笑了笑 这剑技很有韵味 是学姐 你自己悟的 葛青皇摇了摇头 白银色 发散在风中萨爽飘扬 眉眼之间似有山水之远 高秒而清觉 这招剑技 是我家十三师傅的看家绝学 你的净花水月 能够逼迫我用出这一剑 已经很强了 林明没有关注自己被夸赞的点 反而是有点羡慕 葛青皇背后一堆堆的高人师傅 他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十三师傅 怪我把这查忘了 学姐你的气韵浓厚 高人师傅多的数不过来 学弟很少用酸葡萄的语气说话 葛青皇嘴角上翘 抬起右手轻轻握了握 调侃道 加油 你也可以的 今天的学姐不太寻常 林明翻了翻白眼 连连白手道 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 学姐这个天赋 我真的点不亮 葛青皇美眸轻眨几下 脑筋转过弯来 不一定 你是学见的天才 我十三师傅看到你 一定欣喜 不对 还有另外 再继续下去 就要被学姐凡杀 林明果断抬起手 假可打断葛青皇的话 学姐 我们说点其他的 林明指了指山顶 白先生在吗 我在 白晨海站在上山路的台阶上 暗自喘了口气 然后瞪了林明一眼 林明一头雾水 摸不清楚自己哪里得罪了白晨海 要被瞪这一眼 想不通 所以他通过心眼观察 映照之下 他发现白晨海契机有所浮动 似乎刚刚经历激烈的运动 难不成是我打扰了白先生的修行 林明 他抬起手 抱拳 微微攻身 遇到点麻烦事 想向先生请教 白晨海绣袍轻轻摆动 说 林明汉手 林家传来家书 要断我学费 勒令我退学 一秒 边倾壳边走下台阶 林家的脑子 是被门家了吧 他站到某张石桌时 瞪旁 招了招手 过来坐着说 林明点点头 走过去 很快 他说明了来龙去脉 旁边 刚刚恢复自由的上官云烟 顿时跳脚 能和我上官云烟交手的天才 你家里就这么对你 他们怕什么 你救了宁国军神 这不是天大的好事吗 白晨海摇摇头 清明州势力复杂 分为三大国 七大宗 十大世家 这套阶级已经固化了数百年 曹主清是不折不扣的异类 他没有借助任何世家或者宗门的力量 成就军神威名 在宁国民间和军队拥有无人可以匹敌的升威 小家伙蹲坐在林明尖头 满脸写着 好复杂三个字 这时 葛清皇拍了拍剑柄 投出鼓励的眼神 学弟 我被剑修真正能够依靠的不是外物 而是自己和手中的剑 坑翁 秦雷古剑名颤 金弦剑随之震动 林明握了握剑翘 稳住躁动不已的惊弦剑 我明白 依靠家族终究不能成事 这一点我早就明白 白晨海眼底流转微光 心道 从林家麒麟到林家弃子 转变太大 似乎改变了林明很多想法 难怪他心中没有芥蒂 直接帮宁国君神曹主清疗伤 不对 以我观察 他本就是性情中人 对胃口了就处得来 不对胃口就算 这时 林明轻敲石桌 询问道 先生 可有妙计对策 白晨海摇摇头 妙计没有 无赖计策倒有一个 该不会是要我和家族彻底翻脸吧 林明半开玩笑 轻轻摆手 不错 你说对了 白晨海微微一笑 他露出一副 山人自有妙计的高深莫测面容 缓缓道出无赖计策 这样真的能行 小家伙天真可爱 率先问了出来 上官云烟拳头抵着拳头 我觉得不太现实 葛青皇没有说话 但看神色似乎也不太赞同 林明眉头微拧 旋即舒展开来 那就这么办 白晨海咧嘴一笑 好了 你的事情说完了 接下来 我们要说说我的事情 跟我来吧 林明点了点头 看向小家伙 我去去就回来 小家伙挥动爪子 我看我解练剑 明哥你好了 记得来接我 林明恩了一声 很快 林明和白晨海 消失在上山路的尽头 上官云烟堕堕脚 哼哼唧唧两三声 然后窜起 冲向小家伙 小家伙压了一声 急忙闪避 另外一边 林明跟随白晨海 来到玄武峰峰顶 白晨海背负双手 凝视萌白色的雾霾 你刚才那一剑 用了火之呼吸法 看来你已经得到师叔的真传 差不多 林明汉手 好啊 太好了 看来你已经成为他的弟子 不 并没有 我与文人千亿前辈同辈论 此话一出 周围瞬间变得安静 文人千亿比白晨海高一倍 林明和前者同辈论交 这就意味着 他比后者高一倍 可嗨嗨 白晨海解释道 不小心被口水呛了一下 修为境界都到太和境以上 还会被口水呛到 林明心中吐槽一句 并不点破 白晨海又问 他没有收你做徒弟 为什么肯传你呼吸法 比较投缘吧 林明瘫开手 不 绝对不可能 你不是玄柱一脉的人 以文人师叔的脾气 绝对不可能传你本事 谁说我不是玄柱一脉的人 林明拿出玄柱一脉的令牌 扑嗨嗨嗨嗨嗨嗨嗨 白晨海差点化身肺老鬼 单手辅胸 连拍许久 他缓过进来 令牌怎么会在你手上 这是玄柱一脉掌令者才能持有的 白晨海说到一半 话语卡在喉咙中 咕噜咕噜咕噜 连续咽下三口唾沫 他额头冒起虚汗 边眨眼边试探道 你 你该不会成了掌令者吧 林明瘫开手 小巧的令牌 在他掌指之间翻飞 是啊 这有什么问题吗 白晨海 下化现 是在下书了 他瞅着林明那理所当然的模样 心中不禁生出气馁 顿了顿 白晨海说 你可知道我远游清明州所为何事 林明斟酌片刻 说道 应该是让玄柱一脉回归玄宗 没错 白晨海苦着脸点头 那你又知不知道 为什么我要接这么一个 谁都不愿意来做的宗门任务 林明耸耸肩 不知道 白晨海常常一探 抬起头 看着林明又是一探 然后说 因为达成这件事 回去就可以成为一脉的掌令者 林明抬起左手 妈撒眉角 笑容中满含着不好意思 那确实有点坑爹 白晨海 炯炯炯 林明 白先生为什么不直接学玄柱一脉的秘法 我不知道可以学 白晨海 额头青筋暴跳 敲了敲自己的眉心 我从头到尾想的 都是如何劝说诗书回归宗门 嗯 一时受到思维限制 确实有点难受 林明说 白晨海抹了一把脸 摆摆手 算了 不说这个 反正只要你能加入玄宗 也就相当于玄柱一脉 回归了玄宗 我同样可以成为掌令者 只不过时间慢了点而已 林明拱手 不愿地看了林明一眼 林明浑身泛起鸡皮疙瘩 看来白先生的心结没那么好想开 他抬起手 事情也交代完了 那我就不打扰了 慢着 白晨海说 林明顿住 右手下意识搭在金弦剑剑柄上 戒备 人失去理智的时候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他得防一手 白晨海翻起白眼 向林明抛出一枚玉剑 你想什么玩意 就这么点事 我还不至于对你出手 再说了 我还指着你进入玄宗 那样也算我完成任务 林明尴尬一笑 抬起右手 误会 纯属误会 就是身体本能而已 白晨海摇头摆手 玉剑里面是另外一份呼吸法 玄宗各大脉通传 你既然已经是玄柱一脉的掌令者 没学过这种呼吸法 也至少得见过 有空的时候 多看看玉剑吧 言罢 白晨海转身 继续看着如云海般的雾霾 林明拱了拱手 拿着玉剑快步离去 等他走远 白晨海猛然转过身 两只袖子挥舞成风 一道一道气静轰向天空 啊 早知道文人师叔愿意交出掌令 我自己去学不是更好吗 白晨海啊白晨海 你特捏真是个蠢材 回到玄武风半山腰 林明只见到葛清皇和小家伙 那丫头呢 他问了一嘴 小家伙蹲在石桌上 举起爪子 走了 先一步走了 说是去问问 怎么样才能让明哥你看不穿他家的迷神布 林明走近 坐下 这时 葛清皇亲力的毛子望来似有无尽秋水 林明正好坐在他的对面 被这么看着 一时间有点不好意思 他下意识撇过头 心中暗道 学姐难道是喜欢我 我能想看看你的配件 葛清皇说 嗯 果然是人生三大错觉 林明嘴角扯了扯 可以 他递出剑 葛清皇拔出金弦剑 手指落在剑身上 轻轻一弹 叮 声音清脆 缭绕耳边 好听但却不刺耳 笑了笑 他把剑递还 学弟的剑刀大有静静 不过你 万万不可松懈 听说枪怨和刀怨出了几位 特别不一样的天才 林明汉手 他们一不一样 我倒觉得无所谓 反而是学姐更让我在意 顿了顿 他说 我就想知道学姐刚才出了几分力 葛清皇妙目清明 微笑道 你觉得有几分 三分 林明回答 差不多 葛清皇鸣嘴一笑 那么学弟又用了几分力 林明摆摆手 正要说话 小家伙黑黑坏笑 蹿到两人中间 当然是三分啊 明哥他的底牌好多好多 他总是用不完的 还有一件超超超超超级厉害的绝剑呢 哇 你个小叛徒 林明一把抓住小家伙的尾巴 啪 啪 两巴掌落在陆雪叶屁股上 小家伙呀呀乱叫 尾巴下面甩起来几团兵器 乍眼看去 林明还以为小家伙这是放了个带有冰茶的连环屁 他吓得直接脱手 身形一晃 出现在三丈外 卧槽 小家伙你不守武德 居然来偷袭 还好我不是老胳膊老腿 有闪 还闪得贼快 小家伙扭头瞅着林明 满头问号 这时葛青黄摸了摸小家伙的脑袋 你明哥以为你刚才放屁恶心他 才没有 明哥你怎么能把我这么想 小家伙满脸委屈 两只爪子抱着脑袋蹲在石桌上 林明走上前去挥手驱赶那些兵器团 明哥 你还嫌弃我 小家伙嘟起嘴 伸出小爪子 在石头桌子上画圈圈 只 一圈又一圈 他的爪子已经进入石桌表面很深 没有没有 我怎么会嫌弃你 林明伸出手 一下一下抚摸着小家伙的背脊 消消气 刚才真不是故意的 那就是有意了 小家伙别过脸 缩了缩身体 林明一个头两个大 随口说道 真的不是 你看 你可以考验我 我可以证明 葛青黄美眸闪过微光 在桌子底下 踢了林明一脚 林明瞥眼看了 像葛青黄 眼底成满疑惑 葛青黄无语摇头 这时 小家伙脸转回来 真的吗 林明正重点头 真的 小家伙刷的一下人力而起 从尾巴后面抓出兵器团 诺 你闻闻 绝对没有味道 林明眼脚跳了跳 手微微抬起 然而 不等他拿住兵器团 小家伙另一只爪子拍了拍屁股 说 然后对比对比这边 林明额头泛起黑线 蹬蹬蹬连退三步 心中那最能够表达此刻内心的词语 蹦达出来 卧槽 话语落地 人影如风 刷 他化作一抹白影向山下冲去 留下声音在空气中飘荡 我突然想起有急事 刚才白先生交代的 要我去办 小家伙 下化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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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扭过头 看向葛青皇 林哥怎么跑了 葛青皇正在旁边偷笑 见到小家伙望来 急忙脸住嘴角 他说 不知道 小家伙递出兵团子 姐 你试试呗 刷 葛青皇站起身 刚练完剑 浑身是汗 我先去洗漱 言罢 他转身离去 一步一步速度快到极致 几乎缩地成寸 他叫唤道 解不理他 小家伙两眼泪汪汪 愣在原地 两久之后 他沿着山路向下走 走到半岛 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刚刚的行为 有多格阴人 哎呀 他怪叫一声 四脚着地 缩着脑袋 用雪白的肠胃 把自己裹成团 没脸见人了 当夜 竹林小院 林明端坐石桌旁 桌面上摆满了美味佳肴 小家伙吃得不亦乐乎 已经忘记了白天的事情 这时 林明一筷子一筷子夹菜 细嚼慢咽 吞下 消化 桌上摆着一壶清酒 倒入杯中 酒叶仿如液态琥珀 一口入喉 顺滑滋养 微信中带有一抹淡淡的回田 余韵无穷 他一口接着一口 小家伙则风卷残云的扫荡菜肴 很快 酒壶空空 餐盘也空空 林明站起身来 在小院中悠然踱步 他在等 等一个回信 白天离开玄武峰后 他按照白先生给出的无赖计策 略加修改 然后向林家发回信函 用的是玄文书院最快的传讯飞剑 一课钟 两课钟 三课钟 回信一直没有到 小家伙已经洗完碗筷 舒舒服服趴在林明肩头 他打了个哈欠 往常瞪圆的眼睛现在半耸拉着 显然很困倦 明哥 你还不会防吗 林明微笑 今晚不急 再等等 按道理说 林家此刻应该开完了家族会议 估计那便宜老爹以及各种长老 甚至那位林家老祖 怕是都要气个半死 与此同时 远在宁静的林家府邸中 家主林远瑜端坐大堂的首座之上 他是林明的亲生父亲 西夏子女除了林明外 还有两子分别是大公子林志之 三公子林志行 以及很小就送去千花谷学艺的四女林可先 林远瑜身形刚健 容貌轻易 两片眉毛宛如远山 双眸定静 犹如纸糊 他静静看着林家五位长老 等待他们依次传阅林明的回信 突然 大长老林修绝啪的一掌击碎身旁茶几 猛然起身力和道 身为林家公子 他林明安敢如此 居然说出公布家书 让整个林家受清明州唾弃嘲笑这样的话 绝技不可轻饶 林远瑜留着八字胡修剪得很漂亮 仿佛另外两条眉毛 他淡然看向林修绝 不可轻饶 大长老真是好大的威风 不过还请你搞清楚当前的状况 眼下的情况是林明占据主动 林修绝右眼连连跳动 那还不是你脑子秀斗 自作主张发了一封家书 发家书的事情大长老也知道 林远瑜也开嘴 伸出右手点了点太阳穴 我脑子秀斗 你的也好不到哪里去 你 林修绝语色 顿了顿 他指着林远瑜恶狠狠道 他是你儿子 你不管好 他满了十八岁 已经成年 而且三年来你家族从不允许他回家 现在他是什么星星 我也不知道 林远瑜冷笑 过往之时 我们不尽人情 但现在换他林明不尽人情 我看也没什么毛病 你 当初的事情 你也是参与者 怎么着 现在想要反悔了 林修绝拍案而起 浑身气势生疼 反悔到不至于 不过 我看你不爽很久了 林远瑜端坐不动 右手微微抬起 袖口处鼓荡微风 脸瞅着两人就要动手 忽然 大堂外传来神威雄魂的老者声音 一帮孽障 你们都是脑残吗 他的声音犹如天龙咆哮 穿透大堂的墙壁 轰隆隆 地面震动 房梁松动 灰尘木屑萧萧而下 大长老林修绝 瞳孔缩小到极致 老祖出关了 老祖怎么会被惊动 林远瑜眉头微微皱起 众人齐刷刷望向大堂外 看不到人 一帮孽众 还不滚出来 我林家出了真正的麒麟 你们还要想着打压 脑子都是江湖吗 话音落地 林家大院中轰然落下一席青山 他就是林家老祖 看起来并不老 只有四五十的模样 黑发与白发掺杂在一起 很浓密 整齐向后梳着垂落到肩膀处 面旁经历岁月洗练 双眸深邃而有智慧 他站在那里 不用说话 不用动作 就很有范儿 活脱脱一位老帅哥 从林明到林远瑜 再到林家老祖 但凡林家嫡系一脉 颜值是真的高 所以 世人都说宁国世家有三绝 林家的权势 墨家的高手 林家的颜值 这时 林家老祖左脚轻踏 地面大片大片军裂 沉寂一瞬 土石鸡舍翻飞 轰隆隆隆 整个院墙在一秒钟内变得千穿百孔 老祖怒了 林家一众掌权者 忙不迭跑出去 林修爵当先开口 老祖 什么风把你给吹出来了 你这股大傻子风 林家老祖冷哼一声 猛然甩袖 哄 林修爵半跪在地 浑身上下承受着巨大的灵压 一股股灵气汇聚而来 仿佛随时可能把他撵成鸡粉 汗珠一滴一滴冒起来 却又瞬间被灵压震散 林修爵低下头 不敢多言半句 林家老祖淡然转头 看向林远鱼 你为什么不作为 林远鱼摇摇头 不言语 说 林家老祖一步迈出 瞬间出现在林远鱼身前 他盯着林远鱼 双眼对双眸 不眨眼 林远鱼下意识偏过头 闪躲林家老祖的眼神 这时 林家老祖探出手 捏紧林远鱼的脖子 说 这一声犹如霹雳 从林远鱼左耳灌入 似乎要乍穿诱耳 林远鱼双目失神 唇齿微张 正要说话 忽然 他眼底闪过一缕挣扎 眼瞳缓缓聚焦 林远鱼咬了咬舌尖 痛 传入脑水 他彻底清醒过来 抵抗住林家老祖问择生中蕴含的秘法 咦 还算不差 林家老祖颇为意外 那就不抢逼你了 不过你给我记住一点 身为父亲 外人打压你的儿子 不论你有什么谋算 都应该给你儿子撑腰 摇了摇头 林家老祖又说 三年不作为 你们父子间的感情 只怕剩下不了多少 如何修复 你自己好好想想 老祖为何如此重视林明 林远鱼恩了一声 这时 林家老祖大袖服过 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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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家最有权势的六人 家主以及五位长老通通 挂在墙上 老祖转过身 背对他们 传我命令 从此刻起 林明就是我林家世子 至于林志之 林志行 还有你们其他几位长老的子嗣 通通靠边站吧 林修绝技吃不计打 张口说道 这不合规矩 我林家向来都有夺敌一说 怎么能在他们这一辈凭空 话语卡在喉咙里 他双手捂着喉咙跪在地上 脸色降红 林家老祖嘴角微微翘起 扫眼看过其余五人 在林家 我林他天就是一手遮天 有意见吗 众人 很好 没有意见 那就行了 林他天笑了笑 打了个响指 林修觉得痛苦顿时消失 他这样子的脸庞缓慢恢复 大口大口喘着粗气 老祖 您是我林家的天 这没有错 但林家的规矩也是您定下的 难道就这么废掉我林家沿用千年的规矩吗 当然不是 林他天邪腻了林修觉一眼 我知道你那一脉有个孙子 好像是叫林浩阳 他的天资还不错 并且败入了七大宗之一的绝见宗室吗 林修觉汉手 善笑道 老祖座屋中可观天下 我虽然林浩阳天赋高绝 有圣者之资 若不能参与林家 直接定下林家世子 他不可能服 是他不服 还是你不服 林探天审笑 不等林修觉回答 林探天气激荡起 一道静觉查探的屏障展开 林探天拿出一枚玉剑 说 看过玉剑内容的人 若在外乱嚼舌根 我会亲手拧下他的头颅 玉剑在半空中放出影像 白衣飘飘的凌鸣 手掌中拖着十枚神纹 观 玉 影 力 速 剑 魂 破 雷 火 前九眉紫色 最后一枚赤红 清一色的超脱品鉴 一日清晨 玄文书院 玄文书店前 刚刚吃过早饭 林明和小家伙 此来是想进入玄文书店一关 他身为首席学哥 还没有进入玄文书店 没有看过当年那位女父子的手笔 然而 书店没有看门弟子 门口摆着一张摇摇椅 椅子上 神色和蔼的老者半眯着眼 享受清晨的阳光 这位老者不是别人 正是孟元浩 林明经历过神文博物院之行 已经明白孟元浩是何等人物 而且 我和孟元浩有过一次神文畅谈 当时就非常投缘 孟元浩眼眸微微睁开 坐起身不再靠着摇摇椅 林明小友 你是要进入书店? 林明点头指着书店大门 是啊 成为首席多日 还不曾进入玄文书店 这次前来 是想在五院大笔开始之前 提升自己的实力 当初你放出的豪言是真的要兑现 孟元浩眼底闪光惊光 林明没太在意 随口回答道 是啊 大丈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既然说了 就得做到 说得好 五院大笔的日子很近了 你是应该提升一下自己的实力 现在的实力 铁定无法立压其余四院 孟元浩抚摸胡须 点点头 林明清歪脑袋 意外道 啊? 五院大笔不是一院一院笔的吗? 难道想成为魁首 需要立压四院? 八一中文网 玄文书院肌肉太久 没有多少学子 真的有归属感 还有愿意为书院争光的 以往都五院大笔 玄文书院都是去走个过场 然而 每次玄文书院的首席都会被人击杀 不然 你以为李京涛为什么十年不立首席? 呃 院长的爱有点深重 怎么突然就立我为首席了? 林明咳嗽一声 怎么 没有自信了? 孟元浩问 林明摇头 当然不会 难的事情做到了才更有成就感 孟元浩摆摆手 那你进去吧 不过 书店之内不能携带宠物 陆雪叶 他跳脚起来蹦大老高 喊道 我不是宠物 林明哑然失笑 孟元浩上下打量露雪叶 然后淡淡道 那你是玄文书院学子吗? 小家伙哑火 隔了两秒 娜娜道 好像也不是 所以 你不能进去 孟元浩挥秀便出一张茶几 来 你陪我吃些茶点 让林明小友进去 好好参悟 小家伙闻到茶点的清新花香 口腔里面蓄满口水 他强忍着摇头 孟元浩轻笑道 我的茶点很多 不仅有月花酥 还有桂云糕 脆香果 咕噜 小家伙哈喇子一出嘴角 雪白肠尾来回摆动 脸上仿佛写着心动二字 这时 林明拍了拍他的背景 去吧 我自己进去 得到林明首肯 又有美食诱惑当前 小家伙再也不做犹豫 林明嘴角勾起 双袖青斗 迈不向内走 进入书店后 内部别有洞天 远比外界看起来要大得多 书店分为一座正厅 三座偏厅 正厅位于书店正中央 藏书不下千万 记录的不仅仅是五道修行相关 还有人文 地理 学术 生活 美食 风景 无所不包 而且统统分门别类 归纳整齐 相当方便学子寻找书籍 然而 林明站在正厅门口 入墓地书架 就不下上万 就算知道可以找 他也不知道从何找起 眼花缭乱 要从中找到适合自己修行的武技 只怕必然耗费海量时间 他摇了摇头 走向最近的一处书架 好巧不巧 白晨海站在书架的另外一面 正在寻找书籍 林明的目光 和白晨海的目光 隔着书籍交错 白晨海抽出一本书 把事业拓宽少许 笑道 你终于知道禁书店了 白先生 林明汉手 你专门在这里等我 只是看书而已 白晨海和尚书本 抬起来示意给林明看 你昨天的事情解决了 林明拨开面前的书 对 用的是我教你的无赖计策吗 是也不是 不完全一样 威胁公开加书 加上展露自身天赋 这两招其实就等于是棒子加糖枣 不过 我把糖枣给了老祖 把棒子给了家主 卧槽 你小子够狠的 我没记错 林家家主是你爹吧 这么坑他 你回去怎么办 凉拔 林明耸耸肩 不慎在意 白晨海玩耳一笑 没有继续探寻林明的家事 林明也没有全说 他得到了林家老祖 林踏天的清笔书函 上面写着 支持林明的决定 并且内定林明为世子 林家将在暗中与君神草主倾交好 然而 这一切都有个条件 林明必须带领玄文书院成为五院魁首 如果办不到 就说明 林明没有自我修行的能力 玄文书院的环境也不够好 而他的天资很强 绝不能在玄文书院中继续耽搁 必须从玄文书院退学 跟随林踏天修行 并且 林家绝不会和君神曹主卿结盟 而且会因为林明曾经出手救治曹主卿 向其他世家表明自己的态度 为此必然会与曹主卿正面为敌 林明不知道 书寒中多少是真话 多少是吓唬 但他不得不防 回归林家 天赋妖孽的他待在老祖身边修行 鬼知道林家老祖会不会心血来潮 检查一下自己的神魂是否被替换 万一查出他是穿越来的 那多半会被误认为是夺赦 然后 咔嚓 你在发什么蛋 白晨海挥手释放灵气 扑打林明面门 林明额头中招 脑袋向后轻痒 没 没什么 只是想到时间紧迫 我得赶紧提升自己的实力 白晨海皱眉 才学到呼吸法 还提升到断体静 你还想快速提升实力 很难的 断体静必定是水魔功夫 有的人甚至在这个境界磨上三年 这都是为了以后五道之路更宽更长做铺垫 你可千万不要图快 浪费了自己的天资 我知道 林明摇头 但我要拿五愿魁手 白晨海说 要拿五愿魁手 你也没必要这么着急 除非你想以一人之力 压服其余四愿 林明善善一笑 差不多 白晨海微愣 然后调侃道 看不出来啊 你长得文雅俊逸 没想到内心这么狂 这要是做到了 真是把其余四愿摁在尘埃里摩擦 玄文书殿并不仅仅属于玄文书院 更是天元州的玄文学院的宝贵之物 准确来说 玄文学院才是当初那位女夫子创立的势力 这方势力遍布苍玄界七大州 其余六州的玄文学院都是完整的 唯有清明州的玄文学院一分为五 画作剑 刀 枪 书 这中间的爱恨纠葛不足为外人道 林明不知道 白晨海也不知道 他们只是为了避免打扰他人 选择一处较为安静的地方交谈 偏听第二层第三读书室 三面摆放书架 四四方方的八仙桌摆在正中 林明和白晨海相对而做 古往近来那么多豪杰 都没有一人创造出快速断体的法门 林明问 白晨海答 古文近来多少豪杰又如何 道尊面前何人敢言自己天资高绝 道尊又是道尊 他到底是什么人 林明不解 白晨海指了指自己的鼻头 林明问 什么意思 你看我像是天下间任何事情都知道的人吗 白晨海翻起白眼 林明愕然 咧嘴道 不像 那就是了 道尊都是不知道多少万年前的人物 甚至可能早于苍玄界的诞生 你问的我又如何知道 白晨海说 林明说 这不是觉得玄宗远远流长 你又是玄宗出来的大佬 所以应该学识渊博 一时好奇 所以问的有点多 八一自扣 多久收着 白晨海掖了他一句 怎么总觉得白先生话中带着枪火味 林明心中吐槽 面上维持不动 这时 白晨海手掌反转 掌心向上 一本很平常的淡蓝色册子 封面没有写文字 林明皱眉看了两眼 这是什么 玄文书店使用手册 看来你进来之前 梦师什么都没有和你说 白晨海摇摇头 林明抬手撩起刘海 仔细看了两眼 接过来 翻看阅读 他这才明白玄文书店的真正使用方式 原来不需要人来管理 是有原因的 只要用自己的神文释放气息就能牵引合适的书籍出现在面前 林明感叹一声 挥手抬起 直接释放自己的全部神文 白晨海抬起手来 想要阻止他 然而 终究是慢了一步 你小子自求多福吧 留下一句话 白晨海飞快窜到旁边去 林明又眼皮跳动 转头看向白先生 跑这么远干什么 话语未落 整个玄文书店轰隆隆震动了一下 紧接着 书卷书册飞卷而起 在半空中化作数挑长龙 直奔林明 他们环绕着林明 一本接着一本打开 上面记载着各式各样的内容 有的关于神文 有的关于武技 有的关于秘书 有的关于奇物 林明看得眼花缭乱 这时 不远处的白晨海目瞪口呆 他暗自庆幸自己的预感没错 林明总是会搞七搞八 搞些别人没有意料到的点 白晨海忍不住吐槽道 这不 动静不是一般的大 估计周围人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过来了吧 这时 除了当前这座偏听 其他区域也有书籍被吸引过来 玄文书店本来安安静静的看书气氛顿时被打破 一个又一个人冒头出来 有的从二楼阅读试飞奔出来 有的从书本堆积如山的嘎拉头钻出来 他们左顾右盼 找寻着闹出动静的人 卧槽 这特念是谁啊 搞这么大的动静 走走走 都去看看 估计是又有新人来了 但这动静未免太大了 到底怎么回事 谁知道呢 说不定是那几位特别厉害的天才出没 瞧瞧去 不多时 一大堆服侍各异的少年少女来到灵明所在的偏厅 一眼看去 瞬间就愣住了 书如龙 人如玉 翩然绝世 白衣不染尘埃 风度翩翩 气度斐然 实在让人赞叹 灵明身处半空中 一本又一本的书环绕在他周围 那些书籍中飞出一枚又一枚神文 仿佛小蝌蚪找到了妈妈 留在他身边 久久不肯离去 那些书本也不急切 环绕在灵明周围等待着 灵明的头顶神文展现出来 但却被引自神文遮蔽 让众人难以看清楚他的神文到底是什么 他们只知道一点 此人神文品质之高 简直望尘莫及 一名面容娇俏的女子轻柔出声 似乎生怕自己的声音打扰了灵明 这位公子是谁 有没有人认识 他到底是天元周哪一家的公子 紧接着又一位身姿高挑 肌肤雪白的少女说 我乃天机隔旦跆旋 敢说天元周绝对没有这位公子 那到底是谁 众人一头雾水相互交头接耳 就在这时 一名身着悬浮 头戴暖黄玉冠的微胖少年走出来 碰 碰 他垂及自己的胸口 然后指着灵明 那个谁 你知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不地道 哪有同时释放那么多神文呢 而且 百名神文品质极高 都是紫色的超品神文了 你这不就是妥妥地想要秀自己 灵明正沉浸在书本的内容中 在这悬文书店中看书的方式 和传统的眼睛看书不太一样 是意念传导的 所以他的注意力 没有一丝一毫暴露在外界 在微胖少年看来 灵明根本就是目中无人 少年面皮抽动 额头青筋暴跳 心中默念 一二三 他呼出一口浊气 一步一步走向灵明 我家掌门说过 遇到事情先不要发怒 先数三生 万一只是误会呢 然而 如果三生数完 对方还没有给出解释 那就不是误会了 话语说完 微胖少年月空飞起 一拳头砸向灵明 半空中 他还在碎碎念 不是误会 打死了也没关系 反正整个苍玄界 就没有人比我玄宗更能打 白晨海猛拍脑门 特虐地 我说为什么感觉有点眼熟 原来是彭家那个小胖墩 紧接着 白晨海长袖上卷 一道无形契机笼罩微胖少年 裹挟着他倒杂而下 哄 微胖少年砸落在地 哼哼两声 然后爬起来 环顾四方 是哪个狗东西偷袭小言 是我 白晨海一脚抬起 才向少年面门却在相距毫离枝时悬停 少年微精 向后仰头 视野范围顿时扩大 然后看清楚白晨海的面容 嗯 白师叔 怎么是你 有点巧啊 哈哈 微胖少年瞬间粘彩 白晨海收脚 冷笑 彭露生你可真是长本事了 你可知道 头上那位少年是谁 是谁 我不认识啊 难道是师叔你的私生子 白晨海额头冒起黑线 抬手一敲 哼 彭露生捂着脑壳 委屈道 师叔 你平白无故打人干什么 好个平白无故 白晨海摇摇头 玄宗门归第九大类 第361条是什么 彭露生愣了愣 思考三秒 越想额头越冒冷汗 白晨海气势压迫着他 忽然 一道灵光闪过 他立正站直 喊道 同门不可相残 有其不可在同门修行时 对其出手 为者最佳一等 说到这里 彭露生已经带着哭腔 白晨海轻哼两声 故作吊铃铛的姿态 还有三个字呢 彭露生声音压到最低 杀无赦 所以 我这是在救你 白晨海拍了拍他的肩膀 彭露生抹了一把冷汗 心有余悸地问道 师叔 这位 到底在我玄宗吗 我好像从未见过 他平时都担任什么职位 白晨海轻斗袖子 得一道 林明晓有年纪轻轻 虽然比你小 但他已经是我玄宗某脉的长令者 彭露生 第一秒 他怀疑自己听错了 第二秒 他反应过来 这不可能听错 师叔也没有说错 第三秒 他意识到 自己可能要发达了 彭露生出生在玄宗 但一直因为特长不险 所以不曾进入任何一脉担任职位 主要是玄宗个脉都很傲气 也就不能随意收下 没有特长之人 眼前一名长令者出现 哪还有什么好说的 必须巴结 必须把握这个好机会 彭露生瞅了瞅林明 这位长令者真年轻 看模样应该才满十八 生的还一表堂堂 是我剑步的最帅 没有之一 八一中文网 白晨海翻起白眼 吐槽道 你这个嘴甜的毛病 真是没办法改了哈 玄宗上下无人不知 彭露生嘴上功夫极吼 只要他愿意 总能把话说到别人心坎上 彭露生黑黑一笑 不辩驳 白晨海说 别白费功夫了 林明小友正在参悟 听不到你的马屁 不对啊 师叔 按宗门辈分 您怎么能称呼林明长令为小友 您的辈分比他低一级 你得喊他师叔 彭露生坏笑 白晨海被噎个半死 绝对是受到了心坎上 伤口再次被人戳开 撒盐 白晨海心太愧了 抬起手来一顿敲击 对着罪魁祸首干到底 片刻后 彭露生捂着脑袋蹲在地上 师叔 你咋这么开不得玩笑呢 从前你不这样 白晨海嘴角抽抽 冷声道 今天吃菜塞牙 所以你活该 彭露生 他无法理解白晨海的逻辑运转模式 这时 周围人该散的都散了 只有那位身材高挑 肌肤雪白的淡台玄处在原地 他目光溢溢 抬头望着灵明 一手拿着小册子 翻开 一手拿着毛笔 疯狂书写 刷刷刷刷 彭露生 白晨海相互对视彼此 从眼眸中看到满满的无奈 天元舟天机阁 天下八卦 无处其右 玄宗又天心的天骄 观其古灵仅仅十八 却贵为一脉掌令 淡台玄一边轻声低语 一边记录 等等等等 淡台姑娘高台贵手 白晨海拱手作一 掌令者事关我玄宗机密 不可轻易泄露 淡台玄微不可查的汉手 事关重大 情报特别值钱 收费要高 他的手依旧奋笔疾疏 半点停下的趋势都没有 白晨海 彭露生站在旁边偷笑 看到刚刚让自己吃憋的诗书吃憋 他还蛮开心的 白晨海没心思搭理他 快速上前两步 还请淡台姑娘 不要记录灵明小友 成为我玄宗掌令者的事情 沐秀于林峰必摧之 这必然会为他招致灾祸 但台玄眼睫毛微微上翘 眼神飘忽两秒 然后 他回过神来 汉手道 放心 我天际阁的价码本来就高 既然白先生重点关照 价码肯定更高 一般人不会愿意出价的 白晨海叹息一声 白白手 罢了罢了 你天际阁的性子从来如此 但台玄双唇紧闭 腮帮子微微鼓起 眼底闪过一抹韵怒 他埋下头 快速翻了几页书 然后边记录边低语道 玄宗白晨海 名不符实 实则气量狭小 不足为道 白晨海猛然转头 但台玄装作没有听见他的动静 边绕着书架走 边出声附述他的记录 一句 两句 三句 通通不是好话 属于那种不带脏字 但损人极狠的 最可怕的是 白晨海的性子 与他记录的 还真有点擦边 旁边 彭露生满眼惊惧 瞅了但台玄一眼 双手捂住口鼻 心中暗自庆幸自己 没有出声 灵敏感知不到外界的动静 他的心神全部沉浸在那些书本汇聚而来的意识流中 一道 两道 三道 这些意识流相当柔和 井然有序地钻入他的脑海 他快速汲取其中的知识 心中不禁为那素未蒙面的女夫子点了个赞 如果前世能够这样学习 别说什么考上北大清华 只怕不到二十岁 他就能成为在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的真正大佬 凝聚心神 会合归一 一道飘飘渺渺的声音传入灵敏耳畔 天下大道千千万 我执一道破迷惘 又一道苍茫大气的声音传入灵敏耳畔 万古青天 一树长青 亭亭如盖 百合天门 再一道定进古运的声音传入灵敏耳畔 书中的知识不仅仅是知识 还蕴含着那些著书立传之人对于天地大道的感悟 灵敏嘴角不知不觉挂起会心的笑 仿佛世间最美好的事情在他眼前展现 不知不觉 那如龙盘踞的无数书本中文章凝聚精简化作一枚或者几枚可以表达本书利益的神闻 神闻闪耀光芒 一枚接着一枚由虚凝食环绕灵敏周身 灵敏似佛陀年华清孝 演运温和笑意 手持无相妙法 时不时伸手黏取神闻 一枚 两枚 三枚 那些神闻没入他的身体 就那样被领悟 凝聚 固定 充实巩固他断体境的修为 周围 没有被选中的神闻似乎有些着急 纷纷绽放自身最明亮的光辉 这一幕 深深烙印在白晨海、彭露生、淡台旋三人眼中 他们看着此刻的灵明 犹如见到一尊神人盘踞还宇 只手间可招来亿万星河 惊艳人见 灵明获得神闻的速度实在吓人 白晨海不得不出手遮掩 连续挥动双手 白晨海袖口飞出一道道白色云气 遮蔽四方 眨眼功夫 差不多这座偏听的三分之一被圈了起来 白色云气隔绝外部查探 白晨海松了一口气 却听到彭露生小心翼翼道 师叔 你漏了最关键的那个 转过头 白晨海一看 猴头差点涌出一口老血 淡台旋双目闪耀星光 一瞬不瞬盯着灵明 小册子被一道墨色灵气拖着 摆放在身前 他双手空出来 同时纸笔 左手描绘图片 右手书写文字 白晨海伸出食指 颤颤巍巍指着淡台旋 想了半天没有想到什么好词语 没想到淡台姑娘也是个狠人 居然练成了一心二用的本脸 彭露生感慨一声 一心二用 而且每一用都分毫不差 这才是真正的一心二用 话而言之 若有他人与淡台旋对敌 必然会感觉自己面对的是两个淡台旋 而且还是风格迥异的那种 白晨海可不管那么多 他本能的就要出手打断淡台旋 这时 彭露生使劲抱住白晨海的手 使不得 使不得 白师叔 你不知道 他就是天机阁吹上天的宝贝疙瘩吗 要是动了他一根毫毛 怕是天机阁会跟我玄宗拼命的 白晨海眉风挑起 末端凸起青筋 跳个不停 天机阁势力不必玄宗差 最主要的是 对方朋友多 非常非常多 而且并不仅限于苍玄界 棘手 白晨海捏紧拳头 左臂微微震动 碰 彭露生被弹开 连忙裴笑两声 师叔 依我看 既然这位师兄 可嗨嗨 掌令小事祖天资高绝 被天机阁记录一下 也不是坏事 反正让他们加钱就是了 但台玄目光不转 双手继续 依旧一边作画一边书写 他恨不得把灵明刻进那本小册子里 千年已详 从未有一人 能够引发玄文书店异动至私 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单凭今日记录的一切 或许就能破开我的修为瓶颈 他唇齿息动 嘴角微微上翘 不再是那个莫得感情的记录机器 白色云气之外 玄文书店内的众人再次围拢过来 他们试着突破白色云气的封锁 然而 任凭如何出手都没有任何效果 该死的混蛋 真不知道是哪个狗日的这么没教养 嘘 这摆明了是高手所为 我看兄弟你才妙无尽 绝然不是那高人对手 还是谨言慎行的好 我呸 难道高人就了不起 用得着那么嚣张 一口气圈了差不多半个偏听 真真气死人 我好不容易换到的玄文书店阅览机会 要找的书就在那里面啊 咱俩同病相连啊 谁让人家是高手呢 只能等了 也忒缺得了 居然在玄文书店中圈书看 待会定要看看到底是哪个不要脸的 老子必定帮这位高人扬名 白色云气隔绝内外视听 但却唯独不隔绝白晨海 他耳锅微动 听得一清二楚 太阳穴微鼓起 不是高人神光汇聚的表现 而是细小的青金盘球 诺 就在这时 灵明身上的异动消失 漫天飘起的神闻 一枚接着一枚弹去 旋转飞舞的书本一本又一本合上 他白衣鼓动微风散出无数灵气 拖着书本一本接着一本放好 很快他落到地面 踩实身后落其书墙 不远处 但台旋点点头 边记录边呢喃 爱书之人 他没有上来和灵明搭话的意思 看着灵明帅气的容貌 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刚才我似乎画得不够好 还得回去请画工最好的士博出马 他一边想一边记录 至于那本小册子里 到底记录了多少东西 除了他之外 恐怕没有人知道 八一中文网 灵明就感觉那姑娘眼神有点扎人 不过很多妹子看他的眼神都有点扎人 有的甚至像是要把他生存活泼 所以他早就习惯了 他摇摇头走向白尘海 这时彭露生窜出来 微微恭邀 善笑道 灵明掌令好 灵明 欧下华献欧 他的眼神中透露着一问句 你是谁 彭露生咧嘴 拍了拍胸脯 我叫彭露生 对于灵明掌令仰慕已久 刚才见到您的风姿 对您的敬佩之情 灵明面无表情 以机械般的语速 精准念出他脑海中鸣刻着的经典台词 犹如滔滔江水 连绵不绝 一发不可收拾 又似滔滔黄河 翻滚浑浊 永远洗不干净 彭露生 他没有想到 灵明不按套路出牌 还如此熟练 居然瞬间抢了自己的台词 而且还比他准备说的更加流利 除了用词不配上感情这一点外 简直无可挑剔 于是 彭露生的脑袋瞬间当机 不远处 但跆旋双眸透亮 双手如风 记录 疯狂地记录 记录下世间万无万事 这就是他此生的意义所在 白晨海转过头 想告诉他 这一点别记录了 但最终画到嗓子眼 还是咽了回去 唉 余下一声长叹 白晨海身形一闪 出现在灵明身侧 拿着灵明向外走 别见 别见 彭露生着急忙慌追上去 师叔 我这还没和小师祖说完话呢 这时 周围的白色云气消散 外面的人听到彭露生的话 顿时小声惊呼道 我认得他 他是玄宗的彭露生 他叫师叔的那位 好像是前些年的玄宗超级妖孽天才 白晨海 这算什么 你没有听到彭露生叫 长得最近的小哥为小师祖吗 玄宗这辈份排列 可是很有讲究的 那小哥到底是何德何能 居然 话还没有说完 这人被同伴捂住嘴巴 不要命了你 那是玄宗 他们强得可怕 你还要乱嚼舌根 这时 白晨海停不下来 瞪了彭露生一眼 坏事的家伙 人家淡台姑娘都没有泄露出去 这会儿好了 倒是你把情报泄露得一干二净 彭露生挠头善笑 不敢答话 这时 淡台玄记录速度放缓 走出来 向众人说道 事关机密 还请诸位保密 林明颇感意外 第一次把注意力转移到 这位身姿高挑 皮肤雪白的少女身上 少女接着说 毕竟这情报可是很值钱的 你们乱说 等于同时得罪我天玑格和玄宗 自己掂量吧 顿了顿 他又说 对了 想要这位玄宗小师祖的情报 可以来我天玑格购买 今日在场之人 我都有记录 一律九折 林明 Sigma LL 他轻声感慨道 这少女不按套路出牌 玄文书店中 有的是玄文学院的学子 还有的是其他各大宗门世家的公子小姐 他们听到淡台玄的话语 一时间都摸不定主意 虽然 这位特别帅气的白衣公子是玄宗小师祖 但那又如何 辈分高 仅仅是辈分高 这种事情并不算特别奇怪 众人或者摇头 或者摆手 各自离去 林明乐得清静 笑嘻嘻望向淡台玄 后者也在看他 不过目光清明 并没有什么男女之情 这长相不似凡人 着实难化 淡台玄低下头 边琢磨书册 边漫步走来 接近后 他左右打量 上下打量 忽然间拍了拍自己的脑门 我怎么忘记留影石了 淡台玄拿出一颗黑色石头 石头上面画着眼睛的符号 他灌注灵气 黑色石头捕捉灵明的一语气息 灵明心眼可察 气息一散 挑眉抬手 刷 一道剑气飞出 斩灭一散的气息 但台玄带眉微微皱起 灵明面无表情道 你应该先问 再拍 这样才比较礼貌 但台玄点点头 我能留下你的画像吗 不能 灵明头也不回地离去 但台玄愕然 他还不死心 抬起手 用刘影石上的眼睛符号 对准灵明 然而 灵明头顶闪过一抹紫光 引自神文作用下 他身形骤然消失 仿佛从来都不存在 但台玄扑了个空 这时 白晨海慢慢悠悠走过 小妮子 吃别了吧 他故意打去少女一句 但台玄却仿佛没有听到 自顾自地说道 他叫灵明 白晨海没有回答 一步一驱走出玄文书店 彭露生见到这一幕 心中暗惊 小士族了不得 天机阁的宝贝疙瘩都敢得罪 这时 但台玄转身 伸出毛笔 笔风对准彭露生 喂 那个谁 我有事问你 灵明迈步 跨出书店门槛 脚刚落实 小家伙从茶几上跳起来 窜到灵明尖头 他蹭了蹭灵明的脸庞 递出一块茶点 明哥 你吃 灵明张开嘴 吃下不知名的糕点 满嘴清甜 这时 孟元昊说 浑身饮满神闻气息 看来小友在书店中收获颇风 灵明贴头看去 拱了拱手 还行 主要还是玄文书店设计巧妙 神闻引动 找寻书籍实在太方便了 孟元昊抬眸 轻笑 确实方便 老夫年轻时就喜欢在书店中游逛 只不过 现在人太杂了 太杂 灵明不解 孟元昊摇摇头 几句话道出玄文书店的往事 从前的玄文书店 只有两种人可以进入 在玄文学院求学之人 对玄文学院有大功劳之人 当时很多其他宗门的人都会想要进入书店一关 但女夫子定下规矩 迫于他的强大 苍玄界众人只能遵守规矩 然而 女夫子离去了 由于他真的太强大 在女夫子消失的上百年里 他的威势无人敢犯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有些人开始动心 玄文学院虽然没有没落 但再也没有以往的威势 不可能以意敌众 所以 态度从强势转变为中庸 这才多了外界资格这一项 设立一定的门槛 只要满足门槛就能进入玄文书院参席 然而 这个门槛对真正的大宗门大世家 根本不算什么 基本上就是为了玄文学院的面子上过得去而已 这样说来 当年女夫子在世 玄文学院其实是整个苍玄界的第一势力 林明问 孟元昊摇摇头 没有回答 这时 白晨海走出玄文书店 笑道 苍玄界第一 不 女夫子还在时 苍玄界是这方心域中最强者 而玄文学院遍布心域诛天 门徒之多 有如星河璀璨不可计数 顿了顿 他向孟元昊拱手 孟师当年便出自玄文学院 孟元昊摆摆手 不只是出自玄文学院 我曾有幸跟随女夫子学习一个月 此言一出 白晨海心神大动 浑身发紧 眼皮不自觉眨动多次 八一中文网 林明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但他能够察觉白晨海的动摇 他笑道 看来 那位女夫子是很了不起的人物 孟元昊身姿正直 双目开合 金光满溢 他和你是同类之人 都是生而知之 对神文的理解出类拔萃 难道又是某位穿越者前辈 林明来了兴致 哦 怎么说 孟元昊微不可查地摇头 人老了 总喜欢回顾过往 小有还是年轻人 还是不要沾染老年人的毛病为好 这是不想说 林明心投了然 微笑作一倒 既然如此 晚辈就不多打扰了 孟元昊摆摆手 去吧 你刚刚得到了造化 回去马上修炼 不要耽搁 虽然不能加快你断体的速度 但能强化 你在断体镜打下的厚重根基 对了 还有一点 我曾听闻女夫子说过 她也有后悔的事情 当年再断体镜 应该只宁练三十六枚神文 林明错愕 为什么 白晨海站在旁边 默默白要点击在心中的小本本上 孟元昊缓缓躺在椅子上 眯起眼神文知道贵金不贵多 你看老夫认识神文过千 然而至今卡在半步造化镜 无法突破 这就是博杂不堪的后果 林明没有听过造化镜 但能隐约感觉到 这是圣者之上的境界 她点了点头 谢过前辈指点 微微转身 她又对着白晨海拱手道别 小家伙有样学样 同样与孟元昊 白晨海两人道别 目送林明走远 白晨海笑道 孟师对她似乎不太一样 有吗 孟元昊老神在在地闭目养神 没有吗 白晨海低声轻语 向孟元昊拱手作一 然后转身迈步 落过茶几时 她顺手去拿茶点 这时 孟元昊袖子微摆 茶几连同茶点消失不见 白晨海唠唠的空 不至于吧 孟师 你这区别对待也太明显了 林明身旁的小家伙 都能吃到您的茶点 我就尝个味道 不过分吧 孟元昊不答话 仿佛睡着了 白晨海满脸飞现 距离五院大笔 还有七天 林明对外宣称 前往玄文书院的试炼森闭闭关 实际上 她通过眉心的明月韶华 开启通道 通道尽头连接着神秘空间 踏足神秘空间 在此 今日 她身着水色羽之长裙 长过腰间的九彩青丝盘成飞仙计 典雅 温婉 却又飘逸出尘 夫君 妾身等候多时 你怎地也不知道 常来看看人家 林明咳嗽一声 最近有点忙 所以疏忽了 忙什么 她眼眸中闪耀着好奇的光芒 宋命提 林明不想回答 肩头上的小家伙举起爪子 明哥忙着救人 忙着筹备五院大笔 忙着晋级 那的确有点忙 吉莫无双拍了拍水潭边的青草地 坐着聊 林明汉手脱了鞋子 坐在水潭边上 清冷的明月韶华路静润肌肤 传来丝丝凉意 这时 吉莫无双抬起秀气的脚丫 哗啦啦 脚踝出水 铃铛轻轻响动 韭彩光滑如连衣般荡漾起来 她轻轻侧头 发烧掠过林明鼻尖 林明鼻子痒痒 差点打喷嚏 这时 吉莫无双撞若无意道 夫君身边似乎总有很多女孩子呢 可嗨嗨 林明口水呛到自己 小家伙跳下林明肩头 窜到水池里 她双爪捂住眼睛 爪子缝隙缺露的老大 等着吃瓜看戏 林明额头冒起少许汗珠 实在不知道说什么 吉莫无双撩起额发 眼底透着魅惑 我不介意道 只要夫君记得 第一个孩子必须是和我诞下 林明额头汗珠如瀑布 一颗接着一颗汇流 顺着太阳穴鼻梁向下流 为什么就快进到生孩子的事情了 嘻嘻嘻 妾身是怕夫君忘记 提醒提醒 吉莫无双苏间 轻轻倚着林明 对她耳边吹了一口香气 夫君太过优异 长相又如此俊美 难免会有很多女子喜欢 长久处于花丛中 夫君难免沾花染香 这些我都不干预 顿了顿 她翻身坐在林明大腿上 两只手推着林明的上半身 暗倒在地 但有一点很重要 如果夫君做不到 我可是会翻脸的哦 天族女子翻脸起来 可是不管什么天翻地覆的 林明抹了一把脸上的汗 到底是什么 你这么重视 夫君的正宫 只能是我 吉莫无双发出了她的宣言 旋即俯身下去 水潭里 小家伙看到这一幕 挖了一声 窜到水下面去 她似乎有点受不了 这少而不移的一幕 然而 她根本没有害羞 只是做做样子 古灵精怪的小家伙 悬在水面下方 两只眼睛瞪得大大的 透过水面 瞅着林明和吉莫无双 吉莫无双柔软的 准备着林明的额头 亲了一口 然后 微微抬起头 已如思媚眼凝望林明 妾身随时做好准备 夫君想要什么时候吃掉我 她的声音俏皮而打气 林明喉头干咽 身体已经有了反应 她毕竟是十八岁血气方刚的年纪 吉莫无双又是无双角色 着实难以忍耐 不过 她想到小家伙就在旁边 可能还有七老也在旁边 理智终究占据了上风 下次一定 林明翻身起来 掐着少女的腋下 把她挪回原位 吉莫无双笑叶如花 绚烂四盛下 好啊 那就说定了 林明想到 少女并不懂得下次一定的梗 于是 解释道 我们说好的 先适应一下 确定彼此真的是良配 然后再澄清 澄清后不再 再吃掉你 她的声音越来越小 脸红得如猴子屁股 这时 小家伙窜出水面 疼在半空 明个羞羞羞了 林明翻起白眼 抬手撩起一抹电光 辞了 小家伙顿时毛发发直 愣在半空 林明掌心吞吐气机 牵引小家伙倒飞过来 啪气 抓住小家伙 林明黑黑坏笑 旁边 吉莫无双妙目 闪过积雪安心 有人陪着的感觉真好 林明和小家伙打闹一阵 小家伙找到机会逃跑 一溜烟窜到水里 他的小脑袋露出水面 做了个鬼脸 略略略 明哥再来啊 电我个试试 水能倒电 我才不干 林明摆摆手 然后转头看向吉莫无双 怎么没有见到七老 吉莫无双美眸轻眨 他们出去办事了 弦乐楼的事情有进展 还有我族 得至宝峰神域魔剑也有消息传来 需要帮忙的话 记得说 林明眼神认真 嗯 吉莫无双轻咬下唇 脸颊飞起幸福的红韵 他低头踢水 壁波微微荡漾 安静下来 片刻后 吉莫无双抬眸轻笑 夫君 你身上的气息有所不同 似乎得到了很多神闻浸染 嗯 在玄文书殿中略有所得 不过还有点困惑 林明说 吉莫无双 腰肢柔软似无骨 探到林明身前 侧转身体歪着脑袋 看他 夫君的困惑就是妾身的困惑 但说无妨 林明点点头 娓娓道出他想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如何在七天内快速提升断体径的修为 吉莫无双听完后 笑道 夫君记性不太好呢 妾身和你说过肉身疾到的方法哦 林明眨眨眼 有吗 小家伙躺在水面上大声道 有有有 我都记得 说是 那的血域菩提 他在花路中 然后洗练肉身 林明脸色一黑 那你怎么不早说 明哥说 要去玄文书店找找 当时我也没有想起来 小家伙懒洋洋飘着 就像一条咸鱼 吉莫无双两手 搭在林明手臂上 事不宜迟 夫君赶快拿出血域菩提 开始洗练肉身吧 林明汉手 反掌 掌心中摆放着焕发微红光芒的血域菩提 吉莫无双探身前倾 仔细看了看 橙色比想象中的更好 他手掌一番 水潭喷的一声响 小家伙被炸飞升天 呀 他的嚎叫声越来越远 上方似乎没有尽头 林明抬头望去 只见到一个小小的白色点点 你这是怎么出的手 我好像没看出来 自从凝练官字神文 有了一双星眼后 林明还是第一次遇到看不透的招式 吉莫无双眼同闪过脚霄微光 我好像忘记告诉夫君了 实际上我已经修行到造化镜了 林明愕然 不等说话 吉莫无双眉眼弯弯似月牙 嘴角泛起调皮的弧度 轻轻一推 林明顿时入水 噗通 他咯咯轻笑 心中想的是早就想这么玩一次 嘴上却说 夫君还请地气沉底 用灵气激活血于菩提神秘空间 水潭边 黑老办事回来 看到吉莫无双站起来 踩着青草绕着水潭行走 公主 这是眼角于光瞥到羊躺在草地上呼呼大睡的露雪叶 黑老画风急转 驸马爷来了 吉莫无双汗手 来了三天有余 还在下面断体呢 黑老皱眉 他带了什么动下来 断体为何会这么久 吉莫无双相间轻微耸动 血域菩提 血域菩提搭配明月韶滑路 黑老默默念叨一句 旋即眼冒神光 看向水潭底部 林明顺在水中 双腿盘稀似在打坐 口鼻呼吸间时而泛起火光 时而泛起流水 时而闪耀雷霆 他的呼吸频率来回变幻 恰好贴合三种不同的微型异象 前两种 火与水 自然来自于火之呼吸 水之呼吸 而第三种 则是因为他的雷字神文 以及白先生所送的玄宗各脉 共通的呼吸法 雷之呼吸 水火寂寂 阴阳生灭 其间迸发至强之力 譬如雷霆 开天辟地 蕴藏生死大秘 三种呼吸法傍身 林明的前路绝对是无限光明 若有一日 他能融合三种呼吸法 找到真正属于他的呼吸本根 那么成就在无当事之人可以意料 吉莫无双欢快雀跃 水色的羽之罗裙翻飞飘扬 我的夫君必是那盖世的英雄 当他成为天族帝君之时 不是他因天族帝君而荣耀 而是天族帝君因他威震还宇 黑老收回眼神 愣在原地 两久之后 他说 驸马爷拿来的血于菩提不一般啊 效用出乎意料的好 公主你这是想要 让他练成肉身极净 吉莫无双停步不动 双手背在身后 背对着黑老 眼眶中似有金银泛起 你我皆知 天族最大的弱点在于肉身 因为我族之人 根本不曾经历感灵 断体两镜 自然无法发现自己最大的弊端 蕴藏在断体境 所以 我不希望夫君的五道修行路 留下遗憾 黑老神色唏嘘 默默点头 肉身极净 当年我天族知道此道存在 却看作邪魔外道 更是因此为那一族定名 地魔 嘲讽他们是永远匍匐在地的魔 而我们才是高高在上的天 顿了顿 黑老接着说 正是因为当年小神王的傲慢之举 这才有了后面一系列的事情 最终导致我天族负面 寂寞无双低垂头颅 眼底黯然 这时 小家伙鼻子上的呼噜泡爆开 不 怎么了 他茫然四顾 隔了好几秒 终于想起来自己之前在睡觉 翻了个面 小家伙四脚着地 尾巴向外撑 脊背向上拱 撑懒腰 啊 睡得好舒服啊 小家伙揉了揉眼睛 望向水潭地下 明个还没出来 巴一自扣 他犹如一只刚刚从窝中爬出来的小猫 醒了过来 然后到处找事干 很快 窜到吉墨无双肩头 黑老眼皮一跳 公主的肩膀 小家伙还是不要站得为好 为什么 小家伙歪着脑袋 明个的肩膀我也站了 我姐的肩膀我也站了 无双姐的肩膀我也站了 这说明我和他们亲近 黑老语色 索性直接抬手 然而 吉墨无双眼神阻止 捧起小家伙 和颜悦色道 你站过三个人的肩头 不止 老家伙的我也站过 小家伙摆了摆爪子 反正都是关系极好极好的 哼哼 他伸出爪子指着黑老 就他这样的 其我站我还不去 依我看他 就是极度无双姐你 得到了我的友谊 黑老 吉墨无双玩耳倾笑 是有这个可能 黑老咳嗽两声 公主 眼底闪过会侠金光 吉墨无双伸出轻葱玉指 指尖落在小家伙额头的水滴状 明月韶华 一道玄灵之气传导其中 他轻声道 五掌枯容 刺辱真灵 黑老大惊失色 却不敢多说半个字 生怕打扰吉墨无双失数 造成不可挽回的反噬伤害 小家伙脑袋暖洋洋的 双眼舒服眯起 无双姐这是什么 吉墨无双抿唇不语 微不可查地摇摇头 凉久之后 他吐出一口浊气 然后说道 没什么 就是让你的进化变得更快一点 当然 你可以放心 如果怕自己成长太快根基不够牢固 可以把枯荣之力反向推回明月韶华中 小家伙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黑老站在旁边 额头进出细密汗珠 比吉墨无双还要紧张无数呗 然而 听到吉墨无双说的话 他神色难以掩饰地激动 公主 你 你的枯荣神力 能够自如控制 还能赐予生灵加速生长的力量吗 吉墨无双 嘴角微微掀起 嗯 黑老挥袖抹去额头汗珠 鱼尾纹笼成一团 整张脸似笑似哭 掌控了生长之力 就亏出了生之奥秘 而枯败之力则一如反掌 公主年纪上轻 就由此能为 实乃我天足大幸 小家伙伸出爪子 挠了挠眉心的明月韶华 好像很厉害的样子 黑老瞥了他一眼 你懂个屁 我天足老神王 执掌枯荣神力 一人可震天下敌 他在世时 天足威压还宇 称霸北旋心域 无人敢有一心 小家伙撇撇嘴 切 再厉害 都不如我家明哥厉害 让明哥活到老神王百分之一的寿命 明哥就已经打遍所有地方无敌手了 黑老眉头挑起 还想说话 这时 寂寞无双轻轻挥手 黑老 我觉得有这个可能性 黑老愣了愣 玄机拱手道 没错 公主看上的夫君自然是世间无双 随后 三者同时看向水潭底部 灵明依旧心神不住外界 对外部发生的事情毫无感知 他处于身体剧烈疼痛 但心灵却放空至极的奇怪情况 仿佛从另外一个视角 观察着自己的身心 空灵致静 在这种状态下 他的断体静 开启了与人不同的道路 肉身极静 时间又过去两天 灵明依旧没有出来 这时 水潭边上 总是陪伴寂寞无双的 七老都回来了 他们环绕水潭边上盘坐 向下俯望 好奇地打量灵明 水池边上 众人等得太久 于是 不时聊上几句 驸马爷来之前 还沾染诸多神闻 可能是这缘故 使得他断体时间过长 就算是我天族历史上 也很少见人断体如此之久 他真的能练成肉身极静 我天族之人 根本就不需要断体 更别说肉身极静 老头你问这个 谁也不懂 这时 小家伙挠挠头 问道 为什么明哥需要断体 你们却不需要断体 难道你们不是人 所以像我们天水雪雕一样 只要睡觉吃饭 就能变强 你才不是人 黑老白眼道 你是灵兽 而且又是太古一种 只要伴随年岁生长 就能变强 但我天族不是 那是 小家伙歪着脑袋 吉莫无双出生解释道 在我天族最为强大的时候 天族之人不需要精力感灵 断体两个境界 因为我族之人出生 就能感知灵气 而且天生凝聚出眉神闻 然后 经过出生季里 浸泡在明月韶华路中洗玉 其中有北玄星玉 各世界上贡的天才地宝 每个天族新生 大约在出生后三个时辰 就已经是断体境大圆满 小家伙嘴巴张大 仿佛能够晒下鸡蛋 哇塞 那也太便利了 相比起来 明哥还要这样修炼 好痛苦哦 吉莫无双点点头 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 小家伙闭上双目 似在享受 这时 另外七劳你一言我一语 讨论着灵明为何断体如此之久 最终 得出结论 血域菩提和明月韶华路搭配的效果 比想象中更好 前者乃是阴暗斜碎孕育的激阳之物 效果猛烈异常 常人服用容易出世 常人若要服用 最好凝练多种肉身相关的神文 强化自身 然而 有了明月韶华路 就不用如此麻烦 明月韶华路 乃是天族纯雪女子感念之后 落泪凝结 乃是至情至性至柔至善之物 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性 可以有效减弱前者的裂性 灵明同时使用两者洗炼肉身 就如同食精力悬水蒸火断体 好处极大 唯一的缺点就是 痛 驸马爷能忍耐常人不可忍受之痛 定然是心智坚定的大丈夫 老神测算了一下 这个痛的程度 足以让最骁勇的猛士生出自觉此生的念头 要知道 这种痛苦 可不仅仅是皮肤 骨骼 脏腑 那是一种全方位的疼痛 从身体到心灵真不知道驸马爷如何忍耐的下来 这时 灵明的心神处于空灵之境 飘飘渺渺 似存似不存 他从另外一个维度观察自己 痛苦仿佛化作了数据或者文字 呈现在他的面前 但他其实不会直接承受 于是 灵明的状态相当好 不被痛苦反扰 不因外事忧虑 他的思维变得贴近大道 奇妙 变幻 发散 却又有无数灵感迸发 在这样的五天时间中 他想到了许多许多 诸如 剑意 意境 神文书 武记图 呼吸法 风土人情 书画才艺 甚至恋爱婚姻 有的与武道息息相关 有的看似与修行毫无关联 但偏偏就让灵明产生了诸多灵感 体悟道蕴藏在修行中 生活中的大道治理 灵明的肉身渐渐蜕变 焕发微光 他的面前悬浮着半虚半实的神文 每一枚都或多或少与肉身强度挂钩 一枚接着一枚 刚开始还没什么问题 可到后面 神文似乎有点走歪了 尖 固 强 硬 威 武 雄 状 灵明扑斥一声 似乎枪水了 然后空灵之境的状态被打破 他吐槽道 这些神文都什么和什么 听起来就怪不正经的 一点都不适合我这样的正经人 挥了挥手 驱散周身的数百神文 他的脑海中可记得孟元浩的提醒 断体静神文凝炼不要超过三十六枚 这时 剧烈的疼痛猛然袭来 仿佛有一千万头牛变成汗毛大小 然后把他浑身上下每一个毛孔都离了一道 灵明几乎痛到晕厥 他眉心水滴壮的明月韶华 焕发九色光芒 水潭边上 寂寞无双眉心的明月韶华同时亮起 在两颗明月韶华的连接下 一道道柔和的灵气送入灵明实海 保住他神智清明 半个时辰后 灵明的身体引满月华 肌肤表面的微光向内收拢 整个人仿佛经历了一次蜕变 他浑身神华内敛 双目四开四壁 这时 灵明断体竟几乎大成 皮毛 血肉 筋骨 脏腑 筋络 乃至于神魂都洗练完毕 明哥要成肉身寂静了 小家伙举起爪子 蹦打雀跃 寂寞无双摇摇头 不行 还差一点 他还没有找到肉身的根本神闻 就在这时 灵明眉心生起紫色漩涡 魂 破两枚超脱品阶的紫色神闻绽放光芒 很快 紫明吞玄异想出现 这一趟的明月 韶华鹿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 怎么回事啊 明月韶华鹿凭空消失 似乎化作了 灵气 不 那是玄气 驸马爷修行的根底之气 居然是玄气 老神王苦苦修行千万年 最终命归皇权 就是 因为没有把体内的灵气 彻底转化为玄气 肉身与神魂无法统一啊 驸马爷居然从断体竞开始 就凝练了玄气 他的未来 何人敢定其大道宽广 老伙计们别忙着震惊 注意水潭中的明月韶华鹿啊 这可是千年来的积累 按照富马爷的消耗法 只怕 吉莫无双抬起手 远山话没扬起 声音蕴藏威严 不必多言 他是我选定的夫君 就是我天族帝君 哪怕这明月韶华鹿 进数倍夫君吸收 又有何妨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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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围七老 除了黑老没有说话 其他六人一口同声喊出来 吉莫无双摆了摆手 我心意已决 不会改了 就在这时 凌鸣睁开双目 瞳孔泛起水火雷三色神光 他的呼吸在瞬间贴合 有了某种奇特变化 似乎三种呼吸法融合了一瞬 不过 这一瞬间太短暂 他没有注意到 哗啦啦 凌鸣冲出水面 半潭子明月韶华鹿随之升腾而起 在半空中画出一挂晶莹彩虹 他倾踏彩虹 旋力半空 扫眼看过吉莫无双和小家伙 然后嘴角微仙 看我破开这肉身质骨 成就极尽 言罢 凌鸣摊开双手手掌 左右掌心中 各自凝聚一枚神纹 刚与柔 两枚神纹流淌紫气阴晕 渐渐游须转时 神纹每清晰一分 他的气息便强盛一分 到后来 凌鸣浑身含蓄内脸的神光 再次绽放 神秘空间中 仿佛升起一颗冉冉升起的灰药炎阳 肌肤银润微光 毛发剔透盈亮 凌鸣呼吸间引动周围灵气 神秘空间中的灵气疯狂卷入紫鸣吞弦异象 他双手微微相合 两掌相对 掌心中 刚 揉两字神纹彻底凝食 呼 吸 灵鸣口鼻呼吸绵长而细致 不起丝毫微风 恰好贴合道德经所言的绵绵若存之意 但他周身的气血如同江河奔腾 一道一道汇聚起来流入心脏 碰 碰 心脏跳动的节奏仿佛仙人泪天鼓 血管中渐渐发出哗啦啦的水声 却又逐渐沉凝下来 灵鸣经脉缓缓缓浮现遍布体表 仿佛一张张天女纺制的神网 一道道灵气或者玄气流淌而过 井然有序 这时 灵鸣清晰感受到了肉身的桎梏所在 他的造血功能达到当前境界的极限 血液犹如水银一般浓稠 流淌全身的速度却是寻常舞者的百倍 动 动 动 心脏的跳动愈发有力 灵鸣握紧拳头 他感觉自己似乎一拳就能撕破那天 一脚就可踏碎地面 轰隆隆 如雷鸣般的嗡响在他耳畔乍响 回荡炉内石海 下一秒 灵鸣落在地面 脑袋微微扬起 双目直视天空 呼 长长的一口浊气 他断体五层同时修到圆满 身体内的杂质被榨取出来 化作黑气自他毛孔中溢散而去 感觉怎么样 吉莫无双眼瞳蕴含轻波 清灵从未有过一刻这么轻 灵鸣微笑回应 吉莫无双追问 那你可有身体中的血液如水银般厚重 却又充满力量的感觉 感受两三秒 灵鸣汗手道 你怎么知道的 太好了 成了 夫君真的成就了肉身极净 吉莫无双一把抱住灵鸣的手臂 两团柔然压在手臂上 灵鸣身体略微僵硬 这时 小家伙窜到灵鸣尖头 明哥 你凝聚的两枚神纹是什么 吉莫无双巧笑嫣然 对 夫君为何凝聚刚羽柔这两枚神纹为肉身极净的根基 天下最坚硬最刚强的是什么 灵鸣不打反问 小家伙举起爪子 竖起尾巴 我知道 我知道 是山岳士金铁士 好像不太对 小家伙说到一半 自己信心不足 那我再问你 什么是天下最柔之物 灵鸣微笑 小家伙老老实实摇头 不知道 是谁 天下间不可能有鼻水更柔和之物 吉莫无双来回摆着灵鸣的手臂 灵鸣点点头 那这世间可有坚硬刚强之物 可以防住滔天的洪水 没有 小家伙不是很有信心 但还是选择抢答 水 可以变化为任何形状 这是柔 然而叙事之后 又能倾覆世间万物 这是刚 灵鸣弯曲十指 轻轻敲击自己的眉心 我曾听过一位很厉害的舞者说过 要让自己的身体如水一般 收放自如 行云流水 非常的自然 这样练出来的身体 才足够强健 这就是阴阳相继 刚柔并蓄的道理 听到灵鸣所言 众人一时间陷入沉思 七位老者眼底震惊莫名 驸马爷真的才十八岁 这道理看似简单 就在生活中很普通很平常 但是平常中郁郁着不凡 颇有大道质简的妙语 几位老者陷入沉思 黑老忍不住出声询问 我天族在苍玄界立足千多年 从未听过一位舞者 用如此朴实的言语表露武道修行之道 还请驸马爷告知 这是哪位前辈高人所言 八一中文网 林明 张三丰 李小龙 要名字的话 我能给出一堆 这个道理很多流派的思想都有说过 如果真要说谁是鼻祖 大概是老子 洋洋洒洒述出道德经五千言的那位老子 林明白手摇头 何人所言并不重要 那位前辈竟然不喜欢名声外显 足见其心 我也不好随便透露 黑薄还是目要多问 平常心就好 平常心是道 黑老站在旁边呆若木鸡 旁边的头上绑着白色布条的老玉正是白衣 他腹肌动道 林明公子刚才说了什么 一时情急 白衣忘记称呼林明为驸马爷 林明眨眨眼 我说黑薄还是不要多问 白衣摇头 不是这句 后面呢 平常心就好 在后面 平常心是道 对 就是这个 平常心是道 林明一脸猛逼 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白衣指指黑薄 看 老黑顿悟了 不仅是黑薄 白衣你也是啊 还不快快闭关 届时则可恢复当年的修为 吉莫无双拉住白衣的手 白衣 你们恢复后 我踏入造化镜的时间 必然加快许多 白衣汉手 招呼其他武佬 举着顿悟中的黑薄离去 这时 吉莫无双把脑袋 埋到林明肩膀上 恭喜夫君 成就肉身寂静 不过 夫君刚才说的 前辈高人 可不可以告诉切身 就当是你我二人之间的小秘密 林明 这时 小家伙抱着雪白肠尾 做了个鬼脸 哈哈哈哈 无双解上当了 明哥才不认识什么高人 明哥自己就是 他说的那个高人 吉莫无双笑容盖在脸上 心中暗暴 不可能吧 他眼角余光上飘 看到林明那不太自然的笑容 好吗 夫君故弄玄虚 连自家娘子也骗 话语落地 吉莫无双落下爱的小泉泉 哄 林明差点吐血 要知道 吉莫无双乃是半步造化镜 这是超凡圣者 在上一层之后的境界 林明揉了揉胸口 还好我肉身成就极净 要不然 刚才怕是直接胸口破洞了吧 那不至于 妾身的舞蹈还是有点根基的 收得助力道 吉莫无双善善一笑 拨开林明的手 用他那如杨之高玉般的柔仪 帮林明半揉胸口 动作太轻密 林明有点不适应 下意识说道 慢着 我还有几枚神文需要凝聚 吉莫无双交哼道 刚才夫君不说实话 现在又来 林明拿着他的号腕 轻轻挪开 没有 真的 就是那种来感觉的感觉 吉莫无双话没轻抖 向上挑起毫离 好啊 那我倒要看看 夫君还能凝聚几美 言罢 他伸手做寝 顺带把小家伙 撸下林明肩头 用两手捧着 享受那毛茸茸的可爱触感 林明两腿站直 与肩同宽 看着 我说来感觉了 就是来感觉了 他眼瞳微微上瞥 快速思考着 接下来应该凝联的神文 从刚宇柔延伸出去 最简单的想法是 接上阴与阳 但林明对于这两枚神文 总有点特别的感受 古时 华夏先贤用阴阳做符号 取三为数 画出乾坤坎丽阵训更对八种天地之相 然后八八六十四 以八种天地之相两两相配 得到六十四卦 以此为根基 著书 一经 学艺微妙今生者 可隔世间万物 至其之 从这层角度上考量 林明认定 阴阳两字蕴藏玄机 不是此刻的他应该凝聚的 因为阴阳两字几乎涵盖世间一切 诸如 男与女 高与低 前与厚 水与火 光与影 黑与白 冬与静 刚与柔 安与乱 太多太多 凡世间种种皆有相对之物 所以太简单 反而显得玄妙非常 林明沉默下来 寂寞无双 犹如狡猾的小狐狸 媚笑一声 夫君如果领悟不了就直说 切身就当刚才什么都没有听见 林明眼珠子上翘 直到只剩下眼白 仿佛一条死鱼 片刻后 他说 找到了 这就凝聚个给你看 手掌微微晃动 左手刚 右手柔 两个神纹缓缓淡去 刚柔相对且相生还能相克 而这样的神纹 在我凝聚的神纹中 还有魂语魄 以及其他 林明嘴角带笑 眼底闪过灿然星光 轻 重 续 十 四声出 四字落 经历玄文书殿一行 潜藏在林明体内的神纹烙印 再度有了反应 连带着他前往前自渊时 那九十九枚神纹的烙印 虚影一闪而逝 下一秒 林明的神纹再度凝练出来 清一色的紫色 超脱品鉴 吉莫无双伸手捂住脸 银牙轻轻咬住下唇 声音激进捏如 夫君的天资未免好得有点过分了吧 小家伙竖起耳朵 抖动两下 那敏锐的听觉 把吉莫无双的思语尽收入耳 然后 他捏手捏脚 走到吉莫无双耳盼 呼 吹了口气 小家伙调侃道 无双姐 你这样子 是想和我明哥交配了吧 吉莫无双带眉微皱 愣神半秒 紧接着反应过来小家伙的用词 刷 小家伙原地起飞 再次体会了一次升天的快乐 等到他落地时 吉莫无双伸手接住 然后双足轻点 化作一道残影飙向左边 小家伙的毛发 整齐向一边歪 嘴里发出乌啦乌啦乌啦的声音 声音中蕴含着模糊不清的求饶声 大意应该是无双姐我错了 吉莫无双骤然停下 看着他似笑非笑 风太大 听不清楚 言罢 他又抓着小家伙向右窜出 比来时的速度还快一倍 小家伙浑身毛发 整齐歪向另一边 嘴里的声音换成了 呕啦呕啦呕啦 同样蕴含着模糊不清的求饶声 只不过这次特别恳切 大意是我快吐了 真的知道错了 刷 刷 刷 左右上下数个来回后 吉莫无双停下来 小家伙的浑身乍毛 看起来特别蓬蓬 整个身体大了一圈 他双眼中仿佛冒起星星 螺旋升天转个不停 暈 吉莫无双嘴唇轻轻勾起 偷笑 然后他轻轻咳嗽 一本正经道 知道错了就绕你一回 下次可不准用这么粗笔的词语 小家伙正晕着 哪里记得住打 下意识说 不说交配 那我应该说什么 没救了 吉莫无双双眼皮挑了挑 猛然把小家伙抛飞 一下 两下 三下 小家伙等待许久 在高空中找到挣脱了吉莫无双的灵气束缚 然后喊道 明哥救我 话语落地 一挂彩虹从他口中呕了出来 其中大概率把隔夜饭以及早中晚三餐全部清吐出来 咦 脱长的尾音上扬飞起 吉莫无双捏着裙摆推开老远 扯着嘴角向上挥手 刷 呕吐物在半空汇聚 向着小家伙嘴巴倒飞而回 不要过来啊 小家伙差点吓尿 大喊一声后 双爪紧紧捂住嘴巴 两只眼睛紧紧眯起 他认命了 准备用脸迎接洗礼 这时 灵明四眉神纹轻重虚实彻底凝炼 并且归入身体之中 他身上飘起神纹 轻 身体变得轻如红毛 然后 灵明弹射出去 在神力和神速两种常驻状态的加持下 飞掠长空 捏住小家伙的后脖梗 他又如燕子龟巢 掠到吉莫无双身旁 上面那个 消灭一下 灵明指了指天空中废物的呕吐物 吉莫无双 瞬间化身小家碧玉 轻温出生 他挥了灰水色的袖口 天上那一挂与众不同的玩意儿 顿时湮灭成虚无 不留丝毫残渣和气味 刚才发生什么 灵明问了一声 他刚才正分神凝练四枚神纹 并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吉莫无双和露雪叶身上 小家伙看到明哥在身边 胆气十足 摇头晃脑爬起来 伸出爪子指着吉莫无双 吉莫无双 小嘴轻轻嘟起 左边歪一下 轻呼一声 右边歪一下 再呼一声 暗示小家伙刚才的极限体验 还有的是机会 小家伙泪眼汪汪 委屈巴巴埋头 没什么 吉莫无双满意微笑 点点头 然而 小家伙眼底闪过脚霞 语速极快地说道 我刚才就是说了 无双结想和明哥交配而已 然后他就这样 那样 吉莫无双处不及防 愣在原地 小家伙激里呱啦一口气说完 然后拍了拍胸脯 咱天水雪雕一族祖训 报仇不隔夜 吉莫无双回神 却根本来不及去理会小家伙 他明亮的眼眸晃来晃去 闪躲着灵明的目光 一时半刻找不着落点 百里透红的银润脸庞泛起可爱的娇憨 整个人仿佛活泼了起来 真实了起来 仿佛变成了灵家小妹 烫 脸好烫 吉莫无双轻咬下唇 猛地转身背对灵明 水蓝色的群居飞扬而起 那绝色的风情 陶冶似的从灵明眼瞳中溜走 少女的风情似最绝美的紧致 灵明一时难舍 下一时抬起手 然而 他想不到如何挽留 最终只能保持如下姿势 Sigma 巨大的尴尬与少年少女间的点滴心绪 交织成了被淘气小猫挠过的线团 缭绕着灵明和吉莫无双 这一幕似曾相识 宛若初见那日 片刻静秘 似如永恒 灵明揉了揉眉梢 踏步向前 温热的手掌轻轻落在吉莫无双肩头 不好意思 小家伙都是胡说的 吉莫无双压根没听清灵明说的什么 只感觉到肩头传来灵明掌心的温度 他相间微颤 心弦被灵明的无心之举轻轻拨动 脑海中似有一曲从未听过的绝美乐曲 缓缓流淌 整个人晕晕乎乎 不知此刻在何方 不知此时是何时 神秘空间 吉莫无双陷入呆滞 灵明的心眼映照他的姿态 怎么忽然变得呆呆的 灵明绕到吉莫无双正面 肉眼看到对方的绝美容颜上挂着憨态可惧的羞怯 妮妮 两人一口同声 似乎都想说点什么 却又因为听到对方的声音 把想说的话再次压入喉咙中 这一刻 灿然若新的眼瞳与秋波捡水的美眸相望 少年与少女瞳孔中只有对方的身姿 无声盛又盛 小家伙半趴在草地上四爪爪地 水晶般透亮的双眼透着好奇 他脑海中 灵明大老婆的归属逐渐倾斜 吉莫无双正在逐渐压下胜利的天平 这时 一抹危机感笼罩了他 如果吉莫无双成了灵明的大老婆 下一次再被捉弄 灵明大概率见色忘义 类似的事情 小家伙在小时候见过太多 比如他的父母 比如其他兄弟姐妹 所以 小家伙本能地发出声音 呀 尖锐的声音中还故意带着点灵气 灵明和吉莫无双 顿时从那种只能看到对方的状态中恢复 出什么事了 灵明转头看向小家伙 吉莫无双一脸忧悦 两只手揪在一起 瞪眼传音道 你是不是故意的 小家伙摇头如波浪鼓 眼角余光瞥到黑伯等人快步走来 他抬起小爪子 指过去 我只是看到黑伯 白衣他们回来了 灵明点点头 不远处 非伯朗生爷遇到 哈哈 一时间太高兴 是不是不小心打扰了公主和驸马爷的好事 白衣跟着附和道 那可是天大的罪过 老黑我们还是过会儿再来吧 旁边吴老中冒出来伪老不尊的声音 过会儿咋够 依我看 驸马爷神华内运 断体有成 少说也得明儿的这时候再来 吉莫无双遮住修红的脸 轻声对灵明说 你还不松开 八一中文网 灵明这才意识到 自己还有一只手搭在吉莫无双的香肩上 急忙松开 不好意思 我 我不是有意的 玄文书院 后山森林 李靖涛躺在一节高木的树干上 打了个哈欠 说吧 怎么个毒法 在他面前 漂浮着四块圆形水镜 流转微波间显露出其中之人的面容 其中一面水镜中 身着盗袍的老者面容消瘦 双眼眼眶凹陷下去 有着深重的黑眼圈 他名为朱迅 乃是玄文丹院的院长 我们五院大笔 向来都有一套暗中的规矩 身为院长的人的掏出一样 至少天才地宝或者神兵力气 反正是稀罕物就对了 不过这次老夫有个提议 什么提议 刀院院长骆春是一名独眼老者 脸上纵横交错 刀疤不下数十道 仅仅这张脸 就能吓得小儿在夜晚啼哭不止 朱迅淡然道 以往都是按五院的名次来决定保物的归属 第一名 拿两剑并且获得分配总院进修名额的权利 第二名拿两剑 第三名拿一剑 这样似乎有点无聊 李金涛双目开合 说说吧 又有什么新花样 这时 另外一面水镜绽放悬光 显露剑院院长的身姿 他身着袈裟 头上却盘着倒计 发际上插着一柄紫玉小剑 双目眼瞳极小 看起来好像死于眼 丹院的朱兄大概与我所想一致 是想要来一次赢家通吃吧 朱迅汉手 轻笑 却有此意 不挖和尚此言就是我心中所想 看来咱们这是英雄所见略童 哈哈哈哈 狗屁的英雄所见略童 谁还不知道你丹院的传统 墙头草 哪边厉害站哪边 这是提前商量过 统一了战线 李金涛微微皱眉 静观其变 刀岳院长 洛春舔了舔嘴唇 冷笑道 好啊 五件物品统统归属夺取魁首的那一院 而且名额分配也归那边 届时可不准事后赖账 顿了顿 洛春看向另外一只水镜 听闻南宫兄不喜多言 这没关系 只要别忘了你我国主的交代便是 最后一面水镜里 洛塞胡茶的国字脸中年人端坐不动 身后挂满各式长枪 他从史之中没有睁开眼眸 似在闭目养神 听到洛春的话也不搭理 洛春平生最好面子 牙子之仇就能杀人全家 顿时来了怒气 冷哼一声 南宫问天 你什么毛病 不知道眼下正是联合的机会吗 建院与丹院勾结 书院本又在宁国境内 你知不知道后果严重 南宫问天眼眸微睁 抬起手直扫过其余四位院长 有毛病的是你们 不是我 顿了顿 他盯着洛春 尤其是你 喜欢给国主当狗 我不拦着 但请不要拉上我一起 你 洛春气急败坏 南宫问天根本不理会 扫眼看向另外三位院长 本座修行五道数十载 从来不喜欢 导顾这些乱七八糟的玩意 不过是欠人人情 所以才当着玄文枪院院长五年 然后遇到这狗屁的五院大笔 本来还指望五位院长 能导顾出什么新鲜玩意 结果确实无聊的堵住 只有这点气量 那本座就不奉陪了 言罢 一面水晶黯淡下去 洛春狠狠咬牙 心中怒骂该死 刀疤遍布的面庞充斥着木火 李经涛握拳抵住下额 嘴角微微翘起 心道 这次的枪院院长是个新人 传闻他并非清明州本土舞者 而且为人行事正邪不定 但凭己心 如今一见似乎有点意思 这时 暗淡的水晶再次亮起 洛春冷笑道 不是没有兴趣吗 南宫 水晶显露清晰 换了一人出现 笑容可惧的矮胖老者拱手道 在下胡歌 悬闻枪院副院长 见过各位院长 我家院长的脾气有点不太寻常 还请诸位莫怪 枪院这边的堵住在下 已经准备好了 规矩就按四位院长定下的 我枪院绝无二话 言霸 水晶再次暗淡下去 布阿和尚 朱迅 洛春齐刷刷 望向李经涛 李经涛摆了摆手 三位看我做什么 难道我还能反对不成 这么说来 李前辈是同意了 布阿和尚死于眼掠过精芒 当然同意 李经涛汉手 我这边可有秘密武器 布阿和尚笑眯眯道 玄文书院出了位天才 林家二公子林明 他凝聚超脱品阶的紫色神文 所以前辈如此有底气吧 李经涛摆手 左右歪了歪脖梗 咔啦 咔啦 他笑道 还好 你玄文剑院的首席 已经吃过一字亏了 不知道具体他是怎么跟你说的 文言 朱迅 洛春不动声色的旁观 布阿和尚 命 我玄文剑院吃过的亏自然会亲自讨回来 这点还请李前辈放心 布阿和尚拱手 晚辈只是想劝前辈一句 您年事已高 还是不要再当着询文书院的院长为好 李经涛调笑道 怎么 忌惮老头子我 想把我赶走 但你不要忘了 除了我还有一位 你们也搞不定 建院和书院同在宁国 前者吞并后者之心已经持续了很久 主要就是因为李经涛和孟元浩两人隐于其中 所以 两院合并之事迟迟没有推上进程 布阿和尚眼帘微锤 大势不可阻挡 当今宁国国主也很希望你我两院合并 那又如何 李经涛打了个哈欠 小娃娃看事情总是不太周到 咱老一辈的必然要顾着点 布阿和尚不嫌不淡道 依我之见 前辈的观念太陈旧了 已经过时 为何不重新审视自己一番 谁看得远 谁看得多 谁看得广 老夫上去不敢下定论 你算什么玩意 李经涛摆摆手 你有你想走的道 我有我想走的道 道不相同 无所谓忧烈 如此而已 布阿和尚睁大此欲言 行吧 看来是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前辈 不过也无所谓 这次的五院大笔上 玄文书院再次垫底 我保准宁国上下 在吴玄文书院立身之处 说这么多做什么 你们想要的从来就不是书院 而是玄文书店 不过啊 有我和老孟在 你觉得你们有机会吗 那就请前辈拭目以待 到时候晚辈准备的惊喜 希望前辈能够喜欢 你的一切惊喜 都建立在我玄文书院垫底的基础上 不巧 我书院的首席说了 这一届 五院魁首的位置 他要定了 听到这句话 波阿和尚笑着摇头 年轻人不知天高地厚 总想做出与众不同的壮举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但这不现实 五院大笔又不是一个人的比试 万一呢 也许呢 李金涛怂怂肩 只要他足够强 一人压服 你们的学生有何不可 人力终究有穷 五院大笔比的是什么 你还不知道呢 可别忘了这是出题的事 我们建院 管你出什么提 他自一箭可破 李金涛说 这么有自信 不如晚辈和前辈再加赌一局 李金涛伸出左手食指 轻轻摇摆 你让我赌我就赌 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波阿和尚冷笑 前辈这是不敢吧 这一甲子中 玄文书院连续失去了十多位首席 所以从十二年前开始 玄文书院再无首席 如今你清定他为首席 真就这么看好 波阿和尚话里有话 似乎在试探着什么 然而 李金涛并不揭察 老狐狸向来不喜欢 顺着别人的思路说话 他双手抱在脑袋后 缓缓向下躺 靠到树干上 少年人本就该风流一点 狂妄一点 这才有朝气嘛 略微停顿 李金涛边笑边转移话题 对了 还要跟你说声谢谢 波阿和尚不解 皱起眉头 嗯 李金涛说 那位剑无须真是个人才 若不是你玄文书院的导师长失了志 把他踢出门墙 我玄文书院难得此人啊 就他 波阿和尚眼角抽搐 抿唇摇头 名字 我都不太记不住 大概也就有点资质吧 但还算不得什么 或许放在你玄文书院中是个难得的宝贝 但在我玄文建院中只能算马马虎虎 那你们可真大气 他别有来力不说 资质可不太寻常 哈哈哈 你们小辈啊 果然还是没啥经验 根本看不出来 李金涛歪嘴轻笑 挥手散去水晶 神秘空间 寂寞无双 凌鸣并肩漫步 小家伙趴在凌鸣右肩 明哥我们待会直接回书院吗 凌鸣摇摇头 不 现在的实力还差点意思 还得去神文博物院的试炼云海走一走 夫君为何如此认为 吉莫无双跃到凌鸣身前 上身前倾 妙目中闪过银润微光 凌鸣说 我若想要一人之力 碾压其余寺院所有人 还需领悟意境 如此才能做到万全 吉莫无双眨巴眼睛 嘟了嘟嘴巴 夫君是不是对肉身极净有什么误会 言罢 他拉起凌鸣的手臂 向回一代 这一下 吉莫无双用出相当于妙无尽巅巅的静语力 哄 空气爆炸 草屑纷飞 凌鸣双足立在原地 犹如钢钉扎下 纹丝不动 原来如此 肉身极净 不动如山 这时 凌鸣脑海中闪过一道灵光 但灵光一闪而逝 他没有捕捉到 微微皱眉 思索两三秒 凌鸣却想不起来 刚才掠过脑海的灵感到底是什么 夫君 吉莫无双伸手 在凌鸣眼前挥舞 小家伙也用爪子挠了挠凌鸣的耳垂 凌鸣回过神 不好意思 刚才好像捕捉到了修行上的一些灵感 所以有点入神 吉莫无双说 夫君刚才的体悟还不够深 你需要与差不多境界的高手实战 到时候你就知道 肉身极净的真正强悍之处在于持久 当双方灵气耗尽 外物无法依仗时 你的肉身就会展露出无比恐怖的威能 凌鸣点点头 微笑道 正好 还有两三天就得和人干架了 等我把他们都干趴下 再来看你 再来看你 多么轻巧的一句话 但这样的一句话 却让吉莫无双充满期待 他笑叶在面 喜悦存心 声音的余韵中透着难言的雀跃 好啊 妾身等着夫君凯旋 离开神秘空间 林明和小家伙回到玄文书院中 小家伙问道 明哥 怎么直接出来了 不是还有块好看的石头 可以那个去哪里可以用来着 不去了 刚才无双出手 让我真正明白了何为肉身寂静 林明摇头 只凭借肉身 我已经可以对上妙无镜巅峰而不败 搭配神文以及武技 或许太和镜也未尝不可一战 现在的我 丽雅寺院应该问题不大 小家伙点点头 嗯嗯 刚才临走前 吴双姐还专门说了 明哥的断体镜已经不是断体镜 想必是很强很强的 确实很强 肉身极尽后 我甚至感觉到 这是另外一种武道修行的方向 林明微笑 抬起手指向天空 苍玄界至于浮沉星海 不过沧海一宿而已 这诸天万界还不知道有多少强者 想必纯粹的体修也是有的 或许他们可以做到 不修灵 不修心 只修体魄 夺天地造化为己用 甚至以肉身演化大千事件 小家伙歪着脑袋 插开腿 坐在林明肩膀上 不是很懂 明哥说的 是你亲眼见到的吗 没有 只是一个猜测 林明揉了揉小家伙的脑袋 小家伙轻易的向上蹭蹭 那我们不去试炼云海了 不去了 许老给的石头 以后再用 林明眼瞳掠起精芒 而且 一经未合物 我已经有了少许感悟 或许要不了多久 我就能自己领悟 小家伙举起着着 捧跟道 吴胡 明哥厉害 两日后 玄文武院大笔开启 武院队伍汇聚宁京城 此地乃是宁国都城 城墙高耸 足有石树丈高 墙面上涂有特殊涂料 大红色的既美观还实用 这层涂料让墙面光洁 踏脚上去几乎感受凹凸 一看就知道 寻常舞者难以攀爬 唯有太和静的舞者 能够平地咽起 凌空虚度 才能跨越城墙 然而 城墙上 手持弩箭的巡龙卫不去说 天空中时不时有飞翼军的小队巡逻路过 玄文丹院的队伍走入东城门 院长朱迅队伍最前列 身旁 一名面容清秀俊逸的公子哥 齐奸而行 众玄文丹院的人 差不多六七十人 对此却一点都不感觉诧异 一文 你不是宁国人 从未来过宁京吧 现在一看 觉得如何 朱迅侧头微笑 被称为一文的公子哥 挑起如柳叶般的眉毛 老师应该知晓 对我而言 这些都是外物 只要能够炼丹 在深山老林 在繁华独城 都无所谓 言罢 一文目光半脸 嘴里碎碎念着某种炼丹搭配 你 哎 罢了罢了 你就这个性子 我也不与你多说 身为丹院院长 朱迅却拿一文 没有什么办法 对方是他这么多年来 见过最有炼丹天赋的学生 从来不理会俗世术物 也没有在人前展露过修为 但 一文位居首席 整个丹院上上下下 无人敢闲言半句 甚至有人传闻 一文的丹道深不可测 或许能够比见院长朱迅 朱迅摇摇头 心中有点苦恼 自己最得意的弟子 却是这副不安适适的模样 真不知道以后怎么办 他认为 修习炼丹术 最讲究的不是那老十字的实力 而是人脉 身为炼丹师最重要的本事 这丹院多年来最出色的丹道天才 一点不开窍 唉 朱迅常常轻叹 这时 一位小力走到朱迅跟前 站定拱手 毕恭毕敬义礼 不安院长早有吩咐 请您先去见院一叙 八一中文网 好的 朱迅汉手 看向玄文丹院众人 你等着去找地方安顿 到十余简传训我便是 顿了顿 朱迅说 一文 你和我同去 没有回应 丹院众人装作看不见 朱迅翻了翻白眼 伸手拍向一文尖头 这时 一文猛然回神 侧走两步 让开朱迅的手掌 老师 你有话就说 不要动手动脚 莫不是忘记了我的洁癖 朱迅额头青筋暴跳 心中狂吼道 我说了 你特念不回啊 紧接着 他传音道 平常也就算了 这回都到外面 你好歹给我点面子 练丹什么的 可以略微放一放 万物皆可抛 唯有丹道流 一文摇头如波浪鼓 散乱的墨色中长发来回晃动 七眉宇间似有情斗初开的少女风情 长街上 许多男子侧目看来 等看清楚一文的男子装束 他们愕然一惊 有的人甚至扇了自己一巴掌 心中警铃大作 你是男的啊 怎么能喜欢一个男人 还有的人哭丧脸败走 难道我是龙羊匹 所以才找不到媳妇 这时 朱迅捂着脸 好 不抛下就不抛下 你跟我去见街院院长不啊 一文摇头 我不想去 给点面子啊 小老弟 朱迅后曹牙都要崩碎了 沉生冷语道 不去也得去 你身为丹院首席 这是职责 哦 一文点头 然后埋头继续念叨 旁边 小李眨巴眨巴眼睛 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 朱迅一手拍在额头上 再次传音 跟我去见波啊 表现好点不落了丹院的面子 为师的天阶上品 练丹炉就借你用一个月 文言 一文抬头 眼神清明透亮 神采意义 可以 朱迅没过多久 两队人马先后抵达宁京西城门 他们分别是汴国的玄文刀院和金国的玄文枪院 同样的 小李等候多时 迎了上去 与玄文丹院不同的 这他们来自别国 迎接的官吏带着他们前往使节驿馆 宁国皇宫 御书房 当今宁国天子宁姑羽肃然端坐 他身穿素白长服 头发蓬乱散下 初看好似乞丐 但在一黄眼便只看到气宇轩昂 如零九天的威势 他年仅二十有八 双目炯炯有神 处理奏折时异常迅速 一二三 不多时 奏折批乐完成 他抬起头 看向身旁的老太监 老太监早就等候多时 躬身地上遇见 陛下 这是玄文建院传来的消息 请您过目 宁姑羽微不可查地焊手 遇见内容烙印在他的脑海中 过了片刻 他嘴角勾起弧度 传令下去 建院只需放手去坐 正为他们撑腰 老太监埋手下去 可是 老元帅那边收到了风声 可能会有所异动 宁姑羽眼眸为寒 顿了顿 说 无妨 派出引龙位 锁住暗影军的行藏 其他都好办 南城门 玄文书院的队伍抵达 他们的人相比其他三院少了很多 院长李靖涛带队 白晨海当副队 内院学子来了三人 分别是葛清皇 赵无声 以及一名不爱笑的女子 最离缝 外院学子则有灵明 上官云烟 剑无须 萧出阳 盘役 差不多十余人 再加上一个灵明的忠实小跟班 小家伙陆雪叶 一行人进城后 没有小力等候 太阳照射城门 头下阴影 阴影外等候着一帮民众 他们人数众多 差不多上百号人 不过却并非那种恐无有力的壮汉 而是年过半百的大爷大妈 他们手中拿的也是买菜用的篮子 篮子里面装满臭鸡蛋 烂菜叶 就是他们 玄文书院的杂碎 丢我宁国脸面的王八蛋 人群中某人起了个头 然后群情激愤 玄文武院大比 开什么玩笑 我们宁国有建院族 何须玄文书院 就是 就是 书院是五院末尾 建院是五院魁首 简直丢尽了我宁国颜面 众所周知 玄文武院只有四院 从来就不包括玄文书院 人群中的大爷大妈也不过来 就以阴影为界限 叫嚣着 喊骂着 不一会儿 宁静南门的事情传扬开来 长街上 街角处 勾篮里 店铺内许许多多的人打听清楚 是玄文书院的队伍来了 顿时蜂拥而至 不为别的 就为驱赶玄文书院 不让其进城 这时 李静涛站在城门下 指向阴影之外 怎么样 这个欢迎是不是很热烈 玄文书院众人 白晨海同样是第一次 以玄文书院导师的身份 来到宁静 他惊讶道 这就是您口中的热烈欢迎 家道相送 李静涛咧咧嘴 露出微黄的牙齿 很热切吧 我保准其他几个院 都没有我们受欢迎 萧初扬摸着光头 吐槽道 不是吧 这 这哪里是欢迎 简直就是把我们当成最恨的人 谈一躲到萧初扬身后 你身体大 多抗一抗 萧初扬 想得美 老子帮你抗 帮我林哥抗还差不多 说着 他转头看向林明 林明捂着额头 还没说话 肩头上的小家伙说道 他们都是 来给我们送吃的吗 周围瞬间安静下来 就连那沸腾的人群 都静静了几分 沉寂一瞬 人群中爆发一声怒喝 好个不要脸的玄文书院 看老子不砸臭你们 言罢 一颗臭鸡蛋划过半空 碰 臭鸡蛋命中无形气罩 被挡了下来 李京涛履了把下河尝然 好啊 今次 怎的这般不守规矩 往界到来时 还要等我们走出阴影才开始 林明嘴角抽搐 都这时候了 院长你就别疲了 阴影不阴影的 有什么区别 枪狼 赵无声拔出黑刀白刀 面上流入凶煞之意 上次老娘没来 这次老娘当面 谁他妈敢砸 话还没有说完 漫天的烂菜叶 臭鸡蛋飞来 犹如漫天卷起的海巢 带着一股 咸臭腐烂的气味盖下来 赵无声脸黑无比 双刀连斩 刷刷刷刷 这时 人群中传来某大妈 几十年泼妇骂街练就的施吼功 哎呀 有种就砍死老娘 你个小娘皮 仗着自己练过几天舞就了不起了 告诉你 这是皇城 是有王法的地方 有种你就砍 砍了一个 我还有千千万万个我 一番话说得大意凛然 荡气回肠 根本就不像普通的买菜大妈 赵无声瞬间败退 扶着葛清皇的胳膊 说了 我感觉这帮大爷大妈 比嗜血菩提鬼还狠 葛清皇轻笑一声 不言语 这时 林明说道 当然了 这种碰死伎俩凶险无比 相比起来 黑衫之行还简单得多 赵无声 玄文书院众人再度陷入沉默 李京涛的契机勾勒出无形气罩 烂菜叶和臭鸡蛋没有落进来半个 但是那骨子气味着实有点难以忍耐 在林明肩膀上双手捂住口鼻 白眼向上翻起 眼白一跳一跳的 似乎随时都会失去意识 太臭了 林明手指挥动 水流洒向四面八方 构筑出一片洁净的空气 旁边 玄文书院众人看着群情激愤的民众 心中生起疑惑 我们到底该不该来 他们中有些人本来就是来博取虔诚的 是怀着一番远大的抱负 想要把自己的才华和价值 在五愿大笔中展现出来 然而 现实给了他们无情一击 进城门都这么艰难 这还是他们印象中的宁国都城吗 当初进入玄文书院 会不会压根就是个错误 难怪族里的兄弟姐妹 都不愿意进入玄文书院求学 如此云云 各种负面情绪淹没了他们的脑海 这时 一道想指声扩散开来 大 林明回头望向玄文书院众人 露出微笑 诸位似乎忘记了我是谁 你还能是谁 你不就是林明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上官云烟满不在乎的白白手 这时 周围人听到了林明的名字 有人疑惑停手 似乎觉得这个名字很熟悉 但马上又被人群中的挑逝者拱火 烂菜叶 臭鸡蛋依旧络绎不绝 上官云烟耸耸间 斜眼瞅着林明 眼眸中仿佛在说 瞧 没啥用吧 林明 这时 一直没有说话的葛青皇 手扶剑柄 似乎想要动手破局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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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面传来细微的震动 似乎有什么庞然大物正在接近 扔东西的群众纷纷停手 环顾周围 这一看 顿时吓到 长街镜头转角 一队身披玄铁重甲的骑兵列队而来 他们人数不多 一共也就二十多个 但身上的铠甲分外眨眼 群众纷纷傻眼 不敢置信道 神武军 吴端端 神武军为何到来 与此同时 城内不远处某座酒楼三层 莫应学冷着脸坐在靠窗的位置 他抬起手 淡淡饮酒 双目跨约万千距离 锁定凌鸣 看到神武军出现 他嘴角露出一抹冷笑 多阿院长忙于布局 想让你玄文书院退却 不占而败 现在好了 有神武军出马 意味着军神曹主清出手了 玄文书院之人必然能够进入宁京 顿了顿 他眼冒寒光 仿佛化作两柄利剑 直透凌鸣心干皮肺肾 能够进来就好 这才和我心意 严霸 他放下几枚银币 转身离去 城门口 神武军列队 一名身形略显娇小的甲氏 策马而出 末将楚倩迎 奉元帅命令 前来迎接凌鸣公子 女子的轻力嗓音 传遍十方 周围民众没有义人 因为她是女子而小觑 楚倩迎的名头 在神武军中 不是一般的响亮 堪称知名猛将 这次他轮换 回到宁京休墓 恰逢老元帅回归 于是才有他去清夜城的一幕 眼下更是直接护卫在老元帅左右 他没有摘下头盔 也不需要摘下头盔 拿着篮子的大爷大妈 自动让开 蜀遍宁国上下 没有人会拦截神武军的路 他们是宁国的守护者 受人敬仰 而且 能够穿上那身玄铁盔甲 本身就是勇力过人之辈 所以挑逝者也不敢犯 楚倩迎举起手中长脊 麾下将士跟着喊道 恭迎林明公子归京 声音整齐滑衣 动作整齐滑衣 那一杆一杆的重锤重腑重毛翁鸣作响 周围民众一边退让一边议论 能够让神武军前来迎接 这位林明是什么人 似乎有点耳熟 但是一时间又想不起来 姓林 会不会是林家的公子 所以才让老元帅如此正重 你怕是没有脑子哟 就算林家家主 也不一定能让老元帅如此重视 这时 人群中有人想到起林明 就是三年前的林家麒麟 他小声地问了两句 旁人给出入看白痴一般的目光 偌大的宁京 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林家的麒麟早已陨落 化作废人 在那玄文书院苦苦求学 想要凝练第一枚神文 忽然间 周围空气沉寂下来 众人你看我 我看你 卧槽 他好像有点眼熟 我认出来了 我认出来了 他就是三年前的林家二公子 麒麟子林明 是那位三年前辉煌离京 执意前往玄文武院之中 最差的玄文书院求学 结果却始终不能凝练神文的可笑添骄 他何德何能 能够惊动我宁国君神 就在众人杂七杂八言语时 林明向玄文书院众人摆摆手 现在稳妥了 我们进城吧 这时 长街镜头又有一支队伍赶来 队伍中间一顶华丽叫碾 不需要任何人抬 飘在半空 队伍前方 一名管事模样的人喊道 恭迎二公子回家 还请上轿 这一幕彻底证实了林明的身份 那些大爷大妈忽然意识到 自己干了什么 真的是林家的公子哥 而且看林家的态度 摆明了就是相当重视 那轿子很有来历 乘坐者要么是家主 要么就是柿子 林家放出了很明显的信号 林明内定为林家世子 这一幕是当着全城的面 也当着神武军的面 无论是当今宁国国主 还是军神曹主卿 亦或者其他势力 都会得到林家释放的信号 那些隐藏在平民百姓中 想要挑逝的煽动者 只好停止异动 再继续下去 大概率把自己交代在这里 不值当 然而 他们想不到暗影军和飞翼军 早就锁定了他们 一个都跑不掉 林明摆了摆手 没有坐进轿子里 我这还有诸多同窗以及师长 坐进这个轿子 与礼数不合 但是老祖给出了诚意 我见到了 请这位管事代为传达一声谢意 管事也姓林 不过名字比较糙 林七 他面向老实憨厚 属于让人看一眼 就很放心的那种 一切 但凭二公子心意 现在应该称您为世子 林七躬身 幅度极深 林明倾孝 这么急着表忠心 就不怕我再度失事 林七埋头更低 弯腰更深 老祖清点 家主和大长老都不可能有意义 而且 您神华内敛 气度俨然 行步之间如龙似虎 又有折仙般飘逸的风姿 不选您那就是我真的眼瞎 长相与内里截然不服 但是对方这一记马屁拍得恰到好处 林明心神舒坦 小家伙跟着乐乐呵呵 这时 林七抬起头 说 家主还特别吩咐 为您准备了一间足够大的别院 家主 那是我的 父亲咯 林明语调轻挑 顿了顿 他抬起手妈撒眉梢 转头看向玄文书院众人 正好 我们还没地方住 去那别院瞧瞧 好啊 李京涛摸着胡须笑咪咪道 又可以省一笔开支 楚倩英始终等在旁边 见到林明这边的事情处理完毕 才走过来 这没预见是元帅特地交代的 请您收好 林明汉手 接过 放入那间 还请跟曹老说一声 我还有事 暂时不去喝茶 改天有空再谈天畅聊 楚倩英嘴角抽搐 隔了两三秒 说道 那位可是我宁国君神 你这么随意 没办法 习惯了 林明轻松肩膀 转过身领着玄文书院众人 跟随林气离去 楚倩英愣在原地 心中 回荡着林明说的习惯了 这时 天空中落下一匹飞马 马上坐着一位 英姿俊挺的陈叶华 哈哈哈哈 有点意思 确实有点意思 你这表情我记一辈子 楚倩英白了他一眼 咱大哥别说二哥 你那嘴角抽的都快止不住了 用笑来掩饰 真的好吗 你不知道 笑得僵硬很难看吗 回怼两句 楚倩英带着神武军 护送玄文书院众人 讨了个没趣 陈叶华驾马飞上天去 这时 长街两旁的大爷大妈 听到有人说出 林明为老元帅曹主轻疗伤治病的事实 一位大爷大妈顿时愣在原地 他们手中拿着菜篮 篮子里面放着臭鸡蛋烂菜叶 低头一看 满脸羞愧 啪鸡 有位大爷拿起臭鸡蛋 胡在自己脸上 杀千刀的 我是被猪油蒙了心啊 这等英雄少年回归家乡 我就去去拦他的路 真是不当人子 紧接着 某位大妈喊道 咱不能忘了良心 林明公子救了老元帅 老元帅是何等人物啊 没有他 乃来我宁国今日安稳太平 法子灵魂的拷问最为折磨人心 他们骂玄文书院有多狠 拦截林明的等人有多过分 现在就有多后悔 人群中 暗藏的挑唆者想要离去 还不等暗影军和飞翼军出手 大爷大妈出手 给他们逮了出来 尹龙卫正在和暗影军对峙 见到这一幕顿时傻眼 那帮大爷大妈撩起膀子 三拳两脚 就把人群中的挑唆之人干翻 不是一般能打啊 林明氏林家二公子 如今回城 前有神武军相迎 后有林家表太 排面极大 远胜诸多少年郎锦衣回乡 事情很快传开 宁静中 诸多门阀得知消息 皇宫内 御书房 宁姑宇接过身旁老太监地来的密折 看完之后 他神色不见喜怒 说道传令下去派人去见不阿和尚 告诉他 朕要启动那项计划 陛下当之李金涛和孟元浩的厉害 尤其是孟元浩 有他在 哪怕玄文书院全面 玄文书店也不会陷落 说话的老太监陪伴宁姑宇许久 从幼年之时就负责照顾他 又在十年前的有着莫大的从龙之功 他名为宣幻海 一身武功出类拔萃 十年前就是清明州数得上名号的超凡圣者 如今 他的修为又到何等程度 只怕除了宁国国主宁姑宇之外 无一人可知 他戴着宦官帽 身体总是向前勾搂着 脸上时刻浮现恭敬的笑容 宁姑宇神色淡漠 瞥眼凝视着他 朕的决心就是宁国上上下下的意志 然而玄文书院的两个老东西不愿意 那就该死 他们修为高 威望重 所以朕给了太多次机会 宣幻海汉首会议道 陛下想要打破国主不能成圣的铁律 所以宁国的国力必须整合 如此才能真正做到那一周之地为宁国疆土 成就在世圣皇的伟业 宁姑宇闭目养神 脑袋微不可查地点了点 去吧 传句话 玄文书院该结束了 但是让他们记住 玄文书院中的人才是朕的人才 谁也不准私下谋害 宣幻海埋头 奴才知道怎么做了 这就换小三子去走一趟 老太坚退出一书房后 宁姑宇双目睁开 眼底流淌星河般绚烂的光芒 他呢喃出声 四字语 四清探 朕要的不仅仅是一周大地 还要把我宁国打造成人间神朝 有朝一日 一统其余六周大地 纳苍玄界魏国 以此跟姬征伐诸天星海 袁帅服 曹主卿淡然主察 身旁站着三位老伙计 林景、徐奥东、文仁千亿 算算时间 咱们那位宁国国主应该得到消息了 徐奥东感慨一句 林景眯着眼 戳了两口烟枪吐出烟雾后 说道 其他事情都无所谓 唯独派出神武军前去迎接 啪的一声响 老曹还在乎这个 不得皇帝小儿的召见自己召集三只旧部 然后堂而皇之地进入宁京 进城后 百姓家道欢迎 身微龙后 换作老子是皇帝 第一天就得把他杀头 曹主卿一壶茶 七出五杯 然后停下手 所以 你当不了皇帝 更不知道他到底想要什么 文仁千亿撇撇嘴 喝了口茶 不服气道 那你倒是说说 他到底想要什么 曹主卿微微吸口气 缓缓吐出 你以为我归京之前 什么都没有想过 如今这位国主 可不是以往那位优柔寡断的老国主 他在十年前 以铁鞋手腕雷霆登基 一夜之间杀光所有兄弟 甚至连那位年仅十岁的右弟都没有放过 如此心性可见残忍 然而 这十年之间 宁国国力蒸蒸日上 人才选拔为贤事举 顿了顿 曹主卿宁是文仁千亿 我且问你 你看到了什么 文仁千亿摆摆手 我就是个粗人 还能看到什么 什么都看不到 林锦插话道 如今的国主心有大志 他想要的是整合宁国上下 让我宁国铁蹄 重现当年之威 试问一句 普天之下 还有谁能比老曹更加适合统领全军 一举灭两国 统一清明州 徐耀东拍了拍长刀刀饼 国主雄才 虽然心性残忍 但总比当年那位挠火好得多 曹主卿摇头 他要的更多 或许不只是清明州 当宁国吞灭其余两国时 清明州的气韵全数归于宁国 而宁国国主 则可以凭此达成圣者境 成就在世圣皇的伟业 然后 以此为根基 宁国铁蹄踏遍苍玄界 囊括一界版图 这或许才是他真正的志向 两个钟后 林明等人抵达林家准备的别院 此别院位于宁京最为繁华的街道 地段极好 迎来送往之人非富即贵 楚倩迎见到此间无事便开口请辞 领着神武军的二十多名甲氏离去 林明当先进入别院 众人紧随其后 林七依旧陪伴左右 走入大堂内 林明说 你不用陪着了 别院里的事情 我们自己分配就是 林七公身笑道 小的就是这处别院的管事 从您抵达宁京开始 我不负责其他事物 专门供世子拆遣 林明眉毛微微上条 仔细看了几眼管事林七 对方貌似憨厚 实际上特别会说话 不论到底是真心归顺 还是老祖或者家主派来的探子 这都无所谓 反正只要自己在这宁京之中待着 林家的探子就不可能少 既然如此 选个说话好听的 起码心情更加舒畅 好的 那你跟着吧 待我们到处逛一逛 熟悉熟悉 林明倾笑 林七汉手 头前带路 一路上众人有说有笑 林明却有点心不在焉 回到宁京 很多麻烦注定会接踵而至 他必须得理顺了当前情况 他本来就是世家中人 现在更是内定的林家世子 身份已然不俗 再加上他与曹主钦的关系 宁京的水算术被他彻底搅浑了 宁京每一家都会想方设法试探他 这些势力的试探大半并不致命 真正危险的只有两者 一 墨家 这是死仇 二 弦乐楼暗藏在地下 始终是一柄悬着的刀 前者 暂时不用担心 林家原先认怂 那是老祖林踏天没有出关 现在老祖族长家族化事权 墨家这边的路数 大半都会被林家挡住 林明要做到 就是正面夺取五院大笔的胜利 让玄文书院成为魁首 后者最关键的点在于查清楚 玄乐楼的物院到底是谁 天族的天涯海阁正在帮忙调查 还有柳厄这颗暗藏的棋子前符 脑海中念转如垫 林明面上没有表露半点 他陪着玄文书院众人向内走 院子里 水泄楼台 刁蓝玉器 搭配上那增添易去的假山凉亭 众人连续赶路的疲惫有了少许缓解 林明笑着吩咐道 路上舟车劳顿也没有吃一顿好的 林七你去招呼一下 一刻钟时间 安排好我玄文书院众人的起居 然后备好饭菜 听到要吃饭 小家伙开心之色 好啊 小赌肚早就乐扁了 一日 日上三竿 玄文建院正门 街道两旁站满宁静百姓 他们早早收到消息 知道今天是五院大笔正式开始的日子 还有一个老十字的开幕仪式 一些心思活泛的小滩小贩早早选好了位置 小声地吆喝着 街道正大路上 达官显贵接踵而至 建院院长布阿和尚站在门口 头上扎着倒计 身着黑白双色的如是符 他脸色笑容清冷 双目半开半闭 无论走入玄文建院的权贵有何等身份 依旧态度不改 仅仅汉手示意 很快 玄文丹院的队伍到来 一共几十人 布阿和尚眼帘微微抬起 双手拱起 朱兄道来 里面请 朱迅笑了笑 传言道 昨日商议的事 以及要带来的丹药已经准备齐全 布阿和尚微不可查的汉手 眼角余光瞥了一眼玄文丹院的首席 义文 相比于朱迅 他更加在意丹院这位首席 昨天一见 却成就非凡武道路 断体静走出与常人迥异的武道之路 炼身为丹 身体就是丹药 可以不断自我预疗 也可以化作猛毒 真正应对起来 极难对付 毫不客气地说 义文看似寂寂无名 但在布阿和尚心目中 他或许还要胜过莫应血一线 朱迅站在旁边 心中暗笑 没有实力谈什么合作 义文天资太过特殊 让人难以忘却 布阿和尚看来是记住了 随后 他随口闲谈几句 别过不阿和尚 领着玄文丹药的人走进玄文建院 紧接着 玄文枪院与玄文刀院的人到来 双方各自摆来好人 其中不仅有两院的学子与导师 还跟随着经国与辩国的官员 两院之人以及随行礼节团 井然有序地入场 没有多余的挑衅 也没有多余的闹事 整体行动相当正常 宁静百姓 他们昂首挺胸 露出笑脸 还不错 这玄文刀院和玄文枪院 都蛮实相的 没有搞什么妖蛾子 那是 他们想捣鬼捣怪 也得有这个实力 在我宁国的玄文建院面前 通通都是土鸡娃狗罢了 话可不是这么说的 你这种就是盲目的自信 不可取 前些日子就有传言 当下时局 遭逢大变 苍玄界出现异动 天下七周各地 皆有天赋一禀的妖孽天才出世 那要怎么样 咱们玄文建院的首席 出自名门墨家 位居麒麟榜第九 这份战力还是半年前的 谁知道现在的那位到底有多强 不巧 前几天刚刚买了最新一期的风云杂谈 金国和变国 各有几位天才横空出世 入榜前时 墨应雪似乎在青叶城那边吃了点小亏 排名已经掉到第十一了 空气一时间有些凝结 不过很快 又被其他人的话语盖过 没过多久 玄文书院的队伍出现在长街上 人数只有十几 相比之前的玄文三院着实有点少 不过 李京涛走在最前面 常然惊人 林明和白晨海在他身侧 以颜值吸引众人目光 紧随林明身后 葛清皇 赵无声 上官云烟 醉离凤 四位女子各有风姿 无一例外的让人印象深刻 见到这支队伍 长街两旁的人沉寂一瞬 短暂的陷入猛烈的颜值冲击中 玄文书院的人虽然少 但是魅力很大 通杀上至八百岁下至八岁之人 然而 长街太长 有些人慢慢从颜值震慑中回过神来 看着李京涛喊道 吴胡 看到眨眼的了 又是这个老家伙 他居然还有脸来 这个就是玄文书院的院长 就是他 死活不同意把玄文书院搬来宁京 还美其名曰 不愿意卷入权势斗争 保持学子的心灵纯彻明镜 呸 狗屁的心灵纯彻明镜 看看玄文书院都是什么家伙 一般的 有几人能上台面 别乱嚼舌根 玄文书院还是有少年英杰的 林家二公子林明不就在其中吗 那又有什么用 就算他是头狮子 还能带得动一群绵羊不成 这时 人群中矗立着一位少年 他扎着侠客便 发色蓝中带子 身着黑色的侠客净装 两只眼睛犹如漆黑的宝石 最中间处的瞳孔 焕发着一点星光 铜朔 少年嘴里叼着一根草签 忽然发出一声轻疑 没想到我这双日月明铜 居然还有看不穿的同辈人 少年身旁站着一位 比他高出大半个头的贵公子 贵公子披着胡球 面色略显苍白 嘴唇微微发紫 整个人都显得不太健康 他的身上透出一股书卷气 眉宇间显得有点温弱 那可真是难得 你陈南双星 还能有看走眼的时候 在读场里 你这双眼睛 可是连头中都能看透啊 陈南双星唇齿微动 长长的草圈上下挑动 一股吊儿郎当的范儿 看人和看头子 不可同日而语 那你倒给我说说 到底是哪一个人 让你这么吃惊 最帅那个 陈南双星 朝着林明弩了弩嘴 贵公子眉毛微微上扬 单手托着下颌 那不就是在说我了 陈南双星 我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明 他的眼神犹如芒刺 一下一下扎在贵公子脸上 拜托 你楚寒臣好歹也是楚家大少爷 清明州十大世家之中 楚家乃是商骨之道第一 怎么会出了你这么个 极品 楚寒臣摊开双手 满脸无辜 我怎么了 男人难道不该觉得自己最帅吗 你这就是典型的没自信 陈南双星白了他一眼 我这是有自知之明 玄文书院队伍里 那哥们摆明了 就是一个行走的帅子 你拿棒锤跟他比喻 楚寒臣嘴角微抽 正要说话 陈南双星冷笑道 虽然欠了你楚大少爷三万枚金币 但我也不犯处 给你讲句实话 对上那哥们 十个你都不够大 楚寒臣 他露出臂膀 鼓起肌肉 我可是有隐藏实力的 话还没说完 楚寒臣打了个喷嚏 就这 陈南双星摇摇头 出动位置 身着弧球 还打喷嚏 你的身子骨也太弱了 就算隐藏实力 又能有多厉害 顿了顿 陈南双星伸出大拇指 对准自己鼻头 我去和他打 这才有看头 八一中文网 你的意思是 你俩旗鼓相当 所以四手五入 你就能打我这样的一十个呗 楚寒臣额头冒黑线 两手交替撸起袖子 来来来 咱俩现在干一下 你知道我隐藏的真正实力 陈南双星手势变化 以两指指着自己双目 先前是我眼下 还以为你是高手 这才中了算计 欠了你三万枚金币 不过你放心 我也不会赖账 但是 就拜托你一件事 能不能别恶心我 哪有高手一天到晚 说自己隐藏实力的 你楚大少爷身子骨弱 修为见不得人 所以才搞出那狗屁的藏神脸稀绝 为的不就是自保还不丢面子吗 拜托你 心里有点逼数 楚寒臣 他想说一句 我真是高手 但是这句话 又被对方的前言封死 这时候说出去 特别丢法 于是楚寒臣轻轻吐出一口浊气 无奈道 他说出真相只有一个 而我早已看透的表情 幅度急轻地点了点头 他指着玄文建院正门口 走吧 我们先进门 进去干嘛 楚寒臣下河微收 眼神疑惑 陈南双心嘴里草签上鞘 你有说好的 我带你见真正的江湖 那三万枚金币的账 一笔勾销 所以 跨入玄文建院的大门 就是最好的机会 其中不仅有江湖之远 还有庙堂之高 楚寒臣似懂非懂得点点头 顿了顿 说道 你是手痒了 拉着我进去 等于有楚家的背景为你背书 这个真是好算计 陈南双心 楚兄 江湖之中有句话 看破不说破 日后好相见 言罢 他快步走向玄文建院正门 言语交锋最终获胜 楚寒臣嘴角挂起微笑 一步一驱跟上去 同时 用只有自己听得见的声音嘀咕道 双心说的那人是林家二公子林明 他真的有那么帅 玄文建院正门 李京涛 布阿和尚两人正在谈话 林明瞅了瞅传闻中的布阿和尚 佛道如三者皆瞻 但却又不能相容 只是声般硬套的挪用 这就很吊逼格 他肩头上小家伙左歪头 右歪头 然后说道 明哥 和尚不都应该是光头的吗 嘘 小声点 两位院长正在谈话 这时候打扰到他们 就不太礼貌 食指抵住嘴唇 林明小声调侃道 或许这是个假和尚 假道士 假如生 一句话出 成功打断了李京涛和布阿和尚的谈话 两人齐刷刷望过来 不 不仅仅是他们 还有周围的那些人 同样把目光投注在林明身上 语不惊人死不休 不出口则已 一出口就要人命 他这句话 声音看似很小 实际上根本没有掩盖 耐人寻味 见到众人望过来 林明眨巴眼睛 脑头不好意思道 不用理会我 你们继续 你们继续 众人听到他的话语 脸皮子一阵抽搐 轻易打断两位院长的谈话 而且方氏如此不礼貌 这时还没开始大笔 就要挑起玄文建院 玄文书院的两院之争 众人察言观色 盯着李京涛的脸 想要看出端倪 却只看到一脸的毛 除此之外 别无所获 白晨海站在旁边 传音道 林明 你是和莫应学有仇 怎么直接就往玄文建院身上招呼 是不是有什么想法 林明 白先生的语气 听起来特别兴奋 这是早就想要搞事情了 小眼神向上一挑 林明摇头传音道 误会了 我的断体竟刚刚圆满 没想起来 自己还有命音传训的功能 用词好像不太对 算了 不用在乎细枝末节 白晨海轻轻咳嗽一声 主动出声道 院长 我先带着林明他们进去了 你继续和布阿聊着 李京涛汗手 去吧 布阿和上面上不嫌喜怒 心中满是问号 他总感觉 这帮家伙 根本就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 好不容易积累的气势 在这一刻充满塑料感 仿佛他这位堂堂玄文建院院长 半步胜者的高手 也只不过是个百事而已 玄文书院众人没有多想 跟随白晨海 林明走了进去 布阿和上抬起手 李京涛按下他的手 一点点小事情 不要和小辈介意 一道京涛骇浪般的灵气 顺着李京涛掌心冲刷布阿和上的身体 布阿和上瞳孔缩小如针眼 他不敢相信李京涛的修为 深厚到根本无法感知的程度 半步胜者已经踏足胜者镜 举手投足对于灵气的感知是完全不同的 出现这等完全无法感知对方修为的情况 只有两种可能 一对方拥有特殊的遮掩气息法宝 二对方已经触及了超凡圣者之上的造化镜 甚至半只脚踏入境去 如若不然 就算打不过 就算对敌石难免被杀 布阿和上也至少能够摸清楚李京涛的修为底细 这时李京涛微笑低语 没有亲眼见过 很多晚辈都不会知道前辈到底有多猛 布阿和上咬紧腮帮 一字一顿道 大事不可为 李京涛松开手 背负双手 向内走 他唇齿息动 幅度极小 一道传音进入布阿和上双二 老夫一生活得太久 就算你玄文剑院藏剑窟内的那位遇到我 也得叫一声前辈 今天就教你个道理 强者逆事而行 大事又如何 便是这天穷压下 我被武夫也敢一拳破之 几句话似乎有点啰嗦 但布阿和上从中听出了李京涛的五道意志 江海弄潮 掀起今世巨浪 敢叫天地色变 李京涛此来 已经准好完全准备 他这等五道高人过人 不是轻易可以用阴谋算计的 超凡圣者 趋吉必凶 能够把握冥冥中的一点真意 李京涛心中已经有所察觉 布阿和上眼帘微锤 心道 那个计划还不够保险 必须更加完全才行 另外一边 林明一行人身旁多了两名怪人 一者身材略显娇小 只比十三四岁的上官云烟略高 嘴里含着草迁 看起来就不像正经人 另外一者气宇轩昂 若不是站在林明身旁 必定被人称一声 帅 两人正是陈南双星与楚寒陈 这时候 他们与林明已经熟络起来 陈南双星似乎有些字来熟 聊着聊着便以明哥称呼林明 一句话出口 其他人没啥反应 小家伙炸毛了 上一个喊林明为歌的是肖初阳 当时喊的是林哥 就那都被小家伙追着碾了数百丈 这次 有人直接喊出明哥二字 小家伙眼睛滴溜溜转动 小爪子勾起坏坏的弧度 三四道水流 从各个角度袭击陈南双星的骨尖 陈南双星察觉到小家伙的异动 刚刚准备闪躲 这时 林明的手落在他的肩膀上 陈南老弟 我看你的修为蛮不错的 我这还有比赛 改天我们再聊 陈南双星愕然 只感觉到林明的手臂 犹如神人之手压天地 一股浩然俱力灌入身体 哄 陈南双星双脚陷入地面 足足三寸 紧接着 那三四道水流接踵而来 他的骨尖顿时湿润一大片 小家伙举起爪子 得意洋洋道 明哥只有我能叫 你知道错了没有 陈南双星翻起白眼 心累到没有力气说话 林明急忙收回手 不好意思 最近刚刚突破断体大圆满 身体力量有时候会失灵 众所周知 断体竟大圆满 意味着身体的掌控力 达到一个几乎完美的程度 所以 林明的说辞不太合理 八一中文网 再加上时机过于巧合 完美配合了林明尖头站着的小家伙 此时此刻 陈南双星看看林明 瞅瞅小家伙 他脑海中勾勒出一幅画面 林明本人说的是表象 小家伙代表林明真正的内心 两相结合起来 这一刻的林明在他脑海中仿如一只会笑的魔鬼 旁边 楚寒辰不厚道地笑出声来 玄文书院众人也差不多 有的眼嘴轻笑 有的扭头张嘴无声哈哈 有的抱着肚子前仰后合 其中赵无声最过分 攀着葛青皇的肩膀笑得响亮无比 甚至把不远处广场上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陈南双星顿时汗毛耸力 化作一抹黑影 飙走 林明捏了捏眉心 感慨道 陈南兄真的误会我了 难道真不是故意的 楚寒辰心中略感疑惑 上前两步 拱手道 林兄不必接怀 我那位小兄弟只是 有点害羞 林明还有什么好说的 当然是客套附和两句 然后别过对方 结束双方之间的尴尬 小家伙尾巴摆来摆去 显得特别得意 哼 林明轻轻敲了他一脑瓜 干什么突然给人来那么一下 小家伙吐吐舌头不说话 把自己埋起来裹进尾巴里 林明手掌按上去 正想捏 忽然想到自己的体魄有点不对劲 力道掌控不太好 怕捏疼了他 收回手 林明摇摇头 心中默默为刚刚认识的 两位仁兄叹息一声 他的话并非胡周 肉身极尽 本来应该是更加能够掌控自身 但林明的修为提升太快 跨度太大 主要还是前后差距太大 之前的肉身和现在的肉身 简直天壤之别 那种举手投足的强大 一不小心跑偏了 变成举手投足的蛋疼 还没有习惯 准确地说 林明现在时刻用轻重虚实四字神闻 控制自己的力道 从未有一刻 那么希望自己的力 素两字神闻 能够效果不要常住 本来就控制不住 要带上十倍力量的神力加持 和十倍速度的神速加持 蛋疼的十倍乘以十倍 林明 这时上官云烟出了戳林明的妖眼 干得漂亮 林明回头看去 干嘛 上官云烟巧笑燕然 还没回话 走在略远处的赵无声 萨爽一笑 朗声附和道 干得漂亮 白晨海双手拢在袖内 微不可查的汗手 干得漂亮 旁边 玄文书院众人一个接一个发出赞叹声 干得漂亮 最后 葛青黄驱止清淡剑饼 在丁的脆响中说道 干得漂亮 小家伙举起爪子 有样学样 对着林明吹了口气 林明 Sigma 你们为何如此熟练 一个个这么快 就理解了人类的本质 实际上是复读机 众人不太理解林明说的某名词 投射出疑惑的目光 这时 李静涛快栽而来 步履如风 刷的一下站定在众人面前 看到众人的疑惑模样 他眉头微皱 怀疑道 老夫错过了什么趣事 林明摇头 犹如波浪鼓 没事 就一点小问题 言罢 他向前走去 步伐快急 嘿 这小子 怎么好像仓皇逃窜一样 李静涛刚刚压了压布阿和尚 心情正在极度舒适中 现在看什么都顺眼无比 他的目光投向白晨海 白晨海微微一笑 背后严四身后案件 非君子所为 这时 上官云烟的冲天变双马尾 窜入李静涛的视野 我是女子不是君子 我来说 李静涛回头看他 笑着点头道 如此可叫 然后 李静涛携了白晨海一眼 轻痴一声 朽目不可雕 白晨海 玄文书院外院 众人只当什么都没看见 默默向前走 内院学子则有所不同 赵无声一边走 一边小声向葛清皇 醉离凤打去调侃刚才的剑文 葛清皇右手扶着剑柄 面容清冷不言语 偶尔点点头 配合好友的调侃 醉离凤面无表情 一副他强认他强 我自清风拂山岗的模样 完全忽视忽视赵无声 就这样 愉快的氛围中 玄文书院的队伍走到了一处巨大的广场 此地长三百丈 宽二百丈 地面铺就青涩陈石 林明踏上广场 脚下感觉到大地的厚重 以及陈石的坚硬 有点意思 他步伐微顿 右脚微微用力 无声无息 地面留下一道浅浅的脚印 好硬的石头 这里的演武场 可比玄文书院的街市太多 果然是财大气粗 硬件设施堪称好道报表 这时 李京涛站到林明身边 轻笑道 不错 你的肉身凝练的极强 实在难得 八一 Z 扣 院长说笑了 我这肉身强度也就马马虎虎 林明抬起手 妈撒没烧 李京涛摇摇头 瞪了林明一眼 你小子和我还不说实话 是不是藏桌藏的 有点过头了 他指向地面 悠悠道 这青色陈石乃是北明海水下三万里的万载陈石 无惧各种属性的灵气 不借用冰刃却能留下一道印记 足以证明你的肉身极强 林明不厚道地笑了笑 还好吧 也就马马虎虎 李京涛微笑汗手 拍了林明背挤一巴掌 林明受力 向前走了两步 院长 你这是 李京涛摇摇头 脚下流淌一缕契机 契机微妙今生四可通悬 投入青色陈石 转眼间 林明留下的一寸足印快速上突 很快 青色陈石完好如初 林明愣了愣 轻声惊叹道 毁灭容易 创造却难 院长 你这一手是武道修行练出来的 不然呢 李京涛的反问剧中充满业余意味 紧接着 他背负双手 向前走去 给林明留下一道高深莫测的背影 这时 小家伙揉了揉眼睛 刚才那下好厉害哦 林明轻轻嘘了一声 已经不是厉害了 是可怕 半个时辰后 巨大广场周围搭起一顶顶巨大滑盖 滑盖下面坐满宁京最有权势和财富的一批人 例如 林家大厂老林休爵 墨家二长老墨星渊 还有其他诸多权贵 最后 宁国国主的心腹宣幻海独自前来 全厂未知侧目 国主也关注 林远渔嗅到了一抹不寻常的意味 不阿和尚起身相迎 宣公公这边请 位置早就给您留好了 宣幻海面白无虚 看起来末约七八十 一副风烛残年随时要死的模样 但在场中人皆知 他乃是宁国大内第一高手 超凡胜着后期的强人 顺着不阿和尚的好意 他微微汗手 落座 旋即挥挥手 开始吧 不阿和尚笑道 好 人齐了 那么五院大笔正式开始 言罢 他右手一挥 水晶般剔透的八棱形柱状体飘到高空 投射出本次五院大笔的关键信息 一本次五院大笔的赛制分为如下几项 秘境探索 个人擂台 团体混战 二每个项目分别对应的特别奖励 三本次五院大笔远远胜过以往的残酷性 本次没有名字排序 只有第一以及其他 等众人看了片刻 不阿和尚笑着飞到天空中 单手触摸八棱形柱状体 接下来有我细说贯穿三项笔试的积分制规则 不阿和尚运足体内灵器 声音惶惶道 参与笔试的学子必须领取玉牌 玄文五院学子所持有的玉牌 颜色各不相同 剑院 白色 单院 红色 枪院 黄色 刀院 青色 书院 蓝色 相同颜色的玉牌不可相互捕捉契机 即使击碎同门的玉牌积分也不会转移 顿了顿 不阿和尚继续道 每位学子玉牌初始积分为一 获得更多积分的方式有两种 一 击碎他人玉牌 获得对方玉牌中的所有积分 二 收集秘境中的奇珍异寿或者天才地宝 平安带出秘境 当场判定积分值 三项笔试中 玉牌必须始终佩戴在身上 玉牌粉碎则失去参赛资格 同样的 如果觉得情况不妙 可以自碎玉牌 到时会有传送证法送弃权者退出笔试 三项笔试结束后 哪一院的总分最高就是五院大笔的魁首 不阿和尚扫视周围 说道 总体规则如上 谁还有疑问 周围沉寂下来 一时片刻无人说话 突然 凌鸣踏出滑盖的阴影 朗声道 秘境探索中得到的一切归谁 众人目光凝聚而来 不阿和尚略微侧目 瞥眼打亮凌鸣后 说道 宝物能者得 学子在秘境中获得何种宝物 只要能安然带出秘境 一律归学子所有 大妾 凌鸣赞赏一声 冲不阿和尚竖起大拇指 属于玄文学院的滑盖下 李京涛眯眼靠着座椅老神在在 他眼角露出一缕缝隙 瞅了瞅凌鸣 不错 老夫着实没有看错人 鸣鸣可比以往的那些学子 都有去多了 这时 周围众人出声讨论 听起来 积分至满公平的 公平 你怕是脑子被门夹了 玄文武院大比 可没说过总共可以上场多少人 这 宁京市建院主场 建院的弟子必然极多 要是无赖点 派出千八百个学子 不可能的 建院也是要脸面的 不至于这样搞 先不说建院 他们都蝉联魁首多次 也不在乎多这一次 更关键的是 玄文书院在这等规则下 岂不是又要垫底 哼 所以建院想到了这一层 直接就不排名次 只有魁首与其他 不阿和尚真不错 如此一来 我宁国颜面不失 建院依旧为魁首 周围众人非富极贵 说起话来 中气十足 声音传开 玄文书院众人听得一清二楚 八一 Z 扣 小楚阳光溜溜的 大脑门上青筋暴跳 握拳猛锤空气 这他们说的都不是人话 凭什么还没开打 就认定我们毕书 潘一嘴唇发酸 拍了拍萧初阳的肩膀 安慰道 主要是他们都在宁京 坐拥着最好的资源 要是我们玄文书院也搬来宁京 肯定不比他们差 一句话出口 他瞬间意识到自己说错了 这话里话外的意思 好似都在怪罪李金涛 不肯答应宁国国主的要求 李金涛没有多说什么 依旧半躺半坐 这时 玄文建院被人闲话 玄文五院大笔 从秘境探索开始 每院各自可以派出五名妙无镜 五十名断体镜 一旦确定名额 不可变更 此言一出 李金涛微微睁开眼 历届五院大笔 都有秘境探索这一项 但是 从来不准妙无镜参加 为的就是 防止高境界者 在秘境中虐杀低境界者 毕竟擂台赛和团体战 都是在众目睽睽下进行的 关键时刻 长辈出手护住自家的天才学子 还是绰绰有余的 但在秘境中 就算有水晋监察 也难保有些角落嘎啦被漏过 玄文枪院的院长难攻问天 始终闭眼 不说话 胡歌副院长并排坐在旁边 和和气气笑道 这么一来 真的不怕打自己的脸吗 回头看向玄文枪院中的几人 胡歌的眼睛盯着其中一位青年 此人浑身肌肉囚结 却不显得臃肿 一双眼睛似人非人 居然是树铜 头顶有微微隆起 像是雏龙的小脚 龙湛公子可想下场试试 被称为龙湛的青年咧嘴青啸 秘境就是猎场 我下场 就是帮你玄文枪院夺取魁首之位 你倒是打得好算盘 顿了顿 他转头看向南弓问天 南弓书 你意下如何 南弓问天淡然开口 你是天元州龙家大少爷 行事还虚问过我 龙湛走到近处 说 此言差矣 家父想念南弓书很久了 一直念叨着找您回去 在我来清明州前特意叮嘱过 要请您回天元州 南弓家的老太爷 一直埋台当年家父帮助您逃离天元州 这一次真的是有急事 所以必须找您回去 南弓问天不睁眼 淡然转头 脸对着龙湛 我已经答应帮人代理玄文枪院院长之位 持续十年 十年? 黄花菜都凉了 龙湛下意识出口 南弓问天眼帘微台 一缕金光流淌 还有一种方法 你去帮玄文枪院夺取魁首之位 我的代理之托也算完成 闻言 龙湛双眸发亮 好 一言为定 我这就准备下场 胡歌坐在旁边 笑眯眯不说话 与此同时 玄文刀院院长洛春身边站着一位女子 她盘着飞仙计 面容轻力脱俗 宛若天山之上的雪莲不然尘埃 如玉的束手持着一柄短刀 短刀通体裹着白布 不慎其言 帮你取得五愿魁首 这没问题 但我要刀龙牙上的一柄刀 没问题 刀龙牙上的刀 但凡刀准没有不想要的 你能夺取五愿魁首 我必然送你一把 洛春正经危坐 满是刀商的脸上挂满笑容 女子摇头 不需要 刀我只要刀龙牙最顶端的那一把 别人取不来 只有我可以 洛春哈哈大笑道 好 不愧是我变国最有天资的刀刀散修 非仙刀星星哥 你有登顶刀龙牙的自信 想必夺取五愿大笔的魁首 对你而言亦如反掌吧 星星哥为不可查的汉手 嗯了一声 那就没问题了 魁首之位由咱们的刀到天才去办 洛春笑了笑 转头看向其他三人 你们三人是我刀院精心培养的 切不要忘记这次的使命 专心去办那件事情就好 那三人乃是三胞胎 长得一模一样 身上的衣服与其他刀院学子不同 一者衣服纯 一者衣服纯 一者衣服纯蓝 一者衣服纯黄 分别名为刀红 刀蓝 刀黄 他们三人同时拱手 声音整齐划一 是 一刻钟后 五院学子各自领取玉牌 通过八棱形柱状体释放的传送光门 进入秘境 五院大笔 第一项正式开始 各院学子进入秘境后 波阿和尚双掌灌注灵气 刹那间 风云变幻 缓缓流动 汇聚成一尊巨大的云中佛陀 空明法印 波阿和尚唇齿轻起 云中佛陀缓缓拍出一掌 天光大圣 凝聚无量金光 八棱形柱状体得到金光沁润 浮现浩瀚画卷 龙腾高空 万寿咆哮 凤漆无童 百鸟争鸣 好一副洪荒天地之景 此图初见 犹如水墨描摹 看不真切 再看 渐渐凝实 却映照出秘境中的千奇百态 白尘海边磕瓜子 边惊叹 此物颇为不凡 能够沟通一方小世界 将诸多学子传送过去 还能显露具体画面 少说是天级上三阶的宝物 苍玄界的物品 分天地人三级 每一级共九阶 仿如登山之人十阶而上 杰树越高 品质越好 李金涛双目内蕴神光 首屡洞常然 此图乃是洪荒天地图 不过仅仅是纺制品 真品的话 勾连的就是真正的蛮荒天地 而不是一座小世界秘境了 洪荒天地图 此图我有所耳闻 就连我玄宗都没有收录 也不曾在天原洲见过 不曾想 居然可以在这里看到 怎么 你白尘海 也如其他凡夫俗子那般庸俗 李金涛悠悠一笑 真的以为清明洲是苍权界七洲中 最平级最边缘的烂地方 白尘海放下瓜子 端起茶水小戳一口 当然不会 只是还有点无法接受 而且听院长语气 似乎清明洲别有神意深藏 差不多 李金涛不置可否 这时 图画中映照着秘境的八个区域 缓缓放大 巨大广场周围的众人 并不能时刻观察到秘境中的每一处细节 大体上是以八棱形柱状体的八个面围镜 缩放这幅天地画卷的一小部分 布阿和尚拿着一个长条布条走到李金涛面前 李前辈 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 李金涛脑海中闪过灵明踩在青涩尘石上的脚印 嘴角泛起一抹喜色 当然记得 你我家赌一场 布阿和尚微微皱眉 心中起疑 这老家伙以往总是表面答应 实际上根本不在乎 这次怎么转性子了? 微微一笑 他说 好呀 那就这么说定了 白色布条抛开 一根黑金色的方块铁条展露半空 李金涛探手接住 花白的眉毛微微上扬 乌金玄铁 天外之物 净重三千斤 你的赌注确实够大 是想堵我压在棺材底下的老本 那不至于 李前辈活得年岁长 手中好东西不少 这点赌注 您应该不会放在眼里 不用拐弯抹角 直接说 你看中了什么 我不要东西 如果您输了 我要前辈离开清明州三年 无论遇到什么事都不准回来 怎么着 之前吓着你了 让我三年不回清明州 如此你们好对玄文书院下手是吧 李前辈要这么理解 晚辈也无话可说 你倒还好 有这心思就敢认 还不算特别招人闲 那我就答应你 听闻此言 布阿和尚眉头深锁 心中的疑惑逐渐扩大 沾满他的内心 仿佛冥冰中有一个声音在告诉他 他漏过了某种至关重要的信息 这时 李今掏台起手 不轻不重按在布阿和尚肩膀 之前你见过灵明 但你什么都没看出来 而且因为过分关注他 忽略了我玄文书院其他学子 这注定玄文建院与魁首之位无缘 八一中文网 秘境内 一座方圆三百丈的巨大湖泊上 灵明刚刚经历空间倒转 腹内难免翻江倒海 他从数十丈高的高空向下坠落 身边没有别人 只有陆雪叶这个小家伙 坠落的速度非常快 呼啦啦的风声在耳边作响 灵明翻江倒海的腹部似乎得到了些许缓解 小家伙挂在灵明肩头 两只爪子死死扣住 嘴巴一张一合 哎呀呀呀 他大呼小叫并不是因为惊慌 相反 他的神色间充满了兴奋 在高空中俯瞰到这座蛮荒小天地 仿佛再次回到了儿时的家乡 空气清甜 阳光明媚 时务时就能听到 山林与湖泊中的呼吼嘶鸣 噗通 灵明和小家伙同时入水 水之呼吸齐齐发动 两者口鼻间勾起某种相同的韵律 冰寒的湖水顺着灵明的鼻腔涌入 他却丝毫不觉得难受 仿佛自己变成了一条鱼 水自神文缓缓浮现 周围的水流汇聚而成 化作一条条半透明的水色长龙 拖着灵明浮出水面 小家伙看得心生摇曳 两只爪爪勾动起来 招来的却不是龙 而是小乌龟 成群结队的水色小乌龟 咯咯咯 真好玩 他笑嘻嘻地翻滚身体 眼角撇到湖泊底下的一抹亮光 明哥 明哥 下面有好东西哦 小家伙旋利水中 长长的雪白尾巴来回摆动 小爪子弹出一根指着湖泊底下 灵明定睛看去 渐显幽暗的湖底 游动的鱼儿来来往往 碧绿色的水草泛起点点荧光 在水草的深处 一抹异样的华彩忽闪忽闪 乍眼看去 仿如龙王藏于海底的珍宝 秘境探索持续七天 时间还很长 地图又比较大 一时半刻也没别的事 那就下去探探 说不定还真遇到好宝贝呢 灵明嘴角微仙 两手向身后微微一划 咻 它身如龙 向水底俯冲 水自神文傍身 呼吸毫无压力 就是这么自信 小家伙见灵明快了一步 马上运起天赋神通 空水 哗啦啦的水巢推着它 超过灵明 快速潜入湖底 刚刚抵达 碧绿色的水草触及雪白的毛发 小家伙感觉有点痒痒 向上浮起少许 这时 光亮忽闪处想起悠扬的声音 四笛声四消声 小家伙双眼迷茫 露出痴汗脸 下意识加快游动速度 不要过去 灵明一把抓住小家伙的尾巴 这一下没把握好力道 有点用力 小家伙啊呀一声 清醒过来 刚才我怎么了 他嘟弄一声 揉了揉眼睛 灵明摇头不语 指向浮现水草深处 巨大的七彩贝壳张开 上面睡着一只美人鱼 他上身赤裸 重要部位仅有两片贝壳遮盖 鱼尾鳞片湛蓝 却在波光灵灵变换颜色 似能动摇人心 那迷惑人心的声音 正是他梦一时崭露的歌喉 灵明微微皱眉 心眼映照周围 由于在水中笼罩范围没那么大 大概缩小了一半 感知了一会儿 似乎并没有特别多的异常 只是有一些个头特别大的鱼虾蟹 在周边徘徊 明哥 那七彩贝壳上面有人哦 我们去把他叫醒呗 还能顺便问问路 小家伙边揉着自己血白的尾巴便说 灵明斟酌片刻 目光再次投向七彩贝壳上的人鱼小姐姐 梦一般的歌声一点点传来 四笛四霄又四少女手持琵琶 遮面轻弹 她的声音中带有蛊惑人心的魔力 刚才你差点着了道 灵明轻轻一笑 转眼看向小家伙 忽然间心眼中映照出人鱼结语微微颤动的画面 就在这时 人鱼猛然睁开眼 一瞬不瞬凝视着灵明和小家伙 你们是人类 还有血脉如此纯净的太古一种 小家伙拍拍胸脯 你能说话那就太好了 我们有点事情想问你 人鱼露出妩媚笑容 好啊 你们靠近些 话语落下 水中荡起少许涟漪 灵明抬手 脚乱涟漪 姑娘你不太老实 怕是 人鱼小姐姐张开嘴 露出满口尖牙 发出一声嘶鸣 声波在湖底荡漾 引动周围的水族精怪的注意力 她伸出鲜红的舌头 舔了舔尖锐的牙齿 笑道 人类不过是食物 哪里轮得到你说话 灵明 下话线 八一Z扣 小家伙嘴巴嘖嘖两声 两爪插腰 生气道 你说什么狗屁话 明哥一剑可以砍爆你这样的十个 人鱼一边眉毛高 一边眉毛低 不可置信道 身为天水雪雕 你好歹也是太古一种 怎地如此不知廉耻 居然称呼一只人类为客 小家伙满脑子问号 脑袋左歪右歪愣是想不明白 灵明嘴角微微掀起 行道 看来此方秘境比我想的还有趣 似乎有着自己独特的社会结构 很显然 在这里人类的地位很低 太古一种却很不一样 小家伙转头看向灵明 明哥 我们是走还是留 人鱼小姐姐眼眸泛起寒光 鱼尾来回甩动 手上便系法般出现一柄三叉戟 已经晚了 你们只能留下 惊扰了我的睡眠 总得付出些代价 周围 鱼虾蟹越来越多 而且形状越来越怪异 他们积极而来差不多五六十只 人鱼小姐姐咧嘴满口尖锐白牙 净险森寒 去 把他们给我拿下 早就听说人类的血特别香甜 胜过世间万千食物 待会儿大伙都有份 可不要在战斗的时候偷吃啊 周围的鱼虾蟹 以及水族金怪 吼吼起来 铃鸣右手握住剑饼 准备战斗 干翻他们 小家伙点了点头 身体周围飘出两把小波浪锤 和人类关系这么亲密 你肯定不是我们本土的 人鱼伸出舌头 缓缓舔过嘴唇 那可真是太妙了 吃了人类不过是过把口蚁 吃了你本宫的血脉 能够更上层楼 这时 个头最大的螃蟹 发出嗡嗡的声音 周围的水族金怪 跟着发出怪叫 显然他们已经饥渴难耐了 人鱼抬起手 声音冷冽下来 这只来自外界的小可爱 必须先活捉 待会儿本宫亲自带去给龙澳天陛下 你们谁要是敢在战斗的时候 偷吃一根毫毛 别怪本宫翻脸不认人 言语落地 速手挥动 周围的金怪遇水冲锋 快速杀到凌鸣跟小家伙眼前 水中的战斗和陆地上不同 要面对的敌人 不是环形的排步 而是球形 常人根本不习惯 凌鸣却是非常人 金弦剑猛然出窍 碧蓝的水波亮起一道雷光 凌鸣的呼吸切换到雷之呼吸 双眼半开半闭 拔剑树 净花水月 便是雷闪 群弓之行 那道雷光有小便大 再分化成三十六道雷霆霹雳之剑 修修修修修 剑声如雷 雷神驾驭雷霆攻杀十方 一箭落下 三十六只水族金怪惨叫出声 连半秒钟的时间都没有抵抗到 死了 在这三十六具水族金怪尸体旁边 还有许多鱼虾蟹 受到众多雷霆霹雳的牵连 处于麻痹状态 小家伙轻贺一声 两只波浪锤向周围卷去 碰 碰 碰 一声响砸爆一个脑袋 很快 周围的水族金怪全部死干净 灵明拍了拍小家伙 露出和善的微笑 干得不错 我们俩配合越来越默契了 嘿嘿嘿 都是明哥厉害 我就跟在后面剪菜 小家伙挠挠头 去吧 把周围的和线剪一剪 待会儿做一顿烧烤 小家伙嘴巴微张 哈喇子从嘴角流出来 哪怕是在水中也显得晶莹透亮 无法忽视 紧接着他窜出去 一只一只收取看起来可实用的鱼虾线 七彩被壳上 人与小姐姐傻眼了 你 你们这位女也太凶残了 林明保持和善微笑 转过头 瞥了他一眼 不杀你 是有点事情要问你 人与小姐姐心中天人交战 这些水族精怪说强不强 说弱不弱 换作他 也能一口气杀个金光 但是 绝对不会如此之快 而且 眼前这个人类强得有点过分 刚才那瞬间的出剑太快 已经超过了他能感知的极限速度 话而言之 这人类朝他出剑 他也躲不了 必死 一秒后 人与小姐姐匍匐下去 态度极为攻牵 您问 只要是我知道的 一定不会有半点隐藏 林明 刚才那么嚣张 现在却跪得这么快 他摇摇头 无奈道 本来还以为你会硬气点 没想到是个软骨头 人与小姐姐抬起头 收敛尖牙 拧起嘴 胶滴滴道 奴家好赖也是雌性 身子骨的确很软 公子要不要尝尝 精闲剑驾在人与脖梗上 林明体坏一笑 说啊 怎么不继续往下说了 人与猴头干咽 奴婢错了 称呼从本宫到奴家 再到奴婢 你还真是蛮识相的 林明调侃一句 收剑入鞘 人与额头被挤后驳梗 无处不再冒冷汗 快 远比想象中更快 看不见剑身 看不见人影 什么都看不见 剑就架在脖子上了 他顿时收起所有小心思 公子的强大 远超我的认知 奴婢甘愿扶手 扶手不扶手的无所谓 林明笑道 我刚才听你说 有个龙傲天陛下 那是什么 是这碧波圆弧的龙王爷 人鱼垂首回答 龙王爷 那就是龙啊 林明身为炎皇子孙 从未见过龙 骤然听到此种生物 顿时来了兴致 而且 密集探索时 收集天才地宝和奇珍异兽 都会带来巨量积分 龙 那定然是第一等的神兽 他若真的能找到 再把对方忽悠出去 那就当场直接积分飙升到报表了 林明并没有被冲昏头脑 等到小家伙打扫完战场 他俩一起合计了片刻 龙 这种生物 就算在小家伙的家乡 也是很罕见的 普通来说 藏匿在如此小的湖畔中 很难遇到真龙 多半都是骄蟒之类 八一 这类生物往往喜欢自称龙王 或者以龙为号 不论如何 既然带着龙的名字 很可能有大机缘 当然也有大危险 林明轻轻刮了一下小家伙的额头 你敢不敢去 小家伙挺起胸膛 跟着明哥 上刀山下火海 无忧推辞 林明 哦 你最近的骚话特别多 都是和谁学来的呀 小家伙 不知道呢 就脑子里面突然就有 大概是蕴含在我天水雪雕一族的血脉里 林明眉毛微微上挑 轻轻一指头 弹在小家伙额头 这一下 身体忽然失控 碰 小家伙倒飞出去 足足数十丈之远 嵌入某块突起的巨石上 啪啪两声 小家伙拔出两只前肘 反按着巨石把自己制冷起来 明哥 你太坏了 怎么能突然袭击人家 林明挠挠头 不好意思 我突破境界后 身体间歇多嗦失控 一不小心 就会太用力的后遗症 还没好利索 有点控制不住 小家伙快速游回来 听到林明一串绕口令式的言语 顿时猛逼 眨眨眼 挠挠屁股 甩甩尾巴 他想要问询 但脑子有点当机 恰咳了 旁边 人与小姐姐目睹这一切 嘴巴张大 尖锐牙齿露出来 他生怕林明怀疑他有恶毒心思 连忙伸手捂住嘴巴 太可怕了 实在太可怕了 这个人类居然如此对待太古一种 然后太古一种 还人有百步 走吧 我们去见见那位隆傲天陛下 林明转头看向人鱼 笑容儒雅随和 人鱼小姐姐心中的后悔之暴表 奶奶说的不对劲儿 谁说人类都是若鸡的 说好的同境界人类 肯定打不过我们精怪妖类的呀 根本不对 这个人类的气息 看起来不算强大 他盲擦一波 最多也就妙无尽 然而 那初见的速度快到极限 肉身力量也恐怖至极 根本不是他这只道横相当于妙无尽的中期的人鱼能够抵抗的 公子说什么就是什么 奴婢这就去带落 人鱼小姐姐急忙表忠心 片刻后 林明小家伙押着人鱼小姐姐向龙王所在处游动 一路上 林明心中怀有诸多憧憬 神龙飘渺不可见 大可上九天 长过三千里 小能藏须迷 世人不可识 娇猛敢以龙字字称 多半也是身负龙之血脉 就不知道对方到底有多少年修行 林明依稀记得曾经读过一篇文章 上面说道 灰五百年化为骄 骄千年化为龙 龙五百年为脚龙 千年为硬龙 他脑中总总一字不落说 与小家伙听 小家伙眼睛闪闪发亮 原来龙这么厉害啊 难怪在我家乡也很难见到 明哥待会我们见到的龙会不会是硬龙啊 林明白了他一眼 如果是硬龙 只怕我们连跑都跑不掉 这可是战神级的神兽 打遍天下无敌手的骁勇存在 那么强 小家伙尾巴疯狂摇摆 那我能不能画龙 林明眉毛跳动几下 一时片刻不知如何回答 伸出手指向人鱼 林明笑道 你问问他 人鱼小姐姐嘴角抽搐 心中咆哮道 当然不能啊 但是此刻形势比人强 他的小命在两位爷的手中说话不对劲 那可不就被一剑劈了 猴头咽了三下 人鱼小姐姐慌得很 心肝皮肺肾仿仿佛都错位了一般 这时前方出现一座美轮美奂的宫殿 人鱼小姐姐擦了擦额头 转移话题道 前方就是龙宫 林明探头看了一眼 真的是他印象中的龙宫 坐落在底部的裂口中 半圆形的淡蓝光照倒扣而下 龙宫金碧辉煌 雕梁欲动 建筑材料上留意神异光芒 一道如龙四胶的身影在其中实影实现 一切的一切都在说明 龙宫真的就是龙宫 除了一点 龙宫太秀气了 大约也就半间茅房大小 这是龙宫? 林明嘴角微不可查地抽了抽 人鱼少女神色惊恐 食指抵住嘴唇 噓 林明眼神示意 小家伙掏出两把小波浪锤 站到人鱼头顶 他呲牙道 再多话 锤死你 人鱼埋下头颅 眼底闪过一抹得意 外乡人太愚笨 根本不知道龙的恐怖 到了这里 就是必死无疑 这时 林明距离龙宫在二十丈内 心眼笼罩中 龙宫内部的虚实被他透了得干干净净净 根本没有龙 也没有胶 甚至于连一条蛇都没有 那一道扭曲摇摆 时影时线的身影源头 来自于裹在被窝里的某物 这时 被窝里钻出一个小小的脑袋 他抬起脑袋 鼻子轻轻抽动 双眼低溜溜转动 显露几分疑惑 林明心中差一道 说好的龙王吗? 名字不是叫龙傲天来着? 就这 这时 龙宫忽然发出一声龙鸣 高亢 雄魂 人鱼听到这声音 眼底喜色暴露 大喊道 龙傲天陛下万岁万万岁 臣乃南方镇首使 于千千 还请神威无敌的陛下出手 镇压成身边的两位贼寇 林明笑而不语 心眼映照出龙宫内的画面 藏在内部的小猴子身上披着被窝 两只手搓动着一颗比他脑袋还大的珠子 龙银声从珠子中发出 龙行虚影随之升腾而起 果然是这小猴子装神弄鬼 他饶有兴致地瞥了眼于千千 眼神中充满鼓励之色 任于小姐姐忌惮林明的快剑 回头看去 刚好撞上林明的眼神 他心中欢喜道 吴胡 书上说的果然没错 人类的少年天骄都有个毛病 喜欢自己做死到处挑战 敌人骄傲了 自己就活命了 还为龙傲天陛下带来了两道美食佳肴 说不得就得升职 不升职还不够 或许从此嫁给龙王大人走向人生巅峰 成为龙宫的女主人 于千千嘴角露出狐狸般的坏笑 眼神中充满对未来生活的美好向往 丝毫没有注意小家伙站在他脑袋上 梁炳小波浪锤举的老高 小家伙后腿蹬了于千千一脚 梁炳小锤头猛然麾下 然后悬停在于千千两个太阳穴旁 肌肤上传来冰寒之意 于千千从幻想中回神 小家伙嗤喊如惊雷 呆 你这妖怪 是不是想要吃俺老鹿两锤 于千千冷笑一声 我好啪啪哦 言罢 他脑袋晃动 两只手臂舞动水流 把小家伙弹飞 林明 他伸手接触小家伙 放到肩头 心下暗自决定 以后晚上给小家伙讲睡前故事的时候 得把西游记换掉才行 小家伙突然蹦出的台词实在太耳熟 差点以为猴哥降临 心都跳到嗓子眼来了 林明闭眼在睁眼 弯曲手指 反手敲击小家伙脑门 你这是要给我来一出真假美猴王 小家伙听过西游记的故事 明白林明说的意思 抬起爪子边揉脑袋边别嘴偷笑 那不能 明哥帅多了 可不是那满头冒包的如来佛祖 林明 好有道理 无法反驳 也不想反驳 这时 一道灵光闪过林明脑海 他醒悟了 小家伙的骚话 多半都是跟他学的 就在日常生活中 睡前故事中 满满的槽点 满满的梗 所以 小家伙画风跑偏如此严重 这要继续下去 林明虚抹额头 脸上挂起不厚道的笑容 好像也蛮不错的 某位前辈 穿越者人过流影 艳果流明 其实我也可以效仿 这时 龙鹰般的吼吼声荡起 何方小辈胆敢惊扰本龙睡眠 于谦谦悄然游动到龙宫旁边 手上再次握住三叉戟 他小声助威道 陛下万岁 陛下威武 小家伙压低声音 明哥 那龙宫虽然小了点 但看起来好厉害的样子 里面多半真的住着龙 我们还是赶快跑吧 林明翻翻白眼 吐槽道 刚才你那猴哥附体的气势呢 小家伙缩了缩脖子 我又不是猴子 也没有金箍棒 闹不了龙宫 林明弯曲手指 正要弹小家伙脑袋 小家伙捂住脑袋 绕到林明耳根后 明哥 你控制不住力量 别动手 林明收手 回转目光望向前方 向前游动十多丈 怎么滴 惊扰睡眠就是大罪 于谦谦举起三叉戟 挺起胸脯 你完了 我家龙傲天 陛下睡醒就吃肉 赶快的 自己剁下一只手 送给陛下尝尝 林明知道 龙宫内是一只修为不高的小猴子 所以毫无顾忌 拔剑出鞘 身形飞掠而过 剑锋架在于谦谦搏梗 刚才给过你一次机会了 这是第二次了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于谦谦身长搏梗 苦笑道 陛下 微臣有难 死不足惜 但这人类当着您的面杀我 岂不是有损龙宫威严 林明嘴角掀起 龙宫威严是吧 刷 一道剑光劈砍出去 龙宫的水罩晃动片刻 不等晃动停下 林明抬手三剑 刷刷刷 水罩怦然破碎 龙宫露出原貌 还是那般模样 却在急速变小 从半个茅房大小 变成巴掌大小 哎呀 谁 谁敢打扰本龙 小猴子两手搓着明黄色的珠子 裹着一床像是被单的玩意 见到龙宫缩小 飘在自己身边 小猴子意识到自己露线了 于谦谦傻傻傻愣在原地 下巴犹如脱臼般 何不拢 两眼发指盯着小猴子 唇齿开合 半丝梦意半丝啜气 龙 傲天 陛下 是我 小猴子声音带着奶气 却又诡异的有点老气横秋 于谦谦两手颤抖 在水中都快让人看出他哭了 他似乎听到了内心破碎的咔嚓声 暗自埋态自己 人生巅峰 狗屁 无了 什么都无了 多年来心心念念的都是一盘泡影 难怪这位龙王从来不取飞也不纳钱 根本就不是龙啊 仅仅是一只小猴子 看着于谦谦精彩到极致的表情 在上面看到红黄蓝绿青蓝子的七色变幻 噗哧 小家伙笑出声 噗哧 凌鸣嘴巴漏气 不厚道笑出声 于谦谦囧着脸 心无可恋 凌鸣有点不好意思 一边摇头 一边说 抱歉 言罢 他手腕轻抖 惊贤剑身打平 落在于谦谦肩肩头 轻拍两下 安慰道 想哭就转过去 哭两声吧 看你这样也怪不容易的 跟随着老十字的龙傲天很久了吧 一句话击破心房 于谦谦埋手下去 瘫倒在水中 音音音哭声如气四肃 引人心声怜爱 三年又三年 三年又三年 我都从侍女混到南方镇首使了 居然还没发现真相 我真是瞎了呀 万万没想到 所谓的龙傲天陛下 就是这么个玩意 他仰天歇斯底里两三声 祭奠自己逝去的龙王夫人梦 然后低头下去 继续音音音 小猴子不满意了 手中明黄色的圆球发出金光 哼哼 我就是龙傲天 这是我的名字 怎么了 爱着你们了 情绪抒发之后 于谦谦快速整理好心绪 他忽略小猴子的言语 全部精神挂在龙明身上 眼下 只有博取龙明同情 才能活下来 人鱼的身姿曼妙 面旁轻力脱俗 眉宇间却带着难言的艳眉 完全能够满足大多数男人的幻想 公子 他的声音软糯 仿如能够沁润人的心脾 龙明伸出手指 左右摇晃 噓 不要乱说话 刚才你的行为 已经足够死好几次 现在别让我追到你 双眸蕴藏叹心 此刻的灵明浑身充满危险的气息 却又魅力十足 强弱异味 于谦谦这才注意到 灵明的颜值极高 瞬间迷失在灵明的眼眸中 三分痴迷 三分害怕 三分茫然 一分情有独钟 灵明倾笑 认定于谦谦被自己震慑 然后身形晃动 快速靠近小猴子身边 这时 小猴子龙傲天高举名黄色圆球 龙珠龙珠 快快保护我 轰隆隆 虎底荡漾波纹 化作一圈圈的连衣 向四面八方扩散 小猴子手上的明黄色圆球 逐渐变得通透 琥珀色的液体 在其中翻滚 三颗立体的金黄小猩猩浮现出来 成品自行排列 无论从圆球的哪个角度看 都只能看到猩猩的正面 好漂亮啊 小家伙出声感慨 他雪白的尾巴高过脑袋 飞速左右摇晃 乍眼看去 仿佛孔雀开屏 凌鸣的嘴巴张得有如鹅蛋那么大 有没有搞错 这世界上真的有龙珠的 而且还是我认知中的那颗重龙珠 揉了揉眼睛 凌鸣一时间 还有点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特孽妥妥的七龙珠啊 绝对不可能认错 凌鸣轻轻咳嗽一声 单手托着自己的下巴向上推 嘴巴合拢 他不着痕迹地活动着咬合肌 这时 小猴子下巴翘上了天 秀气的两个鼻孔咕噜噜冒着水泡 头顶那颗圆球倾斜出无量金光 哈哈哈哈 怕了吧 知道龙珠有多厉害了吗 他在金光中插着腰来回踱步 眼睛闪着得意洋洋的光芒 用奶声奶气的嗓音 模仿老气横秋的语气 龙珠护体 你再厉害 又能奈我何 林明抬起手 轻轻妈撒眉梢 并不与小猴子置气 这颗三星龙珠 你从哪里找来的 骤然听人问话 小猴子下意识开始思考 猴子脸上露出人性化的皱眉 右边眉骨有一片伤痕 轻轻撑开少许 不对 小猴子忽然意识到 自己没有必要回答林明的话 拉长着脸向后转 甩下一个后脑勺 我干嘛告诉你 林明摇摇头 没有攻击金色光芒 他的官字神文浮现眉心 一双星眼变得愈发清晰 渐渐与其肉眼相结合 眼瞳明亮 好似黑色珍珠 其中似有无边星海蕴藏 林明的眼睛看到了金色光芒的表现与本质 一秒之间 他已经明白 此等金光不是现在的他能够斩破的 不 准确地说 林明认为就算是超凡圣者来此 不眠不休的轰击也没有办法破开金光 这玩意的来历大有蹊跷 林明脑海中闪过那位喜爱穿人自脱的老乡 如此微妙微翘的龙珠 还刻着小猩猩 不是那位老乡弄出来的 那才叫有鬼 林明伸出手指处摸金光 小猴子拉着自己的长尾巴 翘起红红的猴子屁股 撇头回望道 嘖嘖嘖 你都不知道这玩意有什么来历 居然妄图以为自己能够破开 怕不是脑壳有坑哦 小家伙最看不得别人说林明的坏话 哎呀呀 他举起双掌 爪子旁边飘着两柄小锤头 小猴子撇嘴冷笑 双手背负身后 似在模仿某位高人的无边气度 我龙傲天一生行事 何曾怕过他人 林明伸手拦住小家伙 小家伙不情不愿 指着小猴子 明哥 这个坏家伙太嚣张了 林明摇摇头 伸手抚摸小家伙的脑袋 别打 他那金光有问题 打了就会被反击 他怎么看出来的 小猴子有点心虚 手掌心貌气冷汗 小家伙顶开林明的手掌 用自下而上的目光 扒望着林明 明哥 他的语气好欠揍 你让我砸一下 正好帮你试试金光反击的力度 言罢 他窜起化作白影 眼瞅着就要冲出去 林明看也不看 横向白手 抓 尾巴入手 灵气荡开两柄小波浪锤 小家伙距离金光边缘也就还有几寸距离 他伸出两只爪子 来回挠洞 似是想要抠破金光 林明轻轻回拉 小家伙弹到他的手掌里 他两只手掌 一者当天花板 一者当地板 把小家伙夹在中间 开导道 一路血液一生潇洒 何须理会这祸 说着 林明弩弩嘴 指向小猴子 小猴子撇到林明的侧脸 心中瞬间生腾一股无名怒火 他双手高举 拳头帮硬 尾巴竖直绷成一条钢棍 浑身毛发倒树 嘴巴张开 啊呀啊呀 胡言乱语 这是被林明弩的没法说话了 此时此刻 小猴子终于感受到 刚才自己所用的句式有多么嘲讽 这时 于千千缩了缩身子 他没敢第三次表露自己的态度 想要借着当前两边对峙的机会溜走 一寸一寸的向外挪动 不断调整当前的位置 八一中文网 林明心眼笼罩下 动若观火 然而 他看破不说破 反正于千千距离他的心眼观测边缘 还有十丈多 一寸寸挪过去 天知道要挪到猴年马月 与此同时 小家伙看到小猴子的暴跳模样 顿时没开眼笑 轻易地蹭了蹭林明的手掌 小家伙窜到林明尖头 抬起爪子 平举慢挥 没错 我露雪叶一声潇洒 何须里会憨批 噗哧 林明失笑出声 夸赞道 举一而反三 小家伙你的学习能力极强啊 小家伙黑黑笑着 插开腿坐在林明尖头 挑衅式地仰起下巴 林明心中暗笑 默默补充一句 暴腹心极高 这时 小猴子满腔怒火激荡 指着小家伙道 该死的家伙 你可敢报上姓名 小家伙和林明对视一眼 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相同的意味 眼前这只猴子铁定是个憨批 怎么 是不是在你龙奥天大爷面前怂了 小猴子把自个儿脑门顶在金光边缘 瞪了瞪小家伙 来啊 招呼锤子往我脑袋上砸 砸不赖你就是龟孙 小家伙有灵灵安抚 又认定小猴子是憨批 根本不与对方一般见识 他轻飘飘说道 我的名字刚才已经说过 煞时间 谁草都不在摇曳 空气与水似乎凝结成了块状物 尴尬 大写的尴尬 小猴子的脸顿时变得比屁股更红 我 我 你 他语无伦次 连个完整的词语都想不出来 急得两眼眼角挂着晶莹泪珠 小家伙黑黑坏笑 侧向躺下 摆出想龙罗汉睡大觉的招牌姿势 明哥 你告诉我的词语真好用 憨批原来就是形容他这样的 林明明嘴轻笑 点点头 小猴子心房崩塌 宛如潮水决堤 刷 他蹲下去 两手抱住膝盖 失声痛哭 哇 不带这么玩人的 小猴子抬手抹了抹鼻涕 甩向林明 你们两个都是坏蛋 一个大坏蛋 一个小坏蛋 都在欺负我 两个个一个 一点都不公平 呜呜呜呜 林明气急微动 灵气搅碎鼻涕 然后推动水流向金光中流淌 这时 他忽然发现了滑点 水流似乎可以穿过金光 嘴角生起坏笑 林明悄然传音给小家伙 第153章 反派画风 彻底坐实 林明和小家伙怯怯思语 于谦谦小心翼翼向外挪动 周围 一群群水族金怪 以及各类鱼虾蟹被受到吸引 纷纷在金光之外十多丈油液 其中藏匿着碧波圆湖的东西北三大阵首使 这三位见到林明武艺高强 修为可怕 连半点正面硬刚的意思都没有 化作本体 潜伏在鱼虾蟹中 金光中 小猴子手持龙珠 龙珠本身能够控水 再加上小猴子本身有太古异兽无知棋 和朱焰的血脉 天生灵觉不凡 因此 他对周围一切特别敏感 对那另外三位阵首使的存在感觉特别清晰 然而 这三者没有营救他的意思 患难之际见人心 这句话放在妖精鬼怪中也差不离 一时间 小猴子心有戚戚烟 他抬起头来 用那双肋眼婆娑的赤红鳞瞳孔扫向四周 不用看了 他们是不会救你的 而且 你已经暴露了真实模样 你觉得他们还会服你吗 灵灵语速适中 小猴子有着充足的思考时间 小猴子再扫了周围一圈 迟疑 我好歹也是他们的龙王 声音越来越小 到后面已经全无底气 你自己也不相信吧 灵明注视着他 我最看不出你是什么一种 但你的血脉必定不凡 而你仅仅是一只幼兽 看你这般凄惨的模样 就知道多半没有长辈了 小猴子拍拍胸脯 我是龙傲天 哪里需要什么长辈 那你刚才看着我和小家伙时 眼底为何闪过一抹落寞 你 你胡说 我才没有 小猴子脸皮薄 一时片刻劝不住 还得试着用武力威胁一下 灵明左手掐剑指 只见凝聚着细小的水流 水流汇聚成一个小小的圆球 一点一点向内加压 这颗只有蚕豆大小的浓郁水球 仿佛凝聚了水中精华 你 你要干什么 小猴子顾不得继续哭嚎 从金光的这一边边缘 退到另一边边缘 刚才什么都不怕 怎么现在眼露畏惧之色 灵明轻轻一笑 你这点心机约等于没有 我现在非常好奇 你到底是怎么骗过这些水族精管 小猴子 下话线 他咫咫两声 我答了 你能放我走吗 灵明还没回答 小家伙先出声道 当然不行 你刚才那么嚣张 还那样 对我明哥 现在想要服个软 然后此事结果 呸呸呸 想得美 这番话听起来 怎么有点像反派 灵明心中吐槽一句 伸出空着的右手 点在龙珠散发出的金光上 暖洋洋的 很温和 但这只是假象 他的手指加一分力道 金光就会还两倍的力道 他必须顶住返还之后的两倍力道 然而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 这意味着 灵明必须提高自己的力道 这就会进入下一个循环 一旦提高了力量 下一秒将会迎来 新有一次两倍返还 等于是一变成二 二变成四 四变成八 无有穷尽 灵明赶忙撤回右手 现在他还有突破肉身急进后 遗留下来的问题 无法完美掌控肉身力量 如果一不小心触发了巨大的力量 而且在自己的身体承受范围 这时候再来个两倍 怕不是一下 能把自己烘成血肉残渣 同时 他也意识到 自己必须尽快处理 肉身掌控不稳定的问题 呼了口气 他凝视金光 盘算到 力量检查过了 随后灵气和玄气 也是一个的概念 唯有水流不同 轻轻拨动的水流 可以自如地进出龙珠的金光 也就意味着 灵明左手所控的 这颗小型的高压水弹 同样可以 小猴子嘴唇打哆嗦 却强撑着 不让自己认怂 我 我告诉你啊 我龙奥天认真打起架来 那可不是一般的猛 连我自己都怕 这时 小家伙撇嘴一笑 就你这样的 根本就不需要明哥出手 小爪子一挥 一道旋转的水流冲向金光 刷 毫无任何阻塞 水流融入金光中 扑打小猴子的面门 小猴子呆呆愣住 沉寂一瞬 大喊道 来啊 敢不敢和我单挑 小家伙撇撇嘴 勾了勾爪子 有种你跳出来打我 只要你敢 我就和你单挑 灵明 妥妥的反派台词 这小家伙怎么什么都学 学猴哥也就算了 什么名不见经传的 小反派的二流子台词也学 无语 小家伙和小猴子来回斗嘴 你一句我一句 吵得不可开交 两者时不时 还用水流互相射对方 看起来就像小孩子玩水枪 还骂骂咧咧咧 周围一帮水族精怪 看傻了眼 于千千敲咪咪挪了十丈远 心中暗自窃喜 祈祷灵明不要发现自己 她握紧拳头 暗自打气道 就还差几丈远 于千千你要加油啊 灵明不露痕迹地瞥了她一眼 心中调侃道 还蛮努力的 她微微摇头 仰起左手剑指 向前一点 指尖的高压水弹挡住小猴子和小家伙 击射出来的水流 灵明俯身向前 鼻尖几乎贴到金光 她露出和善的微笑 这样啊 才三个字出口 小猴子慌忙大喊道 啊 你不要过来啊 她一边说 一边乱舞双臂 一道又一道水流缠绕她的臂膀 眼瞅着就要攻击灵明 这时 灵明肩头的小家伙 再次标出一道水流 冲刷小猴子的脸部 明哥话还没说完 你那么激动干什么 小猴子那那道 怕你们动手 真要动手 哪用这么麻烦 灵明勾动手指 水蓝色的水字神纹浮现 超越品阶的神纹 镇压十方 灵明调动水之呼吸 所有的水流听灵明调浅 形成汹涌澎湃的波涛 环绕在金光周围 随时可以推小猴子出来 这时 灵明摆出左手的高压水弹 以及右手的温和水流 选择吧 你是想自己出来 还是想被我推出来 又或者被爆头之后 化作尸体出来 话刚刚出口 灵明觉得有点不对 自己的口吻太像反派 小家伙插腰昂首 快 我明哥叫你选呢 不选可就我帮你选了 灵明 这反派画风 彻底坐实了 大哥带着小弟跟班 然后用这种口吻说话 妥妥的蛊惑在 横什么横 人多欺负人少 不是好汉 小猴子不愤 小家伙抬起爪子 缓缓握紧 那又如何 你不服就出来单挑 眼瞅着小家伙和小猴子 将要再次互对 灵明挥手打断 不用多成口舌 就一句话 自己出来 还是我帮你出来 要暴力的 还是要柔和的 小猴子进退两难 陷入迟疑 陆雪叶偷笑道 明哥 你这招真好用 故意多给个选择 他的脑袋就就斗了 嘘 他还没有察觉 灵明竖起食指 虚抬唇边 这时 水流温和缓慢 裹着小猴子周身 一寸寸推向金光边缘 这个计策 还是灵明看到于谦谦的举动 临时想起的 和小家伙略微商量商量 定下了如此计策 然后小家伙 就开始在恶人话风中 越偏越歪 灵明甚至怀疑 小家伙心中 有什么被放了出来 做戏做全套 小家伙趾高气昂 时不时哼哼两声 还舞动两柄小波浪锤 不断干扰小猴子的思绪 很快 小猴子抵达金光边缘 半只胳膊露了出去 他没有察觉到异常 还在绞尽脑汁思考 如何摆脱眼前的困局 既然你不选 那就我来 灵明嘴角微微掀起 旋即板着脸 故作凶神恶煞 他右手背负身后 左手剑指点出 指尖上的高压水弹飙射而出 没有左岸 高压水弹穿过金光 直奔小猴子面门 仿如一道飞红自天外而来 又似羚羊挂脚 无迹可寻 小猴子浑身毛发悚然 猛然向后退去 这一退 大半个身体暴露在金光之外 他心头暗道不好 好两手两腿向左侧滑动 以水的反作用力带动自身向右侧横移 必须得抢到金光里面去 脑海中念头泛起 但是身体跟不上 旁边 高压水弹怦然炸开 其中内蕴的水流 犹如龙卷生腾 带出一股巨大的离心力 水浪波涛拍打着小猴子 迫使他进一步离开金光 灵明拔剑出鞘 人与剑相合 化作一抹惊叹之光 他一边急速逼近小猴子 一边用剑与水两种神纹驱使水流 一道道水剑划破水底空间 绕过金光 宛如两道弧线长龙 龙手张开争鸣巨口 直扑小猴子 小猴子神色大变 直到自己失去了进入金光的机会 仓促间 他身后那仿若被窝般的黄色披风裹住身体 秀 他化作一抹黄色流光 向外飞去 灵明所化剑光追击而去 只在周围留下点点声音 小家伙 你把龙弓和龙珠收了 我先去追他 小家伙点点脑袋 两只眼睛露出财迷大风收拾的喜悦之光 他一招捧着龙珠 你一抓捧着和龙珠差不多大的龙弓 光芒左右颠凉 但两件物品对他来说太大了 此刻 他仿如顽童持有重量级神物 周围的水族精怪却没有一个赶上前 更别说动手 另外一边 小猴子和灵明一逃一追 鱼千千满脸苦涩 很想大喊一声不要过来 然而 嘴巴刚刚张开 尖牙露出一角 小猴子窜到他跟前 从他身前绕到身后 再以他的身体为阻隔 妄图以此甩掉灵明 灵明见眉微微上挑 雕虫小技 他掌心浮现水自神闻 猛然握紧 水之呼吸频率骤然急促 两相叠加 控水的微能爆发 以鱼千千和小猴子所在为球星 上下左右前后无死角封锁 周围的水凭空抽干 向外排开 在这湖泊底下出现一个一丈大小的空圆 灵明微微皱眉 感受到湖水水压无时无刻的压迫 灵气和玄气剧烈消耗 必须得尽快搞定 这时 他想到的不是攻击 不是追击 而是威慑 除了镜花水月之招拔剑术之外 明明还有一招压香底的绝学 剑开清明 此件事乃是他化身为冥记先生时 在神闻博物院中的前字渊 感悟九十九枚神闻 有感而发 然后向天递出的一件 今时今日 他也做不到完全使出这一件 但 修为提升 踏入肉身即净 灵明已然能够承受更多 用不出完整的这一件招 血能展开一个起手势 灵明神色无悲无喜 嘴角挂着淡漠的笑容 右手倾握金弦剑 剑尖斜指下方 七情剑意凝聚在心 剑身抬起半寸 一股无法言喻的威压 笼罩小猴子和于千千 于千千脱离了水 一时间难以适应 口鼻呼吸不太顺畅 他额头冒起一颗颗米粒大小的汗珠 公子且慢动手 灵明手中的剑给他带来极为可怕的感受 好似面对天上神人 对方剑出之时天地寂灭 万物凋零 不可立敌 不可闪避 这一剑剑是未出 却已然必重 小猴子浑身僵硬 不敢一动分毫 束手就擒 灵明轻笑 小猴子一寸寸转过身 看着灵明点头如捣蒜 于千千猴头干燕 点头如小鸡灼米 这位公子 你早点露出此等剑威 我等根本就不敢有任何异动 小猴子点头频率加快三倍 就是就是 灵明嘴角微先 收起剑开清明的起手势 空心圆球凭空消失 周围的水流挤二来 哄 八一Z扣 小猴子 于千千嘴角一出少许鲜血 这可不是我故意的 灵明收剑回翘 耸耸肩膀 他看似轻松 实际上体内灵气玄气耗费大半 刚才那一张大小的空气圆球消耗实在太大 这时 小猴子 于千千再次点头 一个比一个快 仿佛在比赛 好似能够得到什么天大的好处 原因无他 剑开清明的意境实在过于好大 他俩下得不轻 然而 灵明其实只摸到皮毛 其手势仅仅是其手势 根本无法斩出那一件 就这 他俩已然不敢有丝毫异动 周围的水族更是心中大呼好悬 东西 北三大阵手指脑海中再也没有简陋的想法 他们只想不入痕迹 离开这是非之地 然而 人心自古不换管而换不均 精怪妖泪也一样 小猴子 与千千同时抬手 起声喊道 这里 还藏着另外三位阵手指 灵明轻描淡写地笑了笑 没说什么 两者摸不着头脑 这时 小家伙托龙珠和龙公 摇摇晃晃游动过来 恰好听到两者话语 他择了一声 也遇到 明哥心眼无双 周围几十丈内 根本没有玩意能够瞒过他的感知 还用你俩唧唧歪歪 此话一出 暗藏在周围的三大阵手指心中猛然咯噔 露了最少三次心跳 半个时辰后 碧波圆湖岸边 木枝搭旧的篝火熊熊燃烧 林明 小家伙 小猴子 于千千坐在篝火旁 各式鱼虾蟹被开膛破肚 洗干净 去内脏 然后架在火上烧烤 于千千浑身颤抖 他两只眼睛发直 愣愣盯着篷火 上面有三只较为特别 半人长的鱼 半人大的虾 半人肥的蟹 东 西 北三大阵手指 就这么毫无悬念地 成为了人类口中的烧烤 碰香流油 引人食指大动 于千千坐立不安 湛蓝色的鱼人 肠尾时不时上下蹦跳 他的手死死 按住尾巴 深怕自己控制不住 尾巴显得过分有弹力 引来灵明的图鉴 人类都这么恐怖的吗? 这和水族流传的书籍记载 完全不同 那些石壁 贝壳上刻画的玩意儿 都是骗人的 八一中文网 太坑太坑了 早知道人类如此强 见面的瞬间 就应该倒贴上去 于千千心中一万个后悔 浑身被巨大的压力笼罩 双眼眼瞳中 仿佛倒映着冥冥中的死字 告知他栽将近 大献已到 这时 小家伙眼角余光 瞥到了于千千的苦瓜脸 嘿嘿嘿 捉弄一下他 小家伙拿起一串半生不熟的烤鱼 窜到于千千面前 诺 你吃吧 吃饱了才好上路 上路 于千千心甘接颤 大喊道 不不不 不要杀我 小家伙歪着脑袋 咧开嘴 天真烂漫的笑起来 谁说要杀你了 只是给你点吃的 吃饱了 咱们才好去找宝贝 真的不杀 那那就太好了 谢谢 于千千惊喜过往 下意识接过烤鱼 他抬起手 眼瞅着就要啃下去 忽然注意到小家伙的眼神 那仿佛是在看某种 特别稀奇古怪的事物 透过小家伙明亮的双瞳 于千千看到自己手上拿着 还带着点血丝的烤鱼 僵硬 他整个人都放了 小家伙挑起眉毛 你干什么不吃 于千千小家伙眼底闪过一抹会侠 故作凶恶道 是不是不给我面子 于千千 我 我什么我 你不想吃我也不会逼你 直说啊 看不起我给你递出的食物 那就 小家伙话语嘎然而止 爪子在脖梗上虚抹过去 下一秒 他发出你声词 咔嚓 于千千吓得眼泪蹦射 委屈道 吃 我吃 我吃还不行吗 林明从头到尾 都在专注制考三大阵手使 虽然辨认不出对方具体的学名 但见斩入肉的手感 以及烧烤时的香气 都在告诉他 这三大阵手使不是一般的好吃 但这不意味着 他无法感知周围的动静 眼瞅着于千千要吃下烤鱼时 林明笑道 小家伙 你别逗他了 留着他们还有大用 于千千抬起头 向林明递出感激的眼神 对对对 公子说的都对 我还有大用 要吃就吃小猴子 他自称龙傲天 指不定还有龙族血脉 吃了后肯定有大好处 比我这个卑微的小鱼口感也好太多 这时 小猴子膝盖并拢 头埋在膝盖上 双手环抱双腿 不断自我催眠 这都是假的 做梦 都是做梦 没错的 怎么可能突然就有人类 都是梦境 快快醒来 快快醒来 神神叨叨了大半天 猛然抬头睁眼 入木就是篝火 烧烤 还有恐怖至极的人类 噩梦依旧继 他耳朵轻轻耸动 脸色变得愈发难看 混蛋 你于千千 好歹还是我的南方镇首使 怎么能够这样卖主丘容 于千千斜了小猴子一眼 赶忙低下头 他的眼力静不差 可不会犯傻 现在当着林明的面 绝不可能与小猴子置起争论 公子明见 奴婢所言皆有事实依托 不然 您事事便知 林明笑笑 调侃道 我要试试 他就试试了 小家伙窜到林明尖头 举起爪子 扫了小猴子一眼 嘴角上挂着晶莹的哈喇子 试试就试试呗 反正他和我们不熟 林明停下烧烤的动作 斟酌两秒 说道 好像也是哦 小猴子猛逼一瞬 然后三魂七魄 飞了两魂六魄 不 绝对不能是 我的肉一点都不好吃 我的血童也不存在 就是在某个鸡脚嘎啦的山崖洞穴里面 捡到了龙珠而已 这都是运气好 急于保命 小猴子把重要的事情说漏嘴 林明摆动大腿 换了个姿势 侧对着小猴子 脸上洋溢笑容 分外和善 说说 是在哪个山洞 小猴子苦着脸 张开嘴巴 声音到了喉咙里 然后又压了下去 山洞里面可能有那位神通广大的老乡留下的印记 值得一看 林明取下来两串烤好的鱼虾 递出 三星龙珠 迷你龙宫 盾树披风 都是从那里面来的 小猴子点点头 林明再问 位置在哪 小猴子摇头 上下嘴唇打架 不 不能说 旁边于谦谦的心提到嗓子眼 按道 完蛋 公子似乎对小猴子说的山洞很感兴趣 他转念一想 又发现了转机 林明明显不是本地人 一开始就进入湖泊底部 然后又想探寻山洞 摆明了是来找机缘的 只要他对林明寻宝有作用 林明就不会杀他 于谦谦小手握紧 仿佛彷徨漂泊的江湖人 找到安定的港湾 又如穿越沙漠干渴多日的旅行者 遇见绿洲 这是生的希望所在 明白林明需要什么后 他急忙闭上眼睛 努力回想多年来的所见所闻 凡有神异处 必定不放过 这时 林明还在与小猴子交涉 林明微微皱眉 你是不是被特殊的手段筋骨 所以无法说出来 小猴子连连点头 喜极而泣 对 我不能说 说了就会死的 脑袋爆开 变成烟花的那种 甚至不能引导公子如此理解 如此说来 刚才是我自己意识到 所以 你没有事 林明抬起右手 抵住鼻梁 陷入思考 片刻后 他平直摊开右手手掌 示意小猴子走上来 你放开身心 让我检查一遍 我看看到底是什么手段 暖黄色阳光洒落 引火劈啪作响 小猴子退缩两三步 却又向前走了几步 仰起头 闭上眼 等待林明检查 林明的手指 落到小猴子眉心 一缕悬气 从指尖流淌出去 眉心浮现观自神闻 扩散向四面八方的心眼视野 缓缓收回 五十丈 四十丈 三十丈 很快 心眼观察的视野 无限趋近于无 他这么减弱周围的视野查探 是为了注意力更加集中 毕竟心眼可以无时无刻灌注周围 但他的大脑不能无时无刻地接收所有信息 平日里都有一定的过滤 更别说现在 为了万无一失 林明的全部感知附着在指尖探出的一缕玄气中 小家伙机敏无比 拿出双锤 一把抵住于千千脑门 一把护卫林明身旁 别想动我明哥 他瞪了于千千一眼 于千千一刻钟后 查探完毕 林明睁开双眼 小猴子的身体确实有异常 似乎有一缕契机从极为深远的地方锁定着他 林明两眼半须 思索片刻 然后恍然出声 这与我被墨家仲下的追魂所有异曲同工之妙 听到林明的声音 小家伙收起两柄小波浪锤 窜到林明腿边 他没有说话 认真等着林明的下一句话 于千千在旁边暗自观察 对于小家伙的言行发自内心的赞叹一声 这小家伙很有天赋 讨好人太有一手了 轻轻握紧拳头 他嘴角挂起笑容 脑海中归纳出三五处异常之地 必须所指要么有天才地宝 要么有不凡遗迹 总而言之 对林明一定有用 只差一个合适的时机给出来 于千千低声自语道 先成为有用的人 再懂得讨好 双管齐下 齐力必然断金 这时 林明眉心浮现镜子神文 紧接着 神文射出一抹紫光 笼罩小猴子 好了 我已经用神文帮你遮蔽部分天机 现在你可以交代了 小猴子迟一两秒 仔细感受身体中那一抹奇怪的奇迹 没了 真的没了 那种无时无刻不被锁定的感觉消失了 小猴子舔了舔嘴唇 然后看向林明 我说了 能够放我自由吗 林明温和一笑 你无处安身 待在这里 不如跟我去见见更广阔的天地 可是 我真的叫龙傲天 真的想要当一名龙王 小猴子面露为难 小家伙撇嘴插了一句话 切 这边世界都不是完整的 在这里当龙王 怎么比得上在外面 小猴子眼底闪过一抹心动 紧接着又被警惕所覆盖 摇摇头 他说 只要你答应我 放我自由 我就告诉你 林明汉手 好 那你先跟我说了地点 然后我们吃完烧烤 找到那树山洞 我就放你自由 小猴子惊喜地点点头 然后又抬起脑袋试探道 那三样宝物 林明的眼神逐渐变得危险 小家伙更是张牙舞爪 小猴子机智地选择了闭嘴 按下决定 暂时脱离困境 后续继续追踪 这时 于千千伸出手 也有几处地点 林明转头看过去 见到对方脸上半殷勤半忧愁的神色 哪里还不知道对方的意思 八一中文网 他是怕自己没用 被直接斩杀 林明摇摇头 不需要对我唯唯诺诺的 刚才没杀你 现在就不会杀你 你应该比小猴子年长很多 这片小世界也比较熟悉 所以就给我当个向导 于千千连连点头 心中微微松了口气 随后 花了半个多时辰填饱肚子 他们出发前往秘境东部的牙峰山 秘境之外 全文剑院的大广场上 天空中挂着一张书卷 书卷展开 白色为底 墨色为字 自写着进入秘境的每一个名字 名字后面跟着数字积分 当前积分最高的 正是全文剑院 墨印雪一人 足足积累了十个积分 要知道这时候 还没有清算秘境中 所获得的任何天才地宝 以及奇珍异寿 也就是说 他已经杀了九个人 而在画卷上 却飙红了十五个名字 还挥掉了十个名字 红色的代表死亡 灰色的代表玉牌破碎 被淘汰 此次的秘境选址不太一样 还不到半天时间 已经没了二十五个人 其中更有九人 直接死在 玄文剑院首席的手上 这怕不是有点猫腻哦 说话的是刀跃院长洛春 他脸上遍布刀疤 声音沉冷森寒 仿佛下一秒就会拔刀斩出 布阿和尚浑然不在意 摆摆手 淡然道 环境只是环境 强者一定可以生存下来 洛春艳眯成一条缝 宛如狭长刀光 和你院首席已经连斩九人 不觉得有点过于狠辣了吗 布阿和尚笑道 你们刀院的人积分排第二 手下也没有留情啊 本就敌国 斩一位少年 未来就少一份威胁 洛春眯眼一笑 拱手道 看来布阿院长与我所想一致 那就各凭本事吧 本该如此 布阿和尚焊手 听着两人谈话 朱迅心中得意不已 他提前联系了玄文剑院 还有刀院 枪院也通过对方国主有所联系 这就确保丹院不会出大问题 进入秘境 丹院学子就会沉寂下去 等一文循着丹院的特质 相当一个一个找寻过去 然后集合五十五人之力 在秘境中挖掘各种炼丹素材 广场边 玄文书院的花盖下 白晨海握紧拳头 声音中夹着韵怒 剑院杀伐成风 真是名不虚传 李京涛按住他的手臂 不要怒 院长 一 白晨海转眼瞪着李京涛 想要质问他怎么当院长的 然而 李京涛眼底蕴藏的骇人怒涛更加猛烈 玄文书院学子死亡五人 无疑人死于环境 皆被人斩杀 身为院长 李京涛对玄文书院的感情远比白晨海更深厚 密境东部 连绵成片的山脉中 莫应雪一边抬头望天 一边挥剑抹人搏梗 破 尸体坠地 身上穿着玄文刀院的衣衫 他如同丢下垃圾般 半眼都没有看 莫应雪走远后 左手食指的蓝色戒指亮起 一条天机丝线在他脑海中浮现 末端连接着灵明 清晰给出灵明所在的方位 同时 其他莫家子弟 手上有着同样的蓝色戒指 同样浮现天机丝线 玄文剑院中 莫家子弟超过三分之一 也就是说 至少有二十根天机丝线连接着灵明 莫应雪离开一刻钟后 手持短刀的女子追寻而来 束手峨眉 掀气飘渺 她是星星哥 玄文刀院请来助阵的妙物镜青年高手 走到尸体旁边 大致观察周围 三具尸体 两位隶属刀院 一位隶属书院 有两人是一箭穿心而死 伤口不同于寻常见伤 远而小 星星哥皱眉思索片刻 心中勾勒出当时情况 两位刀院学子正在围攻书院学子 然后一道剑光杀出 贯穿书院学子和刀院其中一位学子的心脏 紧接着 那人掐着最后一人的脖梗 以剑锋抹过 剑伤不同寻常 不似正常剑刃 伤口处蕴含双含剑翼 那么目标已经可以锁定 就是玄文剑院首席莫应雪 星星哥眼帘上扬几分 蹲下去 为死不明目的三人合上眼帘 抬起头 短刀出鞘三寸 刀身镶嵌太极玉石 他嘴上阵阵有词 太极玉石焕发朦胧光辉 凝聚成一缕烟气 向着墨应雪离去的方向飘荡 找到你了 星星哥结语轻颤 身影调然消失 来也刹那 去也刹那 譬如刺客于星夜歌舞 杀戮却不留痕迹 又一刻钟后 龙战漫步而来 他浑身球节流线形肌肉 双目蕴含金光 上半身的衣服脱下来 围拢在腰间 赤裸袒露的胸腹部 以他人血液涂化 一只牙字 笔画简单而潦草 却传神地描绘出太古凶兽的神韵 龙战微微仰头 鼻头耸动 不错 很干脆的杀戮 还有第三人的气息 似乎也是女子 此女来去 气息极为淡薄 似存似不存 也是一个高手 龙战脸上露出笑容 眼底略起渴望酣畅一战的笑容 可惜 都是女子 辣手催花 可真不适得好活 希望书院的首席不会让我失望吧 言罢 他侧转身体 平举手臂 缓慢握紧拳头 全面指向星星哥离去的方向 笑道 优秀的猎手 必然狩猎最勇猛的凶兽 秘境东部偏北 牙峰山山脚下 灵明一行人就地休息 他释放神文影 一道道无形气罩笼罩下来 小家伙 小猴子 余千千都在气中 此刻的余千千余尾脱长 有点像是海蛇 也有点魔幻电影中那家的感觉 他挥手指向高处 用甜美的声音说道 此地名为牙峰山 传闻是妖族两位大能决战时 一道爪痕旁落所导致 这才有了如此奇怪的形状 形貌如山 却四爪向上 看起来仿佛一只巨兽的爪 倒向天空 灵明汗手 揉揉小家伙的脑袋 灵明笑着调侃道 好像和你的爪子很像哦 有吗 小家伙比出自己的爪子 对着山峰重叠看去 真的哦 是有一点像 不对不对 我的爪子是五根 比这多了两根 不太一样 小家伙迟一片刻 歪着脑袋 轻声嘀咕 但中间这三根 真的很像呢 说不定是你的同族 灵明说 小家伙眼眸亮起 那就太好了 正好我们上山找找 傻瓜 余千千都说是传闻 你先不要抱有太大希望 免得没找到又伤心 灵明手掌 抚过小家伙背脊 小家伙露出笑容 双眼显满舒服 他便用身体摆出波浪型的白子 便摇头轻笑 不会的 有明哥在 我才不会伤心 灵明点点头 转头 走到树干某处 刻下一具打油尸 然后 灵明掌心冒出虚 使两枚神文 两枚神文变化之间 灵明把自己的气息提炼少许 封存在打油尸中 小家伙歪着脑袋 饶有兴致的看着 小猴子等候在旁边 两只眼睛邪满好奇 同样的事情 灵明从碧波圆湖到牙峰山 一路上干了少说至少三次 这是为什么 小猴子不知道 也不敢问 旁边 于千千揣测了一路 有了少许眉头 灵明一路上 都在封存自己的气息 或许是在故意做什么记号 公子这是在召集自己的同伴吗 灵明略敢诧异 没有想到于千千敢于提出询问 不 我这不是召集同伴 而是误导敌人 说着 他瞥了一眼左手手背上的蓝色万花筒印记 这是墨家的追魂锁 之前帮小猴子遮蔽天机时 追魂锁浮现出来 当时灵明的心眼观测到二十多根若有若无的丝线 天机撕线 撕线另外一段连着什么 那还用说 肯定是墨家的追杀者 其中必然有墨应血 所以 灵明沿途埋涉属于自己的气息 镜子神文的掩护下 天机实际上再次被遮蔽 留下属于他的气息 等他走远 镜子神文遮蔽天机的 却不在神文遮蔽效果内 就会被墨家人发现 成为公子的敌人可真的天大的不幸 于千千拍了一具马屁 然后小心翼翼问道 公子实力高绝 为何不直接将敌人斩尽杀绝 灵明明视于千千三秒 于千千被憋出冷汗 他这才笑着说道 俗话说得好 一鼓作气 再而摔 三而解 他们想要和我打 我就和他们打 那也太掉分了 正好我现在还有证实 六一六他们先 于千千恶然 直视此刻的灵明 他从未想过 一位男子脸上露出调皮的坏笑时 能够这么有魅力 让人不由自主地沉醉 大 灵明打了个响指 别愣神了 上路吧 我们四个钟 就你是用爬的 矫程实在有点慢 于千千心中微惊 回神后连连道歉 不必拘谨 灵明摆摆手 转头看向小猴子 我们继续走吧 言语落地 竟自神文荡起无形波纹 遮蔽灵明自身 以及身边三位的天机 就在他们登山的时候 墨应雪 墨家子弟集合起来 来到碧波园湖畔 他们一共三十多人 除了二十多位墨家子弟外 还有其他玄文剑院的学子 其中还包含一位 玄文剑院的妙物静学子 那人站在一堆篝火旁 露出自以为最帅的笑容 冲着墨应雪招手 首席 这里发现篝火 多半就是灵明所流 墨应雪带眉微皱 怎么会不是直接找到本人 顿了顿 他脑海闪过一缕灵光 没有人离去时 会忘记扑灭篝火 是有蹊跷 墨应雪张头喊道 快撤回来 这是陷阱 话音未落 篝火窜出赤红 湛蓝 身子三色灵气光辉 交织成一团 雷三种属性的玄气掀起狂暴的气浪 吞没篝火十丈范围内的一切 带到一切散去 那位妙无敬学子 以及身边的几人 几乎化作炭黑 眼看是不活了 墨应雪咬牙切齿道 林 娘 牙封山 山间小路 灵明腰间的淡蓝玉牌亮起微光 拿下来一看 玉牌内部的数字一发生变化 连续跳动数次 最终定格在七 第一个陷阱效果出乎意料的好 灵明嘴角勾勒坏笑 手指搓动 轻轻打了个响指 玄文建院的人应该会有所察觉 那么就不知道 接下来的第二个应急 他们会选哪边 站在山上 摇摇回望 灵明的眸光似乎穿过千山万水 看到远在碧波圆湖的墨应雪等人 这时 小家伙在灵明肩头蹦跆下 我才是第二个 灵明撇头微笑 聪明人容易被聪明误 大概率是第二个 小猴子单手拉着树干 身体左右摇摆 似乎想要说什么 但最终有点害怕灵明 于是什么都没有说 灵明摇摇头 咧嘴轻笑 真的不用这么怕我 我又不是什么魔鬼 小猴子哆嗦发抖 摇摇头 继续前行带路 于谦谦好不容易追赶上来 扮于扮蛇的尾巴肿胀通红 但他脸上丝毫没有表露痛苦 反而对着灵明吟吟一笑 声音软糯轻柔道 可我觉得公子的敌人很笨 之前就在几十丈的范围内 这都没有察觉 他们多半会选择最莽撞的一个 灵明轻轻抵住眉心 这么说也不无道理 不过还有第三种可能 最笨的人就会分两路 猜中第二个陷阱的两个版本 顿了顿 灵明迈不向前走 算了 不用在意这些细节 反正他们落入我的节奏中 等来到我面前的时候 已经是残兵败将 不值一审 近两个时辰后 灵明面前多了一道玄奇地势 上方的通道两侧高耸 四可入云 中间可容纳 一人勉强通行 从当前视角看去 宛如一线开天 小猴子站在树枝上 指着一线天的中间 不足百丈 有个身骨 灵明举起手 是一小猴子不要多眼 这时 一线天的另外一侧 面容俊挺的男子走来 上半身袒露胸腹 画着红褐色的牙子 那名贵的上衣 仿佛虎皮般披挂在妖际 手上没有任何武器 就这么大摇大摆 站在一线天的中间 嗯? 怎么可能 男子正是龙战 双眼直勾勾盯 盯着灵明等人 但在感知中 灵明以及灵明身边的人 都不存在 没有气息 只见样貌 着实有点手段 龙战撇到灵明腰间的淡蓝玉牌 以及上面的积分 没成想 一直追踪却被人甩掉 偶然漫步又入于高手 灵明同样看到 龙战腰间的黄色玉牌 巾帼 巾院 你是谁? 龙战微微闭眼 张开双臂 见过书院首席灵明公子 在下不过羌院的无名小卒 灵明吐槽道 这位兄台说自己是无名小卒 不觉得有点过了吗? 扮猪吃虎不是这么玩的 你这拙裂的扮演 就好像猪太过于肥瘦 反而显露了马脚 龙战头一次听到如此新鲜的比喻 一时间有点破防 绷不住脸上的冷酷 他倾渴两声 说道 灵兄这句话似有所指 你的积分是七 我的积分也是七 一目了然的事情 还想着扮猪吃老虎 这就有点二叉数了 龙战皱着眉头 连连眨眼 八一中文网 他一时片刻有点理解不到 灵明话语中的含义 愣神想了一会儿 这才大概明白 灵明这是在讽刺自己 口舌之争不占优势 龙战冷哼一声 睁大双眼 多说无意 你我立场不同 来站 言罢 他双腿略微弯曲 蓄力待发 灵明抬起手 掌心对准龙战 慢着 别在这里打 龙战疑惑道 为什么 你看着山在看着崖壁 不觉得这是难得的绝景吗 打坏了多可惜 灵明指向两边 而且打坏了花花草草 那多可惜 一线天的景象很难见到 灵明从未想过会那么壮阔 尤其是对他的剑道似有触法 剑开清明 与这一线开天的地势 颇有共同点 若不是有人来了 这会儿说不定他就要闭目领悟 龙战瞥了一眼四面八方 一线天的地势中 根本就没有几根草 哪里害怕打坏 妥妥地调侃 龙战粗厚的眉毛上扬 似龙似蟒的 两只树铜凝视灵明 你想挑位置 我就让你挑位置 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灵明一眼还眼 对是 对方目光中蕴含着丝丝屡屡的玄妙之气 似乎会让生物的血液流淌渐渐缓慢 灵明眼底掠过外人无法察觉的金光 嘴角轻轻挑起 成就肉身极净 他的身体不用多余的动作 已经有了些许安忍不动如山月的韵味 丝毫不怂 灵明装作什么也没有发觉 反驳道 那你想要我和你打 我就要和你打 我也很没面子 他有道理 无言反驳 龙战再次体会到 灵明的口舌之锋利 不仅如此 美人鱼鱼千千三者也听得一愣一愣 小家伙张开嘴巴刚想询问 灵明摇摇手指 示意他别说话 小家伙乖巧点头 闭口不言 两柄小波浪锤在头上缓缓飘起 这时 龙战心中诧异不已 他动用家族血脉传承中的食龙秘术 按照常理 看人肌肤 凝视十秒 就能让人心灵与身体变得迟缓 看人双目 则在一秒之间就能凝结其躯体 然而 灵明行动如常 有说有笑 丝毫不像被控制的模样 就算是落寞的玄文书院 首席之人 还算是有点能耐的 龙战左右摇晃驳 咔咔 咔咔 骨头脆响几下 龙战右手五指张开 拍击胸脯上用血化救的牙字 下一秒 他的身后浮现凶兽牙字的形神 吼 龙战化作奔雷 悍然冲出 灵明眼瞳闪耀明光 抖擞肩膀 将小家伙弹飞半空 然后抛出惊弦剑 帮我看着剑 我去站他一轮 言罢 灵明踏步冲出 慢了 你与我站 还敢分心交代 岂不是早死 龙战权未到 升仙智 死字落下 拳头递出 灵明不闪不避 以拳头对拳头 哄 两个拳头中心 荡起剧烈的灵气威压 两人处于僵持的瞬间 灵明那无法掌控自身力量的后遗症 再次来临 平衡打破 灵明顶着龙战 向前再踏出三步 哄 哄 每一步都在地上留下入地三寸的足印 龙战脸色骤变 听到自己拳头上传来轻微的咔嚓鼓烈声 疼痛传入脑海 他恍若不觉 满眼不可思议的看着灵明 你到底是何人 为何也会专修肉身之法 专修肉身 这似乎并不是玄文刀院的特长 灵明嘴角泛起笑容 肩膀向下一沉 以腰胯为轴 猛然抖动 一股不讲道理的巨大力量 轰然席卷龙战的右臂 咔咔 咔咔 右拳全面的趾骨遍布细碎裂纹 此人肉身太强 不退不行 龙战咬牙撤步 连续向后退出三丈 他把右拳藏在身后 手掌半弯曲着 颤抖不停 他想不明白 清明州为什么有如此强悍的练身之法 那身躯仿佛山海浇筑 根本非人力可以撼动 你别管我是什么来练 我只想知道 这么练身之法从何而来 龙战右手冒出赤红灵气 鼓烈的伤势快速恢复 这时 灵明摊开双手 嘴角挂起浅笑 幅度极小地摇头 你想要拖延时间 恢复右手的伤势 言语落地 灵明后足点地 哄 地面留下深刻的足印痕迹 他化作一枚炮弹飞出 声势不露分毫 力量急于一点 右手还没有好的情况下 应接这一招 怕是不会好过 龙战脸色大变 猛然握紧右拳 以痛止痛 然后 他张大嘴巴 猴头涌动 发出怪异的声音 嗷吼 如气如素 如怨如笑 伴随着吼声 龙战身后的牙字虚影崩腾而出 凶煞之气铺天盖地 无声无息之间 影响常人心智正常运作 让骁勇的猛士化作怯弱的懦夫 这时 灵明眉心闪过紫气光滑 静自神闻明星定神 保证灵明心念如一 此刻 他脑中别无他念 合身凝果 收拢自己的身体 以右边肩膀为第一攻击点 猛然撞击牙字虚影的力招 哄 光影交汇 灵明如同集中实体 仿佛这真的是一头 来自太古蛮荒的凶猛牙字 他咬牙运气 丹田发声 哈 全身力量凝聚于一点 汇聚到肩头 灵明在达成肉身激进后 第一次体会到真正的掌控感 化整唯一的力量 不仅仅来自于身体的某一部位 而是全身上下 骨骼 肌肉 发肤 气血 玄气 神闻 所有的一切汇聚为一 这一刹那 他终于明白为何肉身激进如此难以掌控自身 但 来不及多想 灵明的肩膀撞碎 牙字虚影 他的速度不曾减弱 反而激增起来 龙战的树桶闪耀一样滑彩 全身精气神混而为一 一力可以降实惠 好 好 好 只凭此招 和你一战 就不是白费功夫 言语落地 龙战沉腰下马 两拳扎于腰侧 他的身上 深藤古朴苍州的气韵 瞬息间化作浩大的权益 灵明嘴角微先 来得妙 两者距离拉到极静 灵明右臂肘肩砸出 日月同天 龙战高鹤一声 双拳一上一下轰出 煞世间 他的拳头上闪耀两枚神闻 上者为日 下者为月 两字一出 此招法便不可能有任何的留守 灵明见眉微羊 灿心双眸不眨一次 身体周围树眉神闻逐一浮现 力 速 魂 破 轻 重 嘘 十 八个字 两两之间刚好成对相辅 亦可为相对 灵明的力道瞬间变得难以捉摸 轴对拳 初一相接便是雷霆震动 大地轰鸣 一道肉眼可见的灵气竹浪 从接触点向外扩散 圆球形的气浪刮过周围 地面尘土飞扬激荡 一线天两侧崖壁剧烈抖动 仿佛下一秒就会崩塌 此刻 风声如笑 小家伙 小猴子 于千千快速后退 以免两人的战斗余波波急 两者交手 看似只有一招 却太妙太悬 小猴子和于千千看得痴呆入迷 忘记自己可以逃跑 小家伙举起爪子大喊道 明哥加油 垂死凶巴巴的狗蛋 这么称呼隆战原因无他 小家伙一时间不知道牙子怎么称呼 只觉得看来有点像狗狗 就做此联想 再加上惯用语得到如此称呼 龙战听得心里不是滋味 但他没有奋出气力去说话 常言道 三拳不如一肘 三肘不如一肩 凌鸣出一肘对上龙战的双拳 或者可以略战上风 然而 龙战的出拳用的是武技 凌鸣单纯调动八眉神纹 使用玄骑和灵骑的方式 显得粗狂许多 僵持 两人再次陷入僵持 这时 凌鸣笑道 这位仁兄好赖算个高手 打架之前也不报个名号 只是一位半猪吃虎 实在太没有礼貌 龙战没有想到 凌鸣忽然询问自己的名字 顿了顿 他朗声笑道 无乃天元周龙家第二子 龙战 外号 牙字 有起错的名字 没有叫错的名号 凌鸣眼底闪过一抹意外 不快不慢地叙述道 好个牙字 此乃传说中的神兽 为灵虫之常锐兽龙之九子第二子 古书记载 其试杀喜斗 刚烈好勇 而且总是嘴贤宝剑 怒目而逝 龙战咧嘴倾笑 不曾想 偏远异于的清明州 也有学识过人之辈 这等上古奥秘你都知晓 想必灵兄家学十分不俗 不俗 不俗还差不多 这些知识和灵家没有半毛钱关系 通通都是来自伟大的华夏 灵明笑道 不差 忽然看你有点顺眼 今日我有一件礼物给你 龙战皱眉 初见就送礼 灵兄真是大方 这时 灵明眼神冷冽 提醒道 小心了 龙战兄 今日我送你一拜 言罢 他左手成掌抵住右拳全面 深吸一口气 嘴唇清起 牙齿缝隙渗透出白色烟气 四 水之呼吸 火之呼吸 雷之呼吸 三者本难相容 灵明在这一刻 以肉身寂静的特殊修身法 强行统一三大呼吸 一股远远强过之前数十倍的佩然 大力升腾而起 龙战双眼圆征 树童猛然扩散到极大 好似囊括了眼球的每一个角落 不可敌 脑海中的念头升起 龙战的双拳无法支撑 皮肤裂开蜘蛛网般的细纹 肌肉大片撕裂 蹦射鲜血 鼓咔咔作响 一寸一寸断裂 要死 龙战身体一阵站立 心中全意不曾退散分毫 最后的刹那 他感受到了 蕴藏在双拳中的真意 全意向着异境的层次突破 下一秒 灵明身上的佩然之力彻底释放 龙战任凭双臂血肉模糊 也不愿意收回双拳 他的双腿扎根余地 不受控制的向后向后再向后 地面上离出十余杖掌的可不痕迹 最终 停下 连续咳出三大口半红半斤的鲜血 龙战抬起血肉模糊的右手 狠狠抹了一把嘴角 然后爽朗道 痛快 哈哈哈 灵战突破 这种感觉真不是一般的好 更何况 突破的还是卡了我许久的难关 龙战抬起双手 两只看起来好像半残废的手搭在一起 全身血肉模糊 但是根本机能没有受到问题 灵明汉手 难得一见换作寻常人的体质 别说站在这里 就是说话可能都办不到 我龙家血脉不同 血脉传承自真龙 不是杂牌货色 龙战表面上看起来惨不忍睹 就像一只被摔破了之后 风风补补又摔破 再风风补补的凄惨布娃娃 但是周身环绕着赤红色的气血 堂堂正正 恍然大气 刚才那一拳是我疏忽大意 再来过 龙战肉身体表以肉眼可见 速度恢复 很快 他的身体完好如初 眼底闪过一抹疲倦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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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战全身燃起半金半红的气壮火焰 拳意彻底凝聚成意境 敢不敢再接一拳 还是我们直接转身就走 龙战双拳握紧 两只沙包大的拳头 以手背对准凌鸣 脸上似笑非笑 看起来就不像个好人 好啊 接一拳就接一拳 反正刚才我也没有打够 鸣鸣微笑 风声寂寥 呼呼拂过两人耳畔 下一秒 两人面对着面 各自发起冲锋 哄 两拳相对 巨大的气浪再次迸发 一线天地势摇摇欲坠 紧接着 林明的拳头没有停下 龙战的拳头也没有停下 两人稳稳当当站着 开启相互狂殴模式 很有默契的没有防御 没有闪避 有的仅仅是连绵不绝的队殴 林明作者龙战的凶堂雷累积几拳 龙战回敬林明的腹部几拳 彼此的拳头相互擦过 也绝对不招架 纯凭肉身扛住 对方攻击 林明眼底蕴含着难言的战役 身上声腾七情剑意 喜怒 忧 惊 惊 惊者十二分化 十二整合 林明交替运用全掌指 攻击 攻击 再攻击 龙战也相差无多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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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砰砰砰 两人一边打一边靠近 持续数百秒后 几乎已经相互贴着 肘尖吸腿脚并用 交锋愈发犀利 一发能看出战斗的虚实 这也太猛了 公子不用剑的时候也好帅啊 看起来就有一股难以言喻的暴力美感 那当然 你也不看看 我家明哥到底有多强 区区一个赤裸上身的傻蛋 根本就不知道明哥真正的恐怖之处 小家伙举起爪爪 强 真的好强 这样的肉身强度实在是太强了 小猴子嘴角流出哈辣子 眼中泛起憧憬 就在这时 一边突然发生 龙战的每一个毛孔飘散金红色的烟气 那烟气在他身后汇聚 逐渐勾勒出一只栩栩如生的牙子 接下这一招 就算你胜 龙战连续挥舞拳头 声音中带着强烈的自信 多亏今日与你灵明一战 不然我的权益始终无法触及意境的层次 也就无法用出我龙家秘传之招 听起来这招相当唬人 灵明笑了笑 身体周围的神闻一个接一个飘出 龙战看到他的神闻 心中惊骇难以言喻 清一色的超脱品皆神闻 你到底是什么妖孽怪我 我见过天元周最富有天资的神童 最不可一世的天骄 可他们的天赋 在你面前根本连提鞋都不配 龙战太过惊讶 双拳慢了半拍 连续吃了灵明三拳 碰 碰 碰 全权命中要害 太阳穴 剑突 气害 三大药穴受到攻击 若非他炼体有成 龙家的血脉不同 天生体质非凡 大概率当场扑街 龙战咬着牙 憋足气 身后凝聚的金红色牙字愈发传神 甚至连肌肤毛发的细节都勾勒了出来 铺天带地的煞气迎面来 仿佛太古之初 那位龙之第二子漫步巡游 又似亘古岁月长河中 数之不尽的兵器兄弟杀气汇聚 灵明双目所见 那牙字高耸 似可台掌托举高天 一个眼神仿佛能让万物肃杀凋零 凶绝人见 精神意念猛烈冲击 凌鸣石海荡起滔天风浪 你终究奇差一招 妙物镜就是妙物镜 通晓神魂 明目神通 境界上我高你一线 搭配我龙家绝学 牙子杀法 你若能活 我龙战甘拜下风 龙战摇了摇头 握紧右拳 摆在胸前架起古朴苍桌的权势 他的精气神缓慢凝聚 右拳仿佛一颗赤烈的太阳 亮起明耀的金红光芒 于谦谦露出尖崖 惊叹道 看起来好像是一山还比一山高 一浪还比一浪猛 公子很猛 但现在这位好像更猛 小猴子子子两声 指向小家伙 于谦谦转头 小家伙 你为何不去搭救公子 难道看不出来 他现在处于绝对的弱势吗 直凯小家伙 仁余和小猴子 就彻底没有了看管 跑路起来更加方便 然而 在他们看来 灵明进入险境 小家伙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两只眼睛冒着星星 一瞬不瞬盯着战场 小猴子 与谦谦 两者脑袋上面 各有一柄小波浪锤在伏在沉 仿佛随时都会落下 小家伙雪白常为扫来扫去 说道 你们都不懂 这人才比明哥高一个大境界 根本不可能打得过明哥 龙战 他听到小家伙的话 脸皮小幅度抽搐 堂堂龙家添娇 就算放在天元州 也不敢有多少人说能同境界必败他 到了清明州这等偏僻嘎拉的落后区域 反而还打不赢一位 境界不如自己的人 龙战看到灵明的神闻 相当佩服起天资高绝 但这不意味他心中没有傲气 哼 那边的三位非人者 你们做个见证 看着这一拳定下的输赢 龙战权势续足 体型浩大的金红衙字 骤然贯注于龙战右臂 他一脚踏出 角落之时 拳头落向灵明面门 这时 灵明的石海之上 镜自神闻 发出巍峨子运 浩浩荡荡三千里的景象 根本不为外人所知 精神意念冲击 犹如遇到天敌 似潮水般消退 石海顿时风平浪静 犹如明镜 灵明不及不虚抬起手 却拦住了龙战快若迅雷的拳头 轰隆一声响 灵明右手手掌抵住龙战拳头 那么好的出拳机会都没有把握住 后悔吗? 灵明调侃轻笑 龙战摇头 嘴角微微上翘 还没完呢 我所修习的绝学 怎么可能如此简单? 言语落地 龙战整只右手手臂肌肉球结 金红色牙字顺着手臂奔腾 此招乃是龙家秘传的九绝世之一 唯有体内蕴含龙家嫡系血脉的真龙足血之人 可以施展 汇聚敌我双方弃血 凝聚牙子精神 发动凶绝人间的杀伐之力 慢慢千多年来 但凡能够掌握九绝世之一 皆是龙家的天骄人节 于是书上留下自己浓厚的一笔 龙战的底气不是凭空而来 他的拳头 他的信念 他的权益 他的一切都在向他宣告 死拳落下 生灭皆杀 汹涌澎湃的力道不在外界显露分毫 没有毅力浪费 尽数通过拳头表面灌入灵明手掌 龙战心中暗道 牙子杀伐 还有一则奥秘 此招凝聚之后 打入的力量很特别 不是灵气 而是玄气 而且是变种之后 化作气境融入肉身的玄气 天下间 已经没有多少使用玄气的武者 而灵气想要抵御这股力量 必然要三倍以上的耗费 就这 还是凝炼极高品质的灵气才行 说来话多 实则几快 龙战拳头上蕴藏的一切轰入灵明的手掌 灵兄 刚才你的一拳 让我侥幸触及异境门槛 这才能够惊气神合一 打出九诀第二式 牙子杀法 多谢 可惜了 你可能要死 我们当不了朋友 炎霸 他手臂微收 想要撤回拳头 急什么 灵明嘴角泛起微笑 右手便掌围掌 牢牢扣死龙战的拳头 龙战神色骤然变化 咦 灵明左手并指成剑 抵住龙战胸膛处的山中穴 你的绝学好像没有奏效 龙战一双树桐直勾勾盯着灵明 看到那双明亮的眸子 其中仿佛蕴含亿万星河 看到他洋溢的灿烂笑容 好似能让大地毁春 这时 灵明指尖探出一缕剑芒 不大不小 只如麦芒 剑芒未发 龙战胸口已然刺痛 那感觉仿佛已经有一柄绝世神风贯穿了他的山中穴 此学为乃是钟丹田 主宰后天之气与先天之气的流转运化 受到挟制等同于生死在人鼓掌 龙战的笑容逐渐变得苦涩 灵明厉害 在我死之前 可否让我死个明白? 灵明若有深一地咧嘴倾笑 你的牙子杀伐对于别人或许致命 但对我不值一审 龙战猛咬牙关 额头遍布青筋 竟然为了灵明这句话 生出拼死也要咬下对方一只耳朵的念头 这时 灵明右手便是扣住龙战脉门 龙战凶少安勿躁 我这么说 并非对你家学以及你有什么鄙夷之心 听闻此言 龙战略微安分少许 灵明微笑 以平直讲述事实的语气说 你那一全名为牙子杀伐 其中蕴含多重玄妙 第一 凝聚双方气血 但我本身修炼肉身到了你 不能企及的境界 所以在你面前 我的气血安稳如大地 不可动摇 如此一来 你的权势指凝聚了自身的气血 威力减半 龙战眼角抽搐 心中却不得不承认 灵明说的有道理 但这太特念伤人了 被人用平平静静的口吻说 你的炼体不如我 对于以炼体之道文明天元周的龙家人而言 几乎没有比这更疼的心口扎刀 这时 灵明缓缓说道 第二 你的全招中蕴含精神杀伐之法 常人或许会受到震慑 但我神文特殊 你也看到了 所以精神上的杀招对我没什么大效果 你这等于是白费功夫 浪费了一半的牙子杀伐的公杀之力 龙战囧着脸 心口多中一次无形却致命的研刀 滴血啊 四个字白费功夫 一个比自己年纪小的人说出这等点评 龙战心有愤会 却偏偏知道对方说的在理 无法反驳 他顿时犹如哑巴吃黄莲般 独自吞下苦果 八一 此时 灵明竖起三根手指 笑道 第三 顿了顿 灵明微微一笑 压下龙战的手臂 拍拍后者尖头 笑道 也没有什么第三了 龙战兄不用太介意 龙战眉头猛然上挑 这是怒的 你倒是把话说清楚啊 第三是啥 到底是啥 灵明怂怂肩 没什么 别往心里去 龙战 夏花仙 别 求你了 你话都说到这里了 突然打住 百明是想让我死不瞑目啊 难道你不觉得自己这样做太残忍了吗 你我并无恩仇 单纯立场不同 败在你手里 死在你手上 我都认了 但你起码让我当个明白鬼 几句话犹如连环炮弹 说得极快极清晰 龙战生怕自己说不完就被灵明干掉 此时此刻 他内心中仿佛有千万只调皮的小猫咪不断地抓闹 那个痒啊 要多淡疼 有多淡疼 这时 灵明见眉轻轻向眉心聚拢 又嘴角微微上翘 调侃道 谁说我要杀你的 龙战一脸猛逼 但金色树铜 放大又缩小 放大又缩小 来回好几次 你不杀我 我们往日无仇无怨 没必要动不动就杀人 灵明点了点太阳穴 我又不是傻叉 你刚才自爆名号的时候 已经说了来历 这证明你根本不是金国人 而是远在天元州的某个强悍家族的嫡系 杀了你 对我根本没有半毛钱好处 言罢 灵明缓缓收回剑指 两手锤在身侧 洒然一笑 可我刚才那一拳落下 真的可能打死你 龙战摸了摸后脑勺 灵明抬起手 乘五指撞左右摇摆 刚才的对决你 没有真正的杀意 反而更像是遇到旗鼓相当时的满枪战役 这样的战斗正是对男儿最好的尊重 不是吗 话是如此没错 龙战皱眉 笑得愈发不自然 可我输了不得付出点代价吗 上赶着自己坑自己 这会有点东险哦 灵明摇摇头 斟酌片刻 说道 这样呗 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在秘境中 你当我的打手 然后最后把积分给我收割 要么 我击碎你的玉牌 现在淘汰你 然后你事后再额外付出点 啥 一线天 风生静 龙战皱眉思索 然后回答道 想要收我当打手 你就不怕我临时跑路 我能拜你一次 就能拜你第二次 灵明摊开手 灵兄的自信有点足 龙战苦笑调侃 灵明剑眉青阳 反手拍击金贤剑剑柄 别忘了 我其实是用剑的 剑修 龙战愕然 他来自天元州 根本就不认为清明州有能人 所以 吴苑大比之前的各种情报汇聚 他只是胡伦看过 还好 算不得剑修 来来回回也就会使那么一两招剑术 灵明微笑 温文尔雅 龙战疑神疑鬼 瞥了灵明一眼 他不相信这等鬼话 此刻 龙战的心路历程不算复杂 灵明是不是剑修 他无所谓 但灵明的体魄修行 让他十分不可思议 龙家炼体向来厉害 而他又是龙家诸多同辈中的佼佼者 完全想不明白自己为何会败给一名境界更低之人 或许留在你身边 我能够更进一步 龙战声音不大不小 四字语四数说 灵明笑道 这么说来 龙战兄是同意我的第一种方案了 龙战点点头 又摇摇头 灵明 什么意思 龙战说 其实我来是有任务的 家族任务让我劝说南宫书回天元州 南宫书 灵明脑袋轻歪 听着像是女人的名字 小家伙窜过来 站到灵明尖头 摆出一副同情脸 那就是老不跟人跑了 所以从天元州追到清明州 哇 那真是太可怜了 小猴子于千千紧随而至 前者脸色茫然 后者望向龙战 眼神中充满银鱼 龙战脸色忽然精彩起来 各种颜色变幻 然后沉寂又黑下来 不是你们想的这样 我说的南宫书是叔叔的书 他全名南宫问天 是玄文腔院的仙人院长 我来清明州游历 顺便就想着把他找回去 他姓南宫 你姓龙 找他干什么 远房亲切 林明问 龙战两只手掌拍在脸上 啪击响声后 说道 不是亲切 南宫家和我龙家是试交 当年因为一些事 他跑来清明州 正好是我老爹爹他把他疯 现在我爹是龙家家主 他的锅就是整个龙家的锅 拍拍胸脯 龙战豪气道 当儿子的更是义不容辞 那蛮好啊 你犹豫什么 林明倾笑汉手 他答应了一个人 要帮代理院长置之数年 所以他不会回去 但是 若我能夺得魁首之位 他就算尽到了院长的职责 完成了那人的嘱托 也就可以跟我离去 林明看开手 那可不行 我的目标就是魁首 龙战鞋靠在墙壁上满脸遗憾 这就是问题所在 我输了 院赌服输 但你又不杀我 想让我当你的打手 这就有点为难了 你如果败了就算了 不败还帮你多魁首 这岂不是让南公书很不高兴 那他大概率就不会跟我走 此言诧异 林明嘴角挂上高深莫测的笑容 你想要得到的结果 是他不当院长 然后跟你回去 那为什么不反其道而行之 直接让他从院长之位上滚蛋 死 龙战倒抽一口凉气 向林明竖起大拇指 那么多年来 我还是第一个听到有人赶出这种主意 针对南公书 别管这些细枝末节 你就想想是否可行 林明说 顿了顿 他的手轻轻握住金弦剑 如果这也不行 那就话说半截 停住 林明似笑非笑看着龙战 龙战心中天人交战 他是龙家的少爷 在家族中资源向来是不缺的 但是肉身的大脑 以及进一步的提升 都需要纪元 苦求而不可得 所以他才外出游历来到清明州 如今 机缘出现在眼前 林明就是能够让他提升的人 相比起来 让南公问天回天元州 也就没有那么重要 别见 我答应了 当你的打手 最后再把积分给你收割 不过有个条件 我不对玄文枪院的弟子出手 林明汉手 放心 不用你对他们出手 而且 在我遇到他们的时候 我也会留手 只击碎玉牌 不伤性命 大气 龙战倾笑 玄文剑院广场 天空中的一幅画卷 映照着林明和龙战 从打斗开始到结束再到谈判 虽然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 但是从前后两者相处的身体动作上 可以看出来 两者奋出胜负后 相互间选择联手 如此一来 事情变得很微妙 不阿和尚双眼半开半闭 自语道 与林明对决的是天元州龙家的天骄人物 龙家之人 皆以肉身强悍著称 他居然能够以肉身对肉身 折服对方 强得有点超出意料 必须想办法通知墨应血 不阿和尚悄然 对身边人吩咐两句 然后转头 扫向四面八方 枪怨 刀怨 丹怨 书怨 感知到不阿和尚的视线 南宫问天依旧闭着眼睛 嘴角微不可查地上翘 龙家的小背 果然不靠谱 胡哥擦去额头上的冷汗 脸上的和善之意 轻减几分 院长你早就料到 那为什么 还和他定下约定 添加一个不稳定因素 这场游戏 才会变得更好玩 好玩 院长向来严肃 总会说出这话 胡哥轻微皱眉 那就任由龙战和书院首席配合 无妨 影响不了大局 别忘了这一次 我们的真正目的 南宫问天说 胡哥心头凛然 真的要做那件事情 不然呢 难道等宁国大军出境 上演多年前的那一幕 与此同时 玄文刀院的程良华盖下 满脸刀疤的骆春伸出手指 一条一条摸过自己脸上的刀疤 片刻后 他舔了舔嘴唇 还好早就定下计划 要不然这位玄文书院首席 在成长十年 战场之上 何人是他敌手 气血凝聚牙字 那人又姓龙 绝对是天元周龙家嫡系 这样的人居然会与人拼肉身疏了 难以置信 摇了摇头 骆春的视线在不阿和尚 与李靖涛身上飘来飘去 他心中杀念见起 国主说得对 不能再给宁国发展壮大的时间 玄文书院程良的华盖下 白晨海手上拿着糕点 一口接一口 吃个不停 李靖涛神色背懒 仿佛在酣睡 却出声提醒道 注意点风度 美食当前 风度是最多余的 白晨海倾笑吐槽 胡伦吞下三块不同的糕点 混在嘴巴里嚼碎 咕噜咕噜咕噜 一大口茶水下肚 白晨海双目眯成一条缝 说道 他果然会带来惊喜 李靖涛摇摇头 还不够 他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轻松 确实不轻松 白晨海收敛笑容 不过那肉身有点变态了 天元周龙家 龙血炼体之法 不说灌绝苍玄界 也是最顶尖的那一匹 而且 龙战是龙家年轻小辈中 修行炼体之法最好的几人 灵明是断体静 龙战是妙无静 这样都能占而胜之 不可思议 李靖涛摆摆手 他的肉身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 知不到啊 白晨海睁大双眼 轻声调笑 故意把词字顺序颠倒 他知道李靖涛成名的时代非常久远 所以在对方面前顽皮下 心中毫无压力 李靖涛显腻一眼 仿佛在看傻子 白晨海咧嘴笑了笑 错开话题 说道 灵明展露了十几枚超脱品级的神文 当着众目睽睽之下 恐怕不日就会传遍清明州 确定不会坏事 李靖涛斟酌片刻 抚摸常然 笑道 这本来是个麻烦 但是他拿了老孟给的牌子 去过神文博物院 事情好办许多 随便给安插个老十字的机缘之说 称其继承某前辈的超品神文 这会不会太敷衍了 白晨海眼皮子跳动 无所谓 我不死 老孟不死 君神不死 灵家不道 灵明不会被轻易推到风头浪肩上 李靖涛双眸见开 眼底流露金光 其中似乎蕴藏着 看透世事的智慧 秘境之内 轰咚咚咚咚 轰咚咚咚咚 巨大的雷鸣声响彻十方天地 四处乱窜的电蛇 犹如雷神手赤肠鞭框舞 击断一根根粗壮古墓 木屑飞溅起来 来不及远去 赤红的火焰与湛蓝的水流激荡爆发 爆炸的气浪吞没一切 地面下凹成陨湿杂落般的坑洞 身一丈半 直径三丈有余 这是灵明布置的第二层陷阱之一 距离崖峰山的山脚不到无理 坑洞内 墨应雪头发凌乱 到树向天 雪白的肌肤遍布焦黑 衣衫蓝缕 几乎无法遮蔽身体 他双眼望向崖峰山 咬牙切齿道 灵明 声音刚刚落下 又一道轰然爆鸣声从远处传来 墨应雪身体忽然一僵 两个气息标记点都有问题 他们 他一步步走出坑洞 打量自己当前的状态 身为清明州墨家少组长 又是女子 现在是绝不能见人的 这时 一道传颂飞箭歪歪扭扭飞来 有陷阱 死亡七人 皆是断体静 皆是墨家子弟 墨应雪双眼发黑 身体摇摇晃晃 差点倒下去 他扶着旁边大树 脸皮抽痛 损失七人 外加一件保命之物 想一想 心头都在滴血 墨应雪调整呼吸 缓了片刻 找到一处小水潭 清理自己的仪表 换好崭新的衣服 然后 他发出号令 前往崖峰山 追寻林明 没过多久 玄文剑院众人破坏掉 林明留下的第三层陷阱 抵达一线天 气息非常浓郁 墨应雪双目冰寒 双消剑丸环绕飞舞 穿过一线天 要不要多久就能找到你了 或许这样没错 不过有人教了我一句话 我觉得很有意思 龙湛的声音突然响起来 他从另外一边走来 站在一线天中间 就如刚开始遇到林明时 你是何人 墨应雪带没上条 玄文枪月 无名小卒 龙湛拱了拱手 妙无净 断体净 你的气息不太对劲 功法很特殊 形体很特殊 那双眼睛更特殊 墨应雪迈步走入一线天地势 双消剑丸嗡嗡颤颤抖 一缕缘剑芒旋转交织 如果林明在这里 多半会惊呼一声 好家伙 这特孽不就是罗炫丸吗 龙湛又掌斧过胸口 笑道 你知道我 墨应雪汗手 龙家添骄 家中排行老二 名为龙湛 绰号牙字 哎 没意思很 两次想要扮猪吃虎 都是办了个寂寞 龙湛摇摇头 满脸唏嘘落寞 罢了罢了 直接干假 言语落地 他一脚踏碎地面 牙字虚影生腾 环绕周身 然后一边朗声大笑 一边冲杀而出 另外一边 林明等人 找到了崖峰山崖壁上的洞穴 不仅是有曼藤遮壁 洞口还极为狭小 仅仅能够容纳一人侧面通行 一行人进入之后 向内走 通道从初时的逼则变为宽广 深入十多帐 顿时别有洞天 小猴子滋滋两声 拍着胸窟笑道 这是我龙傲天的秘密基地 林明环顾周围 洞窟上方长满苔藓 散发淡蓝色荧光 一眼看去仿佛夜色中的星河 左右两边种植着果树 树上凝结着一颗一颗宛如灯泡的果子 果子表皮银白 焕发暖白色的光芒 这样的果树扎根在岩石峭壁上 一路向内延伸 林明问 这是 小猴子咧嘴一笑 探出手摘下一颗 大啃了口 这东西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但是可以发光 还能吃 小家伙哼哼两声 也不知道 林明转头望向余千千 余千千摸了摸胸脯 心中微安 终于到我发挥的时机了 轻轻嗓子 他奄然笑道 此物名为灵韵果 直接服用 能够起敌灵质 并且极其缓慢剃唇足血 外父的话 对于皮肉之伤 有很好的治疗效果 归类在天才地宝中 大概可以算是地阶一级 林明微微皱眉 问道 你们这里的物品划分 也是天地人三阶 美阶九级 余千千没有多想 点头道 是的 林明微微汗手 转头看向小猴子 小猴子边挠头边说 三件宝贝都是在洞窟深处发现的 走 去看看 林明挥手 很快 他们抵达洞窟尽头 一座白玉台静静处立 台子底座为八棱形 幻发淡淡的白色微光 微光犹如帘幕 又似逆行而上的瀑布 隔绝内外两方空间 这时 林明那戒颤动 被神秘力量牵引 刷 刷 刷 龙珠 龙躬 披风不受空间约束 凭空出现 在空气中再浮再沉 白玉台大放光明 刺眼而赤亮 让人双目无法直视 林明 小家伙 小猴子 与千千 各自舞上双眼 啪哒 啪哒 拖鞋声传来 一开始很轻微 渐渐变得重了 仿佛有人从远处走近 林明耳阔微动 心中泛起熟悉的感觉 赤裂白光中 林明眉心浮现棺子神闻 却只能观到一片白茫茫 小家伙捂住眼睛 人力而起 两只后腿点着林明尖头 明哥 你看得到东西吗 林明知道小家伙问的是心眼 摇头道 不行 就在这时啪哒啪哒的声音停下 似乎有人站立在林明身前一仗 不用紧张 我只是一道虚影 不 你是什么 根本就看不清楚 小家伙举起着着 缩到林明耳根后 那声音停顿片刻 白光骤然向内收缩 很快 林明等人的视觉恢复 面前是一道完全由白色光芒所化的人形 模样看不清楚 但通过轮廓 林明一眼就熟悉了 还是那风骚的人字拖 大裤衩再搭配一件衬衫 不用多想 林明脑补出对方的画面 老乡 道尊 对方到底是谁 他张开嘴 想要问 却先一步听到对方说 别问 问出来多不好玩 你现在应该为自己拿到龙珠而开心 林明嘴角微微抽动 龙珠就是那个龙珠呗 集齐七颗召唤神龙 然后许愿 哈哈 果然是白光人形大小两声 话语中的关键信息 像是打了马 闭个没停 说了一大串的闭 他这才意识到 不好意思 本体下的静置还是有点强 有些话暂时不能说 总而言之 你就知道集齐龙珠有好事发生 天大的好事 林明捂着脸 虽然与对方未曾见面 但那种油然而生的亲切感 发自内心 总而言之一句话 这特孽不是老乡才有鬼 林明见没微扬 老铁你还是说透点 要不然 我可没有动力去收集齐龙珠 无所谓 齐龙珠这本来就是我随手而为 当你有一天想要寻求神文的本源时 就去寻找吧 白光人形白首 神文果然是你弄出来的 林明说 白光人形怂怂肩 谁知道呢 哎呀 我这边还有点事 先挂了 言罢 白光人形怦然消失 林明张了张嘴 某些话语到了口边 又咽了回去 这时 那声音再次浮现 有点癖 其他惊喜就不多说 在收集的过程中 你还能得到黄金圣衣 一共七个部位 胸 肩 背 腕 腰 腿 脚 七剑收集齐拳 附送一套神技 爆发小宇宙 林明捂住胸口 扑斥笑出声来 这也太恶搞了吧 不管你是不是道尊 都不带这么玩的 没有声音 没有回答 这次是真的消失了 林明摇摇头 装完逼就跑 太不道德 小家伙歪着脑袋 推了推林明的耳垂 明哥 刚才那人和你很熟悉吗 还好吧 我们俩大概率上辈子是老乡 林明微笑 还能记住上辈子的事情 明哥你太厉害了 小家伙蹦跳出去 绕着林明的面旁 站到另外一边尖头 小猴子和于谦谦愣愣站在那 一时片刻无法消化刚才的巨大信息 这时 龙珠 龙公 披风 啪嗒落地 林明转头看去 龙珠还是那个龙珠 但龙公就不太对劲了 看起来好像一个四四方方 可以变大变小的盒子 披风闪过一抹华光 变为本来样貌 内衬浅蓝 外皮纯白 相当熟悉的感觉 林明皱起眉头 看了几眼 突然 他一巴掌拍在额头上 啪 小家伙 小猴子 于谦谦不约而同看向他 林明摆摆手 没事 忽然想明白了 我得到了什么布剑 小家伙向左歪着脑袋 小猴子向右歪着脑袋 于谦谦谦谦谦微笑 三者眼睛里绽放光芒 充满好奇 也没什么好隐藏的 刚才的七个布剑 我拿到的就是被布布剑 也就是披风 可能是披风不太给力 所以多送了装黄金圣衣的盒子 哦 三者齐刷刷点头 脸上却似懂非懂 与此同时 衙峰山顶端出现巨大变化 一道悬白光流直冲云霄 高天上风云俱散 遮蔽了外界对于小秘境的窥视 天象骤然变化 煞时间 残阳如血 一线天中 龙战与莫应雪率领的悬文剑院众人酣战 彻底杀出真火气 剑气纵横来去 全风震荡大地 一线天两面墙壁碎石滚滚落下 龙战身体坚硬 直接硬炕 眉头都不带动的 莫应雪链体不够强 但是他仿佛能够提前预知碎石落点 无惊无险躲过 好似一只穿花蝴蝶 他身后 玄文剑院众人时不时击射剑气 帮忙攻杀龙战 一线天的地势实在太狭小 根本无法两人并行 龙战的身体宛如金铁胶柱 对于其余人的剑气看都不看 直接用身体硬炕 甚至很多剑气直接被他身后的牙子虚影拍散 僵持实在太久 天际又出现异响 莫应雪心中急躁莫鸣 你搞什么 为何在这里与我死磕 没什么 看你不爽想打你 所以就死磕了 你别多话 打得好好的继续来 正好让我再领教一下你的斗战玄体 斗战玄体 肉身比常人要强 但强不过龙战这样的练体高手 不过斗战玄体真正的厉害的是战斗之绝 这就是莫应雪 能够在滚滚碎石中闲停信步的原因 被你看出来了也没什么 我的体质特殊早就写在麒麟榜上 莫应雪眼眸皱寒 双剑丸飞速旋转 陆河剑阵 他大喊一声 玄文剑院众人迅速变化站位 众人组成玄妙大阵 其声大喊道 万剑画一 画音落地 这些人勾举配剑 一缕缕剑气汇聚到半空中 很快 一颗巨大的半透明剑气球 里面压缩着玄文剑院众人的剑气 双剑丸嗡鸣 一缕气机牵引剑气球 我再说一遍 你我无冤无仇 没有必要死客 真的以为我没有手段斩杀你 龙战微微皱眉 从剑气球上感受到了威胁 但这还不是主要的 双剑丸继续螺旋转 一道道剑气在上面螺旋挂住 而且 剑气球缓缓飘向双剑丸 两者结合的话 威力远远胜过先前十多倍 接不接得下来 这是个问题 有挑战 龙战露出笑容 眉头莫尾道 刚才那位朋友教了我一句话 他咧嘴大笑 两只拳头向后横摆 轰 轰 两只手臂砸入牙壁 留下手臂形状的两道痕迹 他笑道 此树是我栽 此路是我开 要想从此过 留下买路财 老子就是打个劫 管你那么多屁事 文言 莫应雪霜谋冷落冰霜 好 这是你自找的 双削剑丸与剑气球相接触 玄文剑院众人的剑气 灵气汇聚成河 涌动过去 就在这时 一道灿然刀光穿梭而来 闪电般遮过众人身边 留下刀痕 胸口 手臂 肩膀 大腿 最关键的是玉牌 请客间 玄文剑院的食人玉牌粉碎 化作流光被传送出去 双削剑丸与剑气球接触 正在转化众人搏杂的剑气 突然少了十个人的剑气 再加上多人受伤 陆河剑阵顿时被破 剑气球轰然炸开 双削剑丸受到剧烈冲击 魂兵重创 心神受到牵连 莫应血扑出一口鲜血 龙战毫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偷袭 身与牙子相合 化作血色闪电 冲到莫应血身前 一拳轰出 莫应血吐血到飞 守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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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玄文剑院众人出声 三两个受伤不重的接住莫应血 莫应血站定 迅速服下丹药 但凡能动的玄文剑院之人 统统围拢在他身前 形成圆环阵势 挨者何人 莫应血撇头 看向刀光散去处 那里 手持短刀的女子垂手站立 她头发盘成飞仙计 身着素衣 乍眼看去 似有仙气浩妙 一线天前 龙战脸上浮现笑容 抬手抱拳道 多谢姑娘相助 你的刀法犹如星夜起舞 又似修罗夜行 想必就是变国近半年来 最负盛名的妖孽刀者星星哥 是我 星星哥浅笑汉手 不过 我不是来帮你的 只是夺取积分 如此而已 言罢 他用带鞘短刀指向莫应血 以及玄文剑院等人 有没有兴趣把他们分了 龙战微笑道 行啊 你把他们驱赶过来 怎么了 你过来河里不就行了 星星哥说 紧接着 龙战和星星哥哥空聊天 当着玄文剑院众人的面 毫不避讳 他一句 他一句 讨价还价般商量 分配众人积分的问题 就像是把他们当成菜市场的菜 讨价还价的叫卖着 玄文剑院众人脸色又黑又轻 某位学子出声喊道 我们玄文剑院 毅力魁首之位 近乎一甲子 不可能任由你等欺辱 说话归说话 剑院众人的阵型 不乱半分 他们分得清楚 孰轻孰重 当前最强者 就是首席莫应血 莫应血身上有伤 必须恢复 与此同时 玄文剑院之人 向本院另外两名妙无尽天才求援 等待援军赶来 星星哥笑了笑 短刀出鞘半寸 清零刀芒闪烁不定 仿佛她的刀中蕴含星辰 不等了 直接动手 谁手快就是谁的 这样岂不是更美 好啊 那就请 龙站摊开右手 示意星星哥可以开始表演 星星哥皱眉 不动 这时 莫应血看出端倪了 新来的女子最终目的 不是收割玄文剑院众人 而是通过一线天 她不是去追灵明 而是要去找寻奇异景象的源头 脑海过电 莫应血瞪大双眼 凝视龙站 你 全帮她做事 龙站庄傻道 姑娘说话眉头莫尾 我听不懂 莫应血差一无比 你 你是收了灵明的好处 所以帮她做事 不对 你知道她去干什么 知道她找到了机缘 但却愿意帮她 差不多 龙站下巴扬起 星星哥收刀回翘 悄然调整身体姿势 正面对着龙站 她叙事待发 随时准备拔刀斩人 强行突破一线天地式 天地意向出现了一段时间 附近所有的人都会赶过来 到时候可就很麻烦 这时 莫应血主动传音 联手 星星哥微微皱眉 思索半秒 唇齿微动 不必 她从来没有和人联手的习惯 更何况刚刚砍了对方的人 对方主动说联手 不是陷阱也不可能放心 人心太诡诀 难以策夺 星星哥也不喜欢揣测他人心思 还是手中的刀更直白点 龙站微微一笑 别白费功夫了 刀者星哥从不与人联手 顿了顿 他昂首拍击胸脯 反正今天谁也别想从这条路过去 你脑子有坑啊 林明许诺你什么 莫应血伤势恢复 声音内韵的中气足了许多 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不论他出什么价 我莫家给你三倍 钱 天才地宝 莫家的傻子小姐 你觉得我会缺少这俩玩意 龙站笑容逐渐淡漠 脸上显露肃杀之色 我龙家在天元周富甲一方 在钱财这方面 也就忠家稳战第一 能在我龙家之上 其余诸家皆不足为道 你是在瞧不起我 想让我龙家与莫家宣战吗 几句话犹如炮弹轰击 一枚接着一枚 然而这还不是最终绝杀 实话告诉你 林兄弟给我的是突破极限的机缘 你给的了 不等莫应血回答 龙站继续口出如炮轰 别说你是给不了 就是你身后的莫天眼也不可能给的了 你莫应血算个屁 不过是莫天眼为过门的妾事而已 也敢在我面前多话 莫应血眼底闪过一抹冰寒 我一生修行靠的都是自己的本事 别扯其他有的没的 龙站冷哼倾笑 摇摇头 你拿什么和我打 就你这样的 三拳撂倒 还起领榜第九 狗屁玩意 在真正的天骄眼中 这份榜单水分太大 根本不屑于上榜 说着 龙站看向星星哥 星哥姑娘 我说的没错吧 星星哥不笑不语 微微汗手 莫应血眉头上抱起青筋 张开嘴 猴头干涩 难以语色 这时 玄文剑院众人相互看看彼此 第一次听闻剑院首席的秘密 如此劲爆 一时间有点难以回神 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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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芬儿妈撒树叶的声响传来 一股凝聚剑气剑意的风席卷而来 剑院援军赶到 两名料无尽带着一众学子赶来 莫应血脸上展露笑容 那两人呢 这种情况下 还要耍弄个性 不怕耽搁剑院大事吗 新到来的一众学子中冒出苦涩的声音 死了 怎么死的 莫应血转头瞪眼 张口询问 不等回答 他看清楚援军的状态 人人身上带伤 根本算不得战力 就像一群被人撵着跑的丧家之犬 你们怎么变成这样的 莫应血不敢置信 苦等 慢等 等来的援军居然是一堆残兵败将 而且看他们伤口 还在渗透鲜红的血液 摆明了身后还吊着敌人 首席 我们被人追杀 他们都是刀院之人 说话的两位妙无尽其中之一 还有两人呢 莫应血带眉微皱 眼底森寒不已 他们 死了 赶来的玄文剑院学子 纷纷低下头 莫应血嘴角微微抽搐 是谁干的 我们 三位穿着不同颜色衣服的男子 他们面貌几乎一致 步调也几乎一致 领着玄文刀院的十多人而来 一人红衣四血 一人蓝衣四水 一人黄衣四土 星星鸽带眉清皱 刀红 刀蓝 刀黄 你们怎么来了 说好井水不犯河水的 不要误会 我们只不过是来收割宁国青年才俊的 刀红多迈出一步 微微一笑 抬起狭长刀锋 斜指半空 我不喜欢和人联手 星星鸽声音渐冷 那可由不得你 玄文刀院执行国主之令 绝不会有丝毫迟疑 刀红脸上没有笑容 文言 星星鸽眉头伸锁 斟酌片刻 说道 我帮你们拦住他 他伸出青葱玉指 对准龙战 龙战若无其事 白白手 来呗 之前我追踪的应该就是你 没成像你的气息难以捕捉 居然追丢了 现在正好补上这一甲 星星鸽汉手倾笑 脉步走向龙战 看到这里 刀红不再多说什么 他递出眼神 刀怨其余人议会 围拢玄文剑院之人 莫应雪抬眸 闪耀寒光点点 真当我玄文剑院无人吗 刀红 刀蓝 刀黄持刀在手 向前多走了几步 莫应雪和玄文剑院的另外两位妙物镜 释放契机 遥遥相对 这时 把刀声悍然响彻 吭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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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道刀光鞋同一致 披斩出去 一道斥烈无比 却不是正常的火色 像是燃烧着的红莲血刃 一道幽蓝深邃 仿佛地狱幽冥中泄露的望穿之水 一道土黄如石 滚动而来 夹杂着山崩地裂的威势 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到同一个点 莫应雪 莫应雪玉使用双削剑丸 身边两位妙物镜配合他 与刀红等人激战起来 领头者当先 玄文剑院与玄文刀院的学子们 也相互乱战成团 前者人数虽多 但大多伤势不轻 或者一路上并未出手 也就赶路消耗了些许精力 两相比较之下 巨大的差距出现 交锋不过片刻 玄文剑院某学子惨叫一声 人头滚滚落地 见到这一幕 莫应雪心中大怒 八一Z扣 他身躯微微抖动 灵气铺天带地席卷周围 双削剑完鸣叫如黄鸣 一道道双寒之气 击射十方 逼退刀红 刀篮 刀篮 刀篮措身上 手中刀影幻化无数 刀红鸣笑一声 化作流光 扑向玄文剑院众人 不好 莫应雪要去拦截 却被刀篮和刀篮 联手刀士阻拦 玄文剑院另外两位妙无尽高手 也在这片刀士中 暂时无法脱身 刀红入场 本就显路颓势的玄文剑院 更是兵败如山倒 他第一刀带走三人性命 第二刀又是三人 身形犹如鬼魅 极为适合群战收割 而且玄文刀院 人人受过特殊训练 专门配合刀红 随着时间推移 玄文剑院的几十人 必然伤亡殆尽 另外一边 龙战和新兴歌对决 两人互有攻防 却全无厮杀之意 此时此刻 一人代表金国 一人代表变国 两国国主都有过交代 主要针对宁国之人 合力杀尽最后 龙战不在乎这些 他只想和高手对战 打个酣畅淋 然而 新兴歌身为变国之人 国主的话对他而言 有一定的威慑力 所以 他身如疾风 偶尔出手一刀 粘道就走 半点也不连战 不痛快 不痛快 推不痛快了 龙战身上裹挟牙子虚影 一道道气劲 如同龙蛇起舞 轰 轰 轰 气劲轰击十方 地面和崖壁 留下一个个深刻的坑洞 激荡起滚滚沙尘道卷飞扬 枪的人难以呼吸 新兴歌以身随刀 游走来去 却始终无法引出龙战 仿佛一线天地势 就是龙战的巢穴 绝不踏出半步 想要憨战 你倒是出来 龙战罢手 站在一线天中 凝视新兴歌 这时 玄文剑院之人 几乎被屠戮一空 墨应雪和玄文剑院 仅存的两名妙无尽 杀出重围 一路及时飞奔 刀红 刀蓝 刀黄也不去追 他们转过头 走向一线天 我们的事情办完了 你这边还描好 新兴歌毫不在意 转说道 逃走的三人 才是最关键的三人 你不去追杀 还好意思在这多言 刀蓝滩开手 你以为刀院其他人在哪里 天罗地网不下 他们走不掉的 刀红摇摇头 指向龙战 现在 他归我们了 言罢 不等新兴歌回答 刀蓝刀红刀黄 斩出三道刀芒 分别斩出 龙战一脚遁地 抬肘 挥臂 提膝 瞬间出三招击碎刀芒 不过如此 这时 新兴歌转头 立声道 好胆 我的敌手 你们也敢插手 他手中短刀半出 眼看就要拔刀斩人 刀红嘴角泛冷 轻微如动 传音说了几句 新兴歌瞳孔骤然收缩 旋即收刀入鞘 摆摆手 让洛春记住自己的诺言 言罢 新兴歌转身离去 好了 没有人碍事 你还不让开 刀红冷笑 此路是我开 留下买路财 龙战淡然调侃一声 刀红 刀蓝 刀黄三人同声道 找死 三道璀璨刀光再次斩出 龙战冷笑道 同样的招再来一次 也不会有任何效果 砰砰砰 轻易击碎刀芒 龙战退后几步 立于一线天地室内 这时 一道模糊的影子出现在他的上方 刀院 尸魂 来领教 言罗 刀也落 一道几乎不可见的细碎刀芒 当头斩向龙战 龙战双臂抬鱼面 小臂皮肤渗透金色光辉 仿佛一层乌金铁铁衣 刀斩小臂 发出金铁骄鸣的铿锵声 沉寂一瞬 一把匕首捅进龙战腹部 模糊的身影缓缓浮现 他砰砰连续两脚 踢飞龙战 龙战连续退后竖步 抬眼望去 尸魂真容斩路 不高不矮 不胖不瘦 不帅不丑 好似没有任何特点 丢入人群中就能消失 但 刀红 刀蓝 刀皇主动向他汗手致意 眼底充满尊敬 刀院首席 杀刀尸魂 原来长成这副模样 龙战捂着伤口 发动特殊的炼体法门 这时 他脸上闪过幽光 浑身气筋凝致 碰 摔倒在地 龙战狠狠摸了一把嘴角 虎口上沾染的血液泛着幽兰 不要乱动 这毒越是运转灵气 越是鼓荡气血 就越是痛苦 尸魂走到龙战跟前 狭长刀锋抵住龙战咽喉 轻笑道 还做不做英雄 龙战咬着牙 身体剧烈疼痛 难以说话 尸魂眼神淡漠 手中刀愈发森寒 下一秒 剑鸣声响彻一线天 金弦剑掠空而过 一剑断去尸魂手中的长刀 凌鸣在影子神文笼罩下 快速接近尸魂 抬脚踹出 碰 碰 尸魂 刀蓝惊退 凌鸣的身形骤然浮现 闪电探手 分别掐住刀红和刀黄的脖梗 不做英雄 难道做狗熊 言罢 凌鸣手掌发力 咔嚓脆响 刀红 刀黄锦骨粉碎 彻底死亡 两人死亡 玉牌自动粉碎 积分累加到凌鸣的淡蓝玉牌中 四六 凌鸣差一挑眉 轻笑道 收获还不错 尸魂瞪大眼眸 平凡的面容上显露争鸣 好胆 我刀愿与你不共戴天 话语急促而有力 然而远远不及行动 他急 有人比他更急十倍百倍 刀蓝化身蓝色鬼魅 悍然拔刀冲向凌鸣 水灵气附着刀身 犹如水中拖动的月影 这时 凌鸣掌心浮现剑字神文 周围土石碎沙画作飞剑 惊起无数白线 噗哧 噗哧 刀蓝身上穿透诸多细小血洞 依旧不管不顾不防守 挥一刀向前 他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报仇 刀红和刀黄是其亲兄弟 而且 三人乃是三胞胎 心意相连相通 感情远远胜过寻常手足兄弟 眼下 愤怒冲破理智的枷锁 不守 只攻 狭长刀锋凌厉凶绝 一刀挥出 带出半月牙式的刀器 辉煌 浩大 沙土碎时凝聚的细小飞剑 悄然湮灭 这时 凌鸣双目开合 眼底掠起灿然金光 金弦 轻呼一声 金弦剑悬空倒转 划过玄妙的弧度 穿透刀篮猴头 此剑犹如羚羊挂脚 无迹可循 众人都没看清楚剑从何来 刀篮猴头涌动鲜血 脸皮微微抽动 缓缓瘫倒在地 死不瞑目 盯着凌鸣 诗魂心中亥然 神色充满忌惮 一步一步向后退去 没有看懂凌鸣的剑招 更没看懂此剑之中蕴含的剑影 未免太强 这个差距不在于速度 不在于力道 也不在于灵气 诗魂有点看不懂 却小有猜测 凌鸣或许领悟了意境 这时 龙战连续咳血 边咳边笑 用痛苦而沙哑的声音 说着爽唱的话语 好 我龙战没看错人 本以为先前只有我突破了 触摸到意境的门槛 没想到凌兄的意境 已经登堂入室 登堂入室称不上 只是凝聚了雏形 凌鸣笑了笑 闻言 诗魂再也不敢犹豫 身形逐渐模糊 飞快退向玄文刀院 一边退 他一边大喊 撤退 刀院众人早就期待这个命令了 诗魂虽然是刀院真正的首席 但比刀红刀蓝刀黄指强一线 更别说顺杀他们三人 面对如此强敌 硬上等于送命 玄文刀院众人一窝蜂退去 谁都可以走 偏救你不可以 凌鸣收剑入鞘 然后 金贤剑缓缓码撒剑鞘 一寸一寸拔出 坑瓮 拔剑术 净花水月 玉枝形 飞红金折 飞速展向远处一棵大树 空气中飘洒一捧鲜血 你怎么能看清我的位置 诗魂惊讶出声 紧接着 他捂着腹部消失在阳光下 淋淋摇摇头 解药不交出来 你走不了 言语落地 金贤剑嗡鸣 刷 地面上飞溅血液 一道半虚半实的人影跌倒在地 不可能 我的藏身匿迹法乃是天阶五计 你怎么可能看透 诗魂此刻恰合其名 诗魂落魄 一只腿的脚筋断掉 他透明的身形也凝聚为实体 脉部 落部 几次起落 凌鸣站在尸魂身前 解药 尸魂仰望凌鸣的侧脸 只觉得阳光分外刺目 什么都看不清楚 想要他没有事 你就求我 跪下来求我 我倒要看看 为了一个新认识的朋友 你到底肯做到什么程度 凌鸣撇嘴一笑 我不喜欢别人威胁我 言罢 金贤剑贴地飞出 迅速切割悬纹刀院众人的脚后跟 众人脚惊奇刷刷断掉 凌鸣补上一句不要怪我 这是你们刀院首席不实抬举的结果 言语出口 凌空窜来的小家伙吐槽道 明哥 我总觉得你刚刚说的话像是大坏蛋才说的 凌鸣 Sigma 反派加成拉满 人啊 终究会变成自己无语的模样 这时 小家伙站到凌鸣尖头 两柄小波浪垂浮现出来 荡 荡 尸魂脑门受到撞击 鼓起两个小包 你 话还没有说完 小猴子 欲牵赶到 两者远远看到凌鸣的轻描淡写 心中终于明白了一件事 并不是所有人类都那么恐怖 真正恐怖的是凌鸣 不过 小猴子和于千千心中没有什么芥蒂 反正在山洞中 凌鸣与那白光凝聚的神人对谈 他们都在场 事情搞定之后 两者当场折服 没办法 凌鸣不是以德服人的主 知道了那么大的秘密 当场不折服 他就直接让你折减 身体当中劈开 折成两肩 当事实 小猴子那头便败 口称凌鸣为主子 于千千欣然烟笑 失万福礼 祈求不知在何处度假的各路神佛保佑 早日把鱼尾巴化成人之双腿 唯有如此 他才能勾动凌鸣的烦心 不过 眼前还有一个天大的困扰 凌鸣如此优秀 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孩子之腿 长短粗细白黑 太多讲究 必须要找参照物 这时 玄文刀院众人嘶吼哭喊 就差说句你不要过来 他们都是变国人节 来之前假设过很多很多 所有的布置都在针对玄文剑院 实际上 玄文剑院已经近乎全面 仅存的三人多半也无法倾免 然而 玄文书院这个计划外的因素影响了大局 不 不可能的 你才断体精圆满 强也不能强到这个地步 尸魂摇头 心头生出不好的预感 暗中做出小动作 凌鸣悍然一脚 踢中尸魂腹部 紧接着 右手时钟两指并呈剑行 潇洒一点 雷霆剑气灌入尸魂身体 尸魂身体麻痹 小动作戛然而止 凌鸣伸手一招 一枚青色玉牌飞入掌心 手指轻轻摇动 他笑道 我说了 不交出解药 你不可以走 想要击碎玉牌逃离 也绝无可能 玄文剑院大广场 布阿和尚面色铁青 一连串的风云变化 让他看不清楚 想不明白 之前还占据优势的玄文剑院 只不过在一瞬间 就突然间失去了一切 五名妙无镜 五十名断体镜 请客之间只剩三人 嘴角微微抽搐 心头狂猛低血 布阿和尚双目森寒 来回扫过洛春和南宫问天 玄文刀院 玄文枪院 这两边有备而来 而且刻意针对剑院 尤其是刀院 积分累加不要太猛 每一个名字飙红的名字 代表一条鲜红的生命逝去 布阿和尚脸色铁青 一字一顿道 好啊 刀院真是好手段 藏得真是深 先以秘密手段 破坏我们对于秘境的监察 然后再大肆杀戮 我剑院学子 就不怕我让你有来无回吗 洛春面带微笑 但在他满脸的刀疤衬托下 看起来像是地狱恶鬼的凝笑 秘境探索 各凭本事 谁说死的 就一定都是我刀院之人杀的 万一他们被凶兽杀法的时候 我刀院的学子 击碎了他们的玉牌 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吗 话语刚刚落下 刀院积分最多的三人忽然死亡 刀红 刀蓝 刀黄 洛春的后话顿时卡在喉咙里 布阿和尚双眸微寒 快速扫过积分榜单 这一看 高举榜首之人竟然是林明 一人身上的积分 已经快比一个院的总分还要多 林明 他是林家二公子 还是书院首席 这么妖念 难怪最近宁静有消息说是林家 已经内定他为世子 风水轮流转 玄文书院是若这么多年 从来都是垫底 这次终究有点不同了 天骄弟子 辉煌耀眼 确实能改变一个势力的命运 周围人七嘴八舌 布阿和尚的脸 愈发不好看了 他与国主宁古宇定下计谋 针对玄文书院 要将书院彻底打散 然后整合到建院之中 这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环就是 书院必须衰落 至少在众人心目中必须衰落 然而 武院大比 建院几乎全军覆没 而书院因为林明的存在 而独占凹头 两相比较之下 宁国上上下下的百姓 可不是傻子 孰强孰弱 一言可辩 届时 高高在上的国主宁古宇可不会承认自己的谋划 他狠辣而无情 顺手推舟 帮助书院吞并建院 以此取姓李京涛和孟元浩 类似的事情不是没有可能 诸方视线汇聚在李京涛脸上 他笑呵呵予以回应 此时此刻 在众人看来是那么的高深莫测 白晨海轻抚额头 微微翻起白眼 相处久了 他很清楚 秘境探寻中 学文书院根本没有特殊规划 因为李京涛这院长根本就不规划 现在还摆出一副老夫早就算尽一切的模样 也不觉得海骚 白晨海 下化线深渊凝视着你 时间轮盘向后拨转 秘境内 林明平举金弦剑 漆黑的剑身闪耀紫色的雷光 现在我给你两个选择 要么就要出解药 去死 要么我杀了你 再涂光你刀院所有的人 不信你敢 诗魂冷笑一声 有种你就杀了我 然后再把整个刀院的人屠杀一光 到时候我们变国的人必定悬赏你 你的身份 难道比另外三个有什么特别吗 杀你并不是一件难事 林明摇头微笑 手腕轻轻抖动 见风一晃而过 刷 尸魂的喉咙裂开一道血线 新鲜的血液涓涓流淌 犹如刚刚被开凿出来的清泉 守邪 玄文刀院的学子们纷纷失声大叫 林明斜眼瞥过去 众人顿时静若寒蝉 他轻飘飘地问道 刚才有谁杀了我宁国之人 玄文刀院众人窘着脸 嘴里仿佛含着嚼碎的莲子 苦得一劈 没有一人胆敢回话 这时 小家伙听起胸脯 举起爪爪 模仿林明的语气道 有谁杀了人 小猴子哼哼两声 附和着叫嚣道 都站出来 挨个排排站好 于谦谦张开嘴 声音到了喉咙 最终又咽回去 玄文刀院众人 此刻 龙站捂着腹部 张开嘴巴 吐出沙哑的声音 林兄 拜托先帮忙找找解药 林明贴头轻笑 好说 小家伙你去搜搜身 顺便教一教你的后背 小家伙雀跃一跳 在半空中回转身体 朝着小猴子和于谦谦勾勾爪子 来 学着点 今天开始 你俩就是我陆雪叶的小弟了 小猴子撇撇嘴 不多说 跟上去 于谦谦眼角抽搐 心中碎碎念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风水轮流转 带到本宫成为后宫之主 由你苦头吃 很快 小家伙麻流出手 把尸魂 刀红 刀蓝 刀黄的那剑与身上值钱的物件 全部扒拉下来 全程只有四个字形容 风卷残云 玄文刀院众人眼巴巴瞧着这一幕 刚才还在叱咤风云的首席和刀信三兄弟 现在沦为尸体 被人扒个干净 这种前后反差实在强烈 终于 人群中 一位刀院学子承受不了心理压力 他全躯身体跪倒在地 重重一下磕头砸在地面 林爷 求您留我们一条活命吧 一人带头 多人相随 玄文刀院的脊梁 断了 没有兴器后 有的人站起来 指认自己身边的人 他 是他 杀了宁国之人 我都还没来得及出手 去你们的 你就没有动手吗 被指认之人心头恼火 嘴上立刻倒打一耙 就差拔刀出手 很快 玄文刀院众人吵吵闹闹闹 不可开交 生死之间 暴露出太多太多的劣根性 林明冷眼旁观 扶着龙战起身 并且扶下小家伙搜来的解药 你准备怎么处理 龙战边壳边问 多言朔琼 不如手中 林明伸出食指 摸过脖梗 龙战皱眉 不太明白林明的意思 这时 林明转过身 契机勾动惊弦剑出鞘 略起一道飞影 穿梭在玄文刀院众人之间 但凡出言攻缠他人之人 皆死 寥寥几名沉默不言者 玉牌粉碎 身形慢慢虚化 龙战愕然 为何 难道你从最开始 就没有真正想要找出那些人 林明答 立场不同 相互杀法我能理解 但背叛同伴 该死 林明积分连续跳动 稳定后 数字定格在65 瞥了一眼林明腰间的淡蓝玉牌 龙战苦笑道 说好我帮你的 结果好像没有怎么帮上忙 反而成了累赘 林明摆摆手 龙兄客气了 没有你我对战 我也无法真正窥见意境雏形 真的还只是雏形吗 龙战有点不相信 在他看来 林明深藏不露 凡是喜欢藏桌几分 而偏偏他没有藏着的几分 就已经是他人难以企及的 所以 龙战必须问清楚 林明认真看着龙战双目 盯得后者心中发虚 这才说道 放心 我真的 只亏见意境雏形 顿了顿 林明退后一步 笑道 如今我尚未知道我的意境之名 这就是最好的名证 确实 我曾经听家中长辈说过 意境之名不显 不算是真正的意境 每个武道强者的意境 都是独一无二的 意境和剑意 权意 刀意之类的玩意 有着天壤之别 是一个武者最独特的标识 龙战眼神泛起追忆 忽然想到一个严重的问题 林兄 你已经这么强 那我岂不是有点多余 你该不会立刻就要收割我的积分吧 听起来蛮有道理的 那就让明哥赶快收了你的积分 我可不想明哥再多出几个跟班 小家伙冒泡举爪 从灵明驳梗后探出脑袋 贼兮兮凝视龙战 龙战嘴角微微抽搐 可我就这样被淘汰实在心有不甘 还想着吸收今日消化 之后再与林兄多交手几次 小家伙上下牙齿咬合 别嘴瞅着龙战 步行两个字还没蹦打出口 灵明的手掌按在他的脑门上 轻轻搓揉 小家伙舒服的眯起眼 灵明说 啊我们早先说好的 龙战兄想留就留下 眼下其实还没有到定局之时 但愿 枪院还完好 剑院最强的三个跑了 刀院还有二三十人在秘境中 难说其中是否隐藏高手 言外之意 龙战可以留下 龙战眉开眼笑 双手拱起 微微躬身道 多谢龙兄 玄文剑院大广场 天空中的水墨画卷名字 一个接着一个减少 然而 这并不是重点 重点是高居榜首的那个人 一人压一愿 不愧是龙家的麒麟 往日中有人怀疑他不会回归宁京 说是天才陨落在外 没有脸面归来 现在事实圣女言语 在玄文书院中 沉寂三年之久 一朝归来便有天下无双的气魄 这才是我宁国好男儿 龙家主真是有福 这位灵明公子可是他的亲子 如此人洁在世 灵家兴旺更甚了 玄文剑院位于宁国国都 广场周围的华盖下 各式权贵大多是宁国之人 对于宁国儿郎 当然毫不吝惜的赞誉之词 李京涛得意坏了 站起身来举手抱拳 唉 这个其实当初我看上黎明后 想要把他挖到咱玄文书院的穷乡屁壤 也是有一番波折的 费了好大功夫 好说歹说 才说服他 说着 李京涛挑眉轻笑 当初好像有个谁还说了句什么来着 容我想想 容我想想 说是不进入玄文剑院是灵明一生中最大的损失 环口土阴阳怪气之言 说人灵家的长辈教不好自己的后人 波阿和尚面色清黑如玄铁 这句话 就是三年前的他说的 而且 知道的人并不少 可以说 整个玄文剑院大广场上周围每一顶滑盖之下 但凡宁静本地人都略有耳闻 见到这一幕 众人哪里还不知道李京涛的意思 赤裸裸的趁机报复 且有理有据 天时地利人和皆是环绕在他的身边 波阿和尚太阳穴往上寸许 几条青黑色的晶晶凝结成佗 跳 跳 跳 再跳 怒到极致却不得不压在心底 波阿和尚难受无比 周围人的闲言闲语 在他的耳朵中本来就分外刺痛 李京涛的火上浇油更是戳中痛处 仿佛有人往他的心口上戳了一刀 然后拔出来 浇上滚热的辣椒油 再戳 再拔 再浇 如此循环往复 波阿和尚 哦 该死的马后炮 这种事情谁不会说 他嘴角连连抽搐 这还是秉持着院长的风度 打死也不还嘴一句 李京涛憋着坏 一句接着一句 刺激波阿和尚 最终 他话锋猛然一转 力声喝问道 你波阿似乎一点都不知道自己的错 真是无可救药 灵气鼓动声音 形成传音大喇叭的效果 席卷周围每一个人的耳朵 这老家伙吃什么枪药了 波阿和尚皱起眉头 差不多就行了 别在我监院的地盘得寸进尺 你的监院 李京涛声如惊雷 吹起常然 身为院长 总共派入秘境中55名学子 现在已经死了52名 但你似乎毫无触动 你配当这个院长吗 我会查 波阿和尚一炮震动 犹如风香鼓动 呼呼作响 查个屁 那积分怎么走 走到哪儿 一目了然 你悬文渐远的人 竟数死在刀院的人手上 连一个火口都没有 可你做了什么 没有 什么都没有 李京涛侧转身体 看向其他人 试问各位 见到这样的悬文渐院院长 难道你们不觉得寒心吗 一个不会为自己学生激荡情绪的老师 算个屁的老师 杀人珠希 波阿和尚不得不反驳 然而 广场上出现几道朦胧身影 身上穿着悬文刀院的衣袍 这几人都是被灵明击碎玉牌放出来的 洛春衣闪而过 出现在他们身旁 瞧瞧 辩国刀院也懂得为师之道 李京涛指向洛春 手指轻轻划过 落到不阿和尚身上 而你 不懂 不阿和尚咬紧后槽牙 浑身鼓动剑气 然而 李京涛根本不搭理他 周围人的视线也转移开来 悬文刀院幸存的几名学子 把秘境中的剑文娓娓道来 其中着重说了几件事 一 秘境突发异象 原因无法猜测 二 龙战独守一线天 阻挡剑院众人 三 刀院谋划大祸成功 几乎全灭悬文剑院之人 四 刀院首席失魂现身 一刀破龙战惊身 然而凌鸣出现局势逆转 在十个呼吸内 以断体进修为跨越境界 斩杀刀院首席在内的刀院四大高手 震慑刀院众人 几位刀院学子书说时 声音中夹杂着些微战力 充满对凌鸣的敬畏 仿佛从凌鸣手中活下来 就是天下最难之事 煞时间 大广场上可闻真落 众人不敢相信 在年轻小辈的战斗中 一人之威可以恐怖如斯 周围的强者神色各异 心思兜兜转转 不知在思考什么 布阿和尚脸色难看至极 瞳孔放大又缩小 缩小又放大 来回数次 他怕什么就来什么 最糟糕的设想已经成为现实 还有没有翻盘的机会 布阿和尚心中盘算 以国主宁姑宇的性格 大广场上绝对有他的人 剑院与书院在五院大笔中的强弱逆转 这是当着众人之面展露的 只此一项 就属于办事不利 布阿和尚额头冒出少许冷汗 凝固于向来对办事不利的人没有好感 他身为国主 可以容忍他人表面功夫做不到位 但却不能容忍无能之辈 布阿和尚眉头皱起 隐藏在袖子中的右手掌心 多了一枚传讯御检 激活御检 一道玉存在御检中的消息传递出去 剑院即将遭逢大难 这枚御检可以召唤剑院的底蕴 布阿和尚的三位老师 道剑 佛剑 如剑 遥远的天元周 一位身穿道袍的白发老者仰头望天 后人自有后人祸福 老到我在寻到图上 不回去了 清明州海外 常年云烟缭绕的岛屿上 男子持剑为笔 以草木山川未宣指 时而书写文字 时而勾勒画卷 八一中文网 剑院有难 本该有我 可那是两百年前的剑院 现在的剑院是你的剑院 与我何干 男子言语之后 再次出剑为笔 突然 眉头一皱 略感不顺 摇摇头 他说 罢了罢了 往日恩仇不记后人身上 男子收剑在胸前 凝聚义气 片刻后 凌乱挥剑 犹如文豪挥豪泼沫 一幅剑气画卷描绘两百年前的剑院景象 然后飘到高空 向着玄文剑院飞去 玄文剑院后山 洞窟 古兽如柴的光头童子 身披袈裟 膝前横剑 他缓缓睁开眼 又缓缓闭上 捉 红大古旧的声音在洞窟内回荡 布阿和尚手中欲减震动 心头的不安放下少许 老师还在 剑院就是稳妥的 天空中 蛮荒天地图仿造版浮现水墨色 缓缓变得真实 秘境景象 现 他们第一时间找的就是灵明所在 然而 灵明身上有镜子神文屏蔽天机 一时片刻无法定位 布阿和尚试了老半天 都没有反应 周围人白眼看他 他浑身不自在 干脆闭上双目 体内一缕缕气机 激荡开来 看似平平淡淡坐在椅子上 实际上灵气勾连呈现 不断通过蛮荒天地图仿造版寻找 一刻钟后 无果 周围人议论纷纷 这图找不到人 果然是仿造版 也太不上档次了 这次武渊大笔 就不该让玄文建院来办 办得真不咋地 平白让经国和变国的人看了笑话 唉 难怪这么多年以来 书院不愿意融入建院 李京涛前辈年岁很大 多半就看不上他们玄文建院 从来不认为建院是正宗 不阿和尚脸色愈发难看 与此同时 秘境之内 林明等人走出一线天 离开崖峰山 抵达山脚下 入目见到成片成片的血迹 林明皱起眉头 这些血迹不对劲 远处还有更浓厚的血腥味飘来 或许是玄文建院那三人逃跑石流下的 龙战指向气味最浓烈处 刀院大部分人手留下来 为的就是拦截他们三个 看起来不太像 这些血迹无规律建设 颇为凌乱 不像是刀兵砍杀 或许是遇到了秘境中的凶兽 林明偏头 看向于千千和小猴子 两者同时展露自己的乖巧 一个甜甜的笑 一个滋滋挠胸 林明摇摇头 收回视线 这时 一柄传讯飞剑快速穿梭而来 他悬停在林明面前飘出熟悉的声音 书院有难 跟着飞剑速来 林明耳朵微微动弹 小家伙举起爪子 这是无声姐姐的声音 不对劲 如果只是他自己 他不会说书院有难 林明眉头紧锁 一定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变故 给你们发信息的人 大概是什么修伟 龙战问道 妙物今后七到巅峰 有什么问题吗 没事 直到修伟我可以帮忙测算一下距离 传讯飞剑御史范围有限 听他的意思 还要保证来回 那么基本可以锁定在十里之内 对于断体境的武者而言 十里 哪怕是山路也并不算远 传讯飞剑再浮再沉 焕发出淡淡微光 似乎在催促灵明 就在这时 第二名传讯飞剑出现 自远空及时而来夹杂着灵力剑气 直接击毁第一柄传讯飞剑 快 捏碎玉牌脱离秘境 同样是赵无声的声音 一前一后两个内容截然不同 灵明心中更加疑惑 龙战漠不出声 看着灵明 小家伙 小猴子 于千千也不再多画画 灵明沉阴片刻 只向第一把传讯飞剑的来处 必然是有事 我们还是去看影为妙 顿了顿 灵明转头望向龙战 如果一会儿有一变突发 你第一个捏碎玉牌 然后保住自身性命出去传递消息 龙战摇头道 不行 灵明抬起手 打断道 不行也得行 你身上中了毒腹部受了伤 还没有完全好 这里唯一的伤兵就是你 我 龙战无言以对 迟疑两秒 点了点头 一行人飞速奔跑 快到抵达十里之外 入目所见颇为诡异 浓密的山野树林之中 一片十几丈方圆的荒芜之地 分外扎眼 其中植物枯萎干黄 地面焦黑 灵芯燃烧着幽蓝色火苗 传讯飞溅从这里来 但此地已经没有人的踪迹 灵明闭上双目 眉心浮现观自神闻 五十丈范围内 任何风吹草动及细节 都无法瞒过他的心眼 片刻后 灵明睁开双眼 眉头凝成一个穿字 没有任何气息残留 也没有发现蛛丝马迹 五生姐到底发现了什么 灵明弯曲右手食指 一指杰处抵住下河 其他人是不是跟他在一起 这时 小家伙好奇 挥动爪子 招来水流扑灭幽蓝火苗 沉寂一瞬 地面的焦黑痕迹中 窜起三只眼睛的虚幻鬼头 啊 小家伙吓了一跳 扒拉着灵明的肩膀 这时 他认出了鬼头 正式覆灭他家乡的罪魁祸首 三眼足 小家伙害怕极了 一溜烟窜到灵明驳梗后 边发抖边嘻喃 三眼的恶魔 荒芜之地冒出幽蓝火焰 一个个窜连的鬼火三眼窟窿冒出来 小家伙身体的抖动 传达到灵明身上 灵明能够感受到他的恐惧深入骨髓 小家伙对于三眼足的印象太过深刻 一时间被支配了心智 灵明单手捧起小家伙 另一只手食指冒出淡淡紫色光晕 指尖点中小家伙眉心 似水微样的光芒顺着毛发向后扩散 脑袋 脖梗梗 身体 四肢 肠尾 毛发如灵向后倾倒 细碎的剥光从根部略至末梢 看起来颇为神异 小家伙惊恐的神色舒缓下来 揉了揉他的小脑袋 没事的 定了定神 小家伙抱着自己血白的肠尾巴 说道 我看到了灭掉家乡的 灵明大手覆盖他的身体 传递暖意 我都知道的证 顿了顿 灵明又说 往好处想 这是一条连接你家乡的线索 小家伙眨把眼睛 眼底渐渐泛起意义光彩 回家 谁人没有自己的家 就算漂泊多年 就算没心没肺 但小家伙也会想起不可磨灭的过往 四下无人时 夜里入梦时 水面羊躺时太多太多的时候 心中有个疙瘩 表面的开心是真的 内心的迷茫也是真的 都是他 小家伙摇了摇尾巴 露出一丝苦笑 嗯 我有两个家的脸 一个我还没找到在哪 一个就是明哥身边 灵明点点头 抬起手 伸到肩膀处 小家伙卖动四爪 走回那个他最熟悉的位置 笑容也回到脸上 龙站全程旁观 忽然歪了歪头 仔细想想 有个这样的宠物还真不错 灵明瞥头 斜了一眼 小家伙不是宠物 是伙伴 小家伙举起爪爪 连连点头 是伙伴 是伙伴 龙站神色尴尬 抱歉 没有别的意思 是我口误 八一 小家伙挺起胸膛 轻哼一声 原谅你了 灵明倾笑不语 看向周围 小猴子眼底闪过羡慕之色 于谦谦双手揪紧 轻咬下嘴唇 两者都很在意 这时 四面八方忽然荡起幽蓝光芒 一道道鬼火升天而起 荒芜之地的面积迅速扩散开来 出去 龙站喊道 小家伙提醒道 不要直接使用灵气 三眼族的坏家伙们 以灵气为实 必须蕴含剑意 权益的灵气 他们才会短时间无法消化 灵明汉手 惊咸剑出鞘 穿梭起舞 宛如出龙鸟雀 用尽自己一切的力气去翱翔 此见所过之处 夹杂着灵明的意境雏形 驱散幽蓝鬼火和荒芜之地 三眼族的手段 似乎对领悟意境之人不太好使 灵明转头看向龙站 你试试 龙站汉手 挥出一记又直拳 触及意境门槛的烈羊泉意 灌注其中 哄 荒芜之地瞬间溃散 但效果比不上灵明的惊弦剑 有效 龙站斟酌片刻 沉腰下马 身上升腾隆重牙子的杀伐之意 这一次 拳还未出 鬼火便烟消云散 三眼族的手段 对心意相关之物似乎有着天然的惧怕 发现弱点就好办 灵明微微一笑 正要开口说话 忽然 他的心眼笼罩下 一道虚影诡异闪过 灵明见眉飞扬 心目乍现神光 哪里走 言语落地 见自神闻悍然升空 浩瀚紫光照耀四面八方 很快 紫光淹没虚影 啊 虚影惨叫一声 向前扑倒 地面上的枯黄草叶速速抖动 硬灵明的召唤 他们化身为剑 瞬间穿透虚影周身 嘘嘘嘘 这还能活得下来 但嘴角抽抽 灵明耸耸肩膀 当先走到虚影旁边 抬手一招 惊弦剑飞入灵明手中 顺手向下就是一盏 刷 剑锋掠过虚影搏梗 七青剑一灼烧虚影 发出咕噜呲啦的响声 好似烧开的自来水 在沸腾时接满电流 虚影瞬间从肉眼清晰可见 变得模糊不清 再来一剑 只怕就要交代了 饶命 饶命 少侠饶命 虚影大喊出声 两只半透明的手臂抱住脑袋 匍匐在地 灵明以剑锋抵住虚影后心 站起来 少侠 你这剑的位置摆放是不是有点 少废话 站起来不然就死 虚影向前连续拱了多次 虚影慢慢爬起来 站在原地 低垂头颅 一副弱了巴唧的面样 灵明捏了捏鼻梁 仔细打量对方 全身四黑四灰 看不清楚身体和腿部 但双手与常人相似 只不过单个手掌连接着三根指头 头发? 没有 黑曲曲的一坨 好似头上笼罩乌云 头抬起来 灵明声音稍冷 说出自己的名字 虚影缓缓抬头 露出一张三只眼睛 没有口鼻的面孔 小的没有姓名 只有编号 您可以叫我5201314 灵明傻眼愣在原地 一秒 两秒 三秒 他没有回神 众人都觉得很奇怪 尴尬的气氛在周围回荡开来 这时 小家伙挥动爪子 大喊道 三眼足的坏蛋 喊声响亮 透彻天际 两柄小波浪锤 由虚幻化作实体 同时砸中虚影脑袋 轰 轰 脑袋凹陷下去 虚影还没死 反而咧嘴陪笑道 这位小 爷 你有话好好说 别忙着动手啊 小家伙不管不顾 连环出锤 发泄心中欲结之气 一锤 两锤 三锤 无数的小锤头落下 灵明见到小锤头上面没有附着意 所以无法真正消灭虚影 也就由这小家伙发泄 虚影似乎也发现了这点 生命暂时无碍 自己被来回锤打的憋屈 过了一会儿 小家伙收起锤子 边左右摇晃脑袋 边揉动肩膀 灵明微笑道 你确定这就是三眼族 绝对不会认错 小家伙点头如捣算 他们就算是化成飞灰 我也认的 灵明汉手 手腕微动 金弦剑剑剑 挑起虚影搏梗 瞧见了没有 三眼族不可怕 他们也不过是一种正常的生命体而已 会疼 会怕 会求饶 小家伙愣神半秒 重重恩了一声 他们不可怕 灵明揉了揉小家伙脑袋 转过头 看向虚影 既然你没有名字 那就说明你的地位不太重要 想来也套不出什么情报 直接死掉 可好 虚影下意识点头 然后猛然摇头 不好 很不好 您说您问 我一定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实在不满意 我还可以帮您诱骗我的同族 你们三眼族都这么没有骨气 龙湛看不过眼 问了一嘴 虚影毫不在意 胡乱扭动自己的身躯 以行动表明什么叫没有骨头的身体 就是这样软和 龙湛无言以对 小家伙眨巴眨巴眼睛 认真打量虚影 过了几秒 他扒拉在灵明耳根 小声道 这家伙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三眼族 太软骨头 确实不对劲 灵明轻笑点头 不是我太软骨头 是也您太强了 灵无意境 见封锁过之处 机会没有我躲藏之处 这才不得不逃 哪里知道虚影没有口鼻 看起来很怪异 眼睛偶尔还会变出奇怪的符号 灵明微微挑眉 别在这里糊弄我 我也不想听这些虚头巴脑的 你就说说你们还有多少人 又是怎么抵达此地的 为什么要来 来了之后所见所闻所行 嗯 您说的有点快 我一时半刻没有记住 虚影十一 灵明挥剑而下 切中虚影手臂 虚影本就不太凝实的身体 立刻虚幻三分 吓得浑身成波浪式抖动 急忙说道 先回答您的第一个问题 我们这次来的人是按编号的 520开头的编号 一共来了三千人 也就是从520-0001到520-3001 凌鸣嘴角一抽 调侃道 那你们的称呼 可真是够环保的 还特别好认 就没有一点其他的吗 譬如地位比较特别的 他们也没有名字吗 虚影十一片刻 回答道 有道是有 千夫长以上才能有名字 一共有三人 另外两位千夫长的名讳我并不知道 只知道 我的顶头 直属上四名为李辉煌 还有一位千夫长 并非三眼足 除此之外一概不知 那也就是说三千零三人 你们的千夫长 大概是什么境界 境界 我们没有境界 什么时候吞吃生灵过万 什么时候拥有自主意识 拥有自主意识后 吞吃能够感应天地灵气的生命 超过一千只 就能成为千夫长 虚影摇了摇头 听闻此言 凌鸣 龙战 小家伙 小猴子 于千千眼底 皆是冒起寒光 非我族类 齐心必义 这种生命体 根本就和正常的生命不同 它们的存在就是灾祸 必杀之 凌鸣压住内心的杀意 保持弹幕的口吻 那你们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有人召唤 所以就来了 虚影说 召唤 如同我们这样的吗 凌鸣皱紧眉头 龙战补充道 以你身形勾勒出那人的模样 不行 办不到 它们人数太多 虚影回答 不止一个 凌鸣略微沉吟 那你看那帮人和我们之中谁最像 虚影抬起手 指向凌鸣 都长你这样 一句话卡在半截 虚影忽然节节怪笑 浑身缭绕黑雾 下一秒 十多只虚影出现 分不清他们谁是谁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冲杀 而是掩护着彼此退后 有强大的生命体来了 这次我们狩猎不亏 吃吃吃吃更多变更强 得到名字成为真正的生命 杀光吃光灭光涂光 但凡生灵皆有一死 那么不如成全了我们 别急别急 是他们吃不掉的 我们再多召唤几只小队 灵明挥动袍袖 释放出十二道玄器 有的四龙 有的四虎 有的四象 有的四熊 玄器凝结成兽影 给人一种凶悍莫名的感觉 然而 这只不过是迷你龙宫的功效 神级幻术 小猴子可以以仗这招片于千千 与另外三大阵首使多年 灵明使用起来更加唬人 一尊又一尊的兽影顶天立地 陆续到来的黑色虚影 不敢乱动 这个人类身上凝聚了意 最开始的虚影发出声音 灵明眼底微微亮起 右手握住惊弦剑 坑翁 拔剑出鞘 净花水月 最基础的剑是搭配素字神文和轻字神文 灵明展出的剑气速度快到极致 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四分为八 最终六十四道剑气汇聚于一点 哼 虚影彻底湮灭 编号5201314 死 这个人类居然能灭杀我三眼神族 他身上的生命精华无比浓郁 必须吃掉 你们怕是傻子哦 如此年轻他的亦能够灭杀我等 绝对不要轻易招惹 很快 三眼族分裂成了两拍半 一派主张扑杀灵明分而食之 一派主张退去 避开灵明 把这方小世界的生灵吞吃干净 半派摇摆不定 正在观望 就等灵明露出疲态 八一中文网 三眼族纵横诸天的最大奥秘就在于不死 若无法凝聚易境雏形 根本就无法彻底灭杀他们 对于很多种族而言 空有力量 不修心灵 所以 哪怕他们拥有超越三眼族很多倍的力量 却也无法抵抗三眼族无休止的扑杀 已经就是三眼族的死穴 此时此刻 主张扑杀灵明的三眼族忍耐不住 他们相互汇聚 凝结成一尊神魔般高大的躯体 死了 言语落地时 巨大的拳头仰起来 汇聚无边黑气 一拳杂落 茫茫黑气从天而落 眼看灵明伪造的十二尊猛兽虚影 将要露出破绽 这时 龙战双拳凝聚日月 背后生腾起一尊牙子虚影 轰隆隆隆 巨大的黑色拳头 变得虚幻三分 牙子虚影烟面 龙战口吐鲜血 扑倒在地 就是现在 凌凶快出手 龙战满嘴是血 声音含糊不清 灵明会议 没有浪费半秒时间 十二枚紫色神文冒出来 烈 送 魂 破 欲 雷 水 火 清 重 石 十二枚神文 贯注十二尊耸力威勒的猛兽虚影 下一刹那 铃铃右手掐剑指 金弦剑化作一道飞黄 穿透黑色巨拳 七情剑一转化的意境 在剑锋流转 对三眼族而言 就是剧毒 溃散 看似威猛无双的高大黑色虚影 瞬间散开 化作无数虚影 向着四面八方逃窜 这时 十二尊猛兽虚影或扑或撞 冲杀而去 上百名三眼族 一大半在看戏 见到这一幕 哪里还有犹豫 呼喊着向外逃跑 他们的身体 本就介于虚实之间 四鬼体 又四肉身 很奇怪 与普通生灵不同 所以速度快得过分 饶式灵明身法速度过人 又有十倍神速加持 加上亲自神文 减轻身体重量 他也只来得及斩杀二十多名三眼族 斩杀不是关键 关键是捕获 灵明抓到了三名新的三眼族 他们对于灵明也几乎是毕恭毕敬 在三眼族的眼力 强者就是至高无上 你能威胁他的性命 他就可以把你当成祖宗侍奉 但是 一旦你有了弱点 而他们能够利用你的弱点 那就不好意思了 别怪下口太狠太快 新一轮的拷问 再次刷新了灵明的三观 这三只三眼族 一个鸟样的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根本就没有一心半点的气节 龙战服用丹药后 在旁边盘膝打坐 全程看着灵明审问三只三眼族 脸上仿佛挂着蛋疼两字 灵明不苟言笑 把三只三眼族吓个半死 他们你一言我一语 交代出来诸多事情 一 来到这方小世界的缘由 在这方小世界中的上族 上族就是三眼族侍奉的种族 二 能够进入这方小世界的具体原因 大概是因为有众多人合力搭建阵法 这种空间类的阵法 恰好是三眼族的天赋所在 所以悄然修改了一下 就变成把他们召唤出来 通过外貌描述 灵明等人得知 搭建阵法的人是两伙人 分别是玄文刀院和玄文枪院 听到这里 灵明转头望向龙战 龙战兄 你应该不知情吧 龙战右手握拳 泪及胸口 声音铿锵有力 当然不知情 如果我知道他们要召唤这等鬼物 早就通知我们本家了 绝不可能放人玄文枪院胡来 灵明仔细打量龙战几眼 龙战心头发毛 生怕灵明突然祭出金弦剑 给他来上一剑 轻轻白手 灵明露出洁白牙齿 笑着拍了拍龙战尖头 放心吧 我相信玄文枪院的院长很有眼光 绝对不会轻易把计划透露给你这样的人 龙战松了一口气 突然转念一想 好像哪里不太对劲 他 脑子过电如飞 总觉得灵明话里有话 这句话好像是在嘲讽他笨 但又莫名带有脾性与人格上的认可 龙战嘴角抽动 面皮轻抖 心里又淡疼又爽 极为矛盾 这时 小家伙看着新抓来的三只三眼卒 拿起小波浪锤 一下一个敲扁三眼卒的头颅 不到三秒 三只三眼卒的头颅恢复如初 乍眼看去 好像没有造成任何伤害 为什么我就不能打死你们呢 小家伙歪着脑袋 一圈两圈三圈 忽然 他停下脚步 定在灵明跟前 点起两只后爪 抬起前找招了招 灵明会议蹲下去 侧耳倾听 小家伙用悄咪咪的姿势大声说道 明哥 我怎么才能做到你这样 一剑灭杀他们 三只三眼卒 想学 灵明眉如狭长刀锋 眸弱黑色珍珠 嘴角轻微上翘 小家伙什么都好 就是太没有动力 很多时候 都像一条混吃等死的咸鱼 眼下遇到三眼卒 恰好是个好的契机 小家伙认真看着灵明 缓缓点了一下脑袋 想 我想要找到家乡 想要看看我的阿爹阿娘合族人们 就算他们都不在了 我也想要帮他们报仇的 报仇之路分外空虚 灵明语气出时飘渺 忽然变得凌厉 不过 血仇不报 才是真的往来人世走一走 小家伙眨眼 眼角似有点点晶莹 不空虚 我以前什么都不懂 所以很迷茫很空虚 但遇到了明哥 我心里有底 他堵起小嘴 歪着脑袋 四十五度斜向上望 就像 就像爹娘还在身边那般 灵明 下画线 我拿你当兄弟 你拿我当爹娘 摇了摇头 灵明伸出手 按在小家伙的额头 轻轻柔乱那细碎的雪白绒毛 有底就好 那你一定可以学得会异景 小家伙嗡了一声 举起找找 两柄小波浪锤悄然浮现 一找一个 两相对撞 碰 明哥说的 我一定能学会 小家伙又蹦又跳 仿佛他真的学会了异景 发麻 心中丝毫无法理解小家伙的行为 心灵一道最难修行 初识入门飘飘渺渺 寻求那一点真意 把这一点真意寄托于物 便可得到诸多之意 例如 寄托于剑 可恶剑意 寄托于刀 可恶刀意 寄托于拳 可恶权意 如此这般才只是入门 却已经是万中无一 再往上走 便是玄之又玄的意境 而这又要在上一层筛选出来的人 万中取义 可想而知 喜得意境何其艰难 而灵兽了无意境的难度是类人种族的数倍 难 难 难 龙战只能认定灵明是出于好意 想要给这小家伙一点念想 这时 灵明把小家伙放到肩头 抬起金弦剑 看清楚了 这里有三个 我出三剑三下 一下快 一下慢 还有一下你来 小家伙点点头 灵明笑了笑 指尖冒出两枚神文 静 国安 前者笼罩阴晕子气 无法为外人看清自行 两枚神文一闪而过 进入小家伙双瞳 煞世间 小家伙面若止水 心灵成澈 双眼看到了以往看不到的诸多细节 不等他发出惊叫 灵明不再多言 一剑递出 快若疾风 迅如闪电 三眼足中的一只顿时烟灭 吭枪 金弦剑归入窍内 灵明没有半分停顿 再次拔剑而出 这一剑飘飘荡起 很慢 很慢 却仿佛蕴含天地道妙 有着难以言喻的灵蕴 小家伙脑海中回荡一块一慢两剑 下意识举起两柄小锤子 然后不快不慢地砸出 剑落 锤落 剩余的两只三眼足灰飞烟灭 龙战扑呲一声 喷出口水 卧槽 这特孽也行 小猴子边张嘴边摇头 声音模糊不清道 我也要学 于谦谦傻眼愣住 眼眸中倒影的小天地再无他人 只有灵明 易经这种东西 绝不可能如此容易 龙战连连摇头 根本不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 然而 身边的三个家伙态度很明确 而且事实摆在眼前 小家伙真的在灵明的两见之间 领悟了意 这种教学能力 未免太过于厉害 根本不似凡人 龙战捂着胸口 忽然觉得心好痛 他见过的天才很多 天骄各种各样的都有 一念领悟神闻 一眼看透武技 天生气韵浓厚 各种各样的都有 唯独没见过灵明这样的 举手投足之间 办到常人完全不可能办到的事 引领小家伙 领悟道之真意 此时此刻 小家伙双目紧闭 两只小波浪锤围绕在身边旋转 水之真意 三种形态 气态液态固态 一者如物 一者似水 一者为兵 三者如三才 混而为一 交织变幻 产生无穷变化 灵明轻轻一笑 笛声送念 上扇若水 水利万物而不争 处众人之所物 顾及于道 道德经 第八章 灵明语速适中而轻缓 缓缓道出水中真意 小家伙身上泛起淡蓝色涟 花花水声凭空诞生 挂起少许露珠 露珠汇聚成片 渐渐形成水流 水流环绕小家伙周身 化作气态的大物 龙战快步走近 不可思议道 这真的行 灵兄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灵明侧身瞥眼 龙兄这是说的哪里话 我就是我 没什么特别的 好个我就是我 龙战指的小家伙 一双树铜蹬到最大 那你给我解释解释 这是怎么回事 小家伙悟性超绝 所以就如此这般一不小心领悟了 龙战翻起白眼 不想理会灵明的繁言繁语 大约过了一刻钟 小家伙身上的雾气淡薄下来 他一呼一吸之间 水流往来犹如身体一般自如 不再需要调度水之呼吸 不 应该说他的呼吸产生了质变 无时无刻都是水之呼吸 明哥 你好厉害哦 说我能学会 我就真的能学会 灵明轻声一笑 那是你天赋好 跟我没什么关系 小家伙 三 哼 明哥太谦虚了 我的脑袋刚才特别清晰 而且眼睛好像也变得不同 看到整个世界都和以往有着巨大的差距 绝对是明哥你的手段 龙战抬起肘子 顶了顶铃铃的侧腰 瞧见了没 你这边最铁杆的 直接把你甭水出来 肯定是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没有 真的没有 就是施展两剑 然后全凭小家伙自己领悟 说谎不打草稿 脸不红心不跳 张口就来 龙战败在下风 摆摆手 罢了罢了 你明显使用了两枚神纹 不过你不想说 作为朋友 没错 作为朋友 我绝对不会逼你的 那你何必强调两次作为朋友 林明心中吐槽一句 张开嘴 正要说话 这时 天空中生起一道灿烂烟花 轰隆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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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环爆响之后 烟花化作一本不断翻动的书 这是玄文书院约定的记号 代表着书院某人遇到莫大危机 已经陷入重围 无法逃脱 结合之前遇到的两柄传讯飞箭 不用思考 林明能够猜到 发出烟花的人 多半就是赵无声 那边有变故 我们赶过去看看 林明挥手一指 紧接着 他身形一动 化作一道流影冲向远处 小家伙站在林明的肩头上 小猴子和于谦谦 则紧随其后 都不用询问一下我的意见吗 龙站好歹也是龙家少爷 从来没有被别人忽视过 一时半刻有点受伤 可是看到林明等人跑远 又不得不追上去 一行人向前奔跑 差不多三五里左右 看到一处不算茂密的丛林中 玄文书院的学子 身陷重围 为首之人不是别人 正是赵无声 葛清皇不在 最离凤与他并肩作战 萧出阳 潘毅以及其他断体境的玄文书院学子 背对着背 围成圆环 防御四面八方的三眼族 然而 围攻之人并不仅仅是三眼族 还有玄文刀院和玄文枪院的学子 隔着老远 林明已然看出 这两院的学子状态不太对 人人皮肤略显焦黄 点缀着斑驳的黑色痕迹 行动的时候 仿佛犹如鼻涕或者是橡皮泥组成的人 关节都不复存在了 有问题 林明右手反握金弦剑柄 脚下猛然发力 灵气与玄气交织旋转 仿佛两条腿安装了涡轮马达 哄 林明身体拖着残影 飞也式地加速冲出 三倍之后再三倍 肉身破阴障 闷响连连 仿佛战斗机略行低空 小家伙必须四爪扣住林明肩头 这样才能稳住身体不跌下去 鱼千千望尘莫急 鱼尾巴差点拱成猫猫虫 那给急的呀 难受 小猴子比较没心没肺 单脆掉在树干上 摇摇摆摆也不去追 最后面跟上来的是龙战 他首先看到了玄文枪院的服饰 微微皱起眉头 停在原地 可是半秒之后 他发现的细节 那些人不太对劲 思索片刻 他再次跟着林明冲上去 这时 林明冲入不算茂密的树林中 坑问 金弦剑悍然出窍 武技 拔剑术净花水月 反之行 林明以反手拔剑 剑势笔直冲天 仿佛来了一记如山生龙霸 雪白的月牙见光 向上掠起 一位三眼族还没反应过来 身体从中线分开 碰 死了 周围的三眼族动作凝滞 迟疑地看向周围 怎么回事 他是什么 为什么能够斩杀我们 谁知道 遇到硬查 赶紧跑就是了 跑什么跑 杀了他才对 这样的家伙 一般都是大补 吃一个顶一千个 吃了他 千夫掌 但是上面有命令 如他这般的 必须要千夫掌来对付 狗屁的命令 那摆明是千夫掌糊弄我们的 他是想自己吞吃 这么鲜嫩可口的生灵 快跑啊 快跑啊 堪比千夫掌的高手 来了 打不过的 数十名三眼族 有的像林明冲杀 有的直接化作虚影 向外逃顿 无论是哪一种 都极大的缓解了赵无声 和玄文书院众人的压力 明殿 你来得正好 赵无声爽朗大笑 双手一正一反握着黑刀白刀 刷刷刷刷刷刷 刀影弥漫 笼罩身前三丈远 180度的扇形范围 这一招围困不为杀 赵无声不知道 为什么林明能够杀戮三眼族 只是相信着他 林明会议一笑 金弦剑归入剑鞘 枪 枪 两声一前一后 剑隔时间极短 前者收剑 后者拔剑 千军一发之际的杀伐 一剑出鞘之势的惊叹 林明的剑转足了眼球 龙站慢了片刻 站在不远处 恰好可以观览林明此剑全貌 偏若惊鸿 宛若游龙 一剑即出 万剑俯首 他难以相信 偏远的清明州 能够出现这种超越场里的剑到天骄 林明的剑恰如其名 不出翘则已 一出翘 宛如平地起惊雷 剑身之上 灵气与玄气交织 时而湛蓝 时而赤红 时而身子 绚烂雷光 斜行水火 剑光扫过 犹如日光普照 扇行范围内 荡灭一切敌 七八位三眼族 眼睁睁看着这一剑落下 不算太快 不算太慢 恰好能够看得清楚 恰好能够品味死亡来临前 最深刻的恐惧 不可力敌的一剑 必须离去 必须躲避 但是却又无法躲避 无法离去 死亡 是唯一的归宿 太强 这个敌人太强 必须逃跑 稍远处 二三十位三眼族 向四面八方逃窜 见到这一幕 玄文书院断体静的几人放下心来 阵行不知不觉有所散乱 这时 一道朦胧不实的虚幻灰影贴着地面掠向他们 当抵达中心点时 虚幻灰影从地面升起 出现在这几人的身后 因为先前这几人背靠着背 互相成为对方的依托 所以造成了一个视野核心里上的双重盲区 身后危险 龙战大喝一声声音震耳溃隆 周围人心头掀起个机灵 肖出阳感觉到后心贴着一根柱状体尖锐冰凉 光头的皮肤光滑 冷汗事下流 小爷还没活够呢 嘴角泛起苦笑 他无法坦然面对死亡 这时 盘役撞开肖出阳 身形错位 前者代替后者挨了致命一击 腕口粗的灰黑色圆形柱状体穿过盘役前胸透出后背 噗 鲜血横流一地 盘役眼中光芒涣散 肖出阳目自欲裂 大喊道 不 那只三眼族额头顶上的那只眼瞥然冷笑 另外两只眼睛的眼眶中黑气咕噜噜转个不停 好久没有稀释人类的真灵了 老子就算是跑 也得鲜长的鲜蛋 他身形收缩成一团 向着地面沉入下去 紧紧露出一张面目可憎的脸 凝视灵明 笑道 杀了人我就跑 你有能带我何 在我面前 也敢言杀 灵明双眼冷若寒霜 这个距离 你杀不到我 那三眼族嚣张大笑 抬起手臂挥了挥 下次再见 这时 梁炳小波浪锤砸中这只三眼族的后心 噗哧 他喷出一大口黑色斑驳液体 小家伙哼哼两声 再次挥动小波浪锤 碰 碰 后心再次中招 那三眼族身形虚幻 施展的逃命之法 被完全打断 看准机会 灵明玉使金弦剑击事出 空气中拉扯出一条蛋白色丝线 线的镜头 连接那三眼族的额尖之眼 那三眼族余下的两只眼睛瞪大 我乃是 灵明摇头冷笑 小爷赶时间救人 没空知道你是谁 轻轻打了一个响指 哒的一声传遍周围 沉寂一瞬 那三眼族的身体剧烈收缩 然后猛地膨胀 碰 明霄无形 见到这一幕 隐藏在暗中的三眼族再也没有侥幸 发疯似的逃离灵明 他们离去 穿着玄文刀院 玄文枪院服饰的不对劲学子 同样接连退去 这时 灵明已经用最快速度赶到盘役身旁 抬手释放玉字神文 盘役脸上血色尽湿 但被神文光辉照耀后 神色平静了许多 赵无声左右看了几眼 思量片刻后 放弃追击 与醉梨凤回到灵明身旁 拱卫他的左右 龙湛 小猴子 与千千 同样赶了过来 他们仨与玄文书院众人眼瞪眼 一时间有点尴尬 小家伙窜到赵无声肩头 小声介绍几句 然后 又把赵无声介绍给龙湛 小猴子 与千千 这时 灵明全腹心神治疗盘役 后者胸口那足足手腕挫的空洞 看起来就不像能够活下来的 这种伤势多半没得救了 我们还是想办法唤醒盘役学哥 问问他的遗愿吧 唉 又死人 进入秘境以来 都不知道死了多少个 多亏运气好 要是没有先一步遇到赵无声血减 只怕我们早就葬身在不知名处了 赵无声冷哼道 呱噪 明帝正在治疗 你们不要说这些丧气话 话音刚刚落下 充满内疚的萧出羊又撞了上去 真的还能救吧 林哥 你可千万不要让盘役死了 他和我的赌鱼还没有完成 都想着堂堂正正挑战您一次 赵无声烈焰般的眉毛猛然上扬 就要出口呵斥 最终还是忍住了 林明全心治疗盘役伤势 没有说话 小家伙代为说道 如果不能 明哥就不会出手 既然开始救治 就一定能 众人不知道 他的自信从哪里来 但 看着林明俊义无双的脸庞 他们脑海中 回想起林明崛起之后的一幕幕 林明从未让人失望过 无论何种绝境 只要他在 希望就在 然而 萧出羊有点失去理智 还想追问 龙站一步抢到他身边 碰 激云 一刻钟后 萧出羊醒来 见到盘役胸膛的伤势恢复 看起来好像没有受过任何伤害 林哥 你 你把他救活了 林明抹了一把额头 擦掉戏汗 还不一定 他的心脉破碎在即 却有某种丹药药力互助生机 我这才能使用玉字神纹 引出他体内多余的药力生机 那是盘役胸珍藏许久的保命丹药 在被围困时 我劝他服下 萧出羊脸上愧疚之色 轻简三分 龙站心中充满诧异 隔着那么远 林明的动作那么快 必然判断出盘役体内蕴含丹药药药力 可是 他还在脑海中斟酌 赵无声与林明关系更熟人 先一步问出口 那等伤势 常人见了就当无救 明帝你与盘役距离不算近 如何判断出他还有救 林明点了点眉心 然后变换手势 以时钟两指对准双目 我之言可观万物本质 赵无声似懂非懂 龙站若有所思 醉离凤神色不嫌喜怒 看不出什么 其余众人的神情大同小异 不去追问细节 总而言之就是非常厉害 没过多久 盘役悠悠醒来 神乎其境 这种伤势几乎必死 都能救回来 不可思议 原来林明首席的玉字神文功效 如此夸张 有林明首席在 我们岂不是无敌了 周围人连连惊呼 林明轻微皱眉 盘役刚刚恢复 不要围着他 给他点新鲜空气 众人点头如捣蒜 向周围退开 此时此刻 林明的地位 无形中拔高了树筹 无人敢说不服 随后大家各自疗伤 林明和赵无声单独谈话 得知了几件事情 一 秘境被封锁了 捏碎玉牌无法返回 此时 有一位玄文书院学子 用生命为代价 做出了尝试 二 葛清皇和上官云烟的大致去向 前者在一遍发生之前 感应到了危险 那份危险中蕴含着特别的机缘 所以独自前去追查 后者则是发现了好玩的遗迹 留下查看 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个大拉头 对于学姐的天赋异禀 林明羡慕不已 但却学不来 运气好到能够变成器语 本身就是极为不可思议的事情 葛清皇就属于走在路上 就会遇到很多骑士 诸如偶遇仙剑掉落 随手捡到的小狐狸 是某位先兽后裔 莫名其妙被垂死的高人看中 传授毕生所悟的绝世武学搞不来 林明摇摇头 把思绪着重放在上官云烟找到的遗迹上 他微微皱起眉头 问道 这片小世界中的遗迹是什么模样 属于人类 还是别的不知名种族 当时只有一片断臂残垣 但是那丫头好像认出了什么 赵无声右手轻轻抹刀饼 他也没戏说 一溜烟跑掉 还留了一句叫我们不用担心 有可能不回去了 林明知晓上官云烟的来历 并非苍玄界之人 而是来自外界 这不用奇怪 上官云烟性子跳脱得很 林明摆摆手 赵无声眉毛向上一挑 调侃道 第一次见你就说要收你当宠物 后面还立了个赌斗契约 林明咧嘴 咳嗽两声 赵无声凑到林明跟前 抬手一拢勾住林明脖梗 怎么样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扁 道师要是赢了 那可就 林明茫然转头 就怎样 赵无声竖起手肘 肘子间从上向下轻砸 哄 林明背部挨了一下 你小才装算 赵无声几没弄眼 这收到了宠物 不得好好玩玩 老色批 林明白了一眼赵无声 缩身穿出树布 然后回眸倾笑 吴声姐 你的思想太过于油腻 我们还是说点正事 赵无声 有声以来第一次被人冠以油腻二字 他略微沉饮片刻 这才理解到 林明隐含的话语 抬起手 刷刷就是两刀 毫无留守 林明屈指轻弹 两缕剑气迎上去 当 当 你小子 当我是什么人 赵无声埋态一句 林明怂怂间 摊开手 隔着老远说道 还能什么人 好人呗 赵无声 这时 林明闪不靠近 笑道 眼下我们无法离开 这件事情必须弄清楚 突如其来的震惊 赵无声有点不太适应 延迟两秒 他汗手道 确实弄不清楚原因 终究让人难以心安 这次武院大笔出了如此纰漏 按理来说 早就应该暂停大笔 然而 别说暂停 我们甚至连武院院长的声音都不曾听到 情况必然不乐观 林明轻轻敲击金弦剑剑柄 赵无声望了一眼 还在疗伤的众人 收回视线 你的威望族 待会就直接一言堂 直接确定接下来的行动计划 林明笑了笑 伸出食指 清点太阳穴 这点我明白 所以从刚才到现在一直都在思考呢 哦 那你可想明白了什么 赵无声问 既然无法离开 当前最主要的目标是整合实力 所以 要么去找上官 要么去找青皇姐 林明抬起双手 一手立起一根食指 然后放下左手食指 上官他说自己没事 就一定没事 现在回头去找他也不现实 以他跳脱的性格可能早就走远 我们先去会和青皇姐 顿了顿 林明洒然倾笑 吴声姐 你和青皇姐姐同姐妹 想来一定有办法找到她 赵无声下河微抬 鼻孔轻轻缩放两下 到头来还是得靠姐们 说着他递出两个小眼神 林明抬手 微笑 恭维道 是啊 吴声姐厉害 一次油腻 一次厉害 得到两个评价 赵无声满意点头 心中暗道 总算扳回一筹 要不然这次对话之后 自己在明帝心目中 就变成油腻的学姐了 林明看破不说破 双唇紧敏 半个时辰后 赵无声带路 领着林明 以及其他人来到 葛青皇约定的碰头地点 没有人影 没有记号 没有留言 众人散开 周围找了一圈 还是没有找到葛青皇的踪迹 不应该的 青皇最守见心 而以心为见者 最重视的就是诺言 约定好的是 他从来不会出岔子 哪怕刀山火海 也一定会闯来 赵无声眉宇间挂满担忧 林明见眉皱起 有着同样的担心 倾起唇齿 吐出一口浊气 林明拍了拍 赵无声尖头 稍等片刻 让我来查探试试 言罢 林明闭上肉眼 眉心浮现棺子神闻 一双心眼开到极致 五十杖 六十杖 七十杖 心眼范围不断扩大 依旧仙毫避现 不落过丝毫风吹草洞 这是林明领悟意境雏行 实力方面的隐性提升 不远处 龙战单手托出下河 饶有兴致的凝视林明 心中盘算道 先前林兄能够让小家伙顿悟 绝对是倚仗神闻的力量 但就不知道是哪一枚神闻 我得好好观察观察 突然 醉离凤的声音吹到龙战后脑勺 你这眼神不太对劲 该不会是龙羊匹吧 龙战头皮发麻 向前亮腔术步 猛然回头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 反应越大 越真实 醉离凤冷冷出声 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指了指龙战的眼睛 首席如此卓绝 我自知姿色不足 配不上他 但是 我会默默守候他 绝不可能让你这样的货色污染了他 龙战 下化现 他心中一万个冤枉 醉离凤境直离去 不等龙战冒出半个阴劫 仿佛与龙战说话就是误会至极的事情 龙战 这时 林明猛然睁开眼睛 找到了 所有人都没找到 你怎么发现的 赵无声戴眉轻咒 林明清明嘴唇 微微汗手 山人自有妙计 前行数十丈 林明蹲下去 刨开低矮的草丛 大树树根处有一道通透的剑痕 不是横向的 而是刺入境去 所以非常难找 这都看得到 你到底用什么感知的 龙战连续咳嗽几声 如此隐蔽的一道痕迹 隔着几十丈距离 你也能发现 这怕是用的神识吧 妙物境一共有两个层次 神魂 神通 然后 两者合一就可以触及神识 有了神识才能触动天地 感悟常人无法感悟的大到奥妙 当神识能够自如使用的时候 就证明一个人晋级了太和境 龙战的意思是 林明没有太和境的修为 却先一步凝聚了太和境才能凝聚的神识 众人纷纷望向林明 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首席学哥不愧是首席学哥 提前一步领悟神识 岂不是说 第四境前他的五道之路犹如坦途 难怪林明沉默三年 一招崛起之后 飞得如此迅猛 是啊是啊 非常人行非常事 那是因为有非常智能伪 周围几个玄文书院断体经的学子一顿猛夸 林明脸上流露一丝不自然 小家伙两腿岔开坐在林明的肩头 雪白长尾来回摆动 明哥他们都好不要脸哦 一直在夸你 摆明了是在拍马屁 都不觉得脸红的吗 周围人的声音顿时尬住 他们瞅着小家伙 神色颇为不善 整个玄文书院 谁不知道小家伙从来都是明哥长明哥短 林明就是他的天 他的地 在其他人看来 论起拍林明的马屁 整个玄文书院所有人夹在一起 都比不上小家伙的半张嘴 小家伙对周围人的眼神浑然不在意 雪白长尾来回摆动 他蹭了蹭林明的耳垂 这时 一缕极为稀薄的气味飘来 林明 赵无声 醉黎凤 萧出阳 但凡人类都无法察觉 那种气味极为稀薄 但拥有妖族血脉 就能察觉到某种不同 那似乎是一种妖族静置被人打开 释放出来的远古大妖的气息 又或者是远古大妖 以自身血液鸣刻的静置术法 泄露了气味 小家伙悠哉悠哉的姿态顿时收敛 秀秀秀 他连续抽动鼻头 来回在林明肩头小跑 明哥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 有种非常不好受的气味来回飘荡 林明满脸疑惑 没有吧 我什么都没有闻到 这时 小猴子嗣嗣两声 急切道 本龙王也闻到了不好的气味 鱼尾巴犹如毛毛虫上下拱动 鱼千千走到林明面前 公子 奴家也闻到了不太对劲的气味 就在前方不远 都闻到了 林明皱起眉头 看向其余人 赵无声探开手 没感觉 醉离凤不言语 保持冰冷的脸 缓缓摇头 萧初阳背着盘意 两人同时摇头 林明眉头紧紧锁住 小家伙绝对不会骗自己 如果只是他一个 多半是遇到了什么幻术 但 小猴子和鱼千千也说同样的话 这就有点古怪了 你们除了闻到气味 还有什么其他的特殊感受 林明问道 小家伙 小猴子 与千千相互看看彼此 然后齐刷刷摇了摇头 没有其他问题 林明弯曲食指 抵住下颌 这时 龙战力声道 快 所有人不要呼吸 这是邪念魔器 来源于邪恶至极的灵体 多半是这方小世界中 某位大能遗留下来的封印 话语落地 一名玄文书院的学子 双目赤红 两条臂绑鼓杖三倍有余 啊 死死死 杀杀杀 他壮弱厉鬼 形似凶兽露出森白的牙齿 林明飘然而起 三两步落在此人面前掌心落在他的额头 竟自神闻荡起飘忽契机 鸿蒙紫光顺着手臂灌注而去 那位学子脸色渐渐变得安详而平静 诡异的手臂和森白的牙齿收了回去 不好意思啊 首先 我 我真的不是不用多说 我知道 林明摇动手指抓起学子的手臂仔细检查 你刚才有什么感受 就好像突然溺水了一般 意识沉寂在黑暗中 然后又另外一个我向上浮 如果我沉入谷底 他浮出水面 那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他眼瞳充满恐惧 身体微微颤抖 仿佛那是一种彼此还要可怕数倍的事情 林明摇手 明白了 你不用担心 只要待在我身边武士杖内 基本不会有事 说着 转过头 林明向众人说 他刚才的姿态看起来很像枪院和刀院那些被控制的学子 或许真的是出了某种纰漏 这个小世界中有某种邪恶至极的生命体正在复苏 闻言 赵无声说道 明爹 你是首席你来定主意 我们都听你的 罪利凤轻轻点头 林明沉吟三秒 说道 那好 我们还是按原定计划 先找青黄姐 再找上官云烟 整合力量 再形影对接下来的变故 随后 林明使用心眼 不对寻找剑痕 一路前行 天色逐渐沉暗 前方出现一处光秃秃的山丘 山丘正中心 耸立着遗迹群 林明乍眼望去 抬手指着遗迹群中心处 就在里面 遗迹风格诡异 每一个建筑物都四四方方 长宽高阶一样 好似一个又一个魔方 一眼望去不少于三百之数 最中心处 体积最大的方块耸立 上方升起一道灰黑光雾 不是吧 首先 你确定我们要往里面闯 这里怎么看都不太好惹 是啊 是啊 还是不要进去吧 在外面联系一下给青黄学姐就行 没有必要拉着大伙陪她冒险 这些建筑风格不熟悉 看起来就很诡异 我们就算进入其中 也不一定能够找到人 三名玄文书院学子打起退堂鼓 林明耸耸间 进不进去随你们 脱离我的队伍后 你们生死与我无关 是生是死全靠自己 扫眼看过众人 林明说 实话告诉你们 进入这片遗迹 不仅仅是为了寻找学姐 顿了顿 她竖起食指 这种诡异的地方 往往就是破局的关键所在 学姐孤身进入 多半是有所发现 若是不想坐以待毙 那就随我进去搏一把 要是不想出力 也没有关系 留下来自生自灭 啊 怎么这样 某位学子额头冒汗 首席你可是书院的首席 我们是书院学子 你不能不管我们 林明斜了他一眼 我是你们爹吗 不是 那学子说 那我凭什么惯着你 林明冷笑 那学子哑火 沉寂一瞬 又狡辩道 首席你这样做太不地道 拉着我们陪你找葛青皇学姐 这根本没有用 眼下的问题是 不能与长辈们联系 不能离开这片秘境 我没有强迫你留下 林明怂怂间 再说了 要是我的决断错误 我起码也是陪着你一起死 顿了顿 林明说 你要不愿意 现在就走 谁怕谁 走就走 那学子冷哼一声 转过身看向周围众人 谁愿意和我一起的 咱们组个队 众人看傻子一样看他 然后气刷刷摇头 别误会 首席说一就是一 我们绝对不走 这里多危险啊 你也别赌气 实在犯不着 对啊 你分析起来好像条理有据 但真正遇到凶兽或者三眼 他们可不和你讲道理的 别赌气 和首席认个错 什么事情都接过去了 一堆人劝说 反而激发了那人的叛逆心 八一中文网 老子偏薄 说着 他大刺刺向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坐在石墩子上 你们进去 我就在一记外看着 看看你们能有什么好果子吃 林明毫不在意 领着众人向内走 等到他们走到一记门口时 一记中心的巨大方块冒出掀起一层黑色气浪 环形气浪排山倒海而来 速度快到极致 轰蹦蹦 很快掠过玄文书院的队伍 啊 玄文书院的几名学子承受不住疯狂邪念的侵蚀 狂乱出声 林明抬起手臂 指尖飞射树驴子光 那是镜子神闻眼神出来的紫韵光气 有着凝定心神的效果 几名乱叫的学子顿时安定下来 萧出阳背着盘翼 快速靠近林明身边 咦 林哥你身边很暖和啊 这是怎么 话语还没问完 萧出阳已经得到了答案 林明身体周围一层一层的朦胧子光向外扩散 驱除众人心中的邪念 萧出阳 盘翼还没有领悟翼 必须在林明的庇护之中 不然就有被侵蚀的危险 他们两人尚且如此 其余玄文书院弟子更不用多说 根本无法挡住黑色气浪的侵蚀 小家伙 小猴子 于谦谦严格算来都是妖类 后两者根本不敢离开 林明释放的武装范畴 一旦踏出 就有兽性彻底淹没灵智的危机 但 小家伙不同 他没有大碍 凝练了水之真意 邪念的侵蚀于他无效 龙战 赵无声 罪黎凤同样有着自己的意 也不需要帮助 就在这时 后方稍远处传来一声凄厉嘶吼 不 我不要变成怪物 咕噜咕噜咕噜 声音的后半截模糊不清 众人回头看去 坐在石墩子上的雪子模样凄惨 浑身肌肉膨胀 个头比原先大了三倍有余 好 他似乎对于林明有着特别的执念 二话不说 冲杀过来 步伐脉动间 地面传来震动感 一步 两步 三步 十步之后 他的修为从断体进中期 暴涨到妙无尽初期 这时 赵无声拔刀出鞘 斩出异字刀光 刷 刀光穿过此人身体 膨胀的躯干和四肢 犹如泄气的气球 很快变成一具干尸 仰面对准天空 死不瞑目 玄文书院其余几名学子 额头冒起冷汗 心中暗道 还好自己紧紧跟随首席的脚步 要不然被邪念操控的 就不仅仅是 经过这件事 林明在小队中的话语权变得极大 队伍向着遗迹内部探索 沿途中另行禁止 林明说一 没有人说二 减去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两刻钟后 林明等人抵达遗迹深处 周围的黑色雾气消失不见 那几名没有领悟 意的玄文书院学子 不再完全依靠林明的庇护 他们可以无外活动 不过 见识过前车之间 他们心中丝毫没有做死的欲望 一个个乖巧如仓鼠 明殿 快来这边 我找到青黄留下的记号了 赵无声的声音隔着三栋方块建筑物依旧很浑厚 林明挠了挠耳朵 绕过去 赵无声站在黑色墙壁旁边 单手按着墙壁 示意林明仔细查看 翻起白眼 林明吐槽道 这是障眼法 言罢 林明走到墙根 蹲伸下去 挖开墙角的泥土 下面埋着一枚玉简 赵无声惊讶道 你怎么知道的 墙根处也有一道收入数寸的剑痕 林明看开手 轻笑 和之前的剑痕相似 一看就知道是留给我的 言罢 打开玉简 周围荡起葛清皇的声音 不要追我 赶快离开 这片遗迹不属于封印者 而是地下的邪魔以密法构筑 话语嘎然而止 玉简中的声音传来铿锵的刀剑交明 清皇果然遇上麻烦了 赵无声用力握紧黑刀刀柄 这时 一阵凛冽寒风吹过 肌肤瞬间冰凉 仿佛被一只鬼手摸过 一寸一寸 力度不轻不重 细小的鸡皮疙瘩接连冒起来 某学子释放灵气想要驱除寒冷之意 然而 灵气遇到寒风 犹如冷水遇到滚烫的油 呲啦呲啦 他的身体表皮融化腐烂 血肉自燃 幽蓝色火焰窜起 很快 只有一副蓝橙橙的骨架站在众人面前 退后 赵无声说 众人收缩阵行 灵明提醒道 不要使用灵气 这股妖风遇到灵气就会触发激烈的反应 言罢 他用带有意的灵气试了一下 同样不行 诡异的冰寒之火顺着灵气灼烧来 灵明甩掉那一缕灵气 然后连续退出树部 灵气落在地面 泛起湛蓝鬼气 由于一朵蓝色火花种在地面 见到这一幕 心态不够坚定的学子有点崩溃 灵明无法使用灵气 他们肯定更不能 赵无声 醉黎凤 龙湛等人也是眉头紧缩 众人心中很不习惯这种未知感 成为舞者之后 灵气的使用几乎就是本能 突然不能使用灵气 就像常年双腿行走的人突然少了一条腿 特别难受 灵力的风一遍遍吹过 众人身体犹如寒冰透体 每一个动作都会造成巨大的耗费 灵明试着引动玄气 这一次没有立刻被灼烧 但 鬼手顺藤摸瓜 想要轻蚀身体的感觉依旧健在 可以抵抗片刻 但不能持久 最好还是不要用灵气和玄气 灵明念头微动 体内灵气玄气沉寂 回归气海丹田 紧接着 灵明切换多种手段 神闻 紫明吞悬异象 七情建议 意境雏形 肉身极静 呼吸法 神闻带来的被动效果没有消失 诸如神力加持 神速加持 心眼映照等 依旧如常 但 只要涉及引动灵气 手段一律失效 紫明吞悬 意境雏形 等于被废 七情建议和意境雏形 还算犀利 肉身极静依旧不稳定 不是最佳选择 呼吸法是沟通肉身与心灵的关键 困扰灵明许久的问题 有了一丝丝解决的可能 达成肉身极静之后 他始终不能完美掌控自己的肉身力量 意境雏形 心灵修为 呼吸法 灵明脑海中似乎有几块拼图 缓缓接在了一起 某样至关重要的信息即将浮现 然而 还差了一个契机 无论如何 想不通 心中憋本难受 灵明猛然甩了甩头 黑亮长发在冷风中狂舞 好似龙蛇起路 留在原地 适应无灵气的环境一刻中 众人再度出发 深入一记群术十丈 龙战忽然窜到灵明身边 这里的空间被人扭曲了 刚才我们走过的地方 再一次走过了 听闻此言 众人驻足停下 纷纷侧目而来 灵明双手虚暗 示意大家稍安勿躁 这个判断可有理论依据 你看呐 龙战三步并坐两步 走到一座长宽高 都是一丈的正方体黑屋旁 这处权硬是我之前所留 然而我们的体感上 一直是在向前走 绝对没有拐过弯 灵明微微皱眉 整个一记群或许是个迷宫 言语落地 他以心眼印照周围五十丈 没有发现异常 又用意境雏形加持 心眼的范围扩大到极限 八十丈 静静等待十秒 灵明眼帘微微抬起 一道水波光芒自他双眼蹦射 我检查了一遍 没有发现问题 龙战张开嘴 可这个权硬我不会认错 有没有可能是幻术 最离凤难得开口 灵明摇头 一秒否决 我的审文比较特殊 任何幻术都对我无效 众人 灵明的语气没有丝毫夸张 仿佛在诉说一件极为平常的事 龙战直翻白眼 任何幻术都不会生效 这句话说的有点太大了 除了小家伙之外 其他人纷纷点头 小猴子 与千千都不例外 灵明见没上条 怎么 你们不相信吗 赵无声拍拍他的肩膀 那不会 你是首席 你说什么 我们就相信什么 顿了顿 他瞥眼向后望 大伙们说 对不 众人齐声道 对 小家伙别嘴 抬起找找 明哥说的才是真的 你们都 灵明轻轻按住他的小脑袋 没事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当前到底是什么情况 总结分析一下 我们遇到的问题 要么是不知不觉被人换了位置 要么是周围的建筑物 不知不觉换了位置 这两种情况 要么真实 要么虚假 不知道你们倾向哪一种 但我个人认为 第一不是幻术 改变是真实的 第二 我们的位置没有被换 被换的是这些灰黑灰黑的建筑物 严格说来 我们一路走着 你们可曾见到任何一个建筑物 有窗或者门 众人没有任何犹豫 回答通通都是没有 灵明嘴角微微掀起 建筑物没有门窗 怎么想都不合理 要么有机关 要么就是有其他特殊作用 其实想要验证实在简单 但是这个验证真的有必要吗 言语落地 灵明拔出金弦剑 横向挥斩 龙战的头颅滚滚掉下 众人愕然 然而 头颅落下的龙战躯体甚为异常 脖梗处没有喷出鲜血 反而咕噜噜冒着墨色之夜 半个眨眼的时间内 屋头的龙战身体 变成地面上流淌的一滩黑水 嘖嘖嘖 阁下可真是好眼力 怎么发现呢 伴随着话音 一只黑色大猫缓步走来 他模样甚为可爱 只不过体型太大 足有寻常成年人三倍大 尾巴卷着半昏迷的龙战 他单找按在胸口 很有风度地说道 某家进场 三眼神足柄急供奉 领职千夫长 勉勉强抢算的统领吧 你杀了我的手下 又正好穿越我的房区 只能说 你不太走运 顿了顿 他可爱的大猫脸 瞬间消失 露出森白的獠牙 我问话你就答 答完之后 赏你全尸 林明并不顺着靖长的话回答 脖梗微微上扬 鼻头虚指龙战 反问道 你动手杀了他 那不能 一下就把人杀掉 那属于恩赐 我和你有仇 不可能让你的朋友 走得痛痛快快 靖长伸出血红的舌头 血液特别甜美 我得好好养着他 就在这时 林明悍然冲出 金弦剑笔直向前 靖长灵巧的向后闪躲树步 脸上浮出人性化的坏笑 你别动 再动我可就杀了他 那我只能帮龙战兄说一声安息 林明加快速度 非也是的前冲 跟我上 不要犹豫 为龙战兄报仇 众人听闻此言 再无丝毫犹豫 纷纷出手 下一刹那 明明的一股恶寒 从尾椎骨升起 一路直窜脑水 龙战愣是从半昏迷状态惊醒 我还能抢救一下 他大声惊呼 同时涌动身体内的血脉 激发出牙子虚影 这一下应急反应 刚好防御到靖长的尾巴凝角 龙战浑身被束缚 脸部胀得通红 声音憋在喉管里 刀剑无眼 都特捏得住一点啊 靖长心中 仿佛有一万头吃草的羊驼 奔腾而过 你这家伙不按套路出牌 居然毫不在意自己朋友的生死 错了 我这是相信朋友 相信他一定能够凭借自己的意志 从昏迷中挣脱出来 然后保住性命 灵明一边说 一边舞动惊弦剑 左右左右左右 左左右右上上下下 剑影滔滔 剑光纵横 剑风凌冽 靖长大体相当于妙无近巅峰的舞者 但本身的特长并非正面对刚 而是幻术前杀 现在正面对上灵明已经特别吃力 还要应对玄文书院众人的围攻 眼瞅着就快支撑不住了 这时 龙战就是他唯一的挡箭牌 那只灵活的长尾巴来回舞动 不断顶向四面八方 他黑漆漆的眼瞳激敏的看过周围 着重防御三个点 灵明的剑照无声的刀 最离缝的伞 所谓九手必施 靖长终究其差一招 忽略了来自身下的攻击 小家伙扑空而起 大喊受死 两柄小波浪垂暗戳戳的贴地砸出 由于没有灵气 这时候无法灵活操控 主要使用的是动力势能 哼 哼 哼 同时夯在靖长的两只后爪与后肢的链接处 骨头轻微裂开 靖长后腿短暂失去力量 该死 你是妖类 为何帮助人类 难道不知道 这是吃里扒外的行为吗 脸庞因为痛苦而扭曲 靖长大喊出声 顺势抬头一口咬向小家伙 我才不管什么妖类人类 明哥对我好 他就是我的亲人 小家伙咧嘴哼哼两声 然后 他嘴角上翘 披坏一笑 雪白肠尾向下甩动 滋出一泡尿液 尿液也是液体 其中水的含量颇高 空一空不是问题 一道略微泛黄的液体 违背正常的生理弧线 扭曲着 仿佛成了一束激光 靖直飙向靖长的猫脸 小家伙借此反作用力 向上向后翻飞 卧槽 靖长整条猫都不好了 黑曲曲的脸上似乎泛起绿色 不要啊 他心中狂呼 猛然闭嘴 脸色分外精彩 头可断 血可流 脸绝对不能丢 尤其是当众吃尿 这种巨大的黑历史 他绝不接受 拼着受伤 也得躲开这微黄的玩意儿 靖长念头通达无比 猛然扭转腰肢 向旁边扑闪 丝毫不在意沿途露出的破绽 趁此机会 林明 赵无声 醉黎凤 各自递出一击 砰砰砰 靖长顿时受到重创 翻到旁边 陷入昏迷前 他最后的执念 就在那一条小小的水流上 眼见那玩意落在地面上 完全没有滋到自己 这才放心昏过去 林明收剑回翘 用剑翘 戳了戳靖长的背脊 嘴角止不住抽搐 刚才出场的时候 浑身上下仿佛写满了 我是高手似的字 然后 就这 赵无声赶过来 蹲升看了看靖长 仔细瞅瞅 还蛮可爱的 就是脑子有点不好使 醉黎凤收散入那戒 走到靖处 汗手道 太憨 林明侧目 这人冷到极致 居然也会说出俏皮话的 啪击 小家伙跳到靖长腹部 来回蹦跳 明哥看我 明哥看我 我是不是很乖 是不是有点厉害 林明微笑道 不是有点厉害 是很厉害 不远处 小猴子望向小家伙 眼底满是羡慕 于谦谦眼睛扑扑扑 两只手背在身后 纠结不已 小家伙本来就得林明喜爱 这次功劳还特别大 真的是想要争宠 也没办法争 只能折服等待 这时 靖长身体下面 一只肌肉囚结的手臂 勉强伸出来 林兄 我还被压着 龙站闷闷的声音从下方传来 林明尴尬一笑 拍了拍脑门 胜利来得太轻松 一时间忘记还有这茶 抬起大猫 林明伸手一搂 扯出龙站 你怎么搞的 什么时候中招的 我 龙站下意识开口 吐出一个阴结后 发现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然后闭紧嘴巴 摇了摇头 你不太行哦 小家伙窜到林明肩膀上 伸出左边爪子对准龙站 你这样的 我一个能打十个 龙站拉长着脸 额头青筋暴跳 林明辉挥手 人有尸首马有尸体 这都是在所难免 小家伙 你就别为难龙站了 龙站 他忽然感觉自己很没档次 之前 好赖是个高手 现在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 周围人看过来的眼神都那么 难以形容 三分同情 三分疑惑 四分原来如此 一记忠心处 葛青皇一见了结一名三眼族 缓缓抽回鼓剑琴雷 莫应雪 你为什么要帮助一族 此刻 莫应雪肌肤灰黑 一双眸子半红半蓝 一族又如何 只要能让我变强 只要能带给我力量和权势 都无所谓 你根本不懂 出生就被人定下命运的感觉 有多么糟糕 炎霸 他身上气息爆裂 身后出现一轮冰山虚影 轰咚咚咚咚 山峰顶端裂开 滚滚沿江流淌而出 来 见识一下冰与火之力 莫应雪消失在原地 葛青皇眉宇间的山水泛起涟漪 古剑琴雷斜斩身后 吭枪 双削剑完道飞出去 碰 莫应雪霜必抱前 抗住这是大力臣的一腿 整个人向后倒划十丈 厉害 没有灵气还能这么厉害 你是我见到的第一个 枪怨的几个废材 和你完全没得比啊 顿了顿 莫应雪冷笑道 不过 我可没说要和你单挑 啪 啪 他拍掌两下 周围走出四名 穿着枪怨服饰的妙物镜靴靴子 他们双眼空洞没有眼珠 眉心被挖开 种下一枚诡怪眼 森白 圆瞳 瞳孔轴う 瞳孔周围亮起会紫色斜芒 瞳孔周围亮起会紫色斜芒